现代网友为了不让女孩子回家 会说出多么离谱的理由 这个女孩想回家 可男人却告诉她 这里离你家很远 足足有1200年那么远 这天如同往常一般 许清顶着大雨跑回家 却在楼道中被一个女孩拦住去路 许清吓了一跳 兜里的钥匙也掉了出来 落在地上发出钉的声音 女孩似乎也被这声音吓到 一个后撤退到了墙角 许清这才看清楚 这女孩一身古装打扮 还戴着一柄长剑 原来是玩Costia 许清心里暗自吐槽了一句 不过看她这架势 这眼神 还有这双草鞋 这也太敬业了 许清不再理会 转身来到自家门前 打开门禁止走了进去 不久后 许清洗漱完毕 给橘猫冬瓜喂了猫粮后 自己开了瓶可乐狠狠吹了一口 可窗外依旧雷雨交加 或许是于心不忍 她拿了把雨伞打开门 可看见女孩站在门口 一副戒备心极强的样子 她指着雨伞正要解释 女孩却突然询问道 这是哪里 许清微微一愣 这里是北望路加和小区 妹子似乎有些不太理解 陈寅的片刻又询问道 你又是谁 许清心里一万头草泥马飞骨 但还是将伞帝给她说道 你就当我叫雷锋吧 见她不为所动 许清又问了一句 雨伞还要不要 不要我可拿回去吧 女孩抿着嘴不知在想什么 下一秒突然拱手抱拳道 我本是阎帮弟子 不知为何来到此地 许清彻底无语了 这家伙果然有病 没想到还是各中二病 许清叹了口气 压下心中的吐槽后 转身走进了家里 一边掏手机一边说道 我还是叫保安过来看看怎么办吧 你进来吧 外面太冷了 妹子跟在她身后 却被一旁的电视吸引了视线 正在打电话的许清 突然被一道巨响吓住 一回头才发现 这妹子突然用刀把电视捅穿了 妹子瞳孔放大 嘴里喘着粗气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许清人都看傻了 战战兢兢的挂断电话后 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 她挠了挠头询问道 你说你是哪里人来着 女孩却有些后怕的反问道 刚刚那些人 是怎么出来的 还有 你在和谁说话 这话问道 许清一时尽不知如何开口 这女的是汉匪吧 她举起双手 那个 要不先把剑收起来 我是好人了 刚刚还给你送伞了 妹子低头不语 似乎相信了她的话 沉吟了片刻还是将剑拔了出来 见此 许清才接着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的 妹子一把将剑收回剑桥 我叫江河 是盐帮弟子 我想回家 回盐帮 什么盐帮 许清连听都没听过 这里是江城市永康兴去北望路 江城市你知道吗 女孩摇了摇头 许清一时雨色 总不能你真的是个古代人吧 难不成我还要问皇帝是谁吗 听到皇帝 女孩瞬间惊呼出声 你说圣上 那当今圣上是哪一位 圣上就是圣上啊 见女孩由言不尽 许清又换了个问法 那现在是哪一年 女孩一脸天真 现在不是开元十六年吗 许清哒哒哒一顿操作 查了才知道 开元十六年不是唐玄宗时期吗 可女孩根本没听过什么唐玄宗李隆基 许清想了想 那李白 清廉居是李太白你知道吗 女孩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认识他 他在哪里 这要从何说起呢 估计在峡谷刷野怪吧 男人在家门口捡到一个美少女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唐朝来客 还认识传说中的李太白 许清请他吃了个盖浇饭 等他吃完才告诉他 现在你是在一千二百年后 不管你接不接受 我们的聊天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你能理解吗 妹子沉默又乖巧地点了点头 首先 这个房间内是绝对安全的 就算你一键把我砍了 你也只能在这躲一个星期 所以你不用老惦记着你的键 许清又拍了拍电视 虽然这里的东西你都不认识 比如这个 它只是一个会发生的工具 它又掏出手机 类似这样拿来消遣的东西有很多 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 这里绝对安全 哪怕我做的某些事情你无法理解 那也是正常的 我不会伤害你 明白吗 妹子紧紧地握着拳头 但沉莹片刻后 还是服从地点了点头 许清输了口气 但随即又有些凝重地看向窗外 外面的世界虽然也十分安全 但是对我来说的 对于你 外面处处都是危险 听到这话 妹子终于忍不住询问为何 许清只能举例道 因为你是忽然冒出来的 就像在皇宫 你拿着刀进去逛 肯定会被抓起来的 还有 我们这里的人从一出生就有身份证明 没有这个的人 遇到盘查就会被带走调查 如果你拿着剑出去 就会触犯律法 是要被杀头的 妹子顿时心领神会 我知道了 我就是个流民 许清摇了摇头 准确来说 更像是没有契约的奴隶 被抓到会很惨的 妹子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总之 在这个世界 你的处境很危险 我愿意帮你 让你熟悉这个世界 慢慢融入这里 妹妹缓缓低下了头 可是 我要怎么相信你 我只想回家 必须你配合才行 如果你不相信 那我也没办法了 听到这话 妹子沉默了很久 房间内只有时钟的低大声 最后 妹子抬起头轻声道 那我要怎么做 许清顿时来了兴致 首先你不能动不动就拔剪 有什么想问的 你也可以提出来 听到这话 妹子伸长了脖子左右看了看 随即才询问道 你夫人呢 许清人妈了 难不成八卦是所有女人的天性吗 见她不说话 妹子低下头继续道 我在这里 会不会不方便 见此许清只能实话实说 比人不才 活了二十余载 还是条单身狗 目前尚未婚配 妹子仿佛听到什么震惊的消息 瞪大了眼重复了一遍 你尚未婚配 许清一阵无言 空气安静的有些尴尬 片刻后 许清突然道 你不会是觉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有点放不开吧 在我们这里是正常的 而且我这边正好有一个空房间 许清一把将房门打开 虽然有点乱 但收拾一下也能凑合 随即许清便自顾自的整理了起来 妹子见此 有些想不通 这里的习俗真奇怪 这个年纪的地主老财 竟然还没娶清 而且明明打个招呼 就有人送饭来 却还要亲自动手整理屋子 不久后 妹子独自一人坐在床上 不知在想着什么 许清同样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发呆 不知过了多久才终于睡去 第二天 许清竟然一觉睡到早上十点 一起床却发现妹子正坐在沙发上 盯着自己的剑出神 她只能上门询问道 你饿了没有 妹子摸了摸肚子喃喃道 有一点 可突然 妹子表情一正 在身上摸了摸 下一秒直接窜进房间里 很快又重新跑了出来 随即将两块碎银子 放在许清手里 许清直接下意识地询问道 有金子吗 妹子摇了摇头 又从衣服里掏出一块玉培 许清这才拒绝道 我就随便说说 还能少了你吃的不成 她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女孩 一会我帮你买点月用品 顺便买饭回来 你记住千万别出门 知道吗 随即许清快速地刷了牙洗了脸 许清又站在了一个内衣店门口 看她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 总不能让妹子真空出门吧 只能豁出去了 这个女孩随身带着一把剑 却从来没有见过可乐 甚至以为咕噜冒泡的东西都是毒药 一个普通的门铃声 便让她如临大敌直接拔剑 将她捡回家的许清 只能连忙解释不是坏人 是来帮自己送吃的 许清将外卖拿给她看 询问她要不要一起吃 女孩却一副扭捏的样子 轻声拒绝了 可当许清准备将汉堡送进嘴里时 女孩却突然凑了过来 许清彻底无语 单大的低下了头 但还是拿起一个鸡肉卷递给她 你要不要试试 看着面前色香味俱全的食物 女孩咽了咽口水 最终还是用力地摇了摇头 那喝点这个节节渴 甜甜的 你一定没喝过 谁知听到许清这话 女孩却后退一步又小拔剑 你是在看不起我吗 许清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 却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可乐 见着瓶子流出黑色冒泡的液体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许清冷汗直流正想解释 女孩却直接拔出长剑抵在她头上 无奈 许清只好起身拿起可乐 蹲蹲蹲地喝了起来 见此女孩也不好再说什么 许清则是坐下来劝味道 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拔剑 我真是个好人 不然完全可以把你关在门外 对吧 确实 面对眼前这个唐朝少女 许清有三个选择 一是把她丢外面 估计要不了三天就会被抓 二是让警察叔叔来处理 三万一女孩突然感觉受了刺激 说不定就是一场乱杀 三就是先将她留下 尽管她有些暴躁 动不动就拔剑 但这可是个古人 说不定还会轻功 若是能让她教自己 岂不是直接起飞 想到这 许清又拿起肌肉卷递给她 尽管女孩肚子很饿 肌肉卷看起来很香 但她还是倔强地扭过头 不想吃这剑来之食 见此 许清直接自己咬了一口说道 我帮你点份盖浇饭吧 随即 许清又是一女孩坐下来 一直拿着剑自己也害怕 女孩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看得许清好想将她拍下来 沉吟片刻后 许清告诉她 你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 因为这里离你家很远 足足有1200多年那么远 因为这里 是你所处时代的1200年后 那些什么李荣基李白杨玉环 都是1000多年前的人物 他们早就已经死了 听到这话 女孩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近乎绝望地怒喊道 一派胡言 许清又安慰道 你是个聪明人 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你不是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吗 女孩咬紧了牙 妖言惑众 我不信 说着就往门外走去 许清连忙让她等等 女孩却直接亮剑 目光凶狠地盯着她 许清有些低落地解释道 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一套律法 你这样出去会很危险的 女孩依旧举着剑 语气却软了下来 你为什么帮我 当初冬瓜在外面 我也捡回来了 见她抱起那只肥猫 女孩缓缓收回长剑 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有没有说假话 但从第一眼开始 这个人就没什么恶意 而且自己对这里一无所知 衣服装扮也和所有人不一样 如果离开 真的不知道能去哪 剑女孩沉默不语 许清拿起手机 如果你想留下来就把剑放下 我帮你叫个外卖 而且实话实说 我收留你也是有风险的 不仅要防止你被其他人发现 还要担心你一剑把我砍了 所以你明白吗 听完 女孩盯着自己的剑 沉默了足足几分钟 最终还是将剑扔在了地上 接着 许清将女孩带到浴室 准备让她洗个澡 毕竟刚才衣服被雨淋湿了 她一边操作淋浴器 一边教女孩怎么用 换女孩试用时 她果断掏出手机拍了下来 随即许清便独自在客厅等待 可浴室依旧一片寂静 她只好在自己的衣柜挑了衣服 方便一会让她更换 可当她来到浴室门口 却发现门根本没锁 而女孩此刻正在好奇地摆弄着水龙头 她将衣服摊开说道 家里没有女人衣服 先凑合穿 明天再去买新的 随即她又招呼女孩过来 准备教她怎么锁门 直到女孩成功将门锁上之后 许清她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幸亏还没拖 不然自己肯定当场就得去世 许久后 许清在沙发等的都快睡着了 女孩却在浴室挽起了泡沫 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 而许清却突然坐起身子 用力地掐了掐自己的脸 看来真的不是梦 自己捡了一个古代女侠 她又捡起女孩扔在地上的剪 这玩意可是真家伙 有机会得找人鉴定一下 算不算古董 又过了一回 女孩终于洗完澡 一出来便看见许清在写着什么东西 她好奇地凑了上去 许清却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该不会是真空吧 许清低着头将纸递给她 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你认识这些字吗 女孩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然后嘟囔了一句 有点怪 很难认 许清拿回纸条 我等一下写完说给你听吧 女孩点了点头 又突然说道 这衣服也很怪 许清没有接话 却突然看见她脚上的草鞋 于是便让她去鞋架上换一双拖鞋 看着她哒哒哒走过去的样子 许清莫名感慨了一句 真可爱 就在这时 闻铃突然想起 把女孩吓了一跳 许清连忙上前安慰 是来送饭的 不用紧张 心里却想着 她这样子 就跟无家可归的小野猫似的 片刻后 女孩看着面前的饭忽然说道 我想起二当家常说的一句话 无视现殷勤 非奸极道 可下一秒 女孩却突然笑了 但我觉得 你是个好人 女孩长这么大 却从来没穿过内衣 她有些好奇地询问男人 这是什么东西 男孩却红着脸 连同一包ABC一起扔给她 让她自己去研究 原来 女孩是从唐朝穿越而来 被许清捡回了家 一大早 许清便出门为女孩买月用品和衣服 拎着几大包女孩用的东西 饶食她也觉得头皮发麻尴尬不如 最后她又去了一趟书店 买了一本中华上下五千年和反简字体书 许清只能心虚地点点头 可回到家 许清就看见女孩拿着见一副紧张的样子 她将买来的饭递给她 不是说了吗 这里很安全 先吃饭吧 女孩坐在沙发显得有些尴尬 顿了顿才轻声说道 谢谢 听到这话 许清却明显愣了愣 在她的想象中 难道不应该是说 多谢少侠吗 她一脸期待地凑了过去 我算不算少侠 还是好汉之类的 女孩歪着头想了想 有些迟疑地说道 多谢 少侠 许清立马严正以待 学着古人抱拳道 举手之劳 合足挂齿 女孩一脸嫌弃 她此刻并不知道 内心那股莫名的冲动 叫吐槽 她只能化情绪为泛量 拿起盒饭疯狂地炫了起来 许清看得一阵呆滞 这跟她想象中 那种温文尔雅的女侠完全不沾边啊 片刻后 两人吃完饭 许清将买来的衣服递给她 女孩却拿出一件内衣 询问她这是什么 许清直接人傻了 只能让她自己研究研究 实在不行 再给她找点视频学习一下 接着又将买来的书交给她 不过许清也知道 教会她使用电脑才是最好的 随便一搜就是百科全书 弄完这些后 许清才询问道 过去一晚上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女孩想了想 你在这个世界是什么身份 许清知道 自己不过是一个代业的应届生 用对方能理解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刚参加完科举落榜 准备找个谋生的工作 女孩还以为她是地主家的夫人子弟 没在问什么 而是翻看其手里的书 看着书上熟悉的面孔和装扮 女孩眼里渐渐沁满了泪水 嘟闹着自己该怎样才能回去呢 明明昨天她只是在追一个小嘴 然后在树林迷了路 接着左转右转 就看到了那么高的房子 许清知道 这附近可没什么树林 她只能安慰女孩 先好好活下去 然后再想回去的事情 见女孩点头 许清突然询问道 你的武力值 大概是什么水平 有没有什么内功剑法 还是轻功之类的 或者说你能在多高的地方 跳下来不受伤 女孩想了想 指了指窗外 可能从那里跳下来没事 许清顺着她的手指看去 那竟然是四楼那么高的位置 许清当即兴致更足了 那你会不会降龙石巴掌 长生爵 或者天魔大法 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满是疑惑 许清又继续问道 你们功夫是怎么练的 你看我能学吗 女孩愣了愣 却还是实话说道 你年纪太大了 很难有所成就的 谁知许清毫不在意 不用成就 能学就好 我可以拜你为师吗 女孩没有犹豫 当即就摆出架势 看好了 练武先练腰 练腰先练妆 发力从地起 许清顿失怂了 不练妆行不行 不行 不练妆怎么练武 那这个妆要练多久 三年 许清直接人马了 三年 要是能坚持下来 自己当初就去当兵了 想了想 她又询问女孩 那练剑呢 我可以直接学剑法吗 不行 手跟不上眼 眼跟不上手 许清彻底尾了 不再提练武的事 她让女孩先去试一下衣服 可当女孩进了房间关上门 许清直接取向女孩的长垫 拔出剑对着空气一阵比划 可没两下她就比不动了 这剑也太重了 片刻后 女孩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她又让女孩将发带娶下来 女孩听话照做 活脱脱一副邻家小女孩的样子 许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以现在这个形象 只要她不开口不乱来 基本没什么破绽了 许清决定 晚上就带她出去逛一逛 傍晚 夕阳西下 女孩突然来到许清房间 好奇地询问她在做什么 许清却告诉她自己正在干活 在正前 顿了顿 许清突然问道 对了 你们大当家的武功怎么样 女孩一愣 却脱口而出 很强 文言 许清直接打开电脑上的视频 看着视频里精彩地打斗画面 女孩两眼放光 似乎非常的向往 可很明显 许清比她还要更向往 她期待地看着女孩 你们大当家 有这么强吗 女孩神情有些严肃 这功夫 恐怕都快成现了 若是自己对上视频里这些人物 可肯定跑都没地方跑 而许清却再次点开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正是传说中的如来神掌 看着视频中那人被一掌拍在地里 女孩彻底惊呆了 甚至有些恐惧 她浑身颤抖地询问道 这就是你们的实力吗 许清见她表情不太对劲 连忙解释 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 是用工具模拟拍摄出来的 电影都是假的 等你熟悉这个世界 就能理解什么叫做电影艺术 许清想了想 又放了一部比较写实的电影 你会不会这个 许清在一旁看得一阵激动 连连点头 完事后 女孩一边走出房门一边说道 想学的时候告诉我 我可以教你怎么站桩 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后 女孩长舒了一口气 果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人 现在她知道了 原来许清是想学功夫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世界好危险啊 你知道唐朝来的妹子 第一次上街是怎么样的吗 出门前 许清告诉她 只带眼睛和耳朵 不要随便说话 也不要忽然起飞 跟在我身边 知道吗 女孩乖乖点了点头 许清却趁机掏出手机 拍下了她懵懂的模样 见她穿戴好 又拿起自己的配件 许清只能安慰她 外面很安全 把剑放家里吧 说着就要去拿 女孩却死死抱住表示拒绝 许清有些头疼 大街上都是我这样的弱鸡 你一拳就能打飞了 女孩捏紧拳头想了想 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片刻后 女孩跟着许清走出一楼 女孩很警觉的左顾右盘 许清这才告诉她 这里叫小区 有很多户人家 那边是大门口 出去就是马路 马路两边是就是店铺 说话间 一个外卖小哥想着喇叭 急尺而过 女孩惊讶地看着她 许清连忙让她冷静下来 两人继续向前走去 许清一时心头畅快不已 带着古人逛街的感觉 还有谁 很快 两人走到大门口 一个大妈看着女孩 明显愣了愣 许清连忙横在两人中间 生怕出了什么乱子 保安诏书也询问道 小许 是你女朋友 许清只能傻笑 可大妈却想起 这是昨天在楼梯口 拿着刀的那人 赵叔一下紧张起来 什么刀 许清集中生智 那是cosplay 年轻人喜欢玩的东西 说完许清一把 拉住女孩的手 往门口走了几步 才扭头说道 我们先走了 直到离开二人视线 女孩才挣脱她的手 继续跟在许清身后 与此同时 一辆轿车从马路呼啸而过 女孩惊呆了 这东西跑得好快啊 许清解释道 那个叫汽车 和马车一样的用途 不过不用马去拉 你可以理解成 把马赛进车里 他们在车里跑 女孩试图理解她的话 却越想越猛 这时 两人来到一个监控下 许清指着监控 你看那个 她就是千里眼 我们看的电影 都是用她拍的 他们到处都是 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里 有人在千里之外 都能盯着我们 这话把妹子吓坏了 转头就朝一旁走去 许清正给她解释 一扭头却发现 女孩在一个绿化地里 捡起了石子 随即女孩捏起一颗 眼睛死死地盯着监控 许清连忙上前阻止 你不会是想把她打下来吧 女孩沉默地看着她 眼睛仿佛在说 不然呢 许清无奈地叹了口气 让她将石子放了回去 不久后 两人来到一个石子路口 许清又开始讲解 这个叫红绿灯 红灯亮了就代表不能走 绿灯亮了才可以过 女孩跟在许清身后 走过斑马线 对着头顶的路灯看了看 又扭头看着旁边的商铺与人流 就在她与小狗对峙时 许清突然拿了一根发绳询问她 这个看起来怎么样 没等她回答 许清自己想了想她戴上的样子 感觉不太合适 于是又继续看着眼前的小摊发愁 女孩探出头 看着眼前闪闪发光的各种小视频 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她感觉自己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 片刻后 还是许清挑了一条有蝴蝶的发绳地理她 女孩接过发绳 直接就戴在了头上 走在前面的许清时不时地扭头看她 感觉确实挺合适的 直到日落西山 许清带着女孩来到一家饭馆 老板 两份炒饼 在家一盘拍黄瓜 片刻后 坐在座位的女孩 有些出神地看着窗外 而许清却在看着她 两人都不知在想着什么 不久后 老板将饭菜放在二人面前 女孩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许清将筷子递给她 安抚她赶紧吃饭 自己则是端起一杯柠檬水喝了起来 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妹子 看来留下这个女侠 后面的是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不久 两人吃完饭 许清便盖着女孩回家了 女孩端坐在沙发 不停捏着手指头 外面陌生的一切 让她只想快点回家 许清坐在一旁 可惜你回不去 一千两百多年啊 女孩显得有些不安 那那个身份什么的 怎么解决 许清一把抱过冬瓜 你得先融入这个社会 慢慢总会解决的 放心吧 我会帮你的 文言 女孩很配合的拱手 多谢少侠 许清同样热烈的回应 举手之劳 心情大好的许清 又开始夸夸气谈起来 身份在这个世界 是很重要的 没有身份就会寸步难行 对了 我昨天给你的纸条呢 女孩指着垃圾桶 老实回答 你把它团成一团 扔在了垃圾桶了 女孩将纸条捡起 一边看一边询问 那如果没有身份会怎么样 那你就是黑虎 什么也做不了 你不能工作 不能住客栈 也不能乘坐交通工具 甚至如果发生纠纷 官府不仅不会帮你 还会把你抓起来 女孩很快就理解了 总之就是非常重要 许清掏出电脑搜索起来 若是你早二十年过来就好了 或者你也可以试试 向这个世界的官府求助 虽然很可能会失去自由 女孩下了一条 你要把我交给官府 没有没有 只是假如而已 你先去学习吧 等你对现在多点了解 再自己决定好了 女孩有些委屈 却也只能低头答应 原来 古人也会每天都洗澡 许清自从在家门口 捡到一个唐朝来的妹子后 就一直担心 怎么解决她的身份问题 可惜网上根本找不到解决办法 翻开通讯录查找了一番后 许清突然想起自己的死党情号 现在是一名光荣的骗警 许清本想直接询问能怎么办 又觉得不知从何说起 毕竟这是换谁也无法相信吧 于是许清决定 等周末出去和她聚聚再问一问 随即 许清便舒舒服服地冲了个热水澡 洗完没穿衣服就开始给冬瓜喂猫粮 直到不小心摸到自己光滑的胸肌 许清才想起家里有个异性 还是个凶残至极的异性 她连忙跑进自己房间 听到客厅没了动静 妹子悄悄悄地拿着衣服走了出来 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跑进了浴室 毕竟洗澡这么舒服的事情 谁又能拒绝呢 很快 时间便来到了周六 许清送给妹子一块手写板 正打算手把手教她怎么使用 冬瓜突然在二人身后咆哮了一声 打断了二人的暧昧 许清只能起身去喂冬瓜 看着许清将猫粮倒在碗里 妹子忍不住询问 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猫粮 就是专门给猫吃的食物 妹子人傻了 你们还有给猫吃的粮食 那是什么样的种子才能种得出来啊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一阵门铃声 许清将外卖递给妹子 这是你的晚饭 今晚要出去见个朋友 妹子没有理会她的话 打开包装对着汉堡直接咬了一口 冬瓜也凑了上来 讨好班看着妹子 许清直接将冬瓜抱了起来 吃你的猫粮曲 妹子有些奇怪 不能给她吃这个吗 当然不能了 因为这个不健康 听到这话 妹子顿时如遭雷击 许清的死党秦浩 两人寒暄了几句后 许清突然问道 假如有一个流浪汉 失忆了 想办个身份证去工作 但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要怎么样才能办理身份证 秦浩剃了剃牙 没法办 你以为上街买菜吗 怎么 你这是有谁要办吗 许清打了个哈哈 我三舅老爷的二舅妈的邻居侄子 托我问一下 最后 秦浩一番解释下 许清才知道 这根本无法办理 两人喝了不少酒 许清叫了个车 秦浩将秦浩送了回去 又打包了一些准备 带回去给妹子吃 回到家 许清一眼便看见妹子 和冬瓜在呼呼大睡 这种感觉 让许清心头没来由的一阵 可惜下一秒 妹子就睁大了眼睛盯着她 许清一屁股坐在她身旁 从袋子里拿出两瓶酸奶 这个喝之前 要像这样舔一下 看妹子舔的奶盖 一脸满足的样子 许清满足的笑了 这种回来家里亮着灯 屋里坐着人的感觉 真不错呀 许清自顾自的冲了个澡 又想起似乎还没教妹子 怎么洗衣服 询问之下 妹子又想起昨天 那个奇怪的布片 顿时脸红不已 努力甩头想将她给忘掉 第二天清晨 许清询问妹子 要不要一起去买早餐 却被妹子拒绝了 不宜有她的许清 自己哼着小曲下了楼 却被路边的保安诏书 喊了过去 在场还有几个大爷大妈 许清有些疑惑 你们这是在商量国家大事吗 大妈却一脸狐疑的 凑近盯着她 你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许清挠了挠头 什么动静 一大爷脸色苍白 我们这儿可能闹鬼了 前几天半夜 不知道什么东西 把她吓坏了 保安诏书也沉申道 监控拍下来了 几人来到监控室 通过监控画面 分明看到一道黑影 在几栋楼之间跳跃穿梭 许清只觉得脑壳疼 这伸手 八成是她了 许清急忙回到家 当即便质问妹子 你是不是半夜 偷偷跑出去了 妹子支支吾吾 你怎么知道的 许清有些欲哭无泪 还问我怎么知道 牵了眼都给你拍下来了 顿了顿 许清又询问道 你当时穿的什么衣服 妹子低着头 黑的 我都有蒙着脸的 闻言 许清才终于松了口气 只要不露脸 应该没人能找过来 她再次对妹子交代了一番 以后想出门和我说 不要自己吓跑 可以吗 妹子有些心有余悸 我是不是闯祸了 你知道就好 现在小区到处都在说闹鬼了 算了不管了 你想吃什么 我点外卖 本来还担心的妹子 一下感动不已 我要吃健康的 那你吃猫粮吧 你知道在唐朝 这根小布条是干什么用的吗 就在刚才 许清将衣服扔进洗衣机 妹子好奇地凑过来询问 这能洗得干净吗 听到许清肯定的回答后 妹子哒哒哒地跑回房间 抱在一堆脏衣服又跑了回来 许清看着她扔进洗衣机里的衣服 突然从里面掏出一根细长的布条 没等许清询问这是啥 妹子满脸羞红的一把夺过布条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冲出浴室 许清还以为这是裹脚布 可裹了脚 她又是怎么飞檐走壁的 许清转念一想 难怪那天买了一堆内衣 她连事都没事 原来不是营养不良 而是被裹住了 许清看着坐在地上生闷气的妹子 本打算出烟安慰几句 妹子却差点拔剑送她上路 嘴里还怒斥了巨灯徒子 谁知许清竟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许清打开电脑 给妹子放了的教学视频 五分钟后 许清回来询问道 怎么样啊 谁知妹子却浑身颤抖 你们这里生活竟是如此放浪吗 许清却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你这叫迂腐 现在那些女的 不管是路腰还是路肩 都是个人自由 男人能光膀子 女人为啥不可以 你不接受可以自己穿长裤长袖 但不能说别人不知廉耻 谁知妹子却依旧无法接受 许清只能妥协 换了个话题 她用电脑打开了超级马力 女孩瞬间就被吸引了 在许清的教导下 妹子很快就上手了 看她如此入迷的样子 许清不禁感到欣慰 这样她就不会天天想着跑出去了 一个小时后 许清打断了妹子 她又给她换了个游戏 逗地主 没多久 妹子便学会了管上 随即 许清便独自去睡觉了 直到夕阳西下 许清睡醒打着喝浅 妹子依旧沉迷在游戏中 许清凑上前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带你东边吃饭 去换条裙子吧 还有发型也换了 别让人联想到那天的黑影是你 妹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扮 最后还是答应了 片刻后 换了一系白裙的妹子 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她红着脸询问许清 这样行吗 许清一时间竟然看呆了 连心里都忘了卧槽 片刻后她才回过神来 轻壳了两声说道 还是换回之前那套吧 这个太显眼了 妹子总感觉自己被耍了 嘟闹着嘴 拳头都捏硬了 不久后 两人下楼碰上保安诏书 呦 又带女朋友逛街啊 许清尴尬的挠了挠头 朋友而已 不过赵叔 您这棒子 是桃木的吗 赵叔挥舞了两下 没有 桃木的还没到 先贴点符凑合着 你看我 像不像年画上那个秦琼 许清只能陪笑着竖起大拇指 像 真像 随即 两人出了小区 走在一旁的人行道上 妹子突然左右看了看 接着凑过来小声询问道 什么叫女朋友 就是朋友 那为什么要加个女子 因为你是女的 那你为什么说不是 许清彻底没辙了 不知道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怕不是连夜就收拾行李跑路了 路上 这个唐朝来的妹子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这里没有宵敬 没有满街叫卖的小贩 也没有坑坑洼洼的泥路 到处都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氛围 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安定的地方 抬头所见的一切 仿佛跟做梦似的 许清则没有那么多感慨 她跑去买了一杯珍珠奶茶 和一杯金菊柠檬 片刻后 妹子抱着珍珠奶茶有些愣神 刚当那些人 是不是就是靠做这个挣钱的 我也可以学做这种工作吗 许清没有隐瞒 你可以学 不过你还不能靠这个挣钱 因为你没身份证 别着急 先尝尝这个奶茶的味道吧 女孩听话的低头喝起奶茶来 可很快珍珠的口感就让她感到不适 她使劲咽了下去后才说道 味道有点怪 这个珍珠也不好嚼 许清顿时就笑了 我也这么觉得 妹子诧异的看了一眼她手里的饮料 这人脑壳有问题吧 觉得难喝还给别人买这个 可随即 许清又将自己的金菊柠檬递过来 你要不要试试我这个 妹子将自己的喜欢甩了甩 随即插进她的杯子吸了一口 下一秒她就被征服了 好好喝 见此 许清直接将她的珍珠奶茶拿了过来 那我们换一杯吧 买都买了 直接扔了也不好 看着自顾自喝起奶茶的许清 妹子总感觉哪里不太对的样子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 因为金菊柠檬是真的好好喝呀 不久后 两人吃完饭 闲逛时许清突然看到公交站牌 于是便带着妹子上了公交车 她将靠窗的位置给了妹子 妹子看着窗外一阵惊叹 没意会 两人在蓝江大桥下的车 这是附近最好看的夜景了 妹子呆呆地询问许清 这真的是一千多年后吗 许清以着栏杆 历史书你都看了大半 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吧 一千二百年 沧海变桑田 你应该是回不去了 虽然身份很难搞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好好留在这里也不错 时间久了 总能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好好享受这一千二百年后的盛世 随着十二点钟声响起 江边突然升起绚烂的烟花 这是几千年来最好的时代 没理由容不下一个女孩 即便她是从一千二百年前意外过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 许清看着手机上的新闻无语 这丫头半夜装飞贼玩 弄得现在晚上外面人都少了 妹子趴在窗口 突然指了纸窗外寻问道 那边那么多人在看什么呢 许清咬着汉堡凑近一看 好家伙 小区居然请了法师来抓鬼 片刻后 两人吃起早餐 妹子却若有所思的样子问道 你们这里的人 都是像坐牢一样的吗 许清有些尴尬 当然不是了 这个较宅 宅男是一种生活方式 妹子自然是无法理解 许清想了想 就是我可以选择出门 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 就像地主老财 天天没事在宅子里遛狗动猫一样 原来 他是想出去了 想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许清当即就开始了教育 别的先不说 衣食住行 你穿得可以不洗不换 走路靠两条腿 住呢 爬到别人房顶上睡觉吗 吃呢 去偷还是去抢 这附近可没有深山老林给你打猎 你只能去翻垃圾桶 妹子一下沉默了 她心里又何尝不清楚 许清又从口袋掏出两个硬币 你已经进步很多了 起码你已经会坐公交车 认识钱币了 给你一些钱 你也能在外面过一段日子 比刚来的时候要强多了 慢慢来 等闹鬼的事风头过去 我带你多出去逛逛吧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许清连忙将妹子推回房间 随即才将门打开 来人赫然是她爸 许清有些战战兢兢的询问 爸你怎么来了 许父扶了扶眼镜 叫我房东 一进门 许父就开始询问 还没找工作吗 许清伸了个懒腰 房东您还管我工作干嘛 能交上房租不就行了 您亲自过来就为了看我公布工作吗 现在国庆也没人上班啊 你过来看水电费的吧 钱我现在就赚给你 许父一扭头又看见电脑上的游戏 心里更气了 下个月再找不到工作 就给你涨房租 许清却突然问道 对了 爸 你刚刚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那个道士 这里闹鬼 不安全 环境还不好 你房租得降一点吧 就在这时 许父打开一扇房门 却看见窗台上挂着女孩子的衣服 许父沉声道 许清 你现在还学会穿这种衣服了 许清心头一万只草泥马奔过 承认不承认都是一个问题 但比起自家儿子穿女装 家里突然多出来个女孩这件事 应该不算太奇怪吧 而且 玩得了一时 瞒不了仪式 只要他老子在外面碰到大妈随便搭个话 那几个大嘴巴肯定把女孩的事说了 想到这 许清只能回答道 其实那是我朋友的 我有个朋友的妹妹 来这里借助几天 说完 许清直接敲响了妹子的房门 片刻后 一脸懵懂的妹子呆呆看着二人 许清这才介绍道 这是我爸爸 妹子小心翼翼地开口 正想跟着叫爸爸 又忽然觉得哪里不对 小脑袋刮一下转不过来 他扭头轻声询问 我应该怎么称呼 这个 叫叔叔 许福此刻已经彻底呆住了 刚刚这女娃 好像是想叫爸爸 绝对是 看来这是不简单了 妹子连忙低头向叔叔问好 许清也在一旁挠着脸 大概就是这样了 他会这里住一段时间 许福却不由分说 直接把许清拉到一旁的房间里 说吧 怎么回事 许清双手抱胸 就这么回事啊 一个朋友过来借助 你别没事跑过来吓到人家 许福却突然说道 是你女朋友吧 她刚刚差点叫我爸 你听错了 她多大 真是造孽啊 过来催儿子交房租找工作 结果催出来个差点喊爸爸的女孩 还说不是女朋友 你看你爹像傻子吗 许清只能结束话题 行了行了 我这还要工作呢 有空了我会回家陪妈吃饭的 无奈 许福只能选择离开 临出门时 她又扭头说道 记得注意安全 就在她准备出门时 许清突然叫住了她 随即 一双精致的草鞋放在了她的面前 许清一脸期待 您看看 这唐朝的古董能卖多少钱 她父亲可是搞考古的 问她准没错 许福掏了掏耳朵 你等等 刚你说哪朝的古董来着 唐朝 李隆基那会的 您看看 值钱不 许福目光充满悲怜 值不值钱我不知道 倒是你最好去男生二院做个精神鉴定 也不知道现在生二胎来不来得及 许福起身就要离开 许清一就不死心 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看能不能做就什么的 许福彻底气炸了 做就能做出古董 你能不能干点正事 别整天下琢磨有的没的 要不是你也长大了 我非得找根棍子抽你 许福激动之下 直接抄起了一旁的长剑 下一秒 她也愣住了 这剑好像有点东西 许清按道不好 这剑要是被老头子弄跑了 妹子非得跟她挤眼不渴 这可是她吃饭的家伙 许福缓缓将剑拔了出来 盯着剑刃看了两久 许清忍不住询问 怎么样 许福额头青筋抱起 去你吧 她一把将剑扔还给许清 转身就走 许清心里也清楚 这刀刃上一点氧化的痕迹也没有 铁定不可能是几千年的古董 有没有快速成为高手的捷径 这是许清此刻最想问的问题 她本以为捡到一个唐朝妹子 可以学轻功学剑法 可她试着练了一下战装 才五分钟就不行了 可习武这种事哪有捷径 许清不禁仰天长叹 现在和平社会 习武性价比低到离谱 把人打伤了还得赔钱 许清突然起身 我们还是来玩游戏吧 练功的事以后再说 让这个唐朝妹子学会生活 就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时做起 小孩子刚接触这个世界 也是从游戏开始的 在许清的指点下 妹子玩了足足一下午 直到吃晚饭时 妹子才提出疑问 那个叫游戏的 要怎么赚钱了 许清随意加了一口菜 等你学会了 帮别人玩就能赚钱了 游戏就和斗区区一样 没事吃饱喝足拿来消遣的 然后有很多人 几万几十万的人一起玩这个游戏 总有些人没有时间玩的 于是就会付钱 找你这样闲的人帮他们玩 妹子听完都震惊了 没时间玩游戏 所以花钱雇人帮自己玩 对啊 大概就是相当于 帮地主老采养区区 等你养好了 他们直接拿去玩 这样能理解吧 反正做个网瘾少女 总好过半夜装鬼出去吓人 就在这时 冬瓜晃晃悠悠走来 抱着许清的脚蹭了蹭 却被许清拒绝 他又晃晃悠悠的走向妹子 一个跳跃来到妹子的腿上 舒舒服服的睡起了觉 与此同时 一个警察局内 几个警察正在值班 一人突然问大家饿不饿 要不叫个外卖吃 秦浩却表示自己不是狠饿 他看着窗外 有些百无聊赖的感叹道 今天好闲啊 都没什么事做 这话一出 几人顿时齐刷刷地扭头 看向他 整得秦浩一时有些尴尬莫名 怎么了 你师父没教过你 不要说这种话吗 秦浩更猛了 什么意思 哪种话 就在这时 变化恰到好处地想了起来 三人皆是叹了口气 片刻后 一辆警车上 一名警员告诉秦浩 以后千万不要在局里说这种话 虽然是个玄学 但反正只要有人说一句 接下来一整天都别想闲下来 非得忙疯了 很快 两人来到一处居民楼 一个男人拿着酒瓶坐在地上 秦浩还以为是大案子 结果男人却突然说道 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都等好久了 快让我婆娘开门 同行的警员只能去敲门询问 刚刚接到报案说这里有人闹事 请开门配合工作 片刻后 一个憔悴的女人打开门 可她却说自己没有报案 会不会是邻居觉得太吵了 那酒鬼突然破口大骂 是我打的报警电话 这婆娘敢把我关在门外 没有枉法了 女人这才解释 她是我老公 因为她喝太多酒了 我就赌气不让她进门 不好意思 我这就教育教育她 酒鬼还在大放厥词 喝点酒怎么了 我和你没完 警员丝毫不惯着她 直接亮出迎手镯威慑道 要不带你回局子里清醒一下 酒鬼立马头皮发麻 不用了不用了 我清醒了 秦浩忍住没笑 又解决了一件大案 真好 两人正走下楼梯 腰间的传呼气又响了起来 某某小区有警情 秦浩这下终于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玄学 另一头 就在刚才 许清睡着突然被惊醒 她似乎听到客厅有声音 她还以为妹子又要半夜出去装鬼 一开门果然看见一个黑衣人影 她一边打开灯一边说道 我说女侠大人 你又想干嘛 可随着灯光被打开 眼前这人分明是个男的 许清这才后知后觉的喊道 卧槽 有贼 没等她出手 一道身影从她身旁窜出 许清连忙让她松手 再用力人就要没了 片刻后 小偷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妹子如临大敌一脸警惕地盯着她 只有许清感觉一阵头疼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妹子瞬间就将一个成年男子 单手掐着脖子摔在了地上 差点就给当场整晕了 现在小偷手臂上还留着清晰的手印 这简直比格斯拉还凶残啊 许清想了想才说道 你就给我待在那里别动 等我给警察朋友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小偷吓坏了 大哥 我的好大哥 小偷正想求饶 却迎面碰上妹子那害人的目光 他搜的一下将手收了回去 大哥 就放过我一次吧 我下次不敢了 许清没好气地回道 有手有脚干什么不好 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怎么 看你这样 是第一次 小偷低下头 我真的是第一次 大哥您大人有大量 别报警了 我再也不敢了 小偷捂着手臂抖个不停 要有下次也得有这个命啊 听说这里闹鬼才壮的胆子来看看 结果啥也没唠叨 反而差点被弄死 瞧着女人那气势 那力气 道歉 小偷连忙弯腰道歉一气呵成 对不起 这时许清又嫌弃他没诚意 还是想要报警 毕竟小偷还受了伤 听到这话 小偷一把抓住许清的裤脚 我没事大哥 你就放我一马吧 我对天发誓 这伤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和大哥大姐一点关系也没有 见此 许清直接走向窗口 那你怎么进来的 就怎么出去吧 下一秒 小偷直接爬上窗户 顺着绳索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就下了楼 临走还不忘挥手告别 大哥好人一生平安 妹子站在许清身后 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许清一边关窗一边解释 不然还能怎样 报官还不知道 会不会追究你打他那一下 到时候官拆走流程查到你 结果一问 三无人缘 所以当无事发生是最好的选择了 文言 妹子大为不解 他来偷东西 还要追究我打他 这是两回事 讲不清的 对了 你怎么还穿着外出的衣服 难道你又准备半夜跑出去 妹子连忙解释 没有 我就是习惯穿着这个睡觉 许清没再说什么 而是打着喝线让妹子赶紧回去睡觉 妹子到了声晚安 却不知在想着什么 你信不信这个妹子一拳 可以让你快得起天 一大早 许清后洗漱完 就看见妹子满头是汗的走出房间 许清忍不住询问 你早上一直都在房间里练完功才出来的吗 妹子解下发声 是啊 那你能不能开着门 让我看看你怎么练的 可以啊 作为大侠就不要那么小气了吗 话没说完 许清突然一愣 你居然那么爽快就答应了 妹子有些无语 你这人好怪啊 答应了不好 不答应又不好 不久后 两人收拾好 决定出门吃早餐 要学会生活 最好的方式就是体验生活 你知道怎么学吗 要抛弃过去的思维和想法 忘掉你之前所在的地方 把一切都当成全新的 妹子一脸不解 全新 就像昨晚那个贼 在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可以制服他 但不要下手太重 你昨晚是不是刚扭断他的脖子来着 妹子举起拳头 没有呀 我已经收了很多力道了 许清看着他杀过般的拳头 只能信信地说道 那就好 在这里伤人是很麻烦的事情 鉴于你的实力 任何时候都不能下杀手 妹子歪着脑袋 那可以打到什么程度 许清想了想 这个要看情况 比如你要打人的原因之类的 妹子忽然一脸认真 那如果你半夜鬼鬼祟祟去我房间 我该下多重的手 许清当即就愣住了 怒气冲冲地扭头告诉他 这个绝对不可能 换一个如果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妹子睁着大大的眼睛 看了他足足五秒钟 真的很像 许清直接摆出侠士的姿态 我可是少侠 高风亮节正义凌然 专做好事的少侠 明白吗 妹子掰着手 迟疑地说了句 暂且相信你 什么叫暂且啊 等等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许清心头有些尴尬 虽然有把他的鞋子 从垃圾桶捡回来 但自己真没做过别的呀 妹子有些慌了 明明是你自己之前说的 你说你是登徒子 许清人妈了 那话肯定是开玩笑的呀 而且你也看到了 我那么弱鸡 真要去了也是被一拳解决的份 谁敢去啊 不过话说回来 真要发生了 你会怎么办 妹子想了想 举起拳头道 那我打你一拳 许清如遭雷击 这一拳下去 怕是能要了自己的命 不久后 二人来到一间饭馆 许清向老板打了个招呼 来老样子 双人粪的 两人找了个位子坐下 妹子好奇地私处张望 许清笑呵呵地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感受并体验生活 要好好记着这一天 听到这话 妹子不由地伸出双手 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吗 再也不需要握件杀人的盛事 就在这时 服务员端着早餐过来 打断了妹子的回忆 一顿简简单单的早餐 在过去是多么渴望不可及 妹子拿起一个包子 毫无咬了一口 美美地吃了起来 许清看着面前这个女孩 谁又会想到 这个正在吃包子的女孩来自古代呢 不过古人的胃口是不是都很大呀 想到这 许清告诉妹子 如果吃不饱这里还有 这里的粥也是随便加的 包子也可以让服务员再拿 一会我来结账就行了 听到这话 妹子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包子 这个包子是不是很贵 不贵不贵 早餐是一日三餐里最便宜的 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 放心吃 于是 妹子直接起身走向柜台 许清心想 她果然没吃饱呀 这感觉就像带娃一样 还挺有成就感的 可随即妹子的话 却让许清直接喷了 她竟然又要了15个包子 许清连忙告诉老板 都是打包的 等到妹子回来坐下 许清才小声询问 那么多你吃得完吗 妹子不好意思地看着她 应该差不多吧 我果然还是吃太多了吗 那也没有 只是这样太显眼了 在外面尽量保持正常的样子就行 等下打包回去 你再继续吃 不久后 许清拎着一大袋包子走出饭馆 两人走在路上 许清突然停下脚步 看着路边一家火锅自助餐厅 白天带你去吃个自助餐试试 这里面只要付一点钱 就可以随便吃 吃到你吃不下为止 而且里面什么都有 妹子一惊 还有这种好事 这难道是类似救济的组织吗 许清又解释道 不是 就是很常见的饭店 这只是一个运营方式而已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事脑力劳动 所以吃的不多 就有些商人搞这种店铺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交一百块钱只能吃三十块钱的食物 这样店家就赚了一大半 妹子咬了一口包子 就是说有些人吃的多亏一点没事 从那些饭量小的人身上撞回来了 许清感觉有些惊喜 很聪明吗 我小时候第一次和老爹去 还想老板怎么那么好人 让人随便吃的 害我被人笑了好久 不过妹子还是有点想不明白 饭量小的人为什么要去吃 钱太多了吗 也不是 想吃点菜也不用纠结价格 想吃什么吃什么 妹子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许清看着这个呆呆的姑娘 对于这个完全空白的女孩 不管和她聊什么都是在学习 生活中方方面面结合起来 累积到一定程度 总会引起质变 让她顿悟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 她与这个世界 似乎已经不再是格格不入了 自从在家门口 捡到唐朝来的妹子后 许清感觉自己越来越像的NPC 在帮主角融入现代社会 今天下午 许清掏出一部手机给妹子 妹子有些迟疑地询问道 手机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贵 然而这只是许清去半付卡 充画费送的手机而已 正好可以给妹子使用 妹子这才一脸惊喜地接过手机 仔细看了看 最后激动地向许清道谢 许清教她如何打电话后 便告诉她自己今晚要出去一趟 你可以看看视频逗逗地主 现在是下班时间 不用玩游戏了 妹子还是有些疑惑 操控电脑里这些小人跑来跑去 真的是个工作吗 当然是啊 外卖我放桌上了 记得吃 有事打我电话 说完 许清便独自下楼打了个车 她这次出门 正式要回家陪母亲吃饭 不久后 许清打开家里的房门 可屋内却空空荡荡 一个人也没有 父亲听到动静 从书房走了出来 爸 我妈呢 她打麻将还没回来 这都几点了 您不饿吗 许清一边将衣服挂在衣架上 父亲却询问道 你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去打电话把她叫回来 对了 你女朋友呢 许清依旧实话实说 什么女朋友 都说了普通朋友了 只是在我这借助一段时间 父亲却显然不太相信 你们小年轻的那点心思 我还不明白 要是个男的 你会让他借助吗 那秦浩不是住过吗 他不算 那小子要是女的 早到你女朋友了 听到父亲的话 许清脑海中浮现出 秦浩变成女孩的模样 一下子有些恶心肝偶 说不出话来 许清掏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给母亲 心里却忍不住付费 这么多年老妈也真是的 一打麻将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打完电话后 父子俩坐在沙发一世无言 片刻后 许清突然掏出一张账单 我那边前几天糟贼了 修了下窗户 把费用报销一下呗 父亲明显有些不相信 糟贼了 你那有什么好偷的 许清无语了 电脑不是钱吗 父亲接过账单看了起来 电脑你不都抱着睡的吗 谁能给你偷了去 说到这父亲又清了清嗓子 那你原没事吧 许清有些错愕 对父亲的关心一时有些感动 下一秒又直接亮起大拇指 贼被揍了一顿 赶跑了 就在这时 母亲终于回来了 还询问许清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 许清无奈了 我中午就在群里说了 你还回复我了呀 母亲一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是吗 看我这记性 太忙又给忘了 我这就去做饭 你们也俩先看回电视 父子二人看着他的背影 连哥都哼起来了 估计今天赢了不低于十块钱 片刻后 母亲切着菜突然询问 对了 你女朋友呢 许清又开始解释 我哪有女朋友 别听我爸瞎说 父亲也不乐意了 怎么瞎说了 那衣服都挂上去了 同吃同住 还一块洗衣服 普通朋友能这样 不久后 母亲端着菜上桌 一副八卦的样子凑上钱 来来来 有没有照片给我看看 一开始他本打算直接过去看看的 后来被老头子劝住了 说还不清楚情况 贸然过去不太好 他也只能等许清回来再问 许清扒了一口饭 就一个普通朋友 都长一张嘴两个眼睛 有什么好看的 话虽这么说 但他也知道 你母亲这性格 今天不给他看一眼 这是过不去了 许清掏出手机 选了一张照片递给母亲看 母亲眼睛一下就被吸引了 呦 长得真俊 拿过来我好好瞧瞧 这张是在兰江大桥拍的吧 下一秒 母亲又连着切换了好几张照片 许清连忙一把拿回手机 好了好了 都看完了 把手机还我 这可是我的老古董观察记录 还俊不俊的 怎么就被你当成儿媳妇了 母亲却笑了 人家不管走路 还是坐着还是出去过 这小子都随手拍几张照片 就算暂时不是女朋友 也是对人家有意思 这小子对他有意思 他又在小子那赞助 明显互相有意思嘛 母亲亲了亲嗓子 女孩看着挺年轻的 十八是吧 在哪上学啊 没上学 人家家境停寒 上不起学不是很合亲合理吗 父亲在一旁 突然倒出了真理 人家要是高材生 怎么看得上他 天天有手好闲 在家里抱着电脑 连工作都没有 得了得了 我又没啃老 等我啃老了 您再拿鼻子哼我吧 母亲还是更关心女孩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不是江城本地的吗 许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们还是继续说 我啃老的事吧 毕竟人家女侠 还没搞明白 在这个世界怎么活下去呢 这边已经安排着 给人拉红线了 不应该啊 吃完饭不久后 许清便准备回家 妈你别天天 只记得打麻将 看把我爸饿的 父亲义正言辞 他不打麻将 比你不窝在家里还难 突然母亲想起一件事 听说你那边闹鬼 半夜还有女人的哭声 是真的吗 许清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 是真的 我也听到了 所以把你房租 得给我降一半 那是兄宅 不然我不足了 父亲得看不出 他的小九九 可母亲却认为 不管鬼是不是真的 交女朋友花销也大骂 父亲服了服眼镜 他前面说不是的 许清一听立马改口 是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是我女朋友 原来唐朝来的人 也会怕鬼 许清一回家 就看到妹子抱着剑 站在角落不知所措 听到许清询问 妹子又说自己要去洗澡 可她依旧没有将剑放下 而是连带着衣服 一起抱着跑向浴室 许清这才询问道 你洗澡为什么带着剑 刚刚我出去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难道说又有人进来了 妹子摇了摇头 没有 许清彻底懵了 那你拿着剑防谁 防我吗 妹子依旧没有回头 语气却有些慌张 不是的 你是好人 说完便砰的一下 进了浴室关了门 整得许清一阵摸不着头 不过也算了 反正不是防自己的 堂堂一代大侠许清 怎么可能被人防狼一样防着呢 许清坐在沙发 听着浴室哗啦啦的水声 他本想控制着自己不去再意 却还是忍不住 偷偷瞄了一眼浴室的门 想象这个堂潮妹子洗澡 是一番怎样的风景 下一秒 许清甩了甩头 将闹海的画面驱散 心中默念 我是光明磊落的大侠 这时他才瞥见桌上的笔记本 此刻还在待机 难道是自己忘了关了 许清无奈叹了口气 不管了 就放着吧 明天还要用他剪视频呢 又过了一回 妹子洗完澡 拎着吹风机走了出来 许清看着他头上水珠滴落的样子 忍不住询问 练功还有美颜的效果吗 你以前风吹日晒 皮肤就算不粗糙 也不应该会这么细腻吧 还说你不会内功 妹子眨巴着大眼睛 我想教你 你又不肯学 所以 还真是只能从战装学起啊 别人家都是丁一生 或者双手一拍就学会绝世神功了 不过话说回来 也许以后妹子可以开个练功养颜班 不对 当代年轻人就半卡健身 一年到头也去不了几次 还练功 怎么可能 这时 妹子将吹风机插头插上 正研究吹风机的按钮 许清看了一眼 从沙发上起身来到他身旁 你还用不惯这个新幻的吹风机吧 我帮你吹 妹子盯着吹风机思考了一回 最后难为情地递给了许清 被许清按着头的妹子突然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惜我 许清如实说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吃得饱穿得暖 自然会想着怎么可以更享受 武艺高强也没什么用 自然那些功夫就失传了 人都是喜欢享受的 有的选谁苦细细的练武 你看我 我就懒得学 总之功夫已死 要活得舒服还得靠科技 一会把你的剑收起来 老是抱着他干嘛呀 妹子顿时激动大喊 有鬼 我拿着防身的 许清一脸不在乎 都说了哪来的鬼 那是别人把你当成了鬼 鬼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妹子有些颤抖 语气惊恐地回道 我看到了 你出去的时候 我看到鬼了 这话一出 连许清自己也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女侠的话不能以常理来看 只不定是哪个大妈 敷着面膜出去倒垃圾呢 想到这他又询问道 你说的鬼长什么样 头发长长的 比我的还长 大概长这个样子 说着妹子突然撩开头发 惊悚地看了许清一眼 许清被吓了一跳 然后呢 然后她脸煞白煞白的 特别白 和白天吃的包子一样 许清连忙喊停 不让妹子再说下去 她回头看了一眼屋子 总感觉哪哪都不对劲 这妹子到底看见了什么玩意啊 难道这真的有鬼 不不不 这怎么可能 太大 出现幻觉了 赶紧吹干头发睡觉吧 妹子却依旧心有余悸 在我们那里 鬼是很可怕的东西 许清深以为然 在我们这里同样是很可怕的东西 但问题是它根本不存在 完全不可能存在 知道吗 妹子猛地抬起头 有的 我真的看见了 她一脸认真 不知道我的剑能不能伤到她 许清听得也有些慌了 从唐朝过来都有了 出现的鬼好像也不是特别离谱吧 明天还是看看能不能找赵叔 借一下之前用过的桃木剑好了 片刻后 许清终于给妹子吹完了头发 这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 妹子抱着剑拱了拱手 多谢少侠 许清回了一礼 不必多礼 接着许清便让她不要多想 赶紧去睡觉 结果自己洗澡比平时快了不少 匆匆穿好衣服就跑了出来 听她那么一讲 许清也感觉心里有些发毛了 感觉根本睡不着 干脆把明天要剪的视频整理一下 这时 她才终于发现了问题 现代生活到底对这个唐朝妹子 有多大的敌意 这天睡觉前 妹子正看着眼前的衣服发呆 这些新衣服都是少侠为自己买的 和街上其他人穿的那种衣服比起来 少侠帮自己挑的 确实是自己能接受的程度 少侠真是个好人啊 妹子一时感慨 随即她又从枕头下拿出一套衣服 这是自己过来的时候穿的衣服 比起现在身上穿的 肩膀窄了一些 袖子也短一点 如果还在寨子里 二娘应该会把这衣服再裁改一下吧 妹子又想起大当家曾经说过 五一是打出来的 谁瞧不起你就是静揍她 奏到福为止 那样就没人敢惹你了 可二娘却跟她说 小姑娘家家的 连缝衣服都不会 整天舞刀弄剑以后怎么架得出去 不知何时 妹子已经眼含热泪 我要练好五一 对抗那劈头散发的鬼东西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就在这时 妹子房门被敲响 来人正是许青 妹子一脸狐疑地看着她 许青却举着笔记本电脑询问道 你看到的鬼是这个 妹子吓了一跳就准备拔剑 就是这个 许青无语了 果然 刚才她一打开笔记本 就发现鬼片播放到一半 她又翻了一下记录 好家伙 如果再让她看下去 世界都要变成高五了 许青叹了口气 你先睡觉吧 明天再和你解释 说完她啪的一下盒上笔记本 看吧 现在我把鬼封印了 可以安心睡了吧 第二天一早 妹子醒来忍不住的难道 鬼真的没出现了 她抄起剑将门打开 这是之前答应许青 开着门让她看自己练剑的 看起来少侠还没起床 不过自己还是要练的 在这个陌生的时代 自己只有练好武艺 才能保护自己 直到妹子练完再逗猫的时候 许青才终于醒来 看着给冬瓜喂了猫粮的妹子 许青不禁有些感慨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如果现在遇到什么街头盘查 她基本都能应付过去吧 本来就有女性特权 还有颜值加分 比穿越过来一个大胡子 壮汉好太多了 要是当初来的是那个大当家 拎着大刀躲在楼道里 估计当场就会被人报警抓走 许青一边刷牙一边询问道 你们大当家长什么样 有没有大胡子 妹子想了想 比你高一些 有胡子 对了 你怎么没胡子 许青笑了 因为我是个秀才 不是草莽大汉 妹子却有些震惊 我们那的秀才也会长啊 难道你 许青差点裂开 我们这有剃胡子的工具 叫剃虚刀 给我记住了 收拾一下 准备出门吃饭吧 妹子却突然有些心虚的说道 对了 你昨天给我的那个手机好像坏了 早上起来就没有反应了 修理词是不是很贵 许青随意的穿了件卫衣 不 明天是周末 你尽快学会用手机 如果我出门 你可以给我发语音或者打电话 以后赚钱花钱也需要用这个 你看这里 这就是钱包 现在里面是零 我给你转一百 你就有一百块可以花了 妹子听话的点了一下确认 许青才笑道 这一百呢 算我借给你的 到时候发了工钱再还我就可以了 其实仔细想想 只有极少数几个人 可以从自己手里借到钱 但那几个家伙也没借过 所以这是自己人生中 第一次借钱给别人 想到这 许青一脸潇洒 我的第一次就交给你了 另一头 秦浩下了班回到家 刚打了碗粥吃了口包子 父亲就询问他昨晚抓了几个贼 秦浩有些无语 哪有那么多贼可以抓 现在和平年代 做乞丐都比做贼好转 父亲却突然提高了嗓门 人家亲子不是警察都抓了个贼 秦浩人傻了 你说啥 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几天 秦浩彻底蹦不住了 这货也不知道找我 我得好好骂他一顿 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必须严重批评 父亲想说的却不是这个 听说他找了个女朋友 就在他家住着呢 对此秦浩却觉得理所当然 那小子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高有身高 不奇怪 可感觉父亲古怪的目光 秦浩还是有些不自在 父亲忍不住嘲讽 你也知道人家模样好啊 模样好都知道努力找女朋友 你呢 秦浩满脸正义 我没空啊 要抓贼啊 那你抓到了吗 秦浩父亲这话 是真扎心了 片刻后 专心干犯的秦浩突然接到电话 让他晚上出去嗨皮 却被他拒绝了 因为晚上要值班 另一同 许青也同样接到了电话 听到不是去酒吧 许青便答应了下来 还准备带上妹子 晚上去见识见识 挂了电话 许青告诉妹子 晚上带你去嗨皮 记住看我眼色 不要乱来 唐朝来的妹子 第一次上KTV是什么体验 白天 死党打电话叫许青出来吃饭 出门路上许青就交代妹子 一会可能人会很多 不过没关系 你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不久后 两人来到KTV门口 今晚许青就要带妹子 体验比较新奇的东西 两人走进KTV 妹子只感觉 吵 太吵了 许青推开一个包厢的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帮行行色色的人 一个头发挑染的青年回头招呼二人 呦 青子到了呀 这人正是许青的死党王子 两人坐下后 王子将一个平板递给他 就等你了 来一手梦 许青低着头 等会儿吧 我先坐会 妹子坐在许青身旁四处张望 却一动也不敢动 显得有些拘束的样子 就在这时 许青抓了一把坚果递给他 饿了没 饿了的话就先吃这些垫垫 这些坚果针子以你的力气 应该可以直接捏碎吧 妹子接过坚果 却示意许青自己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许青这才响起歌声太吵 于是凑到她耳边说道 我是说 这个是可以捏碎吃的 你试试 妹子听话的用双指捏碎一颗针子 接着塞进了嘴里 许青笑了笑 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 我记得应该挺早就有了吧 妹子却是第一次吃到这种 我不知道 没见过 但是这个很好吃 妹子又嚼了一口 那奇特的味道瞬间在她胃脸绽放 她很认真的告诉许青 这个很好吃 许青被逗笑了 好吃你就多吃点吧 她又环顾了四周一番 反正KTV这环境 也没人能注意到她 就算被看到了 最多也是惊讶她手劲比较大 片刻后 许青突然抄起一瓶啤酒 来来来 王子 我们喝一个 王子停下正唱歌的歌喉 你小子 小爷我唱得正爽呢 骂归骂 两人隔空碰了一下 皆是仰起头咕噜咕噜喝了起来 看许青喝得如此畅快的样子 妹子直接凑了过来 两眼放光地说道 我想喝这个 许青连忙摆手拒绝 女孩子在外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喝酒 这可是洪水猛兽 妹子有些不服气 我喝过酒 不会醉的 不行 这里的酒肯定比你那的米酒度数 不醉也不能喝 妹子一脸认真 我只是想尝尝味道 就喝一口 看她整张脸都写满想喝的样子 许青最终无奈叹了口气 拿出一个杯子 给她倒了一杯 那只能尝一口 随即妹子捧起杯子 轻轻喝了一口 感受了片刻后 妹子瞬间有些后悔了 不好喝 许青听不清她说什么 两人又靠在了一起 我说不好喝 见两人如此暧昧的姿势 王子顿时指着二人捣乱道 嘿嘿嘿 干嘛呢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众目睽睽之下干啥呢 许青直接摆了白手一脸嫌弃 滚滚滚 唱你的歌曲 王子却直接坐了过来 一把搂住许青的脖子询问 刚才我就想问了 这是你女朋友 不给哥们介绍一下吗 许青直接甩开她的手 就普通朋友 村里出来的 她又转向妹子 这是我哥们 王子俊 正儿八经的狗大户 地主老财 王子俊一脸不相信 真的是普通朋友吗 那我认识认识 许青直接让她滚肚子 王子俊顿时不乐意了 咋了 我差在哪了 许青一脸嘲弄 你有我帅吗 你有我高吗 王子俊想都没想直接说道 我有钱 许青一时语色 不说了 你这算开始了没 没到呢 急啥 唱两首歌先 浩子也真是的 今晚还值班 许青一脸恨铁不成钢 浩子现在可是人民守护者 你这种游手好闲的蛀虫 躲着锤子 王子俊没在大理许青 而是开始放开歌喉 一众年轻人也开始在五直六 妹子看得一脸蒙 忍不住询问许青 那么多人在这里干什么 我觉得好吵 许青摆了白手 示意她不用在意 你就当是庆祝的一种吧 主要是那家伙女朋友过生日 所以叫了一些人过来热闹热闹 这种地方玩开了 很容易拉近关系 来的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 有专门来喝酒的 也有喜欢唱歌的 还有想交朋友的 许青一边说着 看着妹子捏了几个针子 你这好有劲啊 帮我也捏几个吃呗 妹子抓起一把 使劲捏了捏 顿时针子发出咔咔的碎裂声 许青接过针子人放进嘴里 多谢女侠 说起来 你会不会唱歌 妹子摇摇头 没唱过 不知道 许青笑了笑 会也不让你唱 等等本大侠给你一盏歌喉 就在这时 一个满脸英智的眼镜男 推开门走了进来 许青一愣 这货怎么也来了 唐朝妹子穿越到现代 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难吃的食物 最最不好的 也就是刚来的时候 偷藏起来没吃完的包子和汉堡 放了两天有点硬 味道也变了 此刻许青告诉她 等一下有一个超级大的蛋糕 妹子一下就流口水了 蛋糕可是她的最爱 就在这时 王子俊递过来一个麦克风 亲子亲子 咱俩你唱一个呗 许青想了想还是接过麦克风 就唱一首啊 可妹子却瞬间化身好奇宝宝 一下凑在麦克风面前 戳了戳麦克风询问道 这是什么 话刚说出口 妹子就吓了一跳 为什么我的声音变得这么大 许青连忙捂住麦克风 别怕 这个东西叫做麦克风 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待会再和你仔细说 许青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起码她以后出去逛街 听到广播后不会对着自己惊叹 此人功力竟如此深厚 看着她此刻一脸茫然的样子 许青忽然有种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突然很想捏一下她的脸蛋 她有些鬼使神差的伸出手 却突然迎上妹子审视的目光 吓得许青连忙将手收了回去 迟早得捏两下看看 接着便是许青和王子俊的激情合唱时刻 一曲唱完 王子俊左右看了看 人好像也差不多到齐了 开始吧 随即 一个一人高的蛋糕被服务声推了进来 王子俊站在众人面前说话 大家久等了 废话也不多说了 今天我女朋友生日 可当她一回头却发现 自己的女朋友竟然不见了 一个妹子想了想 好像之前就见她出去了 不知道去哪了 许青也是无语 给女朋友庆祝生日 结果到切蛋糕才发现女朋友不见了 王子俊探出头在走廊找了找 却依旧没看见女朋友的身影 她只能回到包厢告诉众人 不知道她去哪了 我们继续玩会儿 蛋糕等她来了再说 咱们继续喝 许青凑上来关心到 刚交的女朋友吗 没有 处一个多月了 这么久 看来快分了 滚滚滚 我们真心相爱的 妹子认真的看着两人斗嘴 突然上前询问许青 女朋友就是妻子吗 许青尴尬的挠了挠头 不是的 女朋友只是个称呼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比如她的女朋友 就是未来别人的妻子 王子俊一听正想骂街 但转念一想 好像确实没错呀 可妹子一句话让许青也愣住了 那你的呢 许青满脸不好意思的样子 我是宅男 对于宅男来说 任何物体都可以是女朋友 甚至可以只是个概念 王子俊却不信了 你俩真的只是朋友 不然呢 许青深知不能任由她继续问下去 连忙打哈哈扯开话题 早知道上次就不糊弄妹子了 现在一本正经的解释 女朋友这个东西 肯定会被王子俊当成弱智的 王子俊却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表 见时间不早了 她连忙走向门外 我先去给女朋友打个电话 待会儿再聊 许青摆了摆手 示意她快去 可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哟 青哥 又换女朋友了 许青连头也没回就说道 关你屁事 来人正是之前进门的眼镜男 不要那么凶骂青哥 只是想请教一下 您这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 怎么找的呀 为什么我找不到 许青当即就笑了 一脸嘲弄的回头说道 因为你太丑了 眼镜男却一点也不生气 青哥别那么见外嘛 我敬你一个呗 许青却丝毫不给他好脸色 不喝 你在阴阳怪气试试 亮子 今天我不想理你 老实戴着 行吗 正好进门的王子俊 看着二人剑拔弩张的样子 心里忍不住卧槽 这俩直接对上了 本来想着他俩好歹几年的室友 就这么结怨不了了之太可惜 他才喊亮子过来的 现在看这架势 这事应该是砸了 王子俊连忙拦在两人中间 你们两个好好说话 别动手啊 亮子你也真是的 过来招惹他干嘛 亮子一脸坏笑 哪有 就喝个酒 那么久没见了 嘘嘘就怎么能说是找事呢 许青却携了王子俊一眼 你喊他来的 王子俊连忙解释 这不是想着你们万一能和解吗 这是真过不去了 许青一脸轻松 这要从哪说起呢 我可一直都没觉得这件事 亮子服了服眼镜 当然 这叫什么事 早过去了 我就是请教一下青哥 敬杯酒而已 许青丝毫不让 上次打你不够疼是不是 妹子看着三人不太对劲的气氛 这是要打架吗 王子俊此刻也懵了 你们什么时候打过架了 怎么和小孩子似的 算了算了 给我个面子 让我好好把女朋友这生日过了行不 亮子笑着递了个台阶 哎呀 你看这是搞的 我就过来敬个酒 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青哥跟我喝一杯 不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许青直接回对道 不喝 不可能 亮子又转向妹子 那我敬嫂子一杯 你看嫂子多漂亮 许青脸色沉了下来 她也不喝 而且这不是你嫂子 别做死 妹子这事终于开口 对 我不是嫂子 嗯 记住了 别和她说话 这人很恶心 最终还是王子俊充当和事劳 将两人推开去 许青也坐下来自固滋的喝起了酒 这个来自唐朝的妹子 此刻最大的疑惑就是 蛋糕为啥不拿来吃要拿来扔 就在刚才 许青带着妹子来到KTV 却差点和别人打起来 东道主王子俊询问许青 你俩什么时候打过架了 许青练无表情 之前的事了 早知道她在我就不来了 看着恶心 王子俊也无语 早知道你俩成这样了 我还不叫呢 妹子听着二人的聊天 也询问道 为什么她会把我当成嫂子 许青一脸震惊 因为她长得丑 许青指了指量子 你看 我是不是比她好看 妹子远远看去 点了点头 我们两个长得好看的坐在一块 这个叫郎才女帽 自然就被她那种脑子有问题的 当成一对了 听到这话 王子俊顿时不乐意了 等等 什么叫脑子有问题 刚开始我也以为你们在一起了 妹子还是有些不解 可是为什么郎才女帽就会被当成一对呢 许青脸上带着些许醉意 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脑回落 不太正常 所以最好不要和她们说话 就在这时 王子俊的女朋友推开门走了进来 王子俊连忙起身招呼服务员 关灯切蛋糕咯 我女朋友来了 可以开始了 硕大的蛋糕被打开包装 一时间包厢全是欢乐的气氛 妹子看得满眼都是期待 真的好大呀 都是可以吃的吗 许青点了点头 可下一秒就忽然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这么大的蛋糕 吃得完吗 她一把拉起妹子的手 让她蹲在一个桌子后面 你就躲在这里 不要乱动 我没叫你不要出来 待会我给你搞一个大块的蛋糕过来 妹子趴在桌边心里一阵期待 不知道蛋糕会是什么味道 不过为什么吃蛋糕是需要躲起来的呢 难道是有什么规矩吗 真让人期待呀 下一秒 包厢里画风突变 一个人狠狠将蛋糕按在另一人脸上 随即包厢就乱了起来 到处是蛋糕扔来扔去 妹子惊呆了 一脸惶恐的想要伸手去拿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人高的蛋糕轰然倒下 好在这时许青终于回来了 怎么探出身了 不是说让你多好吗 许青身上也全是被扔的蛋糕 可怀里却护着一块完整的 许青顺势坐在妹子身边 这群疯子累死我了 我就知道 王子俊买这么大的蛋糕 就是打算砸蛋糕丸的 来来 这可是我抢在他们开始钱包下来的蛋糕 贼大一款 快尝尝 妹子沉默地借过蛋糕 轻轻插起一块放进嘴里 眼神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兴奋 许青期待地询问道 怎么样 好吃吗 妹子声音却有些低沉 好吃 可她心里却想起二娘 好想让二娘也尝一下这个叫做蛋糕的东西 她连胡饼都舍不得多吃 每次就喝几大碗水 如果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 一定会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吧 看着众人将蛋糕扔来扔去的画面 妹子有些惋惜地询问许青 这么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要拿来扔呢 许青只能解释道 因为这是她其中的一个作用 喜欢吃下次我给你买 我们躲在家里吃 一点也不会浪费 妹子还是觉得想不通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却拿来扔 刻意弄脏干净的衣服却很开心 明明有安宁的生活却要追求刺激 这就是最好的时代吗 这就是盛世吗 见众人闹得差不多后 许青起身 我先去洗手间清理一下奶油 然后我们就回家 妹子听话地坐在沙发上等待 突然她耳边响起一道声音 嫂子 青子就把你一个人丢着吗 你叫什么名字 认识一下呗 来人正是和许青不对付的亮子 妹子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我不和你讲话 亮子却不依不柔 不要那么凶吗 是青哥让你这样说的吗 瞧你身上这干净的 刚刚没一起玩吗 来来来 我给你抹上一道 说着亮子伸出手指 准备将手上的奶油抹在妹子身上 妹子吓得连忙站起身惊呼道 你做什么 别介意吗 大家都脏了 你这干干净净的多不合群 说着她将手指越靠越近 妹子惊恐地看着 双手忍不住用力 发出咔咔的响声 似乎在想着要不要揍她 自从在家门口捡到这个唐朝妹子后 许青最担心的就是身份的问题 可如今却因为自己打架 害得妹子必须一同前往警察局 就在刚才 趁着许青不在 亮子想要欺负妹子 却被正好回来的许青看见 许青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她肚子一举 亮子当即便疼得弯下了身子 稍缓片刻后 亮子又猛地一拳砸在许青脸上 许青被打飞狠狠跌坐在桌上 东道主王子俊听见响声 连忙进来查看 而此刻许青已经压在亮子身上 不要命地挥舞着拳头 听到王子俊叫喊 众人才连忙上前想将两人拉开 可许青依旧死死地抓着亮子的衣领 这时一只小手突然伸了过来 轻轻一拉就将许青拉开了 其他人看着妹子一阵惊讶 这女的力气好大呀 而亮子此刻也被王子俊夹着 死死地盯着许青 王子俊心里忍不住吐槽 自己干嘛傻逼将两人凑一块呀 许青按住鼻子将残留的鼻血喷了出来 随即才对王子俊笑道 你看 好好的生日会被这货搞成这样 要不你也给他两拳 王子俊却转向众人 各位不好意思了 先散了吧 改天再举 众人全都走后 场面一下有些沉重 最终还是许青率先说道 怎么样 不服的话 站起来咱俩接着打 不打我就走了 亮子直勾勾地盯着他 却没有再说话 反倒是王子俊一脸恼弄 还打什么打 多大人了 你这没事吧 都成大花脸了 就在这时 包厢门被敲响 王子俊上前开门 谁啊 现在这里有事 谁曾想来人居然是两位警察 我们接到报警 说这里有人打架 王子俊看到来人却愣住 嘴里喃喃道 浩子 跟着老警察身后的人 正是今晚值班的秦浩 秦浩走进包厢 看着鼻孔里塞纸条的许青 还有坐在地上的量子 秦浩忍不住吐槽了举 你们玩得真嗨啊 王子俊连忙打圆场 哎呀 就唱歌唱嗨了 摔了一跤 不知道被谁当成打架报了警 你看这不是误会吗 老警员直接走上前询问二人 你们俩怎么回事 许青不留痕迹的侧身挡住妹子 也没啥事 就是他说的那样 喝多不小心摔了一跤 看着二人 老警员心想 这个看起来比较严重 这边只要没事 戴眼镜的多半也没什么事 于是老警员开始例行公事 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许青念着身份证号 老警员一边记录一边继续询问 所以你们刚才的意思 没有打架是吗 许青笑着摆了摆手 没有没有 打什么架 也不知道谁这么闲 闹着玩呢 谁知就在这时 量子突然开口道 打了 他打我了 您看这里乱的 过生日能过成这样吗 秦浩连忙询问许青 你们到底打没打 许青一脸无所谓 他说打了就打了呗 去你那说到说到 就是喝多了有点兴奋 老警员却懒得再问了 都别争了 麻烦都跟我回局里说吧 许青这才交代王子俊 帮忙把我妹妹送回去 我跟那会过去一趟 虽然心里疑惑 为何他一会女朋友 一会妹妹呢 但王子俊还是答应了下来 谁知老警员却说 不用了 一起过去吧 你们都是人证 总要多角度了解下情况 许青把下鼻子塞着的纸条 心里暗道糟糕 他连忙向警官解释 我妹妹正上高中 作业都没写呢 王子俊也凑上钱 我过去就行了 问啥都可以 我一直在这儿 他们打没打我最清楚 老警员却依旧不为所动 说了一起来 废话那么多干嘛 秦浩无奈地摊了摊手 别看我 我就一心兵蛋子 跟班的 说了不算 许青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我表妹村里刚出来的 还没去过这种地方 你们别吓着她 秦浩也有些不耐烦了 就是去了解一下情况 还能吃了你不成 片刻后 几人走出KTV 秦浩询问许青 你哪来的表妹 还在上高中吗 几岁了呀 不过咱俩谁跟谁 你妹就是我妹 对了 咱妹子叫什么 许青假装无语 你哥这茬户口呢 人上高中还没办身份证 就来我这晚几天 他叫江河 记住没 秦浩扭头看向江河 记住了记住了 我是你秦哥 以后有事找我 这可能是许青 捡到唐朝老婆以来 最心虚的一次了 在KTV打架后 许青几人被带到了派出所 站在派出所门口 许青不禁有些担忧 养个古代人 确实应该收敛收敛性子了 然而江河此刻 却自己在记着什么 嘴里一直默念着 高中表妹没有身份 察觉到许青的目光 妹子一脸坚定的 给自己打气 许青微微一笑 也对 终归是要面对的 现在不过提前熟悉一下而已 片刻后 许青和亮子 被老景元带到一个房间 老景元坐在守卫 说说吧 怎么回事 你们谁先说 许青率先开口 就是打了一架 我先动的手 因为他骂人 老景元明显不满意 说详细点 那让他来说吧 那你来 说说具体过程 亮子心中暗笑 这波来橘子可能不转 但绝对不亏 站不站里无所谓 这仔子先动手就有的闹 他摆出一副无辜的嘴脸 就是一开始开玩笑吗 然后他就打我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他打了 老景元无语了 这算什么交代 他板起脸怒斥二人 详细过程 明白什么叫详细过程吗 开的什么玩笑 你说了什么 他回了什么 然后哪一句打起来的 他怎么动的手 你怎么反击的 了解了吗 听完 两人一下沉默了 竟不知从哪里说起 见二人不说话 老景元又说道 这有什么好想的 事情是怎样的 你们就怎么说 他看向许青 要不你先说 没等许青反应过来 亮子突然开口道 我来说吧 最开始我是想敬酒来着 然后他不喝 亮子一边说着 许青却担心起江河来 毕竟对江河来说 现在接触警局还太早了些 现在他在隔壁被秦浩拉着审问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突然老景元提高嗓门喊道 发什么呆呀 问你话呢 许青这才回过神来说道 大致差不多 只是前面不对 是他先阴阳怪气骂我 我才动手的 反正不管怎样 必须咬死是他先挑衅的 场面一下陷入沉默 几人全都不说话 老景元顿了顿 所以现在你们想怎么解决 握手言和 亮子明显不想让许青好过 这情况不应该把他抓起来拘留吗 老景元这才解释道 你们这算户殴 真拘留的话 你俩一起拘 你要是觉得自己伤得重 也估计咽不出来什么 许青知道这货还得上班 不可能接受一起被拘 于是笑着也遇到 要么反省一下握手和解 要么一起被拘 亮子气得拍而起 可是明明是他先动手的呀 老景元懒得再说 他罚500你罚200 他拘八天你拘五天 还是接受调解 选哪个 亮子咬着牙 只能无奈地坐了回去 不久后 许青走出调解室 秦号手在门口等他出来 你这脸上的伤看起来 要养不少日子了 这么晚了 我送你们回去吧 许青直接拒绝 不用了 你这工作时间离岛不好吧 大晚上没事就 许青话没说完 秦号突然一把捂住他的嘴 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道 在这里别乱说话 这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千万不要乱插起 片刻后 许青才喘着粗气询问秦号 我妹 他们在哪 大门外面 我让咱妹进来等 她也不肯 王子俊就陪着在外面吹风了 话说 我怎么觉得咱妹有点呆呆的 门外 王子俊看了一眼手机 我靠 这都快一点了 许青拒绝了 王子俊只能陪他们等车 可惜深夜的大马路上空空荡荡 连个车影都没有 一阵风吹过 王子俊和许青被动得直哆嗦 王子俊忍不住吐槽道 这大晚上的 还挺冷啊 这时他又注意到一旁的江河 等等 你不该脱下外套给你孩子披上吗 听到这话 两人都懵了 他不冷呀 对呀 我不冷 王子俊直接无力吐槽 真看不懂这两人的关系 小江河都懵了 你们管这叫打架 这不小孩过家家吗 就在刚才 许青和江河终于从警局回到小区门口 许青走在前面 江河沉默地跟在身后 整得许青感觉自己像是完害了 然后大半夜再独自醉醺醺的回家 感觉很不爽了 他扭头询问江河 你走快点 到我旁边行吗 现在这样和那个跟屁虫似的 江河当即就不乐意了 我不是跟屁虫 你过来我旁边就不是了 闻言 江河快走了两步 来到许青身旁 两人并排走着 许青调侃道 回到家里 许青直接瘫倒在沙发上 今天累死我了 终于结束了 突然 许青又坐起来询问道 浩子在警察局问你的时候 你都回答了什么 我是你妹 高中 去KTV过生日 他们问别的我就不说话 许青惊呆了 女侠你真聪明呀 怪不得浩子说她呆呆的 江河斗着冬瓜有些感慨 这里的官府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当然不可怕 只要你不展现暴力的一面 什么事也没有 在那呆久了还管吃管喝呢 说完许青生了个懒腰 心中回味了一番惊天的事情 打了一架没吃亏 带江河玩了一拳 还见识了警察局 除了耽误太久外 其他都挺好的 最关键的是 江河表现出来的应对 他扭头看向江河 你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很依赖我 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那小子惹你你都没动手 江河想了想说道 我什么也不懂 应该的 那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 江河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你不会 你是个好人 江河心里清楚 自己吃他的用他的 还一直受他帮助 如果这都不信他 摸到我的脸 许清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我知道啊 要是摸到的话 你早把他干趴下了 说到这 许清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你看我们打架 是不是感觉像看小孩过家家 江河直接懵了 你管这叫打架 怕不是在逗我笑 最终江河还是没有嘲笑他 而是询问许清为什么打他 许清一脸嫌弃 因为他欠他 碰到这种人就是要揍 不过我先说清楚 以后万一有人惹到你 最多就用这种力道 别伤到人 不然要坐牢的 这世界有很多这样的人 见不得别人好 特别是熟悉的人 跟有病似的 江河都听傻了 还有这种人 当然了 我最瞧不上两种人 一是这种阴阳怪气的 二是田狗 偏偏的会全战了 这又涉及到了江河的知识盲区 什么是田狗 是一种要么应有尽有 要么必死的生物 你以后就知道了 见江河呆呆的样子 许清让他赶紧去洗澡 别想了 没多久 浴室便响起哗啦哗啦的水声 许清一个人坐在客厅感慨 家里有个人说话还真不错 要是能洗完澡一块躺下 搂着一起睡个觉就好了 不对 许清突然瞪大了眼 好奇怪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在这时 江河洗完澡出来 静止走到了许清面前 江河手里拿着吹风机 就这么红着脸看着他 许清却猛的站起身 今天你自己吹头发吧 我也去洗澡 江河呆呆的看着他 始终没有说话 直到许清洗完澡出来 江河才对他说道 我看街上短头发的女孩挺多的 在你们这里削发也是很正常的事吗 许清猛的扭过头 你想剪掉 有点 这许清怎么能答应 爷呀 长头发多好看 想到江河短头发的样子 许清直接沉默了 他快步走上前 拿过江河手里的吹风机 这样吧 以后我都帮你吹头发 不要再想着剪短头发 江河点了点头 那在你们这儿 帮女孩吹头发也是很正常的事吗 许清一下就心虚了 不过嘴里还是说着正常 简直太正常了 接着两人并不再说话 安静地吹起了头发 片刻后 许清吹完头发 便关了灯准备回房间睡觉 两人互到晚安后 江河回到房间 居然用手机搜了一首晚安 接着躲在被子里听起了歌 第二天清晨 许清一起床 就看见江河坐在电脑面前 许清询问他要不要一起出去吃早餐 江河却一脸正惊地告诉他 我在上班 许清只能选择出去买回来吃 连他自己都觉得 跟江河在一起这些日子 生活都规律了不少 要是在以前 什么是早饭 许清走后 房间内顿时陷入安静 江河偷偷瞄了一眼 确认许清离开了之后 他快速在键盘上输入一个问题 女朋友是什么 看着百度词条上的解释 江河沉默了 不知心里在想着什么 这个从唐朝穿越过来的妹子 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女朋友是什么 还有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 就当他在度娘上搜索时 许清正好买完早餐回来 于是便招呼他过来吃早饭 江河却认为 自己在上班不能离港 许清一阵无语 上班也是可以有休息时间的 比如吃个早饭什么的 听到这话 江河连忙扭过头 我吃 想起江河一顿要吃20个包子的许清又说道 我没买太多 随便垫一下肚子就行 马上就要到午饭时间了 江河拿了一个包子突然询问道 我玩了这么久 是不是可以帮别人了 按他之前说的 跑一次矿18块钱 可以买6个包子了 许清掏出手机 等一下我找个号给你 看你能不能做好 反正玩游戏只是给他找个试作 免得他大晚上跑出去吓人 听到可以开始挣钱 江河眼神一下亮了起来 许清也是十分欣慰 等他更加了解这个世界之后 再给他找一件靠谱的事情去做吧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兴奋的喊道 是肉馅的 吃完包子江河又喝起了豆浆 狠狠吸了一口后 江河突然有感发 这里的东西真好吃 许清一阵不解 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吃了 可是真的很好吃 还有昨天的蛋糕也好吃 这里的东西都很好吃 许清微微一笑 那是当然 好吃就对了 话说回来 你什么时候生日 我再弄个大蛋糕给你一个人吃 江河声音一下低沉下来 我不知道 听到这回答 许清也沉默了 但随即他就笑着说道 要不就你来的那一天 把那天当成你在这个世界的生日 怎么样 江河一下愣住了 这也可以吗 不过下一秒他就笑了 真的可以吗 那我明年这个时候 就可以吃那个蛋糕了 看着他如此期待的表情 没想到只是一个蛋糕 就能让他这么开心 许清心里突然难受了一秒 可随即又开口道 其实今天也可以 待会我就买一个 就当今年的给你补上 顿时江河眉开眼笑 真的吗 谢谢少侠 可话刚出口 他又突然意识到什么 有些尴尬的说道 还是算了吧 太破费了 蛋糕这么好吃的东西 想来一定很贵 许清咧嘴一笑 不贵不贵 你等吃就行 掏出手机开始挑蛋糕的许清 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你有没有带铜钱过来 我记得开元年间都是用铜钱的吧 江河摇了摇头 没有 我没有铜钱 平时都是二娘拐着钱的 在我衣角里有些碎银子 是二娘帮我奉的 以备不时之虚 江河习惯性的江手伸到衣角 可空空荡荡的衣摆 却让他顿住 以后再也没人会一边念叨 一边往自己衣服里塞钱了 许清也感觉有些可惜 谁能想到 出个门能出到这里来 又有谁能想到 那时候最不值钱的铜钱 现在能抵多少银子 可能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吧 另一头 秦浩刚下班回家 一进门就看见家里有只小黄狗 父亲告诉他 这是老王家大黑下的仔 以后交给你训了 把他弄成警犬那样 我带着去溜湾 秦浩人都傻了 我哪会训这个呀 你当警察不会训警犬吗 我当警察还不会拆炸弹呢 老秦懒得多说 反正你这个警察养的狗 他就是警犬 秦浩刚想走开 又突然想起什么扭头问道 青子那家伙有表妹吗 父亲也是一脸不解 青子有表妹 没听说过呀 怎么 看上人家妹子了 秦浩直接探在沙发上 没有 我就问问 其实秦浩与许青两家人 关系极尽 当初两人还没出生的时候 两家的老头子 就说好定了娃娃青 结果两家生的都是男娃 娃娃青就这样吹了 老秦抱着小狗晃过 你没事打听人家妹子戴什么 没有 就是昨天见了一姑娘 青子说是她表妹 长得怪漂亮的 漂亮 等着 改天我找老许打听打听 秦浩本来也觉得没什么 就单纯觉得这妹子呆了八季的 但回想一下 许青在KTV时的表现 也不能说是奇怪 只是整件事下来 就显得有些刻意了 难不成是自己当警察当魔争吗 恐怕这个妹子从唐朝穿越过来 最无辜的人应该是保安赵叔了 江河穿越行医大半夜逛一圈 嗨的小区直接请来大法师驱鞋 虽然之后就没再看见鬼了 但现在赵叔每天都会在大门口感慨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不信啊 你说我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没见过 没想到啊 许青只能尴尬地笑笑不说话 心想以后等赵叔退休了 和老头老太太溜弯 说起这些来在添油加醋一番 妥妥的一篇 我当保安的那些年 要是孙子长大了 再在抖音这么一幅数 点赞铁定过百万 走出老远后 许青才悠悠说道 看吧 你把人家大爷吓成什么样了 江河低着头信心地回答 以后不会了 接着他又有些不太服气地询问许青 他们为什么都以为我是你女朋友 许青脸色平静 他们认为就认为吧 反正又不是 我也和他们说过了呀 他们不信也没办法 说着许青将落在江河头顶的落叶拿了下来 走吧 喝金橘柠檬去 江河甩了甩头发 可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这么认为 但我们两个人清清白白 各睡得屋 又没有什么愉悦之举 最多就一起吃饭一起逛街 偶尔帮忙吹一下头发 少侠说的没错 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 想清楚后 江河脚步都轻快了些 片刻后 江河抱着柠檬茶询问许青 女朋友都会做些什么 我尽量避免 这样他们就不会误会了 许青认真地想了想 女朋友啊 大概就一起逛街 一起散步一起吃饭 还有一起住什么的 江河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哦对了 还有一起喝奶茶 听到这里 江河彻底傻眼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站在原地声音有些颤抖 说道 那那我 许青直接白手示意他不用担心 你身份特殊 不能以偿理论 所以是例外 虽然许青这么说 但江河还是很遗憾 为什么这么好喝的东西 不是女朋友就不能喝呢 他看着旁边的垃圾桶 犹豫着要不要扔掉 但最终还是食物战胜了理智 他快走了几步追上 许青说道 我们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 对吧 许青哪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 理所当然的说道 没错 我们两个清清白白 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快 两人走到蛋糕店 看着许青手里的蛋糕 江河心想自己欠他的 真是越来越多了 这蛋糕肯定不便宜 于是他询问许青 你上次说过 工作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 那么少侠 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帮忙解决吗 显然许青误会了他的想法 他以为他把赚钱的主意 打到自己身上 想以公抵债呢 于是许青白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你也解决不了 谁知江河却不依不饶 那是什么问题 见他这样 许青决定逗逗他 我的问题就是 缺个女朋友 谁知江河听到这话 竟然真的认真思考了起来 许青见他这副表情 还以为他是要同意了 可就算他同意了 许青也完全不敢下手啊 江河思考了许久 可走着走着 却突然睁开了他那充满智慧的双眼 他一脸正义的告诉许青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掳掠良家女子 这是大当家定下的铁律 许青当场实话了 好吧好吧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看到有小情侣在街边轻轻吾吾 别说江河想不通了 连许青都有些义愤填膺 不过许青最欣赏江河的一点就是 他不会碰到自己没见过没听过的东西 就坚信那是假的 不肯听别人的建议 而是会想原来还有这种事 然后自己去查证或者思考 许青突然开口询问江河 你们那不是很开放吗 就那个李世民之类的 江河呆呆的回应 确实有听说过一些 许青顿时来了兴趣 然后呢然后呢 要知道许青父亲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 要是这时候江河说的完全对不上 那些历史都是假的 那这乐子可就大了 谁知江河却疑惑道 什么然后 就是你们当时那么开放 没理由你没见过刚才街上那个吧 江河更懵了 那些皇帝和官员世子家的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 许青愣了愣 随即悠悠叹了口气 也是 史料上一般都记载某某大臣怎么怎么的 哪个皇帝怎么怎么的 或者某个文人世子的风流运势 但这又和江河这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仗剑走天涯 什么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那都是许青自以为是的幻想吧 他顿了顿又说道 有空和我讲讲你们盐帮的生活吧 感觉会挺有意思的 听他这么说 江河不禁想起从前 那段动不动刀枪火海失衡遍野的日子 他背着手指语气有些低沉 我的生活 没有这里这么有趣 你不会喜欢的 不久后 两人回到家 许青打开蛋糕包装 江河拿着一个八字不知是什么东西 许青这才解释道 这是生日蜡烛 我也不知道你几岁 就问店员要了18岁的 把它插在蛋糕上就行 喜欢哪就插哪 一切准备好后 许青突然说要去关灯 还说这是一试的 片刻后 房间内便只剩蜡烛微弱的光芒 许青一把将江河按在椅子上说道 有请我们今天的兽星 江河女侠入场 接下来就是许愿了 等一下你闭上眼睛 想一个你最想实现的心愿 小声说出来 许好之后再睁开眼 把蜡烛一口气吹灭 这是你第一个生日愿望 一定会实现的 江河听话的闭上眼睛默念 许青假装毫不在意的在一旁等候 可当江河许完睁开眼时 却发现许青居然趴在耳边偷听 两人大眼瞪小眼 一下就红了脸 许青连忙站起身扯开话题 许好了吗 那赶紧吹蜡烛吧 江河听话的将蜡烛吹灭后 许青走到一旁将灯打开 江河仿佛突然想到什么 有头询问许青 我能不能用手机那个咔的一下 把蛋糕保存下来 许青瞬间就听懂了他的意思 你是想拍照吧 于是许青便教他用起手机的相机 拍完之后 就该切蛋糕准备开吃了 江河照着许青说的方式 将蛋糕切开 接着拿了一块地给许青先吃 许青笑了笑 我就吃这一块 剩下的都是你的 使劲吃吧 江河看着剩下的大半个蛋糕 这些都是我的吗 他轻轻插起一块放进嘴里 还是那个香甜可口的味道 江河瞬间满足地笑了 而许青却看着他的表情陷入沉思 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吃奶油的时候 应该也是这个表情吧 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觉得腻了 也许是吃多了 也许是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单纯 因为吃到好吃的东西 而感到如此满足了吧 江河的存在 真的给了许青无尽的期待 他拿起一瓶可乐递给江河 来干一杯 他知道江河能来到这里虽然幸运 但对自己而言又何尝不是呢 人生短短几十年 能有捡到唐朝古人的经历 也算没白活吧 就算以后想起来 应该也算件趣事 两人热烈地干了一杯 进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 自从上次许青知道 在唐朝这根小布条的用处后 许青就给江河买了几个马术的内衣 现在突然记起 许青又询问江河有没有扔了那白布条 毕竟那玩意太影响健康了 可江河一个古代人 哪经得住许青这样问 瞬间脸蛋就红得像猴屁股一样 原来两人正在给江河过生日吃蛋糕 可在许青的追问下 江河开始讲起了他那个时代的故事 开元四年 卤得大黄 幸好有姚大人极力灭黄抗灾 才避免了白骨遍野 人肉见于狗的惨剧 但灾就是灾 二娘就是在那时候从卤的桃荒 辗转到了姑苏 二娘常说 这是圣事 姚大人就是圣人 他屋里还供奉了姚大人的长生牌 无论寨子里紧张还是富裕 他吃饭都比别人少一半 大当家的常骂他傻 二娘只是笑笑 说他只想一半的福 另一半福得帮大恩人分出去 好让这圣事再长久一点 许青听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们不是江湖中人吗 怎么会供奉朝廷官员的长生牌 江湖和朝廷一般不都势不了力吗 江河低着头 如果不是姚大人 二娘根本走不出鲁地 死去的人不知会多多少 许青傻眼啊 你真是开元那时期的 说好的开元圣事 就这样 那乱世该又会是什么样的 江河沉默不再说话 是啊 如果那就是天大的盛事 那现在这里又算什么 这时许青突然开口道 别想了 那些都过去了 还是快点吃蛋糕吧 江河脸色微红地看着许青 谢谢你许青 剩下的这些 我想留着明天继续吃 可以吗 可是放到明天的话 就没现在这么好吃了 江河依旧不为所动 那也很好吃 他拿起那张 写着江河生日快乐的卡片 嘴里喃喃道 真好 粮食可以被随意丢散完了 大腿吸腰在街上随处可见 连夫妻间的亲密动作 也可以旁而皇之 二娘错了 现在这个才叫盛事 可惜他看不到了 江河握着可乐抬起头 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 帮二娘他们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几天后 许青坐在电脑前看着视频 江河在他身后探出头 盯着许青的背影似乎有话要说 可似乎又有什么难言之隐 一下不知如何开口 最终还是许青察觉到他的目光 询问他怎么了 江河这才红着脸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双手附在身后 许青侧头一看 原来是这玩意用完了 不好意思开口和自己说呀 许青直接掏出手机 你早说吗 等我给你网购一下 下完单后 许青又继续说道 我再给你转几百块钱 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自己去超市买 等一下我教你怎么逛超市 随即许青又想起他之前的白不聊 想问他扔了没有 看江河红的要滴出水一样的表情 许青连忙解释道 我只是关心一下 活得舒服最重要不是吗 听到这话 江河也小声提出一个问题 那个衣服会弄得背上有点痛 许青当即就呆住了 许青的知识盲区 等我上网查一下看看再告诉你 你可以先回去试试别的看一下 也许是型号不对 江河点了点头 便打算回房间去 可走到门口时 他又突然停下来询问道 我们这样是正常的吧 许青头也没抬 我们两个轻轻白白 哪有什么不正常的 说的也是 江河轻轻回应了一声 接着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可进去后却已靠在门口 嘴里喃喃着 我们轻轻白白 男女一起在家里做饭正常吗 小江河每天都在告诉自己 我们轻轻白白 可总是有些怀疑两人的关系 这天一早 江河将自己打游戏挣的一百块钱 还给了许青 看着自己手机上付出的信息 江河心痛到难以呼吸 这样就还了一百了 许青也是无语 那么舍不得就不要着急害自己吧 不过还是得想办法 再给他找个事情做 许青思考了片刻后询问道 对了 你会不会做饭 江河有些懵 我会煮粥 还会热剩菜 那你想学怎么做菜吗 俗话说 一朝先吃变天 但江河的武艺在现代根本不顶用 所以许青只能在其他方面挖掘江河的天赋 看看他适合做什么 江河听到许青这么说 顿时满脸期待 我真的可以学做菜吗 果然 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赚钱 根本没有一点真实感 但做饭就不一样了 厨子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是一门正经手艺 许青朝江河招了招手 你当然可以学 跟我过来 今天我就教你怎么炒土豆 许青将他带到厨房 因为我这里不怎么开火 所以需要稍微打扫一下才能用 我先教你怎么用洗洁精和钢丝球来清洗 然后我出去买菜和油盐酱醋 你自己先琢磨着弄一下等我回来 许青心里清楚 做菜什么的 其实自己也不太会 基本上只会炒土豆丝 和西红柿炒鸡蛋之类的简单菜 不过一般女孩子没理由学不会做饭 到时候再走一步看一步吧 接着 许青便去超市大采购了 而江河经过一番辛苦操作后 终于将厨房全部打扫了一边 看着焕然一新的厨房 江河也感觉肚子有些饿了 那些最近吃到的美味佳肴 自己一定可以做出来 不久后 许青终于带着大包小包的食材回来了 江河好奇地凑过来一阵打量 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一小袋土豆上询问道 这是什么 许青甩了甩有些酸疼的手臂说道 这个叫土豆 别看他不起眼 这东西母产量超级多 能当菜又能当凉 如果唐朝那时候有这个宝贝 什么饥荒都不可能会有吗 说着许青让江河把东西搬到厨房 江河点了点头 一点也不费力就将东西扛了起来 很快 厨房里 许青开始教江河做土豆丝 你先把土豆放水里洗干净 然后再用这个把皮削了 等到时候你学会做饭 就在这里做饭洗碗 我付你工钱 一顿饭 给你五块 怎么样 文言 江河却拒绝了 我吃你的助你的 帮忙做些事还要收钱 这不好 而且我也一起吃 收工前太不合理了 许青却依旧坚持 那就当奖励金吧 激励你 反正在家吃总比外面健康 女侠你可要快点学起来 我相信你 江河微微点头 网上找到图片给江河看 你看这里 削皮后用刀把土豆切成丝 就像照片上这样 就在这时 秦浩突然打来电话 许青连忙吩咐道 切好后继的把它放进水里 我去接个电话 把它泡一会 等我回来教你怎么做 随即许青便跑到客厅接起电话 原来秦浩打算约他晚上出去撸船 许青直接拒绝了 等下次找你吃火锅 今天我就不去了 我这饭都煮上了 秦浩此刻正感无聊赖地 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抱怨 下次有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下一秒秦浩突然晃过神来 等等 你说什么 你还会自己做饭 许青懒得多说 做个饭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先和你说好啊 菜买得不多 你就算来也蹭不到 说完许青不等秦浩回复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他知道 要是不多说一句 指不定秦浩这小子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现在若非必要 还是不要让江河出现在秦浩面前的好 而此刻的江河 正一脸忧心重重地用手机搜索 男女一起在家做饭 正常吗 这个唐朝来的妹子现在很慌 她总感觉自己和许青 好像不是那么清白了 此刻许青正在向她介绍厨房用品 这个是油 这是盐 酱油 味精 还有这个是糖 这些全是调味用的 等下你认真记好 看我放多少调味 江河一边听着 一边想着电脑上说的 一起做饭可以增加亲密度 尤其是两人组成小家庭的时候 江河现在担心坏了 白天同吃 夜晚是不是要同睡啊 许青哪里知道她的想法 还在自顾自地说着 记好了吗 调料不能放太多 味精吃多了会变傻子的 江河一脸心不在焉地回应道 记好了 许青见她这副样子 有些关切地询问道 你有点奇怪啊 怎么了吗 江河却小声呢喃着 轻轻白白 问心无愧 不久后 一盘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土豆丝炒好了 江河一脸惊喜 这个闻起来真的好香啊 许青直接打了一大碗米饭递给她 接着才自己坐了下来 从当初两人开始同居 呸 从江河被自己收留后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开火做饭 这个土豆也是从土里种出来的吗 对啊 不然还能是凭空变出来的不潮 这个是蒸土豆 直接蒸出来的也很香 我最喜欢吃了 许青拿起一个蒸土豆 却被烫得一阵甩手 她又递给江河一个 你也尝尝看 这东西是从洋人那传过来的 要是哪天你能回去 你就坐个超级大的船 沿着东南方向一直开 一直往前走 就能去到另一片大路 把它抢过来 那时候你肯定能千古流芳 说不定我还能在历史书上看到你 江河没有回忆 而是看着眼前的土豆发呆 我在想能不能找地方开啃一块地 这样就能在这里扎根了 只要拥有自己的一块地 就可以自己种自己做饭 这样就找到出路了 许青被她这么一问忽然有些蒙 江河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我会种田 就算没见过这些也可以学 我一定可以学会的 许青无奈只能劝说道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现在种地一点也不靠谱 江河却不相信 为什么不可以 我有力气 只要攒一点钱 把开荒粮攒够 然后找一块没人要的荒地去打理 这样最多只要三四年 我就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了 然后我就能赚钱还你 许青直接打断了她 你还是先学会在这里生活 以后再考虑这种事吧 还花三四年开啃一片地 不行 绝对不允许 你就把这里当成家 大不了我养你就行了 许青的无心之言 却让江河瞬间红了脸 许青连忙解释道 别误会 就清清白白 像养着冬瓜那样 毕竟江河可是从一千多年前过来的你侠 又那么好玩 如果可以的话 许青还真舍不得放她走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呗 总会有办法了 江河也不知道许青的小九九 他浑身颤抖地说道 少侠不要说笑了 你收留我 这大恩大德我一定会报 但是 但是以身相许 不行 听到这话 许青直接忍傻了 我也没过要以身相许吧 这女侠咋这么无 江河继续说道 我不能把这里当成我家 我只是赞助 我们清清白白 许青连忙打断 好好好 我们清清白白问心无愧 我也没说要干嘛呀 你看我像坏人吗 江河抱着头动 微微缩缩地回道 你是个好人 不 叫我少侠 记住了 以后不能说好人 或许江河身上的伤痕 和许青脸上的痕迹 永远也不会有交集 但命运却让两人相遇了 就在刚才 两人吃完饭后 江河又开始打游戏挣钱了 可他突然在桌面上 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东西 那正是许青的个人空间 江河一打开相册 就被惊呆了 卧槽 少侠 这个是你吗 许青凑过来一看 吓得连忙白手说道 这怎么可能是我 江河有些不幸 他明明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呀 许青一阵心虚 虽然很像 但真不是我 江河又凑近了一些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许青 最终许青还是绷不住承认了 好吧好吧 确实是我 可是你以前好怪 像那个精神病一样 对此我只想说 另一只眼睛如果不需要的话 完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许青叹了口气 这是以前不懂事拍的 都是黑历史 别看了 其实这些照片 是许青用来鞭策自己 不要再产生什么愚蠢想法的 结果现在被江河翻了出来 幸好他的小电影 都在隐藏文件夹里 不然妥妥被当成灯徒子 江河没懂90后的浪漫 他有些疑惑地询问许青 你以前也留长头发吗 许青一阵汗颜 丧爱家族 说了你也不懂 我们当时可以站在潮流的顶端 不过许青自己也清楚 要不是当年和二流子一样 也不至于现在天天被老爹催着交房租 不然住自己家房子还要掏钱 这算哪门子事 许青顿了顿又说道 来你让一下 我给你申请的新账号 你可以把你的蛋糕照片传上去 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密码就用你的名字拼音 看好我怎么输入的 这样按一遍就好了 接下来再取个网名 我帮你起一个 许青手指一阵操作 很快就帮江河注册好了新账号 江河凑近一看 轻舞飞扬 这就是我的网名吗 对 好听吗 这就和行走江湖用假身份一样 在网络上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先帮你加几个游戏群 你可以参与进去随便聊聊 碰到说话气人的就不要理他 如果有看不懂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答案 交代好之后 许青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长长的输了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 照这样下去 不知道女侠会不会变成网瘾少女 但不管怎么说 反正怎么也比去挖山 或者出去行侠仗义的好 许青贴了一眼江河的背影 收留她转眼都已经两个月了 许青早就习惯有个人在旁边陪着问东问西 或者沉默不与自己研究 她总会慢慢熟悉这里 然后想办法自己生活 在这个时代扎根发芽 到最后彻底变成一个都市丽人 千年前她只是开元年间的一粒灰尘 在现在也不过是盛世之下的一块砖 许青能帮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在许青胡思乱想的时候 江河突然起身说道 我先去洗澡了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穿上衣服 遮住了身上的那些疤痕 她知道许青说的没错 现在一切都是为了人的享受而存在 目光所及的所有 全部都是 不像自己以前的时候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不过区区两个月的时间 连江河自己都看得出来 现在和当初刚来的时候区别有多大 她打开门走出浴室 却发现许青早已等候在那里 许青朝她挥了挥手 来吧 帮你吹完我也要去洗了 许青认为 只要自己每次都帮江河吹头发 她就不会因为嫌麻烦而老想着 剪掉那头黑长直了 许青就这么安静地帮她吹着头发 江河却突然扭头告诉她 要不你也留个长发吧 只要不弄成红色就好了 这样我也可以帮你吹头发 许青肯定是直接拒绝了 可江河又继续说道 只有你帮我吹 这样不好 许青笑了笑 本来就是抬抬手的事情 外面发廊每天都有人帮忙吹头发 你不用觉得麻烦 听到这话 江河也不再多说 那就谢谢少侠 江河红着脸 心里却在幻想 要是许青在自己那个年代 心肠这么好 伸手这么弱 肯定活不下去吧 那样子的话 说不定自己就可以保护她 然后大手一挥 也告诉她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自己那个盛世 她还是不要去的好 现在这样就很不错 非常nice 从收留这个唐朝来的待妹子 到现在两个多月 许青终于承认自己动心了 虽然人家只是借助一下 但就这样搞成女朋友 许青总觉得老脸挂不住 两人住在一起 转眼便已到了冬天 这天一早 许青就给江河戴上一顶可爱的帽子 让她站着别动给自己拍照 看着手机上各种打扮的江河 许青总感觉像是在玩奇迹暖暖 她幽幽地呼了口气说道 你看 要是当初你自己出去吗 现在是不是得冻死了 还好本大侠考虑周到 对了 你那功夫能抗寒吗 江河捏着帽子上的毛球 能抗一点吧 肯定比你那动 许青笑了 就你那草鞋 不得把脚趾头都冻下来 见自己被拆穿 江河也有些怒了 吓得许青直接跑出门 临走时还不忘交代道 饿了记得自己煮饭吃 冰箱里有西红柿和鸡蛋 不用做我的份 就这样 我先出门了 直接转过去算了 但想到上个月 老爹降了房租 还是过去一趟比较好 免得到时候 老爹老妈突然跑过来 虽然收留江河这件事 她问心无愧 但还是会被不明真相的人误会 毕竟孤男寡女 同住一个屋檐下 说没关系 恐怕只有和冬瓜 一样愚蠢的人才会信吧 不久后 许青回到家刚一进门 母亲就询问道 就你自己 女朋友呢 许青面无表情 她在家 没让她过来 母亲当即就不开心了 为啥不带那女娃过来 许青无奈只能回到 别瞪了 不就一个女朋友吗 带过来干嘛 带来吃你们粮食 然后然后我爸又骂我一顿吗 那你们年纪轻轻 就这么住一起好吗 那女孩什么来头 你可别说是你在拿捡回去的 对此 许青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她一个人从大山里出来 来到这个繁华又陌生的城市打工 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 我平时就帮帮忙什么的 当成妹妹照顾一下 一来二去的 就好上了呗 当时我见到她时 她那鞋子都烂了也舍不得换 衣服带着补丁 可惨啊 饭都吃不饱 反正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她肯定和现代 现在那些不缺吃喝的女孩不同 许青吃着橘子一通胡说八道 母亲突然问道 那你们住一块是打算怎么搞 许青直接喷了 什么怎么搞 我们没睡在一块 她在杂物间睡的 我们两个清清白白问心无愧 母亲懒得听她废话 直接起身说道 下次带过来看看 要是不合适你们趁早分了 晚上七点 老爹回来了 进门一看到许青就询问道 过来交房租了 许青一脸无辜 不 我就过来吃个饭 没等老爹说啥 老妈就喊着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不得不说 老妈做的排骨永远是最像的 许青不禁想着 要是带着姜河过来尝尝就好了 那家伙这回估计已经过完饭 正在认真加班打游戏吧 老爹见她一脸姨妈笑 忍不住问道 你在傻笑什么 许青一愣 啥 我笑了吗 吃完饭后 许青正帮着老妈洗碗 却突然看到一旁种着的绿植 妈 这是姜吗 是啊 听说吃这种对身体好 我就种了一点 许青看着姜苗不知想到什么 鬼使神拆的伸手就要去摸 却被老妈一巴掌拍掉了手 你想干嘛 许青捂着发疼的手解释道 分为一点吗 我也拿回家自己种种 最终许青还是如愿以偿的 得到了半颗发了苗的姜 捧着姜苗的许青又是一阵傻笑 姜河 姜苗 这玩意她肯定有兴趣养着丸 一会回去就送给她 许青都有些迫不及待 想看她的表情了 这时 母亲也说道 剩下的给妈洗碗 都这么晚了 你早点回去 可此刻许青老海里 全是姜河的英荣笑貌 她缓缓开口道 妈 我好像 恋爱了 老妈一阵无语 你俩都住一块了 什么叫好像 回去路上 许青心头不知为何 竟有些沉重 她悠悠地抬起头望着夜空 自己到底是对一个 一千多年前女孩心动了 还是觉得馋了 她只是说小 逗她玩的 而且人家只是在这里借助 直接就搞成女朋友 这样不太合适吧 还有别人女朋友 都是正正常常的 自己女朋友 就搞个一千多年前的 感觉也太怪了吧 这是几条 来自唐朝妹子的搜索记录 许青最无语的是 江河竟然想让 以后自己的儿子没饭吃 从父母家回来后 许青当踏进屋子 江河就有些不太对劲 她侧身挡住电脑 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慌乱 许青没说什么 而是将母亲给的江苗 送给江河 江河沉默着接了过来 仔细端向了一番 才询问道 这是什么 许青一边脱下外套 这是江 江的河苗 找个地方把它放起来 就这么养着 挺好挺适合你的 文言 江河直接捧着江苗 跑向厨房 放好好 许青突然让江河过去一下 两人坐在沙发上 江河似乎有些不安 她弱弱地询问许青 你 有什么事吗 许青沉默了一回 突然伸出手道 你手给我摸一下呗 江河直接炸了 不行 不给 许青连忙解释 我就是看下你手冷不冷 江河想了想 还是将手伸了过去 我不冷的 不信你摸摸看 许青将她的手抓起来 放在面前仔细端向 你这天天拿见的手 摸起来就是不一样啊 江河脸色瞬间就红了 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询问 你 你在干什么 许青将她的手翻来覆去 一遍又一遍地看 我就看看练武的手难不难看 不难看的话我也练练 但其实她想的是 冬天玩电脑手肯定会 待会给她下单买个暖宝宝好了 江河心头小鹿都快撞死了 她紧紧地咬着牙 最终还是忍不住羞涩 丢下一句我去洗澡就跑开了 片刻后 许青听着浴室哗啦啦的水声 认真地看了一眼浴室的门 随即直接窜到电脑面前 她知道刚刚她进门时 江河那副样子肯定有鬼 随着许青的一阵操作 江河的搜索记录 直接被她翻了出来 这江河简直就是搜索小能手 搜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玩意 真不知道她的脑袋瓜子里 装的是什么东西 不久后 江河洗完早走了出来 许青沉默着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随即缓缓起身道 过来 我给你吹头发 江河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懵 这家伙的眼神怎么怪怪的 不对 今晚很多地方都不对劲 许青一边摆弄着吹风机 一边告诉江河 那个网络搜索不是万能的 其实就是别人通过网络 回答你的问题 只要是人就会出错 所以网上搜的东西不能全信 而且有些心术不正的坏人 还会专门利用她来谋财害命 记住 千万不要什么相信 江河点了点头 许青这才用吹风机给她吹起了头发 江河自己思考了片刻后 突然问道 你刚才为什么会忽然说起这个 许青当然不敢说 看了她的搜索记录 只能说是突然想起来的 夜里 许青独自躺在自己的床上 脑子都却思考着 照这个进度下去 江河融入现代社会指日可待 然后 然后自己该怎么办 把她忽悠成自己女朋友 还是放她走以后 给别人当老婆 想到这 许青一巴掌呼在自己脸上 开什么玩笑 她坚决不答应 果然还是得想办法 把这小妮子拐成自己女朋友 第二天一早 江河正在刷牙 却总感觉心里不是滋味 终于 她忍不住询问一旁的许青 你干嘛呀 许青就这么靠在门框看着她 我什么也没办法 你刷你的 然后此刻许青心里想的确实 这江河真是越看越顺眼 这鼻子这眼睛 怎么就这么好看呢 她突然开口道 对了 等有空跟我去我爸妈那里一趟 见江河一脸疑惑的样子 许青这才解释道 我爸上个月不是来了吗 然后就一直挺奇怪 我们住一起的 所以你就假装我女朋友 一起过去吃顿饭 免得他们多事 江河一脸无疑 那个女朋友 我听说不是要睡在一起吗 没有 什么也不用做 你就好好吃饭就行 当然 你想睡一起也不是不行 江河想都没想 我不要 那就吃顿饭 别的什么也不用过 就假装一下 又不是真的 江河低下头 那好吧 我就假装是你的女朋友 听到江河答应 许青瞬间来了兴致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江河无语了 不是吃顿饭而已吗 练习什么 许青炖食语色 这个 练习吃饭 不如中午出去吃自助吧 就是上次和你说过的那个 就是我想吃多少就多少那一 江河口水都下来了 许青微微一笑 对 吃火锅 吃到你吃不下为止 捡到这个唐朝妹子这么久 许青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他要把江河拐成自己女朋友 第一步就是让他假装自己女朋友回家吃饭 毕竟装着装着 早晚装成真的 此刻两人正打算出门练习吃饭 吃江河心心念念的自助餐 许青看着不停往双手哈气的江河询问道 你冷不冷 江河顿时一阵雀跃 不冷 这衣服很暖很舒服 文言 许青也愚道 哪天你要是搜的一下回去了 带着这身棉衣回去也算不亏了 要不你在兜里装个土豆吧 江河愣了一下 那我 能不能赚钱买个电脑天天带着 可以 但我不建议那样做 光一台电脑你带回去也没什么用 除非你下载一堆资料 还是种土豆划算 江河摸了摸口袋 等吃完饭回来 自己就去搜索一下 土豆要怎么种 虽然这里一切都很好 但金窝银窝 还是不如自己的小窝 两人走着 突然看到一个大妈正艰难地拖着一袋女 许青连忙上前 程婶 你怎么买这么一大包你 我王叔呢 程婶喘着粗气 她高血压饭了 你现在有空没 没事帮我提上去呗 许青笑了笑 当然没事 来江河帮我放肩上 许青一边扛着米一边笑道 我这正准备带女朋友出去吃饭了 还好让我碰见了 程婶一脸理所当然 上次你还说不是 现在承认了吧 这女娃叫啥来着 江河 生姜的江 河苗的河 片刻后 许青将大米放在程婶家门前 随即才挠着头假装奇怪地询问 沈啊 你以前应该见过江河呀 程婶愣了愣 见过 我怎么没印象 说着程婶一边让老公开门 许青趁机笔划道 你真不记得了 就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四五年了吧 那时候她还没这么高 脸圆圆的 你们还说过话呢 程婶更懵了 许青不给她反应的机会 嗨 估计变化太大 你记不起来 就圆脸那个 那个就是她 好吧 我这老婆子激情太差了 你们要不要进来喝杯水 许青见目的达到 便拒绝了 我还要带女朋友去吃饭 天天在家都没怎么出来过 这不难得出来一趟吗 说完 两人便自顾自地离开了 路上江河好奇地询问许青 我四五年前来过吗 来个屁 那时候你还不知道 在哪个山沟沟爱动呢 我就那么一说 有印象就好 没印象也没事 反正也就随便一说 如果除了我之外 没人认识你 那你就是不存在的 知道吗 就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存在 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 当然也就没有未来 过去就像根 你的根在唐朝 这样不行 得在这儿再留个根 你才能好好的活下去 刚刚那个成婶 是个大喇叭 有事没事就喜欢八卦 要是扒到我们这边 就能给别人留个印象 到时候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个人 要是谁再顺口提一句 早就见过 那就更好了 这个就叫群体意识 江河听完 沉默着思考了一番 才难难道 我好像捧你的意思了 很快 两人走到大门 保安赵叔在坐着发呆 许青上前打了个招呼 赵叔 您冷不冷啊 怎么不进保安室里待着呀 赵叔笑了笑 呆久了有点闷 出来透透气 坐会再进去 那您坐着 我和女朋友出去吃饭 先走了呀 说着许青突然伸手 想握住江河的手 却只抓到棉衣的袖子 许青轻了轻嗓子 随即才笑着对江河说道 这个叫做刷存在感 江河没明白许青的意思 还以为他说的是拉着袖子 是这样吗 那给你牵吧 江河递出袖子 许青无语了 不用了 都没人看了 然而他心里却想着 手都没了牵个鬼 牵了个寂寞 看来拐女朋友的任务 任重而道远啊 要说带这个唐朝妹子出门 许青最害怕见到的人 肯定是死党情号了 这天许青带着江河 准备去吃自助火锅 顶不住想吐槽 这小子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这时 秦浩也同样看见了许青两人 许青只能苦笑着打了招呼 毕竟这时候再扭头走 肯定会被这家伙察觉到不对 秦浩三步并坐两步跑过来 你们这是要干嘛去 凭借职业的敏锐嗅觉 秦浩总感觉这小子不对劲 许青指了指一旁 我们去吃火锅 要一起吗 秦浩直接拒绝 我这正值班呢 可他的眼神却直勾勾的盯着江河 这是你表妹 吴高中 那你说一下于贤定理 江河直接人傻了 什么于什么贤 这个人在说啥 许青连忙拦在江河面前 你够了呀 这我女朋友 秦浩却还是觉得不对 这小子肯定有事 女朋友本来也没啥大不了的 但他非要说是高中的表妹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 你有事瞒着我 许青也不装了 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凑了上去 行行行 我有事 你福尔摩好行了吧 要不你现在把我考走带回去审审 秦浩无奈只能作罢 今天放过你 改天这是你不和我说清楚 我就找你爸告状 许青懒的搭理他 临走还送了他一个首饰 随即才对江河说 别理他 我们吃火锅去 片刻后 两人来到这家自助火锅店 许青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招呼江河坐下 江河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全然没有吃自助的兴奋 他抬起头怯生生的询问许青 我是不是不该出来 许青却毫不在意的安慰到 哪有什么该不该的 难道你还想一直窝在家里 憋在家里的话 估计一年你也学不会什么东西 还是得出来体验体验 你要融入这里的生活才行 江河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他又指了指外面 许青一眼望去 没事 不用管他们 你又没有犯啥事 他们还能把你抓起来不成 只要你不暴露真实身份 就说自己是流浪的 他们还得帮你找家人 文言 记性非常好的江河蒙了 他有些怀疑的看着许青 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 许青随便搪塞了一句 接着便拉起江河 走 我们去拿吃的 没一会儿 桌上便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肉材 江河双手合十嘴里默念 感谢好心的老板 许青一阵无语 别感谢了 快把帽子和外套脱了 随机许青一边涮肉一边询问江河 说起来 你们那边有火锅吗 江河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肉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我们有类似的吃法 但我没吃过 我也记得有 好像还有诗来着 绿椅心配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玉雪 能饮一杯无 好像是这样写的 不过这小妮子吃的也太开心了吧 许青将包好的虾地给江河 来 再吃点这个 江河听话的伸手结果 多谢少侠 随即江河一口一个 吃的不亦乐乎 突然 江河抬头看向许青 你不吃吗 许青一愣 自己竟然不小心看入迷了 都怪这小妮子太好看了 许青想了想 笑着解释道 我吃饱了 你看 你吃虾 我帮你包 这样不是更快吗 朋友吗 就是要互帮互助的 江河信以为真 原来是这样 他又记下了 他又帮着捂着肚子的江河 吃饱了没 有点撑 那正好 我们走路回去 散散不消消时 许青穿上外套 又帮江河戴好帽子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走出火锅店 许青看了看来往的人群 又看了看头顶的监控 不知想到了什么 许青扭头告诉江河 我们走这条路回去吧 顺便可以逛一下 别看这个妹子长得清清白白 她可是三两拳 就能打断一棵网口粗的树 这天许青和江河吃完火锅 来到一条河边散步 小江河都听傻了 现代人这么奇怪的吗 虽然自己确实不会 那你能不能用手把这块石头劈开 江河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许青 人的肉身怎么可能比石头还硬 闻言 许青一阵东张西望 见四下没人 他拉起江河快步走向一旁 随即 他竟然指着一棵树 询问江河能不能把它打断 江河也不废话 当即就一个蓄力 接着狠狠一拳砸在树身上 只听砰的一声 这碗口粗的树竟然应声断成两截 许青都惊呆了 可下一秒 他又指着江河喊道 你这是毁坏公共财物 快跑 说着他一把抓起江河的小手 不久后 两人跑出老远 许青吭吃吭吃的喘粗气 江河却一脸淡定的询问 那个 你可以松开手了吗 许青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呕了一声后松开了手 接着低下头朝前走去 我们回去玩游戏吧 第二天 许青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在打游戏的江河突然问道 情缘是什么意思 许青正想解释 情缘 他直接站在沙发上 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许青却不管不顾 直接从沙发上跳下来 一个箭步直接冲到江河身旁 江河指着电脑 就是这个人说的 许青直接按下FR跟他对话 喂 大兄弟 你想和我出情缘吗 下一秒 江河就被踢出了队伍 见此 许青松了口气说道 你该去做饭了 我帮你刷一回吧 文言 江河只能绑起头发准备去做饭 他走后 许青直接将刚才那人加入仇杀名单 自己都还没开始行动呢 这就有人惦记上他的小和苗了 消灭了钱在危机后 许青放松的哼起了歌 可没过多久 突然有人敲死了门 许青一开门 却发现来人是他老爹 这还没到日子收租吧老爸 老许直接一步踏进家门 我说收租了吗 我就下班路过 顺便看看你这空调是不是炙热 有问题的话 我这座房东的帮你 话说一半 老许突然愣住了 江河正好端着刚炒好的菜 从厨房走出来 叔 叔叔好 老许懵了 这什么情况 这剧本一点也不对 原本他下班 想着顺路来收拾一下许青 在他看来 许青肯定跟江河玩疯了 然后一分钱也不剩 最后扛不住就会去工作 可此刻老许东看看稀旺旺旺 厨房厕所哪里都干干净净的 就连鞋架上的鞋子 也摆得整整齐齐的 他真的吓到了 上次来明明还跟狗窝似的 这怎么忽然就这样了 这特娘妥妥一个家了呀 老许只能回江河 你好你好 我就看看暖气热不热 不热的话我找乌烟 许青暖脸不耐烦 暖气很热 你不用操心 文言 老许只能离开 那我回去了 不然你妈又要唠叨了 临走时 老许又突然扭头指着许青 你改天过来一趟 许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江河见此又往厨房走 我去继续炒菜了 许青干脆也不走了 就这么靠在门边看江河炒菜 这架势 这造型 妥妥的贤妻良母啊 许青脸上写满了心动 这感觉 无憾了 这个少年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捡到的唐朝妹子 想把他忽悠成老婆最大的阻碍 居然是因为自己是他的恩人 这天吃饭时 许青询问江河有没有想过以后 江河微微一愣 随即低下了头 以后应该也是这样吧 许青还以为是跟自己这样 于是笑呵呵地说道 那好啊 以后就一直这样 江河这才解释道 不是的 我是说我不会一直麻烦你的 你我非亲非故 能帮我这么多 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我怎么敢奢求太多 而且二娘说过 没有人是欠我们的 有人相助是好心 但不能得寸进尺 许青心头一震 这个发展 不对啊 许青连忙调整方向 我说 我们可以不要非亲非故吗 我未婚你未嫁 我们两个相遇 是缘分吗 江河想也没想 不行 你是恩人 我不能那样做 欠你的都是要还的 许青直接人麻了 这恩人像一颗巨石 狠狠砸在他的心上 原本按照许青自己幻想的剧情 江河应该会说 小女子身无分文 唯有以身相许 然后自己一脸认真的告诉他 我不求姑娘以身相许 只求你请我愿 然后两个人含情默默的对我 从此眼里只有彼此 许青感决心好赛 难道不应该是这种发展吗 以身相许不是报恩吗 不是的 二娘说了 有恩就要报 以身相许是最不要脸的 还不起就赖上人家 听到这话 许青只想对二娘说 你这人咋回事啊 隔着一千多年坏人姻缘 太坏了吧 天了撸 求偶不诚实许青怒火攻心 他有些颓迷地询问江河 我不当恩人了行不行 江河哪懂他的心思 恩人就是恩人 你不用可怜我的 我会努力挣钱 早日还上这份恩德 不给你添麻烦 许青没想到 恩人成了把江河拐成老婆路上 最大的障碍 不过按照这游戏带恋的进度来挣钱 猴年马月也还不清吧 他真的很想化身大灰狼 让江河从了自己 可以想到江河那恐怖的战领 恐怕自己的脖子 会像上次的树一样被咔嚓吧 许青光是想想就感觉浑身凉嗦嗦的 止不住的颤抖 心头烦躁的许青 直接将冬瓜给扔到一边 冬瓜转头就爬上江河的大腿 江河也是宠密地揉了揉冬瓜的大毛袋 这下许青又酸了 时间很快过去 12月初 许青跟秦浩和王子俊出去吃饭 秦浩上来便询问许青 上次那女朋友是什么来头 许青一脸淡定 她在这里无亲无故 我觉得怪可怜的 就把她带回家当女朋友了 听到这话 一旁的王子俊直接喷了 卧槽 这操作正常吗 那是相当正常 男女朋友不就是你亲我愿的 瞎扯淡 你之前还说是你表妹呢 许青只能说出一部分实话 我是帮她隐藏身份 她之前流浪过 连个家都没有 更别说身份什么的 该查的都被查过 还去过收容所 你应该清楚收容所是什么样的 不隐藏身份的话 又被送到救助站 我还得再把她接回来 你兄弟我是这种人吗 居然用这种眼光看我 太让我受伤了 秦浩无奈 我就先信了你 许青趁机提出上次吃烧烤的事 你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给你嫂子把身份解决了 三人吵吵闹闹 喝了一顿好酒 秦浩先行回去了 许青则蹭了王子俊的车 路上 许青询问王子俊 你家那些店铺 有没有不需要身份证就能干的职位 王子俊还以为 他是想给女朋友找个工作 这好办 打个招呼就行 不是的 就是以后可能有用 我那女朋友要是半证什么的 一直流浪也说不过去 有点能查到的经历更好办 王子俊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意思是 他两年前在我家电工做过 是吧 我回去研究一下 看看怎么操作 包在我身上 谁不希望得到一个这样的拥抱呢 哪怕是骗 都要骗到手吧 毕竟这样的妹子 抱在怀里是真的香 这天许青吃完饭回来 一打开门便看见江河坐在电脑前 他询问江河 我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江河侧身看向他 吃过了 也给你留了一点 放在厨房了 许青得意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竟然还学会留饭了 等下我饿了就吃 欣喜之余 许青甚至调侃启东瓜来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呀 江河见他憨憨的样子 凑上来闻了闻 随即竟然质问道 你又去喝酒了 而且还去了青楼 许青自己都懵了 连忙自己嗅了嗅 你怎么这么说呀 江河一脸嫌弃 你身上明明有一股香味 许青心头一紧 香味肯定是在王子俊那家伙车上蹭到的 自己可是良民 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从来不搞违法乱纪的事情 你小脑袋瓜里想什么呢 现在没有青楼了 那是违法的 会被抓起来的 卖身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哪天没钱了 把你卖出去 江河一愣 这个世界规矩好多呀 那当然了 要是没有了限制 卖干卖身都可能变成合法的交易 别看现在一副歌舞生平的样子 就真的处处太平了 有光明就会有黑暗 坏人永远不会少的 这话直接把江河吓坏了 这也太可怕了 还好少侠没有挖自己新单去卖 许青看他这副表情 沉默了片刻突然笑道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你很放松呀 虽然这是件好事 不过应有的警惕还是要保持 江河依旧沉浸在自己可怕的幻想里 无法自拔 许青一阵无语 这小妮子又在瞎想什么呢 算了 不理他了 许青起身 准备看看江河给自己留的饭台 许青走进厨房 这饭台看起来还挺不错 就是保鲜膜也包太多圈了吧 许青忍不住露出一抹微笑 回家还有人留饭的感觉 真好 就算不饿也得吃一些 不然他下次不给自己留了怎么办 吃完饭后 抱这个可爱的小和苗 真不知道抱在怀里会是什么感觉 许青想了想 突然开口询问道 上次你看到我吧 感觉他人怎么样 江河疑惑地扭过头 我不知道 许青装出一脸惆怅的样子 他就是一个老顽固 整天板着脸 有时候我就很羡慕别人家的爸爸 能融洽地一起吃饭散步 从小到大 他一次都没抱过我 我常常想他要是能给我一个拥抱就好了 可是从来没有过 我知道这是奢求 所以你能抱我一下 让我体验一下是什么感觉吗 这家伙演的 恐怕自己都信了吧 江河一脸认真地看着他 这怎么忽然和自己扯上关系了 见江河不说话 许青又继续说道 算了算了 毕竟你也不是他 虽然我只是想知道 拥抱是什么感觉 但是 不愿意就算了吧 江河呆呆地听完 又猛地转身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手指不自觉地用力攥紧了裤子 片刻后 江河忽然起身来到许青面前 这点小事 我帮你吧 他红着脸朝许青伸出双手 是 是这样吗 许青抬起头 看到他这副任军彩鞋的模样 直接伸手将他揽了过来 紧紧抱在了怀里 小东西 我就不信骗不到你 江河被他这动作吓了一条 下意识想推开他 可随即还是忍住了 只是手指用力地抓着他的衣服 两颗小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气氛一下子暧昧了起来 片刻后 江河小声询问 可以了吗 许青哪里肯就这么放过他 再等下 再抱会 江河都忍不住开始有些颤抖 可心里还在安慰自己 只是给少侠体验拥抱的感觉而已 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的 许青则是满脸得意的小 这小妮子整个人都暖暖的 头发上还有淡淡的洗发水香味 要不是怕吓到他 许青真想抱得再紧些 又过了片刻 许青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江河 他挠着头假装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多谢女侠 小江河吓得一阵手忙脚乱 红着脸连连摆手 不不用谢 举手之劳 许青则站起身 告诉他自己先去洗个澡 许青离开后 被骗去卖还帮着数钱的江河 竟然心里还想着 原来少侠平时 也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样轻松 这个笑得如此阳光明媚的妹子 是从唐朝穿越而来的 刚来的时候完全是生人物尽的状态 可现在 简直就是释放天性了 这天一早 小江河照常在练剑 一朝一世有模有样 毕竟他可是有能从四楼跳下来的功夫 许青在一旁偷偷录像 正好江河一套武术练完 两人打了个招呼 许青询问江河 你这个功夫 是不是能强身健体 他是怎么个强法 江河一愣 他就是强呀 你看 我就是比你壮很多 这一拳头下去 恐怕许青要哭很久吧 随即许青上网一搜 习武居然可以让腰和肾变得更强 这事可就大条了 许青当即就心动了 他扑通一声直接跪在江河面前说道 我想学功夫 江河被他这手操作整个一愣一愣的 许青连忙解释道 我觉得功夫这个东西吧 他是传统文化 就这么失传未免太可惜了 我要勤学苦练 争取成为一代高手 许青直接扎了的马步 是这么站没错吧 江河呆滞的点了点头 可仅仅十分钟过去 许青就站不住了 功夫虽然是个好东西 奈何有人不争气啊 江河在一旁啃着苹果 不能停下来 站起来继续 手要抬高 习武讲究全部离手 功夫都是一点一滴磨出来的 你要是想成为一代高手 许青直接打断江河 不不不 我不想啊 我只是想要强身健体而已 那你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等你能站到半个时辰的时候 我再教你打拳 那我学会了可以去雪地里 光着膀子打拳吗 听到许青这个问题 江河彻底懵了 你为什么要光着膀子去雪地里 你不冷吗 时间很快 这天江城的冬天第一场雪 也是许青第一次开始认真习武的日子 两人这天一起出门 准备去许青父母家吃饭 江河第一次踩在雪地里 开心的滑来滑去 当初刚才冷淡的不行 现在越来越活泼了 许青询问江河 好玩吗 江河小脚一灯滑出老远 接着又扭头笑着回应道 好玩 真的好玩哈哈 许青上去一把拉住他的手 好了 待会再玩吧 出租车师傅还在前面等着呢 片刻后 两人坐在出租车上 江河看着司机 这车夫看起来真轻松啊 不用在雪地里挨动 还不用自己拉车 只要坐着摇方向盘就行 他小声询问许青 我能不能做这个 许青解释给他听 开车需要学很多东西 光是我来教你根本不够 要是撞到人就更麻烦了 至少现在我不能让你学这个 这样啊 那你明明会开车 为什么没有车呢 因为我穷 不久后 两人下了车 许青交代江河 等一下见到我爸妈 你不要太紧张 这次过来就单纯吃吃饭聊聊天 你就是从这层山沟垢里 跑出来打工的 记住了没 江河连忙点了点头 两人向小区里走去 许青却突然看见一个身影 他一边兴奋地喊着情书 一边假装慌张地 让江河牵住自己的手 小江河只能乖乖拉住他的衣袖 然后在心中默念 只是假装的 我们轻轻白白问心无愧 秦叔扭头看向二人 你小子今天怎么来了 嘿 这不是带我女朋友回来 给我妈认识一下吗 随即许青向江河介绍秦叔 秦浩的老爹 江河连忙问候 您怎么开始养狗了 是啊 养俩月了 他叫熊爸 说着秦叔突然向许青招了招手 示意他过来 小青子 你有空叫教秦浩呗 你看他现在还没谈过呢 许青心头一笑 像个青才靠谱 你说的有道理 许青没开眼笑 见目标得逞 那你好好琢磨琢磨 我先走了 行 你快去吧 离开的许青 满脸的舍我其谁 帮好兄弟解决人生大事 我被一不容辞啊 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个妹子的战略 但绝对不能相信他的脑子 因为他是一个唐朝来的体憨憨 这天许青带江河回父母家吃饭 临上楼前 许青告诉江河 这老话说的好 戏一旦开唱 就算没人听 也一定要把他唱完 明白吗 江河摇了摇头 不明白 许青直接拉起他的手 意思就是我们不管是拉手还是什么的 这在男女朋友之间都是正常的 你不要老不自在的瞄我的手 还有等一下也别紧张 我妈和你聊天 你答不上来就敷衍一下 知道怎么敷衍吗 江河一脸茫然 看样子是完全不知道了 既然这样 许青忽悠小课堂就必须上线了 比如他要是问你 不是本地人吗 直接恩或者点头是低情商的表现 高情商的回复要说对 我是外地的 不是本地的 要顺着他的话说 先肯定再否定 江河直接听傻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那区别可大了 如果你只说恩或者点头 他肯定不满意 但如果你多回他两句 就会显得你很有诚意 继续第二个问题 他如果问你在做什么 你要怎么说 当然 你如果告诉他在打游戏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可以说 在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江河都听迷惑了 自己的事情 对 如果他在追问是什么事 你就说自己做的那些 学会了吗 江河一副放弃抵抗的样子 可能 大概 学废了吧 反正你到时候随机应变 有我在呢 你好好当个女朋友就行 片刻后 两人进了家门 老妈连忙出来招呼两人 许青直接介绍道 这就是我女朋友 江河 带过来给你瞧瞧 这位是我妈 你叫阿姨就好 江河乖巧的低头说道 阿姨好 老妈瞬间没开眼笑 你好你好 不用客气 饭还没好 你们先进去坐坐 于是许青便拉着江河 往客厅走去 在这之前先帮江河 把帽子和外套脱了 老许一出来便看见 二人这副暧昧的场景 许青扭头笑道 爸 扶了扶眼镜 呆滞地扔了一声 这两人看起来 还真像那么回事 连毛衣都是情侣款 趁着江河挂衣服的空荡 许青扭头 看着老爹一阵见笑 老许都被他这表情搞懵了 你乐啥呀 我开心啊 我有女朋友了 实际上 许青想的是 老头子研究了一辈子历史 现在就有个 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人 站在他面前 他却认不出来 然后这妮子 还是自己女朋友 这感觉 简直爽爆了 片刻后 三人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许青独自拿起一个橘子 包了起来 包好后又递给江河道 你就把这儿当自己家 来 吃个橘子 这个可甜了 说到这 许青猛然间想起了什么 他扭头看向老爹 我忘记买些水果什么的带过来 怎么说也是江河第一次来 老许懒得多说 不差你那个 就在这时 母亲在厨房喊道 饭做好了 亲子你过来盛饭 许青把江河带到洗手间 你进去洗个手 我先去帮我妈打饭 等江河洗完 从洗手间走出来 许青已经打好了饭 老妈连忙招呼江河过来坐下 江河莫名的有些感动 他应了一声 连忙朝餐桌跑去 刚坐下许青就递过来一碗饭和筷子 看着此刻在场这个画面 江河突然有些慌 吃饭不是就吃顿饭吗 怎么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见他愣着不动 许青夹起一块排骨放在他碗里 来 尝尝我妈做的排骨 超级香 老妈看着二人互动的样子 忍不住捅咕了一下老许 看看这俩娃 多般配 可没多久 老两口就呆住了 江河此刻已经干到第二碗了 这饭量 一个顶俩呀 吃完饭后 许青正在洗碗 老许走过来 让他洗完去自己书房一趟 而江河则在手忙脚乱地应付许青的老妈 老妈拍了拍沙发 示意江河坐下 别那么紧张 来 坐阿姨这儿 随即老妈假装埋怨了许青一句 这小子也真是的 他那女朋友还藏着掖着 对了 你们现在是一起住吧 小江河红着脸想了想 他们确实是住在一起 这也没说错吧 于是他轻轻轮了一声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早之前了 这样啊 那你家是哪的 不是江城的吧 小江河一愣 这问题我熟啊 江河十分自信地告诉他 对 我是外地的 不是江城的 这样啊 那你是哪的呀 是山沟沟里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憨憨的妹子 实际上却是忽悠的一把好手 直接把未来公公婆婆都忽悠瘪了 这天许清带着江河去父母家吃饭 许清被老许叫到书房质问 你这是想怎么样 你俩住一块这算什么事 许清也是无语 您别乱说 他只是借主 我们只是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老许哪里会相信 你当老子傻 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 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有没有想过以后 许清真想说现在只是假女友 能出个锤子的事 可他只能扯开话题 您就别担心了 把房租给我免了就行 其他的以后再说 老许依旧不依不饶 房租那个待会再说 我得先和你说这个同居 许清直接打断了老爹 爸呀 在这一方面 我肯定比你懂得多 老许气炸了 懂得多了不起啊 许清直接被赶了出来 房门喷的一声被狠狠关上 许清只能走向客厅 当他看见老妈和江河聊天时 才想起这下糟了 老妈问的越多 江河就越容易露出破绽 他连忙对老妈说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片刻后 两人穿戴好衣服帽子 向老妈告别后 还顺手提了一袋土豆回去 两人走后 老许这才走出书房 他询问老伴 那女孩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她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 老许懵了 你没问她吗 问了 她说她在做自己的事 老许忽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什么自己的事 就是自己的那些事啊 老妈实话实说 也没觉得哪里不对 老许只好换了个问题 她是哪里人 这城那边山沟沟里出来的 啥 老许猛地扭过头 什么山沟沟 就是这城那边 好家伙 一顿问话下来 对儿子女朋友的考核情况 除了没问出什么 什么都问出来了 老许气得一把拉开窗帘 所以说这次就被蹭了顿饭 然后把房租忽悠没了 啥也没问出来 他们就跑了 看着这对神忽悠侠侣 这混蛋 还连水果都没买 这特么和他自己回来有什么区别 很快 两人回到小区门口 许青询问江河 刚才吃饱了吗 要不回家再煮点面吃 不用 活饱了 现在吃的越来越少了 许青停下脚步笑道 这很正常 一个是你现在没怎么活动 消耗变小了 胃口也就变小了 再一个就是这边菜多 饭和菜搭配 就容易饱了 我觉得吧 你应该少吃点 不然吃成个小胖妞 轻功就废了 江河吓坏了 连声说着我以后少吃一点 许青这家伙又开始装好人 倒也不必 你不用特意饿着自己 反正你平时练武消耗也挺大 只要不是吃太多 应该问题不大 之后我买个体重秤 你就能随时看着调整了 什么体重秤 就是秤住那个 几个人把你抬起来 挂上大衬托 江河信以为真 吓得张大了嘴 见他这副表情 许青这才告诉他 逗你的呢 等买来你就知道了 毕竟这小妮子学得太快 现在不抓紧调戏一下 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江河正想说他什么 许青直接扯开话题 哎呀 出租车来了 我们该走了 回到家后 江河看着游戏背包里的道具 一阵惆怅 照这个速度下去 自己要什么时候才能还清钱 然后养活自己啊 他询问许青 少侠 有没有别的赚钱的方法 许青一愣 其实在网上赚钱的方法 数都数不清 不过要说适合江河的 一时之间还真说不上来 于是许青便告诉江河 你还是继续玩游戏吧 赚钱的事以后再说 等什么时候 真正有了感兴趣的东西 再决定也不迟 毕竟人生短短数十年 开心最重要 你来这里就是来享受的 听到这话 江河却显得有点忧愁 可我什么也没有 顿了顿他又询问道 那冬瓜呢 他也是来享受的吗 文言 许青看了看躺的 四氧八叉的冬瓜 我不是猫 所以不知道他的感受 但我很羡慕你 没有社会上那些 约定俗称的家锁 江河不太理解的男男 什么 家锁 就是 比如那个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对于这种话说一半的人 要是在唐朝 江河肯定一拳 把许青砸进土里 他气呼呼地 冲许青喊了 你不说我不是更不懂 许青懒得在解释 反正你以后会明白的 我先去洗澡了 许青走到浴室门口 许青变沉默了 江河忍不住询问 那第二种呢 回应他的 是浴室门猛然关上的声音 江河差点心态崩了 此刻他是真的想一拳 砸比这家伙 这是一个来自唐朝的 妹子的搜索记录 他问心有愧 又不想给人家当女朋友 所以想偷偷溜掉了 这天许青正在跟江河讲解 怎么通过游戏 挣更多的钱 游戏里的商人一般就两种 一种是垄断 凭借大量的资金 把所有资源 把控在自己手里 另一种就是利用信息差 我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中间就有信息差 你们那时代的达官贵人 就经常玩这一首 比如说有什么灾害的预兆时 他们就利用这种信息差 提前囤粮 然后再高价出售 让那些穷苦人家 卖房卖地卖女 借此垄断资源固化阶层 我甚至可以利用信息差 让你给我当暖房丫头 嘿嘿嘿 小江河吓坏了 立马摆出一副 凶神恶煞的样子喊着 我不当暖房丫头 可恶 你这个灯徒子 几乎要重新学习 一千年后的所有东西 光靠这样一点一点讲解 估计讲到孩子出来 都讲不明白 想到这 许青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猛地站起身说道 人文 你上网搜索一下人文 两人来到电脑前 江河用手写版搜索出来 人文 极重视人的文化 这个就是你缺的那部分 文学 绘画 音乐 戏剧 电影等等 这些都是人文的浓缩与表现 我找找有没有适合 你看的小说和电影 以后每天抽空和我一起看 江河正正地望着许青 是不是等我学会那些以后 就和你没有信息差了 对啊 不然呢 我现在和你说笑话 你都不懂那些狗 今天就别玩了 该去洗澡睡觉了 许青自顾自地说着 可江河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他突然抬起头问道 你不是想靠信息差 骗我当你女朋友吗 这话直接把许青 呛了个措手不及 许青一脸惊慌 你怎么知 呸 你怎么会这样想 江河只勾勾地盯着他 你没有吗 我感觉你问心有愧 许青直接插着腰脚便道 你这是污蔑 你这是毁人清白 赶紧洗澡去 闻言 江河只能乖乖起身去洗澡 许青也终于松了口气 没多久 浴室便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许青捏手捏脚地走向电脑 这妮子绝对有古怪 打开江河的搜索记录后 许青直接傻眼了 这家伙真特么问心有愧啊 普通男女天天朝夕相处 会有好感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打算偷溜是几个意思 还有这一大牌 许青能搜出个啥呀 没想到这妮子平时傻不愣登的 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原来全是眼的 许青服了 不给他搬个小金人真是可惜了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出来 却被许青的表情整得微微一愣 你这是什么表情 许青假装不在意 没有 没什么表情 夜里 江河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 心里却不太平静地想着 本来他都已经确定了 许青想骗他做女朋友 所以他应该巴布的自己越傻越好 但刚刚为什么又帮自己弥补认知差距呢 难道之前的一切 都是自己想多了 许青是真的单纯帮自己 第二天一早 许青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他刚摸索着接起电话 就听见秦浩咆哮的声音 你特么和我爸都说了啥 许青眼睛都没睁开 我说熊爸那个名字取得好啊 你继续装 相亲是怎么回事 许青笑了 笑妈了 什么相亲 可能看见我带女朋友回家 秦叔着急了吗 我呸 肯定是你小子 许青才不听他废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女朋友做了爱心早餐 先挂了 片刻后 许青哼着哥走出房门 一大早就枪耗子那家伙一顿 真是浑身舒爽 江河正好在练剑 你今天这么早 许青一脸认真 为了强肾 嘿 强身健体 这东西就要多练 于是 江河化身岩师 许青被收拾得哭爹喊娘 忍不住询问江河 你们这个功夫有没有那种 那种促成的功法 比如欲练神功挥刀自攻的邪教功法 或者双修之类的正道功法 江河惊呆了 什么 你想自攻 许青一扭头 不 我想双修 江河这下是又惊又怒又羞又闹 被许青这话吓坏了 他不好意思的侧过头说道 没有那种功法 可他的眼神分明是在说 有那种功法 见小心思被拆穿 江河恼羞成怒 有我也不会 这个人真是太讨厌了 或者对这个妹子来说 现代社会最方便的发明 应该就是这个猫眼了 因为如果门外是坏人 他就可以隔着门拿箭一桶就完事了 这天许青照例站桩时间到了之后 突然跑到洗手间站在镜子前 对着镜子捏自己的公二投机 可惜看起来什么变化也没有 许青有些茫然 捡到唐朝女侠 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应该是天命主角吗 先是偶遇女侠 睡一觉就学会绝世神功 然后和她一起劫富济贫 到处装披打脸 再顺手捣毁一两个邪恶组织 最后两人心意相通归隐山林 想到这 许青突然想起自己还有老爹老妈 归隐山林这事是不行了 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当个凡人的好 白天两人闲来无事 许青坐在沙发发呆 冬瓜一直在不停扒拉江河的书 许青看了看一旁的江河 最后还是忍不住提醒的 你那样躺着容易近视的 最好端坐起来 江河正在看长夜行 听到许青说话于是放下书 随即猛地坐起身 近视 是什么 就是眼睛看不清东西 需要戴眼镜才行 我记得我有一副瓶光镜 你等一下 我找找 片刻后 许青拿来一副装批专用的瓶光镜 来 你戴上体验一下 看江河一脸疑惑的样子 许青又指了指眼镜 记得我爸吗 他这儿戴的东西就是眼镜 说着许青一边拿起手机 趁着江河刚戴上的时候 咔嚓一下直接将他拍了下来 随即才将照片给他看 你看看 这样还挺好看的 说完 原本在看照片的许青 突然将视线转移到江河身上 看他戴着眼镜一副懵懂的样子 许青又心动了 又想抱抱这可爱的女侠了 他顿了顿才说道 我又想起我父亲了 江河没明白许青的意思 他歪着头寻问道 你父亲 怎么了 许青继续疯狂暗示 就那个 抱抱 我是说 二娘有没有让你感受过拥抱的感觉 江河也没多想 我们经常挤一起啊 冬天他会把我抱得紧紧的 很暖和很舒服 许青只能嗷一声回音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许青一看 居然是王子俊这狗大呼打来的 此刻王子俊正在自驾车上 他询问许青 你现在在家不 在啊 咋了 原来是上次关于江河兼职的事情 王子俊研究了一下 可以弄 就是有些资料需要江河签一下 今天他正好出来了 所以打算直接去许青家 没多久 许青家门就被人敲响 许青正要起身去开门 江河却抢先一步 趴在猫眼上看了起来 也不知为何 这妮子总喜欢去瞄猫眼 然而此刻江河想的确实 这个门洞的发明是真好 要是遇到坏人 可以直接拿着剑阁门一桶 透过猫眼 来的人江河也认识 正是狗大呼王子俊 一打开门 王子俊就吐槽着这天气冻死人 可当他看到开门的是一个妹子时 王子俊直接转身就走 他还以为自己走错门了 许青连忙将他拉了回来 你上次不是见过我女朋友吗 这就给忘了 没想到盛亏还会影响大脑记忆力啊 进门后 王子俊舒服地靠在沙发上 才终于感觉动兵的手脚活过来了 随即右翼有所指的野鱼呢 怪不得你小子天天不见人影 原来哥这玩金屋藏娇呢 许青生怕江河生气 连忙让他说正事 你这靠不靠谱的 别到时候被查出来露现了 弄巧成桌还不如不弄 放心吧 我这个绝对靠谱 你不就想弄个过往记录吗 推销小妹这个绝对性 这个只需要下班的时候 签一下卖了多少钱 统计完了一周发一次提偿 已经是最保险的兼职了 流动性大 位置边缘 没什么人认识 真要叫真拿这个表去查 也都能查到账目 许青这才满意的笑道 要的就是这个 越不起眼越好 有备无患 说不定以后就用上了 江河 许青喊了一声 来 把这个签了 这个妹子现在好慌 她刚才正在做饭 这个灯徒子竟然跑过来说她好看 搞得她现在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得不停 这天王子俊带着一份资料来到许青家 许青将劳动合同拿给江河让她签字 江河瞪大了眼 这是什么东西 许青只能解释道 放心 反正不是卖你的 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你前两年在这里做过事 不过这小妮子 万一没学过怎么写自己名字杂整 许青先写了一份 随即才对江河说 你看 这就是你的名字 照着这里写一遍 就是签字了 听到这话 王子俊都惊呆了 你等等 她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吗 许青笑了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这个嘛 说来就话长了 她一个人在外流浪了十几年 然后机缘巧合下被我捡了回来 你是不知道啊 她之前就只会留着鼻涕傻笑 别提有多惨了 江河听着她瞎说 手里的笔都差点捏断了 可惜有外人在 又不能打她 真是气死人 不知死活的许青则略带炫耀地对王子俊说 留下来吃顿饭吧 大冷天的还跑一趟 辛苦你了 王子俊答应了下来 于是许青便让江河今天多炒个菜 江河应了一声 熟练地扎上头发 然后走到厨房穿上围裙 王子俊都惊呆了 哎 这是 在家做呀 我还以为你说留下来吃 是在附近找个地方随便吃点的 王子俊羡慕不已 真好 我突然也想换个会做饭的女朋友了 许青也是无语 换就换呗 注意身体就行了 等吃饭时 王子俊无聊地走向电脑 说起来 我最近想配个新电脑 你有空帮我列个清单吧 那你会组装吗 要不我找朋友直接装好给你送过去 你到时候只要付钱就行 王子俊满口答应 却突然发现他这电脑全是繁体字 你最近真有点怪呀 青子 不过话说回来 你看这现实就是神奇 你这买不起的人偏偏什么都懂 许青随手将橘子塞进嘴里 当然了 我们穷人花时间学习 你们狗大户花钱买我们的时间 这就是 话说一半 许青突然愣住 过槽 不对啊 王子俊也同样白住了 连手里的橘子都掉在了地上 他满脸蒙圈地质问许青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按以前你就一句滚就完事了 我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们许家还有个弟弟叫许青安是吧 许青直接甩开他的手 去去去 你才吃错药了 不过自己确实大意了 他又不是江河 干嘛要解释得这么详细 他悠悠地叹了口气 只是因为这半年发生了太多 毕竟家里养了个唐朝人 谁能有这经历 王子俊却更懵了 你整片窝在家里待遇 能发生点啥 谈个女朋友就经历多了 我谈那么多也没啥呀 许青反问王子俊 你看过来自星星的他吗 王子俊一愣 啥玩意 你也有个傻逼教授 还是说你女朋友是外星人 许青微微一笑 我是说按你看这种剧的智商 我没办法和你解释 王子俊瞬间无语 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许青懒得再管他 直接起身朝厨房走去 我去看看我女朋友 需不需要帮忙 许青走到厨房门口 江河此刻正专心地洗着菜 时不时伸手撩一下 散在眼前的头发 许青舔着脸突然说道 你这样子真好看 还有一句他没敢说 真适合做老婆 江河被他整个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有些惊慌的怒斥道 你你你在说什么 你这个灯徒子 江河直接抄起菜刀 见江河一脸恼怒 许青转身就跑 我就是过来看看 你忙你忙 许青走后 江河气得切菜都用力了不少 狗东西 莫名其妙跑过来说我好看 这人到底想干嘛 不久后 三人坐在餐桌吃饭 王子俊还有些惊喜 这味道竟然意味得不错 许青笑得无比灿烂 那就多吃点 江河在一旁看着两人互动 总感觉怪怪的 这不就是家里来了客人 丈夫陪着闲聊 妻子做饭招待一样吗 这个妹子吓坏了 没想到她以为的 一直以来清清白白问心无愧 全都是假的 许青居然向她表白 还说要当舔狗舔她 这天许青留王子俊在家吃饭 王子俊吃完走后 江河回到餐桌收拾碗筷 许青在她身后突然想起什么 于是接过江河手里的碗盒盘子说道 你做菜也该累了 歇一歇吧 碗让我来洗 顺便有点适合你说一下 随即许青便一边洗碗一边讲述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凭空出现的唐朝人了 我们现在先来捋一下你的身份 在许青构思的江河的过去中 江河自小失去了父母 只能在这城山沟沟那边到处流浪 16岁那年 她被朋友带到了江城 然后一直留在这里打零工 直到有一天 江河遇到了一名叫做许青的好心人 两人相识后 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在相处过程中 他们毫无意外地互相产生了好感 于是我 懵懵懂懂的爱情开始了 他们在爱河中畅游 也产生了伟大的爱情 爱情使人盲目 也使人充满斗志 在成为男女朋友后 许青开始试着帮江河找寻她的父母 但是却没有任何结果 后来在许青的劝说下 江河终于搬到许青家 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就这样 许青和江河的故事落下了帷幕 许青觉得 这样的构思非常合理 因为如果江河不是她的女朋友的话 她不可能这么费心费力地帮江河 这样不符合逻辑 因为只有爱情才会让人这么盲目 让人变得这么伟大 明白了吗 许青突然地靠近 让江河吓了一条 她有些呆滞地回答道 您明白了 是伟大的爱情 说话间 许青竟然将手伸向江河 接着在江河错愕的目光中 替她捋了捋头发 动作缓慢而温柔 完事后又缓缓收了回去 知道自己这动作太过暧昧 许青只能红着脸扯开话题 等你彻底熟悉了这里的现代生活 我们再去找官差 说我们打算结婚后 才发现必须解决身份的问题 所以才拖到现在才来办 只要坐实了这个经历 潜移默化地让周围人都熟悉 你就成功了 许青自顾自地说着 江河却慢慢捏紧了拳头 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质问道 你刚刚是在调戏我吗 江河目露凶光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心跳有点快 在以往 这明明是动手前才会出现的反应 许青吓坏了 连连摆手称这不是调戏 自己没有 她冷汗直冒地解释道 你看 我们两个现在是男女朋友 你头发乱了我帮你弄一下 这是很正常的 江河据理力争 可是我们是假的 你是恩人 不能对我动手动脚的 许青更慌了 我不动我不动 你先把拳头松开好吗 江河就这么看着她 许青一阵头大 真是大意了 刚才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爪子呢 她沉默了片刻 脑袋都差点转烧了 最终她还是告诉江河 好吧 我坦白 我是有预谋的 江河一愣 总感觉接下来要出事 许青又继续说道 你看哈 我们两个同在一个屋檐下好几个月 不是有个词叫日久生情吗 我很自然的会对你产生好感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变成了喜欢 毕竟喜欢上一个人这种事 很正常对吧 江河听懵了 你是说 你对我产生了好感 对啊 我现在就是喜欢你 听到这话 江河也吓坏了 那 你可以不喜欢吗 我们清清白白问心无愧 你这样 这样就不对了 许青也懵了 难道在唐朝你已经结婚了 江河小声回道 这个倒没有 那哪里不对了 我未婚你未嫁 我光明正大的喜欢你 你拒绝我 然后我还要继续帮你 这就叫舔狗 让我舔 我就养你一辈子 江河脸烫得像烧开的水 激动的喊着不行 不许舔 你敢碰我 我就打你 说完他沉默了片刻 接着猛的站起身又说道 不行 我要离开 不过 你的恩情 许青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之间的恩情早就两情了 这半年来 我教你熟悉这里 你也教了我功夫 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只要你想 随时可以走 不过走之前 你再教我一套拳 我帮你租个其他住宠 等价交换各区所需 怎么样 江河声音也冷静了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喜欢你啊 感情这东西是不受控制的 喜欢就是喜欢 和恩情无关 你说我对你有恩 所以就不能喜欢 这不合理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这个不喜欢 应该是不喜欢我长得帅 不喜欢我天天窝在家里 或者干脆就是对我没感觉 这些理由都可以 唯独不能因为我帮过你 所以就不能喜欢 这不公平 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 江河扭过头还想争论 许青直接打断了 别说了 你二娘说的不能以身相许 那是建立在没有感情的前提下 你在这里总要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凭什么我就不行 江河忍不住开口道 我没有说你不行 许青一愣 那你走什么 江河报警了自己 因为你说要舔我 许青惊呆了 彻底的呆住了 我只是说我要对你好 不是真的要舔你 我还怕被你打呢 说完许青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他拍了拍沙发说道 你坐过来 我再和你说道说道 关于我喜欢你这回事 江河直接拒绝了 他知道虽然许青说的有道理 但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肯定是有哪里不对 女孩子如何说出最硬气的话 你可以对我有好感 但你不能舔我 小江河面对许青突如其来的告白 他只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思考着要不要离开 可他自己也不知道 要离开这里 是因为自己问心有愧吗 明明许青是自己的恩怨 可是 可是自己却对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江河想着想着突然一愣 是啊 自己为什么要认为这样不对 许青此刻也是靠在沙发上 抱着冬瓜等待江河思考的结果 是留下还是离开 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一下午了 大概率是决定离开吧 许青悠悠地叹了口气 简直就是悲伤逆流成河 我的命好苦啊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开门走了出来 大不留心地走到客厅 整个许青心跳也跟着加快了 江河没有选择直接离开 他站在许青不远处 先是一脸嫌弃地瞄了许青一眼 接着又心虚地快速扭过头 那小表情简直了 随即江河竟直接走进厨房 许青见此 惊讶地猛然站起身 吓得冬瓜连忙跳了下来 许青笑了 笑得阳光明媚春光灿烂 还有一丝奸计得逞的快乐 他来到厨房门口轻声询问道 想通了 江河洗着西红柿 想了想才说道 你之前说的确实很有道路 恩情是恩情 是两回事 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 说到这 他猛地扭头看向许青 眼神还带着一丝警告 所以你可以对我有好感 但是你不能舔我 也不能做任何愉悦之举 比如上次那个 说着江河履了履头发 意思在明显不过 许青连忙答应 好好好 我不做了不做了 闻言 江河这才继续说道 现在一走了之会辜负你的恩情 等我努力还清后 再 日后再说 江河说的耳根都红了 许青却一脸邪恶的询问 日后再说吗 对 日后再说 随即 江河便开始专心做晚饭 可他始终无法集中注意力 因为许青这家伙 就这么靠在门边一直盯着他看 你怎么还在这儿 许青想了想 我就是有一点疑惑 你能分得清感激和喜欢吗 我怕你弄魂了 如果只是心怀感激 却被你误荡成喜欢 那和我骗你也没什么区别 听完 江河瞬间像被踩到尾巴的小猫 他着急的大喊道 我我我我没有喜欢你 我没有 许青直接捂住耳朵 行行行 你没有 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这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做费心虚 可江河确实是分不清 什么是感激 什么是喜欢 见他这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许青直接上前 你别动 我来做一个测试 先说好 你不要打我 也不要说什么离开 见江河点头 许青突然伸出手 一把将江河抱在了怀里 贪婪地呼吸着这个呆妹子的香味 江河感觉自己都快呼吸不过来 小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 完全不够用的脑子也开始变得迷 两久 许青才放开了江河 他一脸认真地告诉江河 如果是喜欢的话 心脏就会跳得很快 我现在 心脏就跳得很快哦 闻言 江河不知是没有反应 还是在强迫自己假装没有反应 沉默了片刻后 江河转过身材说道 测试完了就快出去 不要影响我做饭 许青一口答应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临走时他还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河的背影 他心里清楚 如果江河不喜欢自己的话 刚才早就躲开了 怎么会任由自己抱着 许青走后 江河也终于憋不住了 他害羞地捂着自己的脸 心想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自己竟然真的喜欢他 不久后 江河炒好菜端上桌 又转身去盛饭 许青看着这个假装不在意的小妮子 他心里清楚 感情的事其实还在次要 帮他快些认识人文才是重中之重 现在的江河还缺了一点东西 他现在还不会笑 只有看到个别在他理解范围内的东西 他才会展露笑容 但如今随处可见的娱乐方式 对他来说却是很难理解的存在 或许他可以从看戏剧片开始学起 许青将许久没用的电视插头插上 我找了一部电影 我们一起看吧 很快 两人就一边吃饭一边看起了电视 许青被逗得哈哈大笑 可江河却安静地干着饭 脸上毫无波动 看来他果然还是无法理解 许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让一个从一千多年前来的古人融入现代 果然没那么容易 不过 谁叫自己喜欢他呢 男孩子在家睡觉一定要锁好门 不然谁也不知道 大半夜会窜进来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妹子还好 万一是别的就完蛋了 这天晚上 江河正在打游戏刷副本 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啪哒啪哒地操作着 许青则坐在沙发 时不时看他一眼 这唐朝少女打游戏 看起来还挺和谐的嘛 片刻后 许青无聊地站起身说道 我先去睡觉了女侠 晚安 江河扭过头 晚安许青 看着许青一步一步走进自己房间 江河感觉自己心里还是乱乱的 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面对他 很快 半个多钟过去 江河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许青已经睡着 江河突然缓缓推开了他的房门 见没有动静 江河猛地窜了进去 这画面 怪不得当初保安诏书那么害怕 片刻后 江河从床边探出脑袋 许青依旧在熟睡 丝毫不知道此刻有人正盯着自己 江河就这么看着许青 不知道在想什么 直到过了许久 江河才关上门离去 也不知道这期间偷摸做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 两人同时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许青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 却发现他竟然有黑眼圈 你昨晚没睡好吗 怎么看上去有点疲惫 他直接扭过头搪塞到 昨晚睡得有点晚 然而实际上 他昨晚一夜都没睡 两人吃完早餐后 许青提出今天两人一起去逛街 带他去体验一下世界上那些美好的事情 不久后 两人穿戴好出门 许青突然微微一笑 江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询问 这就是美好的事情吗 那当然了 牵手这件事就是很美好的 能感受到心在砰砰跳 你呢 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江河目光淡然 我没有 文言 许青直接用小拇指在他手心挠了挠 顿时江河像被踩到尾巴的小猫 直接将手抽开了 许青笑了 这就是他说的没感觉吗 他再次握住江河的手说道 来 手给我 刚刚只是在做示范 迎着朝阳 两人手牵着手 准备去感受那些美好的事情 或者说其实是许青 再手把手叫女朋友谈恋爱 两人坐上520路公交车 江河询问许青要去哪里 许青又开始玩梗 我们去码头整点薯条 见江河一脸茫然 许青这才解释道 就是去体验生活 你好好跟着我就行 下了车 许青一边说着 江河一边跟着 他感觉自己什么也不用管 什么也不用想 许青就会安排好一切 这种感觉 他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说不上好与不好 就是感觉很舒服 不久后两人来到一个电子城 小江河像刚进城的孩子一样 四处张望 还时不时发出一阵阵惊态 这就是专门卖电脑的地方吗 许青笑了笑 差不多吧 有买的有卖的还有修的 随即两人来到一处 祖传修电脑的档口前 老板看到许青连忙打了个招呼 青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许青带着江河一屁股坐下 我过来配电脑 照着两万多的价格配 机箱最好骚气一点的 接着他写下一个地址和电话 你越快越好 今天能搞定的话 你下班就联系一下这个号码 给他送过去 完事后 许青便带着江河离开了 这牵着手傻笑的样子 让老板都有些忍不住想吐槽了 叫一个唐朝来的侄女 学撒娇是什么体验 许青学着平日里那些女孩的样子 跺脚撒娇 江河只感觉世界观都崩塌了 还有一丝恶心肝偶的感觉 这天许青带江河出来逛街约会 两人来到一个广场 许青告诉江河 记住我们现在的位置 看见那里的雕像了吗 我们走到那边有个十字路口 过了马路再往左继续走 就到了你以前工作过的地方 这是一个酒吧 大概两年前 你在这里卖酒 江河一愣 两年前我不是还在唐朝的山沟沟里吗 下一秒江河才突然想起来 这是许青给自己编造的在这个世界的过去 见词许青又问道 记住了没 让你一个人过来能找到这里吗 江河点了点头 我记得刚刚走过的路线 随即他又指了指这个酒吧说道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许青猛然一正 拉起江河直接就走 不许看 有好奇心是好事 不过这种地方的好奇心还是免了 江河虽然有点懵 但还是听话的跟着许青离开了 两人一路向前走着 眼看就到饭点了 许青询问江河饿了没 带你去吃自助烤肉怎么样 没多久 许青就已经烤上了五花肉 肉片在炭火的温度下 冒着油滋滋作响 江河趴在桌上细细打量着烤肉 我还是更喜欢煮的 那个扔进去就行了 不用像这个一直需要操作 许青笑着解释道 相同的食材不同的吃法 这也是一种乐趣 说着他夹起一块 放进江河的碗里 你要试着去享受它 不要只为了填饱肚子 你看外面这么冷 而我们却能在暖和的屋子里烤肉吃 这就叫享受生活 和牵手一样 都是一种体验 在温饱得到满足后 就要去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了 许久后 江河终于停下了筷子 许青这才询问他吃饱没 江河摸了摸小肚子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询问许青 我还能再吃的蛋糕吗 这羞涩的小模样 看得许青一阵心愿一马 他猛地站起身 好 我去帮你拿 江河本想说自己去就行 可许青瞬间就跑没影了 片刻后 许青哼着取拿了两个蛋糕回来 江河小心翼翼地挖起一小块 缓缓放进嘴里 感受着舌尖上的香甜 江河不禁想到 这就是许青说的满足吗 许青则在一旁等着江河 忽然他看见面前的桌上摆放的毛绒玩具 这是商家举办的光盘行动 全部吃完就能领一只 许青指着公仔询问江河 你想不想要那个 只要把盘里的食物吃完就能免费领悟 江河一愣 这么好 脸上的表情摆明是想要 果然 不管是一千年前还是一千年后 女孩子对这种毛绒玩具都没多大抵抗力 许青想象着江河抱着公仔的画面 肯定很萌 他带着江河来到这堆公仔面前说道 选一个带走吧 女孩子果然都喜欢这种可爱的 江河只想说 免费的东西谁不喜欢 打量了一会后 江河指着一个小熊 我要这个 这个颜色像冬瓜 可怜的冬瓜被扔在家里 无聊的想骂人 结完账后 两人走出餐厅 江河抱在小熊公仔 这个熊有什么用啊 他可爱啊 软软的 你晚上睡觉可以抱着他 说着许青突然扭过头一脸邪恶 你把他当成我抱着 也不是不可以 江河瞬间眼神变得凶残 直接将小熊扯变形了 把他当成你确实挺不错的 随即两人一路闲逛 按照约会的安排 逛街吃饭都完成了 接下来应该去看电影了 于是许青告诉江河 电影院离这边有点远 我们走过去正好 既省钱又住消化 江河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见他如此听话乖巧 许青忍不住 吐槽起王子俊的那些女朋友 换成他们 现在肯定会跺脚撒娇 说自己走不动 江河没明白他的意思 傻傻地询问道 他女朋友腿有问题吗 许青这才想起 江河还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便学着那些女孩的样子 跺着脚撒起娇来 哎呀 人家走不动了 江河人都骂了 你要不要也是 话未说完 许青就看见江河目视红光 用力扯着小熊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许青当即就怂了 爷 女侠 我开玩笑的 这个男人是个渣男 他竟然光明正大地告诉人家妹子 我以后可能会骗你 但你就算知道了 以后也不能打我 无奈这个妹子早已陷入他的温柔陷阱 根本无法自拔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出去约会 两人来到电影院 许青在机器取票 江河则在一旁东张西望 他还是有些想不通 这电影我们在家不是也可以看吗 许青摆了摆手 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是在约会 而且在家看和在这里看的感受也不一样 你在家看电影太严肃了 跟做任务似的 这本应该试一下 让人感到放松的娱乐活动 待会儿我们会坐在一个黑乎乎的大屋子里 看电影的过程最好保持安静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就等看完我们出来了再说 江河乖巧的点了点头 突然 许青脸色变得无比认真 对了 问你个严肃的问题 看电影时我可以拉你的手吗 江河瞬间无语了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自己的手又粗糙又不好看 有什么好摸的 这家伙为什么这么喜欢 突然 江河想起许青念过的一首诗 灯徒子 灯徒子的妻子很丑 但灯徒子却很喜欢他 还跟妻子生了五个孩子 江河瞬间头皮发麻 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 这家伙 就是那个灯徒子 明明自己的手那么难看那么粗糙 他还很喜欢 这不是灯徒子是什么 想到这 江河狠狠一拳砸在怀里的小熊公仔上 接着死死的盯着许青 你刚才说什么 许青吓坏了 连声道没什么没什么 真是想不通 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会这么暴力 许青小心翼翼的凑了过去 我说 你不会哪天忍不住真打我一顿吧 江河用力扯着小熊 但还是告诉他不会 说完 江河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满脸期待的告诉许青 要不你快点学会武艺吧 这样我们两个就可以切磋一下了 许青吓得连连白手 这个大可不必 快捡票了 我们还是快点进去吧 说着许青连忙拉起江河 生怕他在说什么切磋 很快 两人便走进了电影厅 许青告诉江河 这个叫爆米花 一般在放电影的时候边看边吃的 随着电影开始放营 江河竟然渐渐看得入了神 就在这时 许青突然伸手想握住江河的手 江河吓了一跳 连忙将手抽开 许青只能小声地祈求道 就牵一小会儿呗 江河惊恐地张大了嘴 自己手上那么多茧子 一点也不好摸 他还一直想牵 分明就是一个灯谱子 江河仿佛已经听见 这家伙甜不知耻地让自己生五个 生五个 这三个字像魔咒一般 就快要将自己团团包围 一辈子也逃不掉了 许青看着他如此紧张的样子 完全想不到他在害怕什么 又不是没牵过手 两个钟后 电影终于散场 两人走出放映厅 江河突然询问许青 你很喜欢我的手吗 许青挠着脸有些尴尬 这应该算是吧 实际上许青可不是手控 他不是只想拉拉手 而是怕干别的会背走 江河文言 又羞又无奈地扭过头 但还是伸出了手 那就给你牵着吧 许青只知道 他这是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 却不知道这意味着 他接受了五个 两人就这么牵着手走出电影院 对了 刚才的电影好看吗 江河微微点头 许青悠悠地抬头望向天空 对于目前的你来说 看电影是最好的提升方法 眼界决定思想的高度 等你见识的多了 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了 我一直在想办法 帮你提高认知 建立现代的三观 也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可这个过程好漫长啊 要等你学会独立生存 懂得人情世故 实在是太久了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可能偶尔会骗骗你 你就算知道了 也不要打我行不行 江河红着脸一阵支支吾吾 这算什么吗 他要骗我啥 我要怎么回答呀 这个妹子吓坏了 可惊慌之中仿佛还有一丝丝的期待 因为这个男人告诉他 要把他骗到床上去 这天两人看完电影出来 许清询问江河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你变傻了 江河一愣 我变傻了 对呀 刚来的时候 你就像个小野猫一样 你老是浑身炸毛 动不动呲牙咧嘴朝我拔剑 后面几个月你慢慢收敛起来 把戒备藏在内心 表面若无其事 但私底下还是会怀疑和查着 直到最近 好像是我说喜欢你那天之后 你就变成呆呆的 我说什么信什么 所以我觉得 现在就算要骗你亲一下 好像也不是什么男士 听到这里 江河瞬间脑袋刮一片混乱 她也感觉好像真的是这样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连手指都开始不自觉地用力 许清连忙解释 其实这也很正常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没有脑子 尤其是第一次恋爱的 许清话未说完 江河就恼怒地打断道 我没有 是你说 说体验一下什么美好 我不体验了 江河越说越激动 手掌越来越用力 许清感觉眼泪都快下来了 连声喊着痛痛痛 江河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将手松开 片刻后 两人继续往前走 许清也表示 我不会催你 等你什么时候想承认再承认吧 你现在这样也许不是因为喜欢我 也有可能是你对我产生了依赖 就像你对二娘一样 江河低着头目光有些愣神的难难着 也许是吧 等回去之后你再好好想想 你得自己学会分清楚喜欢和感激 你再那样傻乎乎的 我怕哪天忍不住把你骗到床上去 江河又又又吓坏了 什么床 床上 是啊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保不及哪天就一冲动 把你骗着吃干抹尽了 江河脑袋瓜明显已经彻底乱了 但他还是支支吾吾的质问道 那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骗人这种事还有提前通知的 许清就这么深情的看着他 因为 我喜欢你啊 面对许清这么直白且温柔的告白 江河似乎感觉心里某个地方被深深的触动 许清再次握上江河的手 走 上车吧 两人坐在后座 江河侧身看着窗外 许清则正正的看着前方 突然 江河询问道 你手还痛不痛 许清傻笑了一声 好多了 你下次可以稍微轻一点吗 闻言 江河瞬间又小炸猫 这家伙这么快就想着下次了 不久后 两人回到家 冬瓜直接躺在了许清脚下 接着一把抱住他的脚 撒着娇想要吃饭 许清拿起一旁的猫粮逗了逗冬瓜 随即才倒给他吃 看着冬瓜认真干饭的样子 许清再次陷入沉思 他知道 江河现在对感情的事根本一窍不通 可能也就刚达到自己小学五年级的水准 当时一个小女孩拿着一瓶幸运心想送给许清 许清瞥了一眼那瓶子 一脸嫌弃的告诉人家 我觉得还是干脆面里的108好汉贴纸比较好 现在想想真是套蛋 往事不堪回首啊 想到这 许清站起身走向电脑 想要江河对感情方面开窍 就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 什么风吹雨打五百年 什么我想和你在一起 还有相望于江湖 只要是爱情天 通通给他下载下来 这一下在 许清直接干到了天黑 直到肚子发出一阵咕咕声 他才意识到有些太入迷 时间都到8点半了 这时 许清突然想起 今晚的饭吗 还有江河人吗 这对小情侣是真会忽悠 明明只是在家打游戏当代恋 却硬生生吹成高薪技术人员 整得老头子一愣一愣的 还以为这妹子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这天许清带江河出去约会回来 江河竟然一觉睡到8点多 连饭都忘了出来做 许清连忙敲响了他的房门 片刻后 江河穿着睡衣打开门 呆呆地看着许清 许清连忙寻问道 你一直在睡觉吗 对 我睡了一会 许清见他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直接伸手摸向他的额头 江河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但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伸向自己的额头 沉吟了片刻 江河才红着脸告诉他 我没事 这就去做饭 许清有些疑惑 这体温正常也没发烧啊 可当他看到江河捂着肚子才想到 江河是女生 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身体不舒服 想到这 许清直接转身去给江河倒水 你别做了 先谢谢吧 多喝点热水 听说可以缓解那什么 随即许清又指了指厨房 想吃面吗 我去煮两碗 江河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 没多久 两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煮好了 许清掏出一颗包好的蒜询问江河 大蒜要吗 江河瞬间一副渴望的眼神 我要 正所谓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我爱吃大蒜 小河苗超棒 随即 江河捧七碗 吸溜了一口面汤 瞬间一股满足的情绪蔓延开来 小江河只感觉浑身都舒坦了 没多久 江河就吃完了 许清告诉他 等会儿往我来洗 你就继续歇着 就在这时 许清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 顿时王子俊的声音传了出来 原来王子俊已经收到电脑 跑了个风嘎嘎猫 江河则坐在电脑前 偷偷看了一眼许清的背影 接着快速在电脑的手写板上写道 依赖和喜欢 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许清他妈说道 那小子等会来了 你就试探一下 看他是不是没什么钱了 趁现在赶紧去找个正经工作还不算晚 许清老妈则是叹了口气 想着上次跟江河聊的还挺好的 就是啥都没聊出来 这次要把关系拉近点 就在这时 许清带着江河来了 江河拎着一袋东西怯生生的说道 叔叔阿姨好 许清他妈连忙牵过江河的手 哎呀你好你好 过来一趟带什么东西吗 许清一边脱着外套一边喊道 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让江河帮你吧 他做饭可好吃了 客有天赋 老许在一旁听得都起鸡皮疙瘩 这小子又在臭显摆 老妈开心的笑了笑 不用不用 你们等着吃饭就行了 那我们就去看电视了 说着许清帮江河脱下外套 片刻后 老许突然往旁边瞥了眼 见许清正跟江河有说有笑的样子 真是怎么看怎么来起 他亲了清嗓子询问道 江河在做什么工作呢 上次什么也没问出来 这次我要亲自问 江河想起刚才要来的时候 许清告诉过他 这次回家肯定没办法 像上次那样糊弄过去 所以如果我爸妈问起来 你就这样回答 想到这 江河一个主筒道都背得起来 我在座通过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微处理系统 连接调制解调器到服务器 和其他信息网络使用者 进行高速信息调换的活动 老许一下子听懵了 但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还是称赞道 挺好的 比这小子强 虽然自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工作 但听起来很专业 许清也偷偷给江河竖了个大拇指 那是那是 辛苦的不行 文言 老许顺势接过话茬 很辛苦吗 那平时主要做些什么 江河又接着背诵起来 就是用结构的一组数字键和字母键 配合显示系统 纵横坐标定位指示器 通过程序的处理和转换 完成与其他使用者的交互 老许又又又懵了 虽然还是听不懂 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这小子有这样的女朋友 是走了什么狗屎域 在老许的视角里 江河俨然一副博大精深的样子 若是他知道 这就是游戏商人的意思 恐怕要直接吐血三声了 此刻老许也不好再问什么 只能瞪着许青出气 你说你进个事业单位也好啊 现在搞那个破视频 朝不保夕的 你能吃一食 你能吃一辈子吗 许青毫不在意的往后依靠 我为什么要吃一辈子 那你想怎么的 许青又开始胡说八道 我要开工作室 做大做强 成立公司 最后融资上市 到时候我就是上市老总 你就是老总他爸 富一代他爹 备有面 老许心头的怒火眼看 就要按捺不住 你这混小子 把你爹当傻子是吧 我特么抽死 说到这 老许突然想起一旁 还有个未来儿媳 只能硬生生将怒火压了下去 悠悠地叹了口气 许青也是无奈地安慰老爹 这人呢 各有各的命 老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说着许青突然想起一个东西 我记得我妈以前 有拿我的生辰八字去给人看 人家老头说什么来着 还给留了张纸 说着许青走向一个房间 没多久便掏出来一张红铁 看 七杀十压三宫 喜酒色而偏真好动 爱轩昂而扶若七强 老爸你看 这就是命 抢求不来的 事业担价真不适合我 说着许青还掏出手机 给这红铁拍了照片 老许满脸疑惑 你拍他干什么 记下来呗 到时候带我女朋友 找人和一下八字 他信这个 江河在一旁很想说 我才不信呢 这个妹子五行缺土 所以每天出门 都带着一个土豆当户生死 男朋友的父母都惊呆了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是为了防止他 哪天忽然就回到一千年前了 这天许青又带着江河 来家里蹭饭 老许又在催促许青找工作 许青直接掏出 小时候算命给的红铁 告诉老爹自己不适合单位 这是命中注定的 老许也是无语 这种糊弄人的你也信 人家是看出来 你差点变成小混混 才简直好听的说 什么喝酒好豆 最后还不是被我打服了 许青连忙叫停 生怕老爹再爆出什么料来 我那不是被你打服 是我到了年纪 自己改了而已 谁还没对中二的时候呢 这父子俩真是谁也劝不了谁 空气中全是亲情的火药味 好在这时 许青的老妈制止了两人 你们爷俩都给我歇歇 你也真是的 吵架也不分场合 人姑娘还在这呢 老许气得不轻 抱着书转身就跑进了书房 片刻后 老妈回去做饭 客厅只剩江河和许青 许青突然拿起一片橘子 来张嘴 江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许青将橘子塞进了嘴里 接着许青才笑着夸道 刚刚发挥的不错 许青闲来无事 又抓起江河的手研究了起来 这手明明和普通女孩差不多 怎么手筋就那么大呢 难道真是内力 江河红着脸人由他摆布 心里却想着他怎么总是喜欢摆弄我的手 手有什么好玩的 想到这 江河忍着羞一抿了拧嘴 一把抓过许青的手说道 你的手也给我看看 这手确实比自己的大了点 指甲也干干净净的 手心很厚实 所以 手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江河始终想不通这个问题 许青见他如此认真的样子 忍不住询问道 难道你会看手下 江河想被踩到尾巴的小猫 连忙甩开许青的手 我不会 见无事可做 许青又溜达进厨房 他告诉老妈 快年底了 我想带着江河来这边一起过年 老妈一愣 一起过年 他不回家吗 我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 他孤零零一个人 哪来的家 听到这话 老妈突然停下了炒菜的手 有头直勾勾的看着许青 你上次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不是啊 老妈沉默了片刻 关上火后才说道 那就带过来一起过年吧 对了 你现在养个女朋友 钱够花吗 许青非常拾去的地上盘子 够的够的 这个不用担心 你和我爸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很快 酒足饭饱后 许青便准备带江河回去了 可就在这时 江河口袋里的土豆突然掉了出来 这土豆咚的一声落在地上 接着咕噜咕噜滚到了老妈脚边 老妈一头雾水的捡了起来 这 怎么口袋里装了个土豆啊 许青连忙上前拿过土豆 一边笑着解释道 江河他五行缺土 带这个相当于不身服 你看 土豆里有个土字 不然真放一把土吗 那得多脏啊 总不能说这是防着他哪天 忽然回到一千年前吧 老妈突然灵光一闪 那下次你们来的时候炒土豆吃 吃到肚子里应该更有用 许青连忙答应 好 他最喜欢吃土豆了 江河在一旁完全是蒙圈的状态 足足过了好几秒 他才后知后觉的缓过神来 连忙弯腰谢谢阿姨 谁知头低得太快 帽子没跟上 弯下腰后帽子才啪大一下盖在了他头上 紧张的江河顿时就被吓到了 许青连忙安抚他 老妈看着他这紧张的样子 想起当初自己见许青奶奶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这样 随即 两人便向老爹老妈告别了 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老妈十分安慰地想着 这俩娃在一起还挺合适的 希望以后不要闹什么矛盾就好了 这个妹子的撒娇方式有多特别 面对男友的调戏 她竟然一头撞在男朋友的肚子上 将男友撞得差点魂都飞了 这天许青跟江河从父母家吃完饭出来 两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 江河突然询问许青 你说 什么是喜欢 喜欢就是不由自主地想对一个人亲近 想战友他和为他付出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好吃的蛋糕 就想花钱把它买下来 让他变成你的 这就是最简单的喜欢 江河愣了愣 那 如果我买不起呢 买不起就努力挣钱 让自己买得起 这个努力的过程 也是一种付出 喜欢这件事情 战友和付出是对抖的 只想战友而不想付出 根本不是喜欢 但如果努力以后还买不起 也绝对不能去偷去抢 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是最让人不齿的做法 说到这 许青常常的输一口气 他停下脚步继续说道 因为喜欢你 所以我不想骗你 你自己好好考虑 不喜欢就离开 我尊重你的所有选择 只想付出不想战友 这就叫舔你 当然 不是真的那个舔你 江河想了想 我觉得你这句话就是在骗我 肯定没你说的这么简单 这家伙要是不想战友 怎么会天天摸自己的手 许青也是直接戳创了江河 有时候甘愿被骗 也是一种喜欢 江河满脸恼怒 我没有 我没喜欢 许青顿时得意的笑 我可没说你喜欢我 我只是在谈论喜欢这件事 江河顿时哑口无言 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能假装生气的扭过头去 不再大理许青 他其实也很疑惑 如果这就是喜欢 那他喜欢自己的手 自己又喜欢他哪里呢 帮自己吹头发 絮絮叨叨解答自己的问题 帮自己烤肉 煮面给自己吃 还是说 自己喜欢被他牵着 江河脑海中 仿佛突然被打开的一扇门 他再次询问许青 爱情是什么 许青显然愣了愣 这小妮子开窍了 怎么最近一直问这种问题 他扭过头告诉江河 两个人慢慢互相了解 达到心灵上的统一 这就是爱情 江河低着头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 那会有什么感觉 许青直接凑上来 指着自己的脸 你亲我一口 就能体会到了 要不要试试 江河红着脸反问道 你觉得我会信吗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被骗了 就在这时 一辆车停在二人面前 走吧 回家了 没多久 两人回到家 许青打开灯脱下围巾 想着今天出去了一天 得赶快在睡觉前 把今日份的视频剪完 片刻后 江河穿着拖鞋走到许青身边 一屁股坐了下来 他拿起一颗苹果突然询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哪天我忽然回去了呢 许青猛的一震 其实他一直都在强迫 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 可既然江河问了 他也只能笑着说道 那等回去了 你就发了 只要能种出来土 要是功劳不被抢 你应该就能名垂轻视 捞个官职当地主老财 江河转过头 我是说你 你不是白喜欢了 顿时 许青的手直接停住了 喜欢这件事 他是不讲道理的 总不能因为你有可能会走 我就不喜欢了 而且就算你真的能回去 和我喜欢你有什么冲突吗 考虑那么多如果 还不如先享受当下 起码现在 你还在我面前 这是难得的缘分 说着许青帮他捋了捋头发 江河小脸当即就红了 你现在这算是骗还是算耍流氓 哈哈 只要你没打我就都不算 咱们这应该叫暧昧 说着许青突然瞥见一旁的公仔 他一把将公仔拿了过来 你想打的话就打他吧 江河伸手接过小熊公仔 一边揉捏着公仔的耳朵 一边说道 现在我都已经分不清你说的话 究竟是真还是假了 放以前我一定会打你的 许青则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完全可以拒绝我 比如捏住我的手 喀巴一声我就不敢了 江河却低下头缓缓说道 我不想念 甚至 甚至会觉得 这样也挺好 许青认为 这应该就是喜欢 至少不讨厌 不然的话你只会感到厌烦 不讨厌是产生感情的前提 所以这不是你引导的吗 江河直勾勾的盯着许青 许青只能笑着解释道 有故意引导的时候 也有无意引导的时候 我们两个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何况我还喜欢你 不自觉就会对你做一些增加好感的事情 就像熊孔却在求偶时会开评一样 我想展现自己的优点以获得认同 来向你证明我会对你好 面对许青无时不刻的告白 江河闹了个大红脸 你不要脸 对 我不要脸 你是灯徒子 对 我就是灯徒子 江河彻底没辙了 憋着一口气感觉浑身憋屈 突然 他直接一头顶在许青怀里 接着才满意的走开 许青直接被顶废了 趴在沙发一动不动 直到江河回去房间 砰的一身关上房门 许青这才捂着胸口起身 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这妮子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真要打自己一顿也好啊 拿头顶一下算怎么回事 幸好这妮子没练过铁头功 不然真成大十岁胸口了 这个妹子到底有多想要亲热 她想教男朋友学武功 等男朋友比自己还厉害之后 男朋友就可以对自己为所欲为 自己也可以假装是被迫的 这天一大早 江河就在练剑 一套招式下来后 江河才收件完事 只不过苦了许青 站不直就要被敲打 江河像一个严格的老师 把手放平保持住 不能动 许青看江河这样子 分明就是还记得昨天的事 现在借着机会公报丝绸 突然江河一脸期待的询问许青 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强身健体吗 我教你打拳吧 许青瞬间头都大了 连忙摆手拒绝 不用不用 我觉得战装很有效果 不用学打拳了 江河一边比划着一边凑到许青耳边 学会打拳你就可以打我了 再也不用担心我打你 许青害怕的撇向一旁 不不不 我怎么会打你呢 下一秒 江河突然将剑放在地上 接着双手成爪 猛地抓向前方 你看好 这叫唐手拳 以掌法为主 配合琴拿拳腿 讲究三肩路合 话音刚落 一个充满力量的拳头 轰在许青面前 许青吓坏了 他这拳头竟然还冒着两缕青烟 许青当即就跪下了 做人讲究做事从心 他高声呼喊道 我学 但今天我胸口还在疼 昨天那个头锤老狠了 我明天再练 明天再练好吗 江河直接转身走向厨房 好吧 明天再教你 我先去准备早餐 可江河走进厨房 却没有立即开始做早餐 而是满面春松的想着 说不定许青天赴一饼 到时候学的比自己还要厉害 那样的话 他想对我做什么 就根本不用怕了 直接打赢强迫自己就行 没错 自己只是打不过他 自己是被迫的 厨房外 许青正坐在地上叹气 这妮子竟然都学会威胁了 突然 江河从厨房探出头来嘱咐道 你一定要勤学苦练 不准偷懒 不久后 江河正在打游戏上班 许青走过来告诉他 我要出门了 可能会比较晚回来 如果有事就用手机联系我 注意别给陌生人开门 我怕陌生人受伤 说完 许青又抓起江河的手捏了捏 接着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只留下江河愤怒地喊着灯徒子 不久后 王子俊家的别墅 王子俊打开门 一脸疑惑地看着许青 青子 你怎么来我家了 许青直接掏出手机 我就知道你压得忘了 今天同学聚会 想起来了没 靠 我还真忘了 你先进来吧 等我换身衣服 许青趴在门边 里面没有十八镜画面吧 没有 早分了 你都不看我朋友圈的吗 收拾好出门的王子俊 还在跟许青抱怨 这女人呢 真是洪水猛兽 你说这突然莫名其妙就把我甩了 你看看我这 等等 许青突然打断她的话 你车呢 许青特意过来 其实就是为了蹭车的 王子俊叹了口气 被没收了呀 刚和老头子吵了一架 所以现在我跟你一样穷逼了 闻言 许青只能选择带王子俊坐地铁去 没多久 两人便来到地铁站 许青在想着今天人怎么这么多 王子俊却在盯着旁边一个女孩子 他细细地打量了对方一会后 突然凑到许青耳边小声说道 你看那边那个妹子 就是背着包的那个 我看她很面熟 好像我一个前女友 谁知道这话竟被这女生听见了 她直接扭过头怒斥道 我特么就是你前女友 王子俊瞬间愣住了 许青在一旁只想说 我不认识她 王子俊只能挠着头尴尬地说道 好巧 我就说咋看着这么眼熟呢 女孩更气了 就只是眼熟吗 顿时王子俊一阵哑口无言 就在这时 王子俊看见女生包包里的画 我记得 你画画很厉害的 女孩这才满意 亏你还记得这个 那当然 不说这个了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啊 吃妈妈香 身体背包 倒是女 看起来不怎么样吗 哎 确实不怎么样 对了 你要去哪里 许青在后面看的目瞪口呆 这前男女朋友见面 虽然不阴阳怪气地撕一下 还有这妹子的小眼神是怎么回事 怎么看起来即使是分手了 也还散发着情侣的酸臭味 无奈 如自散发单身狗 清香的许青只能掏出手机 也不知道女侠在家里干什么 点开江河的头像 许青突然看见江河空白的流言板 于是她笑着打了一行字发了上去 有些东西根本无法拒绝 比如孤独 比如回忆 理由喜欢上女 女孩帮同居靓仔洗衣服 却意外发现她的床头柜上 竟然摆着自己扔掉的鞋子 女孩子吓坏了 难不成这家伙还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这天江河正在家打游戏挣钱 电脑却突然弹出一条提示 您有一条新留言 一打开就看见许青流的话 有些东西根本无法拒绝 比如喜欢上女 江河人都妈了 这家伙又在乱说些什么奇怪的话呀 当江河看到许青的头像时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头像看起来简直和她一样烦人 随即 江河忽然想起自己衣服还没洗 于是便拿起手机 询问许青要不要帮她一起把衣服洗了 许青简单直接地回复了一个字 要 于是江河走向许青的房间 打开门左右看了看 衣服应该在房间才对 可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双草鞋 她拿起来看了看 这是我的草鞋吗 我不是已经扔了吗 江河又仔细端向了一番 确定没错 这就是自己当初换下来的那一双 顿时 江河感觉如遭雷击 这家伙 不光是手 竟然连自己的鞋他都喜欢 另一头 许青回复完江河之后 就一直满脸傻笑的样子 江河竟然愿意帮自己洗衣服 就在这时 王子俊凑过来揽住许青说道 青子 等会同学聚会你先过去 我中午再来 现在有点急事 不出意外的意外 许青一个人下了地铁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为什么总是我独自一人承受 不久后 许青一个人出现在一个餐厅包房里 呦 青子来了 快快快 坐这边 王子那家伙呢 你们不是说好一起来的吗 许青上前给自己倒了杯酒才解释到 他半路遇上的前女友 跑去叙旧了 估计很晚才过来 我去 还有这种事 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穷必不懂啊 随即 包房内三三两两纷纷嚷嚷 互相诉说着自己的不义和难顶的情绪 事实证明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许青只觉得他们很吵 他一个人无聊地走到墙角 靠在墙上悠悠地叹了口气 看着热闹的场面 他却觉得好无聊 好想小和苗 不久后 酒足饭饱 旁边一人见许青心不在焉的 便询问他怎么了 许青缓缓站起身 可能是最近有些累了 那没事 一会去K哥换换心情 嗨起来 许青想了想 还是你们去吧 我喝多了 得缓缓 闻言 这人也不再抢求转身找别人玩去了 许青扭头看着在场中人的欢声笑容 吊满一地的啤酒瓶和烟口 忽然有些想不通 这样的一场饭局意义何在 以前的自己 为什么会喜欢这种聚会呢 他打开房门直接走了出去 如此一人站在餐厅外 这个时间的阳光还有些刺眼 许青悠悠地叹了口气 看来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 被江河给影响了 他就好像一颗天外陨石 把自己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 砸了个稀碎 就在这时 王子俊突然打开电话 这鸽子精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 许青刚接通 电话就传来王子俊的哀吼 亲子救命啊 半个小时后 一家星级酒店里 许青提了两袋衣服敲响一个房门 王子俊裹着睡衣打开门 一脸焦急地让许青快点进来 许青将衣服递给他 你这是怎么回事 被你前女友玩了一招仙人跳 王子俊一边套上衣服一边紧实道 我痛得大意了 本来还以为是救情妇人 就跟她过来这里 她非要让我去洗澡 等我出来一看 人和衣服全没了 手机钱包倒是都在 许青鄙视地看着她 就这 什么叫就这样 这娘们太坏了 简直就是奇耻大了 许青却毫不在意 没被仙人跳你就庆幸吧 听你喊救命 我还以为你被绑架了 王子俊套上裤子 算了不提了 下午是不是去唱歌 现在一起去正好 文言 许青直接躺下了 你自己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现在不喜欢一群人凑在一起 吵吵闹闹的 你看我这半年 基本都没怎么出来了 王子俊直接上前拉扯他的胳膊 你就是喝多了 过去好两嗓子就好了 许青却依旧不为所动 真的没劲啊 以后我们几个关系好的 偶尔聚一块吃吃饭就行了 许青现在感觉没有江河 玩什么都没意思 吃吃喝喝一场下来 只留下一身酒气 还不如用这钱买两斤排骨 回去给江河炖汤喝 许青现在不想再送酒高歌了 只想踏踏实实的 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 估计每个男人最不想被看见的 就是自己的搜索记录了 好在这个妹子不知道精品没事什么 不然恐怕要挨一顿揍了 这天许青参加完同学聚会后 又来到酒店帮王子俊送衣服 王子俊离开后 许青独自躺在床上想着 果然过日子和混日子是不一样的 多个人也不是单纯多双筷子的事 嘴上一直说要骗江河当老婆 可是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 结婚这个词 意外的有些沉重了 不久后 许青回到家 刚进门就一脸醉醺醺醺的 靠在江河身上 还十分陶醉的唱着 你是恩赐也是姐 江河秀了秀他浑身的酒气 这家伙果然跑去喝酒了 就在这时 不知是故意还是装醉 许青竟然胆大包天的 勾起江河的下巴 嘿嘿嘿 好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啊 那样子简直要多流氓有多流氓 江河闹了个大红脸 连忙将许青丢到沙发上 接着才捏着鼻子询问道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 这个 好像有一点点多 不过没关系 我没醉 我保证 说着他将手里的袋子放在桌上 这是排骨 我跟你说 排骨这玩意炖着吃可香了 听到好吃 江河顿时就笑了 那等明天炖了吃 我先去放冰箱里 说完江河又看了一眼醉熏熏的许青 你要不要回屋里睡会 不用 我没事 等下在这躺一会就行了 很快 下午两点多 江河刚当完砖正在学习拼音 许青正看着江河的背影出神 突然 江河询问许青 这个精品没事什么 许青瞬间下醒了 搜的一下窜到江河身边 一把夺过鼠标 将这条搜索记录给删除了 江河顿时有些疑惑 你为什么把它弄没了 因为这个电影吧 它讲的是因果循环宿命轮回 对现在的你来说太深刻了 以后我们再一起看 许青此刻心里翻江倒海 万万没想到 江河这女子竟然已经学会 看自己的下载记录了 江河还是有些不解 你直接说不要看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把它弄弄 许青只能笑着解释道 我只是把它藏起来了 以后看的时候可以再找出来了 完事后 许青回到沙发躺下舒了口气 这女侠现在真是越来越难糊弄了 很快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江河打开灯 才发现这家伙竟然睡着了 说好的休息一下 却睡着了 江河拿来一张毯子给他盖上 突然又想起他刚才进门的流氓举动 江河沉吟了片刻 竟然学着许青的样子 捏着她的下巴将她搬了过来 熟睡的许青感受到动作 轻轻地呢喃了一声 接着翻了个身又继续熟睡 江河被吓了一跳 这还是他第一次做这么大胆的动作 随即 江河便红着脸跑开 他该做晚饭了 不知过了多久 许青缓缓睁开眼 我怎么睡着了 他坐起身 却感觉头有点痛 江河见他醒了 那个 我怕你久没醒胃口不好 就给你另外煮了粥放在厨房 许青暖心地笑了 这妮子不光煮了粥 还给自己盖了被子 许青收起毯子准备放回房间 却看到江河正在边吃饭 边看霸王别姬 那认真的小眼神 也不知道理解了多少 许青开口讲解到 霸王别姬讲的是那个时代的故事 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其中的风土人情世世变迁 相信你会很有共鸣的 毕竟时代变了 总有些东西会随着意气改变 江河也是心有感慨 时代变了 所以二娘的话也过时了吧 电影看完后 江河便去洗澡了 只是不知道小脑袋瓜在想些什么 许青则是来到电脑前 将椅子上的冬瓜抱了下来 他感觉江河刚刚的反应有些反强 不知道是不是又在自己瞎想什么 许青想看看又搜了啥 可刚点开搜索记录 许青就呆住了 这他竟然学会清理记录了 就像男孩子一样 女孩子其实也会好奇 男孩子的胸肌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不过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女孩子这么做 除非你准备好药挨一顿输出了 这天江河洗完澡走出浴室 从左看到右 从脸蛋看到背影 直到江河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许青才开口道 要不是你能一巴掌打死我 我现在可能就要犯罪了 江河吹着头发 罕见的没有反驳 而是轻声询问道 若我是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弱女子 初见时你会怎么做 许青想起当初第一次见她的样子 我应该会打电话 叫保安 让他们送你回家 那天如果你没有囤我电视那一间 我只会当你是个one cause中二病少女 江河满脸怀疑地看着她 那你不会想犯罪吗 什么呀 我又不是犯罪分子 三年起步 傻瓜才会去做那种事 不过想到现在 许青感觉真的是 楼道口里出相遇 一见江河物终身 两人皆是沉默了下来 屋子里只剩吹风机的嗡鸣声 片刻后 许青突然开口问道 你说 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感觉 江河一下就愣住了 他轻轻关上吹风机说道 我不知道 文言 许青扭头看着他笑道 我还以为你会说没有吗 相比于你来这之前和在外流浪的情况 现在我这儿的生活很好很稳定 对吧 江河也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 是的 现在很好 可是我清楚 其实我这样的生活放到外面 你比较完全不够看 等你见识多了 变成和我一样的现代人 你就会发现外面世界的精彩 而我就只是个在普通不过的平凡人 说完 许青就这么看着江河 江河却没有出声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听到这话 江河这才扭过头 说什么 许青看着天花板 现在的日子对于目前的你来说 可能已经很满足了 但放到一辈子的跨度上来看 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 现在的我除了帅一无所有 如果就这样把你骗到手 就扼杀了你无数更好生活的可能性 这对你其实很自私 江河有些不太懂 你是平凡人又怎么了 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连平凡人都不是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面对江河的问题 许青猛地坐起身 我虽然一直说喜欢你 但在考虑深一点 搭伙过日子什么的 我就迷茫了 或者说是有点怕了 许青一边说着 一边偷描江河 但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缠你 这些事不得不开始要考虑 不然意识冲动的后果会很严重 许青总觉得 到底是走一步看一步 还是不管其他 先把女侠片到手再说 都是个问题 江河察觉到许青的目光 脸蛋直接红到了耳根 这家伙又在看我的鞋子了 突然许青哀悠了一声 你用脑子思考 你之前用头撞我的地方又疼吗 过了这么久还疼 看来真的是内伤了 许青想着不管怎么样 至少先把她骗过来捏捏再说 女侠 你负起责任 帮我揉一揉不过分吧 江河一脸怀疑的看着她 真有那么痛吗 真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有多大力 跟牛适的撞到我这儿 闻言 江河乖巧的走向许青 来到她身旁缓缓坐下 接着戳了戳许青的胸口询问道 是这里吗 两人皆是红着脸 许青点了点头 对 于是江河便开始帮她按摩 许青浑身一僵 这小手没用力的时候 还是挺软乎乎的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 许青甚至不敢看江河的脸 她悠悠的抬起头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你遇到的所有人 所有事 都是你理应遇到的 在很早很早以前开始 就已经冥冥之中注定了 如果能重新回到 下暴雨相遇的那一天 我对你说一句 你终于来了 应该一点也不突兀 当当你问我 若你是一个 手无缚机之力的弱女子 我会说 那个如果会和现在截然不同 江河显然愣了愣 随即又扭过头去 所以 你说这么半天 是不想骗我了吗 江河捏着手 显得有些不安 许清猛地抬起头 江河还以为是 自己问得太直接了 许清无奈地解释道 这不是直不直接的问题 你把骗子先 从你脑袋瓜里去掉 其实许清想了半天 终于开始 证实自己的冲动 开始考虑结婚养家 甚至连穿越 可能会对身体有损伤 导致生不了孩子 倒是糊弄爸妈的说辞 都考虑过了 结果这女侠的脑袋瓜子里 就只有骗不骗的 不行 自己那么劳神伤身的 不能就这么算了 趁现在抱一下再说 想到这 这女子她竟然拉不动 果然不愧为习武之人 行得端坐的正 不会轻易倒下 男人本想将这个妹子 揽进自己怀里 没想到这个妹子因为练过 自己竟然一点也拉不动 她只能挠着头尴尬地说道 时候不早了 我该去洗澡了 直到男人进了浴室 砰的一身关上门 妹子才后之后觉得想到 刚刚自己好像应该 顺着她的力道倒下去才对吧 这两人便是跨越千年相遇的CP 许清和江河 许清洗完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有些可惜 刚才就差一点 而且如果不是对自己有点意思 她肯定不会做这么亲密的动作 许清穿好衣服走出浴室 却看到江河还在电脑前 已经十点多了 你不去睡觉吗 江河没回头 快了 上游戏看点东西就去睡 许清也感觉现在气氛全无 还是先做些正经事吧 毕竟从来就没有凭空而起的高楼 有的只是一点一滴的鸡肋 正好趁现在写一篇 霸王别姬的影评 顺便养养自己那个影评号 可没多久 许清就兴致全无 根本不想写了 因为江河这小妮子 好奇地凑在许清旁边 许清感觉心里憋着一股火 这妮子把人家撩起来又不给解决 真不是个好人 可是 她身上好香啊 这时 江河突然开口询问道 你做这个 有什么用啊 做得好就能赚钱 做不好就消磨时间 反正总比什么也不做强 听到赚钱 江河顿时来了兴趣 我能做吗 不能 你没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化教育 所以很多东西你只会看不会表达 就像喜欢我却一直表达不出来 江河顿时就不乐意了 我没有喜欢 那我问你 刚刚看完霸王叠击 你有什么感觉吗 江河只能试探性地说道 就 时代变了 行了 你好好听着 徐老师今天就教你 有人说电影将人类的寿命延长了三倍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可以让人用脑思考 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 戏里戏外 不过英雄气短 很多东西看得不止表面 还要看底蕴 你没读懂这剧中人 所以品不出味道 理解不了更深层的东西 所以才说要多读多看 这样可以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见识和内涵 江河听得一愣一愣的 许青又问道 你喜欢看书吗 应该 喜欢吧 听到这话 许青顿时满脸得意 书也喜欢看你 江河虽然没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也能感觉出不是什么好话 突然 许青伸出双手询问江河 可不可以 抱一下 江河顿时满脸警惕 你抱我做什么 就当满足一下我呗 顿时两人沉默加沉默 你再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呀 江河依旧沉默 见此 许青直接一把抱住江河 抱得紧紧的 像是要将他揉进自己身体里 可惜苦了冬瓜 身为一只猫居然要吃狗粮 冬瓜跑开后 许青深情地告诉江河 之前我就说过了 我缠你的人 所以我要为了你 做一个温柔的 能撑起家庭的男人 江河红着脸 没有回应也没有挣扎 两久 许青松开江河 又捏了一会江河的手后 许青才跟他说了晚安 静止走向自己的房间 毕竟有些事需要劳烦五指姑娘 江河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不知在想些什么 过了好一会才轻声呢喃道 你也晚安 第二天 餐桌上放了几张银行卡 许青在认真规划自己的收入 从大学攒到现在 零零总总加起来有四万多存款 前几个月因为江河勾起了 自己想稳定的心 刚把大半资金撤出股市 就歪打正着避开了冬天的熊市 只被套了几千在里面 做博主每个月 大概有四到六千的进场 但是完全不稳定 影评号目前还在养号阶段 一分收入也没有 如果想要认真把它搞好的话 不光要提高产量加快进程 还得蹭热度博眼球 这样看下来 老头子果真把自己看得准准了 自己之前真的是在混日子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很容易使人变得懒散得过起步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 或许不到两三年时间 江河就会被彻底同化成现代人 如果到时候我还像现在这样 高不成低不就呢 就得考虑听老头子的话 找份工作了 就在这时江河出来告诉许青 等下饭菜就好了 你桌上的东西先收拾一下 许青闻着香味笑道 你这排骨煮得好香 改天叫我妈他们过来一起吃顿饭吧 好啊 不过你这些卡片是什么 银行卡 装钱用的 许青将其中一张推到江河面前 在你有自己的卡之前 先用我这张吧 江河有些疑惑 我不是有那个手机钱包了吗 和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下次再和你说 等过年的时候我给你发红包 你就可以把压碎钱存在里面 把手机给我 我给你绑定上 江河得到了现代人的装备 银行卡 女朋友指的是什么 指的自然是女性的朋友了 这个妹子当初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此刻她才知道 自己被骗了 这天一大早 许青和江河吃完早餐 两人打算去楼下散步消食 正穿着鞋子时 冬天跑过来朝两人喵了一声 许青笑道 怎么 你也想出去消食吗 那我去拿个牵蚁绳吧 不久后 胖乎乎的冬瓜 威风凛凛的走在前面 许青跟江河则跟在后面慢慢走着 许青看着头顶 到处都挂上彩旗了 想想是快过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而且这可是江河来这里的第一个年头 到时候必须好好纪念一下 就在这时 冬瓜突然原地坐了下来 不肯再往前走 江河连忙询问她怎么了 许青直接蹲了下来 轻轻安抚着冬瓜 我应该和你说过冬瓜是我捡来的吧 当初我就是在这前面的垃圾桶附近捡的 她可能以为我们要把它丢回去 所以才不愿意过去吧 文言 江河抿了名嘴 想起刚到这里的自己 她一把从许青手里抱过冬瓜 那就不过去了 说完江河直接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许青则宠溺地看着江河的背影 她当然知道江河心里在想什么 两人就这么牵着手一路走着 江河突然心有所感地询问许青 你是不是就喜欢到处捡东西 不 我只捡我喜欢的东西 这时 两人突然看到一旁几个小孩在玩风车 那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样子 让童小就经历各种生死危机的江河 忍不住看呆了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惬意 简直 就和自己小时候做的梦一样 忽然 许青指着一个小孩开口道 那个 那个不是成婶的外孙女小燕吗 许青朝她招了招手 小燕 女孩呆呆地扭过头看着许青 过了片刻才想起这是许青哥哥 顿时满脸惊喜 他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跑步来扑进许青怀里 许哥哥 许青也是十分开心 小燕又长高了呀 江河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 片刻后 小燕松开许青 直勾勾地盯着江河 许青这才介绍到 那是冬瓜吗 上次见她是还是个小瘦子 现在怎么这么胖呀 许青笑道 小燕你也要学学冬瓜呀 多吃点 小燕顿时就不乐意了 我才不要变成小胖子 好好好 我们的小燕不做小胖子 让江河姐姐把冬瓜给你玩会好不好 好 我要玩 随即小燕便抱着冬瓜跑去和小伙伴一起玩 江河跟许青在一旁看着 这里的邻居都很好 像成婶 虽然八卦了点 但人特别热心肠 小时候 每次我被锁在家外面进不去的时候 她只要看见了 都会让我去她家里待着 等我爸妈回来接我 后来我跟着爸妈搬去了新家 上了大学后 我又一个人回到这老房子住 这个小区就是我的童年 江河想了想突然询问道 你带我认识小燕 是有什么原因吗 许青一正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是 很可爱 但就只是因为她可爱吗 江河就查问她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生意的了 许青也不敢明说 我就是想让你多认识几个人 不然你的生活太单调了 江河只能配合着她说道 好吧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目的才让我来的 就在这时 小燕抱着冬瓜跑了回来 睁着大眼睛询问江河 姐姐 你是许哥哥的女朋友吗 许青扶下身子 你小小年纪的 知道什么是女朋友吗 小燕又不乐意了 红着脸大喊 自己当然知道 那你说说 女朋友是什么 小燕低着头一阵支支吾吾 就是 就是 就是女的朋友 许青跟江河都惊呆了 许青忍不住摸了摸小燕的头 哈哈 小燕你真是太可爱了 许哥哥真讨厌 不跟你玩了 江河则一脸不愤的看着许青 当初许青也是这么和自己解释的 现在看来 这家伙当初就是在糊弄自己 许青只能假装没看见 笑眯眯的告诉小燕 喜欢冬瓜就多来找他玩 也可以找你江河姐姐玩 小燕满口答应 好 我明天就去 随即小燕又跑开了 只剩两人坐在长椅上 许青看着牵着的江河的手 我忽然觉得 我好像要变成手控了 手控 那是什么 就是非常喜欢手的意思 江河有些无语 你不是本来就很喜欢吗 许青忍着心里的吐槽 要不是现在权限太低 我只能喜欢手 不然我指定让他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灯徒子 傍晚 两人回到家 江河又教起了许青拳法 你首先要练出架势 让拳法成为本能 这样你对敌食 不用思考就知道 该如何抓到敌人破绽 许青一阵无奈 哎 练武这件事终究还是躲不过呀 若是许青知道江河的想法 我想他肯定会一天练满十八个钟 当代网友为了摸女生 肚子有多会变 男人告诉这个妹子 肚子鼓起来就是吃饱了 没骨才可以再吃一碗 女孩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顿时就沉默了 这天许青跟江河正在练舞 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许青打开门却没有看到人 低下头才看见小烟 许哥哥 我来找冬瓜完了 见他抱着几个本子走进来 许青笑着爷余道 怎么过来玩还带作业啊 哈哈 我和姥姥说的是过来做作业的 小烟又走到江河面前 乖巧地向江河问好 江河被她的热情整得一愣一愣的 小小烟你也好 许哥哥 冬瓜在哪里啊 在沙发内摊着睡觉呢 小烟走到四氧八叉的冬天面前 不过她的反对直接将她抱了起来 小冬瓜 别睡了 你好重啊 要减肥了 小烟开心地抱着冬瓜 许青则打开了她的寒假作业 好家伙 一个字都没有写 简直比自己和江河之间的关系还要清白 许青告诉小烟 作业既然带过来了 就顺便做了吧 让冬瓜陪你写 可是 可是冬瓜不会做作业啊 那你就教她做 她不就会了 也对哦 随即 三人就这么自己忙自己的 眼看时间来到六点多 江河扭头看了看小烟 小烟正思考着一道数学题 冬瓜被她抱在怀里动弹不得 许青告诉江河 你可以过去看看小烟的语文作业 里面的字你应该都认得出 说不定还能做几题 这时 小烟突然举手道 许哥哥 会做的题我都做完了 还有些题我不会 哪呢 我来看看 眼看许青走了过去 江河也偷偷挪了过来 她拿起小烟的语文作业 随便打开了一页 可她眼睛却没有看题 而是盯着许青 许青给小烟讲题的样子 好像寨子里教江河十字的账房先生 不过许青不会一唏嘘 懂得也比那个老书生多了很多 随即 许青看了眼手机 都已经这么晚了 小烟在我这吃完饭再回去吧 到时候就让江河姐姐送你回去吧 反正就在楼上 一顿晚饭过后 小烟本想向两人告别 就几层楼 我不会跑丢的 片刻后 小烟敲响一扇房门 姥姥开门 我回来了 承沈打开门 看见江河愣了愣 你这是 江河赶忙解释道 我是 我是送小烟回来的 承沈也连忙笑道 哎呀 真是太麻烦你了 快说谢谢姐姐 以后就让许哥哥多交讲 固然等你妈过来一看作业没动 下次就不带你到姥姥这晚了 小烟笑颜如花 谢谢姐姐 姐姐再见 江河回到家后 许青正好洗完澡 你赶紧去洗吧 洗完早点睡 明天我们去买年货 江河有些心不在焉的询问道 是去外面买吗 不然呢 去我房间买吗 好了 快去洗吧 被许青这么一顿 江河虽然恼怒 却也没法说什么 她抱起衣服一脸不服气的走向浴室 突然许青开口道 我等会准备用排骨煮点面 你要不要吃 江河一愣 你晚上没吃饱吗 也不算是 就是饿得快又有点嘴馋 就吃个夜宵吗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 捧着许青煮好的面 两只眼睛全是期待的小星星 尝尝看吧 排骨汤煮面可香了 当然 还有一个大蒜不能忘 没多久 江河便吃完了 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我感觉 还有点没吃饱 许青一边收碗一边告诉江河 想吃等明天再吃 晚上吃太多对身体不好 会变成像冬瓜一样的小胖子 江河顿食不乐意了 我是喜早喜饿了 才不会变跑 那你摸摸你肚子 鼓起来就是饱了 没鼓的话 我再给你煮一碗 文言 江河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 没想到真的鼓起来了 于是她扭头告诉许青 那我不吃了 不过我的肚子也没有鼓起来 许青笑了 真的吗 我不信 除非你给我摸摸你肚子 江河瞬间就看穿了她的意图 你就是找理由想摸我 许青黑黑一乐 想想又不犯法 片刻后 许青洗好碗 回到房间准备睡觉 你也早点睡 晚安 江河正想回一句晚安 许青突然又探出头来 对了 俗话说饱暖似淫浴 你可不要因为吃饱了 就半夜偷偷摸来我房间 对我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说完 许青直接关上了门 丝毫不给江河反驳的击辅 江河感觉自己的尊严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好想追进去打她一顿门 别看这个妹子 长得呆呆的挺可爱 当面对野狗的挑衅时 她双目一瞪 那杀气狗见了 都得夹着尾巴逃走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准备出去买年货 阳光意外的明媚 两人刚走到大门 便看见保安赵书 正十分惬意地半躺着 许青上前打了个招呼 赵书好啊 给您拜个早年 赵书同样笑呵呵地回道 过年好啊 你们小两口要出门了 是啊 这不是准备去买年货吗 寒暄完两人继续向前走去 可许青却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告诉赵书 您记得注意身体啊 少抽点烟 赵书靠着椅子毫不在意 人老了 现在就靠这口玩意续命了 片刻后 两人走上大街 迎面走过来一个女生 许青瞥了一眼这女生的腿 又看了看江河那厚实的棉裤 于是他小声询问江河 你看他们穿的那个 那叫光腿神器 看上去和没穿似的 你想不想试试 江河直接拒绝了 不想 我更喜欢棉裤 厚厚地穿起来有一种温暖感 而且 他们这样不冷吗 不冷呀 那玩意其实特别饱暖 说着许青握紧了江河的手 我们快走吧 今天要干的事可不少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们先去理一下头发 片刻后 两人来到一间发廊 托尼老师是个小黄毛 老板理发 两个人 好嘞 江河第一次来发廊剪头发 眼睛睁得大大的 有些紧张 他询问许青 我前面的头发可以剪你妈妈那种吗 许青有些无语 不行 师傅 帮他这里剪一下 刘海修一修 然后发尾这里打破剪齐 整精神点就行 第一次体验这种服务 江河只能不停告诉自己 我不能避开老板的手 要习惯这些 在这里生活 一切都要习惯的 很快 地上便落满了江河的碎发 许青认真地打量着江河的新发型 这头发打薄了点 刘海也就整齐了 这下看起来更顺眼了 他很满意 结完账后 江河询问许青接下来该去哪里 许青一把牵起江河的手 我们先去商场买新衣服 还有新鞋子 等大年初一的时候 从头到脚都换成型了 这就叫新年新气象 可没多久 两人就被一条野狗挡住了路 这狗似乎是看两人好欺负 朝着两人一阵呲牙咧嘴 许青都无语了 大过年的整治初 我可不想去医院打狂犬一秒 许青直接拦在江河面前 我们离这狗远点 过马路绕过去吧 江河却毫不畏惧地说道 为什么要绕 我可以一脚踢死他 许青一愣 这 这没必要吧 差点都忘了 女侠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何况是一条狗 江河揉着手腕直接走上前 随即猛地瞪大眼 瞳孔都变成了血红色 那狗瞬间吓坏了 转身哀嚎着跑开了 许青也惊呆了 你这是用杀气吓跑他的 江河这才扭过头解释道 哪有什么杀气 他就是知道打不过我 所以才跑啊 许青只能嘱咐江河 这次就算了 下次记住不要这样了 现在的你不用再提着剑和人拼命 拿刀最多也只是为了做饭 好好享受生活就行 说着许青突然想到什么 闭脸惊慌地看向江河 你不会再怀念以前刀口舔血的生活吧 文言 江河沉默了片刻 又理了李头发才说到 有稳定的日子过 谁会喜欢跟别人拼命呢 许青顿时就笑了 笑得心花怒放 这就对了 所以以后我们好好过我们的日子就行 江河一下子愣住了 总感觉又被他套路了 好了 我们快去商场吧 还有好多东西要买呢 傍晚 两人终于回到家 冬瓜好奇地闻着两人买回来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自己一份 许青看着一脸期待的江河 先别看了 帮我拿一下胶水 我们先把对联贴了 没多久 许青就贴好了对联 这过年不贴对联 进家都不得进 总会觉得这就房子像没人住似的 一点年味都没有 完事后 许青询问江河 看起来怎么样 江河用自己不太聪明的小脑袋瓜思考了片刻 好像没别人家的长 只有六个字看起来一点也不霸气 许青一愣 对联比什么长短 难道你喜欢长的 是啊 长长的寓意比较好 文言 许青撩了一下头发 满脸风骚地说道 那我寓意很好呀 这 这对甜蜜的小情侣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父母都以为女孩子是哪个山沟沟出来的孤儿 殊不知人家是唐朝来的女侠 这天许青跟江河刚贴好对联 正好成婶带着外孙女下楼 呦 现在就把对联贴上了 是啊 对了 成婶帮我们拍张照吧 就在你门口 成婶接过许青的手机 调整好架势 来 别动哈 许青笑得合不拢嘴 江河却一脸严肃 再来一张 完事后 成婶将手机递给许青 今年你俩在这儿过呀 是啊 不然还能去哪儿 听到这话 成婶的八卦之魂瞬间觉醒了 这过年都住一块儿 八成是要结婚了 成婶捂着嘴一阵偷笑 你们忙 我和小燕去外面逛逛 小燕也挥了挥手 哥哥姐姐再见 随即 许青跟江河就开始了大扫除 冬瓜在一旁监工 许久之后 两人终于收拾完 许青靠在江河旁边长舒了一口气 可随即又突然想起什么 她掏出手机查看起刚才拍的照片 这妮子真可爱啊 许青突然开口道 能不能给我一颗 江河一愣 正想将手里的坚果递给她 却看见这家伙竟然甜不知耻地张着嘴 想让自己喂她 江河根本不惯着她 眼神微缩 直接将坚果弹了过去 羞的一下射进了许青嘴里 许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便痛苦地捂住了嘴 还好江河稍微控制了一下力道 片刻后 缓过近来的许青嚼着嚼过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河 想了想又将照片递给江河看 你瞧 这照片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江河看了一眼 为什么你笑得这么傻 不是我傻 明明是你太严肃了 看我用软件给你屁一个10年代风的 下午 许青在家人群里告诉老爸老妈 今天带江河回去学包饺子 很快 江河扎着头发赶着饺子皮 老妈则在一旁笑呵呵地指导 对了 你们平时在家吃什么 江河想了想 我们早上一般喝粥 偶尔煮面 中午和晚上炒菜 老妈惊呆了 你们一天三顿 是的 有时候晚上会多吃一顿宵夜 看着这个贤惠的儿媳妇 许青那小子向来是睡到中午才起来 现在竟然会吃早饭 和女朋友住一起 果然不一样啊 客厅里 许青和老许正在嗑瓜子 突然 一阵敲门声响起 两人同时扭过头 来人是秦浩 他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书 单位发了挺多东西的 吃不完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过来 下一秒 抬起头的秦浩直接愣住了 许青舔着脸笑道 搞得那么客气干啥 来 我瞅瞅带了什么好东西 秦浩直接侧开身子 去去去 一边去 老许则是一脸嫌弃 看看人家 过年还有单位发福利 看看许青 连个单位都没有 对了浩子 听说你前段时间 相了一个女朋友 速度挺快啊 快个屁 不跟你说了 我就过来送个东西 给婶婶他们拜个早年 这是老妈正好端着饺子出来 看见秦浩连忙笑道 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来啊 小浩子留在这吃饭吧 不用不用 我爸也包着饺子呢 秦浩还想再说点什么 却突然看见江河正在包饺子 顿时一阵哑口无言 他一把勒住许青 你给我过来 你女朋友怎么在包饺子 许青假装没听懂 咋了 有什么问题吗 别羡慕了 来 吃个橘子 秦浩想到自己女朋友 还是相亲对象假装的 人家女朋友却直接回家包饺子做饭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看到秦浩准备离开 许青忍不住调侃道 这就走了 不查查 秦浩一脸不愤 都做那包饺子了 还查什么 我该走了 对了 过年我值班不在家 你记得到时候过去陪我爸喝两杯 许青微微一笑 这还用你说 很快 夜色降临 第一次吃饺子的江河 张大了嘴一口一个 吃得不亦乐乎 老妈笑呵呵地看着这个儿媳妇 好吃就多吃点 她原本还以为许青在瞎扯 现在看来 这丫头是真的可怜 一个人从山都沟里来到江城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看着江河跟许青两人一口一个饺子 没多久就将饺子吃得一干二净 老妈满意极了 这妮子人还特别实在 一点也不矫情 能吃三大碗吗 只有老许在一旁 看着许青一脸嫌弃 这小子 是带女朋友来蹭吃蹭喝的吧 当一个女孩动心后 她就会开始患得患失 这个妹子此刻就很疑惑 为啥今天她不骗我抱一下摸一下了 这天许青带着江河去父母家吃饺子 回来后许青询问江河 学会包饺子了吗 江河一边拖着外套 差不多了 多练几次应该就会了 许青来到沙发躺下 我跟你说 在北方 不只是时代 地区也会影响人们的认知 南北文化就存在着差异 江河就这么看着许青 见他不再说话 江河忍不住询问道 没了吗 许青一愣 没了呀 你还想听什么 江河没再理他 静止来到电脑前坐下 心里却在想着这货每次长篇大论后 都会骗个拥抱或者牵手 今天怎么没了 许青也觉得江河今天有些奇怪 难不成是在惊叹自己的学士渊博 片刻后 许青去洗澡 江河却点开了许青的影评号 看到他最新投稿的古装接吻姿势大全 不知道是何物的江河 直接打开了视频 下一秒便被视频里的画面惊呆了 伴随着那让人沉醉其中的声音 江河脸红得像个猴屁股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怒吼 不要脸 这也太不要脸了 等到许青洗完澡出来 江河已经关掉了视频 毫不知情的许青走过来对江河说道 我洗完了 你也快去吧 江河沉吟了片刻 我 我等会儿再洗 说着他偷摸朝许青看了一眼 这小嘴 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 江河想着自己跟许青那些姿势的画面 脸蛋又红了 许青则是一脸懵圈 这小妮子怎么开始喜欢看新闻了 不过许青也没多想 行吧 我也去干会活 直到晚上十一点多 许青才合上笔记本电脑打了个喝钱 我先睡了 晚安 说着许青直接回了房间 看到许青的房门关上 江河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今晚他都没碰自己的手 就跑回屋里睡觉了 就在这时 许青突然打开房门 这么晚了 你还不洗 江河吓了一跳 有些做贼心虚的看着许青 片刻后才说道 我要洗头 许青一愣 啥 没啥 洗吧洗吧 等一下我帮你吹干 江河猛的站起身 不用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出来 许青正拿着吹风筒等在门口 看他这傻笑的样子 江河直接扭向另一边 不过还是乖乖坐下 任由许青给自己吹头发 冬瓜不想吃狗粮 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江河感受着头顶的冷风 突然开口道 你平时不是一直很能说吗 现在怎么不说话 许青轻声回应道 那是有事的时候才说 现在又没事 对了 你想叫我帮你吹头发就直说吗 不说我怎么知道 在我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江河心头一阵憋屈 自己想听的明明不是这个 不过也算了 反正他还会骗自己的 也不急这一时 第二天 江河正在准备炒菜 一旁的手机还放着做鱼的菜 他突然开口告诉许青 我觉得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了 昨天去你妈家 他们都没看出来我哪不一样 我已经能隐藏自己了 许青一愣隐藏自己 你想做什么 这妮子该不会还想的偷偷溜走吧 江河红着脸 揉着头发扭捏的说道 就是觉得 你家特别好 我很喜欢在你家吃饭 四个人 很好 言外之意 不知道许青懂不懂 反正我是懂了 从一个还在用小布条的糖炒女孩 到现在懂得删除搜索记录的现代妹子 江河经历了多少许青的忽悠 从一个抱着见随时炸毛的陌生人 到开始期待许青每天牵自己手的恋爱老女生 江河真的变了 变得更勇敢了 这天许青正在进行辞旧迎新大扫除 没多久就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看着坐在电脑前的江河 许青心想 这是江河在这里过的第一个年 也算是重获新生了吧 不过昨晚他说自己现在是个现代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许青走到江河身后 要是他的搜索记录还在就好了 这时 江河突然指着电脑右下角 询问许青这是什么 这是有人在直播 你看他打游戏 他就能挣钱 江河一愣 这么神奇 我也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 因为我身份敏感 好家伙 江河都开始学会抢答了 他一脸认真地告诉许青 我自己查过资料 据说可以去偏远地方 花钱弄一个假的 许青直接给否定了 不行 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 违法乱纪的事我们不做 要堂堂正正拿到身份证 可是 真的有堂堂正正的办法吗 许青转身走向沙发 反正等你适应了这个世界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 你说是吧 小冬瓜 江河沉默了片刻 认为医生又继续查起了电脑 许青看着他的背影 不知不觉间 江河真的成长了好多 以往他只是单纯地听自己解释 现在都可以跟自己讨论问题了 平淡的日子总是缓慢又短暂 很快便来到傍晚 江河一边系上围裙一边告诉许青 今晚吃饺子 我准备包羊肉大葱馅的 许青鼓励了一句 加油 随即许青偷偷默默地撤出厨房 他想趁现在 看看江河的搜索记录 说不定他刚才忘记清理了 许青一顿操作后 打开了江河的搜索历史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吓坏了 仿佛江河就在他身后冰冷地说道 你果然在偷看 许青下得满头大汗 惊恐地扭过头 却看见江河依旧在厨房忙碌着 没错 江河的搜索记录只有一条 那就是 你果然在偷看 许青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可是又心虚得很 还带着一丝害怕 他回到厨房询问江河 那个 小子做得怎么样了 江河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说道 我还在揉面 看来是虚惊一场 这妮子竟然学会试探自己了 许青凑上钱 我来帮你办线 你放好调料就行了 江河点了点头 片刻后 许青认真地搅和着肉线 江河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想着 真希望这种生活 能一直持续下去 很快 大年三十这天 许青又带着江河回父母家吃饭 刚进小区大门 就碰见了秦浩的老爷 嘿 秦子 带女朋友过来吃年夜饭吗 是啊 秦叔 晚点我们去年了 再涮个小火锅 行 那我把水烧上 小耗子值班不回来 咱们自个儿吃 你们快去吧 你爸妈他们肯定等着呢 江河则是低下头 看了一眼秦叔的小狗熊霸 许青顺着江河的目光也看了一眼 你喜欢狗吗 喜欢的话我们也养一只 江河想了想 那么大只 肯定是很多 不划算 不会啊 养狗是一种乐趣 就像秦叔 有个宠物陪着 总不至于太无聊 江河却直言道 我们有冬瓜了 许青这才想起 也对 瞬间陷入二人一猫的世界 不愿自拔 很快 两人上了楼 许青指着一旁的礼盒 询问老爹 这是耗子送来的水果吗 优贺 百香果 还没拆呢 片刻后 许青切了两颗百香果 递了一半给老许 扮你尝尝 这个好 美容养年的 随即许青又给老妈塞了一半 江河自然是不会忘记 也塞了一半 三人只能拿起百香果尝了一口 许青见三人面无表情 忍不住询问味道怎么样 老爹说挺好 老妈说你试试就知道了 江河苦着脸沉默不已 许青怂了 看来是难以下咽啊 我还是不吃了 想到这 许青正想将手里的百香果放下 下一秒 三双充满威胁意味的眼神便扫了过来 仿佛在说你敢不知试试 许青无奈 自己约 嘿 自己切的百香果 含着泪也要吃完 你小时候吹过气球吗 从垃圾桶里捡的 装着弟弟妹妹的气球 这天除夕夜 老妈跟江河烧了一大桌菜 老爹也掏出一瓶珍藏许酒的红酒 随着红酒被打开 醇厚香甜的酒水倒入杯中 除夕团圆饭正式开始了 老许青了清嗓子说道 一年又过去了 今年有点不太一样 说着老许突然看向儿子 许青 你也是个大人啊 总之 希望你一年比一年好 许青跟江河相识一笑 老妈也幸福地看着老许 明年一起加油 干杯 吃饭间 老妈讲起了许青小时候的趣事 他呀 小时候皮的跟猴子似的 有次我煮了肉片 他捏着一块跑去和耗子炫耀 结果路上手一抖掉了 被狗叼走了 许青听得面红耳赤 妈 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 怎么就不能说了 哎呀大过年大 这种沉枝麻烂骨子的事 说他干什么 我就说怎么了 我不光要说 我还要说最后他俩应是从狗嘴里把肉抢回来了 江河玩耳一笑 这家伙还真皮啊 不久后 酒足饭饱 江河正帮老妈收拾着餐桌 老许却鬼鬼祟祟的朝许青挥了挥手 示意他过来 两人来到老许的书房 看着老许从桌上郑重地拿起一个东西 许青不禁有些疑惑 什么事啊 搞得这么神秘的 老许将手里的东西交给许青 伸手 这个拿好 等回家了 再打开 这啥 压碎钱吗 看着也不像啊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说完 许青就被老爹丢了出来 又过了一回 许青带着江河跟老爹老妈告别 路上 许青告诉江河 我们等下去情书那做回 你可以随意一点 试着把自己当成现代人 尽量多说话练习一下 说漏嘴也没事 他喝了酒睡一觉啥都忘记了 江河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蛋泛着红韵 轻轻应了一声 许青看着他这副样子 总感觉他比平时还要呆 难不成是刚才喝醉了 不应该呀 才喝了半杯红酒而已 这时 许青想起老爸给的小盒子 于是便掏出来想看看老爹给了自己什么宝贝 打开一看 好家伙 这老两口真是想太多了 离这一步还远着呢 江河也凑近看了看 这是什么 许青连忙将东西塞回口袋 这 这是气球 就是可以吹很大的 现在用不着 江河又询问道 那以后 用得着吗 许青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输了一口气才悠悠道 可能吧 随即 两人来到秦叔家里 叔 这耗子三天两头的值班 您怎么不再找个半打伙呀 秦叔一屁股坐回沙发 我上哪找去 谁看得上我呀 许青又也遇到 这事可没准 你看那些夕阳红 六七十岁了还能跳广场舞勾搭到一块 秦叔被逗得哈哈大笑 接着又扭头询问江河 会不会觉得带老头子我这无聊 江河连忙摆手 不会不会 文言 秦叔十分惬意地喝了口酒 对了 你们今年都在你家过年了 这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许青自己心里都没底 还没想那事 先看看再说吧 这样啊 他是江城的吗 听到这个问题 许青用眼神示意江河 江河这才想起许青让自己多练习说话 我不是 我是居成的 那你是 来江城上学 不是 我是来找工作的 秦叔有些诧异 这么早就工作了 看着挺小的呀 不过也挺不错 让这小子照顾你 许青又给秦叔道了一杯 江河则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对了 耗子不是也谈着呢吗 他那个 我到现在人影都没见着过 要不是有照片 我还以为他在跟鬼谈恋爱呢 有的谈就好 这不能急 你看我都不急 江河听着两人的谈话 又看了看电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总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 但是又说不出来 不久过 陪完秦叔 许青便带着江河准备回去 两人走在路上 江河一愣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许青没有直接说明 而是牵起江河的小手 接着才说道 你好好想想 自己想出来比我告诉你要好得多 看着自己被许青紧紧握住的手 江河忽然感觉 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他想赖上他 男人长这么大 第一次知道任人鱼肉是什么感觉 关键是他还被压着 想主动配合都做不到 不过这个妹子也是生猛 竟然把人家的嘴唇都咬破了 这天 许青跟江河从父母家回来后 许青打开电视 正好赶上春晚的末班车 他又告诉江河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记得换上新衣服 就是前几天我们出去买的那些 江河却沉默着仿佛没有听见 心里一直在默念着恩人 登徒子 感激和喜欢 片刻后 江河突然扭过头看了一眼许青 许青还没来得及询问怎么了 江河就直接起身走向厨房 这操作 整得许青一愣一愣的 接着便听到厨房一阵叮叮当当 也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东西 许青只能试探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 谁知 再次出现的江河 手里竟然拎着一瓶白酒 看这架势 分明是已经喝了不少 他擦了擦嘴角 直勾勾的盯着许青 许青连忙上前想要抢走他手里的酒 你喝这个干什么 这是做菜用的白酒 不能喝的呀 可此刻看江河这迷离的眼神 分明已经醉了七八分 他询问许青 我们还清白吗 可他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 想赖上他 许青将酒放在桌上 一边安抚道 清白 我们清清白白 话音刚落 许青感觉耳边一阵风刮过 这江河居然一把抓住他的手 像一头蛮牛一样 将他狠狠推倒在沙发上 此刻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 赖上他 赖上他 许青被江河这操作惊呆了 愣愣地看着他 电视上的春晚正好开始倒数 零点的钟声即将响起 随着三二一喊完 江河居然主动吻上了许青 顿时整个屋子 只剩春晚的过年好 还有两人急促的心跳和呼吸声 或许是从未做过 或许是看古装是贫血的 江河竟然肯摇起许青的下唇 许青人都妈了 这辈子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知道无力反抗是什么感觉 而且这样被压着 想配合一下都没办法 两酒 两人才分开 许青嘴边全是江河的口水 还有一丝鲜血 江河红着脸询问许青 现在呢 还清白吗 许青连忙回道 不清白不清白 我都被你糟蹋了 哪来的清白 只是没想到 这孤男寡女喝了酒 干柴烈火之下 自己才是被占便宜的那个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片刻后 许青笑着询问道 那个 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当然如果你想继续做些什么的话 我也可以教你 文言 江河直起身子松开了许青 接着又小心地朝后边退了两步 随即 居然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许青又是一呆 虽然不知道他今天到底怎么了 就在这时 一双草鞋出现在许青面前 还带着淡淡的沐浴露香味 江河一脸扭捏地拎着草鞋说道 你喜欢 都给你 许青呆呆地接过草鞋 这是 什么意思 江河恍若未闻 抿着嘴思考着自己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对了 自己还可以教他打拳 想到这 他直接在许青面前疯狂挥舞着拳头 许青都吓坏了 这大晚上的 要不先好好睡一觉 你看今天过年 打拳什么都不急 你之后再教我吧 文言 江河停下了动作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拳头思考了片刻 好 说完江河再次转身就走 静止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只留下一句晚安 就砰的一身关上了门 只留下一脸蒙圈的许青 这妮子走得真干脆 乱七八糟的 这叫什么事啊 本来还打算手碎来着 就在这时 江河又偷摸探出头来 许青人都妈了 这女侠又怎么了 说好的晚安呢 眼看江河朝自己走来 许青下的大喊 女侠 好女侠 你现在喝多了 千万别再过来了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明早酒醒了你非打死我不可 江河却不管不顾地走到许青面前 缓缓伸出手说道 今天你还没摸我的手 许青彻底震惊了 就这 随即 被一脸蒙圈的许青摸完后 江河心满意足地回房间了 只留下许青呆呆地想着 这就真不是个好东西 等明天女侠醒了 要是休愤之下一走了之怎么办 想到这 许青迅速锁好门窗 可不能让她抽风跑出去 第二天 集大年初一 心情不错的江河 换上了新衣服新围裙 正考虑着做什么菜 许青隔着门缝偷看 虽然一切如常 但总感觉更奇怪了 最终许青还是忍不住 推开门询问道 你还记得 我们昨晚发生的事吗 这个妹子以为 把人按在沙发上啃一口 就算是赖上人家了 因为这样子 两人就不清白 只能澄清生娃了 这天一早 江河正在厨房准备做早餐 许青推门而入 小心翼翼地询问江河 你还记得 昨晚的事吗 江河揉捏着头发 根本不敢看许青的脸 我们 我们不清白了 闻言 许青正想问点什么 却突然发现自己 昨晚还没洗澡 就慌慌张张地睡了 于是他告诉江河 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什么 等一下我们好好谈谈 我先去洗澡换衣服 等我回来 说完 许青直接冲进浴室 砰的一身关上了门 江河呆呆地站在原地 满脸惊慌的表情下 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完了 灯徒子 生五个 二十分钟后 两人坐在沙发上 许青看着江河 现在容我问一下 你昨晚为什么突然喝酒 然后压着我亲 江河满脸的羞涩 突然扭过头 一脸嫌弃地看着许青 沉吟了许久才开口道 你不是 喜欢我的鞋子吗 许青瞬间握紧了拳头 等一下等一下 谁说我喜欢你鞋子的 江河却仿佛现在自己的世界 自顾自地说道 我查过了 喜欢鞋子虽然有点特别 但不是什么鞋 你不用觉得那个 我不穿鞋也没关系的 许青差点炸了 等等啊 我真的不喜欢鞋 你真的对我有误解啊 这时 许青才终于想起什么 你是不是看见我收起你的破草鞋了 江河一惊 有种做亏心事被发现的感觉 但他还是认真的告诉许青 你放心 我不会看不起你的 许青人都骂了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因为那是你来的时候穿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古董 以为能卖钱才留着的 江河却误会了他的意思 一时间也有些惊吓过度 你喜欢原味 许青彻底傻眼了 你这小妮子 平时在网上到底都看了些什么呀 江河也已经彻底无法自拔 但也只敢吩咐许青 你如果喜欢 可以拿去 但是不要卖给别人 我不喜欢 许青感觉自己完了 这变态的帽子 看来是摘不掉了 他只能总结掉这个话题 总之你放心吧 我真的不喜欢鞋子 也不会拿去卖钱 我们开始下个话题 好吗 说着他将手上的于青展示出来 随即询问江河 你说你想赖上我 把我按在沙发上啃一口就算赖上了 江河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亲一口就不清白了 所以现在 我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 文言 许青摊开手 那女朋友现在能不能过来抱一个 江河只能低下头 一点一点的 将屁股挪了过去 许青直接将他揽进怀里 他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许青语重心长地告诉江河 其实你认为的不清白 和我认为的不清白 一直都是不一样的 你想要的和我想要的 也都不一样 我想和你谈恋爱 但你知道恋爱是什么吗 江河懵懂地回道 是男女朋友吗 然后呢 江河依偎在许青怀里 抬起头看着他 然后 然后 成青 许青用脸颊蹭了蹭江河的脑袋说道 成青是结果 不是目的 喜欢你是喜欢你 缠你身子是缠你身子 这是两回事 江河虽然不太理解 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 我就是喜欢现在的生活 想一直这样下去 我知道的 我全都知道 但我想要的是 一个变成现代人的江河老婆 而不是懵懵懂懂 为了稳定生活 给我生孩子的傻和牛 说着许青突然亲了一口江河的额头 我希望你学会笑 文言 江河努力摆出一副笑脸 许青连忙让他打住 这笑容看着也太甚人了 接着许青再次将他揽入怀中 我说的不是说你不会笑 是说你还没习惯笑 比如说 你看到雪的时候 吃烤肉火锅的时候 还有品尝蛋糕的时候 你都会神采奕奕嘴角上扬 我能感受到你的开心 虽然你已经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但也只是附和着当时的气氛 翘翘嘴角 我相信你都懂大家在笑什么 为了什么而笑 但就是做不到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或者说 你潜意识依旧克制着自己去笑 江河抬起头看着许青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 秦叔后来不怎么和我说话的原因吗 没错 毕竟你是从一千多年前过来的 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找 这些东西可以慢慢许 我不希望你 因为急着想要稳定的生活 而强迫自己做什么 我可以等你 因为我就是喜欢这样憨憨的小和鸟 文言 江河连忙解释道 我没有强迫自己 许青咧嘴一笑 那你可以再亲我一下 江河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忍着羞意 亲了一口许青的脸 许青享受完美人的恩典后又说道 你看这样多好 以后不要像昨天那样这么用力捏我了 喜欢我说出来就行 你过来亲我也不会反抗 甚至很享受 江河尴尬的看向别处 许青没想到 这个梗居然还过不去 我不喜欢鞋子 我喜欢亲亲 谢谢 总而言之 对许青跟江河来说 大年初一 是个好的开始 这里也提前助我的所有粉丝 新年牛逼 有一种红包叫鸳鸯包 相信在座各位都没收过吧 许青跟江河今天就收到了 许青也是笑道 秦叔 您还挺会转活呀 江河红着脸 有些激动的说了声谢谢叔叔 因为这个红包很厚 还有叔叔阿姨 他们也给了自己很厚的红包 照这样下去 等拜完年 自己就有很多钱了 随后 两人告别下了楼 正好碰上秦浩下班回来 哟 浩子 你这值班结束了呀 秦浩呆呆地点了点头 许青见词 突然想起什么 他一把掏出秦叔给的鸳鸯包 看看 鸳鸯的 可你没有 怎么样 啥时候准备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了 秦浩一脸烦躁 你压的 秦浩清楚 要是让这小子知道我那是假的女朋友 指不定就去我爸那打小报告去了 绝不能让他知道 想到这 秦浩连忙起身上了 不和你扯皮了 我回去休息了 哈哈 秦警官辛苦了 随即 两人继续往回走着 对了 他可以帮我解决身份问题吗 不行 他就一个小骗警 哪来那么大权力 办不了的 但不管秦浩的身份是什么 多一个人认识你 你就多一份保障 总归是有帮助的 江河认真的听着 沉吟了片刻才突然悠悠地说道 真好啊 许青一愣 扭头看向这小妮子 什么真好 江河这才解释道 这半年来 我们两个人 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在行动 我觉得这样很充实 说着江河突然哼起了曲子 几人份的唱谈 道三两句晚安 悠扬的歌声 许青都听陶醉了 他好奇地看着江河 江河玩耳一笑 我现在只会这一句 怎么样 好听吗 许青没有回答 而是四处张望了一下 见四下无人 许青啪大一口 亲在了江河脸上 这大白天的 还是在公共场合 江河只想说 你这个登徒子 另一头 秦浩刚回到家 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 他忍不住笑道 真香 果然还是自家的饺子最好吃 秦叔在一旁憋着一口气 他抱起熊爸语气 酸溜溜地告诉他 熊爸呀 你可得争点气 都这么大了 我还没给你绝育 就是为了等你什么时候 能遇到个小母狗 到时候就指望着 你给我老秦家留个后 秦浩忍不住打断道 爸 熊爸是母的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在说我 秦叔也不乐意了 没跟你说话 吃你的饭 吃完给你许叔叔拜年去 不久后 秦浩来到老许家 书婶 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 刚刚你叔还说呢 你这当警察的太辛苦了 大过年还要值班 说着许妈突然掏出一对红包 本来这是带女朋友过来才有的 看你这么忙也带不了 就特开一粒 收好了 秦浩连忙拒绝 别别别 我都这么大了 还收什么红包 许妈直接塞进他的口袋 你这不是谈女朋友了吗 要是一个人还不给呢 下次把他带过来一块做做 好 一定一定 下次一定 找了之后天天催带过来见面 估计带过来见了之后 又要催着结婚了 果然 人生好难 秦浩欲哭无泪 告别了二老 正准备推门离开 老许突然叫住他 那什么 你知道亲子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吗 知道 就是博主 叔 用一下你手机 这个就是亲子的账号了 老许定睛一看 留守好闲的亲大人 这这么什么破名字 秦浩笑着解释了一句 总不能就叫许亲吧 这名还挺适合他的 这是他的主页 下面都是他的作品 叔你想看哪个就点哪个 许妈招呼两人先进来坐下 坐着慢慢看 那小子只说过他能挣钱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啥 我倒要好好看看 不出意外的意外 老许点开了江河也看过的那一幕 古装电视剧接吻姿势大全 看着那一幕幕的画面 三人全都沉默了 简直震碎三观 老许气得直接将手机砸在桌上 他小子就天天搞这些 秦浩心中暗道 完了完了 另一头 许亲刚带着江河回到小区门口 就碰见了程婶 两人打了个招呼后 江河乖巧的上前阿姨新年好 程婶也是笑呵呵的回忆 突然 许亲感觉鼻子一阵发痒 下一秒 一个强烈的喷嚏夺鼻而出 许亲揉了揉鼻子 这啥意思 有刁明想要害朕吗 请问一下 那些有对象的 你们在一起多久之后才一起洗澡 这个男人刚有女朋友没两天 就想节省水资源 惹得这个妹子连声怒骂灯谱子 这天许亲跟江河偶语程婶后 便跟着衬婶来到她家做客 见没看到小嫣 许亲便询问道 小嫣啥时候回来 江河可喜欢那丫头啊 程婶一脸暧昧地笑道 她过完年就回来 喜欢就自个儿生一个呗 许亲顿时就笑了 那是 十二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江河又羞又气 又开始骂许亲是灯徒子 程婶却突然问道 话说 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 网恋吗 文言 许亲跟江河皆是一愣 两人对视了一眼 心有灵犀一点通 许亲伸出三根手指 十二 我追了她整整三年 不是网恋 就在江城认识的 哈哈 别说三年了 五年能追到也值得呀 那是那是 三人说话间 王叔端着水果放在桌上 许亲连忙让王叔别忙活了 我们坐会就走 程婶则是一脸笑语 多陪我这老太婆说说话不行吗 这样你吃就吃 没有没有 谢谢婶 不久后 两人回到家 许亲一边拖着鞋子一边询问江河 你还知道网恋 江河点了点头 一边从冰箱顶上拿下来一袋猫粮 我一打开电脑 不用自己搜索 网页上面就有了 许亲一阵无奈 真不知道教她上网是好事还是坏事 什么网恋什么原味 真是跑太偏了 随即 许亲转身来到沙发坐下 悠悠地舒了一口气后才说到 其实比起鞋子 我更喜欢袜子 那种薄薄的 长长的 黑色的袜子 还有原味的 听到这话 江河正正地看了一眼许亲 随即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许亲笑了 看你这反应 你知道那个袜子 下一秒 江河一句话差点让许亲喷了 我知道 在大街上你会看别人穿那个 直到江河做好晚饭 许亲加起一块肉一边承诺 我对天发誓 以后绝不看别人了 虽然现在也没怎么看 主要是见到大长腿 不自觉就会多看一眼 这是男人本色 江河则是一脸淡定 没有任何不满 他告诉许亲 看了又怎么样 我有时候也喜欢看 除了泛望一点外 确实 确实是挺好看的 江河说的脸都红了 许亲确实有些差异 你觉得那个好看 是想穿的那种好看吗 看来 让女侠穿黑丝只日可待呀 谁知江河却一脸认真地告诉许亲 是想摸一下那种好看 许亲瞬间呆住了 连筷子上的肉都掉了 吃完饭后 许亲面色凝重地在电脑上搜索着 百合花是什么花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说 他可能只是单纯想摸一下丝袜 毕竟丝丝滑滑的 谁不想摸 这太正常了 想到这 许亲告诉江河 要不我买两套丝袜回来吧 你可以尽情地自己穿着玩 可江河却直接拒绝了 不想而已 自己先买回来放着 说不定以后就想穿了呢 未雨绸缪这方面 必须给他拿捏得死死的 完事后 许亲起身准备去洗澡 待会一起拆红包 看看今天收入多少 对了 你要不要一起洗 这样节省水资源 反正我们是男女朋友 江河脸刷得一下全红了 我不要 你个灯厨子 不要脸 许亲笑着跑开了 等两人都洗好后 许亲掏出今天收的红包 现在开始拆红包缓解 片刻后 几个红包都被拆开 江河激动莫名的 看着手里的红钞票 足足三千多 不过他只是兴奋了片刻 就将钱推给了许亲 这都是给你的钱 我不能收 许亲顿时就笑了 这小妮子还真乖呀 他将钱推还给江河 这些都是给我女朋友的 你不收谁收 随即他一把将江河揽进怀里 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你二娘不是会给你 一脚里缝碎银子吗 这个钱你也可以当成储备金 压在床脚 急用时再拿出来 闻言 江河却低下头轻声说道 我还欠你好多钱 这个要分轻的 无奈 许亲只好将钱放在桌上 好好好 要分轻 我们各论各的 先不管这些了 我来教你轻轻吧 说着 许亲一脸期待的 缓缓靠近江河的脸 江河只感觉心跳加速 脑袋瞬间就懵了 这家伙这么直接 我该怎么办了 来乖 闭上眼 让树好好看看你 男人告诉眼前这个妹子 我来教你怎么轻轻 妹子吓得完全呆住了 根本不敢反抗 只见男人抓住妹子的胳膊 随即深情地吻了上去 妹子脸上泛着红韵 似乎在认真学习 她微微睁开眼睛 似乎想看清这个男人 又缓缓闭上 似乎只要是这个男人 她就可以完全付出一切 可下一秒 再次睁开眼的江河 眼神却充满了 浓浓的轻蔑气息 她淡定地低下头 看着许亲不安分的手 你做什么 许亲听着她冷冰冰的声音 猛然清醒过来 她摊开双手解释道 如果我说这是本能 你信吗 算了不提这个了 我们重来 江河站起来就跑 不来了 临近房间时 江河又探出头喊道 你想让我生孩子 我才不信你 许亲顿时哑口无言 呆滞了片刻 接着才又笑着轰道 没有没有 只是抱一下 怎么会生孩子呢 快过来轻轻 江河满脸的不信任 她才不相信这个灯徒子的话 我睡了 说完 江河直接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只听喷的一声 顿时客厅内只剩目瞪口呆的许亲 她尴尬的挠了挠脸 也不知道这妮子到底学会轻轻美 算了算了 反正自己也还不想睡 就来看看之前发的视频 反响怎么样的 许亲点开自己最新发布的一个视频 影视片里洞房的那些事 很快 一条画风有些与众不同的评论 吸引了许亲的注意 她总感觉 这人说话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算了算了 还是拉黑好了 免得影响心情 另一头 老许正坐在床边摆动着手机 许妈见此询问道 你还在干嘛呢 赶紧睡了 等一下 马上睡 老许想看看 之前在那小子乱七八糟的视频下面 留的评论有没有回复 谁知手机竟然显示不出来了 老许哪里知道这是被拉黑了 对着手机一阵猛戳 却依旧无济于事 几天后 大年初六 王子俊和秦浩一起来到许亲家 许亲给两人拿了一双拖鞋 你们先坐一会儿 菜还在烧 我视频还差BGM没插进去 所以电脑不方便动 要玩的话用我笔记本凑合吧 王子俊直接一把拦住许亲 你说 插哪儿 他连忙扯开话题 我是说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怪不得现在叫都叫不出来 许亲一脸嫌弃 坐你的沙发去 我去厨房搭把手 看着小两口在厨房里的画面 王子俊忍不住感慨 眼看着最熟的好哥们 就要进入人生下一阶段 真是给人贩卖压力和焦虑 你说是吧 小猫咪 冬瓜也是烦躁地喵了一声 王子俊又转头看向待机的秦浩 你看这事 就挺突然的 原本跟我一样天天在外边浪的人 怎么忽然就收心了呢 这才回过神来 他小声地告诉王子俊 你说 青子有没有可能是被调包了 我怀疑现在克隆技术成熟了 这是给许叔他们搞了一个试验品 顿时王子俊身以为然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他前阵子消失了几个月 喊十次有八次不出来 说不定就是那时候被换了 真身拿去销毁了 对呀 一般克隆人为了和真人做出区别 身上都会有特殊记号的 等一下注意看看 青子脖子啊 手腕上有没有标记什么的 就在这时 许亲端着盘子走了出来 开饭了 你俩在那嘀咕什么呢 还有你 放开我的猫 片刻后 四人围坐在餐桌 大过年的 江河做了不少拿手好菜 今天咱们都少喝酒 多吃菜哈 哪能呢 成年人全都要 这时 许亲突然捋了捋衣袖 在厨房一折腾 还真有点热了 这下可好 那晚被江河捏的手印露出来了 王子俊和秦浩瞬间傻眼了 卧槽 还真的有记号 许亲一愣 干啥呀 这么大反应 男人有钱就变怀 有了老婆就变乖 这个男人自从有了妹子 死党叫十次有八次不出门 整得死党还以为 他被克隆技术换成假的了 两人估摸着克隆人 应该有记号才对 谁知许亲撸起袖子 果真手腕处有一圈于青 两人顿时一阵卧槽 惊呼出声 许亲心想糟了 忘了江河之前 按着自己轻轻的时候 弄得于青还没消 这可不好解释啊 许亲连忙想将袖子拉上挡住 秦浩直接怒斥道 不准动 双手举起来 片刻后 王子俊跟秦浩打量着许亲的双手 王子俊一脸猥琐 这痕迹 你这是干啥了 许亲收起袖子 还能干什么 就是玩闹的时候激烈了一点而已 王子俊惊呆了 想象着许亲被绑起双手的样子 激烈 卧槽 你这看着浓眉大眼的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秦浩还在懵圈 什么意思 王子俊凑凑上前小声道 就是那什么 啊 你说懂了 许亲人都傻了 连忙摆手 你们别瞎说 王子俊跟秦浩同时扭过头 正正地看着许亲 这动作 更像了 两人皆是一脸暧昧 癞蛤蟆睡青蛙 长得丑完得花呀 许亲无力反驳 他感觉自己说啥都没用了 片刻后 四人重新入座 王子俊端起酒杯 嫂子 我敬你一杯 没想到这妹子看起来挺文静的 实际上却是那么大胆 许亲连忙事已不用 他不喝酒的 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任人愚肉 说什么都不敢再让他喝酒了 见此 王子俊又转向秦浩 浩子 你现在当上警察了 愿望实现的感觉怎么样 好的很 天天充实的不行 哎 真羡慕你 我天天都特空虚 还是亲子过得潇洒 有猫 有人 有事做 还有闲工夫 文言 许亲也是叹了口气 只能说个有个的愁 如何解决江河的身份问题 至今都还是一大难题呢 不过 再麻烦也是值得的 突然 许亲放下手里的杯子看向江河 江河正吃着饭 突然一愣 他歪着头看向许亲 怎么了 没事 就是脸上沾到米粒了 说着他伸出手 帮江河拿了下来 王子俊看得一阵难受 打住打住 别光秀恩爱 嫂子也多说说话呀 江河脸色顿时就红了 支支吾吾的说道 我在吃菜 许亲却是毫不在意 那是因为你们看起来不正经 没 没有觉得不正经 你们都认识多久了 很久了 我和亲子大学四年 就这么过来的 他俩认识更久 从穿胎裤裤就认识了 对啊 都是孽缘了 江河一愣 忽然想起那张照片 大学那回他是红头发吗 两人笑的眼泪都要掉了 那二笔照片我看过 那是更早时候的 当时还觉得特有范儿 现在回手真是辣眼睛 笑完王子俊似乎突然想起什么 他跑到江河身旁一边掏出手机 嫂子你等我找找 我手机里存了不少亲子的黑历史 你看 这是毕业旅游那年 亲子被峨眉山上的猴子揪着打 哈哈可惨了 第二天还带了灯棍子说想去报仇 结果就是让他们打得更狠点 那时候我就看出来 亲子他有点特殊癖好 秦浩也凑上前 我这儿也有 那二货做过的蠢是一大堆 许青在一旁悠悠地叹了口气 给自家媳妇晒黑历史 不碍事不碍事 吃完饭后 王子俊告诉许青 我想搞个游戏战队 你那配电脑的朋友挺不错的 我想再弄几台 许青刚说完那档口的地址 秦浩就拉着王子俊要离开 许青上前询问 不多做会儿吗 王子俊渐地比划了个手势 不做了 怕耽误你们打闹 许青直接裂开了 这算什么事啊 在王子俊他们眼里 自己是带有受虐倾向的董恩 在江河眼里 自己是喜欢原位鞋子的变态 自己这一世英明 全毁了 如何防止男人在接吻时 双手不老实 你可以单手抓住他的手腕 把他压在沙发上霍霍 这样他就只能认你宰割了 这天一大早 许青就在沙发打瞌睡 听见江河过来 这家伙睁开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 笑得一脸暧昧 江河询问他要不要喝水 许青却突然站起身将他抱住 我不要喝水 我想抱你 他将头轻轻放在江河的脸上 我喜欢你 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江河原本被他蹭得有些痒 听到他这么说 也有些意乱情迷地说道 我身上有味道吗 当然了 男人都好色 所以闻着好看的女人都有体相 不过我不一样 我只对你一个人好色 来 亲一下 随即 两人微眯着眼缓缓靠近 先是鼻尖触碰到一起 接着便是两张小嘴 屋子里一片寂静 只剩两人的心跳声 突然 江河缓缓睁开眼 似乎察觉到什么 下一秒 江河忍不住惊呼出声 原来 许青这小子的手又不老实了 你能不能 别老关注这些 说着 许青再次被压倒 被按住双手压在沙发上 还是这样好 既不用让他得寸进尺生小孩 又能体验一下谈恋爱 随即 江河再次吻了上去 许青含糊不清地喊着你松开我 为了自己日后的幸福生活 绝不能让江河养成这个习惯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有人敲门 江河起身擦了擦嘴 我去开门 来人是承沈的外孙女小嫣 她好奇地询问江河 姐姐你在笑诶 什么是这么开心 江河尴尬地捂着嘴 啊 我有在笑吗 随即 小嫣一把抱起满脸怨气的冬瓜 江河则回到沙发坐在许青身边 她低着头告诉许青 我 好像变了 许青甩了甩有些发疼的手腕 确实你变了很多 学会喜欢一个人了 但总是用武功控制自己 这发展不太对啊 一旁的小嫣 正在写作文 我以后要做大明星 她笑呵呵地告诉冬瓜 你以后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许青却牵起江河的手 在她手心写起许青和江河两个名字 我们两个人名字都是十字话 真是缘分啊 说完 许青这才起身 来到小嫣身旁 小嫣询问许青 我的名字是多少话呀 你比我们两个加起来还多 万一被老师罚超一百遍就完了 那么难写 我才不要被罚吗 江河听着两人聊天 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对了许哥哥 明星要怎么当 就是要会唱 跳 蓝球就算了 你不行的 小嫣 你会唱歌吗 不会 那你会跳舞吗 我会扭屁股 许青微微一笑 指着江河说道 江河姐姐也会哦 很快 天色见黄昏 许青正半躺着剪视频 江河在收拾东西 却突然看见窗户边放的草鞋 她偷偷看了一眼许青 趁她没注意 将草鞋拿到浴室洗了起来 突然 许青出现在她身后 你在干什么 江河扭头尴尬地告诉她 我在 我在洗鞋子 你为什么要洗我的鞋 江河一愣 这是我的 不 你把它送给我了 就是我的 江河想起那天晚上 自己确实将这草鞋送给了她 只能又羞又怒地喊道 洗一下再给你 许青看她这副样子 瞬间就笑了 笑得放浪行还为所欲为 接着她又掏出手机 我帮你买的袜子快到了 再帮你买双高跟鞋吧 你喜欢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我比较喜欢红底的 都来一双 听到这话 江河又又又呆住 这个变态狂 有一双还不够 她竟然又在图谋新的鞋子 这叫自动售货机 这机器里面其实藏着人 她会给你把饮料推出来 掉到下面那个出口里 女孩听着男人一顿忽悠 你是不是还想说 取款机里其实是有人藏着数钱 数好再帮忙塞出来 许青跟江河的悠闲日子 很快就来到了二月初春 这天江河在湖边钓鱼 许青便在一旁练拳 一朝一室有板有眼 看来没少下功夫 许青一阵嘿哈嘿哈 江河连忙是一塌小点声 别把自己的鱼吓跑了 许青也不知道江河从哪拼的 来这里可以钓鱼 还说免费的不要白不要 搞得自己也变成户外练拳了 许青感受着自己日益提升的力量 感觉自己现在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 可惜还是按不住江河这小牛犊子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拉起鱼竿 上鱼了 江河一脸兴奋 中午的鱼汤涌了 许青也缓缓收回全室告诉江河 我们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帮助别人 而不是为了用武力去欺压别人 许青声音有些含糊不清 脸上是早上没成功按住江河被揍的巴掌印 无论如何 道德不能沦丧 你低 明白吗 江河蹲在地上 一脸淡定的回答 我明白啊 江河心里清楚 自己才没有欺压别人 自己是为了自保 腰放在以前 他的猪蹄子赶在自己身上乱动 肯定给他掰舍了 再转两个圈圈 许青只感觉脖梗一凉 似乎是有杀气 片刻后 两人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去 江河正兴奋地期待着中午的鱼汤 许青却感觉有点渴了 他看向一旁 你要喝可乐吗 江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这是一台方方正正的柜子 隔着玻璃还放着许多饮料 许青告诉他 这叫自动售货机 这机器里面其实藏着人 他会给你把饮料推出来 掉到下面那个出口里 你是不是还想说 取款机里其实是有人藏着数钱 数好再帮忙塞出来 许青一愣 这你都知道 江河不服气地扭过头 要是现在还能被许青忽悠的话 那干脆自己啥也不要干了 就躺在家里生孩子好了 许青上前选了一瓶可乐 接着便掏出手机扫码付钱 江河好奇地询问道 如果我们也买一台 花的钱还是进了自己口袋 这是不是相当于不用花钱 那怎么可能 里面的饮料 还是得你花钱买来再放进去的 这样子啊 那也不要了 就在这时 被推出来的可乐 竟然卡住了 两人顿时大眼瞪小眼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许青用力拍了拍机器 可这可乐却纹丝不动 他又抱着机器使劲摇晃 可依旧无济于事 片刻后 许青累到脱力 算了 我再买一罐吧 应该可以把这罐砸下来 江河一愣 要是也卡住了怎么办 那怎么可能 不会这么倒霉的 刚才那个只是小该帅事件 谁之话刚说完 居然没开二堵 再次卡住了 两人再次惊呆了 这就是你说的小概率 许青又又又买了一瓶 我他喵的 就不信了 结果可乐再次哐的一声 落在了那两瓶上面 江河在一旁悠悠地嘲讽道 现在里面有七块五 许青心态彻底崩了 揉着拳头怒喊道 看我不砸死你个破机器 可他还没来得及动手 江河已经左右看了看 随即直接飞起一脚 机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三瓶可乐咚咚咚落了下来 许青抄气可乐 好 赶紧跑 片刻后 一条巷子里 许青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江河拎着个水桶平静如水 他告诉许青 不用担心 我看过了 那附近没有监控 许青一愣 你现在还知道 做坏事之前先看监控吗 江河一脸不服气 不要把我当傻子 我早就知道了 休息好后 两人继续朝家里走去 江河突然有些感慨 不知道下一个一千年 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是星际之明吧 你如果再晚几千年过来 说不定地球都没几个人了 只有一堆机器人走来走去 然后你拿着件大战机器人 最后立即而亡 说着许青突然笑了笑 等你彻底安定下来 拿到身份证后 我们可以去坐飞机 也可以去坐轮船 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大海 里面有超级大的鱼 超级大的鱼 是不是能吃很久 许青宠溺地笑了笑 你怎么满脑子只想着吃的 这一个冬天过去 你都胖了十斤了 还只知道吃 不久后 帝国鱼汤正咕嘟咕嘟冒着跑 江河一脸陶醉 好香啊 我都已经馋了 剩下那两条 给叔叔阿姨他们送过去 许青却笑着说道 那么小的鱼 还不如不送 留着给冬瓜吃吧 喵 如果一个这样的女孩要求亲亲 你会拒绝吗 男人当然没理由拒绝 可是 他为什么要摸自己的胸口 难不成真的学坏了 这天一早 许青正在沙发剪视频 江河突然走了过来 他拿出一个本子告诉许青 我把攒了几个月的材料 都换兑成金币了 这个钱怎么卖 许青看着本子上一堆零 我去 这么大数目 你等等 我帮你找找渠道 看着如今的兑换比例 许青忍不住感慨 这真是太励志了 一个唐朝人在现代 靠着一台电脑搬砖 几个月就赚了第一笔巨款 江河也笑道 我在群里大致了解了一下 现在金币的价格 比之前贵了很多 我算了算 如果全部卖出去的话 我就可以还清你的钱了 什么以身相许有恩必报 我才没有把二娘的话荡耳旁风 许青一边操作着电脑 你不光能还清 还能剩下不少呢 你可以给自己买新衣服新鞋子 对 鞋子我帮你买了 你过来 我帮你找到金主了 我教你怎么操作交易 好 完事后 许青看着正在算账的江河微微一笑 随即继续捡起了视频 不久后 江河放下手里的电容笔 有些羞涩地询问道 可以清一下吗 许青直接呆住了 啥 你说什么 看着江河来到自己身旁坐下 许青想不出江河是在求表扬 还是想庆祝 又或者是觉得终于债务自由了 算了不管了 亲肯定是要亲的 许青抚摸着他的脸缓缓靠近 随即 两人各自用口水滋润着彼此干涸的嘴唇 房间里一片熠熠生辉 只是让许青意想不到的是 江河这次居然那么老实 没出手按着自己 突然 许青停了下来 呆呆看着自己胸口 江河的手此刻正放在上面 他询问江河 你这是 做什么 江河一阵摸索 我在学你 许青人都妈了 这傻妮子 大男人的胸有什么好摸的 江河也感觉没啥好摸的 所以许青为什么那么喜欢呢 江河思考了片刻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谢我 谢我干什么 江河满脸幸福 最开始我拿剑指着你 怀疑你要下毒害我 可你却愿意收留我 还帮我学会在这里生活 文言 许青咧嘴一笑 谁叫你长得这么好看呢 江河一脸优越 这家伙怎么这样 就不能虚伪一点 装得大意凛然一点啊 许青告诉江河 要是当时躲在那的是你大当家 满脸落腮糊的 我绝对会第一时间报警 真想了想 你说的也对 要是你长得贼眉鼠眼的 打翻可乐的时候 你可能就被我一箭戳死了 所以说 我们都很幸运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文言 许青满脸宠溺的笑了笑 刮了一下江河的鼻子说道 以后多笑一笑 你笑起来很好看 不久后 许青继续剪着视频 江河则在认真的记账 他突然开口告诉许青 等我把金币全部卖完 这笔钱可以用来还你的电视 多出来的还能当压箱底的储备金 许青点了点头 好 你存着吧 存多多的 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许青突然好想逗逗他 他悄咪咪的摸上江河的脚丫 接着趁他不注意 一把脱掉了他的袜子 江河像被踩到尾巴的猫咪 脸一下就红了 你干嘛脱我袜子 没有呀 就突然想看看吗 说着许青一把抓住江河的脚踝 你这小脚丫和手不一样 没那么多剪子 摸起来滑溜溜的 有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突然许青甩了甩头 不行 不能再摸下去吗 不然真要成变态 必须找点事做 转移注意力 想到这 许青脱下江河另一只袜子 接着静止走向浴室 江河被他整个一愣一愣的 他来到浴室门口 你为什么 拿走我的袜子 许青扭头告诉他 我闲着没事干 正好可以帮你洗一下 江河连忙拒绝 我可以自己洗 不行 我说了 我是你的舔狗 为你做这些事应该的 而且肥皂伤手 我无所谓 但你的小手要好好保养 江河还是不习惯 红着脸一阵支支吾吾 却想不出理由拒绝 许青又继续说道 我是你的男朋友 所以让我来吧 好吗 听到这话 江河好像当场被暴击 脸滚烫滚烫的 像火山就要爆发一样 脑袋也全蒙了 男人跟一个这么好看的妹子出对象 两人同吃同住 却不在一个屋里睡 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是别说他爹不信 连狗都不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因为这个妹子身怀武功 这天 老两口来老房子 看许青和江河 许青叼着根黄瓜 爸妈 这么早就来了 你们先做会儿 江河还在炒菜 哎呦 妈你怎么还带东西过来 太客气了 老妈一脸嫌弃 这不是给你的 这是给江河带的 文言 许青大声吆喝起来 江河江河 我爸妈来了 我妈还给你带了礼物 江河连忙擦干手上水跑了出来 许青一脸兴奋 看 我妈给你带的 是护手霜 江河连忙谢谢阿姨 老妈也是没开眼笑 哈哈 不用谢不用谢 不久后 桌上便摆满了 热气腾腾的饭菜 老妈尝了一口 瞬间被惊艳到了 哎呦 这手艺可以啊 做得比我好吃多了 许青一阵傻笑 那是 江河的天赋是真的好 没得说 要知道 女侠可是器件拿锅铲 学得杠杠的 很快 一顿饭结束 许青收拾好碗筷 刚走进厨房就看见 江河已经穿好围裙了 她告诉许青 你放着就行 我来洗 许青却宠溺的笑了笑 你去陪我爸妈他们 洗洁精伤手 我来洗就行了 我妈估计就是看见 你手上的剪子了 所以这次特意挑了 护手双送你 让你好好保养一下 你可别舍不得用 闻言 江河疑惑地看了看 自己的手 随即才询问道 手 还需要保养吗 不是只有剑 才需要细心保养吗 当然不是 就现在而言 剑不需要 你才需要 你那个剑也该收起来了 别老拿出来晃 如果实在想练 我改天给你买新的 听着许青的话 江河沉默了 小脸也慢慢变得通红 这家伙肯定是想 想让我把手 弄得跟官家大小姐一样 细嫩光滑的 好给他摸着玩 厨房外 老妈正伸着头 打量着两人 他小声告诉老许 之前我以为 他们过得也就一般 没想到啊 居然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你看这家里 收拾得多整齐 我觉得他们俩能成 到时候你把这边 房子过给亲子得了 老许冷哼了一声 依旧是那句话 等他找到工作再说 又过了一会儿 江河跟许青走了出来 见此 老许直接站起身 对许青说道 去你房间 我有话跟你说 文言 许青转向江河 你去陪我妈坐会儿吧 江河乖巧的点了点头 好 刚坐下 老妈就询问江河 亲子现在每天都在干什么呀 他就是 做那个视频 把电影解开 然后再拼接起来 这样 就是浩子之前说的 那个视频博主是吧 那除了做视频呢 还做什么 江河想起许青嘱咐过 他练功的事情要保密 不然会被老两口 当成脑子有病 江河想了想 突然说道 对了 他还会用电脑看赌场 这话直接把许妈惊呆了 吓得他一把 捏紧了冬瓜的狗头 把冬瓜也给吓了一条 赌场 什么赌场 江河连忙摆手 不是的 那个好像叫 叫股市 对 股市 老妈拍胸口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 不过这个说是赌场 确实也没错 你可得好好盯着他 别让他在里面扔太多钱 江河一愣 为什么 他在里面有赚到钱的 老妈一脸担心 这个不稳定的 指不定哪天就亏大了 总之不要让他投太多就对了 你可得多管管他 江河满口答应 好 我会好好督促他的 老妈想笑却感觉哪里不对 督促 这个说法怎么怪怪的 另一桶 许青房间里 老许看着床上只有一个枕头 沉默了片刻才询问道 你们没住一块吗 许青有些不耐烦的解释 早就和你们说过了 我们没住一起 他睡隔壁杂物间 老许再次沉默 一个热血男儿 一个漂亮妹妹 谈着恋爱 住一块 同吃同睡 不住一屋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谁信 突然老许想到一种可能 你们吵架了 许青一阵无语 都说了 什么也没有发生 老许冷哼了一声 你妈刚才劝我 说你们两个要是结婚 就把这套房子过给你 许青顿时就来兴致了 那感情好啊 赶紧的 啥时候去办手续 不 被我否决了 你能不能跟耗子他们学学 不要整天待在家里 弄那些玩意 或者去开个小店 我帮你垫上一些 许青拿起窗边的草鞋 缓缓说道 爸呀 时代不同了 确实您的经历多 人生经验也多 但你有没有想过 每个时代都是特殊的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 也都是不同的 不是只有吃饱穿男友班上 才叫幸福 我知道我做视频不稳定 可我这么年轻 现在不试试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退休吗 还是等到变成个老头子 我在拄着拐杖 去适应年轻人的新时代 老许一阵哑口无言 心里似乎某些地方被触动了 再次 九月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可以跟自己的爸爸说一声 您辛苦了 这个妹子有一个习惯 她打游戏之前 喜欢把男朋友按在沙发上 轻一口再去打游戏 而这个男人也从来不会反抗 因为她根本打不过他 这天 老许找许青谈话 许青一顿生情并茂的演讲后 老许被深深触动了 一出房门就招呼老伴离开 许青跟江河在门口送别父母 直到房门砰的一声关上 两人皆是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 许青告诉江河 我爸妈催我们结婚了 江河吓了一跳 结 结婚 对 但你的身份问题还没解决 我们暂时还领不了结婚证 江河这才松了口气 差点吓死了 自己的钱还没攒够呢 怎么能结婚 许青回头看了一眼江河 还有 我们也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现在这房子还是我爸租给我的 以前许青总想着 只要自己活得潇洒过得自在就行 但 在遇到喜欢的人后 其实还是想要稳定的生活 江河 我在纠结一件事情 江河一愣 什么事啊 许青一脸认真的样子 我在想 等下是亲你的脸一口 还是亲你的手一口 听着流氓发言 江河瞬间捏紧了拳头 我在想等下是打你一巴掌 还是给你来一拳 晚饭 两人整了一个凉拌技才 许青好奇地询问江河 你们那时候是不是也常吃这个 对 有时候会吃 听着他有些低沉的声音 许青忍不住关心道 你想家了 江河放下手里的碗筷 也不是 只是 说到这江河突然沉没了 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怀念 许青这才安慰到 再过个两年 等拿到了身份证 我带你回姑苏那边看看 江河却告诉他 我在网上查过姑苏现在的样子 和我记忆里的姑苏完全不一样 所以 不用再去看了 就好好珍惜当下吧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江河一边想着 缓缓捏紧了拳头 许青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片刻后才笑道 好 都听你的 吃完饭后 许青正在洗碗 江河突然拿着手机进来 浩子打电话给你 喂 浩子 找我什么事 就是你女朋友不是黑户吗 总不能一直黑着 我帮你打听了一下 这事还挺复杂的 你要办的话 得挑个时间到户籍镇 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那这个 好解决吗 这我不清楚 具体得看他情况 光一个疑似无亲无故没用 现在审查言 听到这 许青擦了擦手拿过电话 那改天见面谈 什么时候有空一起撸串 那得等我有空了 没事 我不急 你装啥呢 你女朋友的是你不急 许青瞥了一眼江河又继续说道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了呢 分了就不用麻烦了 行还是你行 挂了挂了 随即 许青看着挂断的电话陷入沉思 江河显然一副快要爆发的气势 眼睛都变成了血红色 他一字一句的质问许青 什么叫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了 许青连忙摸摸头安抚他 我说着扶他呢 你现在去办护口还太早了 江河哼了一声 量你也不敢 下午 江河突然告诉许青 我想上电视 许青诧异的扭过头 啥 上哪个电视 就电脑上可以看的那个 别人可以看我打游戏 然后我能赚钱 虽然有可能会暴露我的黑户身份 但做过这个的话 对以后办身份证也有好处吧 他能证明我的存在 许青想了想 按理来说 利弊都有 但想导直播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可能根本没人看 江河仍旧坚持 我了解过了 也想了很久 我想试一试 许青一愣 让我好好想想吧 没意会 许青就在纸上写得密密麻麻 充分分析了利弊 江河在一旁看着他分析 其实也能猜到一点许青的心思 他悠悠地询问许青 你好像不太愿意 文言 许青心虚地看了他一眼 我 好吧 我确实不太愿意 你 能说说 你是怎么想的吗 江河柔捏着头发 我就是想 反正都是每天坐在那里打游戏 顺带做直播的话 就是一时二秒 那你可以不打游戏啊 要不是这去开个店 可是开店要本钱 还要保障金 我在网上都查过了 许青连忙指了指自己 本钱的话我有啊 听到这话 江河正正地看着许青 他当然知道许青的意思 两人皆是一阵沉默 两久 还是江河率先开口道 你要实在不愿意的话 那我可以再想想其他的 那你不问我为什么吗 不用 你不会害我 说着江河突然下定了某个决心 他突然一把抓住许青的手 转过身将许青案倒在沙发上 许青像一只认人宰割的羔羊 你要做什么 江河一脸认真 我要亲你一口 然后去打游戏 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样才会生孩子吗 这个妹子一直以为 两个人只要睡在一张床上 就会生孩子 这天 江河把许青案在沙发亲了一口 才心满意足地跑去打游戏 许青有些遗憾地告诉江河 如果刚才你不按着我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 江河红着脸一阵支支吾吾 你 你会乱动的 文言 许青不禁痛恨自己身为男人的本能 这该死得不老实的手 最终他也只能叹了口气 行吧 你功夫高 我打不过你 等我习无有成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 江河只能捂紧胸口 怒骂这灯徒子 嫖侃完江河后 许青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他知道 江河来到现代之后 一切都是自己帮忙安排的 虽然都是为他好 但里面也掺杂着许多私心 直播 这是他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 试着在这里做些事 直播里面很乱 有内容的做内容 没内容的靠一张脸 还会有人眼红 举报什么的 许青忍不住挠不起一堆舔狗 对着自己的女朋友疯狂表白 虽然自己就是舔狗一号 然后拍拍屁股体验新生活去了 不行不行 想想都可怕 网络危害深度可测 绝不能答应 他满脸心虚地告诉江河 我就是怕你被带坏了 江河一乐 每一行都不轻松 你说过的 我知道每一行都不轻松 但如果有一天 你离开了怎么办 江河还以为他说回到唐朝 应该不会吧 这么久了 我的土豆和玉米粒都装在衣兜里呢 不 我说的是离开这儿 你和冬瓜不一样 我把它捡回来就一直养着它 它也不会走 但你是个活生生的人 江河转过身也撸起了冬瓜 我为什么要离开 是我说要做直播的事 让你觉得 我可能会走吗 文言 许清一下想到学坏的江河 告诉自己一文不值的坏文 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他认真地告诉江河 或许有这个原因吧 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患得患失的 归根结底 还是我怕 怕我护不住你 怕你跟别人学坏 潜意识里 我还一直把你当成那个刚来时的女侠 但你已经不知不觉间 变成半个现代人了 你现在能看清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江河抬起头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以后会成亲 会搭伙过日子 会亲 亲亲抱抱 你还喜欢我的鞋 许清这才解释到 我们虽然会搭伙 但互相之间还是 两个人 你和我 是两个人凑到一起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和追求 生活中在一起会有矛盾和分歧 这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你想做直播 我不想你做 这就是一个分歧 你听我的不做 分歧就解决了 虽然看似解决了 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听 就算一直听 矛盾也会累积 在你心里慢慢积压 分歧一次两次都没事 长久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 毕竟你是一个人 活生生的人 各种情绪都会有 当你的想法被我多次否决之后 总有一天你会忽然爆发出来 到时候 你就会离开了 那才是我真正害怕的事情 江河听着许清长天大论 听得目瞪口呆 接着又开动自己不太灵光的小脑袋挂 认真思考了一下 好像哪里想通了 可下一秒又忽然觉得不太对 最终他呆呆地询问许清 你是 再跟我解释吗 是的 我们两个的相处方式 应该是尊重平等的 毕竟自己养的不是宠物 江河也不可能是宠物 虽然江河可能还在第一层 但自己早已在大气层了 江河想了想 我刚才按住你 这是不是不尊重你 许清瞬间回到第一层 没错 你这是非常不尊重 那好吧 那我们扯平了 江河一句话 让许清直接愣在原地 他那所有自以为的 江河会离开自己的幻想 全都烟消云散了 待愣了好一会儿后 他才询问江河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想法 什么想法 许清说了口气 才缓缓解释道 就是 我会尊重你 这是在一起的基础 像你按着我什么的 都是开玩笑的 严格来说这是调情 虽然我并不喜欢就是了 江河呕了一声 别打扰我玩游戏 许清瞬间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人家都考虑这么多了 你现在心里却只有游戏 起码微微来想一下嘛 这时 许清忽然想到什么 他凑到江河耳边 大好时光玩游戏太浪费了 要不我们商量一下 你搬进我屋里的事 江河一脸懵圈地看着他 我为什么要搬进你屋里 我们是男女朋友呀 住一个屋不是很正常吗 不 我不要生孩子 谁说让你生孩子了 江河脸色通红 你想让我搬进你屋里 就是想让我生孩子 晚上我又不能一直按着你 睡一块肯定就生孩子了 许清听得迷糊的不行 等等 你知道怎么生孩子吗 就是睡一块呀 二娘都告诉过我了 睡一起就会生孩子 不不不 单纯睡觉又不会生 我什么也不做 江河忍不住激动大喊 我不信 你以为我会被你骗吗 当一个唐朝妹子穿越到现代 她没有身份证没有认知 她可以做什么工作 这个妹子凭借打游戏班砖 赚到了穿越后的第一笔巨款 可是游戏的金币越来越不值钱 本想着靠这个走向人生巅峰的江河 感受到理想被现实狠狠打败 看来班砖也不是长久之计 她的男友许清泽坐在电脑前 分析着她未来的就业方向和行业前景 目前来说 她可能适合开某宝店 当视频博主 拍抖音视频 或者去58同城找兼职 突然 许清扭头询问江河 你有什么喜欢做的事吗 江河瞬间脑海里全是各种各样的美食 她兴奋地告诉许清 我喜欢做饭 于是许清又在纸上加了一个厨师 但她想了想 没有身份证 就算有手艺也做不了厨师 所以还是将厨师给化掉了 江河又解释道 不是有那种推着小车卖饭的吗 只需要一个车和一个锅就行了 不行的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你要在外面风吹日晒 还要时刻提高警惕 不要被城管抓到 江河却觉得 能赚钱就行了吧 不是的 那种不稳定 只能保持温饱 可是 我觉得能温饱就足够了 文言 许清突然猛地一愣 心头好不是滋味 稳定 温饱 她感觉自己 越来越像老头子了 她笑着告诉江河 我饿了 先去做饭吧 江河呕了一声 乖巧地进厨房炒菜去 许清则一个人思考着 其实做什么真的重要吗 或许对于江河来说 真的不重要 她只要能正正当当地赚钱 即使是去工地用双手搬砖 她也是快乐的 不久后 江河便招呼许清吃饭了 吃饭时 许清告诉江河 你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也算是半个现代人了 有什么想做的可以和我商量 我会给出合适的建议 不过最终的决定权在你自己手中 江河吃着饭 听他这么说 突然一愣 他扭过头有些懵圈地说道 啥 我还没想好的 不急不急 慢慢想 你总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 傍晚 江河正在客厅里练剑 一套招式下来后 江河才缓缓将剑收了起来 这是许清从某宝买的龙拳宝剑 用来给江河日常练习用的 许清在一旁看他练完才询问道 怎么样 用着还可以吧 可以 手感不错 那你以后就用它来练习吧 至于你带过来的这一把 许清拔出剑刃 突然陷入回忆 当初女侠还拿着这把剑指着自己 凶神恶煞的 到如今已经和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没多大区别了 要不就扔掉吧 反正也用不着了 闻言 江河缓缓走向许清 满脸怀念的抚摸着剑身 我有点使不得 这剑用了好多年 我第一次出门就带着它 中间断过好几次 不过都修好了 听到这话 许清也沉默了 他想了想 那算了 我帮你收起来吧 随即 许清找来一根白布条 将整把剑一圈一圈缠绕起来 接着又将它放在自己床底下 完事后才告诉江河 这把剑就先放我那了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它了 就来我房间拿去看 江河呕了一声 拿起一把指甲刀 来到沙发上捡起了脚指甲 许清看着他如今的样子 真适合当初刚来的时候 判若两人 他缩着手一脸猥琐地凑了过来 要不 我帮你捡 江河吓坏了 我不要 这家伙不仅喜欢自己的手 现在又对自己的脚起坏心思了 怎么样用二十块钱 让一个女孩心甘情愿 拍内衣照给你看 当然是用好评反线卡 可千万别遇上这样一个男人 无节操无下线 无休耻心的操作 当场就把商家整傻了 哭着喊着求他删掉照片 这天 许清拿完快递回来 江河好奇地看着他手里的盒子 那是什么 这是之前给你买的衣服 终于到了 许清一阵坏笑 我先拆开看看东西怎么样 盒子刚一打开 一件尺码相当厉害的内衣映入眼帘 江河瞬间面红耳尺尖叫出声 他猛地扑了上去 用身体将内衣挡住 接着才扭过头又羞又怒地喊道 你不准乱碰 许清被他这一下 手里的好评卡都下掉了 江河被卡片上的字吸引 五星好评加买家秀立反二十 见此 江河瞬间满眼小星星 好厉害呀 我搬砖大半天才只能抓二十 许清却在一旁满脸不屑 什么破玩意 才二十块就想看 我都还没看过 许清默默地给商家竖了个钟指 江河见他这样 顿时一脸疑惑 许清这才解释到 买家秀就是让你穿着这个衣服 拍照发出去给别人看 江河直接呆住了 拍照 还要穿着这个衣服 还要给别人看 这一刻 江河忽然觉得手里的好评卡不像了 这简直就是侮辱 身为一个古代人 万万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 他直接将手里的卡片一扔 怒喊着我不要了 许清却一把接住卡片笑道 你不要我要 衣服先借我用一下 写好再给你 江河哪里能懂许清的操作 但还是呆呆地点了点头 没多久 冬瓜在一旁玩着小铃铛 江河的手机突然传来提示 收款到账三十元 江河惊喜地看着来款信息 有些不敢相信 居然真的收到了 而且还变成了三十 江河好奇地询问 你是怎么做到的 许清黑黑一笑 当然是给了他们想要的买家秀了 相当厉害的买家秀 只不过人家加了十块钱求他伤了 看着他一副搞怪的样子 江河突然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你真是 好有意思啊 见江河笑得如此开心 好像一朵花开在这春天里 许清更是自豪地不行 他自认帅气地打了个响指说道 我这个教会过日子 拿去买斤猪肉 今晚加餐 江河乐坏了 抱着冬瓜蹭呀蹭 嘴里喃喃着加餐加餐 许清一脸宠溺地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小可爱 忍不住开口道 我有时候觉得养你和养女儿一样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许清说着话 冬瓜也调皮地伸出爪子想摸摸江河 江河瞬间一脸不服气 我没有 冬瓜也被他按住无法动态 片刻后 许清坐在江河身旁 想着看看之前投稿的视频评论 可他一打开就看到这条语中不同的评论 怎么又来个在自己评论区找事的 说话的语气还那么像老头子 不对 这就是老头子吧 算了算了 当不知道拉黑吧 反正他也不可能真来找我算账 第二天 再次被许清拉进黑名单的老许 阴沉着脸散发着怨气 你赶紧去五八同城找个工作 许清在一旁陪笑道 您还在生气我拉黑您吗 没有 我气什么 这话说的 刚才进门的时候 许清可是被骂了个狗血灵头 他悠悠地安慰道 不就是拉黑了你的号吗 老许勃然大怒 你已经不止一次了 我连老秦的小号都借来让耗子让我注册了 许清只能继续安抚道 以后你想评论 就发消息和我说呗 不要跑来我视频下面长篇大论 老许冷哼了一声 发消息你就会看吗 可您就是发评论 我也不看呀 现在短视频这么盛行 你有空的话可以多看看 也许有一天突然就理解我了 有什么不懂的 你也可以问我 只要别发六十秒的语音 我都会慢慢跟你解释的 我们父子之间本就没有什么对错 有的只是认知上的差别 不要和时代脱节了 老许静静地听完 突然起身说道 我去拿手机 可碰的一下关门声 分明在宣示他的不满 许清毫不在意地拿起一颗苹果 你吃苹果吗 我给你削一个 没事 我自己来吧 看着江河乖巧地削苹果的样子 许清突然心神一动 掏出手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听到咔嚓一下的拍照声 江河扭过头来 随即直接弯下一块苹果 笑着一边递给许清一边说道 你拍我那么多照片 是怕我忽然回去吗 看着江河这淡淡的笑容 许清清都醉了 这两个小年轻 在父母家竟然一对上演 就想要轻轻撒狗粮 还好他老爹及时出现 避免了观众单身狗被伤害 这天 许清带江河回到父母家 趁着江河削苹果 许清偷偷拍下他的美照 江河玩耳一笑 你是怕我突然回去了吗 许清一口咬下 江河递给来的苹果才说道 就是随手一拍 我想用照片记录下 你一步步变成现代人的变化 至于是不是怕你忽然回去 好吧我承认 我心底确实是有那么一点担心 江河听着许清的诉说 忽然感觉有些心疼 眼前这个男孩 这个独属于自己的 满眼都是自己的灯徒子 想着想着 江河突然脸就红了 情不自禁地摸上许清的手 本想着安慰安慰他 许清却有些异动地扭过头 深情地看着他 两人越靠越近 就在两人准备交换唾沫的时候 他一屁股坐在许清旁边说道 你说的短视频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啊 就和你做的那些一样莫名其妙 许清这才解释道 这叫鬼畜 懂的人就知道其中乐趣了 鬼畜 这名字一听觉得 不像是什么正经东西 爷啊 你不能只因为字面上的理解 就有偏见了 你得先了解鬼畜的来源 他其实是一个日文直译词 江河在一旁听着两人的聊天 感觉许清就是这样 好像什么都懂一样 不管任何问题提出来 他都能说得头头是头 比电脑上那些搜索网站靠谱多了 江河想着想着又甜蜜的笑了起来 从厨房出来的许妈 见到许清父子这一幕 哎呦 这场面还真是稀奇 上次这爷俩在房间里到底说了些啥 怎么现在这么和谐 吃完午饭后 许清便带着江河准备去秦叔家转转 一进门 熊爸就上前迎接二人 秦叔给两人递了一杯水 许清连忙让他坐下 可秦叔一坐下就开始抱怨儿子 你说 浩子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 把女朋友带回来让我看看 每次问到就说两人还在谈还在谈 我琢磨着那小子别不是在糊弄我们吧 许清黑黑一笑 这有啥好糊弄的 难道他还能找个假没有不成 正在值班的秦浩 忽然感觉浑身一哆嗦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秦叔还是觉得怀疑 这没转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小子看着老实 其实跟你学得可敬了 许清摆了摆手 什么叫跟我学的 我可是个大好人 你看江河 这么好的女孩 能看上我 足以证明我的优秀 闻言 一旁的江河嫌弃地瞪了他一眼 秦叔也笑着询问道 闺女 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这小子从小脸皮就厚 可别被他忽悠了 听到这话 江河假装纠结地思考了片刻 随即才一脸认真的说道 看上他脸皮后 秦叔被逗得哈哈大笑 许清也是深感欣慰 过年时江河还一板一眼地回答问题 到现在不过短短一个月而已 都学会开玩笑了 秦叔一时也有些感慨 一点也没随老许 也不知道你像谁 这不对 有一点我跟我爸很像 我俩都喜欢古董 一旁的江河微微一愣 他这是什么意思 秦叔嘿嘿一笑 古董 老许那是喜欢研究古董 你喜欢古董什么 之前吗 哪有 我也是喜欢研究啊 说着 许清突然敲咪咪的伸出手 直接摸上了江河的小手 顿时江河脸色通红 心想着许清说的古董 难道是指自己 想到这 江河突然手指一用力 许清疼得差点喊了出来 不久后 两人走在回去路上 迎着夕阳 江河突然告诉许清 我不是古董 许清一脸调侃 你不是古董 那是什么 我是 我是县董 看着江河这副极力争辩的样子 许清忍不住笑出声 这丫头真是太可爱了 但不管她是古董还是县董 反正都是自己的江河 随即 许清突然扭过头 指着自己的脸笑道 刚刚你表现得不错 奖励你可以在这里亲我一下 文言 江河吓得一阵左顾右盘 脸上满是害羞的慌乱 在在在这里吗 这不是还在小区的路吗 怎么能在外面做这种 如此登徒子的行为 江河脑袋瓜子都懵了 我才不要 说完 想不出办法的她 居然脚底抹油溜了 对这个妹子来说 她最不喜欢的约会方式 就是去看电影 不仅一片漆黑没有安全感 还不能说话交谈 更重要的是 还有人当众伤风败俗 这天 许清带着江河外出逛街 站在天桥上 许清指着一个方向告诉江河 那边就是车站 等你什么时候有了身份证 我就可以带你买票出去看看了 自己的期望念念不忘 随后 两人走下天桥 将饮料杯丢进垃圾桶 那里有家旧书店 我们进去看看吧 刚一进门 书店老板就询问二人要买什么书 许清边看边回了句 随便看看 两人看着琳琅满目的旧书 不知这些旧书又承载了谁的青春 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喜欢的书 挑几本带回去看 突然 江河盯着一本书有些出神 这是一本常被人拿来开玩笑的书 时间简矢 许清凑过来瞧了瞧 这本书 太深奥了 现在的你可能看不懂 江河却笑着说 我喜欢时间这个词 行 你喜欢的话就买 反正就算看不懂 到时候也可以放在书架上装个小小的币 不一会儿 两人就挑了五六本书 有学会幽默沟通的 有人性的 还有最重要的菜本 可令许清觉得难受的是 拎着走太沉了 虽然只有五六斤 但许清还是累得气喘吁吁 真不愧是知识的重量 江河看得莫名其妙 直接一把拿过袋子 给我来拎吧 许清如蒙大赦 多谢女侠 女侠霸气啊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不如回去吧 一直拎着书也不方便 两人说着 突然看见眼前有个熟悉的身影 浩子 听到有人叫自己小名 秦浩连忙扭过头 亲子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们出来逛逛 你旁边这位是 这妹子气质高雅 总感觉像那个谁 秦浩尴尬的挠了挠头 这是柳静芳 我是他女朋友 叫柳静芳的妹子抢先说道 秦浩摸了摸鼻子 暂时还只是相亲对象 许清也介绍道 我叫许清 是他朋友 这是我女朋友江河 江河也乖巧的 向二人打了个招呼 对了 我们正准备去看电影 要一起吗 秦浩直接拒绝了 不聊不聊 就不当你们电灯泡了 行吧 那之后再联系 我们先走了 走出没多远 江河才询问许清 我们要去看电影 不是说回去吗 许清一脸若有所思 怎么可能 我就是随便扯了个理由 你不觉得 他们两个怪怪的吗 与其说是假的 那个积极的态度 倒不如说浩子 反而像是在被他盗追 但还是感觉怪怪的 江河却没什么感觉 也没觉得哪里怪了 不过也对 因为江河肯定没有许清了解浩子 这时 江河突然歪着头说道 我很早就想问了 你们为什么都叫什么子 他叫浩子 狗大户叫王子 你叫亲子 我是不是该叫盒子 这个嘛 这是我们在大学时期的外号 像老子 庄子 孔子 他们都有子 所以我们觉得只要名字带个子 就会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你是女孩子 所以就不用家了 这样啊 那我不叫盒子 反正叫盒子不好听 叫江子更不好听 还是叫江河好听 回到家后 江河把书放在桌上 其实 我是想看电影的 许清一乐 你是说想在家看吗 早知道你想看 今天就顺路去电影院看了 在那里看更有氛围 江河却不这么认为 那里一片漆黑没有安全感 不能说话交谈 还有人伤风败俗 在家的话光线适中可调节 可以随意交流感想 还有猫有可乐 江河捏着拳头 我还是觉得在家看电影好 你说情侣就是要逛街吃饭 看电影喝奶茶 我们吃饭和看电影 都可以在家里做 许清当即就表示了认可 你说的对 你拳头硬 听你的 随即许清无奈地拉上窗帘 但还是告诉江河 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 不是随随便便糊弄过去就行了 你看 如果我们什么都在家做 以后回想起来 或者儿子问起来 我们怎么谈恋爱呢 难不成我们就说是 天天窝在家里谈的呀 江河猛地扭过头 一脸紧僻 什么儿子 这家伙的大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发誓 有朝一日 一定要买一瓶酸奶给我的女孩喝 尤其是看着她 伸出粉粉嫩嫩的小舌头 轻轻舔上一口酸奶的样子 这就叫幸福 这天 许清跟江河准备在家看电影 许清挑了一步便开始播放 江河抱着瓜子坐在她身旁 一颗接一颗地吃着 有人能猜出这是什么电影吗 江河就这么认真的看着 许清却突然偷偷瞄了她一眼 似乎有什么羞涩的想法 这时 江河突然扭过头 许清立马假装认真看电影 江河也伸出手 往前摸索着 许清还以为是要牵自己的手 可最终江河却伸向了桌上的酸奶 许清一脸尴尬 果然 还是自己想太多了 江河根本不知道许清的内心系 正全神贯注地撕着酸奶盖 随即伸出粉嫩粉嫩的小舌头 准备吃酸奶 许清在一旁死死地盯着 这场景 就问哪个男人能忍得了 看着她如此可爱又诱惑的一幕 许清只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这时 江河突然察觉到许清的目光 于是便询问道 你要喝吗 许清故作轻松地回了句 我不要 你喝吧 文言 江河又捧起酸奶准备喝 许清再次偷瞄了过去 可下一秒 江河猛地扭过头 许清被逮个正正 江河以为 许清明明就是想喝 还不承认 于是他气呼呼地询问许清 你想喝就喝 看我做什么 说着必给了许清一杯 好巧不巧 许清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秦昊打来的电话 许清接起电话 咋了耗子 秦昊此刻正在一个小餐馆里 亲子 我遇到的麻烦是 是关于我那个相亲对象的 这是说来话长 你别告诉别人 尤其是许叔他们 他们知道了我爹也就知道了 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乱说 原来 秦昊跟他是在第一次相亲认识的 当时秦昊便带他来了这间小餐馆 两人都要了一份招牌饭 接着便是俗套地互相了解 你是警察吗 没错 刚过实习期 那做警察累吗 还行 累倒不至于 就是天天早出晚归 太磨人了 对了 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没意会 妹子就吃饱了 秦昊忍得一阵难受 他沉吟了片刻 突然拿起碗 能扒了几口饭 接着将碗迅速往桌上一放 又顺手抽了一张餐巾纸 自认帅气地把嘴一擦 行云流水一气喝成 随即立马进入工作模式询问道 你也是被逼着来相亲的吗 女孩明显一愣 也是什么意思 秦昊有些尴尬 还以为自己搞错了 可这时 女孩却说他也是 秦昊立马来了兴致 那还真巧 对 是挺巧 是啊 过几天又有下一场相亲了 妹子顺着秦昊的话 也嘟囔了一句确实很烦人 然后 两人一合计 还不如假装相亲成了 扮成是男女朋友来应付家里人 可假装的始终是假装的 于是秦昊打算和他结束这段关系 各找各的对象去 结果女孩却不同意了 许清站在厨房门口 为啥不同意 他还想继续假装 我拒绝了 他就对我表白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所以才来问你啊 独自待在客厅的江河 吃完了自己的又想吃许清的酸奶了 可这是自己答应给许清的 自己不能吃 可酸奶的诱惑 丝毫不低于回家的诱惑 江河还是犹豫了 等到许清挂断电话 一回来才发现没了 他假装不知情地询问江河 我的酸奶呢 江河眼神一阵躲闪 我吃瓜子 太多了口渴 所以就多喝了一盒 许清直接靠近江河的小脸说道 你明明给我了 我只是打个电话 先把他放着来 你就给喝了 江河又羞又猛 我等下去买菜 顺便给你买一板回来 许清没有听他解释 直接压住了他的手 接着盯着他的眼睛小声说道 来 把舌头伸出来 我看看我的酸奶还在不在 江河一阵无语 这么别搅的理由还想蒙骗我 不过思考了片刻后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吐出一小结舌头 接着朝许清凑了上去 许清直接被他这操作整蒙了 仿佛心脏被狠狠射了一箭 这尼玛谁不动心 许清一把抱住他的肩膀 狠狠地吃了上去 既然喝了酸奶 那肯定是要有补偿的 这个妹子有一个秘密 她教男朋友学武功 为了竟然希望男友学成之后 可以强迫自己 自己就能被迫给他生孩子了 这天 程沈正在一个小摊条短袖 许清和江河恰好路过 见程沈正在两件衣服之间犹豫 许清直接凑上前说道 这件好看 穿起来洋气 江河在后面好奇地观望着 那摊主见状立马冒了出来笑道 这衣服适合您 看看多精神 许清跟江河皆是一愣 程沈哈哈一笑 那就塌了 这天越来越热了 长袖快穿不住了 许清也挑了两件 可不吗 马上就夏天了 老板 我要这两件 好嘞 我给你包起来 付完款后 两人拎着衣服继续向前走着 突然 江河扭头看了看许清手里的袋子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又嘀咕了些什么 片刻后他才告诉许清 那里卖的衣服比某宝便宜 以后我的衣服也可以在他那里买 文言 许清先是一愣 随即直接拒绝了 不行 我是男人 随便穿什么都行 更何况我帅 地摊货也能穿出档次 你就不一样了 你是女孩子 穿好一点才更漂亮 不用总想着替我省钱 许清一脸真挚地看着江河 这个属于自己的女孩 这是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 老许对老妈 当初就是这样的 片刻后 两人来到一个生活超市 许清突然询问江河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里这个摊子卖菜 江河四处张望了一下 随即才小声告诉许清 我想过 但是后来我仔细考虑可一下 觉得这个不适合我 许清看着可爱的小妮子 为什么 江河小脸一沉 因为他们太会砍价了 那些大妈大婶总喜欢莫名 江河又不会拒绝别人 等下临走他们还要顺其跟踪 如果自己去卖菜 一定会赔光的 还是网络好 可以直接把要卖的挂到拍卖行 不久后 两人快乐的干了一顿饭 便回家了 晚上八点多 许清正在进行饭后运动打拳 一招一式已经有模有样了 他忍不住向江河吹嘘道 现在的我 打三个去年的我应该没问题吧 单队多的时候 你要趁他们反应不及先废掉两个 不然双拳难敌四手 你一掌劈过去 按照你之前的反应速度是躲不过的 只要拍钟头 这个人就废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能直接拍断脖子 江河一脸云淡风轻的说着最狠的话 把许清都吓上了 碰上江河 只能说我没了 突然 许清晃过神来 他忽然感觉体内的洪荒之力快爆发了 看着他这副中二只魂熊熊燃烧的垂量 江河感觉自己好像有点看不懂这个家伙 只见许清拿来一张椅子轻轻放下 接着又拿来两张垫子 看得江河一阵迷糊 许清则是一脸坚毅 抬手就要拍下 原来放垫子是怕手疼 随着一声爆喝 许清直接给了垫子一个暴击 东瓜都不想吐槽了 江河也看麻了 他忍不住询问许清 你这样做有意义吗 许清却告诉他 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变强了 你要不也试试 下一秒 只听一声巨像传来 许清感觉一阵盛光浮过 接受现实的他直言道 不要打扰我 我要继续练了 江河揉了揉手腕 那垫子已经彻底扁了 连东瓜都感受到了力量的压制 江河偷偷瞄了一眼许清 也不知道照这个进度下去 许清什么时候才能强迫自己 夜里 江河正在搬砖 许清则在沙发看着笔记本 八倍速刷片 或许是博主的专属技能了吧 他的影评号还得再养一段时间 但也只能慢慢来了 反正目前只需要把视频做好就行了 这时 江河突然偷偷扭过看许清 察觉到他的目光 许清伸出手指 呦 爱心发射 江河脸色一红 估计又想要亲亲了 对于男同胞来说 如果谈对象不是为了亲亲抱抱举高高 那还不如三跪九寇当异性兄妹 只是这个妹子不可能会答应 因为这个家伙已经吃了自己好多刺舌头 这天 许清正在剪辑视频 江河坐在一旁 突然许清偏了一眼这小妮子 见他正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看着书 忍不住开口道 卢叔真好啊 江河一愣 扭过头寻问道 好在哪 好就好在 卢叔使人明智 以后不用我教 你自己就能从书中学到很多东西 说起来 我还算是你的老师呢 你要对我尊敬一些 开 叫一声许老师听听 江河完全呆住了 许清如果是老师 他又是自己日后要成亲的人 那不就等于老师就是要成亲的人 于是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师 师徒也可以成亲吗 许清脸上的笑容逐渐变态 怎么感觉被你这么一说 好刺激啊 随即他才清了清嗓子认真解释 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更像是玩笑 比如有些情侣在那个的时候 喜欢叫爸爸 文言 江河手里的书都掉到了地上 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离谱的事情 小嘴张德老大 这 这是什么怪笔 确实很怪 我就是随口一说 让你知道有这种事的存在 不过闺房之趣 人家关起门来自娱自乐 你也管不着 江河一阵支支吾吾 不知该说些什么 不过当他转念一想 不对 这家伙干嘛要跟自己讨论这种闺房趣事 随即 江河直接拿起书挡住脸 我继续读书了 许清看着这可爱的小妮子忍不住笑了笑 随即 两人又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 江河终于合上书 接着一点一点的朝许清挪了过去 看起了他电脑上的画面 许清这才询问道 你书看完了吗 文言 江河明显有些不想说 但沉吟了片刻后 他还是有些心虚的说道 没有 那个看起来好复杂 我看不下去吗 许清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也对 对于你来说确实有一点复杂 江河顿时不乐意了 我感觉你在看不起我 没有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江河彻底忍不住了 我一点也不傻 我只是 只是 许清接过他的话 你只是暂时还没习惯 我懂 我都懂的 可许清说完 江河却没有回应 而是盯着电脑屏幕 许清这才扭头看向他 你在看什么 现在这个吗 这是西游记的衍生故事 这个女主很像你 特别暴力 一言不合就抓住别人打个半死 江河顿时又不开心了 我嘴才没有这么大 没有没有 我是说你俩行事风格像 又不是说你们长得像 不 我也没打过人 文言 许清不怕死的提醒到 你还记得那个小偷布 你一下就被人灌到了地上 差点都被过气去 这时 许清才猛然间发现 这小妮子好像靠得离自己很近 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香味了 我能不能摸摸你的小腿 听到这话 江河吓得连忙躲开 他盯着眼前这个不知廉耻的家伙 不知在想着什么 接着才扭扭捏捏的小声说道 为什么要摸小腿 许清得寸进尺 如果你同意的话 大腿也行 江河脸色更红了 直接挪到了离许清更远的位置 许清这才解释道 孔子说过 实色性眼 说明这不是什么下流的事 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 如果没有点冲动 那不如拜把子呢 还谈什么恋爱 说着许清突然上前抓住他的手腕 要不我们这就去找浩子当官公 上炷香 三跪九寇结为异性兄妹 江河直接甩开他的手 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不要 毕竟都吃过自己那么多次舌头 还结拜什么呀 哪有兄妹做这种事的 随即 江河缓缓伸出一只脚 那 给你摸一下吧 反正经常轻轻 摸摸小腿应该也很正常吧 许清将他两只脚都放在自己腿上 一下一下地按摩着 接着才满足地笑道 这样才是正常的情侣关系啊 江河真的很想吐槽 这并不是 不过 你要做什么之前 都会先问我 是不是怕我打你 许清抚摸着小腿 这倒不是 我是照顾你的情绪 毕竟你是个骨 如果我突然把你拽过来 你可能会吃惊打我 也可能会忐忑地顺从我 然后到最后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样做 自己在那纠结 所以还不如我直接和你说开 江河听完 若有所思地询问道 和我谈恋爱是不是很累 许清咧嘴一笑 不累啊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 说着 许清突然把手指伸进了他的袜子 江河吓得惊呼出声 灯徒子 不准这样摸我的脚 丝袜应该怎么穿 这个妹子第一次尝试 穿低胸裙和丝袜 因为他的男朋友喜欢 这天 江河在沙发躺着看书 许清则在剪着视频 电脑传出新爷的电影声音 打死他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就再打死他 听完许清又到了回去 打死他 江河忍不住提醒道 这一段你已经看了三遍了 许清却一脸认真 因为我在思考 这三句台词 不仅突出了村民的愚昧 还有他们刻骨的恨意 用憨憨的喜剧效果 来表达黑色幽默 这么多东西 只用了三个镜头 三句台词 真是厉害啊 江河却不太相信 只是三句台词而已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许清忽然一笑 也许吧 但想的多是好事 比单线城的大脑要强的多 这是在锻炼思考深度 等养成这种习惯之后 你就会明白人为什么要思考 江河听得有些懵圈 所以 为什么呢 这个愚蠢的古代人呢 如果你不独立思考 就会变得蠢蠢的 最后被人骗着做老婆 生一大堆孩子 江河立马不乐意了 我一点也不蠢 明明自己上次有及时看穿 许清的阴谋 并且狠狠地拒绝了他呀 许清忍不住嘴角 扬起一抹糊涂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 喜欢你哪里吗 你 喜欢我的手和鞋子 不对 那只是你以为的 说着许清还捏了捏江河的小腿 顿时江河像只炸毛的小猫们一样 不准念 这家伙不是邪和手的话 那他究竟喜欢自己什么 一切都很莫名其妙的 就被喜欢上了 也很莫名其妙的 就愿意被他骗了 莫非自己真的不太聪明 这时江河突然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不给你摸了 我要去洗澡了 说着他将脚从许清腿上拿了下来 随即走进浴室 砰的一身关上了门 江河刚走 冬瓜就一把跳上了沙发 随即双脚放在许清腿上一阵青彩 一副想要争宠的样子 令胖冬瓜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 这蠢喵 居然还想和江河争宠 还真是没点AC数 有本事就变成魔法少女啊 哦对了 冬瓜是公的 那算了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出来 这次居然穿上裙子 许清惊讶地看着他那雪白的小腿 要不 我们再坐一会 江河直接就拒绝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自己现在穿着睡裙 在被摸腿的话 肯定要被他轻薄死了 想到这 江河连忙蹲下身子挡住小腿 可许清瞧瞧瞧瞧了一眼 才发现事情不简单 江河一抚下身子 胸口的雪白就露了出来 察觉到许清吃汗一样的目光 江河低下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走光 满脸羞愤地怒斥着这个家伙 最后一句灯徒子完结 随即落荒而逃 砰的一身关上了房门 许清一阵头大 这下就糟了 自己根本无心工作了 还是去洗个澡冷静一下吧 片刻后 许清洗完澡 还用冷水洗了把脸 自己还是得多打拳才行 绝不能像王子那样一脸被掏空的样子 走出浴室后 许清发现江河房间的灯还没关 女侠还没睡啊 可她也只能回到自己房间 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 脑海里 全是江河雪白的小腿 和宽阔的胸怀 真是长夜漫漫啊 不行 不能再想了 许清翻了个身 准备睡觉 另一头 此刻江河正满脸羞涩 双手正揉捏着一条丝袜 这个叫黑丝的东西滑溜溜的 摸着确实很舒服 许清两个月前 就把这袜子和鞋一起买来了 只是自己一直放在房间没有碰过 想到这 江河突然拿起一旁的手机 在搜索页面中写下 丝袜应该怎么穿 你还偷穿丝袜 本想一大早趁着男友没醒头偷洗 谁知男友居然也在洗东西 他还以为男友跟他一样 也偷偷穿了丝袜 殊不知 男友其实是因为做了很甜蜜的梦 那种年少轻狂肆意妄为的梦 这天夜里 江河在手机上查丝袜应该怎么穿 接着便照着步骤 一点一点的将丝袜穿了起来 看着裙子底下露出来的丝袜 还有丝袜下若隐若现的腿 江河从穿衣镜里看看自己 这丝袜摸起来丝丝滑滑的 和自己想象的差不多 穿着也很舒服 怪不得许清一直想让自己穿 不过露两条腿实在是 太那个了 躲在被窝里试穿一下就好了 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见 连许清也不给看 免得他万一喜欢上原味袜子 那样就完蛋了 江河胡思乱想着 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江河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生怕吵醒许清 可刚来到浴室门口 江河就发现许清在里面洗东西 他忍不住轻声喊了一声 许清 许清好像受到了惊吓 匆忙将洗的东西放到了背后 接着才一脸惊慌地回应道 你怎么 起那么早 江河却直接询问道 你在洗什么 没 没什么 就袜子而已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文言 江河脸上闪过一丝犹豫 但他还是告诉许清 没 没什么 许清也有些手足无措 是 是吗 随即 两人皆不再开口 也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气氛一下陷入尴尬 像两个小丑似的对望着 最后还是许清率先开口道 你 还有其他事吗 江河也明显感觉 许清今天有些怪怪的 洗个袜子为啥还怕人看见 除非 除非他和自己一样 起早是想偷偷洗一下穿过的丝袜 看着脸色越来越不正常的江河 许清忍不住说道 我感觉你好像在想什么很失礼的东西 江河直接落荒而逃 我没有 我什么也不知道 走了 很快 艳阳高照 许清在沙发发呆 江河在电脑搬砖 可他却时不时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许清 你在想什么 许清一副沉思在沉思的姿势 我在 回味 回味昨天晚上的梦 所以 你梦到了什么 许清一脸骚包 自然是非常好玩的梦 江河却坚持自己的判断 你是不是梦到自己变成女孩子 然后穿了丝袜 当然 后半句江河没说出口 许清却一脸懵圈 我为什么要梦到自己变成女孩子 女侠这是什么神奇的脑回路 变成女孩子怎么好玩跟值得回味了 江河却轻轻叹了口气 有些惋惜的说道 原来不是啊 真可惜 许清感觉脑壳有些发昏 他到底对自己产生了什么误解 没多久 两人准备好午饭 今天吃的是北京烤鸭 用面皮将烤鸭和配菜卷起来 巴嘎香 许清一边吃着一边询问江河 话说回来 你有想好做什么工作了吗 如果想开网店的话 我就用我的身份证帮你开一个 江河却感觉不太喜欢 我还没想好 那行 你继续想 反正也不急 360行 行行出状元 以你的毅力和决心 不管最后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我相信你 江河却有些腿迷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我不懂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别借啊 你现在没有自信很正常 别说你一个古代人了 就是那些毕业的大学生 也没多少刚踏入社会 就能找到事业方向的 总要慢慢尝试 才能找到合适的 听过猫吃鱼 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吗 顺从自己的天性就行 不用纠结 先找一个不排斥的坐着学习 一步一步来 江河听得睁大了眼睛 奥特曼 是什么 许清直接双手交叉 你相信光吗 我以前有个变身器 不知道放哪了 不然变身给你瞧瞧 江河哑口无言 脑海里莫名其妙地浮现出 许清变成美少女战士的画面 这时 冬瓜突然跳上了餐桌 在江河面前的盘子嗅了嗅 接着竟然叼起一块就想跑 江河一把抓住了她 小猫咪 是不能吃这个东西的哦 女孩本想借切磋武艺之名 和男朋友亲热地抱一抱 谁知这家伙 居然直接一掌席向自己柔软的内心 女孩当即一个头锤教她做人 这天 许清带着江河出门散心 两人刚走到小区门口 就发现小区新发了一则通知 为了加强管理 物业公司将启用门禁管理系统 许清疑惑地询问保安赵叔 赵叔 我们这老小区也要装门禁了吗 是啊 还不是因为上次闹鬼的时候看监控 发现小区有小偷吗 幸好没丢东西 后来就合计着弄个门禁 许清咧嘴一笑 那您岂不是要失业了 说这话 就是装了我也得在这盯着呢 而且还没准信呢 现在连门框子都没看见 哈哈 那您先忙 我们走了 不久后 许清跟江河来到一条河边 许清感受着吹来的微风 江河也是面带笑意 突然 许清低下身子在地上摸索着 随即竟然捡起一颗石子 狠狠朝河面上扔去 石子在水面上弹了好几下 才落入水中 许清满意地拍了拍手 嘿嘿 我感觉我力气大了很多 听到这话 江河突然兴奋起来 满脸跃跃欲试地说道 那我们在这里切磋一下吧 就用我教你那套拳 说着他揉了揉手腕 那骨头很配合地发出一阵 很有威慑性的咔咔声 这就好像许清在打怪 一只野生的江河跳了出来 许清还以为是可爱萌妹 结果人家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满级大佬 所以许清应该做什么 当然是选择逃跑啊 见此 江河只能安抚到 我会收着点力度的 那你双手双脚都不动的话 我可以勉强和你切磋一番 江河一愣 那还叫什么切磋 岂不是认他宰割 不对 江河突然懂了 这个家伙就是想找借口抱自己 想到这 处于大气层的江河 一副扭捏的样子说道 那我不动了 你来吧 还在第一层的许清一脸惊讶 啊 真的可以吗 女侠真能靠内力发功 就把我振飞吗 不过 要真能见识到内力的神奇 被振飞一下也是值得的 于是 许清直接摆出其手势 那说好了呀 你收着点力啊 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决斗 两方人马皆是卯足了劲 许清试探着 一点一点的靠近江河 江河忽然感觉 自己是不是猜错了 他不是想要抱自己 你怎么还不出手 许清一阵紧张 你别说话 我在找你的破绽 就在这时 许清眼神一领 大喝了一声哑骂别 随即直接化掌为咒 直奔江河而去 请客间 许清便来到了江河面前 那狗爪 呸 那手掌竟直奔江河的要害 江河当即就怒了 这家伙果然不老实 这是往哪摸呢 只见他迅速前倾低下头 一个没开二堵 用头顶在了许清胸口上 许清直接抹了 连退束步伍着胸口喊道 你耍诈 竟然用头锤 江河眼神有些闪躲 语气却十分坚定 我没有耍诈 我双手双脚都没有动 是你输了 本来江河想着抱一下就算了 谁叫他手乱摸 许清也不纠结 学着古人弯腰行李道 女侠功夫高强 在下望尘莫及 是我输了 江河冷哼了一声 你知道就好 可随即许清又提出 刚刚结束的太快 我们能不能再来一次 你双手双脚和头都不要动 就用内力 江河直接拒绝了 他以为许清就是为了摸一下 可现在还没外面呢 他红着脸小声道 幸亏你碰上的是我 要是二娘的话 你肯定要被抽尽八匹了 许清听得目瞪口呆 这么凶残的呢 敢问二娘方林急许 江河还以为他对二娘也有想法 直接怒斥道 你在想什么呢 许清却直接捧住他的脸 我什么也没想 逗你的 你这生气的样子真可爱 好了 我教你用石头打水漂吧 很好玩的 江河嘟着嘴扭过头 我觉得不好玩 可熬不住许清的软磨硬袍 江河还是撇出一块石头 许清一脸傻笑 怎么样 好玩吧 江河依旧生着气 不 不好玩 嘿嘿 你手脏了 我给你擦擦 不 不脏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被不远处的人群吸引了注意 他迅速躲到许清身后 我看到那边有警察 没事 不用紧张 你又没干啥 警察是守护者 不是敌人 走 我们过去凑个热闹 说着许清直接拉起江河的小手 江河却还是有些犹豫 可是 万一他们查我怎么办 基本不可能 他们现在在办事 又不是巡检 何况黑户本身没多大事 以前我只是怕你乱跑 或者动手打人 才说的那么夸张的 现在的你即使被查 也站这里呢 没必要整天担心这个 江河其实心里也清楚 我自己有了解过 就是 下意识地想要离他们远一点 恐怕任谁也想不到 这棵比大腿还粗的树 竟然是这个妹子一膀子撞断的 或许这也是她害怕看见警察的原因吧 这天 许清带着江河外出散心 却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群人围着 许清当即就拉着江河跑过来凑热闹 只见一个钓鱼捞正趴在地上涂水 两个警察正在照看着 许清突然一愣 好家伙 那不是耗子吗 竟然又碰上了 耗子拿起笔开始记录 完事后不忘提醒这钓鱼老 也就幸亏现在天没那么冷 不然你跳进去手脚一抽抽 拖都拖不上来 是是是 你家在哪 需要送你回去吗 不用不用 钓个鱼还让警车送就太丑了 谢谢您 说完 钓鱼老白白手直接离开了 许清见秦浩完事 拍着他的肩膀笑道 我们的小耗子半年前还要老警员待着 现在都能自己出警了 厉害呀 行了行了 别平嘴 你这救人一命 胜造气急浮屠啊 秦浩凝了您裤脚上的水 哪有 我都没下水 就拉了他一把 你怎么在这 许清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 我们闲着没事溜完呗 有事没事看看热闹 人民群众最喜欢做这事了 秦浩懒得理他 去去去 不跟你扯了 我还得回去换鞋接着忙呢 话刚说出口 秦浩猛然间反应过来 好家伙 差点中招了 要是自己敢说今天没什么事 保准快下班的时候又要忙起来 想到这 秦浩直接不说话 大他不走 许清这才小声告诉江河 这就是人民的公谱 有事就找他们 捉猫抓狗啥都能干 江河听得有些愣神 这跟自己印象中的官差完全不一样 管的是好多呀 这时 秦浩突然看见路边的断树 谁没事破坏绿植啊 一点道德都没有 许清甜不知耻地胡说道 说不定是那些钓鱼佬 他们讲究人不走空 就算空军也要批半截树袋回家 秦浩一脸无语 你批一个我看看 江河则是心虚地躲在许清身后 因为他就是许清口中的钓鱼佬 许清却还在瞎嗶嗶 我可批不了 得钓鱼佬才行 你说对吧 江河听出他在调侃自己 可也只能嘟着嘴说着自己不知道 毕竟秦浩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这树是这个小老太太一绑子撞断的 不久后 两人刚一回到家 江河就抱着自己的鱼竿有些懊悔 忘记带鱼竿去 太吃亏了 许清有些不解 你这么喜欢钓鱼吗 不是 因为这个鱼竿好用 不花钱就能免费拿到鱼 要是钓到大鱼还能拿去卖 凭借我的技术 肯定能钓到 这样就能赚到很多钱了 我突然觉得 我去做这个工作也可以 江河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 江河一下就懂了 但也一下就生气了 嘟着嘴一声不吭 就想回自己房间 许清抱着冬瓜安慰道 别生气嘛 逗逗你嘛 而且我说的确实是事实啊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大当家的是不是姓王 不是 为什么这样论 因为唐末有个盐帮的叫王先知 也是私盐贩子 也是江湖人 后来聚了一大帮人造反 离你过来的时间也不过一百来年 他要是你大当家的后卫 不就巧了吗 那你们呢 会不会造反 江河一脸怀疑 为什么要造反 朝廷是大 造反是没有前途的 许清听的人都懵了 还造反没有前途 这完全就是个现代人的口吻了呀 要是就这样回去 李隆基恐怕危险了 这时 江河又指着电脑说道 还有 石色信也这句话 你跟我说是孔子说的 错了 这是告子说的 网上这样写的 许清当即就呆住了 是吗 现在一个古人都能给自己纠正错误 网络真伟大呀 这还要无许老师有何用 随即 江河继续在电脑上查资料学习 许清却在想着 平日李江河的穿搭形象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突然 许清瞪大了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直接起身朝门外走去 我出去一趟 晚上不用做饭 我们一起去外面吃 很快 一辆出租车停在一个商场门口 看着已经郁郁葱葱的树木 再过几个月 夏天就要到了 女孩子的下装和男人的不一样 很多衣服都没有斗 尤其是穿裙子 更没地方装手机钥匙之类的 他还要装土豆和玉米粒 得给他找个合适点的包包 突然许清眼前一亮 一个俏皮的小熊包包映入眼帘 就这个了 江河自身所带的气质 总是有点优深的 安静的不像个年轻女孩 给他带这个包 可以显得更年轻活泼一些 除了这点 以后在他的服饰搭配上 也要下点工作了 没多久 江河就背上了这个包包 正对着镜子一阵打量 你出去就是去买这个了 对啊 喜欢吗 许清笑得满脸宠溺 江河沉吟了片刻 那你 为什么不带我一起 是将来一定会成亲的 所以他才和男朋友 轻轻抱抱举高高 可现在 男朋友竟然告诉他 情侣也是可以分手的 这天 许清突然跑出门 给江河买了个小熊背包 但却没有带上江河一起 他知道 如果带上江河 他肯定不舍得买 因为这个小包 可以抵好几个双肩包了 要是带他去了 付款的时候 估计他会抓狂 他宁可天天背着双肩包到处晃 还会说又罚妆的东西又多 想到这 许清从兜里掏出一根润唇膏 把他放在江河手里说道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 要是土豆什么的 全都装进去 这样就不用麻烦了 还有这个 女孩子嘴唇要水润润的才好 当然 你要是不想涂 也可以放包里 不然背个包包里面 没有女孩子的东西 也挺奇怪的 江河乖巧的点了点头 随即 许清帮他拉开 小熊后脑勺的拉链 一边放钱包 一边继续说道 还有纸巾 你的卫生 那个七度空间 可以放包里一两片 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这个包是双层的 你的玉米种子和土豆 可以放里面这层 哦好 放心 它是向里面鼓的 外面看不出来 哦好 以后你出门就背着它 我们这里女孩子都有带这个 江河背上转了一拳 突然询问许清 你不背一个吗 不 男人是不需要的 裤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文言 江河不知在想着什么 许清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是秦浩发来的消息 约他们两人出来吃饭 片刻后 两人出门走在路上 许清突然指了指江河的包包 接着一把从江河手拿了过去 江河一脸吃惊 我以为你只是拿过去看看 你为什么要背我的包 许清有些尴尬 包包这个东西 都是男朋友来背的 文言 江河不太服气地低着头 你看不起我 好好好 你来背你来背 可江河却不买账 悠悠地询问道 你以前有过女朋友 这个 有过 那你还说你是纯种的什么狗 许清一愣 纯种单身狗 不过这是那时候刚认识 顺嘴说的 不然我总不能七七八八 放一边 还有我和你说 这个世界是和平的 大家不喜欢打打杀杀 也只是针对我们这 还有些地方炮火连天正在打仗 只是那时候我们刚认识 不可能给你介绍一通世界格局和局势 一样的道理 江河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道 那你现在可以和我说了 现在吗 你等我上网搜一下 那几个国家名字都挺复杂 看新闻好几遍都记不住 你不是和我一块看的吗 还要我和你说 许清话未说完 江河就笑眯眯地打断道 我说的是 女朋友 什么叫越迷人的越危险 这就是 许清头皮发麻 女朋友那个 那个叫前女友 什么前女友 那我是后女友 许清一把拦住江河解释道 你不分前后 就是现女友 江河脸上带着红韵 不过他还是没明白 板着脸又问道 所以呢 许清也被问懵了 所以 所以什么 他知道 江河绝不是在找理由生气 那种自己给自己找事 然后生气难受的蠢事 不是他的风格 江河低着头悠悠道来 你们 为什么没成亲 女朋友不就是准备成亲的吗 文言 许清将手往下放了放 顺势将江河搂得更紧了 随即才解释道 我们为什么要成亲 男女朋友是可以分手的 年轻时候没有太多想法 在一起后发现不合适 然后分手 这就是恋爱 离成亲还有很远呢 恋爱本身就是一种试错行为 察觉不合适就尽快分手 谁也不会耽误谁 说着 他一边用下巴蹭着江河的头发 如果再没了解清楚下就成亲 后半辈子就完了 和一个不喜欢的人一起生活 光是想想就让人感到绝望 文言 江河看了看许清 那分手 分手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 当然 都分手了还要有什么关系 顿时 江河不太高兴了 许清的口气听起来 好像分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一样 要是两个人分手了 以后再也没有关系 不见面不联系 那以前的那些过生日轻轻摸摸 又算什么 江河感觉此刻非常的不熟 那 什么叫不合适 这个嘛 它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我很难和你解释 不过 我可以保证我们两个不会分手 听到这话 江河有些羞涩蛋 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 我从你话里听出来 分手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我一直以为女朋友就是未婚妻 才 才 还和我亲亲吗 江河顿时面红耳士 原来 网上全都是骗人的 两个人成了男女朋友 不是一定会成亲的 也有可能以后没关系了 感受到江河的想法 许清揉了揉江河的脑袋瓜子 你别乱想了 我们不会分手的 你是特殊的 和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至少 在我给你解释之前 你就从来没想过分手这件事 这还不够不一样吗 那你呢 江河当然清楚自己的内心 但其实他还有些小小的自卑 不过此刻更多的是愤怒 若是自己 那肯定不会去和别人抱抱 光是想想就觉得恶心 但是许清 这家伙 好像很熟练的样子 对这个妹子来说 谈恋爱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成亲 要么丧偶 毕竟自己武艺高强 得不到你的心 我就拿你的命 这天 许清带江河出门找秦浩聚餐 路上却讨论其许清 已经分手的前女友 江河不禁有些担忧 万一哪天他觉得自己不合适 他会不会 许清察觉到他的小情绪 直接一把搂住他的脖子安慰到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的特殊 知道你不会想着分手 所以在撂你之前就已经想好后果了 要么一起搭伙过日子 要么被你打死 我早就想明白了 你只有丧欧 没有离婚或者分手这种事 说完许清叹了口气 他清楚若是暴怒之下 江河会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 若不是真的喜欢 谁会找抽 江河将信江疑 是这样吗 是的 当然了 路灯下 两人等着红绿灯 我们的关系是两个时代的间隙 现在说太多没什么用 你以后会慢慢变成一个现代人 也许会改变想法 比如接受分手这种事 当然不是说我会和你分手 是说你 我们目前的关系 就是我收留你 给你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环境 等你能够独立了以后 那时你依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离开或者留下 如果选择离开 我依然会放你走 江河呆呆地抬起头 放我走 对 现在我是用古人的目光看待你 我会用对待现代人的方式 来和你相处 如果到时候你选择离开 那说明我们的感情一点也不牢固 强留也没什么意思 这就是现代人的相处方式 现在我一直撩你 是因为你还没变成现代人 江河回过头突然说道 我感觉你很奸诈 这算趁人之威吗 算 反正以后你再看我现在的行为 肯定会知道我不怀好你 在你懵懂无知的时候 KTV 呃 扑你 虽然江河不知道扑是什么意思 但这家伙一直骗自己 竟然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想到这江河冷哼了一声 你不是个好人 闻言 许清悄悄捏了一下江河的小手 江河呆战了片刻 突然猛地转过身 脸上满是羞红 他竟然亲了许清一口 就在这个他口中的大庭广众之下 这微微点起的脚尖 真是太可爱了 两人点到极致 心里满满都是难言的幸福 随即 江河微微抬起头 你的前女友是因为他打不过你 但你要是敢跟我分手 我真的会打死你 说着 他用力捏了捏许清的胳膊 以示警告 许清疼得直喊娘 片刻后 两人上了车 江河乖巧地依偎在许清怀里 许清也知道 江河不会仗着武力去打自己强迫自己 即使生气也不会破坏这个规则 自己也只会占点便宜 不会真的去骗江河身子 这是一种默契 甚至他都没有意识到 只顺着自己的感觉在维持现状 这也是自己喜欢他的一点 许清讨厌破坏规则的人 可以增规则的漏子 但不能把气盘先了 如果刚认识江河那会儿 他很不听话 或者毫无理由就抵触许清的嗜好 可能许清就不会这么喜欢了 不久后 两人牵着手哼着歌 走进了一家餐厅 秦浩早已等候在那里 见两人到来 秦浩招呼两人坐下 柳京方还没到 你们先喝点水 许清却调侃道 柳京方怎么不叫柳柳或者方方 搞得这么生分 秦浩一脸嫌弃 你饿不饿行啊 就简单吃顿饭 试着处处 其实秦浩就是觉得不太对 又说不出哪不对 说好了假扮一下糊弄家里人 免得整天张罗相亲 两个人也只是偶尔出来一起吃个饭 或者买树花拍张照 也没在一起多待 没见过几次 怎么就搞成真的了 所以才叫许清来认识一下 顺带着帮忙看看 这家伙眼睛比自己不多了 片刻后 一双黑色高跟鞋映入眼帘 两人抬头一看 柳京方来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说着 柳京方来到秦浩身旁坐下 看到他放在一旁的黑色包包 香和感觉 那么小的包 可能两个大点的土豆就装不下了 可他哪里知道 谁他们包包里放土豆啊 随即 秦浩正式介绍几人 这是我好哥们亲子 许清 他女朋友 江和 柳京方 我 朋友 好了 点菜点菜 许清将菜单递给柳京方 你来吧 不用客气 接着许清就一直盯着柳京方 而江和 却在一旁十分不满地看着许清 忽然 他捏了一下许清的大腿 许清诧异地扭过头 看向江和 江和小声嘟囔道 你保证过他 许清这才知道 江和估计是以为自己看上人家妹子 不过 这也不像江和的风格呀 就在这时 服务员送来一杯饮料 许清回过神来 告诉服务员 麻烦给我一杯热水 片刻后 许清将热水推到江和面前 接着他告诉江和 你喝热的 江和红着脸看着他 一切静在不言中 所有朋友都以为男人的女朋友很乖 甚至以为男人有恋童的癖好 殊不知男人不久前 还被这个妹子警告说 如果敢分手就一拳打死吧 这天 秦浩邀请许清和江和去聚餐 顺便帮自己参考一下女朋友合不合适 突然 柳静方给秦浩加了块肉 秦浩明显一愣 许清看着两人声色的互动 眉头一皱 这样一个女人 确实和秦浩不搭 如果适合王子俊的话 两人的相性就还行 他算是明白秦浩说的不对劲在哪了 不是说漂亮女孩子不能喜欢她 而是她两气场实在不合 她打扮得越花枝招展 就越只能衬托耗子是个爆发户而已 秦浩其实也很努力的取用心打扮 但两个人站在一块就根本不是一个画风 这样一个擅长穿搭的女孩 没理由不明白这道理 而且看样子她和秦浩也认识有端日子 但至今还坚持这样穿 总称的秦浩像个爆发户一样 说明根本没把秦浩的事放在心上 这时秦浩突然笑道 说起来 当初第一次见面相亲的时候 我带她去吃黄焖鸡来着 许清则是一脸怀念 我当初第一次见到江和的时候 吃的是鸡肉卷 但她没吃 最后喝的粥 秦浩一脸嫌弃 你那又不是相亲 哈哈 你也知道你是相亲啊 闻言 秦浩突然尴尬起来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我爹非逼着我去 也没想到会成 要是不省着点 一个月向着三五次 小半月工资就没了 柳静方悠悠地擦了擦嘴说道 没事 我早就看出你是故意的 秦浩干得还彻底犯了 这样啊 两人皆是一阵沉默 片刻后又忽然都笑出手 这时 服务员过来上菜 红烧肉 红烧鲫鱼还有爆炒猪肝 开饭 许青率先夹起一块红烧肉 接着一脸渐渐的样子 看着秦浩 红烧肉好吃吧 秦浩刚夹起一块 被他一问忽然愣住了 没多想就塞进了嘴里 我觉得不错 许青却低着头 说起了莫名其妙的话 肉 有肥有瘦 红烧肉最好肥瘦个一半 而且还要带些肉皮 秦浩这才反应过来 随即 两人皆是一脸见笑 像两个大脑发育不良的傻 柳靖芳一阵疑惑 你俩笑什么呢 江河也是懵圈地看着许青 这奇怪的表情又出现了 许青则是扎拔了几下嘴巴 你们是不会懂你 柳靖芳还以为 他们说的是男人的 许青直接打断了 不 是读书的乐趣 说完 餐桌上一片寂静 都不明白是啥意思 秦浩这才解释道 其实就是以前我俩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筒看小说 就是刚才他说的那段 把我俩馋馋得不行 大半夜又吃不到 一直馋到了第二天 然后在午休的时候 一起翻墙出了学校 跑外面买了一份 红烧肉和炒猪肝 蹲在墙角吃完了 柳靖芳都听懵了 你们俩你 睡一个被窝 对对对 这不是重点 那时候我们学校管了言 看小说还得偷摸的 然后在宿舍里面 懂得都懂 我不信你没有过 文言 柳靖芳则是兴奋地看向江河 我们女生都看言情小说 谁看做饭呀 是不是 江河瞬间呆住 脑子差点没反应过来 随即才玩耳一笑说道 对呀 我半夜都看毛盖的 柳靖芳只想说 他们三个都不正常吧 这时 许青突然朝服务员招了招手 你好 这里要加个饭 麻烦来两碗 不 三碗饭 秦浩人都傻了 点这么多菜了 你还要吃饭 你这是要二次发育吗 那是 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吗 你要不要也来点 说着许青递了一碗给秦浩 秦浩连连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你吃吧 于是 许青跟江河便快乐地干起饭来 两人不愧是一对 连干饭的样子都一毛一样 不久后 酒足饭饱 柳靖芳掏出小镜子铺口红 江河在一旁看着 擦完他那嘴唇确实挺好看的 江河呆呆地想了想 也在自己的小熊背后里翻找了起来 这是许青今天刚送给自己的润成膏 他学着柳靖芳的样子涂上一层 接着轻轻拧了拧嘴唇 顿时感觉整个人都增色不少 秦浩在一旁都看傻眼了 青子这小女友可真乖呀 许青也满脸宠密地看着他 这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许青拿起一看 居然是秦浩发来的 你这女朋友不会真是高中生吧 好家伙 这浩子居然怀疑自己恋头 人家都十九了 看起来真乖 秦浩一句话 许青差点憋不住 要知道 就在刚才来的时候 许青还被警告说 如果分手一定会一拳打死自己 你占卜师会问什么 这个女孩问自己和男朋友会不会成亲 可他不用说 男人也知道那个占卜师说了什么 无非就是什么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罢了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跟秦浩吃完饭 几人在餐厅门口分开后 许青提议去步行街散步消失 江河欣然答应 片刻后 两人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 周围行人纷纷扰扰 江河好奇地到处张望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这种小吃街 这时 许青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以前不是说你是在追贼的时候 突然穿越过来的吗 文言 江河看向许青 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提起 你说 那个小贼有没有可能和你一样 穿越过来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两人双穿才是天生冤家吧 自己这算是劫胡 江河听完 眼神突然变得凶狠 手只忍不住用力 攥紧了许青的手 只听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如果哪天遇见他 我绝不会再让他跑吗 许青吓得目瞪口呆 有这么大仇恨吗 听到这话 江河瞬间扭过头瞪着他 一切不言而喻 许青连忙陪笑道 好了好了 放心吧 他又不是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不会有人好心收留他的 如果真过来了 肯定早被发现了 现在没有新闻就说明他没过来 而且就算是漂亮的女孩 如果遇到的不是我 情况也会大不一样 比如我老爹 可能会像发现什么神迹一样 回过神后 大呼小叫的联系科学院 把你好好保护起来 然后用各种仪器检测研究 绝不可能像现在一样 轻松快乐的吃吃喝喝 这是 许青突然看见一旁的占卜 他询问江河 你要不要玩玩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占卜的 它里面有个水晶球 你想问什么问题 他就会告诉你 不过这就和算卦一样 都是糊弄人的 江河都无语了 知道是糊弄人你还叫我玩 有什么意义吗 许青直接拉着江河向里面走去 如果做任何事都要有意义的话 那我现在大概在科学院研究导弹了 导弹 那是什么东西 江河根本想不出来 那我可以问自己会不会回去吗 可以 你什么都能问 但你如果问能不能回唐朝 一定会被当成神经病的 说着许青撩开不连 江河好奇地朝里面看去 里面是一个披着斗篷的人 面前放着一颗发光的水晶球 江河一脸兴奋 果然 不管现代女孩还是古代女孩 都对这种东西没有抵抗力 于是许青告诉江河 你坐过去对那个人问问题就行 我去外面等你 其实许青也知道 塔罗牌和星座无非就是利用巴纳姆效应 说些空泛笼统的言语来描述一个人 人们就会在心里 不断地找各种所谓依据做支撑 再加上一些心理暗示来让自己相信 也不知道这个对唐朝女侠有没有用 不久后 江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走得出来 许青连忙上前询问 怎么样 你问了什么 会不会回去 要是占卜是遇到这种 问自己会不会回唐朝的人 心里估计只有卧槽了 江河依旧呆呆地自己想着 片刻后 他突然扭过头小声说道 我问了 成亲的是 许青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 我就知道 让我猜猜他怎么说的 他是不是说什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其实早就在你身边的话 江河一下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的 嘿嘿 其实我也学过 这就是命运的指引 江河也不好意思说的太明白 反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应该不会被我打死了 许青又调侃道 我怎么看你好像很可惜的样子 江河一下脸又红了 我哪有 好好好 没有没有 随即 两人牵着手继续往前走 江河偷偷瞄了一眼许青 如果这就叫近在眼前 那远在天边呢 他又抬头望向夜空 眼眸里似乎有些明目了 大概就是隔了一千多年吧 这时 许青的手机忽然亮了起来 是秦浩发来的消息 询问许青觉得那个妹子怎么样 那柳静芳漂亮是漂亮 但应该不会是浩子理想的对象 他就适合找个能一起踏实过日子 以后能一起照顾秦叔的媳妇 想到这 他实话告诉了秦浩 秦浩自己也觉得不太合适 又觉得自己有些不识好歹 但感情这回事 从来就只有合不合适 江河看着许青手机上的信息 什么叫不合适啊 就是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难受 这就是合适 反过来就是不合适 文言 江河沉默了好一会儿 接着突然变了脸色 凶巴巴的询问许青 那你的前女友跟你合适吗 许青顿时汗如雨下 无奈和害怕同时在脑海打转 这妮子竟然也会吃醋了 女人吃起醋来有多可怕 她们不仅敢要你的命 还敢不要自己的命 唐朝房玄灵 身为当朝宰相洁身自豪 别人都三妻四妾的时候 她却只有一个老婆 后来在宴席上被人取笑不娶小气 是因为怕老婆 李世民听见 就赏给她两个美女 不敢推辞的房玄灵 只能苦着脸将人带回去 卢夫人抄着棍子 就要把两个美女赶出门 李世民为了给自己的宰相状态 就摆了一坛子醋说是毒酒 说要么把毒酒喝了 要么让两个美女进门 只见那卢夫人 毫不犹豫就举起坛子 将醋喝了个精光 李世民人都骂了 所以说 女人吃醋真的是不分古今 而江河现在 已经完全是一副现代人的样子了 许青突然询问她 你之前怀疑我去青楼的时候 不是说去青楼也很正常吗 江河据理力争 这和我问你前女友的事 有什么关系吗 难道是因为你去青楼 她不同意 这许青哪能承认 我没有去过青楼 以前没去 以后也不会去 好吧 暂且相信你 许青牵着江河走下阶梯 嘴里还在解释着 其实我和前女友那时候 只是和尔蒙的冲动罢了 一开始觉得哪都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但是在一起久了 等那股冲动过去之后 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 两个人到底何不合适 就得从日常琐碎中 才能察觉出来 说着两人来到河边 许青望着平静的湖面 江河又询问道 你们什么摩擦 比如说我对吃穿住行要求不高 她却总想让我用好的 老是用超出预算的钱 给我买鞋呀 钱包衣服啊什么的 但我其实并不怎么需要这些东西 她以为她是对我好 我却一点也不开心 江河有些疑惑 买好的给你 这不是应该的吗 不 不是应该的 如果我很喜欢的话 当然是好的 但我不需要 在我说过很多次不需要之后 她还是省吃俭用帮我买 我们两个就吵架了 我感觉她这不是当我女朋友 而是在当我妈 江河越听越迷糊 这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吗 许青笑得十分惬意 这当然和我们不一样 我是在我能力范围内 给你体验一些没体验过的新事物 如果你说不要 我第二次就不会做了 比如吃自助或者别的 你懂吗 江河声音有些低缠了下来 所以这就是你们分手的原因吗 对啊 这就是不合适啊 就像我想要吃橘子 她非要给我一把花生米 我一直很感谢她 但和她在一起我感觉很难受 她也一样 于是我们就和平分手了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吵架 那时我下午四点多已经吃过饭了 她非要觉得我饿 然后六点多给我带饭 我问她为什么在我不饿的时候 非要让我吃饭 她说是关心我 怕我吃不好 我们就吵起来了 闻言 江河也望着河面一阵沉默 突然 她扭过头告诉许青 你们那时吃的东西太多 许青无奈地笑了笑 她想说的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吧 反正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很多时候没有谁对谁错 真的就是不合适而已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以后想离开 我会放手让你走 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我现在确实很喜欢你 但如果以后哪天不喜欢了 那我就打死你 这话是江河说的 许青能感觉出她没有开玩笑 反而有种现在就想动手的感觉 许青连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如果哪天你不喜欢我了 江河一脸认真 不会的 看着她如此坚定的样子 许青突然调侃起江河 那你是要说你喜欢我吗 我还没听你说过呢 江河脸色羞的一下就红了 你都摸我腿了 说着她突然握紧了栏杆 如果有那一天 我真的会打死你呢 许青明白她的不安 也懂她的心意 只能一把搂住江河安慰道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 你就看看你自己 一天变一个样 人的想法终究是会变的 到那时会怎样 谁也说不清 就像我和前女友 也说过不会分手的话 结果不还是分了 总之顺其自然吧 毕竟我们谁也说不好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说着 许青搂紧了江河 感受着她温暖的体温继续说道 而未来真正的魅力 正是谁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这一点 江河微微一笑 现在这样就很好 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文言 许青忍不住又想逗她 你确定不会吗 你现在都敢在马路边亲我了 听到这话 江河刚恢复正常的脸 一下又红了 反正 我变成这样 你不是更喜欢吗 许青直接呆住了 可能这就是江河默默的付出吧 她陶醉的露出笑意 是啊 我喜欢 所以我们是不会分手的 你也不用担心 哪天真会打死我 许青的手 也抱得更紧了 江河幸福的微微点了点头 下一秒 画风突变 许青使劲蹭着江河的头发 我现在很想亲你一口 你看 周围也没人 吓得江河左右看了看 她知道这家伙想要肯定就会做的 见真的没人 江河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副任君彩鞋的样子 许青两眼放光 将她的头摆在自己面前 如此温柔 和 如此可爱的女孩 时光长河送来的礼物 总是不会太坏的 不管以后怎样 珍惜当下变好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男人帮女朋友吹头发 女孩却捂紧了胸口的衣服 男人邀请她同床共振 女孩却以为 只要躺在一个被窝就会生海 这天夜里 许青跟江河散完步回到家 江河抱着一个新买的小熊玩偶 放在床上的另一个小熊旁边 见自己的小熊也有了吧 江河笑得十分欣慰 许青在门口静静地看着 等她做完这些后才询问道 你不去洗澡吗 挺晚了 去 我这就去 不出意外 她一眼就看见老爹的留言 发的什么辣眼睛的东西 再发就取关了 许青一阵无语 老头有进步啊 还知道怎样威胁人了 无聊的她又看起自己发的视频 这是有关古装剧的吐槽 女的都要赤身才能传功 男传男却随随便便搭个手就好了 真是神奇 就在这时 江河洗完澡一边擦着头发走了出来 疑惑的许青直接询问道 你会传内功吗 江河听着这个傻问题 没好气地回答道 不会 电视上都是假的 可你的功夫是真的呀 你发工会在头顶突突突冒热气吗 好像不用吹头发你自己也能挣担 江河无语凝捏 不能就是不能 我只会打拳 不会冒热气 许青则在柜子里翻了起来 江河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开始变得微微红润 原来 许青是想给他吹头发 江河不知想到什么 直接捂住了胸口的衣服 随即 许青给他吹着头发 江河小腿不停地晃荡 心想着以后 得在睡衣里穿条裤子才行 不然这家伙想到自己腿的话 只要往上一线就全完蛋了 可是 如果穿裤子的话 好像就没必要穿睡衣了吧 想到这 江河忽然开口道 你要是个瞎子就好了 许青直接惊呆了 呆着了片刻才询问道 你是黑化了吗 他这话 整得就像那种古典病胶一样 不过当许青看到江河的手 正死死地按在胸前时 他立马故作大方地说道 没事了 你放开手我也不会看的 我是个证人君子 闻言 江河直接回对道 那你为什么要关注我放不放开手 逻辑如此清晰 简直有条有理 许青忍不住哭泣道 丫头长大了呀 听到这话 江河眼神瞬间变了 他还以为许青看见了 什么玩意就长大了 在外面黑漆漆的站点便宜就算了 现在还想做什么 都没有澄清就想动防 他直接怒吼道 你起开 我自己来 许青吓得连忙撤到一旁 看着江河气呼呼自己吹头发的样子 许青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这小身板可以爆发出那样巨大的力量 一点都不科学 必须得好好研究一下才行 许青直接来到沙发坐下 夸张地伸直了腿 再放在另一条腿上 为了科学的发展着想 他笑着询问江河 你要不要搬到我屋里 谁知江河反应这么激烈 我为什么要搬到你屋里 我们还没有澄清 许青只能强行辩解到 我又不会做什么 只是你一直睡杂物间不太合适 那个床又小又不舒服 我房间是席梦丝 又大又软 你试一下就知道区别了 而且我又打不过你 要是你不想做什么 我也没办法呀 江河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许青 你都想和我洞房了 还说你不会做什么 这个人是不是把我当成傻子 睡一屋肯定会生孩子 那我们可以在床中间放一碗水 像梁山伯和朱英台一样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两个人 而且放一碗水有什么用 接连被识破诡计的许青 总感觉此刻自己就像一条赖皮狗 被江河按在地上狠狠抱槌 许青不经后悔 之前没有顺理成章 把他忽悠进被窝里 真是失策呀 再说登徒子就登徒子 有抱着香香暖暖的人 一起睡觉重要吗 于是他再次尝试道 总之 睡大床是非常舒服的 你可以先体验一下 我们两个换一下房间 对 不用睡一起 等一下把你东西收到我房间 我们换一下就好了 科学研究表明 晚上大脑会产生一种 叫多巴胺的技术 让人变得冲动和亢奋 此刻许青就是这样 他偷描着江河白嫩的小桶 感觉好想放在手里捏一捏啊 江河听到他说换房间先是一愣 随即直接抱紧了自己的胳膊 我不要 我睡自己那里很舒服 不用换 许青仍不死心 你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被人知道我睡主卧 你睡杂物间 那对我的名声特别不好 也会被人用有色眼光看待 这个没得讲 谁会知道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 江河气的小脸鼓鼓的 自己本来就是被收留的关系 然后成为男女朋友 现在搬进主卧 变成这个家的女主人一样 好吧 虽然以后肯定会变成女主人 但是现在绝对不行 现在还没有成亲 睡一起肯定不行 未婚先孕是要被禁猪容的 二娘也会跑进自己梦里 骂死自己的 亲亲可以 抱抱也可以 但是没成亲就不能睡一张床 只要睡一张床 就会生孩子 这是这个妹子出对象的基本原则 万一未婚先孕的话 那可是要被禁猪容的 这天 许青在极力忽悠江河搬到自己房间 见江河不答应 她又开始去现救国 让江河跟自己换个房间 我爸他们上次过来的时候还骂我了 说我们两个应该换换房间 所以 我们不睡一起就换一下房间吧 江河惊讶地转过身 你爸怎么会这样说 可能 把你当儿媳妇了吧 你现在也可以喊他爸 早叫晚叫都一样 然而许青心里想的确实 要惊老头子一下 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吓 倒是一定很好玩 如果江河真敢叫爸 自己一定要把老头子的表情录下来 江河连连摇头 不行的 许青又继续忽悠 没事了 等时间一长 他们就习惯了 如果我要和你分手 不用你动手 他们就会先打死我了 反正我爸都说了我们该换换房间 你搬过来就行了 不然下次他还得骂我 这就是女朋友的福利 片刻后 许青收好房间内自己的东西 江河突然趴在门边说道 我只是借主 哪有借着借着把主人家挤跑的 我不换了 许青扭过头微微一笑 那你叫生主人 江河一愣 总感觉他在说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许青连忙笑道 开玩笑的啦 你是女朋友把男朋友挤跑 这应该理智气壮 你要不收我就帮你收了呀 文言 江河心头咯噔一下 我自己来 下一秒他直接钻进自己房间 砰的一身关上了门 二十分钟后 江河一脸茫然的站在房间门口 看着原本属于许青的房间怅然若失 而自己的房间 此刻已经被换成许青喜欢的样子 许青看着熟悉的一切 小时候爸妈还住在这里那时 自己就是住这个房间 真是满满的回忆 带着满脸怀念的笑容 许青扭过头看向江河 可没想到 自己却被眼前的一幕惊淡了 此刻江河腰间绑了一根束带 长发飘飘仿佛自带滤镜 这腰 这腿 这资本 爱了爱了 许青不知想到了什么画面 连忙捂住鼻子扭过头 江河被他的奇怪反应吓了一条 随即才小声解释道 这一套睡衣是你之前买的 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一直没拿出来穿 说着他抱紧了自己的小肚子 却不小心将胸口拉得更低 许青不小心看到 莫名感慨了一句 习武之人 恐怖如斯 江河连忙转过身 你又在说什么奇怪的话 不管 你再帮我选一套吧 这一身好是好 但如果想要盘腿和像上次那样 被他揽着腿还是会走过 这时 许青突然朝他招了招手说道 你来看看这套怎么样 江河拎着拳头走了过去 要是他敢选那种衣服 就给他一锤 好在这一套重归重矩 好是好 没有更长的吗 那种整条腿的 有是有 但会热呀 这种挺好 你可以随便怎么蹦蹦跳跳 在沙发上打滚也不用担心他掀起来 文言 江河拿过手机 在脑子里一阵头脑风暴 许青心里清楚 虽然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但带着素白色小花图案的底裤 不能随便露出来 在滚到一个被窝里之前 换做任何一个女孩子都会有这种担心 随即 他指着江河的小腿说道 露小腿又不怕什么 可以买大一号的 会更长一点 宽松的更舒服 我也穿一样的 你这个淡黄色 我买套蓝色的 文言 江河终于开口道 那就这套吧 完事后 江河又挽起了电脑 许青想着要不要给他找份电脑教程 虽然电脑会玩就行 但是精通一点也没坏处 江河突然问道 你还不睡吗 马上 你也早一点睡吧 说完 许青朝换好的房间走去 可随即又突然退了回来 在江河呆滞的目光中 一把将他抱住 接着轻声谜喃道 晚安 江河感受着他的体温 突然询问道 要轻一下吗 只见江河缓缓站起身 逼着头不敢看许青 许青却直勾勾地看着他 没让他等太久 许青俯下身子 将嘴唇印在了他的嘴唇上 天啊 这个男人推门走进自己房间 却发现自己的床上 竟然有一个唇欲有雾 郑威红着脸扭过头呆呆地看着自己 男人顿时冷汗直流 糟了 顺手就习惯进自己房间了 原来 许青刚刚跟江河换了房间 这一切 都在同床共枕的计划中 他摆了摆手 在江河杀人的目光中退了出去 接着才回到这个小小的杂物间 看着这个满是童年回忆的小房间 江河住了这么久 连每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其实不管是唐朝开源还是现代 对于他来说 只要躲进这屋子 外面的一切就和他没有关系了 这个房间对他来说 就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只是现在在房间之外 多了自己这么一个 可以陪他一起生活的人 许青惬意地躺在床上 这时 他突然摸到了一根长发 是江河那女子掉在床上的 现在天越来越热 等真热到受不了后 才让江河去自己那房间一起吹空调 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他会因为害羞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就端着 不肯去那房间 宁愿热死 但是今晚 自己和他先换了房间 等大夏天热的汗流加倍后 自己再要求搬到他房间去吹空调 他肯定就会同意了 毕竟没人会在小杂物间 再装一个空调 除非傻子才会那样做 第二天一早 许青被手机闹钟吵醒 早就守在电脑前的江河 看到许青出来吓了一跳 一阵手忙脚乱 立马将桌面上的窗口给关了 许青打着哈欠从他旁边走过 根本没有扭过去看 然而他心里却在偷笑 女侠这装的不行啊 连窗口都没藏好 如果按现代成长模式来算 现在的江河大概是个 十几岁的青春期女孩了 已经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这时江河突然说到 周煮好了 在锅里 我们一起吃 好 以后你可以自己先吃 或者喊我起床都行 江河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 片刻后 许青喝着白粥配咸菜 这咸菜 自己做的比买的好吃多了 江河却不太觉得 在我们那里 都是买的比自己做的好吃 许青一愣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对啊 零零花钱买的 要是没自己做的好吃 那才比较奇怪吧 许青又又又愣住 你说的 有道理 不过话说回来 你是不是有照顾过 你做的比他们好吃 所以可以把他们取而代之 是的 有想了那么一下 但我知道肯并不行 没错 首先咸菜这东西 不是每顿必须吃的玩意儿 你要想只靠卖咸菜为生 就必须有大量订单 然后铺开市场 这并不单单只是自己的咸菜更好吃 所以更好卖的道理 如果要铺开的话 就要保证供货产量 储存运输销售等等 但对于一个咸菜来说 巴拉巴拉许青说了一大堆 江河都听懵了 除此之外 还有客户的需求 要去超市买咸菜的人 偶尔想尝一尝的 也有暂时困窘 只能吃馒头咸菜的等等 简单来说 就是不要把你自己的需求 当成所有人的需求 江河听完悠悠地叹了口气 做什么都不容易啊 不过这些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想这样赚钱 我也不会强行干涉 我只是希望你能过得更好 江河其实也知道 当初二娘也说过类似的话 说要活得更好 过得更好 但过得更好是多好 那要看你怎么想 有个词叫坐井观天 要爬到井口 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不管是喜欢外面的风景 脱离自己的舒适区 还是看过外面的繁华以后 再钻回井里 都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更好生活 我也一直在爬 怕你被我骗到手 在爬上那个井口之后后悔 所以我才会希望 你能理解这个世界后再选择我 起码我不用以后会愧疚 自己是不负责任把你骗上床的了 江河一听瞬间怨气满满 他果然满脑子就想着生孩子 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一起睡的机会 如果他敢偷偷溜进我的房间 我就像拎猪仔一样 把他提起来 然后用力朝门外扔出去 这样他就没法反抗了 许青正在洗碗 却突然感觉一阵没来由的心慌 完事后 许青来到客厅 为了不再心慌 必须提升武艺 习武还能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强盛健体 练武太香了 许青站着装 江河则在看着自己的小本子 他突然开口告诉许青 我想了几个现在适合我做的事 比如说你说的开网店卖闲菜 这个开店押金可以退的 如果卖不出去 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然后就是做饭 我看别人做饭可以拍视频 如果我能学会很多菜的话 以后也可以试试 但是现在还不行 我还要看别人视频来学着做 而我会的都有人已经教了 许青这才解释到 那种叫美式博主 别人教过的你也可以教 只要有人喜欢看就行了 重点在于你的风格和内容能不能吸引人 也不一定非要教做饭 猎奇的或者少见的东西 也都可以用来当内容 忽然江河似乎想到什么 我想起来了 还有人直播吃东西的 表演吃东西也是一种能赚钱的职业吗 江河怎么也想不通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当一个唐朝女孩来到现代 她可以做什么工作 最让她心动的就是吃播 一边吃东西一边赚钱 简直就是梦中情职 其余的就是直播打游戏了 江河觉得自己现在打游戏搬砖越来越快了 许青站着装回答道 谁会看你搬砖 不管做什么都要有内容才行 别人刷的那个副本 完全不知道下一刻会出什么装备 这就让人有种期待感 而看你搬砖就是一个号换一个号 同一个副本刷无数次 没有期待也不会有意外 只有像我这么无聊的人才会看 江河一脸不服气 确实是只有你这么无聊的人才会看 你手机里一大半都是我的照片 还拍我五件的视频 许青微微一笑 毕竟我缠你身子嘛 江河心里更不服气了 自己才没有在他拍的时候 故意捂得更好看呢 随即江河瞥了许青一眼 我想的是 我们开个 我先开个网店卖咸菜 然后再教人做菜 做好了还可以吃给他们看 等吃完了再搬砖 还可以和那些看我打游戏的人说 让他们去买我做的咸菜 文言 许青先是一愣 接着越想越呆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江河还在一脸兴奋地询问许青 这样是不是很厉害 许青只能尴尬地回应到 你 这些天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个 那你要不要干脆在直播睡觉 这个也有人喜欢看 听到这话 江河吓得报警了自己 不行 睡觉不行 我就这么随口一说 哪有你这样的 自己做了自己吃 吃完再去打游戏 还让人家买你的咸菜 说完 许青突然觉得好像也有可能 说不定还真有人过来观猴呢 你这想法确实不错 但开网店 教人做菜 直播打游戏 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去做 而且大概率你搞半年也没什么人看 文言 江河瞬间感觉心情一阵低落 低着头沉默不语 许青也正好站过时间 做了个收尾动作 接着直接摊坐在沙发上 他感觉自从洗舞之后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每天都元气满满的 忽然 许青朝江河招了招手 示意他过来 江河乖巧地坐在他身旁 接着才小声嘟囔道 明明这些都不用花太多时间 为什么不能同时做 许青认真想了想 专注做一件事就很难了 哪来那么多精力能全都做 光是开网店卖咸菜这件事 怎样把自己的店曝光出去 怎么去吸引顾客 你来得及研究吗 那 我可以推荐给那些 看我吃饭打游戏的人呀 那你怎么吸引别人 来看你吃饭打游戏呢 江河又开始幻想 我可以让买咸菜的人 看我怎么做咸菜的 吃的放心 就有人看了 文言 许青像看傻子一样 闭脸嫌弃地看着他 江河却还沉浸在 自己的伟大计划中 满眼都是小星星 许青依旧保持着这副表情 一言不发 江河也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 寄希望于他会赞同自己的想法 片刻后 江河率先支持不住 低下头一副失落的样子说道 那我先选一个做 做得好了再继续 加上其他的行不行 你先选一个试试吧 这种只有你真正去做了 才能明白为什么我说不行了 但你首先要对这件事有兴趣 喜欢了再去做才是最好的 江河沉吟了片刻 扣着脚丫子说道 就像你喜欢我的鞋一样吗 许青直接将他的腿 放在自己胸前 是像我喜欢你的腿一样 你可以先想想你喜欢做什么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可江河刚一感觉到 许青在捏自己 立马下意识地一脚踩在他的脚背上 许青疼得尖叫出声 抱着脚忍地死去活来 江河懒地搭理他 吻哼了一声 我去打游戏了 许青只能自己承受这一切 刚才离得太近 一不小心就没控制住 片刻后 许青拿起自己的笔记本 自己堂堂一个大侠 绝不能上头 还是先看看今天的股市吧 两人就这么忙着自己的事情 很快 时间就来到下午三点休市 许青伸了个懒腰 接着告诉江河自己去拿个快笔 看着许青出门 江河也差不多该准备晚饭了 不久后 江河刚开始切菜 许青便回来了 江河探出头 你买了什么 许青笑着掏出一个小镜子 这个是能随身携带的镜子 给你的 江河打开一看 圆形的镜子居然还有一把圆形的梳子 居然有这么精致的东西 太漂亮了 一旁的许青 又吃力地搬进来一个大箱子 江河好奇地凑了过去 这又是什么 女孩以为男朋友又在想生孩子 于是便提出自己把鞋子脱下来给他玩 谁知男朋友根本不满足 又提出自己喜欢的其实是他的腿 女孩只能答应 一会一起看电影 然后把腿借给他玩一会儿 这天 许青搬回来一个快递 江河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全是铁圆环 许青正拿着一个圆环在操作 你问我要做什么 他用力地把圆环掰开一个口子 其实我就是闲着没事 想做个背心 首先我们把准备好的弹垫掰平四个 打开一个 然后像这样合起来 再重复以上步骤 做成铁链 就这样一只鞏 最后就会得到一件背心 江河简直惊呆了 用这个小圈圈居然能做成背心 这家伙是不是病了 怎么会有人想着用这个做衣服 忽然 江河想起那天出去约会 许青说的话 不是什么事情 都需要有意义才能去做的 想到这 江河询问许青 那你 准备做多久 就是 闲的时候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做多久 江河一愣 那做好了你会穿吗 这家伙 该不会是用来防自己的吧 不过他如果穿上这个 应该就能多抗自己两全了吧 许青却十分大方地说道 你想穿的话给你穿也行啊 不过下面就得做成裙子的款式了 江河感觉有些可惜 所以 你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闻言 许青突然仰头躺倒在沙发上 就当我吃饱了撑的吧 人在闲的时候就会乱想 比如想摸摸腿玩玩脚什么的 吃喝玩乐是人的本能需求 临时吃够了 就想着玩了 你不给我玩 我就只好找些其他的事来转移注意力 不然憋得慌 听完这话 江河微微一愣 大大的眼睛闪过一丝智慧的光芒 许青这家伙 又在想那种事了 只听江河低着头满脸羞涩地说道 那 我把我的鞋子换下来给你玩 闻言 许青突然激动起来 我不要玩你的鞋 我要玩你的腿 江河悠悠地看着他 沉默了片刻 接着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你可以 像上次 上次那样 抱着我看电影 许青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下来 心里却在想着 现在天天对着小和苗 看他坐那儿 就会老想着有的没的 有时候确实需要找点事来转移一下注意力 正好现在又很少出去 还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有大把的空闲做自己想做的事 许青手里动作没停 江河依旧蹲在许青面前 也不说话 片刻后 许青才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还在这儿 不去玩游戏吗 晚饭的材料都已经准备了吧 江河顿了顿 这才缓缓开口道 你不是说 看电影吗 许青明显呆住了 啥玩意 你现在就想看 江河像被踩到尾巴的小猫 满脸都是红玉 不是 不是你说要看的吗 没有呀 我是说我们等晚上 洗完澡香喷喷在一起看了 好家伙 原来刚才是跨频道聊天了呀 看来他是以为自己 现在就想看电影摸摸桶了 于是许青调侃道 原来你那么想和我看电影啊 那现在来看也不是不行 江河感觉自己快羞死了 这家伙 就知道欺负自己 江河又羞又怒地大喊道 我没有 说着他直接转身走向电脑桌 我去打游戏了 许青就这么渐渐地看着 不久后 许青突然拿起旁边的手机 接着一边摆弄一边告诉江河 等一下你暂时不要出声 我要录一个视频 江河听话地点了点头 接着便看起了许青操作 许青则架好了手机开始录视频 现在我要用这些铁环 先捏出一片袖子 江河突然感觉 这家伙明明就是在工作 还说什么想摸腿转移注意力 根本就是骗自己开心的 不久后 许青终于录好了视频 累得摊在沙发上 没想到捏了巴掌大的一片就这么累了 等到他重新睁开眼 才发现江河一直都在看着他 冬瓜也睡着了 你录完了 是啊 你要不要看看 许青将视频发到江河手机 江河居然也认真的看了起来 这么无聊的事 也就江河会觉得有意思吧 不过青武飞扬这名字 还真挺适合他的 江河一边看着许青录的视频 一边询问许青 你也要做直播吗 不 我这是录视频 不是直播 直播是开着摄像头 让人看着我做 江河不禁感慨 这实在是真的好 能靠自己喜欢的事来养活自己 想想都觉得幸福 对了 我可以做这个吗 看起来挺简单的 可以是可以 但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你只会照着我的样子 把他做成衣服 这样就算把衣服做出来 你也什么都学不到 充其量只能把手镜链大一些而已 文言 江河失落地呕了一声 但他也不会将这些放在心上 毕竟许青说的都是对的 除了生孩子 他就这么坐在他身边 看着他津津有味地摆弄着手里的圆环 好一个有手好闲的青大人 真是有点符合呢 或许大部分人都曾想象过 一屋一猫二人的小世界生活 可这个男人居然还不满足 他也想像猫一样 躺在女孩的腿上 这天 许青买回来一堆铁人环 打算做背心 江河坐在一旁陪着看着 他有些想不通 就算这铁衣服做好了 也只能放在家里看 最多再拍几张照片发出去 这有什么用呢 于是他询问许青 为什么把过程做成视频 就能让这种事变得有意义呢 许青依旧低着头摆弄着 这就要从你的观念 知识 理论和系统学习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说起了 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需要通过学习的 江河听的脑袋一阵迷糊 虽然听不懂 但感觉就是很厉害 许青又继续说道 我能大概知道并接受 我未来的下限在哪里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这叫知天命而乐乎逍遥 如果你愿意待在家洗衣做饭抱孩子 那就可以不用那么费劲学习 我赚钱养你就行了 听到这话 江河脑海里瞬间全都是抱孩子的画面 片刻后 他才悠悠地问道 就像你养冬瓜那样 不一样 冬瓜是个宠物 你还要做家务 做完还要和我那个 江河听得一脸萌 那个 是什么 就是那个呀 那个 许青一脸期待 还带着一丝丝的猥琐 可江河怎么想也想不出 那个是哪个 许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妮子果然什么都不懂啊 不过好像古代的人 成亲之前都不明白男女之事 只有在成亲的时候 才会临时抱佛讲学一下 好了 别看着我了 你有这时间多看看书才好 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能力可是很重要的 江河嘟着嘴满脸不服气 我知道了 可他心里却在想着 自己才不要他养了 要自己养自己才行 冬瓜可不管他们在想啥 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他只需要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然后躺下来睡觉 等着主人叫他吃饭就行了 江河不想变成冬瓜那样 他拿起一旁看了很多次的时间简史 虽然看不太懂 但他也知道 书读百遍奇异自现的道理 你说 读这些书真的有用吗 许青笑了笑 能看就看吧 重要的是养成阅读的习惯 读书和不读书的最大区别就是 不读书你只能怨自己 读过书你可以怨天怨地怨社会 就是不怨自己 直到日落西山 许青才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捏出这巴掌大的一块袖子 就在这时 许青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死党秦浩打来的电话 秦浩张嘴就是国粹 卧槽 你真的在做盔甲了 能不能做出来 做大点到时候给我穿一下 厉害呀 许青一阵无语 这小子也太兴奋了 自己本来还想用铁锤敲个钢铁匣呢 不过难度太高就放弃了 你还天天关注我小破绽 嗨 我一回来就见我爸 抱着手机刷你那些视频 还问我你这是在搞什么 我才看见呢 你爸怎么看起我的视频 难不成秦叔天天 抱着手机刷小破绽 那可真是太干了 老头找到个新乐趣啊 秦浩也是想笑 这个还是你爸教我爸的 你现在发视频得注意点 他俩经常看你 我倒是没想到 你爸还是个网络喷子 居然那么会说 许青这才知道 评论区最近经常评论 多来点那个 和老头子抬杠的陌生面孔 给老爹 让老头见识一下 什么才叫真正的游手好闲 免得之后还要跑过来问自己 做这个鬼东西干吗 等做好了以后 穿上去家里逛一圈 让老头子看看 吃饱了撑着做出来的工艺品 随即 他又看了看在厨房忙碌的江河 其实 就算看书 他也只能看懂自己能理解的步 不过已经足够了 能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 对地球和宇宙什么的有个概念 是变聪明的第一步 关一哪天休一下回去 也能得二娘他们吹吹牛 说很多年后 会有提出日新说的哥白尼 有很多定律护身的牛顿 百粮蒸汽机的瓦克 还有游手好闲 但对他很好的青大人 不久后 江河端上来一大盘 热腾腾香喷喷的包 他告诉许青 回香鸡蛋和白菜肉馅都有 素的是中间风口处凝成螺旋花纹的 肉的是扁扁花纹的 许青咬了一口 好香 跟江河一样香 吃着 江河突然说道 我想过了 因为你们不缺吃喝 想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才有大把的时间 去搞那些没意义事 然后才发明了这些东西 可我还是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文言 许青拍了拍江河的脑袋瓜 你一直在想这个 恭喜你 从愚蠢的小河苗 变成聪明的小河苗了 你能想到这点 本身就是意义 饭后 江河收好碗筷 一走进厨房 却发现许青在白弄着什么 是那棵从许青老妈那里顺来的江苗 他凑上前好奇地询问道 你在 做什么 我在看他的花期 一般正常情况下 江很难开花 土壤和气温什么的都有要求 可能不会开 可惜了 江河却觉得 现在这样也很好看 许青咧嘴一笑 对 和你一样 给点水就能活 江河又嘟起小嘴 哪样啊 和我猜不一样了 什么叫给点水就能活 我可是要吃很多饭的 完事后 许青搜起了江的功效 居然还是助阳之品 这不得好好造福一下兄弟 许青直接发给了秦浩 秦浩也直接给了他一个中指 随即 许青在江河身旁坐下 心里却想着 吃江是不可能吃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 最多放菜里调调味 要争到王子那样的地步 就算天天腰子韭菜生蚝 再加上练功也没什么用了 这时 许青侧头看见江河抱着冬瓜 一副田径美好的样子 瞬间感觉自己活得 还不如一只猫呢 江河连忙询问他咋了 许青苦着脸哭诉道 我也想像冬瓜一样 趴在你腿上 江河想也没想 这不可能 为啥 为什么不可能 你这么大个人 怎么挤得下 文言 许青微微一愣 接着又露出一副 奸计快要得逞的样子 如果挤得下 就可以吗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变态 他不仅喜欢 把女朋友的脚 放在自己腿上 还喜欢捏女朋友 还没洗的脚丫 甚至放在鼻子上 陶醉的闻来闻去 简直就是猥琐到了极致 这天 许青跟江河在家里看电影 许青突然提出 想像冬瓜一样 趴在江河腿上 江河却说不可能 根本挤不下 许青当即就笑了 人虽然挤不下 穿着睡衣坐沙发上 自己再把脑袋 垫在他大腿上 卧槽 刷片效率 起码增加百分百 快乐也提个百分百 一个字 爽 看许青满脸坏笑的样子 江河突然躲开一个身位 不行 你一定又在想奇怪的东西 许青也不反驳 早晚会可以的 哎 你要不要先去洗澡 洗完香喷喷的 一起看电影吗 江河红着脸 为什么要洗澡 我不想洗 好好好 不洗不洗 许青知道 这小妮子是怕穿着睡裙 用上次那种姿势 和自己挤着看 会把他那带着 白色小花的底裤露出来吗 毕竟都是自己买的 自己当然知道 他就算知道 自己不敢乱动 也止不住担心会有意外 算了算了 还是看电影吧 片刻后 许青选了一部 今天看黄飞红吧 随即 两人便开始沉浸式观看 只是许青看着看着 就把目光转向了江河 江河原本正认真的 看着黄飞红把怪兽 突然察觉到许青的目光 许青满脑子 别样的想法 那个 我们要不要 关了灯看 闻言 江河瞬间感觉浑身 都被冰冻住一半 他捏紧了拳头 为什么要关灯 当然是因为这样更有氛围啊 这能让人集中注意力 看电影 更沉浸进去 不然电影院 为什么都是黑乎乎的 抬着灯是为了工作 关掉灯就是为了享受 听到这话 江河也不想反驳 蹭的一下站起身来 直接就将灯给关了 接着又回到沙发上 依偎在许青身旁 许青哪里不懂他的小心思 直接伸手抓住他的小脚丫 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江河好似愣了愣 怎么了 继续看电影啊 看许青假装毫不在意的样子 江河也只能冷哼一声 继续看起了电影 可没过多久 许青又不老实了 江河正询问他 这是不是武打骗 许青却将手伸到他背后 一把拦住他的肩膀 感受到江河微微颤抖的身体 许青连忙解释道 对 黄飞红 会佛山无影角 腿动起来看不到影子 这妮子 明明轻轻都习以为常了 偏偏对身体接触这么明白 就那么担心我做什么过分的事 但不得不说 这样真的很舒服 晚上关了灯 两个人窝在沙发上一起看剧 让人觉得非常放松 黑乎乎的环境 更是会催发出几分暧昧的氛围 想到这 许青突然捏了捏江河的脚丫 江河像触电一般 咬着牙指问许青 你可以不要这么 这么奇怪吗 许青却安抚道 这一点也不怪啊 好好看电影 可是 我没有洗脚 这怕啥 你又没出过门 一整天都坐在那儿和老佛爷似的 江河还是感觉怪怪的 总感觉这样下去要出事 就在这时 东瓜轻轻碰了碰江河 示意他给自己让个位置 随即直接躺在江河腿上 瞇着眼睛睡起觉来 而江河却突然开口道 我还是想 做那个直播 让人看我打游戏 许青安静地听他说着 可手里的动作依旧没停 你为什么那么坚持想直播打游戏 我本来是想直播做菜的 后来我想了一下 你说的对 要先做一段时间了解之后 才能学会里面的弯弯绕绕 只看表面学不会什么 如果我现在就去做菜 还要学弄视频什么的 说不定到头来哪个都做不好 不如先直播我会打的游戏 一边搬砖一边学着做 不管能不能做好 搬砖的钱还是有的 许青一边听着 突然抠起了他的脚趾 你不要乱捏啊 许青则是笑着附和道 不过你玩了这么久游戏 从游戏入手也不错 他心里清楚 这是他第二次提出要做直播了 如果自己在否定的话 难免打击他积极性 上次已经被自己否定了一次 现在鼓起勇气再提出来 还有点小心翼翼的感觉 这副样子真让人心疼啊 所以 你想好了吗 对 想好了 反正就先试试 也没想一开始就做多好 摸清规律以后 有把握了我再去做菜 也好 你有什么想法就都说出来 我帮你参考参考 就是 我看别人有强化的 有竞速的 有刷装备的 这些我都还没学会 所以先搬砖学着 那你要不要试试打决斗场 什么是决斗场 就是你操控角色 在游戏里和别人打架 对面也是玩家 不提了 我们先看电影 你才换游戏不久 明天打决斗场试试 看看能不能打得过别人 然后再决定到底播什么吧 我现在就去试试 江河一脸兴奋就要起身 却被许青按了下来 别动 先看电影 这人自己还没抱够呢 滑腻腻的小脚也没摸够 怎么能让他走呢 许青一边想着 突然鬼使神差的将手伸到鼻子嗅了嗅 江河瞬间人麻了 变态 太变态了 二娘救命 男人抠完女朋友的脚丫后 放在鼻子上嗅 女孩吓坏了 可当他洗完澡后 却想着要不要再给他嗅一下 原来他是害怕有味道 怕男朋友嫌弃他 就在刚才 许青抠了一会江河的脚丫 接着放在鼻子上嗅了嗅 江河先是感觉浑身毛骨悚然 接着就想揍他 许青连忙解释道 人类文明越进步 必要性的比重就越低 就像史前当猴子的时候 人类最喜欢的是绑大腰圆的身材 这样可以保证繁衍 随着文明的发展 到后来喜欢脸 喜欢吸腰疯 这都是一种时代变化的产物 从某种角度来说 你的腿和脸并没有什么区别 分高低贵贱反而落了下场 所以你懂了吗 见江河依旧目光凶狠地盯着自己 许青又继续说道 其实身体每一寸都一样的 生产力越进步 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个体解放 精神就会变得多元 美丽的身体每个部位都有吸引力 这与怪不怪无关 至于喜不喜欢 你闭嘴 江河怒斥了一句 他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 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好在最后他还是没动手 而是打起游戏转移注意力 许青则在思考着 以前根本没发现自己有这种癖好 完全没有一点迹象 虽然这种事说不上有多奇怪 难不成都怪他太好看了 许青原以为 江河的脚一定会有很多茧子 但现在却发现并没有 而且握在手里大小刚好合适 温温润润的 手感还很细腻 正玩着游戏的江河 忽然察觉到许青的目光 于是扭过头恶狠狠地质问道 你在瞎闻什么 下意识将手放在鼻子上的许青 被他这么一问 这才缓过神来 连忙将手放下藏在身后 我不是我没有 江河气坏了 都说了自己还没洗脚 这家伙还故意摸 他果然就是喜欢鞋子 其实吧 也没有味道 许青正想解释什么 被江河一瞪 立马就闭嘴了 江河这才扭过头 继续打游戏扳砖 片刻后 趁着许青不注意 他偷偷伸手抠了抠自己的脚丫 接着学着许青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明明就什么味道都没有嘛 而且自己一整天都没出门 但就是感觉好想打他 就在这时 电脑显示排队结束 是否进入竞技场 江河目光炯炯 松了松手指 开始了自己的征程 没多久 电脑上接连传来胜利的声音 又打赢了一把之后 江河扭头看向许青 许青正聚精会神地摆弄着铁圆环 察觉到江河的目光便解释道 其实你不用急着学 反正只是试试 可以弄个标题 决斗场小白成长之路 然后开始直播你决斗的过程 这也是一种内容 说不定会有闲得无聊的人看 江河一乐 这样也可以 可以啊 总比你搬砖那么枯燥好多了 毕竟枯燥的搬砖是不会有人看的 可是搬砖有钱 和人决斗没有钱 这和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 你等我再想想 没有搬砖的收入确实是个问题 或者 你真的不考虑拍耍剑或者拍做菜 我很建议你做这两样 一个更容易火 一个你更喜欢 江河摇了摇头 我只是想先试试 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始学习 对了 你不要把拍我的视频给别人看 好 放心吧 我想到了 你可以直播一小时 你想的是搬砖长时间直播 让别人一直看你在那刷图打怪 如果是播决斗场就不需要播那么久了 每天抽一小时出来打PK 先看看效果怎么样 江河明显也没想到这点 这样 也可以吗 可以啊 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事业来做 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就像搬砖 以后随着你对现代的了解越来越深 会有很多你没见过 没了解过的东西出现在眼前 到那时候再下苦工去做 许清越说越兴奋 比如你也许会喜欢上天天洗衣做饭抱孩子 然后给我挽腿 我不会 江河一听到孩子就火大 直接开始了下一场决斗 看着电脑上的画面 那鬼剑石一看就不是好的 跟许清一样 带着对许清浓浓的杀影 江河毫不留情 三两下就KO了这个鬼剑石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也散去了对许清的脑 好舒服 我又赢了 许清却没有丝毫意外 正常的 你段位低 遇到的都是菜鸟 菜鸟是什么 就是实力比你低得多 有时候花里胡哨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江河若有所思的呕了一声 盯着许清的眼睛却满是戏血 身为菜鸟哏鸟的许清 一下就感受到了 这妮子是不是学会阴阳怪气了 很快 江河竟然好取八连胜 许清都搞不懂了 究竟是对手太菜 还是他在这方面真的有天赋 随即 江河关了电脑 想去拿衣服洗澡 可刚走到门口却猛地停了下来 许清就这么微笑地看着他 只见江河几个小碎步退了回来 接着转身走进另一个房间 许清满脸坏笑 不知在想着什么 进了房间的江河则靠在门后 换了房间后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不过许清的床确实很大很舒服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出来 脸上还挂着一丝红韵 他来到许清面前 有些羞涩地说道 我洗好了 现在很干净 那躲闪的眼神分明是有什么想法 许清却沉浸在手里的东西中 好 我一会儿洗 可过了片刻 江河依旧没动 许清这才抬起头看着他 江河红着脸 根本不敢直视许清的眼睛 许清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你本来就很干净 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真的吗 江河心里还是有些不能接受 自己刚才都没洗澡 他就闻了一下自己的脚 这时间能不能倒流啊 现在该怎么办 难道要再让他闻一次 这家伙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经过一番天人交战后 江河还是选择逃避 只留下一句晚安和懵圈的许清 自己碰的一身关上了门 就这么回房间去了 男人摸了女朋友还没洗的脚 然后放在鼻子前闻来闻去 女孩虽然知道自己的脚没有味道 但洗完澡后 还是很想让男人再闻一次 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只能回自己房间生闷气 许清心里其实也清楚 没有洗就被闻了 那的确是会不好意思 虽然没洗也还是香香的 不过看他那么纠结 一定是因为开始在意自己了 如果不喜欢的话 大概只会生气 再过来和自己说一下这种事 对比刚认识那种冷冰冰的样子 还有前段时间 没那么熟悉这个世界的样子 对现在的他来说 他的这些表现 也许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感受到安定以后 不自觉对自己产生的依赖也说不定 不过若是期望他对自己撒娇娇 或者轻易地凑上来要抱抱 打死他都不可能会这么做吧 随即 许清又开始做起了铁背心 十天内必须做出一只袖子 然后再录第二个视频 给粉丝汇报一下进度 这个时间不能间隔太长 不然别人都把这事忘了 不知过了多久 江河的房门忽然被打开 你怎么还不睡 等一下 马上就睡 倒是你 怎么还不睡 江河一脸茫然 我出来喝水的 对了 要不要我帮你 别熬太晚 许清头也没抬 你不要这么好看就是帮我了 我只是在转移注意力 不然看你穿睡衣跑来跑去很难受 明白吗 江河都听懵了 什么叫 我不要这么好看 许清低着头继续手里的操作 江河倒完水便回房间了 听到江河关上房门的声音 许清才抬起头看了一眼 直到晚上十一点多 冬瓜都睡得四仰八叉了 许清才伸了得懒腰 感觉有些困了 洗完澡后 许清正打算回房间 又突然凑到江河房门听了听 没有打呼噜 许清回到房间躺在床上 一天算是就这么结束了 许清悠悠地看着窗外的雨 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下雨 不过也差不多了 第二天 许清先吃完早餐后 穿上衣服就准备出门 我出去一趟 你就好好玩游戏 江河乖巧地点了点头 许清没有撑伞 直接走到等候的出租车前上了车 下了长雨果然舒服多了 到时候带江河出来吊个雨 雨后 听着掏声远跳 比平时要享受不知道多少 许清原本正别有兴致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 却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师父 能不能倒回去一下 看到两个熟人 行 我前面转一下 汽车掉头回来后 许清拍下照片 看着手机上亲密的两个女孩 许清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也会有当狗仔的一天 更离谱的是 这两个妹子居然还亲上了 许清狂按拍摄 这时 司机突然询问道 不去打个招呼吗 没事 下雨呢 用手机联系了一下 他们有事忙吗 片刻后 汽车重新上路 许清呆呆地坐在车里 啥情况啊那是 女孩子经常喜欢手拉着手 上学时甚至恨不得抱在一起 连上厕所都拉着手一起进去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那个清一口 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发给秦浩的消息他也没回 估计是在忙吧 不久后 许清来到目的地 一个电子城 摊主老板正在专心 修着一台笔记本 许清凑上前 给我收个电脑用的摄像头 嚯 吓我一跳 你这做生意做的 我耗两把内存条走了 你也不知道 哪里哪里 做 清哥做 今儿过来要买啥 我就买个摄像头 然后生卡也弄一个 还有耳机 对了 那个直播指甲 固定镜头也弄一个 我们俩一个up 一个美食博主 天天秀恩爱 多好 老板记下后突然问道 清哥你要做直播 直播做索子甲 我特忙 你也知道了 你视频都发了 我知道很奇怪吗 不奇怪 这么快就知道了才奇怪 许清都懵了 自己只是发到up号上 但怎么一个一个 搞得都像在追自己作品似的 过了一回 老板将东西递给许清 拍了直播通知一声 我一定捧场 不久后 许清回到小区 却看见一群人在那指指点点 赵叔 这是在干什么 准备装电子门禁 现在测量一下 估计过几天就能弄好 五月份正式使用 外卖也能禁 就是得我给他滴一下 才能进去 哈哈 您这位御赤公守在这儿 什么牛鬼蛇神都进不来 回到家后 许清将东西放在桌上 接着来到江河身旁 对了 你们那时候贴门神贴谁 门神 有些人家是会贴门神的 贴的是那个长得更凶的 钟 钟 钟馗 对对对 就是那个 那要不要在你后面贴个钟馗 听到这提议 江河直接懵了 这是什么意思 女孩听到男朋友 在打电话说什么分手 当即就一脸怒气地询问 他还有几个女朋友 一问才知道 是男人死党的女朋友 在街上和别的女孩子亲亲 这天 江河终于决定开始直播 许清便寻思着 在他身后的背景贴个钟馗 江河都惊呆了 难道会有鬼顺着网线爬过来吗 许清这才解释道 我看别人直播后面背景都是萌萌哒 还有小兔子小玩偶玩具柜什么的 江河一脸自信 我有小熊 两个 不 小熊可不管用 钟馗才可以镇住小人 随即 许清在正对着电脑的墙壁一阵端下 我现在就找个刨腿小哥去香烛店 买一张钟馗扶摸的门神像过来 没意会 刨腿小哥就将东西送了过来 江河打开看了看 确实很帅气 等会你把这个画像贴在门上 就可以镇小人了 就在这时 死党秦浩突然打来电话 秦浩吃着汉堡 喂 刚一直在出警 现在才空下来 你找我什么事 许清一阵吱吱吱 那个 你和那个柳靖芳 亲过眉 秦浩直接瞪大了眼 卧槽 怎么会有人问这种事情 沉吟了片刻 秦浩才红着脸说道 我们就牵过手 这么神奇 暴都没报过吗 没 听到这回答 许清还是犹豫了一下 要不 你考虑一下分手吧 一旁的江河隐约听到分手两个字 好奇地扭过头 许清却陷入了沉思 不管那个柳靖芳是百合骗婚 还是单纯糊弄着玩玩 那都爱找谁找谁去 浩子这么个老实芭娇的操汉子 一心为人民服务 招谁惹谁了 他告诉秦浩 总而言之 抱都没报过 你们这真算在一起了 秦浩一阵尴尬 应该算是吧 许清悠悠地叹了口气 什么叫应该 老实跟你说吧 我今天上午出门 见到了一些事 你冷静点听我说 随即 许清将路上碰到的两女孩的事告诉了他 秦浩感觉整个人都傻了 还有这种事 这都亲上了 虽然是个女的 但这也没法接受啊 这时 许清突然又开口道 要不你努努力 把两个都拿下 不行 我得找他问问清楚去 也说不定是妹妹什么的 你下次见面的时候问问 反正旁敲侧击 这你最拿手 专业极其对口 秦浩其实也心里有数 我就说 这么一大美女怎么看上我 我觉得这是没跑啊 行 我就是和你说一声 让你有个准备 挂了 谢了 许清刚挂电话 江河就凑了过来 你要和谁分手 许清连忙解释 我没有和谁分手 我是在劝别人分手 就是上次吃饭见过的 秦浩和那个穿着丝袜短裙的女孩 嘿 我没有看丝袜 反正就是那个人 你还记得吧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见他和另一个女孩子亲亲 和女孩子亲亲 江河不由的惊呼出声 小嘴张的老大 这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无法想象 许清却毫不在意的笑道 是啊 很怪吧 却可比我怪多了 江河不禁陷入深思 两个女孩子为什么会亲亲 有男女朋友 所以这叫女女朋友 许清说过 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精神就会变得多元 喜欢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沉默着从许清面前走过 接着在许清身旁一屁股坐下 那个 女女朋友很常见吗 不常见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 江河一脸的若有所思 好吧 我明白了 至于两个女孩子怎么生孩子 这事就不问了 许清看着江河这副表情 女侠这又是在想什么呢 不过说起来 直播间已经用自己的身份证 实名认证过了 他现在就能直播打游戏了 虽然一般没什么事 但保险起见 许清本人最好也出镜一下 江河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想法 就算做不成也是惊艳 许清不想再打击他的积极性 于是许清告诉江河 我帮你想好了 你就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直播打游戏 这段时间正好是吃完晚饭后 我们也没什么事 等八点后还有自由时间能看看电影之类的 我先帮你开一下直播完一把试试吧 没一会 许清不负众望的打输了 江河悠悠的也遇到 你不是说他们都是菜鸡吗 怎么把我连肾给断了 许清一阵尴尬 失误 失误了哈哈 我太久没打了 说着许清直接起身 你来 你来 哦对 现在已经在直播了 虽然还没有人进来看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进来 你不要抠脚蛙鼻孔什么的 那样影响不好 你管 我才不会 随即 江河满脸兴奋地操作起来 许清在一旁侧着头看他玩 总感觉有些违和 这一个活生生的唐朝人 在现代直播打游戏 现实果真就是这么魔幻 这个女孩曾经幻想过 自己拿着擀面杖做很好吃的饺子 男朋友则帮他办线 然后趁他不注意 偷偷亲他一口 现如今 一切都实现了 这天 江河正在直播游戏打竞技场 许清则是坐在他身后陪着 许清认为 直播间毕竟是以自己的名字注册的 自己最好还是出个劲 正好昨天拍捏锁子甲的视频 需要剪辑一下 他又看了看江河的内容 现在他刷的那个耗之空有等级 连个像样的装备都没有 能这样和对面打得有来有回 看来女侠是真的有天赋 忽然 江河回头瞥了他一眼 你为什么不坐沙发那里去 许清抬起头 这是我的直播间 我得在镜头里露面 这时 许清忽然想到一个点子 有了 只见他搬来一把凳子 接着一边站桩一边说道 以后我就把早上的桩挪到晚上站 刚好站一小时 我还能顺便看半个多小时新闻联播 刚刚好 真是好一个时间管理大事 江河猛猛懂懂的听完 忽然看见有个人进入自己的直播间 江河瞬间满脸激动的告诉许清 有人进来看了 可下一秒 这人又退了出去 江河都懵了 为什么走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这人又再一次进入了直播间 江河又提起了兴致 可话还没说出口 这人又跑了 整得江河一愣一愣的 为啥自己一说话 他就走了 这时 那人又一个猝不及防的进来了 江河直接闭上了嘴 这次自己再也不说话了 沉默就是金钱 随即 江河继续开始竞技场 许清则是在一旁默默地站着冥想 这还是自己头一次站这么久 以前都是半小时 现在站个四十多分钟才有些累 努把力再坚持一会儿 毕竟 男人嘛 就是要持久 江河一直关注着 见他询问 立即解释道 那是中奎画像 正小人的 此刻某个电脑前 一个男人正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谁不知道那是中奎 我当然是问那个一动不动的玩意是啥 又过了一会 许清终于坚持不住 收了姿势 缓缓呼了口气 随即来到江河身后说道 好了 今天的直播结束了 江河也正好结束一把竞技决斗 于是便听话地关了直播 接着才开心地告诉许清 刚当有个人在看我直播 许清微微一笑 看到了看到了 你还介绍了一下中奎 对啊 只要一天多一个来看 一年之后 我就有365个观众了 江河兴奋地合计着 365个人 自己一定能卖出去很多闲菜 等等 好像不对 自己还没开店呢 这时 许清突然开口道 先别算了 一个两个观众没啥用 明天你在开播也许人不来了 你段位越打越高 一直赢的概率越来越低 如果输得多了 也没人会来看了 江河起身毫不在意地说道 也许明天他又来了呢 对 说的也是 那 我们晚上包饺子吗 没错 清明就是要吃饺子 我要猪肉大葱馅的 不久后 江河正在赶包饺子用的面皮 许清则在一旁 吭哧吭哧地伴着馅 突然 许清突然瞄了一眼江河 趁他不注意 直接一口亲在他的脸蛋上 接着又快速地扭过头 假装无事发声地哼着曲 江河沉吟了片刻 我从来没想过会这样 什么 哪样 就是 像现在这样 我拿着擀面杖做很好吃的饺子 你帮我办馅 然后再偷偷亲我一口 女孩正在做饺子 却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扯住男朋友的衣领 一脸眉目传情的样子说道 亲我 面对这种请求 由于一秒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这天 江河正在赶饺子皮 却突然想起 从前自己饿了啃树皮的画面 以前握的也不是菜刀 而是一把杀人不眨眼的利剪 而现如今 自己每天只需要待在厨房 待在这个家里 尽情地享受生活 好像这所有的一切 就只是一眨眼 就已经全然不同 那些前程往事 也都已经被甩到了身后 你在想什么 许青突然出生 江河这才回过神来 我在想 我们那时候的房子 是用泥砖砌的 先把河泥放进墓子里 晒干后就会变成砖 再砌起来 上面堆上厚厚的一层树皮 和茅草那些东西 强烈了就要用泥巴 混上草屑壶上 不经常修的话就会垮掉 许青当即便念出一首诗 八月秋高峰怒毫 卷我屋上三重毛 江河听得一愣一愣的 你也会做诗 没有 这是杜甫的 他也是唐朝人 师盛来着 你看 和你差不多同岁 你过来的时候 他刚好十六 正值树发之年 师盛 很厉害吗 那当然了 在你那个时代 就已经很厉害了 后来天堡十四年 也就是七百五十五年 那时杜甫当了一个 又位率辅兵曹参军 看守兵器盔甲 管仓库的 十一月回凤仙 刚刚进到家门 就听到哭泣声 原来小儿子饿死了 然后他就做出了 朱门九肉臭 陆有冻死骨 这一千古名句 文言 江河也若有所思的 喃喃着这两句诗 是的 然后同年十一月 安史之乱爆发 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那时候内忧外患 开源时候 虽然出现盛世的局面 但也加速土地兼并 以致君田制破坏 君田农民失去土地 成为流民 千禧流亡 再加上这俩人造反 乱世就来了 听到这里 江河突然出声打断 别说了 如果自己没来到这里 到四十岁的时候 会是怎样一个战乱的世道 寨子里的大家 在那时又要怎样 才能熬下去 突然 他伸出拉了拉 许青的肩膀 抬起头有些心慌 又有些寒情默默地 看着许青说道 亲我 许青没有问 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俯下身子 轻轻吻在江河的嘴唇上 江河也同样点起脚尖 陶醉地配合着许青 这场跨越千年的爱恋 其实彼此都是 对方最珍贵的礼物 两久 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许青满脸宠溺地告诉江河 那些都过去了 不管好的坏的 都是千年前的事了 江河感受着 他轻抚自己发烧的温润大手 轻轻点了点头 来吧 馅料也办好了 我来帮你包饺子吧 其实一千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也许下一个一千年 又会是另一个模样 但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不过是眨眼的一瞬间 可对人类来说 却是永恒的一辈子 片刻后 许青包饺子的手 浸出冷汗 我果然干不了这个 我还是放弃吧 江河看了一眼 他包得撕不下 又忙起了自己的活 许青偷偷瞄了一眼 江河的侧脸 他这个样子 怎么看都是从小持家的嘱咐 谁敢信这曾经是个女侠 许青忍不住夸赞道 你现在的样子真好看 早已见怪不怪的江河 心中没有任何波澜 你又说这种话了 那我五件好看 还是现在这样好看 许青一愣 没想到江河 都已经会问这种送命题 他灵机一动 直接起身宣示道 当然是都喜欢了 你不管啥样子 我都喜欢 报告女侠 我先去把锅里的水烧上 行 去吧 许青转身就要去烧水 江河看着他的背影想了想 突然又开口道 那我打你的样子吗 你也喜欢吗 许青心头一阵 好家伙 要完 他扭过头询问道 难道你想直播花样打我 标题就叫打许青的108种方式 江河当即就心动了 两眼冒着心形呆呆的询问道 可以吗 废话 当然不可以 不久后 两人正准备开吃 许青转身打开电视 听起了新闻联播 江河却望着眼前的饺子出声 他缓缓放进嘴里 咬了一口 感受着嘴里的香甜说道 二娘一辈子都只吃半饱 就想让太平光景延长下去 没想到却只延长了20多年 江河的眼神中 全是说不清的难受 许青也是久久无言 直到江河夹着饺子 蘸了一点辣椒才说道 但他延长了你一个人的盛事 他对你这么好 如果你能在这里过得好 他一定会开心的 闻言 江河才终于开心了一些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下次我做梦的时候 帮你去问问二娘 作为一个成熟会过日子的女人 就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菜篮子 这个女孩想着用铁圆环 给自己捏一个有50斤重的菜篮子 那样提着去买菜才有气势 这天 两人刚吃完饺子 许青一边洗盘子 一边给江河讲的故事 在几十年前 那时候还有地主 有个地主就找风水先生看宅子啊 你知道风水先生是什么吧 嗯 我知道 那风水先生给他看宅子 拿着风水罗盘到处逛了一圈 说不得了啊 你这里靠山杯水 以后会出数不清的状元了 那地主一听乐了 出一个状元就能光耀三代 数不清那得多厉害 这是祖坟冒青烟了 后来地主被打倒了 他家宅子被改建成了一个重点高中 确实是出了数不清的状元 江河都惊呆了 这风水 真有这么神奇吗 那 上次在你家里说的那个八字 说要给我们合一合 那个准吗 你连自己生日都不知道 哪来的八字可以合 说完 被逗笑的许青 忍不住想戏弄一下江河 江河擦了擦脸上的水字 哪有 我只信自己想信的 随即 许青又专心搞起了自己的铁背心 江河在一旁安静地看了许九 突然问道 这些铁环你用得完吗 许青诧异地抬起头 应该不够用 怎么了 我也想用铁环编的篮子 铁的笔竹灭编的更坚实 只要在里面垫一块补 就可以提着买菜 不用担心他弄脏了不好洗 许青都惊呆了 这铁的起码十几斤了吧 不得不说 这妮子很有想法 江河悠悠叹了口气 这样啊 不够用就算了 许青看着他这忧怨的小表情 忍不住笑出了声 虽然铁都没有 但可以整个竹子变的 许青下了单 两天后快递就到了 许青跟江河一起将其打开 没想到之前买的睡衣和篮子竟然一起到了 许青拿出睡衣告诉江河 睡衣是穿前要洗一下 心里却美滋滋地想着 睡衣这种东西一次买一套就行 反正到夏天自己迟早能搬进主宫 到时候再买套新的 这时江河突然开口道 你看看合不合适 许青一扭头 好家伙 这玩意到底该怎么形容 好一个良家少妇 合适 真是太合适了 身为一个会过日子的好老婆 必须得有个属于自己的菜篮子 至于见 那是什么 走 我们提着这个去买菜 不久后 两人牵着手走在路上 路过一个篮球场时 许青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赵书家的小孙子吗 记得叫赵宇来着 赵宇拿起球正准备投篮 许青突然来到他的身旁 篮球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看清来人后 赵宇满脸惊喜地喊道 许青哥哥 随即 许青接过篮球用力捏了捏 略显生疏地带了两下 感觉手感不错 他直接起跑冲向篮筐 一个飞跃双手抱着球举过头顶 只听哐当一声 一个完美的扣篮表演结束 许青稳稳落地 篮球冬的一声落在他身旁 赵宇都惊呆了 在他的心目中 会灌篮的人不亚于神 他满脸崇拜地询问许青 卧槽 许青哥哥 你会飞吗 我可不会飞 不过那个姐姐会飞 说着许青指了指江河 江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要让姐姐玩一个给你看吗 顿时 赵宇满脸期待 好 太好了 于是许青将球交给江河 我刚刚的动作看到了吗 你也去试试投一个球 看到江河学着自己刚才的样子 开始带球 许青感觉有些可惜 他应该理解不了 自己刚刚扣篮的帅气之处在哪 这时 江河突然眼神威缩 抓起篮球一个箭步冲上去 轻轻一跃犹如一只飞燕 轻轻松松就将篮球扣了进去 赵宇下巴都惊掉了 许青则是拿着手机一阵咔嚓咔嚓 江河挂在篮筐上摇晃了几下后 稳稳地跳了下来 若是不了解他底细的人看到 恐怕又该震惊整个篮球圈了 随即 许青将篮球还给还在震惊之中的赵宇 拉起江河的手就离开了 只留下这个少年久久无言 心里种下了一颗莫名的种子 那就是 自己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会灌篮的女朋友 圣诞节女孩子想要礼物的话 可以穿上这个长长的滑滑的袜子 我就会化身圣诞老人 将礼物塞到袜子里送给你了 这天 江河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哒哒哒跑回房间 没一会又双手捧给一个东西跑了回来 他一脸认真的告诉许青 我在外面买了根心的绳子 你可以把它戴在你的脖子上 原来 这是一块玉培 是江河来的时候便戴在身上的 许青疑惑地挠了挠头 送给我的 这算是定情信物吗 文言 江河直接将东西塞给他 这不算定情信物 可江河却不敢看他的眼睛 摆明心里有鬼 随即 江河又想到 现代人好像都不在腰上挂玉培的 于是他直接将玉培的什么字 套在了许青脖子上 好了 你不要把它弄丢了 当然不会 不过这是你戴了很久的吧 舍得给我吗 江河眼神闪躲 给你了就是你的了 许青当即咧嘴一笑 果然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对吧 才没有 然而 这玉培江河从小就带着了 二娘当初告诉他 如果以后有梁家子就送这个当信物 如果是寨子里的人 那就自己留着压箱底 以备不时之需 典当一点钱财 当初江河刚来时 是有这个打算 给他抵了典当些钱财的 但他没有 现在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江河还是想送给他 总之不管如何 自己也是他的了 江河从冰箱拿了一瓶酸奶 扭头却发现许青还在捧着玉培发呆 你怎么还在看呢 许青这才回过神 我在看上面有没有刻着小子啥的 比如巫女江河之类的 不用看了 什么也没有 听到这话 许青直接放玉培放进衣服里 贴着胸膛 感受着玉培冰凉的感觉 许青一脸欢心的笑了 下午 江河正在打游戏搬砖 许青突然搬着一个凳子走了过来 将椅子放在江河旁边后 他也一屁股坐了下来 接着又伸手 将江河的脚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从始至终 他都没敢看江河的表情 江河想了想 今天穿的是裤子 就随他了 片刻后 江河看了看别人的排名和装备 他们的衣服装备 除了用钱买还能怎么得到 许青一边按摩一边解释道 大部分要买 有时候活动会送一两件 凑齐一套就好看了 如果打决斗场的话 你就是依然用你这破号 戴个破圣诞帽子去打别人 打的段位越高越张显实力 二是搞一套豪华装备 实力加装备碾压打到更高段位 江河瞥了他一眼 我现在也没输过 花钱不值得 不 你这才刚打没多久 等以后就会知道装备实装的重要性了 你说的这个圣诞帽子是什么 庆祝圣人诞生吗 不是 这是洋人的节日 每年的那一天 就会有一个老头戴着这个帽子 穿着大红衣服给人袜子里塞礼物 我小时候就见过一次 后来那老头老得不行了 就把他的事业交给了我 让我做接任者 负责继续帮他发礼物 你有什么想要的话 可以把那个长长的滑滑的袜子穿起来 等想要礼物 我就帮你塞进那个袜子里 江河满脸怀疑 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事 要是穿着那种袜子被这家伙碰到 后果肯定不敢想象 江河不知想到什么 脸瞬间红得不行 于是他悠悠的小声说道 袜子不行 但我可以戴那个帽子给你看 许清瞬间两眼放光 这可是你说的哦 呃 我说的 虽然这么说了 但江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自己好像应下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不管了 反正他也打不过自己 随即 许清一边讲解决斗场的技巧 江河一边记笔记 决斗场里面可以换装备 只要赢得多了 这一身装备都可以换更好的 也就是越打越强 有一点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碰强化 强化要花金币 我才不去碰 金币都是我辛辛苦苦打那些小怪刷出来的 修装备我都感觉心疼 所以等装备没耐久了再卖掉换一把新的 这样就能省下修装备的钱了 看他一脸冲劲十足的样子 许清忍不住笑了 女侠的游戏事业能走上正轨 实在是件好事 宅女比女侠好多了 再也不用担心她大半夜溜出去办鬼 或者提着包包拎着剑闯天下 江河也偷偷瞄了一眼许清 其实要是自己回不去的话 就在这里看她怎么骗自己 好像也很不错 而且现在每天只是安静的搬砖 看书 还有学习现代知识 比以前要幸福多了 如果你不说 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直播打游戏的妹子 居然是一个唐朝穿越而来的女侠 而且今天还收到了观众的礼物 一瓶大大的冰阔落 这天 许清正跟死党秦浩打电话 亲子 你分析的没错 那个刘静芳已经已经全料了 许清也是无语 你等等 什么叫料了 说的和审判人似的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不过你可别和我爸说 别这边刚完事 他又给我安排相亲去了 你说这什么事啊 谁能想到会碰上这种事 咋就我碰上了 许清只能安慰他想开点 毕竟第一次就戴帽子 也是挺难得了 画面一闪而过 许清直接凑了上去 你刚刚在看什么 江河表情明显有些不太自然 我在打游戏 这样啊 他这偷偷摸摸地反应自己好眼熟啊 以前同学分享好看的图片给自己时 许清也是这副样子 江河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真的在打游戏 许清连忙摆了白手 好吧好吧 你在打游戏 本来就是在打游戏 你不要和我说话了 我要专心搬砖 文言 许清捏手捏脚地走到一旁 下一秒 许清突然露出一副陶醉的模样 不管是生气还是懵懂 诱惑着开心和烦躁 女侠就算敷衍的时候也那么好看 很快 晚上七点 江河扎起头发 正惊危坐地守候在电脑前 直播刚一开始 就有好几个人点了进来 随即 江河认真的打着竞技场 许清则在一旁站桩练功 忽然 一个名为蓝秋大大的观众进入直播间 可一进来 却发现这个直播间不太正常 女的不说话 男的干脆就不动 这人忍不住询问 自己这是卡了吗 江河一边操作一边回答 这是在打游戏 我知道你在打游戏 我是问旁边这货是干嘛的 另一个观众解释道 那是钟馗 片刻后 江河兴奋地喊道 又赢了 许清却依旧纹丝不动 而那个观众蓝秋 再次去而复返 这人感觉就是忍不住 就想搞清楚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没有逼逼叨叨 没有背景音乐 只有一个人在打游戏 有后面张牙舞爪的钟馗 和摆着奇怪姿势的人 应该是人 如果是蜡像的话 也太逼真了 就在这时 许清忽然眨了一下眼睛 你们看到没 刚刚后面的人眨眼了 其他观众一阵逗乐 江河这才解释道 我后面是个人 他在罚站 不能动 许清说过 有人问就这么回答 这时 又有人要求开个音乐 江河一下没了主意 扭头看向许清 许清没有说话 而是眨了眨眼睛 江河知道 他这是要让自己做决定 于是他告诉直播间的人 我研究一下怎么开音乐 你们等一下 许清在后面十分安慰 看来是开始互动起来了 小直播间人少就这点好 不杂不乱 像是朋友一样 聚在一块唠唠嗑看看游戏 这样慢悠悠的 感觉也很不错 最重要的是 他开心就够了 一个小时后 江河关了直播 许清也收起姿势凑了过来 不错不错 今天直播间人数最高突破两位数 又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江河则是摘下了头上的发声 将被竖紧的头发松开来 接着兴奋地告诉许清 今天有人给我送冰阔落 是啊 好兆头 恭喜你赚到了几毛钱 说着他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 直接抛给了江河 来 我也送你一瓶冰可乐 不过江河还是有一丢丢失落 他们大都只是好奇你在做什么 没有人看我打游戏 正常的 你现在还没打到高段位 野菜没什么人喜欢看 我站在那里可以帮你引用 留住观众 他们问起来 你就继续说我在罚站就好了 毕竟就算是自己 也会好奇这样一个奇怪的直播间在干什么 对了 下次打决斗场的时候开始录像吧 等你以后连胜出名气了 就会有人专门过来翻你以前的战斗记录 有人看你就会有收益 如果能遇到那些有名的主播 运气好把他们打死 那就更厉害了 等到1500分左右就是比较高的段位 那时虐菜很难 如果女侠能不买时装 穿着一身破烂在那个分段游刃有名 技术就体现出来了 至于再继续连胜 基本不可 克金的力量是很难通过技术弥补的 人家直接法拉利冲撞 而他一局里失误的机会只有一次 江河吸了一大口可乐 接着握起拳头拳头突然喊道 好 遇到有名的主播就打死他 这个女孩每次陪男朋友看电影前 都要先洗个澡 还要换上新买的睡衣裤子 这样就不怕男朋友突然掀她裙子了 可是裙子太短 万一她要是突然舔自己怎么办 这天 许清正寻思着 自己的影评号好久没更新了 搞还是要搞的 而且现在刷片的时候 还能带上江河一起看 简直美滋滋 她拍了拍一旁的沙发笑道 八点了 想抱在一起看电影吗 江河一脸怀疑 看电影就看电影 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许清微微一笑 男女朋友都是这样看电影的 江河缓缓靠近许清 红着脸小声嘀咕道 是 要关灯那种吗 那看之前 我想先洗个澡 好 我等你 随着一阵水声哗哗作响 江河洗澡从来不会太久 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她缓缓伸手 关了淋浴的阀门 随即拿出上次刚买的新睡衣 换上这个就不怕许清这个灯徒子 突然掀自己的裙子了 她肯定知道自己不敢真动手打她 所以才更要防着她才行 不过这套睡衣也太短了吧 还不如原来那套呢 许清要是忽然舔一下怎么办 她早就说过要舔 现在自己洗完澡干干净净的 说不定她还真的会 许清见她从浴室出来后就站着步 连忙招呼道 你愣着干嘛 快过来 江河眼神有些躲闪 我在想要不要抱着冬瓜一起看 可怜的冬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走过来的江河一把抱起 而且居然还不是江河自己抱着 江河居然将冬瓜抱给了许清 许清都懵了 给我做什么 不是你要抱的吗 不 我就是拿来给你抱着的 说着 江河突然侧头瞥了她一眼 随即 江河居然伸出手 学着许清的样子 揽住了许清的肩膀 许清被她这手操作直接惊呆 甚至都忘了说话 江河却一脸认真的看着她 似乎没觉得哪里不妥 片刻后 许清还是忍不住询问道 你这是 做什么 谁知江河还没完 又一把抱起许清的腿 我还要抱住你的腿 别别别 不用啊 我保证等下不乱动 许清欲哭无泪 这妮子 为了不让我摸她脚 先反客为主 鬼惊鬼惊的 不就上次不小心闻了一下 怎么记到现在啊 没办法 迫于江河的武力威慑 许清只能这么乖乖的看着电影 对了 这是什么电影 江湖而你 讲的是上个时代的江湖 但不是你那个江湖 它更像是一种规则 独立于常人之外的规则 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子 比如义琴 比如忠勇 这就是他们的江湖 说到这 许清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激动地拿起玉佩告诉江河 你有没有想过 说不定是因为这个玉佩 才能穿越过来 也许哪天电闪雷鸣 我带着玉佩就跑你们寨子里去了 江河满脸怀疑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玉佩儿 怎么可能呢 你不知道 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里面要么藏着老爷爷 要么藏着功法 或者带人穿梭事件 说不定等我牙龄出血的时候 把他含在嘴里看就能认住了 文言 江河吓坏了 那 要不你把他放到别处 万一真的去我那了怎么办 许清假装要摘下玉佩笑道 如果是真的 我不是应该把玉还给你带着 让你回去吗 文言 江河愣了愣 一下不知该说什么 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想回去了 只能低着头一阵支支吾吾 下一秒 许清突然伸出手 好了 我就开个玩笑 哪有那么神奇的事 他攥紧了胸口的玉佩 我肯定是不会还给你的 给我了就是我的了 江河也想起当时 那天过来的时候 好像就是在树林里走着走着 就走到了这个钢铁都市 然后再回不了头 好像确实是和玉佩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微微眯上了眼 其实 就这样一直下去的话也很好 许清这么懒着他 看着电影 不知过了多久 许清突然侧头看了他一眼 这家伙 居然睡着了 还睡得相当沉呢 这妮子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居然一点警惕都没有 许清轻轻将他靠在他头上 闻着他淡淡的体香 舒服 女孩看电影时假装睡着 本来正期待着男朋友对自己做点什么 没想到男人这么不适去 居然拆穿了他 还说他这是在钓鱼指法 女孩都无力吐槽了 这天 江河正陪着许清看电影 看着看着却睡着了 许清宠溺的看着这个 独属于自己的女孩 突然他老脸一红 眼神开始变得猥琐 只见他缓缓凑了上去 悄咪咪的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好一个 曾梦想张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如今怀里有个温暖的姑娘 只想抱着他待在家 不过现在看他睡得这么沉 自己还是把他抱进屋吧 等明天他醒来 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 然后求自己搬到他房间一起睡吧 许清满脸花痴的幻想着 随即 一手抱住他的肩膀 一手抱住他的腿 幸好自己一直有锻炼 不然都没法公主抱了 不过还真的不重呢 大概一百斤都没有吧 然而 此刻的江河 心里却在默念着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许清抱着江河 一步一步来到他的卧室 小心翼翼的将他放在了床上 可江河此刻憋的表情都变了 下一秒 许清忽然说道 你这叫钓鱼执法知道吗 江河这才睁开眼坐起身 什么叫钓鱼执法 就是你让我以为你没醒 然后我趁机做些什么 你再突然抓我个现行 说着许清突然将手搭在他的膝盖上 然后趁他不注意 直接摸上了他的小腿 江河脸色刷得一下就红了 这家伙 暗得不敢直接来明了 江河忍着痒痒本想收回脚 却被许清顺势抓住了脚掌 气得江河一脚蹬了出去 你摸什么摸呀 许清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房门 临走时还笑道 这样子就不算趁人之危了 晚安 江河气鼓鼓地捏着拳头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感叹俗人不懂风花雪月 而许清则是满脸小人得知的嘴脸 反正还不困 还是趁热先写一些影评吧 不知过了多久 江河突然打开房门 敲咪咪地探出头 看了一眼还在工作的许清 你还不睡觉吗 马上 正准备去睡了 江河又看见他桌上的渴了 男人 上次问他要不要 他还说男人用吸管太娘了 随即 许清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群问道 你刚刚睡了一下 现在睡不着了 江河低着头 呆呆地回答道 没有睡不着 说着又转身回屋去了 你早点睡 许清直接笑了 这不是嫌内住是什么 都会管自己什么时候睡觉了 又是锻炼又是规律的生活 自己大概活到八十岁都能狠精神 所以 年轻人 不要平凡的半夜十二点 露出姨母笑追漫画哦 哥哥要去洗洗睡了 第二天 许清坐在沙发 欣赏着江河舞剑的优美身姿 突然 许清开口询问道 你会不会辟邪剑法 江河扭过头 什么辟邪剑法 我不会啊 许清直接掏出手机放给他看 可眼神里的促侠却呼之欲出 果然 这家伙就没好事 这么骚气蓬勃的剑法 江河哪里会 他忍不住挟了许清一眼 这是游戏 我还不会山崩地裂斩呢 那你 能不能掩饰一下 这个动作 江河一愣 这个辟邪剑法 对 辟邪剑法 不要 我不会 江河直接扭过头 许清却铁了心想看 双手合适气球道 很简单的 试一下嘛 等一下我来做早饭 不用 我自己做 文言 许清当即就跪下了 大丈夫声居天地之间 岂能让他不答应 许清哭喊大声说道 我洗衣服 我洗碗 我拖地 我帮你搬砖 江河不知是看他这样可怜 还是心太软 反正他也只是看看 要不 行吧 那我就练一下 许清开心地一蹦三尺高 接着直接掏出手机 准备开始录像 江河却直接将他手机拿了过来 一把塞进自己兜了 随即走到厨房门口 你走那么远干什么 江河没有回答 直接学着视频里的样子 摆出那个 辟邪剑法的造型 许清热泪盈眶 江河可能不知道 这对他代表着什么 那可是一个梦啊 能让一个男人 知不起药的 只有一种情况 男人让女朋友 学了一招皮斜剑法 瞬间脸红心跳 扭过头不敢看他 江河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许清一边给鼻子 塞上纸巾一边说道 没事 小问题 不过这么骚气的的剑法 到底是谁研究的呢 搞得许清现在尴尬不已 起身也不是 坐着也不是 他只能扭过告诉江河 我觉得 今天我身体抱养 做饭还是你来吧 明天我再做 江河收起长剑 看他鼻子里塞着纸 这样还让他做饭 也确实太滑稽了 没多久 江河就做好了早餐 许清则在反思着 以后一定要慎重啊 色字头上一把刀 吃完饭后 许清便开始帮江河 打游戏搬砖 让江河安心去看书 毕竟看书 总比让他现在接触那些 乱七八糟的公众号 要好得多 怎么说这可是上天 给自己的礼物 是自己的小宝贝啊 不久后 许清正刷着副本 突然想起有个事 小区大门口的 电子门禁已经装好了 要去办一下门禁卡了 我出去办点事 马上回来 随即 许清撩着一双拖鞋 来到小区门口保安厅 承沈 我来领一下门禁卡 来 先把表哥填啊 对了 还有那个谁的 我帮他也填了 他怎么没过来 没有 我刚才在外面 闲逛逛到这了 就顺便办一下 省得再跑一趟了 说着 许清一边填表哥 承沈凑过来一瞧 呦 才十九岁啊 那今年结不了婚了 许清一论 谁说我们今年结婚的 没有没有 我自己猜的 许清满脸无奈 我们还没谈够呢 等谈够了才结婚 而且他老家那边没人 身份掉了也没办法去 等我有空 还得陪他去老家那边 鼓刀鼓刀 那你可要加油了 偏你家户口本上 这闺女挺好 会过日子 许清接过门禁卡 谢您急言 您忙吧 我先走了 片刻后 许清又晃晃悠悠地回到家里 接着将其中一个地给江河 外面不是有新大门吗 下个月开始要用这个 才能出大门 把他挂在你钥匙上 这还是成婶给办的呢 他还快你会过日子 说我们今年成亲 我问他谁说的 他说他自己想的 你才十九岁 按律力不能成亲 江河脸红到了耳朵根 却还是疑惑到 十九岁还不能成亲吗 是啊 但照你那个年代 你这个年纪出嫁 应该算是老姑娘了 文言 江河当即就不乐意了 你说谁是老姑娘 许清连忙白手解释 不是不是 我没有 突然 许清看到一旁 江河平时练功用的剑 于是拿着剑舔着脸 来到江河身边说道 女侠 你能不能教我晚剑花 你确定 确定确定 若不是真的喜欢武侠 谁会逮着古装武侠剧 从大学做优批做到现在 江河看着他想了想 先吃饭吧 吃完饭后 许清照江河的描述百出架势 就这样 对 一万为轴 利剑在臂两侧 向前下贴身利元绕环 利达剑尖 许清一边听着 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经查过怎么练剑 真是羞耻 江河又继续说道 等你摸索出万利的技巧 再学其他的鸡 刺 隔 息等其处姿势 反正就是把各种招式练成本能 任何反比不过本能反应 像你这样甩剑 我不用想就能一招秒杀你 许清吓坏了 等等等等 不要说这么恐怖的事 我就练着玩玩 没有想和人戳来戳去啊 恐怕就算自己拿着剑 也打不过赤手空拳的情号吧 所以这就相当于只是一种乐趣 和喜欢刷短视频一样 是兴趣而已 女孩开直播打游戏 却根本没人关注她 因为她的男朋友在后面站桩 一站就是一个钟 整个直播间的人以为这是个蜡像 这天 许清练了一个小时的剑 感觉确实比想象中要累不少 攻二头鸡都妈了 还是先休息会 念会锁子甲吧 许清感觉 现在自己的生活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充实 优僻主 影评 炒股 习武 每一样都需要耗费时间去积累 好在都是办娱乐性质的事情 能跟江河一起乐在其中 不久后 锁子甲进度终于达到一半了 这天晚上七点 江河照常开了直播 许清在他身后站桩练功 几个看过的观众立马涌了进来 见许清还在这个位置一动不动 还以为他一天一夜没动过 江河呆呆的复述给许清听 许清听得一阵无语 心里却暗自窃喜 一群凡人 知道什么叫强身健体吗 握似一张弓 战似一颗松 不动不摇坐如中 走路一阵风 自己现在就是一颗松 众所周知 树是不会动的 观众又在询问 他为啥不说话 因为他不喜欢说话 只喜欢一动不动站着 就和那个风鱼修一样 是个五疯子 许清一阵尴尬 好家伙 女侠这是学会扯淡了 近朱者吃近墨者黑 他该不会是和自己学的吧 那些观众议论个不停 先来的再忽悠后来的 这是个落下 不然你们也试试这个姿势 能坚持十分钟算你们厉害 人怎么可能一动不动站这么长时间 自己前几天刚对着直播模仿过 才坚持了几分钟就受不了了 江河连忙说明 这个不能乱练的 练错了对身体有伤害 你们看看就好 不要乱学 他当初学了很久 被我纠正了很多次才练到这样的 说话间 他的手指依旧在操作着 而直播间的观众人数 目前能维持在二十多人上下 重地还需要时间等庄稼成熟 从来没有一步登天的成功 只要自己继续努力下去 迟早会有几百 甚至上千人来看 自己现在的任务就是打好游戏 戴着丑丑的帽子打赢每一场决斗 就在这时 许青身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王子俊打来的电话 这家伙打来有啥事 刚一接通 王子俊就大喊道 卧槽 你那是干嘛呢 什么干嘛 我在李高博这儿看你直播呢 你站那儿像个门神似的是在练葵花宝典 你才练葵花宝典 到底有没有事 没事就挂了 我还没练完呢 改天出来吃饭呗 没想到我出去玩一圈回来 你都练上葵花宝典了 许青听得不耐烦 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即又回到江河身边凑了上去 观众顿时惊呼 活了卧槽 他在看我 莫名感觉好惊悚 许青无语了 怎么好像都是过来看自己的 这明明是在直播江河打游戏啊 这话风不太对 就在这时 一个叫玩物丧志的王大少进入直播间 上来就送了个天空之翼礼物 许青哪里不知道 这是王子俊这死祸 他告诉许青 多占一个小时 我再给你刷几个 江河再次复述了一遍 又来到一旁站起庄 江河看了他一眼 这礼物好像是许青赚到的 和我没什么关系吧 一个钟后 今日直播结束 巅峰时直播间突破50个人观看 先来的忽悠后来的 话题全在钟馗和许青身上 没人关注在辛辛苦苦打游戏的江河 可怜弱小又无助的江河 完全是个透明人 他失落地告诉许青 他们都是过来看你的 没人注意我赢了那么多次 许青连忙解释 那是错觉 绝对是你的错觉 你想啊 我开个直播在那站一小时 啥也不敢 一群人专门过来看我在那一动不动 这不是有毛病吗 他们只是闲着没事 顺便讨论一下我而已 都怪那该死的王子俊 江河情绪还是很低落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我是陪着你瞎胡闹 陪 陪着你玩游戏的 还有怕不出警 被平台注意到就会有些小麻烦 重点还是你打游戏 别多想了 江河想了想 也对哦 许青则是掏出手机 可恶的王子俊 看我不骂死你 突然江河询问许青 刚刚那个礼物是多少钱 你没有签约的话 平台是要有抽成的 只要直播做得好 他们就会发展内信找你签约 反正到时候再决定吧 对了 刚刚录像了吧 可以把它传上去 只要有人看你就会有收入 虽然不多 但聊胜于无 以后我们就是同行了 据说 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羞耻的梦 这个女孩很开心 可以学男朋友在家坐着就能挣钱 男朋友却提出 他们互相学习 应该各论各的 都叫对方师傅 女孩瞬间报警了自己 就差喊流氓了 这天直播结束后 许青告诉江河 你先把今天直播的视频上传吧 这样还能吸引人看看录播 反正总要学的 既多不压身 我来教你怎么操作 许青知道 若是签约的话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要签约也是自己去签 毕竟这个直播间本来就是自己的 但签约的话条条框框太多 还要规定每个月必须直播多少小时 想想就麻烦 那我们应该如何成为一名签约up主呢 现在直播平台大概分三种情况 一是和平台直接签约 这是最好的 有底薪有推荐 资源很多 礼物分成也很合理 不过这种要有很强的实力 才能被平台看上 二是和经纪公司签约 这种的一般坑不少 收益平台会先拿走一半 剩下的一半还要给经纪公司分走一部分 虽然会有公司帮忙推广 刷人气刷礼物 但实际最后到手的并不多 一签就要好几年 感觉太坑想退出还得交违约金 还有不少骗子公司专门靠违约金坑人 三是自由人 也就是现在的模式 随便去哪播 随便什么时候播 完全自由 就是没有多少推广资源 很难发展 礼物分成也很苛刻 但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 现在把视频录好发出去 等看的人多了 光靠播放量就能获得不少收益 自己现在先跟着他下胡闹熟悉一下 等真熬出头平台发来签约邀请 他就能试着去做他喜欢的美式主播 江河看他又开始捏锁子甲 于是便提议道 要不明天直播的时候 你试试站桩半个小时 然后留半个小时做你的盔甲 文言 许青想了想 捏锁子甲这么沉闷构的事情 应该没人会想看吧 还是掀不了吧 这没什么看头 练装是新奇 但手工活是枯燥 如果已经做出大半 有个衣服的样子挂在一边 可能会有效果 让人产生期待 你看现在这只有半条袖子 都没人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江河点了点头 好吧 还是你想的多 许青一阵无语 你现在也想的不少啊 都学会扯淡了 不久后 江河上传了视频 开心的笑道 许青 我就要和你做同行了 当初他就很羡慕 许青能坐在家里 看电影剪视频就赚钱 现在他也可以了 许青却突然抱拳说道 我学你的功夫 你学我的手艺 按理说我该叫你师父 你再叫我师父 我们各论各的 你叫医生听听 江河总感觉不太对劲 你可以不要这么奇怪吗 这时 许青突然猛的凑了上来 那等我们以后澄清了 应该叫我什么 江河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叫相公 以后再说 看着江河如此羞涩的样子 许青露出一个期待的秘之微笑 真是让人想想就兴奋了 两天后 一个大排档门口 许青正在一边等人一边比划着 全不离手 取不离口 习武就是要勤学苦练 没多久 王子俊就开车带着秦浩来了 哟哟哟 青子 你王子爸爸来了 随即 王子俊笑着本想和他击个掌 却猛然间发现 这两个多月没见 许青竟然胖了这么多 去你的 我这叫壮 随即 三人找了个位置刚坐下 王子俊就拍着桌子询问许青 快说说 你那练的到底是啥 在那一站 一动不动一小时 我也是过了 没几分钟就趴了 站着玩意儿浑身上下 就没一个地方不累的 就是专门折磨人的 难道你真是懂了 还是说 真是葵花宝典 你什么时候学的 秦浩不知道直播的事 直接打断了王子俊的话 停停停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葵花宝典 许青沉着脸 这是说来话长 那天早上我去公园 看见一老头在那练功 我问他这有用吗 他说有用啊 我说我不信 他说那你打我一拳试试 王子俊突然插话 然后你赔了八万吗 你别打岔呀 秦浩连忙制止两人 打住打住 别争了 这样咱俩掰掰腕子 我倒要看看你练了什么神波 许青却掏出一张纸 行啊 输了你可别哭 等我垫个纸巾 我擦 你怎么变得这么凉了 随着两人手握在一起 两人同时开始用力 秦浩都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竟然没能一下子解决他 许青舔着嘴唇一副 游刃有余的样子 王子俊在一旁看热闹不闲似的 你们没吃饭吗 用点力啊 搁这演戏呢 赶紧吧 文言 许青悄悄放松了力道 手顺势砸在了桌上 王子俊顿时就笑了 看来神功也不过如此嘛 许青假装揉了揉手腕 不愧是人民的守护者 比不过比不过 秦浩却看着自己的手艺阵发呆 怎么一点赢的感觉都没有 这家伙 难不成故意放水输给我 他有些不敢相信的质问道 你这是 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 男人只是出门吃了个饭回来 女孩就难过的询问 他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可这男人却没有半点不耐烦 因为他的女孩 居然会撒娇了 这天 许青出来跟秦浩和王子俊吃饭 两人对他最近的行为很是懵圈 他经常一站着就是整整一个小时 王子俊直言 我说肯定是功夫 你看这姿势 是不是一股浩然之气 秦浩却不这么认为 不会吧 现在哪能那么容易碰上真功夫 那万一呢 许青却看着时间出神 现在快七点了 江河要开始写喜都记场了 等会用手机发弹幕和他聊聊天吧 突然 王子俊指着许青大声道 他刚刚还用纸巾垫桌子 平时他哪有这么婆婆妈妈 他肯定是练了葵花宝典 绝对没错 许青一阵无奈 我特忙 我衣服新的 这桌子多脏 不得垫一下 不过也是 他们才不会懂 这是自己女朋友在路边卖衣服的摊位上特意砍价 买来送给自己的 单身狗懂个锤子 突然 王子俊抓着许青的手 求他教自己战装练功 许青当即直言道 你太虚了 身体素质不行 笔子太差 练一下就废了 反正你学不了 说着许青又转向秦浩 你倒是可以学 秦浩一愣 我才不学 站一小时还不如做两百个俯卧撑 或者玩玩搏击 说着秦浩站起身 不扯了 我去拿吃的 你们喝酒吗 要喝我就帮你们 话说一半 秦浩突然顿着了 目光如巨之勾勾地盯着前方 许青有些懵圈地看着他 这浩子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看到什么了 他扭过头顺着他的目光 偷偷瞄了一眼 是这个三个人吗 确实看着像不太对劲的样子 许青缓缓回头 生怕引起他们的注意 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 不过看王子俊这紧张的样子 确实是没敢动 秦浩一边按手机一边告诉许青 青子 你去拿吧 我有点事 片刻后 许青听回来半打酒 青青放在桌上 又过了不久 几个年轻人缓缓朝这边走来 全都戴着蓝牙耳机 他们看了一眼那三人 秦浩见他们已经到位 立马起身朝三人走去 眼看几人全都来到这三人身旁 说实实那是快 秦浩直接就将其中一人死死地 按在了桌上 不准动 全都别动 仅仅一个瞬间 三人全部被拿下 戴上了迎手环 都给我老十点 王子俊躲在桌子后面 战战兢兢地询问许青 我们要逃跑吗 许青都无语了 为什么要跑 随即 秦浩跟几个同僚压着他们就要离开 秦浩还不忘回头对两人笑道 下次再约 我先走了 王子俊和许青看着他们上了车 看起来 他好像是立功了 应该 是吧 不过这一切看起来 和电视里演的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剧情里 应该是秦浩先大喊别动 然后那人直接先桌子跑 俩人你追我赶来一场追击战 搞得鸡飞狗跳吧 这敲咪陌生的 就喊一群人来给人抓了 惹不起惹不起啊 王子俊也有些失落 本来就是拒绝 嘻嘻哈哈的 这耗子一变身 我都感觉到杀气了 我那时候动都不敢动 好家伙 许青只能安抚到 算了 下次让他好好补偿一下 当初自己见到江河拔剑的时候 也是寒毛直树 在江河练剑时 偶尔被指一下也会有点心惊 现在却已经不怕了 可能这就是习惯了吧 耗子现在都悄悄地成长到 让人陌生的地步 实在是让人没想到 王子俊也在想着 两个好哥们 一个做up蒸蒸日上 同时还搞直播 一个成了城市守护者 平时能在电视里见到的那种 自己却还和以前一个样 到处浪荡一事无成 想到这 王子俊悠悠地叹了口气 许青看在眼里 也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只见他拿起一串炭烤猪腰子说道 你说 这猪要是肾虚的话 那他的腰子还不肾吗 王子俊接过腰子 盯着认真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行不行 吃完饭后 许青回到了家 我回来了 江河坐在沙发 轻轻轮了一声 看起来明显有些不开心 许青连忙去问道 你怎么了 他心里全是难过 最后才说道 他们都要看你 都在问你去哪了 你没在就没人看了 许青心里一个卧槽 那些沙雕网友 还真都是来看我的 站在那一动不动 有什么好看的 等一下 许青忽然心头俱正 女侠刚才这是 这是在跟自己撒娇 卧槽 晚叫男朋友 是不是所有女孩的通信 这个男人出门喝了酒 女孩直接推开他 不让他轻轻默默抱抱了 这天 许青去玩餐回来 就看到江河坐在沙发 满脸不开心的样子 许青连忙抱住他 江河悠悠地询问道 我是不是只能搬砖呀 许青还没说话 江河突然抬起头 撞在许青的下巴 他瞪着眼睛质问道 你又喝酒了 臭烘烘的 我刚洗了澡换了新衣服 不要给我弄臭了 等会床上都会有味道 许青自己闻了闻 很臭吗 没有啊 江河嘟着嘴 等下衣服有他的味道 就像是在他身边睡觉一样 见此 许青只能先去洗澡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丫头都开始学会管人了 而且还是软拳头打过来 喝了酒就不让抱 莫非这都是女孩子 与生俱来的天赋 许青洗碗早出来 江河依旧在电脑前 许青凑了上去 今天我看到别人抓人 那姿势真有气势 全身放松 颈尖绷紧 一看就是准备打人 你有那种时候吗 文言 江河直起身子 双手自然下垂 接着微微抬头 看了许青一眼 许青心头一正 妈呀 江河开口道 准备打人 是这样吗 说着江河才又恢复了 甜美的表情 许青尴尬的笑了笑 这特么的 现在他总算知道 当初那条大黑狗 为什么被江河一等 就扭头跑了 许青往后退了两步 这才敢开口说道 你这不太对啊 当初你用剑指着我 都没这么杀气十足 江河看着许青想了想 沉吟了片刻才解释道 因为你一开始 是想给我送散的 所以我才收敛了一点 许青待坐在沙发上 想着之前 自己骗他摸摸小手什么的 是不是自己 已经在鬼门关 转悠了无数次了 突然 江河开口道 你已经很久没摸我手了 许青一愣 这才回过神来 他连忙来到江河身旁 我 好吧 摸摸手 自己最近老琢磨着 怎么摸摸腿 确实很少摸手了 反正也是要摸摸 就手把手 教他怎样剪辑视频吧 对了 刚刚那是杀气吗 不是 是你自己对危险的名单 这个很复杂 我也解释不清楚 就像和你在一块 我就一点都察觉不到危险 但遇到那个警察 我就会本能的警惕 是一种面对危险的本轮反应 你觉得他会害你 许青知道 耗子肯定不会害江河 但是在耗子眼里 江河的来路确实说不清 如果被查出来与什么有关 耗子肯定不会手软 他会麻溜的找个时间 把这围起来 比抓陌生人还要积极 毕竟在他看来 早一天抓了江河 自己这个发小就少受些蒙天 江河直勾勾的看着许青 别人会不会害我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会害我 那你还笑我 刚才不是你想看的吗 许青没有回答 只是嘴唇越来越靠近 江河满脸嫌弃的推开许青 不要 还有酒味 许青舔着脸 你忘记你喝了酒怎么强迫我的了 江河毫不在意 如果你能打得过我 你也可以强迫我 文言 许青抿着嘴 却想不出怎么反驳 夜里 闲来无事 许青靠在沙发上看着书 他有好几年没这样 懒懒的躺着看书了 可此刻他根本看不进去 想到刚才 江河都已经开始管制自己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他的前台词就两个意思 要么不喝酒 要么喝完酒不能轻他 想两者都要的话 就得五力值压制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回事 但现在 还是算了吧 可是 强迫什么的 想想就很刺激 这时 江河突然询问道 你睡着了吗 许青还沉浸在思考中 有些东西虽然刺激 但也只能想想了 强迫他是不可能的 但也不能老被他按着 等以后睡一屋了 被他翻身压在下面 那不是玩犊子吗 见他没反应 江河直接来到他身旁坐下 感受到江河越来越靠近的气息 许青一愣 他想干嘛 不会以为自己睡着了 想当坏事吧 女孩本想趁男朋友睡着 偷偷咬一下他的嘴巴 可躺在他的身边才发现 和喜欢的人睡在一起 真的很舒服 这天晚上 许青躺在沙发没了动静 江河凑上去询问道 你这是钓鱼纸法吗 许青都无语了 词不能乱学 我对你有企图 你故意睡着看我会不会对你做些什么 这才叫钓鱼纸法 你对我又没什么企图 我钓什么鱼 江河疑惑地拿起他脸上的书 你说什么企图 就是你不会偷偷亲我 就算亲的话我也不会抗拒 这不能叫企图 只有我不愿意 而你又非常想做 那才叫企图 江河呕了一声便走开了 刚刚看他睡着 确实想咬他嘴巴一口来着 突然 江河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扭过头询问许青 如果 我趁你睡着了 想偷偷打你一顿算企图吗 打我 这种事还能偷偷的 你打我我不就醒了吗 说着许青一把拉住江河的小手 就算你先把我弄晕过去 再偷偷打我一顿 等我醒过来身上很痛 也会知道你打我了 所以这件事没办法偷偷进行 我摸你腿就不一样了 趁你睡着了偷偷摸一下 等你醒了也没有任何察觉 听到这 江河突然将书按在他脸上 许青隔着书寻问道 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想偷偷打我 没有 我就是问问 江河看着自己被握住的手 感觉被摸着还蛮舒服的 不对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想法 大概是因为他的脸被书挡住了 因为这家伙的眼神 看上去特别享受 现在不看着就好很多 想到这 江河突然有了个想法 他将拖鞋脱了下来 躺在了许青身边 将脑袋放在他的胸膛 和喜欢的人躺在一起 真的很舒服 有些诧异的许青 刚想将脸上的书拿下 却被江河按了回去 你不要动 许青顿时不乐意了 不是 你这是什么怪品 一点也不奇怪 江河认为 不盖住他的头 他早就开始做小动作 盖住头就安全多了 只能好好躺着抱住 我什么也做不了 许青还以为 他是上次这样抱着 觉得很舒服 然后上瘾了 还要用书盖住脸 当自己是睡着了 这妥妥现代版 言二道零啊这是 江河感受着许青的体温 真想就这样睡一觉 突然 江河想起二娘说过的话 猛得睁开眼 一起睡在沙发上 不会伤孩子吧 许青无语了 你没看过春宫图 我怎么会看那种东西 二娘没教过你怎样生小孩 许青总感觉 为什么会有诱骗 无知少女的附队感 叫 交过 你闭嘴 我知道了 许青这一听 就知道是没交过 不过应该是没机会接触这些的 只能等出嫁的时候 二娘教她 好吧 你如果再乱动的话 就会生小孩了 江河红着脸 啊 我有点热 闻言 许青感觉体内一股烈火熊熊燃起 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 明天我帮你买个扇子 我那屋有电风扇 也可以帮你找找 下午的时候如果热可以吹 这种天气太早吹风 对身体不好 还是扇子好用一点 江河躺在许青怀里 轻轻轮了一声 她的手臂凉凉的 好舒服啊 对了 你很怕热吗 不 就是 江河感觉描述不出来 就是感觉有些燥热 像是心底有朵小火 忽善忽善的让人进不下来 总想动一下 不知过了多久 江河忽然坐起身 不报了 她直接来到电脑前 要是能动一动就好了 偏偏这家伙说乱动会生小孩 我倒要查查是真的是假的 看到江河又开始问度娘 许青微微一正 直接凑了上来 江河被吓了一跳 连忙关掉网页 接着才红着脸 有些恼怒的看着许青 许青这才笑着说道 摸一下脚并不会生小孩 江河知道当然不会 要是摸摸脚就会生孩子 现在天底下岂不是挤满人了 许青告诉江河 网上的东西有些不可信 你不要盲目的相信她说的东西 就像喜欢鞋这回事 其实非常怪 正常人都不会喜欢 只有喜欢你这个人喜欢到极点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江河一脸嫌弃 你终于肯承认 自己喜欢鞋子了 女孩以为只要躺在一起 就会生孩子 不许男朋友抱着他一起睡 可当他躺在男朋友身边 却有种想扒掉男朋友睡意的冲动 于是江河便来到电脑前 想搜一下怎么样才会生孩子 许青连忙解释 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 就像正常人都不会喜欢鞋子 只有特别喜欢这个人才会这样 文言 江河悠悠地看着他 你终于肯承认自己喜欢鞋子了 顿时许青一阵头疼 不就是喜欢鞋子吗 又不是喜欢别人的 喜欢他和喜欢他的鞋 这两者模糊一下也没什么 可当时你藏我鞋的时候 还没有喜欢我 我那时候以为是古董啊 古董多值钱呀 有钱买个带菜地的大房子 你就可以哼哧哼哧种地了 江河一脸嫌弃 要是有那么大的房子 我还种地的吗 好吧 那你有了大房子要做什么 肯定是不仁帮我种呀 许青直接无语了 果然 每个农民都有一颗当地主的心 我先回房睡了呀 晚安 你别太迷信网络 搜出来什么的话看看就好 好 晚安 随即 许青回到房间 心里却在想着 古代人对生小孩 好像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 可能是古时候卫生条件太差 分娩这种事 好比在鬼门关走一遭 还有保大保小四个子 简直就是在两条人命之间取舍 想想就让人心寒 无论在哪个时代 生孩子对女性而言多少都会有风险 现代的医疗条件 可以将风险尽可能降低 希望这妮子对生小孩的事也能放平心态 不过自己年纪轻轻就要考虑生小孩这事 还真有一丝荒诞的感觉 不过在古时候 那时候三十岁就能自称老夫了 也难怪他这么焦虑 就在这时 他的房门忽然响了起来 许青心头一正 这好像是他大半夜第一次敲我们 该来的中会到来 搜完了生孩子的问题之后 终于要来了吗 可打开门后 江河询问许青 有没有一模一样的 这个用完了 许青却沉浸在同床共枕的梦 一脸见笑的让人毛骨悚然 江河吓了一跳 你干嘛这样盯着我 似乎是察觉到许青的想法 他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许青连忙解释道 没事没事 不就是找一样的吗 他搜出铜款给江河看 江河一愣 阿姨送的这么贵啊 许青也虞了一句 你应该叫妈 好了 我下单了呀 江河省钱的杏子又出来了 等等 我还是用那个大宝吧 不行 大宝是我用的 你用这个 那我自己来买 你自己 好吧 你不要舍不得用 手会越来越细滑的 说着 江河接回手机和护手霜 转身就要离开 见许青还站在门口 他又转身将许青 推进他的房间里 然后亲手关上了他的房门 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今晚躺在他身边 胳膊贴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很舒服 有那么一瞬间 自己甚至想扒掉 他的睡衣来着 想到这 江河吓了一跳 自己怎么会有 这么危险的想法 这不行 自己可是女侠 怎么可以做那种事情 第二天一早 许青正在练剑 却突然接到秦浩的电话 我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惊口欲言 我和王子一块 上车的时候开玩笑 说和你们一起出去 指不定碰到个什么东西 给我抓一下 许青翻了个白眼 你就是下耗子碰上死猫 什么破话 我说真的 那次在KTV 我出门的时候 也和同事提了一嘴 说不定能碰到熟人 然后碰到你们几个了 还有刚上班的时候 你确定不是乌鸦嘴 不 这是惊口欲言 行吧行吧 百天没钱花了 你就从嘴上扣一块金子 昨天吃了一半出了这事 我也不好意思 什么时候再出来拒绝 许青懒得搭理他 我知道你就想吃一半 再抓个什么东西 最近没空 再说 江河 耗子老不要脸了 还说自己是金口欲言 我觉得你才是金口 小嘴喝抹了密室的 对了 等下和我回一下爸妈妈 不久后 这对小情侣换上衣服就出门了 江河自觉地牵住了许青的手 依赖就这样不知不觉形成了呢 对了 我等下叫阿姨 还是叫妈 许青笑了笑 你应该叫妈 小江河瞬间脸就红了 小脑袋也蒙了 你知道什么是男虫吗 你还以为男朋友在看唐朝文化 没想到他竟然在看武则天野史 简直就是老奶奶喝粥 无耻下流 这天阳光明媚气温正好 许青带着江河回爸妈家吃饭 许青让江河叫妈 江河羞于启齿 最后还是乖乖地说了句阿姨好 两人进了客厅却没看到老许 哎 我爸呢 老妈笑了笑 他出差了 有个目的需要研究和抢救性保护 这两天不回来了 许青有些可惜地回到沙发 坐在江河身旁 本来还想看看江河喊老爹一声吧 怕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江河喊不出来 老爹也不在 江河也是有些忧愁地看着手机 因为他的手机又没电了 为什么手机不设计一个可以拆卸的电池 就像手电筒一样 把电池塞进去就可以用了 许青尴尬地笑了笑 其实以前的手机电板都是可拆卸的 是后来才变成现在这种样子的 你想知道为什么的话 可以用手机搜索一下 他搜给江河看了看 他迟早要学着自己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 不能总是习惯性问自己 你不会弯度吗 这种话说起来很伤人 但如果习惯了做伸手打 对成长没一点利处 想着许青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江河 我的给你用 你先看着 我去书房看会书 许青知道 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放手 来到老爹书房 许青对着书架一阵端详 看点什么打发时间呢 突然 许青发现了一本宝藏书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不久后 老妈喊两个人吃饭了 许青哼着去山山来迟 江河好奇地看着他 对了 手机还给你 许青结果一看 好家伙 这么快就给自己换了壁纸 挺熟练啊 老妈端着菜走来 你刚刚在你爸书房搞什么 许青一脸认真 什么叫搞 我是在研究历史 了解一下民族传承 文言 老妈满脸嫌弃 就你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许青据理力争 什么叫救我 这是咱们老许家的基因 都喜欢古物 你看那个许先 喜欢一千年的妖精 我爸 喜欢一千年的古木 我妈 嘿嘿嘿 江河红着脸瞪着他 这家伙又开始了 他直接伸手在他大腿上 顺时针了一圈 老妈哪里知道二人的前台词 他笑呵呵的告诉江河 整天只会静瞎说 别带坏人家江河 江河呀 现在天热 多吃点苦瓜 清热解暑 你们在那边最好也常吃一点 别经常吃油腻的 炒之前先用盐泡水抓一下 就不那么苦了 江河呆呆地问道 苦瓜不就是要吃苦的吗 老妈也是被问得一愣 许青接过话题 可不吗 如果不苦 还不如买黄瓜来炒了 妈 她现在会做的菜比你还多 天天就在那研究 怎么给我做好吃的 学得可快了 老妈满脸不爽 看把你门大 吃饭 她算是看明白了 这小子每次回来 就是来炫耀女朋友的 他爸不再就对自己炫耀 吃完饭后 许青又满脸猥琐地走向老许的书房 老妈忍不住嘱咐道 你别把你爸书房弄乱了 小心他回来跳脚骂你 不会不会 看完就放回去 我没随手乱扔的习惯 片刻后 江河来到书房门口 许青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夜市 没想到老许嘶嘶闻闻的 这里的书都是历史书吗 许青一脸认真 对你想看什么都可以 不过要记得看完再放回去 不然我爸想看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江河来到许青身旁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自己学习现代的一切 他学习古代的知识 这就是双向奔赴吗 江河轻轻已在许青的肩头 看着他手里的书 老妈刚写好晚 过来看到这一幕顿时惊呆了 哎呦喂 这两人都快沾到一起去了 不看了不看了 辣眼睛哦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注意到一旁的书 他拿起这本《武则天野史》 刚翻开看了一眼 顿时就被里面的内容 整得小脸通红 他越看越心慌 身体都开始忍不住颤抖起来 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询问许青 你怎么 看这种 这种东西 眼尖被抓包 许青只能假装正经的解释 这是很严肃的历史研究 请不要带有色眼睛去看待 江河现在哪有那么轻易被骗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原本他还以为许青在学古代知识 还觉得很开心 好家伙 原来是在看这玩意 许青摆了摆手 怎么会是鬼话 男宠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江河红着脸憋了半天 还是感觉说不出口 这种下流的事情 要让自己怎么说得出口吗 这家伙 登徒子 男人一脸花痴的拉过女孩的手 将他抱在自己怀里 女孩先是一愣 接着又红着脸小声提醒道 你个到我了 虽然这么说着 可女孩却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被他就地正法 最终 男人只能失落地告诉他 你还是站起来吧 毕竟这玩意 谁也做不到收放自如 片刻后 许青跟江河各坐一旁 许青叹了口气 接着才告诉江河 这书里面全都是历史资料 唐朝的也有很多 说不定能从里面找出来 你那个寨子的痕迹 你二娘武功那么高 说不定就有哪里的史料提上一笔 像什么红服女 公孙大娘什么的 文言 江河也拿起一本历史书看了起来 许青偷偷瞥了一眼江河 这小妮子安静不说话的时候 从头发到脚指甲 都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气质 他并不想常人一样 双肘搭在桌檐上低头看书 他的肩膀很正 腰也挺的笔直 突然 许青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戳了一下江河的腰 江河像触电一样 浑身忍不住一哆嗦 随即 江河捂着腰上的肉喊道 你做什么 没有啊 就戳一下 说着许青突然站起身和上书 他告诉江河 我想起来有事出去一下 等吃饭的时候回来 你可以继续看书 也可以找我妈聊聊天 江河没有答应 而是看着他的腰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自己才不像他那么幼稚 没多久 许青就来到秦浩家 哟 青子 今天有时间来看你秦叔 对啊 来看看您 浩子又出去了 可不嘛 早上才下班 中午吃了顿饭就又跑了 天天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有时候真羡慕你 不用到处忙 想起来了就六逛一圈 神仙过的日子 怎么说呢 各有各的好吧 说着许青突然看见桌上的手机正亮着 秦叔 这小破绽好玩吧 不过您看着开心就行 别惦记着天天和我爸在我视频下面抬杠 你俩都快成一锦了 我爸用九宫阁打字 您这拿手指滑拉滑拉手写 也比不过他呀 老许不爽的滑拉着手机 是他非要和我杠 不过他噼里啪啦打一拍 我这手写半天才能回一句 确实亏得慌 所以 秦叔您就去微讯上 和我爸语音互发 那样就妥了 秦叔斜了他一眼 臭小子你哥这儿拱火呢 没有没有 对了 你那女朋友呢 他呀 在家看书呢 那咱爷儿俩喝点呗 我弄了一瓶泡着舌胆的 这玩意好啊 先不了 喝了酒女朋友就不让亲了 闻言 秦叔脸当即就黑了 臭小子哥这卷啥呢 对了 听耗子说你要做盔甲 这做好了能穿布 肯定能啊 不然我做他干嘛 整个做完应该有二三十斤的样子 到时候穿着走起路来带着声 威风 幻想着自己穿上后那霸气的样子 秦叔舔着老脸询问道 等你做好了 能借我穿一下吗 真不愧是两副子 一个个都想穿身上试试 许青只能笑着解释道 您 骨架太大 估计穿不进去 我是按我这身材做的 秦叔顿时满脸失落 这样啊 那我自己也做一个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做完了咱俩一块穿着上街去 以前想玩的时候没条件 只能趴地里玩泥巴 现在都让这小年轻玩去了 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 这一副铁甲穿在身上 简直是男人的梦想 许青连连摇头 您去吧 我不去 小心耗子给您抓起来 秦叔两眼一瞪 他敢 得了 我要多研究研究你的视频 赶明去买材料 许青一阵尴尬 这是真要开干的节奏啊 没法劝了 不久后 许青回到老妈家 躲在门后偷看两人 看来老妈和江河聊得不错 这时 老妈看见了许青 哟 回来了 许青挠了挠头 是啊 回来了 去秦叔那儿聊了会天 老妈叹了口气 自己儿子和老子都没那么多话说 偏偏耗子过来 能和老头子聊到一旁 真硬了那句话 父子都是上辈子的仇人 你要是和耗子晃晃 你爸和老秦都能乐废了 许青咧嘴一笑 那可不行 这不还有您吗 老妈满脸嫌弃的摆了摆什么 你们两个我一个都不稀罕 一个天天不着家 还那么危险 一个天天闷屋里不出门 都不正常 去去去 被七妈嫌弃 许青感觉心头有股淡淡的忧伤 好了 不提这个了 我跟江河回去了 不吃了饭再回 不吃了 我们晚上有点事要忙 阿姨再见 回去路上 两人牵着手慢悠悠的走着 江河满脸笑容的想着 和阿姨拉拉家长 说说这家伙小时候的事 真的很开心 看他现在的模样 很难想象小时候 被大鹅追着满街跑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嚎啕大哭 许青察觉到江河的目光 疑惑的询问道 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总觉得你表情怪怪的 江河一脸俏皮的回道 我今天知道你习武 是为了要打猴子 要打鹅 还要打什么 哦对 还有看到狗不再怕了 闻言 许青也笑着也遇到 还为了按着女侠打屁股 顿时 江河两眼发着红光 也就是路上还有人 不然肯定让他尝尝 什么叫做武力之碾压 女孩刚回到家 一转身居然把男朋友 按在了门上 接着又用脚勾过来 一张凳子站了上去 随即二话不说 直接抢吻了男朋友 这天 许青跟江河从爸妈家回来 许青本想着抓紧来做锁子甲 不然就要被秦叔抢先了 可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抓住许青的胳膊 将许青按在了门上 虽然抬着头没什么威慑力 但江河还是沉着脸质问道 你刚刚在路上说什么 许青直接被他这操作整懵了 见他不说话 江河突然伸出脚勾过来一张凳子 接着双脚站了上去 他感觉这样才更有气势 许青看着自己被死死按住的手 女侠这是想借题发挥吗 当我傻 我偏不 他看了看江河的表情 我跟你说 你别以为 话未说完 江河突然红着脸吻了上来 许青人都呆了 冬瓜在一旁好奇地看着两人 这两个人类在干啥呢 两久 两人才终于分开 许青自己也脸红了 我只是想打你屁股 不用这么狠吧 江河冷哼了一声 也不解释 转身就走下凳子 有些事只要给他一个威慑就好了 说多了反而掉了气质 许青看着江河哼着曲走向厨房的背影 这妮子 终于意识到情趣是什么东西了 只是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正常不是应该反过来吗 许青很受伤 不久后 江河端出来一盘苦瓜 阿姨做的苦瓜不够苦 你尝尝我做的苦瓜肉丝 许青夹起一块放进嘴里 江河满眼期待 怎么样怎么样 许青测过头满脸笑语 好吃 真好吃 一瞬间 江河感觉被幸福包围 我想了下 把这个菜的步骤写下来的时候 把苦和不苦的做法都记上 然后教别人做的时候 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学什么 许青也附和道 你写 反正准备了好几个笔记本 你再准备教做菜当美食主播了 对 我一直在准备啊 现在先试试打游戏熟悉一下 等我掌握了以后就做菜吃菜 哦对了 还要卖我的咸菜 许青这才知道 原来自媒体生态圈一直在女侠计划 直播打游戏 只是开始启动她计划的第一环而已 许青直接抱拳道 女侠加油 我会的 到时候我再把你的视频也加进去 许青直接喷了 好家伙 连我也算上了 停停停 不用加上我 你那个计划已经是很完美的闭话了 好家伙 原来女侠的商业版图里 还有自己的疑分 许青本来还仿佛看到 一颗商业之心正冉冉升起 现在 个鬼啊 江河看她那表情 这家伙 肯定又再看不起我了 晚上七点 江河照常开始直播 许青在她身后站桩 突然 一段奇怪的BGM传来 王子俊都懵了 这家伙这么会玩 王子俊将鼠标放在天空之翼上 却又想起许青的教导 别刷礼物 就在她犹豫不定的时候 一个老观众突然送出一个圣典之杯 看着满屏都是金闪闪的特效 王子俊怒了 就这么一下 自己的榜仪就让人拿了 随即 王子俊二话不说 直接送出十个天空之翼 江河看着满屏的礼物 直接惊呆了 这些礼物 都是送给我的吗 当然 这个想法只存在了一瞬间 她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江河扭头看了看许青 拳头都捏紧了 恨得牙痒痒 就这几分钟 她就赚了几百块 可恶 江河直接开始疯狂操作起来 只要自己游戏打得够好 观众早晚少不了 又连续赢了许多把游戏红 弹幕飘来几条称赞 江河满脸得意 虽然更多的还是讨论许青的 但总算有人注意到自己的游戏了 男人一边搂住女朋友的腰 一边打电话跟死党炫耀 女孩直接掐住她的肉拧了一拳 好家伙 难不成这是女孩的天生技能 这天直播结束 许青接到王子俊的电话 喂 王大少你有何吩咐 你这直播间大有可为啊 只是站着不动 就几百人看 许青回头看着江河故意说道 有几百人吗 还有直播的又不是我 这是个游戏直播间 我只是附带的 你找我干嘛 许青看了看记录 好家伙 还真有五百多人看过 确实 单纯看她打游戏没啥意思 单纯看我站桩也没啥意思 两人混合起来反而产生奇妙的反应了 江河靠了过去 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许青却顺势搂住她的腰 感受到长肩的柔软 许青下意识说道 这个腰 什么腰 王子俊立马询问 顿时 许青眼泪都差点掉了 没有没有 就是陪我女朋友玩玩 原来 江河刚才直接拧了一把她的肉肉 许青捂着疼痛男人的肉肉 不说了 我还有事 江河懒得搭理她 直接站起身就要走开 可又突然想到什么 又回到电脑前坐了下来 原来是查看今天的收益 他酸溜溜的告诉许青 今天你赚了好几百块 不是你赚的吗 他们是送给你的 这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江河看着许青虚伪的样子 忍不住怒喊出声 你这是套路 说完她直接站起身 本想直接回房间去 可又越想越起 忍不住停下来对许青喊道 我以后肯定赚的比你多 这妮子 连生气吃醋都这么可爱 许青傻傻的笑着 不过话说回来 她竟然连套路是什么都知道了 那无痕浏览岂不是更难不倒她了 哎 时间真快 五一小长假这天 江河准备好自己出门 许青叮嘱了一声 江河将钥匙放在小熊包包里 双手揣动满脸 阳光自信地踏出了家门 保安赵叔看见江河 小许呢 他呀 在家里看电视呢 赵叔看着江河独自离去的背影 这小许 天天在家里也不怕发眉 不过这姑娘也是和小许越来越像 走路也像 刚来那会 走起来还呼呼声风呢 不久后 江河走在街头 突然看见路边有一家便利店 江河竟然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没多久 他就喝着一瓶饮料重新上路了 很快 江河便来到了一个公交站台 他看了看路线图 找了一般自己没坐过的车 很自然地在路边等车 接着又熟练地拿出手机刷了卡 找了一个没人的靠窗位置坐了下来 随即公交车行驶在路上 窗外的风景不停变换着 江河呆呆地看着外面 直到公交车停在终点站 车上只剩江河一个人 江河知道 这终点站是在北城区 再往北走应该就是出城了 江河下了车一路往北走 顺着道路出了城 又走了不久 江河突然惊呆了 眼前居然是一大片的麦田 另一头 正在干活的许青突然收到消息 是江河发来的麦田照片 许青将相片存在了桌面 这小女子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 心心念念出城的她 终于还是走出了那片钢铁丛林 而此刻的江河 左右看了看发现四周没人后 她蹲下身子 捋了一串麦碎下来 放在手心里搓了搓 这样可以让麦里脱壳 接着江河吹了口气 将青飘飘的壳都吹走后 拿起一颗麦粒放进了嘴里 如果再也外盖个房子 然后再种一大片地 让许青去拿镰刀割 好像也不错 但估计那家伙估计不会太愿意 江河傻傻地想着 又傻傻地笑了 这个小伙差点撞到人 面对大妈的质问 她竟然还敢还嘴 可当她被这个女孩死死冰着时 却感觉浑身一股凉意起来 当即就道歉灰溜溜地跑了 这天江河出门去浪 许青看着手机都快一点了 这妮子还不回来 她正想给她打电话 江河却刚好回来走进家门 将刚买的菜和排骨放下后 江河在衣兜里一阵摸索 使劲掏着什么东西 随即 她将手里的米粒递给许青 我看到野外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到处都种着庄稼 你要不要尝尝 许青都被整无语了 她正正地看着江河手里的东西 片刻后才开口道 这个 有时候是会打农药的 农药是防虫的 不要乱吃东西可以吗 江河都吓坏了 那我不是中毒了 许青这才借过米粒解释道 吃一点点没事 不过下次还是不要乱吃东西了 随即 许青将米放进嘴里嚼了嚼 吃起来太老了 嫩嫩的那种尝一下还不错 对了 你怎么跑那么远 没有 就是到处看看呀 这小妮子 等过阵子玉米熟了 她不会去搬人家玉米棒子吧 对了 我们买个电瓶车吧 这样你想去哪 都可以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嘟嘟嘟 在路上不是经常见吗 就那种不用脚灯的 灯的那个叫自行车 江河一边穿着围裙回道 买个自行车也行 我可以踩得飞快 不行 自行车会被你踩烂掉 不久后 两人正吃着饭 江河突然询问许青 我们可以在城边买个房 然后住在那里种地吗 我看他们有的人还有大院子 许青想了想 城边的房子倒是便宜 文言 江河两眼放光 也就是说可以咯 但是 那里很不方便 你想吃什么买什么都很少 晚上饿了想吃宵夜都没地方买 面对房子和好吃的 江河肯定会选好吃的外卖 不过确实是会很安逸 原本我就是很安逸的一个人啊 后来和你在一块 才变得不安逸了一点 说着许青给江河加了一块牌 江河反手直接给许青加了两块 你好好吃饭 吃完饭后 许青在沙发躺着和冬瓜玩耍 江河则是告诉他自己去楼下坐会 没多久 江河正在篮球场边坐着 城市突然走了过来 这不是小江吗 在干嘛呢 没事歇着呢 看看外面 那 我这有五一专题讲座 要不要去领雨伞 好啊 很快 两人便出了小区走在街边 等红绿灯时 江河突然响起 对了 小妍什么时候放假 得七八月份吧 五一假期太短她不过来 等暑假就来这边玩了 片刻后 绿灯亮起 两人正要过马路 江河却看见一辆电动车朝二人冲来 千军一发之际 江河拉过程婶 自己挡在她面前 开电动车的小伙则是摔倒在壁 呆呆地看着两人 程婶一脸茫然地询问道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她想撞你 然后我把你拉开了 感受着刚才那一瞬间的力道 程婶忍不住惊叹 你手镜可真大 小伙站起身后 竟然恶人先告状 你们没有长眼睛啊 找死啊 程婶当即就忍不住了 你自己长没长眼 你从那边过来是闯红灯 文言 小伙正想骂街 下一秒却突然呆住了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因为江河正英沉着脸 像一只老虎一样狠狠地盯着她 小伙当即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不好 下次不闯了不闯了 一个老妇女和一个看上去凶巴巴的女孩 惹不起惹不起 赶紧溜 小伙抬起电动车 拉起油门直接就溜了 她总感觉自己要是再多说一句 那个小姑娘肯定会一拳挥过来 连程婶也被江河的样子吓到 这砂锅大的拳头 真的吓人啊 女孩做饭前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先跟男朋友贴贴亲亲 她现在只想快点拿到身份证 然后跟男朋友成亲生孩子 这天 许青正在捏锁指甲 当她做完一部分 习惯性的扭头叫江河时 却猛然间想起她刚才出门了 于是她起身伸了的懒腰 坐久了脖子都有些酸痛 只见她从房间里拿出一把风扇 放在电脑旁边 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平时天天闲着不做事看别人忙活 一旦别人闲下来了 自己反而又想找点事做了 许青插上插头 按下开关 顿时出下微微燥热的感觉便无影无踪 许青常常的舒了口气 一切都是那么惬意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随即 许青本想看看 江河最近又在整什么新花样 可以打开电脑却发现 江河居然给电脑账号上了密码 好家伙 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那种会偷看浏览记录的人吗 无奈 这次只能作罢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 许青决定将厨房的江苗拿出来晒晒太阳 就在许青细心地擦拭着江苗的枝叶时 江河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看奖做送的雨伞 和一小盆仙人掌 你回来了 怎么还买了盆仙人球 江河将仙人球放在电脑前 我在路上看到有卖盆栽的 那个小小的翠绿的特别好看 程大婶说这个仙人球防辐射 我就花了八块钱把它买回来了 许青微微一笑 你还知道辐射是什么 我前面查过了 虽然看不见的 但想想就很可怕 说着江河又从袋子里掏出几包小零食 我还买了零食 有花生酥 有红薯干 还有葡萄干 江河悠悠起身走向沙发 这女侠竟然还学会享受生活了呀 江河轻轻撕开包装袋 拿出一根红薯干咬了一口 甜甜的味道让她感觉幸福极了 见她吃得这么开心 许青凑上来询问道 这零食就那么好吃 江河一愣 难道这不好吃吗 文言 许青伸手从她手里拿了一根 咬了一口才说道 好吃是好吃 就是觉得没到你这么夸张的地步 江河却突然失落下来 乌 买少了 早知道多买一些 打游戏的时候放一片在嘴里 可以吃好酒的 许青一听就知道了她的目的 等等 你不会是在想弄一堆零食 然后打游戏的时候吃 再打广告让别人买吧 文言 江河顿时就震惊了 你怎么知道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许青一脸无奈 果然啊 不过也好 这个至少比卖闲菜靠谱 你想弄就弄吧 但是这个赚不到几个钱 如果你能想办法卖出去的话 倒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但这个我是不会帮你懂 江河看着许青将葡萄干放进嘴里 突然捏起一颗说道 你张开嘴 许青听话照做 下一秒 一颗葡萄干稳稳命中他的嘴 顿时许青就来劲了 这个好玩啊 来来来 我还要吃红薯干 一道完美的抛物馅 许青再次吃到了红薯干 江河也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 仿佛get到了新的乐趣 他两眼放光地询问许青 你还要什么 吃不吃花生酥 看他这么起劲 许青连忙拒绝 不 不要了 感觉和喂狗一样 文言 江河穿上围裙扎起头发 那我去做饭了 许青笑得十分惬意 好 这样的生活 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 真好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凑到许青身旁 许青一愣 你不是做饭去了吗 江河没有回答 而是搂住许青的脖子 将脑袋贴了上去 片刻后 江河才温柔地轻声说道 就是想抱一下你 对了 你说 等我有了身份证 是不是就能澄清了 看着江河微红的脸颊 还有认真且温柔的眼神 许青感觉人世间最美好的时刻 莫过于此 情义浓浓 不轻易地怎么对得起这一路风雨 希望人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男人将女孩的脚 放在自己腿上给她按摩 女孩却不小心蹭到她的裤子 男人顿时惊涛骇浪 心情沉重 见她这反应 女孩又蹭了蹭 无奈 男人只能去洗澡换裤子了 这天 江河询问许青什么时候结婚 许青想了想 你说的成青 应该是只办酒吧 这个不用身份证也可以 只要办了酒 在社会上 我们就结为夫妻了 说到这 许青恍然大悟 就是说 你想和我办酒席吗 没想到江河竟然比自己还急 真是有点猝不及防啊 江河微红着脸 眼神有些闪躲的反问道 你觉得呢 许青咧嘴一笑 我觉得吗 就是如果办的话 这个小破屋以后 就是我们的新房了 许青说着 江河却沉浸在自己想象中 成青了岂不是要动房了 还要生五个 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 察觉到许青在看自己 江河连忙回道 这个房子也不破呀 我知道 就是个夸张说法 再等几年 我们就差不多能换新的大房子了 江河语气逐渐软没 我 我都可以 入乡随俗就行 反正他要是敢分手 就打死他 早点晚点都行 当然越晚越好 许青哪里知道 他此刻的想法 还一脸猥琐的笑道 先办酒席也行 到时候我们可以先睡在一起 清清白白的那种 江河直接沉默了 他当然不能说他也想睡一起 只能转移话题道 你有个到我了 文言 许青瞬间呆住了 吓得他连忙退开 卧槽了 上次自己还嘲笑秦浩 是个厨 那么自己也不过半斤八两了 江河也明白不能继续这个话题 连忙趁机跑向厨房 我去做饭了 突然 江河停下脚步说道 我记得 结婚生孩子是很可怕的 许青一愣 你不想生吗 江河小心翼翼的扭过头 也不是 就是说这件事很可怕 那 你想生几个 许青抬起两根手指 试探性的问道 两个 江河似乎很吃惊 只要两个 许青都被他这反应整无语了 是太少了吗 还是说古人都那么厉害 动不动就五六七八个的 江河一直以为登徒子要生五个 此刻听到 只要两个 顿时一阵休脑 冷哼道 我一个也不生 谁知许青想也没想就回到 好啊 这操作直接就把江河整蒙了 许青这才解释到 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生的 孩子就是个两脚吞金兽 你看那个什么 传承香火 生出男孩才算是不是 子子孙孙都要生男孩 才能把这个香火延续下去 三代 四代 五代下去 总会生个独生你 到时候香火不也断了 在我看来 这没什么意义 听到这话 江河直接惊呆了 怎么会有人同意不上孩子的 那娶老婆干嘛 娶老婆 当然是为了抱着睡觉啊 关孩子屁事 晚上抱着香香暖暖的 老婆睡觉不舒服吗 文言 江河只好小声嘀咕的 那 要不就生一个 许青好似没听清一样 啥 你说啥 没 没什么 江河直接就跑开了 许青看着她的背影 微微一笑 刚刚应该没听错吧 她说 要不就生一个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和自己这个大好青年有什么关系 现在都没舒服够呢 还生孩子 没多久 一碗姜氏面条就出炉了 这是将中午吃剩的排骨热了一下 在里面加些冬瓜 煮好的面条再用排骨汤一嚼 一碗香喷喷的面就做好了 许青将面条吸溜进嘴里 接着突然询问江河 你说你都准备结婚了 那我总能搬到你那屋座吧 江河直接拒绝了 不行 我们还没有结 你搬过来的话就叫私通 啥玩意 你从哪学的破词 不管 反正就是不行 那样会被禁猪容的 供房要等成亲 我不会让你骗着生孩子的 许青一阵傻笑 怕什么吗 我又打不过你 你这意思 打得过就敢了 许青不敢再嘴 只能清了清嗓子解释道 打得过也不会 我只会在你同意后 在一起做些喜欢做的事 更何况我现在 只是单纯的想一起睡觉而已 说着 他又嘟囔了一句 迟早让你自己 钻进我被窝里去 江河听得分明 羞得满脸通红 我猜不会 不久后 许青洗碗碗出来 看了眼时钟才六点多 他直接来到江河身边 把冬瓜赶走 接着一把搂住江河笑头 充电时间到了 于是 冬瓜只能对着风扇自闭 许青 却开心地揉着江河的脚丫 江河总觉得有点燥热 你为什么老喜欢摸我的脚 他总感觉身体怪怪的 还想做点什么 许青眯着眼睛 这个问题我还真想摸 结论是 我不是喜欢摸腿 这个行为 而是喜欢看你害羞的样子 文言 江河在呆呆地思考了片刻 那我不害羞 你就不喜欢摸了吗 一边说着 江河脚还一阵乱动 许青笑得一脸猥琐 当然喜欢 只是这样就少了很多乐趣而已 但我清楚 你其实还是害羞的 所以 无情的话嘎然而止 因为 江河不小心蹭到了昆宝 看着许青浑身 哆嗦大汗淋漓的样子 江河一阵疑惑 自己是碰到他 什么奇怪的开关了吗 好奇的江河 又继续用脚丫蹭了蹭 许青直接爆发了 一股浓浓的 爱一直冲天灵盖 江河都懵了 他这反应好神奇啊 突然 许青站起身 捂着脸告诉江河 我去换内 我去洗个澡 女孩不小心 用脚蹭到男朋友的裤子 导致男朋友当场心里紊乱 直接去浴室洗了个澡 听着许青在浴室哗啦啦的水声 江河坐在沙发一脸无辜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片刻后 许青换了身干净清爽的衣服 从浴室走了出来 江河连忙扭头看去 两人四目相对 谁也没有开口 气氛一下陷入尴尬 最后还是许青率先开口道 那个 已经七点十分了 你还在等什么 江河脑袋瓜好像掉线了一般 呆滞了足足十几秒 随即才恍然大悟猛的反应过来 已经这个点了 他连忙拉开电脑前的椅子 忘了七点要准时开直播了 可坐在电脑前 江河还在苦恼着 总觉得他们已经不清白了 忽然 他侧头瞪了一眼许青 接着嘴里念念有词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 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他们最肯学习 最少保守思想 在这个时代尤其是这样 许青听得一阵迷糊 你在说 什么 江河却板着脸冷哼了一声 没什么 于是 许青便提出自己今天不站桩了 先捏会锁子甲吧 毕竟他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 片刻后 江河点开直播 许青则是坐在他身后 一些老观众立马涌了进来 好奇地询问许青为啥不乏站 许青笑了笑 今天我就不站桩了 给你们表演一个手捏锁子甲 顿时屏幕上的弹幕 全是讨论许青的 江河满脸忧怨地往嘴里塞了根红薯干 又没人看自己打游戏了 许青则是专心地讲解了起来 这是开口圆环 四个卡在一起捏紧 这样 然后边上四个再延伸 就慢慢可以捏出一件锁子甲了 一个观众突然询问 主播你这是武将施加吗 习武完了再穿盔甲 没错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网上很多辈是许楚 家里有他留下的虎吃拳 就是之前我练的那个 练拳先练腰 腰是整个发力的重点 江河一边听着 手上的动作逐渐暴躁了起来 突然 又有观众询问他们二人是不是兄妹 江河顿时愈加的不乐意了 他侧过头出现在摄像头前解释道 我们是男女朋友 不是兄妹 看着满屏的666 江河这才满意了一些 随即 两人变个做个的 谁也没再开口 忽然 许青抬起头瞄了一眼江河 见他没关注自己又将视线下影 看着他当才在自己腿上蹭来蹭去的脚压 那感觉 不行不行 这还在直播呢 直播间人数有点少 捏铁环虽然让之前的观众看得兴起 但对新来的观众不太友好 看来留存率不大呀 自己还是站会装吧 想到这 许青站起身 弹幕瞬间狂热起来 颤抖吧 那个罚站的男人回来了 这时 江河突然再次伸出脑袋抱怨道 你们能不能看到我打游戏 被他这么一提醒 观众顿时感觉江河今天操作有点拉垮 江河尴尬的低下头 都怪刚才许青那样子 他嘟闹着解释道 我只是竞技场声段位了还没习惯 说着他突然将嘴里的红薯干一口气吃完 接着满脸严肃地告诉观众 接下来不会了 看我的 果然没多久 江河就轻松拿下五连胜 直播结束后 许青凑上来舔着脸询问道 接下来我们看电影吗 江河哪里不知道他的心思 直接就拒绝了 许青被他整得也有些尴尬 只能假装硬气地说道 不看就不看 但是 我必须告诉你 我刚才没有尿裤子 闻言 江河直接呆住了 正正地看着许青 又正正地看了眼许青的裤子 下一秒 江河疼得一下站起身 在许青呆滞的目光中 直接转身走进了房间 砰的一身关上了门 似乎在诉说着他的委屈 房间里 江河羞地浑身发烫 紧紧地抱着自己 心里默念着我们是男女朋友 是正常的 我们清清白白问心无愧 房间外 许青则是垂着头坐在沙发 心情也是复杂万分 忽然 许青感受到一道愤怒的目光 江河不知什么时候 正探出头死死地盯着自己 片刻后才开口道 你不要 我的鞋 许青顿时就长 你的鞋能干什么 我才不会对你的鞋 做什么奇怪的事 如果男人骗一个女孩子 那第一次骗肯定是男人不好 第二次上当就是女生活该 第三次被骗的话 那肯定两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天早上 许青练剑练的满身是汗 不过他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似乎有点危险 原来一旁的江河 从一开始就抱着冬瓜 用省事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怎么不出门到处跑啊 江河摇了摇头 我要学电脑操作 等想出去的时候再出去 说完江河又恢复刚才的样子 看着许青 许青心里一阵忐忑 这小女子又在用奇怪的眼神盯自己了 他现在是真的怕江河 哪天突然就先被子把自己按在床上了 当初轻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明明一开始还很害羞 等尝到其中滋味 就变成有事没事按着许青 按了小半年 才刚舍得松开手让他抱一下 许青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目光 直接收起剑放在一旁 接着摆了白手笑道 我那个 有事出去一下 他感觉自己要是再不跑 肯定会被他给生吃了 不过自己出门就不用学他 出个门还要发送旅行见闻吗 脸得像那只背着小书包出门的青蛙一样 片刻后 许青望着当空号日蓝天白云 这天气势真的好啊 来到小区门口 保安赵叔跟许青打了个招呼 呦 这不是亲子吗 赵叔好 赵叔满脸审视的样子 许青总觉得有些熟悉 您怎么用这表情看我 怪甚人的 你和你女朋友放风呢 还轮流出门 哪有 看您说的 不过您也记得少抽点烟呗 赵叔吐出一个烟圈 你不懂 放后一根烟 快活似神仙 许青突然一脸认真 您这个说法已经被科学家研究过 证明是错的了 啥 还有科学家研究这个 许青见赵叔上钩立马笑道 那是当然 他们研究出世界上根本没有神仙 赵叔只感觉 自己的智商被安在地上疯狂摩擦 出了小区 许青来到一个学校附近 找了张篮球场边的长椅坐了下来 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就在这时 承沈从一旁路过 这对小情侣怎么回事 上次江河也是坐在这儿 不知道看什么 现在青子又坐在这儿 他凑上前小声询问道 那边难道有什么宝贝吗 没有什么宝贝 就是看看远处啊 挺有意思的 承沈满脸嫌弃 你们小年轻怎么竟想些奇奇怪怪的 许青也是无奈 这哪里奇怪了 这时 学校放学铃声响起 学生三三两两结伴出来 许青看着这一幕 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直接掏出手机 点个某个软件 啪啪啪下单了好几套小学练习册 这学生倒提醒了他 女侠该上学了 等把这些练习册全都写完 就算他小学毕业了 到时候再给江河辟一个小学毕业证 让他乐呵乐呵 很快 许青便收到了同城派送的快点 江河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 许青却卖了个关子 以后你就知道了 他感觉这个快递一旦打开 江河可能就笑得没那么好看了 对了 我们明天一起出去玩吧 许青想的是先带他去玩一趟 回来再让他开学 这样生活才有仪式感 江河满脸诧异 我们去哪玩 去游乐场 现在节后三天轻 应该人很少 不用怎么排队 文言 江河满脸都是期待的小星星 嘴里弥喃着游乐场 下一秒 他直接坐在电脑前 搜起了带女朋友去游乐场 应该做些什么 一个网友只回答了 简单明了的两个字 问他 许青凑过来笑道 你这个叫自我攻略知道吗 怪不得这丫头学东西那么快 感情天天都看这些 江河红着脸关掉网页后 才询问他 什么是自我攻略 就是我还没开始对你做什么 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江河却不信了 你真的没有准备做什么 许青尴尬的挠了挠头 至少 现在还没有 我们可是你请我愿的 不然我早被你一巴掌护墙上去 用具体话数值来描述的话 大概我只做了60% 剩下40%都是江河自我攻略的 文言 江河沉默了 耳边只剩风扇的嗡嗡声 过了好一会 江河才突然开口道 第一次骗我是你不好 第二次上当是我活该 第三次骗我 我俩都不是东西 许青都听懵了 这是哪学的怪道理 江河看了看许青 这是一个叫斯蒂芬的养鬼子说的 好家伙 江河这活学活用还真不是该的 许青感觉十分的欣慰 这悟性相当可以啊 看来做完那些练习册 他一定可以很快就小学毕业了 你知道在游乐场附近的小卖部 往往都会有折扣票吗 他们会收来各种渠道的内部票和折扣票 在转手卖给游玩的人 这天 江河跟许青打算去游乐场游玩 江河出门罕见的戴了一顶帽子 许青好奇的询问 为什么要戴帽子 没想到江河已经知道防晒了 又懒得撑伞 于是许青伸出拿过他的帽子 直接戴在了自己头上 等太阳大了再给你戴吧 我看你现在戴着帽子也不舒服 江河轻轻的哼了一声 眼里却满是得意的温柔 片刻后 两人坐上公交车 江河看着窗外有些自豪的告诉许青 刚才那个站台上的公交 我全都坐过一遍了 许青笑了笑 真厉害呀真厉害 这么敷衍的回答 江河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可随即江河又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道 你戴着这个帽子像电视上的犯罪分子 真的特别像 还缺个口罩 不然更像了 江河温热的口气整个许青脸颊泛红 那还真是谢谢夸奖 如果你能不用偷偷摸摸 和研究犯罪计划一样的语气说话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听到这话 江河又不乐意了 嘟着小嘴冷哼了一声 接着看着窗外不再大理许青 许青悠悠地舒了口气 说到底女侠还是个小女孩 只是以前压抑太狠才看上去呆呆的 有些木讷 随着天性逐渐解放 应该会越来越活泼 以后也会喜欢上更多的事物 比如说 恋爱 不久后 两人来到江城游乐园 江河指着售票窗口 我们去那里买票吗 可许青却拉起江河的小手 转身走向另一个方向 先别急着去排队 跟我来 片刻后 两人来到一个小卖部 老板 你这儿有没有优惠票 有啊 180 你去售票窗口买要260 我这儿可比网上买还便宜 内部价 童所无欺 江河都惊呆了 不是惊讶于优惠力度 而是这票怎么这么贵 这得打多少金币才够啊 买完票后 许青告别了小卖部老板 江河则是拿着两张票一阵感慨 为什么来这里买能便宜这么多 许青笑了笑 内部价 一般就是员工福利 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送的 卖到店老板这儿 他在转手卖 只要能赚钱 做什么的都有 他们聪明去赚钱 你聪明就省钱 江河还是有些想不通 那售票出的票 卖不出去不是亏了吗 不会的 这要分情况 有时候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吸引人气的 有时候就是被人薅了羊毛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哈哈 等你知道我为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你也就知道了 进了游乐园 两人看着平面图 这里占地六百多米 有九个主题区 还挺大的 而且现在节日刚过 里面只有零零散散的游客 很多项目基本上不用排队 一天就能玩得差不多 就在两人犹豫先玩哪个时 江河突然抬起头看了一眼 一个高耸入云的大摆锤 正在卖力旋转 江河都惊呆了 这就是专门游乐的地方吗 对 先玩一趟你就知道了 说着许青感觉一阵心虚 自己绝不能让他看出来 自己是第一次来 毕竟男人绝对不能说不行 随即 两人来到寄存处 存了帽子和包包 接着来到大摆锤这里排队等候 江河看得一阵担心 我觉得有点恐怖 这真的不是某种刑罚吗 许青却反问道 你那么厉害 就算出事也能飞下来吧 片刻后 两人按照要求做好 好在江河感觉 这设备还挺结实的 随着机器启动 两人开始上天 许青吓得面容扭曲 江河没说错 这特么就是现代刑罚 不久后 两人下了大摆锤 许青腿都软了 他偷偷瞄了一眼江河 果不其然 江河也是满脸惊悚的表情 看来是跟许青一样了 两人坐在长椅上休息了许久 谁也没有说话 直到缓过境来 许青才询问江河 怎么样 还玩吗 江河满脸犹豫 你呢 你想玩吗 没等许青回答 两人又被头顶的惨叫整沉默了 片刻后 许青才询问江河 你武功那么厉害也会怕 如果不用东西绑着我 让我从那么高跳下来我就不怕 说完两人又沉默了 这玩意 真的不会把人整出阴影了 所以 还玩吗 我也可以看着你玩 要不换一下 我看着你玩 这对小情侣是真的怂 一起去游乐场 居然玩了半个钟的旋转木马 什么大摆锤过山车 那是碰都不敢碰了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去游乐场玩 看着头顶飞速旋转的大摆锤 听着游客的惨叫 江河不禁询问 他们是怎么玩得那么高兴的 许青也想不通 也许是被绑架上去的 比如说女朋友想玩 男朋友就得陪着一起上去 江河想了想 我是不会陪你上去的 许青笑了 看来 你对我的感情还不够牢固 文言 江河一脸怀疑的盯着许青 那你会陪我上去吗 不会 想都别想 说完 便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两个若鸡一本正经的讨论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很蠢 明明谁都不敢再上去 突然 江河恶狠狠的说道 如果在我们那里有这东西 谁不老实就把他绑在上面 转几个时辰 许青连忙让他打住 别说了我害怕 随即 两人在长椅休息了一会 见实在没什么好玩的 许青提议 难得来一趟 我们在这里多拍点照吧 江河欣然答应 毕竟门票一百多呢 怎么样都要捞回本 一阵咔嚓咔嚓后 江河收获了好多张美美的亮照 拍完照片后 许青在公厕门口等江河 一边看着有什么能玩的项目 这个 旋转木马应该可以 虽然一个大男人玩这个东西挺怪的 但陪女朋友的话就很合理了 片刻后 江河玩事出来 见许青已经在选项目完 突然嘟起了小嘴 为什么你每次上厕所都这么快 许青一愣 因为我是男人 抖一抖就好了呀 听到这话 江河刷得一下脸直接红了 你个灯厨子 什么抖不抖的 怎么 不是你自己问的吗 江河顿时雨色 盯着许青不知道如何回答 下一秒 江河突然伸手摘下许青头上的帽子 自己戴了上去 许青没事 自己可不能晒黑了 随即 许青收起地图笑道 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吧 江河吓得张大了嘴 还来呀 别怕 这个不会飞起来 也不会甩来甩去 就和骑马一样的 江河这才答应去看看 心想着如果会把人绑起来 掉到空中甩来甩去 自己就让他一个人玩 没多久 江河就从一脸怀疑变成开心的笑 许青则在他身后 尴尬不失礼貌地看着他 毕竟一个大男人玩旋转木马 怎么样都有点不太体面 江河已经在这里赚了半个小时了 肯定是觉得花了好多钱进来的 要在这转够本 这时 江河忽然感觉到手机在震动 掏出来一看 居然是许青发来的语音 去玩点别的怎么样 听到这话 江河诧异地扭过头看了他一眼 接着才回复道 在座话 不过好奇怪 说话时听到的声音 和手机里录下的自己声音 总是不太一样 是手机把自己声音改了吗 许青则是回复道 我们已经做很久了 小孩子都不会玩这么久了 可江河感觉好像就只有这个 比较像游乐设备 其他的都是刑罚一样 根本不是玩 而是花钱受罪 江河不慌不忙地吸了一大口奶茶 接着指向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 你去把自己绑在那个椅子上 吊起来 我在下面看着就行 许青都听懵了 我为什么要吊起来被你看 江河玩耳一笑 所以啊 还去玩其他的干什么 这里就最好了 就在这时 旋转木马突然切了首歌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是看着看着就淡了 两人直接就离开了 选歌的真特么是个人才 偏偏选在旋转木马放这首歌 骤人分手吗 许青叹了口气 今天带江河过来 本来是想让他体验一下 好好的玩一篇 没想到 两人又走了一会 许青突然拉起江河的小手 来都来了 那就都体验一下吧 不玩一次 就永远都不知道这是好玩还是恐怖 毕竟要试过了才不会后悔吗 女孩出门逛街游玩时 最应该防备的不是别人 而是跟在一旁的男朋友 他们才是一切危险的根源 此刻许青正在告诉江河 我们去那边看看 那边是埃及区 埃及是一个洋人的国家 到处都是沙漠 有金字塔什么的 还喜欢把人做成干湿 看那边色调 一片金黄就看出来了 江河跟在他身后 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许青凑到他身旁突然问道 你以前有想过这样吗 江河一乐 什么这样那样 就是这样啊 话音刚落 许青突然趴在江河的奶茶上 用力一吸差点就见底了 江河都被惊呆了 下一秒才反应过来 这可是他故意放慢速度 才喝到现在的 看着只剩一点点的杯子 这要是放在以前 江河估计一巴掌把他拍死了 这家伙真是太烦人了 不久后 两人来到一处投篮和飞镖的地方 许青看着小黑板的价格和奖励 这打气枪和扔飞镖的奖励 竟然是一样的 摊主热情地招呼两人 江河却询问许青 如果我们都玩一次 你能拿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我可以存到门口那里吧 摊主都无语了 这俩人还没干嘛呢 就考虑能不能拿得下了 见过进来选目标的 还真没见过一进来就考虑这种事的 许青告诉摊主 先拿十只飞镖 十只就够了 江河接过飞镖掂量了一下 接着才询问许青 只要把气球全扎了就行是吧 对的 扎三个有钥匙穿 六个可以选这些玩具 中九个的话 可以选这边的玩具腰带和变身器 全中可以任选 包括那边的大型玩偶 江河微微一愣 没想到竟然有这种好事 简直就是简单到不可思议 你想要哪个 想不想要那个腰带 大熊吧 那个你晚上可以抱着睡觉 等下打枪再试试 看能不能拿一个腰带吧 江河点了点头 随即一手抓起三顿飞镖 满脸认真把许青吓了一条 别这样 一个一个扔就好了 攀主也看呆了 他那认真的样子感觉心里毛毛的 若非是高手在民间 退伍下来的 可玩具枪又不是真枪 飞镖难度更大 哪来这么大信心 这俩人吹 攀主刚思索到一半 耳边接连传来气球爆炸的声音 江河拍了拍手 可以拿了吧 攀主机械的点了点头 于是江河直接对大熊上手了 抱着大熊还不忘询问 许青要不要那个腰带 攀主差点哭了 哥 姐 咱这小本买卖 你们高手来玩 过把瘾都能理解 喜欢的哪一两个也没事 不然我和老板都不好交代 许青则是告诉江河 不是说了吗 就只玩一次 来 让我再拍一张 好了 老板 子弹拿一点 攀主如遭雷击 但也只能乖乖听话 江河仔细端向了一番这甲枪 片刻后才告诉许青 我不会玩这个 许青笑了笑 就是没玩过才要玩一下吗 攀主苦笑着突然插话道 哥们 你们是练过的吗 对 我们是江城飞镖爱好者协会的 攀主人都妈了 协会 这词一听就知道 肯定不是一两个人 得告诉老板 江城还有这么一群 闲得蛋疼的 免得到时候俩人出去一说 那老十字协会组团过来 那就废了 另一头 正在家躺着的王子俊 突然收到消息 许青正抱着大熊炫耀 王子俊人都妈了 自己花一千多才打到 人家一次就拿下了 江河则在一旁嘟囔着 我打完了 这个不好玩 没飞镖好用 攀主非常识 食物递上来一个挂件 许青则是看着另一个 是要是挂件还有情侣的 那再玩一次飞镖吧 攀主满头大汗 别啊哥 再送你一个 随便挑 还是让再玩一次吧 他喜欢玩 说着许青露了露江河的脑袋 江河不爽地扭过头 别弄乱我头发 攀主都实话了 不知道是狗粮吃撑了 还是害怕被打太多奖励 男生出门在外 千万别单独跟女孩子 去做摩天文 要不然很容易 被按在玻璃上轻轻 让你连反抗都不敢反抗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来游乐场游玩 江河玩飞标迎了 一只大号的熊熊王傲 许青看他开心地 蹭着大熊的样子 忍不住凑过去询问道 怎么样 这里好玩吧 好玩 随便扔扔就能白拿 这么大一个熊 能卖不少钱吧 为什么要卖 你就抱着他睡觉不好吗 还可以先习惯习惯 闻言 江河立马察觉到 许青的言外之意 挟着眼睛反问道 习惯什么 许青只能假装没什么 自顾自的哼着去 江河都有点想揍他了 随即 许青笑着拉起江河的手 好了 去储物柜把东西存好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去 没多久 两人便来到一间安静的餐厅 我们先点餐 等吃完去做摩天轮 江河一愣 摩天轮 是什么 许青比划了一下 就是刚刚在游乐园里 最高的那个大转盘 那个转得很慢的 只是有点高 你又不怕高 演好餐后 服务员离开 许青看着江河放在桌上的手 就是这双手 打向自己这样的几十个人 完全没问题 自己帮助这么多危险分子 融入社会 将他感化成人妻取禁门 无备义不容辞 大不了 就在下面吗 想到这 许青突然心头一震 等等 那自己的家庭地位 岂不是没了 江河脸色微红的 揉捏着自己的手指 这家伙 又在盯着我的手发呆了 现在在家每天 就握鼠标敲键盘 而且还经常涂香喷喷的护手霜 自己的手是不是更白嫩了 就在这时 许青突然握住江河的手 拉到自己面前 满脸陶醉地亲吻了一下 江河依旧采取 不赞成不拒绝的态度 但也不想让许青看到自己脸红 吃完饭后 两人来到摩天轮脚下 江河一阵惊呼 真的好高啊 但转弯一圈后 摩天轮缓缓停下 江河拉着许青走向一个座舱 两人皆是第一次坐摩天轮 有种奇怪的感觉在心底蔓延 不过 这摩天轮真的动得很慢 但随着摩天轮缓缓上升到一定高度 许青滴落的汗水还是被江河注意到 你怕高吗 许青心头一正 怎么可能 我猜不怕 江河拉长了音调 你不怕吗 那你呢 你就一点也不怕吗 江河十分坦然 这有什么好怕的 又不是帮我绑在椅子上甩 说完江河直接起身来到许青身旁 坐在许青身边还摇晃了两下椅子 许青吓得脸都轻了 江河满脸疑惑 你很害怕吗 担心会掉下去 倒也不是怕掉下去 只要不乱跑乱跳就肯定不会掉 就是太高了 会害怕是人的本能 文言 江河看了看外面 如果爬出去扒住栏杆 跳到下一个座舱顶上应该不难 不过现在这样看下去 真的好高啊 看见江河这表情 许青直接给他拍了下来 笑呵呵的也不恐高了 还美滋滋地看着江河戴帽子还挺散的 不拍下来就太可惜了 忽然 江河将自己的手搭在许青手上 许青愣了愣 你摸我干什么 江河看了看许青 又抓起他的手和自己比了比一边说道 我被你摸手的时候有问你干什么吗 许青顿时无言以对 江河则是感受着 许青的手比自己大了好多 还很厚实 掌心一直都是温暖的 把自己整只脚包裹在手掌里的时候 也是暖暖的感觉 想着想着 江河突然亲了一下许青的手心 那样子简直就是陶醉 许青脸直接红了 你怎么突然亲我手指 江河不好意思的扭过头 我只是做你对我做过的事而已 刚刚吃饭的时候 许青也这样亲了江河的手 他能感受到许青这个行为 透露着浓浓的爱意 所以刚才才有点情不自禁 这时 许青突然开口道 你这样 有点变态 江河顿时不乐意了 这人居然还倒打一塔 你可以搂住我的脖子轻轻 或者抱抱我 一般来说女孩子都是这样表达喜欢的 许青话未说完 江河突然摘掉帽子朝后边一扔 接着直接将许青双手抵在玻璃上 霸气十足地吻了上去 摩天轮慢慢慢慢地转 有心人慢慢慢慢地走 就这样 就很好 这个妹子是个小学生 现在她很想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一边给池子放水 还要一边给池子加水 这不妥妥的先天智商低下吗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去坐摩天轮 江河安静地依偎在许青怀里 许青突然有感发 其实我隐隐觉得自己应该是有个职责的 那就是作为导游 带你这个千年前的老奶奶 体验各种没见过的景色 见证生活的各种美好 去感受这场奇妙的旅程 这是天降大任于四人眼 江河呆呆地听完 你不是 已经在做了吗 说着江河突然伸手按在玻璃上 脸上满是甜静的笑 谢谢你 许青 我现在过得很好 文言 许青握住了江河的小手 将他放在自己嘴边亲了一下 你昨天不是说了吗 我们两个都不是东西 虽然自己在本职工作外 确实还夹杂着各种私心 这天降大任 大概是降错了人吧 直到黄昏时分 夕阳将人们拉出长长的影子 两人才准备离开游乐场回家 回去路上 江河抱着大熊走在人群中 突然想到什么 他快步走到许青身边笑道 我现在已经有三只熊了 这个大熊 小熊包包 还有那个被揍了几次的 许青咧嘴一笑 我可以成为第四只 去你屋里陪你 切 我才不要 不要拉倒 过两天我送你的礼物 很快 两天后 江河眉头紧锁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本小学数学练习册 许青在一旁满脸兴奋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 爱的礼物 小学全套练习题 江河不禁要问 这不是小燕看的那种吗 是的 猜对了 你也要学习 这样以后买菜就可以不用低着头 掰手指念念有词了 来感受一下我以前上学的快乐吧 这是数学题要用到的草稿纸 江河满脑门黑线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看起来很欠答 反正你的目标是把这些题都写完 最后几页的答案我已经都死了 也不准到网上去搜答案 要靠你自己把它们都做对 江河有些不爽地看了一眼许青 又转头看着书上的一道题 此刻他真的很想罵劫 为什么会有人一边往十字灌水 还一边放水的 不久后 江河正在做题 许青则在一旁练剑 随着许青一剑刺出 剑身竟然发出一阵嗡名声 顿时许青满脸得意地询问江河 怎么样 我刚刚厉害吗 都能发出剑名了 江河却只感觉他好吵 没看见自己在学习吗 好想一剑扎死他呀 就在这时 许青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刚一接通就听到秦浩的咆哮 你这家伙 我家老头子都被你歪歪了 现在连熊爸都不出去溜 天天拿着钳子捏铁环 说要做个超大锁子甲 还说因为他骨架大体型很宽 许青有些无语 其实说起来吧 这郭在你 秦浩都想揍他了 什么玩意就在我这了 你看 本来老爷子没事溜溜狗 在小区转转 多好啊 是吧 后来你教会我爸玩小破绽 我爸学会了 然后教给你爸 你爸学会了 还经常看我主页 见到我的视频 就想自己做一个了 你看是不是郭在你 这个叫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秦浩恨的牙痒痒 却不知如何开口 别说风凉话了 咋办呢现在 我爸现在天天就骨刀那东西了 那有什么 让他玩呗 遛狗也是玩了 老爷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特别喜欢做的事 你还非想管一下 我也喜欢骨刀 多大点事啊 说着许青拿起剑 随即猛的一下呲了出去 剑身再次发出一阵嗡鸣 怎么样 刚刚听到没 已经够健了 不用再练了 说完秦浩直接挂断了电话 许青一个卧槽 这家伙 一点警惕心都没有 还妄想当我的宿命之敌 等我神功大成 戴上眼罩 穿上紧身衣 再系上披风 这就是黑白双峡都市版 走街串相打击罪恶 让那货彻底失业 等着吧 狗东西 女孩在男朋友的地盘里 发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 经过一下午的欣赏和学习 女孩变得有些焦躁异幕 还动不动就脸红心跳 这天是江河开始学习 小学知识的第七天 编习册的题目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床前明月光什么的就算了 这些数学题又是在弄啥 小明和小红分别从B两地出发 相遇后立即返回原地 隔用时48分钟 若小红提前10分钟出发 则小明在出发后 20分钟与小红相遇 那么小红从未到必须要多久 江河人都妈了 明明能一起出门 偏偏要一个人先出去走得很慢 等另一个人来追 还有这个 明明数一下头就可以 偏偏要数兔子和鸡的脚 这个出题的人 一定也是个像许青这样 喜欢脚的变态 江河抱着数学练习册 在客厅一阵徘徊 许青看得有些想象 但还是安慰到 别那么烦躁嘛 读书的好处有很多呀 最直观的就是赚钱 赚钱最快的方式是抢银行 但是用暴力去抢会被抓起来 但如果你会读书 只要研究他们的学识 通过招聘潜伏在银行里 认真工作藏好自己的想法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从银行榨取出来金钱 连警察都抓不到了 江河一屁股坐在许青身旁 你说的这不叫抢银行吧 这明明就是打工 闭海呀 恭喜你已经变成 聪明的小和苗进化版了 说着许青将怀里的冬瓜 抱给江河 我要出去一趟 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吧 片刻后 许青穿上鞋出门 听着房门砰的一声关上 江河待得足足有十几秒钟 随即 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想做作业 期待着父母能出门 最后得尝所愿一般 江河直接把书扔了 他捏手捏脚的来到窗户旁 虽然不知道外面那么热 许青为何还要出门 但不用看书是真的爽啊 随即 江河直接来到电脑前 将风扇搬过来对着自己打开 凉爽的风让他玩心大气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对着风扇嗷嗚 听着逐渐奇怪的声音 下一秒 许青突然发来消息 不要对着风扇发出奇怪的声音哦 吓得江河扭头看向房门 明明不在 他怎么会知道的 一定是在乎自己 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这充满调侃的语气 气得江河啪的一下将手机扔在桌上 一扭头又看见自己扔在地上的数学练习侧 一下气得牙痒痒 真是看到这个就火大 这书里都是智障 不知道时间就看表啊 想快点追上就跑起来啊 多久会满就等他满们看看时间啊 什么都让人算算算 真想一箭把书砍了 江河把桌上捏得咔咔下 可见他有多气了 下一秒 江河突然脸色一变 直接伸手按下电脑开机键 接着眨起长发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估计是期待已久了 果然 只有玩电脑 才是江河最快乐的事情 搜了电脑教程后 江河便开始学习起来 反正都是学习 这个可比算脚算池子好玩多了 忽然 江河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地盘自己明明看过 里面就只有一个文件夹 但却显示已经被使用了300个句 难道是坏了吗 有问题就解决 江河立马搜起电脑显示内存不足的原因 接着便根据提示 一个一个原因排查起来 黄昏后 许青终于回来了 看着桌上蒜苔炒肉和虎皮尖椒 还是一如既往的香 江河恰好从厨房走了出来 只是歪着脑袋不知在想些什么 许青好奇地打量了一下 你在 发什么呆 江河心头一正 没 没有 我去盛饭 这匆忙的样子 许青不禁更加疑惑了 片刻后 两人吃着饭 江河却一直在偷瞄许青 感受着他一样的目光 许青沉淫了片刻 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盯着我干嘛 你怎么脸怎么红 没有 太热了 片刻后 江河直接放下碗起身 我吃饱了 许青看得一阵蒙圈 这丫头到底怎么了 晚上七点 江河绑起头发 准备开始直播 一出客厅店看见许青在摆蒙电脑 见江河出来 许青询问道 你影响怎么关掉了 我本来想帮你先调好直播设置的 谁知江河一下激动起来 脸红脖子粗的大喊道 我是听相声听烦了才关了 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自从偷看了男朋友 隐藏文件夹的资料后 这个女孩晚上总是躲着男朋友 生怕被抓去当练习对象 白天又总是催她出去玩 好让自己能独立浏览资料学习 这天晚上七点 江河坐在电脑前 许青则拿出钳子和铁环 两人各就各位 一切准备就绪 便打开了直播 看着没多久就在线500多人的直播间 许青有些惊讶 本来她只是陪着瞎胡闹一下 现在好像真的有点人气了 难道真能坐起来 江河认真地打起了竞技决斗场 迄今为止 她已经用初始装备 获得了2294场胜利 许青觉得 她这人气差不多就要到底了 毕竟用初始装会越来越吃力 总会有瓶颈的一天 这时 江河突然看见弹幕 一堆人在说要买许青的盔甲 她连忙告诉许青 他们说要买你的盔甲 许青头也没抬 不卖 这是留着自用的 我要穿着她去打仗 江河看了看弹幕 这个可以卖到900 许青有些不屑 我捏了一个月 才捏出来两条袖子 卖9000还差不多 谁知弹幕立马有人说道 9000 我买了 许青直接惊呆了 现在的人那么有钱有闲吗 我就是随口说说而已 9000也不卖 黄鱼上应该有转手的 你们去搜一下就行 没这么贵 我们做直播 就是闲得没事体验体验 也没打算怎么着 你们呢 送礼什么的也悠着点 有闲钱看得开心就送个礼物 千万别上头 撵得到时候被老公老婆揪着耳朵 听到这话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还有老婆这种东西 没想到看个直播还要受到暴击 单身狗太难了 许青当即就笑了 不好意思大家 习惯了 我以为大家都有呢 其实有个老婆还是很好的 你们看 老婆 亲一个 说着许青直接朝江河甩了个飞吻 江河吓得张大了嘴 刷得一下红到了耳根 随即一个侧身躲开 他的飞吻怒斥道 弹幕立马全员爆笑 还有人询问他们会不会吵架 许青一副得意的样子 吵架 呵呵 我们都是直接动手的 这个没法细说 太暴力了 江河似乎想到了什么 无语的看着他 突然弹幕又有人说道 我好像知道你为什么要做盔甲了 细思极恐 终极防护措施啊超 你这习武之人还能被姑娘欺负了 许青放下钳子 直接开始站桩并回答道 总之你们别拱火了 哪有情侣不吵架的 至于怎么解决的那不重要 懂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被揍一顿 真相啊 都可怜到做盔甲的地步了 不久后 直播终于结束 江河舒服的伸了个懒腰 接着才问起许青 你好像比我更适合做这个 会和他们聊天开玩笑 所以说我让你好好考虑 到底要不要做美食主播呀 江河想了想 眼神却不自觉的飘向下面 夜里 许青正坐在沙发剪辑视频 他瞥了一眼一旁的江河 你离我那么远干嘛 江河吓得身体一动 想到地盘 脸上立马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 随即满脸不情愿的 一点点挪到许青身边 许青看得一阵疑惑 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河明显有事 可沉吟了半场 他还是不敢说出口 我没事 说着他又抬头看了眼许青 发现他在看自己后 直接推开了他的脸 你好好做事 不要想乱七八糟的 许青人都懵了 江河则是担心地想着 这人要是敢对自己做什么 就一脚把他劈回房间里去 几天后的早晨 江河看了眼手机的时间 接着又询问许青 你今天不出去玩吗 许青顿时察觉不对劲 他这几天怎么总想让自己出去 你不对劲啊妮子 真是学到自暴自弃了 他连忙安慰江河 这个数学在我们这里 是半年学一本书的 你累了的话可以歇息 所以不用想着把我织出去 我不会怪你的 江河却扭过头不满了回到 你说过 情能不捉的 许青顿时哑口无言 不知该说什么好 只能起身随口回了句 那就随你吧 就在这时 许青手里的手机传来提示 许青拿起一看 好家伙 居然有手游向他发出合作邀请 男人小时候看奥特曼 居然拿着手电筒一边哭一边喊 让狄家站起来 母亲还以为他疯了 差点就将他送人了 这天许青陪江河直播完 忽然收到了一条手游合作邀请 是一家没听说过名字的小厂商 制作的国产武侠手游 可自己的视频之所以让人看得舒服 就是因为自己从不求什么礼物 也不求关注点赞 一直都比较纯粹 开篇直入主题 没有几秒甚至几十秒的打招呼套进虎 至于广告 除非对方给的实在多 或者是个什么大厂商 才可以考虑一下 不然这么早借广告 对自己账号的发展不利 许青叹了口气 还是先礼貌回绝对方吧 几个小时后 许青忽然凑到正在学习的江河身袍 一看就知道江河无心学习 一会画个太阳 一会画把大宝剑 许青笑了笑 这是笨鸟先飞吗 江河吓了一跳 连忙合上练习策 许青只能假装没看见 一边安慰江河 真要觉得累了 就先放一放 江河红着脸翻开书本 你以前都是这样学的吗 要这样学九年 是啊 学不好还要被老师打屁股打收掌心呢 文言 江河直接合上书 你们太可怜了 还是电脑好玩 随即江河起身走向沙发 直接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我要看片子 休息一会儿 许青则是拿起练习策翻开看了看 看着这些熟悉的数学题 真是让人回忆童年了 我小时候也不喜欢读书 但怕被社会淘汰 才使劲读书 然后考上了大学 江河扭过头 所以真的会被淘汰吗 我也不知道 虽然简视频用不着学校的知识 但读书十几年 也的的确确塑造了我的三观和思维方式 江河眉毛一条 你在套路我学习吗 许青直接来到他身旁坐下 我只是说事实而已 不读书也有很多事可以做 但很难在办公室坐着吹空调就能干事 说起来我还考过普通话 当初想着当个老师来着 现在这依然在我的选项里 江河却指了指电视 我感觉读书也没那么有用 你妈说你小时候看奥特曼 拿着手电筒一边哭一边喊 让迪迦站起来 他以为你疯了 听到这话 许青直接喷了 等你看到最后一集就明白了 说着他一把掏出手机 在家庭群里艾特老妈 你能不能别什么都和江河说 老妈很快就回了 我说什么了 就奥特曼 大鹅 狗 你老说那些黑历史干吗 老妈直接回道 你有白历史吗 这话一出 许青瞬间语色 直接无言以对 就在这时 小江河突然在群里发了个表情 许青人都妈了 你什么时候混进群里的 江河一脸天真 就是上次你在书房看书的时候 我和阿姨在外面聊天 他就把我夹进来了 许青尴尬的挠了挠筒 好吧 我都没发现群里已经四个人了 随即 两人变个做个的 不知过了多久 江河突然偷偷瞄了许青一眼 趁他不注意拍的张照片发到群里 老妈指着照片告诉老许 你看 老许瞧了一眼 哪来的照片 这小子装模作样的 怎么就装模作样了 这是我让江河拍的 我说我很想他 然后让江河拍张照 看看他在干嘛 江河就拍一张给我了 说着老妈又将许青的脸 放大看了看 老许也扶着眼镜一阵端向 他现在又没有出去乱花钱 也没有出去惹事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老许不敢反驳 只能弱弱地回到 我也没说什么吗 另一头 江河正看着电视 狄家虽然被石化沉入水底 但是最后肯定还会活过来 打败怪兽 前面几十集都是这个套路 这有什么好哭的 果然 许青小时候非常愚蠢 察觉到江河的目光 许青满脸无语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江河却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你以前就是个愚蠢的小孩 哪有 小孩子都是愚蠢的 不对 小燕就很聪明 那是你没看到他愚蠢的一面 前几年换牙时 他很绝望地以为自己要死 还跑过来和我道别 听到这话 江河顿时就沉默了 因为这是他也有过 小时候自己练着拳 牙齿就自己掉下来了 明明好好的没有碰到 怎么可能会自己掉下来 所以牙齿自己掉了 会觉得自己要死不是很正常吗 寨子里有个老头也是这样 老的牙齿都掉光了 后面没几个月就死了呀 突然 江河站起身走向电脑桌 拿起电容笔刷刷刷写下一行字 小孩子的牙齿 为什么自己会掉下来 刚写完正准备收拾 许青突然贴上来 指着嘴里的牙笑道 我们一起看看 人为什么每个月都会流血 准备来说 应该是女人 江河不懂就问 许青本想凑上去看 却被江河一把推开 不让他靠近 许青满脸不情愿 男女朋友在一起探讨一下生理差异 这怎么不行啊 江河红着脸 支支吾吾的说道 我觉得不行 许青这才缓过神来 好吧对不起 我道歉 有时候我会把你 当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女孩 是我疏忽了 江河一下就抓住了许青的漏洞 那你和现代女孩之间 就会探讨这种问题吗 不不不 我是说现代女孩是我女朋友的前提下 如果不是女朋友 也不能随便谈这种事的 文言 江河脸更红了 头埋得老低 片刻后才小声询问道 那 抱我腿呢 许青尴尬的挠了挠头 呃 这个不一样 心里能不能接受 和能不能有效拒绝 这是两回事 江河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好吧 我知道了 他心里清楚 如果自己真的不愿意 许青想摸都摸不到 更别说抱着了 不久后 江河正逛着视频区 突然询问许青 这是什么 只听视频传来一阵魔性的声音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网上很多倍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网上很多倍是许楚 家里有他留下的虎吃拳 练拳先练腰 力从地起发于腿 力打肩肘腕 接着画风一遍 许青的鬼畜脸高声呼喊着 老婆 江河则是穿着圣诞装在打怪兽 接着画面突然放大 江河红着脸怒斥着鬼 随即又是许青经典模仿名场面 一边跳一边唱的 天下无学 万变不离其宗 吵架 我们都是直接动手的 盔甲不卖自用的 别拱火 我盔甲还没做好 下一秒 又是江河搜的一下钻了出来 他在罚站 他不喜欢说话 只喜欢站着 最后以许青苦着脸站桩结尾 两人各怀心思地看完视频 许青忍不住心里一阵吐槽 特么练装捏盔甲的片段 被这么一剪辑 在配合直播时说过的话 好家伙 妥妥就是一恋舞之人 被迫忍辱负重给自己做盔甲 防止被老婆揍的故事 见彼此都不说话 两人又同时扭过头看向对方 见许青满脸懵圈 江河忍不住哭斥一下笑出声 见此 许青更烦躁了 谁特娘的给老子扔到了鬼处区 视频上还贴了直播间 决斗场小白成长之路的标签 可真是细心啊 江河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这就叫断章取义吗 许青还是难受 幸好没有抱起来 不然到时候直播 弹幕上都是嘲笑我怕老婆 那这个地球是一秒都待不下去了 虽然一辈子很短 人人也就过去了 随即 许青突然告诉江河 要不 我们今天别直播了 江河一愣 为什么 见他如此明显的调侃 许青气得牙痒痒 真是可恶 他还挺高兴的 也难怪 里面都是他霸气的一面 不是秒杀对手 就是欺负自己 得想个法子欺负回去 想到这 许青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 他一把伸出手 将江河的脚丫抱了起来 接着又在江河错愕的目光中 贴上去亲了一口 江河直接瞳孔地震 脑袋也跟着迷糊起来 急得有些结巴的喊道 你你你 亲我脚 许青则是摆出一副 大灰狼的样子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我说滚 江河头皮发麻 你不要对我做那么变态的事 说完又想到 现在还没成亲就这样 等成了青岂不是 岂不是像电影里的那样 到处都不放过 想到这里 江河脑袋已经乱成一锅江湖了 这家伙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做什么了 不行 下一秒 江河猛地站起身 把许青吓了一跳 接着又转身静止走向自己房间 许青忍不住询问 你怎么了吗 回应他的 是砰的一个关门声 许青尴尬地挠了挠头 这是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吗 谁知这是 江河又猛地推开门 再次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接着雷厉风行地来到电脑前 一把按下关机键 然后气呼呼地站在原地 许青额头冒着冷汗 你到底怎么了吗 这几天都好怪啊 江河脸红得能滴出血 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你打不过我 闻言 许青直接摆烂 是啊 我知道啊 江河一阵无奈 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丫 感觉还是顾不了心里的那一关 只能捂着脸跑开 嘴里还喊着 你不要脸 你还偷看了男朋友 隐藏文件夹的学习资料 开始担心男朋友 半夜翻窗去考研 接下来的几天都过得小心翼翼 不敢靠近男友 这天黄昏退去 黑夜渐渐笼罩时 江河来到厨房 穿上围裙准备做饭 可缓慢的动作明显若有所思 许青坐在沙发盯着她的动作 感觉这妮子最近绝对不对劲 难道是又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考虑到她飞速的学习能力 难不成看到我电脑里 那些还没转移掉的资料了 想到这 许青突然开口询问道 你不会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吧 江河吓了一跳 你是说 什么不该看的 许青啪的一下和尚书 就是 说着还一边看着江河的反应 谁知江河一点也不怂 是什么 两人大眼瞪小眼 就这么僵持了片刻 最终还是许青率先败下阵来 算了算了 没什么 等会再找机会试探她好了 江河吓了一声 屋子只剩江河切菜的声音 没多久 江河便做好饭菜端上桌 许青想着趁现在试探她一下 于是便开口道 其实人类有需求很正常 这是生理结构决定的 有时候 有时候需要解决一下 然后就会有相关产业 弄出产品让人观看 文言 江河顿时心声警觉 瞥了她一眼回道 然后呢 所以有什么东西在电脑里的话 并不代表就是变态 那只是艺术加工过的一些 那个 你懂的 顺着她的话回道 我不懂 许青一阵尴尬 心想难不成自己猜错了 可嘴上只能笑道 没事 现在不懂也没关系 就当做是科普吧 以后就知道了 这时 江河突然询问道 那你平时是怎么解决的 许青顿时就喷了 嗓子被呛得一阵咳嗽 片刻后才缓过境来说道 我不需要解决 江河满脸怀疑 真的 文言 许青还以为她在调侃自己 红着脸喊道 上次只是个意外 上次 上次怎么了 许青这才反应过来 不 没什么 好险 差点就自爆了 随即 许青往后一仰看向窗外 直接扯开话题道 哎呀 下雨了 江河果然跟着看向外面 眼神一下变得有些茫然 确实好大的雨 跟来的那天一样大 饭后 江河抱着冬瓜在逛小破绽 看着上次粉丝制作的鬼畜视频 可惜冬瓜没有上进 这时 许青突然拿起练习册提醒道 该学习了 学到七点去直播 江河顿时浑身不高兴 你就是想在我这里 过把当老师的影吧 不不不 我只是想让你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听到这话 江河站起身 静止来到许青面前 直勾勾地盯着他 下一秒 江河突然红着脸娇声道 许老师 许青瞬间人麻了 感觉心脏被狠狠射了一件 那种快乐一于言表 江河气得咬牙切齿 果然如此 你还想狡辩 许青一阵尴尬 这个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学习就是为了 总之不准偷懒 题一定要做 书一定要读 不读书你买菜都算不清价格 天天被人糊弄 这话一下戳中了江河的痛点 他瞪大了眼喊道 我能算得清 那 韭菜两块钱一斤 鸡蛋两块八一斤 现在买一斤拌韭菜 再买两斤拌鸡蛋 一共多少钱 文言 江河伸出手指掰了起来 可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 片刻后终于恼羞成怒 我不管 你也算不出来 许青伸出十指 不 我算出来了 一共十块钱 江河顿时期的浑身颤抖 却不知如何开口 许青连忙陪笑 好了 快坐下学习吧 拿起书的江河依旧不太服气 只买整斤 不买半斤的不就行了 而且还有计算器 干嘛非要学 不行的 刘也要学 终于等到七点 江河感觉自己魂都没了 小时候习武都没现在这么累 真是烦死了 从一个还在用小布条的糖炒女孩 到现在开直播打竞技场的现代妹子 江河穿越眨眼间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年间 一天两人三餐四季 走过了秋冬春 马上就要迎来夏天了 这天晚上七点 江河坐在电脑前准备开始直播 许青则掏出自己的铁圆环 心里却想着 现在这直播间的画风有些跑偏 本来是游戏直播 忽然变成了习武直播 然后又变成了夫妻档 随即 江河开始直播 两人各司其直 一个捏铁环 一个闷头打游戏 半个小时里没人讲话 人还比昨天多了 瞅瞅 这都七百多人了 弹幕上不停有人询问 这是什么神功 许青笑了笑 神功倒不至于 就是虎吃拳 是我爷爷网上很多被 许楚传下来的 说着许青突然想起那鬼畜视频 于是便询问观众 谁特么搞了个鬼畜 站出来我瞧瞧 弄得我和气管炎似的 还有那什么天下武学 万变不离奇什么罚战 闹完一叫妖马合一 等以后我弄个木头桩子 踢两脚表演给你们看 不是我吹 在家里我说一他不敢说二 我说东他不敢往西 这就叫权威 就他这小身板 呵呵 懂不懂什么叫 家庭地位的含金量 江河看着满屏的家庭地位 直接懒得回复 随手拿起一旁的红薯干 管他怎么说的 反正改恩还得恩 该打还是要打 一边想着 江河一边扭过头询问许青 你要吃这个吗 许青正想点头 忽然想起上次两人 扔东西吃的画面 于是便言辞拒绝道 不了 我不直接来之时 要是被他随手一丢 自己再一接 就真的是喂狗了 那样自己就是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江河哪知道 他内心系这么多 冷哼了一句不要拉倒 便赚回去了 这时 许青突然想到 江河穿着破烂 单靠技术打到1500多分 好像到顶了 只有运气好遇到 同样的弱势职业 财胜率大一些 我说 你要不要试着 换个强力的职业 我觉得现在这个太弱了 换个厉害点的 等打到1600分 就会有人用钱买你输 到时候还能赚个外款 江河彻底来了兴趣 还有这种好事 当然 分数越高越容易碰见 就和搬砖爆个 稀有的怪物卡片一样 这时有观众 突然发弹幕说道 哈哈哈哈 你要是继续站桩不动 我就给一套春节套 买你继续站桩 主播你这样 转外快不好吧 许青微微一笑 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那就是拨着玩玩 开心就好 更何况 他能不能打到 那么高还想说呢 江河不服气的 扭头看向他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我早就打到了 闻言 观众立马送出一堆鲜花 江河一愣 这礼物总该是刷给自己的吧 算了 问他的话肯定会说不是 自己早就看穿一切了 随即 江河开始认真选起了新角色 许青偷偷拿走他的红薯干 对着摄像头说道 看 他搬出来的钱都变红薯干了 片刻后 江河选了个女见鬼 开心的告诉许青 我还可以带着这个丑丑的圣诞帽去打 对 技术流 你是无敌的 许青知道 就算因为自己没站桩的时候 人数变少 江河也没有多说话 就会闷头认真打游戏 江河的不存在 我打游戏给你看 你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走开 反正把游戏打好就行了 在他看来这就是交易的全部 第二天 江河趴在窗户看着大雨 许青抱着冬瓜凑上来说道 五六月份的天气就这鬼样子 等雨停 就到真正的夏天了 闻言 江河转过身 看来等不到雨小了 我去买菜 许青连忙让他等等 自己也想去 片刻后 两把大伞一蓝一红闯进雨里 许青有些不太开心的告诉江河 下雨天一起去买菜 要共撑一把伞 才显得更有爱更亲密 江河才不管这些 明明下着雨还非要挤一起 是闲令不到吗 可是 谈恋爱就是一起做些蠢蠢的事 才叫恋爱啊 忽然 许青似乎想到了什么 兴奋地询问江河 你能不能把剑舞得雨泼不进 就刷刷刷舞着剑 在雨里走一圈还能不失 江河老是回答道 当然不能了 如果能做到的话 那天你看到的我 就是清清爽爽的了 而不是像洛汤姬一样 闻言 许青呆呆地重复了一遍 若汤姬 也对 说的也是 对了女侠 听到她叫自己 江河转过头 许青则是拿过她手上的篮子 让我来吧 这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八眼的功夫 就快一年了 真好 有一种学习资料叫隐藏文件夹 有一种感觉叫食髓之味 还有一种人叫做贼心虚 趁着许青出门 江河竟然拉上窗帘 偷偷在电脑复习了 这天 许青跟江河出门买菜回来 许青将雨伞拿到浴室甩干水渍 江河则是抱着菜走进厨房 原本开开心心洗完菜 拿起刀正准备切下去时 江河突然停住了 小眼神似乎有心思浮现 她告诉许青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许青一愣 什么不对 你明明把我当厨娘使 为什么还要我学习 许青满脸不屑 就算当厨娘也要看书做题的 也想找借口不学习 她知道在这种时候 必须毫不留情地揭穿她 这小老太太鬼惊鬼惊的 绝不能被她护门过去 回到客厅 许青突然看见电脑 正好闲着无聊 便想放手歌听听 可以打开却发现江河竟然锁平了 许青只能无奈地说道 其实你就算不加锁 我也不会随便翻你电脑东西的 江河一脸怀疑 你不觉得你这句话就很有企图吗不 我只是阐述一下这件事 当然 因为之前的你认知还没有完善 容易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歪了 我之前确实有看过你的搜索记录 我只是出于责任和担心来观察你的成长 就像一个老父亲 会向班主任打听女儿在学校做些什么 一样的心理 江河从厨房探出头 那现在呢 现在你已经融入这里 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有自己的认知和想法 还有隐私 我当然会尊重你的隐私 还有 对于很久之前偷看你搜索记录的行为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都向你道歉 文言 江河沉吟了片刻 你不对劲 你不提的话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 不对 你果然是想偷看 不过自己已经再三确定过 播放记录清除掉就没办法找回了 难道还是有办法可以翻出来 许清却笑了笑 不啊 这是尊重和隐私的问题 我们两个在亲密 各自都会有自己的空间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你不应该需要防着我 才能保证自己的空间和隐私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明白吗 江河认真想了想 虽然觉得没什么必要 但是 行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虽然你说不说 其实我都不会生气 许清又开始腻歪 道理就是要和喜欢的人讲的 陌生人我里都懒得理 面对许清无时不刻的告白 江河还是有些扭捏 所以 是为了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当然啦 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可是要澄清一起睡觉的 闻言 江河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 可临近厨房 他又突然扭头告诉许清 一会儿我要站在凳子上壁冬你 随即 江河去做饭 许清靠在沙发用笔记本放起了歌 悠扬的旋律 让许清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也许我们上辈子就是这样的 撑着伞在街上擦肩而过 然后有人想谋害我 你拔出剑一阵刷刷刷 把我给救了 江河听着他的幻想 轻声回了句哪有上辈子 许清却一把搂住他的腰笑道 那可说不定 这叫一饮一拙 莫非前定 以前你救我 这次我就把你捡回来了 这就是轮回 江河不会像他这么感慨 别神神叨叨了 过来把酸扒了 很快 就这样六月了 夏天也到了 这天许清准备出门 临走时还告诉江河 冰箱里有买好的冰棍 不要多吃 太凉会吃坏肚子的 江河没有说话 只等许清一关门 立马就从冰箱掏出一根 接着把练习册随手一丢 开心的坐在沙发享受难得的 不用学习的时光 这就是那家伙说的自由快乐吧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瞥见面前的电脑 一股一样的心思在脑海浮现 脸色也开始变得不自然 直到夕阳西下 许清回来 江河假装认真地读着 故人戏刺黄鹤龙 许清凑过来笑了笑 这些诗词之类的可以不用呗 你看看就行 江河顺势说道 李白竟然这么厉害 一千多年后还有他的记载 看到这些人被印在书上 我就觉得好神奇 我也觉得很神奇 想想某天一觉醒来 发现耗子他们被印在书上 变成了一千年前的片景 有过几次大事被人记载 就是这种感觉 说着许清突然递给江河一副墨镜 你要是出门闲逛的时候走得远 就戴上这个 还有遮阳帽也要记得戴 江河好奇地接过眼镜 开始研究了起来 许清正想走开 却突然发现有些不对 你拉窗帘干嘛 闻言 江河如同被踩到尾巴的小猫 一下全身都炸毛了 男人愤怒地表示 想让女友穿上黑丝 女孩却害怕她会亲自己的脚 因为她曾看过一些学习资料 知道片子里的人穿奇怪的衣服 就是准备做一些坏坏的事情 这天许清外出回来 有些好奇江河为何拉上窗帘 听到这问题 江河吓了一跳 连忙解释说 太太晒了 太阳照进来 我就遮住了 许清无奈地笑了笑 这个在家里不用带 你要是热的话可以开空调 来 我教你 许清打开空调后 朝指着遥控器对江河解释道 这个按钮是开关 这是调温度的 这是改风向的 江河伸手感受了一番空调的凉风 确实凉快了许多 说着她又看向许清 你那屋好像没有这个 我们把屋子换回来吧 我不怕热 许清将遥控递给江河 一脸正惊地说道 你就好好在这待着 哪有天天换来换去的 如果真热的吃不消 我可以来你这打地铺啊 许清笑得如此天真 江河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见她这副表情看着自己 许清只能尴尬地挠挠头小声道 其实 好像也没那么热 突然 许清发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只见一条黑丝 赫然就这么晾在窗边 江河连忙上前一把拿下藏在身后 盯着许清询问道 你在看什么 许清一脸不满地指了指她身后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呀 这东西买来就是穿的 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江河脸色立马变得通红 但还是倔强地扭过头 东当头 你不也偷偷穿过 许清顿时就不乐意了 我哪里穿过 你怎能凭空乌人清白 江河满脸嫌弃 我那次看见了 你大早上就在洗袜子 这话一出 许清也脸红了 支支吾吾地想要解释 最终还是甩手跑开了 反正我没有鬼鬼祟祟 你想穿就穿 不想穿就不穿 许清气呼呼地跑到客厅 心想总有一天 她会穿出来的 不过她怎么现在还这么抵触 明明轻轻抱抱一点事都没有 她到底在纠结什么 难道还怕自己做什么不成 片刻后 江河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见她出来 许清又继续说道 讲道理 我又打不过你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连光腿都经常抱了 还怕穿个袜子 江河却反驳道 万一你舔我一口呢 我又不能把你嘴巴缝起来 许清一下气炸了 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江河一脸无辜地看向一旁 怎么不可能了 你上次还亲了我的脚 江河想起自己 看那些学习资料的时候 里面的那些画面 简直让人印象深刻快了几天 她心里清楚得很 穿那些奇怪的衣服 就是准备做一些坏坏的事 反正你骗不了我 许清一阵哑口无言 下一秒 她突然掏出一本数学练习册 好了 别想那么多有的没的了 赶紧学习 练习册还有那么多没做呢 文言 江河立马变得委屈巴巴的样子 手指不安地掰扯 嘴里小声泥喃道 我不 我不要散提 许清早就看透了 你这个暴力女侠 不要做这种 委委屈屈的样子行不行 感觉特别假 江河瞬间怒火中烧 一股打人的冲动在心中翻滚 只听她突然大喊道 反正我不做 你再叫我做数学题 我就打你 许清满脸见嗖嗖的 对对对 这味对了 不久后 许清要出差一周 江河为了督促自己 在数学多下点功夫 新开了一本日记本 据可靠记载 6月9日 江河先计划 把四年级的一刻一练 全部做完等许清检查 然后再准备 学习五年级的图形 计算公式和简单方程 6月10日 江河原形毕露 一天都在看片 吃冰棒 打游戏 6月11日 还是看片 打游戏 6月12日 出去到小区的公共活动区 玩了一下健身设施 回来继续看片 6月13日 江河陷入无尽的傲慢 自己怎么能如此堕落 先前的学习计划都忘了吗 不能再被许清嘲笑 自己是个愚蠢的文盲啊 紫约 五日三省无身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6月14日 看片 打游戏 6月15日 看片 女孩趁男友外出 频繁地拉上窗帘偷偷看片 她本以为男朋友不知道 殊不知这些男友早就经历过 一眼就看穿了她的所作所为 这天 许清正在清理书柜 对于以前的她来说 书柜最大的作用是装AC的中间字母 现在不同了 他们两个人的书 已经多到不得不用书架来把他们放好 或许是从小受到老许的影响 许清感觉将钱花在买书这件事上 没有一丝的心疼 甭管内容有用没用 反正闲的时候随手抽一本出来看 就很舒服 将书本全部摆放整齐后 许清忍不住吹嘘道 看上去像个书箱门第了 江河凑了上来 你本来就是书箱门第啊 等我也学会读书 我们就都是读书人 谁能想到 我江河也要变成读书人了 要是给二娘背一段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估计能把二娘吓死 完事后 两人各归各位 许清走向沙发 江河坐在电脑前 在打游戏和看书之间徘徊了一下后 江河竟然拿起语文书看了起来 许清愣了愣 今天怎么这么自觉 江河这才解释道 我想明白了 不读书我就只能依靠你 或者大热天跑出去奔波干体力活赚钱 许清一脸调侃 你就是读书也得依靠我呀 文言 江河满脸忧愿地盯着许清 吓得许清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挺好的 你看书吧 江河一脸认真 只打游戏我就是在原地踏步 要提升自己 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 不然我打游戏打两年 三年 最后还是要重地 如果读书就不一样了 读好书就能和你一样 在家里捏个破铁环赚钱 可刚过了半个小时 江河的头就越来越低 就像当初自己在教室小鸡啄米一样 没多久 江河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许清毫不客气地上前敲了敲桌子 江河吓得猛地将头抬了起来 接着又看桌手里的书清声道 我仔细想了想 我还是更适合重地 刚刚二娘在梦里和我说了 我不是这块料 说着江河和尚书 许清一阵无奈 别把书收起来呀 听到这话 江河不爽地扭过头 凭什么我读书的时候 你就能在一旁逍遥快活 许清想了想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你还没来呢 小江河气嘟嘟地挥舞着拳头 我不管 不公平 那时候我在练剑呢 这样 我学一小时 你就得练剑一小时 你要知道 练剑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你不许拒绝 许清无奈只能答应 行 我练 我练 几天后 许清揉着酸疼的手腕 而江河学到今天总共一个多月 也正是迈入五年级了 江河扭头看了眼一脸疲惫的许清 无望叮嘱道 你要苦练 才能成为一代高手 轻轻的时候才能按住我 许清感觉所有疲惫瞬间一扫而空 你等着 等我能把你按住那天 就在这时 许清手机突然传来一条消息 探清内容后 许清告诉江河 晚饭我不在家吃 你自己吃吧 好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七八点吧 更晚的话我会手机上跟你说 还有 不要对着电风扇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 也不要太频繁地拉上窗帘 江河吓了一跳 我 我拉窗帘怎么了 听到这话 许清表情逐渐变得暧昧 一切静在不言中 屋内气氛瞬间变得积极 场面一下有些尴尬 江河呆呆地看着他 脑海里闪过无数念头 可脸色却不可以一直地越来越红 他连忙扭过头 你早点回来 说完江河假装不知情地再次打开课本 可下一秒 他突然灵光一闪 对了 这个家伙肯定全部都经历 还能一眼看穿自己 这个变态的家伙 有一个家人在等自己回家是什么感觉 这天晚上 吩咐完江河别太放纵后 许清便独自出了门 七点后 江河正常开始直播 可不没一会就忍不住询问道 你有在看吗 顿时屏幕上飘起一大片弹幕 在看在看 江河呆呆地对着屏幕解释道 我在问我男朋友 今天他出去了 没有罚站 观众瞬间被暴击 你真的没必要解释 可江河脑子里此刻只有许清 明明说七八点回来 折个半就是七点半 可他还是没回来 就在这时 冬瓜突然跳上桌子 想吃江河的地瓜条 弹幕一下热闹了起来 主播家里还养猪吗 果然 这个直播间有五大奇景 手挫盔甲的男主播 沉迷游戏的女主播 罚站的蜡象 静直的钟馗 还有长得像猫的猪 时间很快过去 当八点江河就关了直播 拿起手机给许清发了消息 你有在看我吗 等了足足几分钟 许清依旧没有回信 气得江河把手机往桌上一拍 气嘟嘟地看起了视频 这家伙 回来看我不打死他 可直到晚上九点多 许清依旧没回来 江河忍不住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许清还是没回复 江河情绪低落地趴在桌上 连冬瓜都看出他心情不好 伸出爪子拍了拍他的脑袋 直到十点 许清终于回了消息 连忙朝许清跑了过去 你教我的那个 话未说完 江河突然愣住了 许清的衣服上竟然沾满了血迹 江河一把抓住许清的胳膊 许清连忙安慰道 别紧张 这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下一秒 江河一把将他的上衣扯了下来 还好 许清的皮肤完美无瑕 没有伤口 更没有受伤 许清直接走进浴室 先不说 我先洗得走 很快就好 江河一把推开门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沉默着回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 可眼睛却一直盯着浴室 这家伙 出门这么久 回来身上还带着血 这时 许清突然打开门 那个什么 帮我拿一下睡衣 好 我去帮你找找 拿到衣服后 许清火速洗完澡 接着整个人摊在沙发上 本来我七点就该回来了 后来出了点事 我这又去医院又是派出所了 耽误到现在了 江河正正地看着他 那血 是怎么回事 许清一下变得有些低落 这是秦浩的 许清一阵无语 能不能想念好的 要是我们两个换换 你大半夜才回来 身上还带着血 我得以为你把别人砍了 江河把手放在许清肚子 我现在天天在家打游戏 又不出去 怎么样 你很累吧 要不早点去睡觉 许清扭过头 脸色微红 你要是在乱摸 我就睡不着了 江河连忙收回手 逼着头难难道 我就看看你受没受伤 那个耗子 他死了吗 男人只是出门挽回来一回 这个女孩就担心 得吃下不睡不着 看着他一副小媳妇的样子 男人忍不住搂过他 巴基狠狠吃了一口 接着才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 这天许清回家 江河询问之下 才知道是秦浩出事了 有些担心地询问 那个黑耗子死了吗 许清这才解释到 只是受了点伤 不要把死啊死地挂在嘴边 江河呕了一声 抬起头看着许清 那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许清看着他这副小表情 平常不觉得 现在越看越像个小媳妇 突然 许清一把搂过江河的肩膀 将他环抱在怀里 深情地一口亲了上去 可下一秒 话风突变 许清一口含住江河的脸蛋 随即才心满意足地起身说道 好了 吃过了 早点睡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江河坐在沙发 那晚安 晚安 别天天想着打打杀杀 这只是个意外 意外吗 江河抱着腿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 两人吃完早饭 许清还在解释着 总之 就是一件英雄救美不成反被捅 然后我又上去救英雄的事故 一切纯属意外 今天我再过去看看他 然后还要继续去派出所 你不用把剑拿给我防身 真的不用 我不是扫把心 耗子才是 那个黑耗子去哪哪出事 我只是被他连累的 江河只能叮嘱他早点回来 许清笑了笑 知道了 我会的 你记得好好学习 下了楼 许清买了一串香蕉 很快便来到江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住院部的走廊三三两两 一进门就看见老秦在训斥秦浩 秦浩细以为常 接着许清本想第一跟给秦浩 想了想又收了回来 算了 我自己吃 随即 老秦询问许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清笑了笑 他没和您说吗 他把自个儿说的和英雄似的 就差绑个二踢脚上天了 和听故事一样 真像他说的那么牛 怎么躺这儿了 秦浩顿时不乐意了 我只是大意了 没想到那小子有刀 还敢拿出来 你闭嘴 恨你的 我听秦子说 许清清了清嗓子 呵 就是那么回事 我们不是吃饭吗 然后一块去上网的玩会 然后就有人拿棍子 抢人女孩钱 浩子这个英雄就挺身而出 帮人挨了一刀 就这样 就这样 老秦狠狠咬了一口香蕉 这就对了吗 非要说什么虎去一阵 然后和人搏斗多少回合 瞎扯什么蛋 你过来之前 这小子给我吹了半小时的牛 要他说 这小子肯定是入错了行 该改行说出去 和许清一唱一鹤的 能撑起个戏园子 偏偏面对女孩的时候 三棍子打不出来个屁 毛都不会说了 秦浩一脸尴尬 我哪有吹牛 一开始是制住他了 棍子都抢下来了 行了爸 你吃饭去吧 这儿有青子就行了 行吧 那我吃饭去吧 老秦走后 秦浩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许清则询问道 言不言重 秦浩一撩衣服 不言重 我歪了一下身子避开要害了 许清摆了白手 别一会儿喝下去的粥 从肚子里流出来 切 别扯淡了 倒是你怎么回事 你从哪学的功夫 许清正要将香蕉送进嘴里 文言直接停了下来 哪有什么功夫 不就是急了吗 要不是我这两年修身养性 换钱两年 我那抱脾气 非得他一巴掌把头呼下来 说着许清突然来了兴致 我这算不算建议勇为 给我颁个奖 最好有个景气什么的 我拿回去给我爸嘚瑟嘚瑟 秦浩满脸嫌弃 想什么呢 你最多就是 民警执法途中遇到的热心群众 建议勇为就别想了 幸好我是警察 不然你那一下子 还得防着人家讹理 许清顿时不乐意的冷哼了一声 老实人就活该被拿枪指着是吧 行了 你等一下还得去备个案 话说你那什么老虎群 难不成你家老祖宗真是许楚 改天我找许叔问问去 许清当即就懵了 我擦 男人在女友的不屑训练下 不仅反应能力变得十分灵敏 力气也大了许多 仅仅只是一巴掌 就将歹徒打得不省人事 倒在地上直抽抽 秦浩想着昨晚许清的表现 忍不住叹了口气 遇到个二愣子抢劫还被捅了 真是倒霉催的 但清子真是让自己惊到了 一巴掌就给人家抽猫了 半天才缓过来 就在许清和秦浩聊天耍嘴皮的时候 一个妹子突然从房门探出头来 两人皆是一愣 只见妹子一脸羞涩的小声讯问道 那个 黑警官是在这里吗 许清连忙起身招手 在那在那 快进来 他还不忘调侃秦浩 哎呦 昨天的那个谁 来看你咯 秦浩红着脸 扭头看向走进来的妹子 那个 我姓秦 不姓黑 妹子脸忙摆摆手 对不起对不起 秦警官你好 说着妹子又看了一眼秦浩 脸上迅速爬满红玉 呆了片刻才侧过头扭捏倒 总之 谢谢你 昨天帮了我 应该的应该的 职责所在吗 许清看两人同样羞涩的反应 直接就往门外走去 你们聊着 我突然想起来要去你们所里一趟 等下秦叔回来了 帮我和他说一声 说完 许清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心满意足地走在走廊里 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了 恰好 许清遇上吃杠回来的秦叔 啊秦叔 我现在得去浩子他们所里一趟 就先走了 昨天浩子救的那姑娘来倒血了 就在病房里 去吧去吧 等你哪天盔甲坐出来 我让这小子天天穿身上 走出医院 许清站在大门口 狠狠地伸了个懒腰 走廊里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医院这地方总让人感觉到心头有点压抑 还是新鲜空气好 不过这次出手太重 建议永违泡汤了 现在还不知道要去所里几次才能解决事情 浩子就是个扫把心 不久后 派出所里 警官看着监控 突然询问许清 你练过 许清挠了挠脸 哈哈 就随便练练 手伸出来看一下 或 你那一巴掌甩得可真干脆利落 上次也因为打架进来过吧 许清尴尬地笑了笑 哈哈 我这有分寸 您看上次打架 都让人打了我 只有这紧急时刻 我才爆发小宇宙 警官不苟言笑 别平了 你自己清楚就行 反正我这手镯多的是 我们先处理这事 你把身份证拿出来 接过身份证 警官对着电脑一阵操作 突然 警官感慨道 幸亏有你在那 不然秦浩 许清却笑了笑 也不会出什么事吧 那小子捅了人一刀 顾得赶紧跑 不对 许清转念一想 照着浩子们性子 估计得捂着肚子继续拽着人家 抄 越想越后怕 早知道那时候多给那家伙凉脚了 这时 警官再次开口道 热心市民许先生 这几天注意一下电话 后面可能还会有事找你 许清顿时两眼发光 怎么 要上报纸 别想太多 那人在医院还没出来呢 出了派出所 许清转身走进一家面馆 现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估摸着江河已经吃过饭了 自己就随便吃点吧 等上菜时 许清忽然收到信息 看到是王子俊顿时怒上心头 昨晚就是这货非要出门上网了完 耗子是扫把心的扫把头 这货就是扫把感 我只是一个善良无辜的热心群众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很快 一辆车停在面馆前 王子俊一边拉开许清身旁的椅子 去哪了 没去哪呀 我刚从耗子锁里出来 你点的啥 好香啊 炒到消灭 老板 我也要一份炒到消灭 说完 王子俊盯着许清看了好一会才说到 我一直以为就耗子是个肌肉人 没想到你小子也深藏不露啊 许清吸溜了一口面条 我学过如来神掌也都要说给你听吗 王子俊一惊 教我 好家伙 你现在可不是一般的梦 许清放下碗 淡淡的说了句 你不行 王子俊一下不乐意了 为什么不行啊 许清瞬间目光如电 因为 你甚叙 女孩一把凑到男朋友身旁 本想着一天没见好好温吞一下 可女孩轻轻嗅了嗅 却发现男朋友身上味道不太对 这天 许清正在吃面条 王子俊却跑过来让许清教自己功夫 许清直接就拒绝了 你身体底子太差 就好比 泰拳知道吧 别人练泰拳天天踢数 把腿骨受力控制在极限范围里 然后硬度力度就一点点提高了 你这么虚 一踢直接腿骨粉碎 而且你学这东西也没什么用 现在和谐社会 学这个干嘛 还得去备安 王子俊听得有些不耐烦 那你呢 学这个干嘛 许清咧嘴一笑 我 说出来你可能不行 我其实是为了爱与和平 他当然不会说 自己是为了不被压在下面 所以才努力打全链剑 这时 王子俊的面也上了 等会一起去医院呗 估计耗子也无聊 我们打牌去 直到日落西山西洋正浓 许清才从医院出来 回到家刚一打开门 就看见电脑桌前一个人也没有 江河居然出门了 见此 许清竟直来到冰箱 给自己拿了一瓶酸奶 又给冬瓜倒了半盆猫粮 江河那家伙 肯定又不知道去哪溜达 不久后 江河终于回来 一开门就看见许清坐在沙发 江河眼睛顿时凉了 许清回来了 从昨天到现在 好多事情想说都没空来着 江河立马跑到许清身旁 兴奋地告诉他 许清 我今天去坐地铁了 两块钱我就可以在里面吹一天空调 还能在北城南城乱窜 不过是在地下 许清笑了笑 那你没带什么管制品进去吧 江河天真一笑 其实只要把钥匙打眼 也可以当做小刀 许清立马喊停 不要说这么恐怖的事了 随即 江河放下菜篮子 微红着脸一屁股坐在许清身旁 挨得紧紧的 想着一天没闻到许清身上味道 江河叹着鼻子嗅了嗅 下一秒脸色直接变了 味道不对 江河一把捏住鼻子询问道 你身上怎么这么难闻 许清这才解释道 因为我在医院待了一天吧 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 闻言 江河一把站起身 嘴里还嘟囔着难闻死了 许清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 想吹空调的话你可以在家吹 不用老跑出去蹭地铁的空调 那些老头老胎舍部的电肥 才大夏天跑去公交和地铁里吹冷气 你年纪轻轻不要活成老太太的样子 净养成一些坏毛病 江河不爽地扭过头 我才不觉得这是坏毛病 随即江河来到厨房穿好微裙 准备开始做饭 但还是告诉许清 话说回来 想到在地下有地铁嗖嗖嗖开过去 我还是觉得很神奇 许清笑了笑 以后带你坐飞机 那个更神奇 飞机可是几千年的智慧结晶 说完许清内心又觉得 这个小老太太也很神奇 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一身消毒水未怪难受的 很快 洗完一身轻松的许清走出浴室 却突然注意到 面前桌上的练习册 看着上面一片空白 我总算懂他 为什么要去地铁里吹空调了 感情这样就可以不做作业了是吗 想到这 许清直接朝厨房喊道 作业偶尔偷懒一次没问题 但你不能每次都这样 知道吗 江河还在嘴里 我那是懒得做 不然一天就能把他全写完 许清也不惯他 那你写一个看看 江河这才扭过头 眼神满是威胁 我不要 写完了你会再买新的 明明说要学一个月的 许清没有回忆 而是悄悄躲在门口偷看 看着这天然去雕士 清水出芙蓉的背影 叫许清如何能不蠢蠢欲动 但许清还是告诉自己 不行 我得忍住 不能一时冲动会的搬屋计划 就在这时 冬瓜突然跳上厌台 江河吓了一跳 连忙招呼许清将他抱走 许清蹲在地上 朝冬瓜招了招手 冬瓜 过来 冬瓜扭头看了他一眼 随即竟然真的听话跳了下来 江河都惊呆了 你是怎么让他听你话的 许清笑了笑 猫这种生物都是神经病 但有个窍门 就是舔他一口 他会很震惊地看着你 然后你再舔一口 他就屈服了 猫妈妈就经常舔小奶猫的猫 猫老大也会舔小弟的猫 这是一种阶级地位的表现 所以你反过来舔他的话 他就听话了 你要不要试试 我才不要 又过了一回 江河端着菜走出来 准备吃饭了 稍等一下 马上 只要一小会儿 文言 江河凑了上来 你在做什么视频呢 谁知许清立马切换了屏幕 闭脸神秘兮兮地笑道 古装大戏 自从男人上次带着血回来后 女孩不知为何 总想跟他更亲近一些 男人当即便提出 晚上去他房间吹空调 这天江河做好饭 却见许清在剪一个古装视频 视频中 林剑一伞下 一对男女指手信骨 竹上影刻惊起了雀鸭 速觉高下挥剑一刹呢 入窍还家 你玩耳气来春剑草茶 子落秋平雨落冤央瓦 今年相伴心意不化 看完许清笑道 你听这首歌 故事是不是很明确 但是我这样一搞 就变成另外一个怀念的故事 江河悠悠悠悔道 这个女的是死了吗 许清点了点头 是 但这种可以把无数片段 拼凑成另外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是她的魅力啊 江河却扭过头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 本来一男一女闯江湖的故事 却变成一个男的 独自过两个人的生活 许清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有人会喜欢 而且这视频才完成了三分之一 吃完饭我还要抓紧搞完 毕竟喜欢做一件事 并把它当成事业 这是很难的 吃饭时 许清又告诉江河 很多时候你把乐趣当成事业之后 就没有那种乐趣了 所以我一直叫你不要紧 你现在还喜欢玩游戏吗 江河点了点头 喜欢 那就认真做吧 期待你达到1600分 吃完饭后 许清正在收拾碗碟 江河突然一把从背后抱住了她 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看到她大半夜身上带着血回来后 江河就一直想更亲近一点 许清则是笑着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她放宽心 江河红着脸 眼神里却满是不舍 不久后 许清正在沙发继续剪着视频 江河则坐在一旁 靠在她身上 一只手还不停揉捏着许清的肚子 直到实在忍不住 许清才开口询问道 你为什么要摸我肚子 江河没看她 悠悠难难道 我也没问你为什么摸我脚啊 你确定你没问 文言 江河不爽地轻拍了一下她的脸 别事儿多 回过头 江河心里有些得意 二娘 我出去了 即使以后第一次对男人动手动脚 你尽量多用热水泡泡 尤其是右手 上次搜的那个护手说买了吗 江河轻轻点了点头 买了 真的 你不会嫌太贵没买吧 怎么可能 真的买了 昨天你没看直播 有好多礼物 许清不太相信 真的假的 我看看 打开手里记录一看 许清都惊呆了 哦哇 还真不少 连大航海都多了十来个 江河一脸萌 大航海很贵吗 大航海是个类似月卡的东西 舰长199 提督1999 总督19999 还只是一个月的 舰长能分99.5块 这就代表着一个月有了1000多块的保底工资 每天一小时 30个小时能有1000块 时薪大概30 厉害了 听着许清碎碎念 江河眼貌惊心 这么多吗 感觉有点容易 许清想了想 乍一看很容易 其实仔细想想也挺难的 主要还是一开始积累了人气 然后江河PK的时候技术性挺高的 穿着破烂打到1500分 这就很难做到 还有他前面搬砖的积累 了解他们的技能机制 才能在决斗场打得比较轻松 江河满脸得意 反正我感觉非常容易 和你赚钱一样容易 许清还是吩咐到 不能抱有这种想法 做什么都是不容易的 江河都惊呆了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还不容易 许清指着电脑解释道 虽然很高兴你学会吐槽 但是真的不痛 你只看到我一天 有手好闲好像什么也没做 但剪辑视频这时 有90%的时间都是在寻找素材 我抱着电脑的时间比抱你还多 那才是占时间的大头 算下来其实很累的 好了 你应该反思一下 自己为什么能赚到这一千多块 比如没有之前天天八九个小时干砖 怎么可能对这些职业那么熟悉 然后打他们和菜鸡一样 还有我不出镜的话 你能不能稳定住这个热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能赚到 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千块就费了 不要觉得钱这么好赚 江河听得云里雾里 但还是坚定地回到 我会保住这一千块的 许清却揉了揉她的头发 我是在叫一个唐朝女侠怎样独立生物 你不用这样看我 江河小脸微红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许老师 许清瞬间呆住了 连忙扯开话题 天气这么热 让老师去你屋里吹空调好不好 江河吓得连连白手 不 不好 你别去啊 论一个女生开了婚之后 行为会变得多猖狂 原本两人正在看电影 女孩却故意用脚尖去踹男人 整得她瞬间攥紧了拳头 有种想打人的冲动 昨天晚上 许清跟秦浩吃宵夜抓贼 一声是血的就回来了 此刻许清刚吃完饭 就接到老妈的电话 听着老妈的咆哮 许清也有些无奈 哪是我惹什么事 你是没看见 浩子在路上走着走着 忽然大喊一声 别动 警察 给我吓了一条 那架势 那英姿的 不不不 人家有规定 有时候敲默叫人 有时候就得表明身份 什么傻不傻的 那叫职责所在 要装看不见他就不是秦浩了 我没事 我直接出手把那家伙拿下了 可惜不算见义勇为 不然非得弄个景气挂客厅 让你们天天看 挂断电话后 许清还是有些无语 幸亏我和秦浩俩人没换 不然浩子非得被我妈交成 那种见识不妙赶紧溜的家伙 果然是妇道人家 老爹说的真对 随即 许清又偷偷瞄了一眼 在撸猫的江河 也不知道这个暴力女侠 到时候会交出什么样的孩子 接着许清又看了眼时间 现在离七点还有点时间 看看锁子甲的进度吧 两只袖子和胸口都已经完成 还要再想想下摆 是做到腰部还是遮到膝盖 先做到腰那里看看 重量可以的话就继续做 太重了就放弃 毕竟全都是实打实的不锈钢环 一点都没偷工减量 完事后 许清来到沙发坐下 想着趁时间还早 先上传一下之前弄好的视频 谁知紧过了片刻 江河突然伸出脚丫 一点一点的伸进许清怀里 许清诧异的看了他一眼 见江河一脸羞红低着头的样子 许清笑招询问道 昨天把你吓到了 江河有些嘴硬的撇向一旁 没有 哟 还说没有 你那时候的眼神 大夏天我都感觉冷嗖嗖的 江河这才有些尴尬的解释道 就是在担心 你哪天突然死了 许清一脸调侃 那我可真谢谢你的担心 似乎有些想不开窍 江河还是忍不住询问 你明明说这里很安全 不会有什么打打杀杀的事 怎么还会这样 许清笑了笑 我说的是相对来讲 昨天这是80%的人多难遇上 剩下20% 还被事业相关的人占了大多数 真的只是意外 那个耗子就是事业相关吗 对 他的工作危险性 比一般人高多了 突然 江河扭头看向一旁的长剑 你今天都没练剑了 江河想着 自己要把他交成一个很能打的 这样就不用担心被人砍了 许清却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 没事就喜欢乱担心 碰到一个抢劫的已经是壮大运了 还能天天碰见不成 闻言 江河捂着鼻子没在说话 小脑袋瓜却不知在想着什么 很快 到了晚上7点 许清在捏锁子甲 江河则在打竞技场 许清突然告诉观众 我们打游戏就是个兴趣 平时不直播也会玩游戏 所以原则上来说不建议打赏 大家量力而行哈 话音刚落 直播间瞬间多了许多礼物 江河都惊呆了 许清却是哭笑不得 不说还好 一说又多了 还以为自己是欲擒故纵呢 8点 直播结束后 江河兴奋的生了个懒腰 今天又有30块到手 又赚到半只鸡 可以熬汤喝 许清凑过来看了看 不止呢 大概有80块 不过 榜一永远是那个狗大虎 真是咸的蛋汤 江河则是掰着手指竖了竖 足足好一会之后 江河突然兴奋的告诉许清 我一个月能有2400 许清忍不住打击到 2400在江城也就刚好生活吧 女侠还需要努力啊 江河却有些不服气 关键是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啊 对 但是这一个小时还有我在旁边 所以是我们两个的 平均下来一个人才1200 闻言 江河也懒得辩驳 冷哼了一声直接转过身 我先去洗澡了 行 等会一起看电影 不久后 许清选择好电影播放 接着便将江河的脚丫 放在自己腿上 江河又羞又恼 这家伙又个到我了 可以抬头 见许清一副专心看电影的样子 江河突然升起一点小心思 只见他动了动脚丫 许清瞬间察觉到了 眼神里满是民众 拳头捏得一阵清惊暴起 江河看他这反应 怎么会这样呢 上次也是这样 难不成 当一个女生开了婚之后 下意识的行为会多离谱 原本两人正在看电影 女孩却用脚去踹他男朋友 整得男朋友攥紧拳头 似乎就快要无法忍受 谁知刚过没多久 江河突然再次用脚丫 碰了一下许清的手 许清当即一个无名怒火 气得脸都红了 江河也呆住了 吓得赶忙缩回脚丫 两人皆是一阵沉默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突然 许清站起身 走回房间去 江河则是满脸自责 自己刚才到底在干什么呀 不久后 换了裤子的许清重新走了出来 沉默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两人就这么和谐地继续看起电影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 电影终于结束 许清将客厅的灯打开 刚挠着头想说些什么 江河却立马喊道 你闭嘴 许清一脸无奈 冷汗都滴了下来 好吗 不说就不说 许清只能摆出一副平静的样子 重新回到沙发坐下 那种事 不应该 实在是不应该 江河看着他并未动弹的手指 你怎么不写 许清一脸苦笑 写不出来了 你是不是刚才根本没看 许清悠悠地叹了口气 不 我都看过好几遍了 算了算了 今天不写了 见此 江河突然拉了拉许清的衣角 你写这个好像赚不到钱 没有 不是赚不到钱 是我还没有从这里赚到钱 写的酒也不是一定就能赚钱 没有什么事做了就一定会成功的 要是那么容易 岂不是谁都会做了 江河一边听着 一边将头靠在许清肩上 双眼迷离的小声询问道 你之前说的 那个 那个人类的什么解决 什么需求的 说着又拉了拉许清的衣服 意味不言而喻 许清吓得急忙解释道 没 没错 人类都会有需求 这是生理结构决定的 男女朋友之间那个 很正常 可他心里却想着 不能再让他有什么误会 现在自己脑袋上的变态标签 已经够多了 一边想着 许清还咳了两声 假装正义的笑道 清清白白 你懂的 清腰间一鸣 许清捂着痒痒肉 无奈苦笑 你真是越来越像现代人了 江河冷哼了一声 干脆转过身去 许清似乎这才想到什么 尝试着询问道 要不我也帮帮你 其实这些很正常 不要觉得害羞 江河哪能接受他这么直接的话 当即大喊道 我才不需要 许清无奈 要是自己武力 执在他之上就好了 可恶 今天就把昨天没练的剑盒 全部上 很快 半夜十一点多 江河实在扛不住 深深地打了个呵欠 接着乖巧地 在许清脸上 亲了一下 随即才站起身 我先去睡了 你那房间热 别忘了把风扇搬进去 闻言 许清舔着脸气球道 真的不能有福同享 一起吹吹空调吗 我可以打地铺的 江河红着脸迟疑了一会儿 似乎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还是不好意思扭过头 那样子 和洞房里有什么区别 许清连忙举手发誓 洞房会做的事 我搬过去不会做的 虽然想做也做不了 毕竟自己打不过也按不住他 江河却突然察觉出不对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 就等着天气热搬过来 许清一脸无辜 我哪有什么预谋 我只是个善良的男朋友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江河继续推辞道 那我们换回来 闻言 许清只好作罢 算了 我还是继续睡杂物间吧 说着许清无奈地叹了口气 大不了 自己多洗几次早降火三温了 女孩大半夜胡思乱想睡不着 竟偷偷溜进男朋友的房间 还不小心将男朋友弄醒 整得男友以为女孩偷偷夜袭自己 殊不知他就躲在床底下 这天晚上 江河跟许清看电影时 故意用脚尖去踹许清 而且还是接连两次 在许清忍着打人的冲动时 江河直接躲回房间 可躺在床上的他却怎么也睡不着 虽然空调的温度很舒服 但他总感觉哪里不得进 脚丫子也一直蜷缩着动来动去 他自己也清楚 踹第一次可以说是不小心是无意 但第二次就没得解释了 江河不由的一阵懊恼 自己都学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一边想着他还翻了个身 希望侧躺着能快点睡着 可过了许久 他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 突然不知想到什么 江河猛然坐起身 接着悄咪咪地打开了许清的房门 躲在门后偷偷观察 见许清呼吸均匀而绵长 确实是睡着了之后 江河轻手轻脚地来到许清身旁 又看了看流口水的许清 缓缓坐在了许清枕边 逼着头一边看着许清熟睡的样子 这个天气只有风扇确实有点热 要不一边想着 江河突然伸手探了探许清的额头 不得不说 空调真的是很伟大的发明 就在这时 许清突然皱起眉头一阵乌液 分明是要醒来的征兆 可等到许清缓缓睁开眼时 却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 连个鬼影都没有 许清无语地打了个喝钱 还以为有人呢 难道是自己的错觉 也对 家里就自己跟江河 江河怎么可能会夜行呢 想到这 许清侧过身继续睡觉 而江河 此刻正浑身颤抖地趴在地上 领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直到许清再次传来熟睡的憨声 江河才抬起头 确认他睡着 江河晃悠着站起身 看着许清不知小脑袋瓜在想些什么 片刻后 江河咬了咬牙 似乎下定了某个决心 直到夜间破晓 江河才关上门离开房间 第二天 许清照常起床打拳断练 直到他完成整套拳法后 江河才睡醒 推开门走了出来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我拳都打完了 文言 江河呆呆地看了他一眼 却露出了眼底厚厚的黑眼圈 许清一论 你昨晚没睡好吗 听到这话 江河直接炸了 像只被踩到尾巴的小猫咪 没好气地回道 没有没睡好 我睡得很好 接着静止走向洗手间 许清被整得一脸茫然 可在江河刷牙的时候 许清又一脸挑衅地凑上去说道 蒋真 你这个拳法真的强身健体 我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 感觉自己能一拳打死一头牛 要不你也别练剑了 我们一起练剑 说到这 许清似乎想起什么 顿时脸色一变 换成一副讨好的样子说道 你干脆什么也别练了 你已经顶极了 练不练都一样了 谁知江河却直接拒绝道 不 人不能有多心 万一哪天我回去了呢 文言 许清有些迟疑地询问道 那在回去之前 我们在深入交流下行不行 听到这话 江河转过身子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你试试 其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可许清偏偏不信心 颤抖着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 我试试 轻轻用指尖在江河肩膀点了一下后 许清迅速收回手 紧接着快速躲到门后 一副碗一秒就要被洪水猛兽吞噬的样子 江河直接整个无语了 这家伙 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见他一脸鄙夷的表情 许清尴尬地轻了轻嗓子 那个 我是怕你心里见识不完全 等晚上再试试 把了个宝格 两大碗热粥 这下舒服了 回去补个觉吧 可下一秒 江河转念一想 不行 若是这样 自己岂不是变成和之前的许清一样 成废物了吗 想到这 江河迅速收拾好胯包告诉许清 我要出去了 自己绝不能变成冬瓜那样 吃了睡 睡了吃 许清则是摆了摆手 一会中午了我也要出去一趟 如果没有发消息和你说要回来的话 大概是不回来吃晚饭了 片刻后 江河走出大楼 温暖的阳光瞬间洒满全身 今天天气真好啊 来到小区门口后 保安赵叔正惬意的半躺着 江河乖巧的向他问好 赵叔笑了笑 又出去玩吗 对 出去走走看看 简单的问候 让江河心里一阵温暖 去许清父母家时 那边小区的保安别说是打招呼了 许清连看都很少看 而赵叔对于许清来说 不是单纯的保安 更像是长辈一样 临近十一点 许清掏出手机一看 都到这个点了 他舒服的伸了的懒腰 自己也差不多该给耗子送饭去了 男人从小的梦想就是承恶扬善 当一个正义使者 没想到却因一场英雄救美 给自己找了个腼腆的小媳妇 这天中午 许清拎着素包子和周来到医院看秦浩 秦浩却一脸嫌弃 怎么又要吃饭了 许清听得一脸萌 什么叫哟 你吃一顿以后就不用吃了 秦浩连忙解释 不是 早上王子那家伙起得特别晚 送个饭过来都快十点了 我才刚吃完不久 好吧那先放一边 等等再吃 随即 许清掀开秦浩的病号符 哟 已经没剩下了 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呀 你说 咱这个得上报纸吧 你下班时间偶遇歹徒 一腔热血冲上去阻止 然后差点就已 幸好遇到热心市民 多好的正面题材 弘扬正能量啊 秦浩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 早上同事过来看我的时候 就让我好好养着 说着秦浩突然想到 自己从小就希望偶遇突发事件 然后冲上去弘扬正宜 现在终于可以从梦想清单上花掉了 至于那些调解吵架抓猫歹狗的 这种机灵狗碎的小事 就算实践也抵不上这一件有成就感 自己不过受个小伤而已 保护的那人没受伤就好 想到这 秦浩丢给许清一个橘子 这橘子特别甜 昨天那女孩送的 你尝尝 许清满脸狐疑 你这伤能吃橘子吗 可秦浩却笑得满面春风 我就尝一下 没事 许清越看越不对劲 我怎么觉得 你脸上带着花泥 就傻不愣灯的在那傻笑 快从十招来 昨天那女孩怎么样 秦浩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 就网吧附近的便利店营业园 下半路过那被人盯上了 然后正好遇到我英雄出场 许清突然插了一句 真要说英雄救美 怎么也是我救的吧 我一个人救了你们俩美 这话一出 秦浩顿食烟了 满脸的难受不知如何开口 片刻后 两人一边打牌 秦浩询问许清 你之前说你在练剑 是啊 就电视里那个刷刷刷的 等哪天灵气复苏了 我直接能遇见而行 你牛 你直接上天吧 就在这时 秦叔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秦子 又来看秦浩了呀 真是麻烦你了 许清拿着扑克牌 叔 我们三个斗地主吧 可把我和浩子无聊死了 这时 房内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许清还以为来人是王子俊 没想到居然是俩美的一美 女孩呆呆地看着许清 那个 我是来看黑警官 我不 秦警官的 许清连忙招呼人家进来 不过这姑娘也怪事成的 道谢谢一次不就完了 怎么又来了 不过当看到秦浩和妹子两人 你好你好的时候 秦叔和许清一副 想起什么的样子说道 那个 我突然想起还有事 对 我家熊爸还没溜呢 我们先走了 说着两人直接出门关门 一气呵成 秦叔拉着许清的手 许清忍不住说道 秦叔 您溜就溜 别扯我胳膊行不行 搞得我是熊爸似的 秦叔一脸认真 溜的就是你 我就找个借口疼地方 许清顿时凑上来也遇到 疼什么呀 人家就来道个谢 是不是想多了 秦叔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脸 也没想什么 就是怪别扭的 许清一阵无语 得了 怪不得耗子也那副德行 感情是随他跌的 片刻后 两人坐在树下 秦叔忽然叹了口气 哎 前天差点没给我吓死 这好好的忽然就说进医院了 你说他一个小片儿紧 怎么这么能折腾 许清笑了笑 这叫一腔热血 坚守职责 是好事 秦叔顿时就炸毛了 好个屁 许清一脸无奈 说不危险 就找找猫狗处理一下纠纷 这一转眼 直接躺进去了 你说他非拧着性子 当什么警察吗 许清只能安慰到 人个有志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达小儿他就喜欢这个 我们玩警察抓贼 谁都想当贼 就他天天乐呵呵的 抢着当警察 现在圆梦了 您还能逼着他改行不成 我说书 有正义感是好事 比我强多了 再说了 这就一意外 哪能天天遇见 那江城得乱成什么样子 对吧 秦叔一脸无奈 这不就赶上了吗 就在这时 许清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老妈在群里发问 儿子 你生日快到了吧 许清一下愣住 这 要不是老妈提醒 我都忘记快生日了 生日这个东西 往年懒得动的时候 都是出去吃顿面 加两个鸡蛋 然后和老妈说吃了大餐 回去躺床上就睡 或者拉一帮子朋友 吃饭喝酒 K哥 一套下来 晕晕呼呼生日就算过去了 突然 许清看到一个特别的联系人 心中忍不住开始气派 今年的生日 会怎么样呢 或许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 这个女孩只要吹风扇 吹空调 吃雪糕 还有吃香甜的生日蛋糕 都会觉得无比幸福 而男人 速度只要看着心爱的女孩幸福 就幸福 今天一早 慢慢习惯现代生活的江河 背上胯包拿起手机 就准备出门了 临走时还不忘跟许清挥手再见 许清淡然地看着江河离去 直到听见关门声 许清才悠悠地输了口气 估计江河又去地铁里乱窜吹空调了 他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像个现代人了 一天的时光里 江河坐着地铁感受着凉快的气息 又买了自己最喜欢的橘子柠檬水 还去坐公交车环游整座小城 直到黑夜降临 江河才舍得回家 可他刚一推开门 就闻到家里好重的油烟味 许清这是在厨房搞什么鬼 下一秒 他就瞥见厨房桌上放的生日蛋糕盒子 一瞬间 江河眼里全是期待的小星星 江河来到厨房询问许清 怎么桌上有个大蛋糕 今天你过生日吗 许清笑着摆弄手里的活 对啊 文言 江河一脸恼怒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不然我今天就多做点好吃的 许清笑了笑 生活吗 要有仪式感和惊喜 江河却气呼呼地将它推了出去 这不是你浪费食材的理由 厨房一直是我的地盘 现在被这家伙弄得乱七八糟 只会煮个面地家伙弄什么仪式感 此刻冬瓜也在盯着这个突然出现的蛋糕 江河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那个蛋糕好大呀 有吗 我感觉和你上次吃得差不多大吧 江河想起上次 自己根本没来得及好好品尝 感觉都没怎么吃就没了 许清一脸坏笑地调侃 那是因为你嘴巴大 江河顿时不乐意了 我嘴巴才不大吗 江河满脸通红地嘟着小嘴 许清悄悄瞄了一眼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看起来确实不大 片刻后 许清给蛋糕插上蜡烛 在江河羡慕的目光中 许了个愿后一把将蜡烛吹灭 突然 江河似乎想到什么 表情变得有些奇怪 他询问许清 我生日是什么时候来着 许清也愣住了 这个 是 我好像也忘记是几月几号了 谁知江河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一脸兴奋地告诉许清 要不我也把生日放到今天吧 这样比较好记 许清一阵无语 你以为生日是什么 想放哪天就放哪天 太随便了吧 江河却嘟着嘴 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想怎么安排都行 许清瞬间哑口无言 好家伙 这话说的居然很有道理的感觉 可许清一句话 就让江河愣住了 这样的话 每年我们两个人 就只能过一天生日 吃一次蛋糕了 江河想到以后 两人对着一个蛋糕 庆祝的画面 对了 两个人同一天的话 就只有一次吃蛋糕了 江河双手抱胸 思考了许久 却越想越纠结 最终还是感情战胜了美食 只听他突然大喊道 一次就一次吧 许清都无语了 还真是很艰难的决定了 随即 许清又拿出一根蜡烛 给江河插了上去 接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道 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兽星 江河女侠来许愿吧 江河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蛋糕 沉吟了片刻后 江河趴在身子轻轻将蜡烛吹灭 再次站起的他 已经换了一副幸福的表情 以后我们就是同一天生日了 片刻后 许清切了蛋糕 江河插起一口放进嘴里 脸上顿时像开了一朵花 满满全是幸福的味道 许清继续切着蛋糕 略带笑意地说道 要拍真人版小当家的话 感觉吗 感觉 那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吗 江河看着手里的蛋糕 轻声难难道 我知道的 吃蛋糕的时候我会感到幸福 还有吹风扇 吹空调 吃冰淇淋 都是可以让人幸福的 许清满脸柔软 眼神全是宠溺 果然 江河对幸福的定义就是如此简单 来来来 拿好你的幸福 男人提议一起看那种场景简单 只有两三个人出演的视频 女孩却瞬间面红耳赤 嚷嚷着自己没看过 男人瞬间懂了 这娃居然瞒着自己偷偷复习 此刻 江河正吹着风扇 一口一口的吃着蛋糕 笑得十分自在 突然 江河似乎想起什么 他告诉许清 前两天我和一直看我们直播的女生 一起出去玩了 许清正剪着视频 听到他这么说顿时一愣 哪个女生 江河侧过身子 就是那个酸奶美少女 她住得离我们不远 就在另一个洞楼里 我还说好了让她做房管 许清有些诧异 另一栋 这个小区 这么巧 给我看一下她的照片 江河将自己的手机递给许清 你点开我的朋友圈就能看见了 许清很自然地接过来用大拇指解锁 看到她发的朋友圈忍不住感慨 你现在已经完全是个现代人的样子了 现在的江河 就算露一手武术 也很难让人相信 她是从一千年前意外过来的 从上到下 从头到脚 哪哪都已经融入现代这个社会 不过这个女生 看备注好像是叫公平 酸奶美少女 这已经不能叫少女了吧 许清一边看着相片 我没见过这个人 是租户吗 江河想了想 她今年才搬过来的 好像自己买的房子 自己买的 许清忍不住怀疑 这里虽然是个旧小区 但附近有个学校 所以价格在江城来说不算低 难道是对女侠有什么图谋 可以想到江河傻乎乎的样子 许清就感觉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随即 许清指着窗外 是那边角落里的那一栋吗 江河有些不可置信 你怎么知道的 许清贪了贪手 我猜的呀 这还能猜的 江河头皮发麻 这家伙好像有什么特异功能一样 很多事莫名其妙就知道了 许清却继续说道 我就随便一猜 谁知道真猜中了 我再猜猜 她住在三楼 闻言 江河拿过手机发起消息 不知道几楼 我现在问一下 可对方的回复 却让江河忍不住颤抖 真的是三楼 许清看着江河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好奇的连蛋糕都顾不上吃了 只能再次解释 我真的是猜的吗 江河哪里肯信 一副打破砂孤问到底的样子 许清只好说出实情 好吧好吧 其实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乱菜 以前有个很熟悉的邻居 那边是她的房子 她今年年初把房子卖掉 然后搬走了 江河还是不相信 就凭这点 你怎么就知道卖给宫廷了 许清将粘了蛋糕的手指放进嘴里 因为学位锁定 她那套房比我们这里便宜不少 加上去年你装鬼闹鬼闹了一通 让她更急着出手给小儿子换新房 忍不住又降了点价 说起来她还应该感谢你呢 再加上从装扮和形象看 这个女孩有老公孩子的概率不大 所以就算买房子 应该也不会买太大 八成是小户型 总价也便宜 江河听得一愣一愣的 片刻后回过神才嘀咕道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明明两个人经常在一块 我怎么就像个白痴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文言 许清揉了揉江河的脑袋 多和大叔大妈聊天 你也就知道了 别想了 快吃蛋糕吧 可江河还是有些想不通 不对 这小区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卖房子 许清笑了笑 所以我是猜啊 猜错了就错了 这不是恰好猜对了吗 还有咱们出大门的那里 有块牌子你记得吧 上面还贴着不少招租和卖房信息来着 江河目瞪口呆 根本想不起来 你天天都关注那么多东西吗 许清却敲了敲脑门 没有 就偶尔注意一下 这就叫信息整合能力 猜不猜得众不重要 重要的是脑袋里能不能形成一条思维逻辑 见他讲得头头是头 江河眼里慢慢全是崇拜的小星星 你这要是在我们那儿 肯定能当个县太野 然后被你砍下狗头吗 哪有 我怎么会斩你 要娶你做小妾 你誓死不从 大婚之夜砍了我之后 开始浪迹天涯 江河害羞地扭过头 你想得美 还大婚之夜 不过被他这么一解释 就觉得也没这么神奇了 不就是知道的多吗 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学会的 江河如此想着 许清却突然询问道 你今天是不是没做题 又跑出去玩了一天 听到这话 江河瞬间感觉手里的蛋糕不香了 于是不久后 江河坐在桌前 不情愿地写起了练习册 心里一阵不爽 要把知识应用起来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列出写下来 真的好麻烦啊 还有夏天闷热的天气本就让人烦躁 天天吃饱没事干的小明小红 还老是想着抽水放水 江河越想越不爽 突然猛地一拳砸在桌上大喊道 王侯降下 您有种呼 许清无奈地扭过头 不要说奇怪的话 这样显得很傻 江河有些歇斯底里的对头 我乐意 许清只能安慰 如果真学得累了 可以适当休息休息 看看视频听听歌 或者看看那种场景简单 只有两三个人出演的 许清还没说完 江河突然惊恐地打断道 我才没有看过 许清缓缓吐出两个字 相手 接着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 场景一下尴尬不已 足足一分钟后 许清才询问 你以为 我说的是什么 其眼底的答案 几乎已经呼之欲出 江河小脸红地向后屁股 冷汗直冒 心里暗道不妙 要玩了 女孩偷看日韩外语复系资料被发现 不仅不觉得难堪 反而极力克制自己不要打人 忍得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直到平静下来 江河才不服气地冷哼道 你以前自己住的时候 明明就会看金瓶梅 许清仰起头 那你知道金瓶梅是什么了吗 艺术作品 要用艺术眼光去看待 你不能 江河直接满脸不屑地打断他的话 你就是想搬进我房间 对我做无耻的事 你下流 许清顿时不乐意了 狠狠拍得一下沙发喊道 想和做事两回事 我们是男女朋友 会这样想很正常 况且我又打不过你 会不会做还不是你说了算 江河突然红着脸小声道 你拿着我的腿那个 许清瞬间如遭雷击 这么难以启齿的事 就这么被他挑命 江河又继续说道 你欺负我这个唐朝人什么也不懂 就老想着骗我 见许清尬住不敢开口 江河转过身将笔往桌上一拍 发出啪的一声巨响 接着竟怒气冲冲地起身朝电脑走去 如此打折随棍一手操作 许清只能开口道 等等 你要玩电脑了 你提还没做完吧 江河却转过头一脸嫌弃 天天想骗我 还想搬进我屋里去 不安好心 登徒子 许清彻底无奈 摆了摆手 行了行了 你玩吧玩吧 江河这才回过头 手指在鼠标上操作着 发出一阵啪哒啪哒的声音 许清听着电脑的音效 心里暗道不妙 你在玩什么 江河看着电脑 萧萧乐呀 听到这话 许清瞬间汗毛竖起 难道 许清连忙起身来到江河身旁 你怎么突然玩起这个 这游戏其实不好玩 要不换一个 真要命啊 自己放在地盘的游戏 竟然也被他翻出来了 江河完全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一脸天真的询问着为什么 我觉得很好玩啊 你看我削掉这三个宝石 说着江河鼠标一滑 许清当想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 果不其然 原本十分可爱的NTC 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画面太美 两人全都愣住了 面对江河审视的目光 许清忍着羞耻握紧拳头 我就说这不好玩吧 我觉得你该学习一下 直接一脚将他踹开 许清只能挠着头小声嘟呐 一个独居男性的电脑里 存着这种游戏 是非常正常的事好吧 我一没偷二没抢 这有什么的 而且你如果不把电脑枷锁 我早就把他们删掉了 说着他又看了看 桌上的电脑教学书 这女侠 正常人不都是从入门到放弃吗 他怎么连隐藏文件家 都学会找啊 江河则是板着脸盯着许清 你满脑子都是这个 没有啊 我就是无聊的时候玩玩 真的 江河想了想 确实他近一年都抱着笔记本 看电影写影评 没怎么碰这个 许清也解释道 有个词教收集品 把他下载下来就不去动了 你看我这电脑上很多游戏 都是买了没怎么玩过的 是不是 江河气呼呼地扭过头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那 现在让我把他们都删掉 不行 不准碰 现在这些都是我的 许清蒙了 江河还说 这些都是你登徒子的证据 想删掉就不承认 不可能 许清哪里不知道 他是准备留着自己玩 不过 这玩多了身体会吃不消吧 看来要完蛋 自己的唐朝老婆 要走上其路了 江河微红着脸 嘴上还在嘴硬着 总之我才不会信你的鬼话 自己早就觉得 这家伙没那么简单 现在他的秘密 已经被自己彻底发现了 说着他又打开文件夹 这个游戏呢 也是那样吗 这个没有 但需要账号才能玩 江河抬起头 那你的账号呢 许清无语 我发现你现在 好像对我越来越不客气了 文言 江河瞪着眼 拿着我的腿 许清直接败了 好好好 我给你就是了 虽然自己的就是江河的 但总感觉不一样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片刻后 江河登上游戏 许清在身后给他解释 这是卡组游戏 就是你一套牌 对面一套牌 然后一张一张出 要用脑子玩的 江河此刻什么也听不进去 眼里满是战斗的浴火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 我只知道我要大开杀戒 许清说完一遍 笑着询问 就是这样了 你懂怎么玩了吗 这才回过神来的江河 不好意思的指着电脑 你再玩一遍给我看看 这家伙 刚才根本就没听啊 其实很简单的 你看这里有个水晶 每回合涨一点 然后你和对手轮流出牌 许清一边讲解 脸却越贴越近 女侠身子软乎乎的 一点都不觉得热 头发还是那么香 讲解完后 许清又告诉他 如果你能打上传说 也可以直播完这个 不过以你的智商来说 感觉比较难 你的智商才难 许清不好意思的笑了 确实 我从来都没打到过传说 随即 两人玩着游戏 许清突然有感发 就感觉特别魔幻 江河不满地扭过头 我已经是现代人了 许清笑了笑 现代人都有接受 九年义务教育 你读完书了吗 江河瞬间握紧了拳头 旋即又不好意思地放下 用双腿紧紧夹着 不是说好了 我今天不做题 唐朝女孩 从一开始用小布条树胸 到现在反过来 安慰男朋友 自己已经不是 那个古代女侠了 自己现在会用洗衣机 会坐地铁会买菜 还会当女主播打游戏 可以一直陪着男朋友 这天晚上临近七点 江河把抱着自己的许清推开 我要开始直播了 接着他又用手机理了李刘海 许清则是搬了一张桌子 在他身后 上面是捏到一半的圆环 他最近打算把锁子甲放一边 用铁环捏个菜篮给江河 不过捏到现在才捏了个底 想想还有点愧疚 片刻后 江河开始直播 那个上次和江河一起出去玩的 酸奶美少女 一上来就刷起了礼物 但他每次想拿绑衣 都被狗大户王子俊随手按了下去 简直就像个官方的托 随即 许清清了清嗓子 大家晚上好啊 我现在再捏一个菜篮 做好了就是个收纳箱 平时的充电器耳机指甲刀 那些零碎都可以放进来 也可以把它当成手办 弹幕瞬间一顿夸 但还有人在询问主播是不是上电视了 民警下班途中遇到抢劫 热心市民同心协力制服歹徒 还有人挂了个链接 事情发生在江城 我确实是江城人 让我先看看新闻 硕大的标题下 还挂了一个监控的视频 许清点开一看 正是自己双手拍在歹徒耳朵的片段 好一个双风罐 许清当即愣住 居然真的上新闻了 足足好一会之后 许清才说到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我是良民 就打打游戏做做盔甲 哪会搞什么双风罐呢 谁知下一秒 玩物丧志的王大少 卧槽卧槽 这不是你吗 你上新闻了 牛啊兄弟 许清顿时心头一只草泥马奔过 江河也好奇地探头看着许清的手机 那天的事虽然有听许清说 但不知道实际的过程 他只说自己一巴掌把人拍猛了 原来是这样拍的呀 许清当即将视频保存下来 又转发给了秦昊 谁知秦昊早就知道了 顿感无趣的许清 随手将手机往桌上一丢 弹幕此刻却是炸了锅 这就是功夫吗 这是什么拳法 许清笑着打了个哈哈 关于那是不是我 你们再猜 江河却是认真的打着游戏 星号现在的分数段打着有些费劲 不能分析 聊天的活就交给许清了 直到八点 江河关了直播后 狠狠地伸了个懒腰 终于结束了 现在在高分段要一直集中注意力 不然一不小心就被人拍死在地上 好累呀 仰到背后的江河看着许清 突然想到了什么 那新闻里的是你 许清依旧捏着菜篮头也没抬 对 是我 我叫你的拳法里没有这一招 应该是拍他脖子才对吧 说着江河还比划了一下 许清则是舒热口气 对呀 说起来还是因为你呢 江河懵了 因为我 是啊 你之前不是说运气好能把人脖子拍断吗 我那时候看耗子被捅 气得用了全力 收都收不回来 想到这点的时候 我赶紧另一只手也拍了过去 就变成这样双手拍他脑壳了 功夫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杀伤力太大了 对了 你应该能收放自如吧 我可不想看见你哪天 就把人脑袋给拍下来了 江河满脸得意 对你们这样的我可以啊 只有对高手的时候才不流利 所以不用担心 说完 江河又看了恩变许清制服歹徒的视频 如果是我这样拍他 会怎么样 他的脑袋会像西瓜一样 砰的一下炸开 江河说得如此干脆 许清却被吓得满头大汗 江河忍不住也遇到 你胆子真小 我这才不是胆子小 反正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许清疼得一下站起身 反正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 一点也不好笑 江河却毫不在意 我就吓吓你吗 以前我用剑把人脑袋削 江河还没说完 许清突然大喝 不要说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 把江河吓得愣住 两人沉默了许久 许清才颤抖着身体说道 以前是以前 你现在就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你一直安分手挤 从来没出手伤过人 知道吗 你用毫不在意的语气 说着那些细节 我会怕的 江河看着他攥紧的拳头 也知道自己哪里错 只能小声呢喃着我知道 许清这才转过身 看着这个自己深爱的女孩 他当初拿着剑 是真有可能一剑把自己刺死的 如果不是秦浩差点出事 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 如此切身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以及对生命的敬畏 两人一个站着 一个坐着 沉默了许久 突然 江河伸出手 微笑着朝许清伸出手 我不是那个古代人江河了 我现在是现代人江河 我是你的女朋友江河 真的就只是吓吓你 我不会随便伤人的 不要怕我被抓起来 许清来到江河面前缓缓蹲下 江河捧着他的脸 贴得很近很近 你得从心底里把自己当成现代人 许清满眼的关切与温柔 好 江河轻声答应 闭上眼睛 缓缓靠近 女孩主动吻上男朋友 杀娇的迹象了 这是她的天赋本能吗 不得了啊 本来就武功那么高 再学会撒娇 自己这辈子怕是砸在她手里了 两酒 纯分 许清红着脸 江河反而很自然地跑去 拿了冰阔了 看得许清忍不住感慨 女侠现在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随即 江河回到电脑前 自顾自地打开可乐喝了起来 她现在很开心 因为电脑里的这款游戏非常适合她 只要坐在电脑前等对方出牌了 再点鼠标跟着出牌就行 你现在是不是没事做 要不我抱着你玩 说着她还拍了拍自己的腿 许清都无语了 任何一个正常女孩 都不会提出这种建议 你应该音音音求报报 音音音是什么 就是一拳一个音音怪 江河听得想打人 这家伙又在说自己听不懂的话了 许清则是掏出笔记本放在桌上 我没事也可以找事做 我能看电影 不过真要说 自己抱着电脑的时间 好像比抱江河还多 但不管自己用什么姿势玩 电脑都会配合 想到这她又看了一眼江河 她不会 而且 电脑不会老是问问题 电脑不会捏拳头卡巴下 电脑愿意和你在一张床上 电脑永远在那等你 平复情绪后 许清又想到自己的活 上次做的资质MV上了一天首页 热度很高 但是现在没什么头绪再做一个 上一次是因为MV的故事 与歌词内容相反 但又很神奇的一致 造成了反差才会活起来 许清想得一阵烦躁 用力地撸了撸冬瓜的肚皮 整个冬瓜一阵不爽 咬了一口她的手 许清吃痛 直接拎起她的后颈 猫这玩意儿的后脖狗 就是个罩门一样的东西 只要抓住 她就动弹不得了 就像武侠片里 那些武功高强的BOSS 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想到BOSS 许清突然喃喃出声 江河 BOSS 江河一愣 啊 你叫我 许清笑了笑 没有 我就是突然觉得你和冬瓜特别像 冬瓜刚来那会儿 天天炸毛 窝在角落 要不就钻床底下 只有吃的才能把它勾引出来 但吃完继续躲 后来感觉到安全 就解放天性 慢慢胖了 还变得越来越黏人 天天搁家里晃悠 似乎感觉到被嫌弃 冬瓜跳下沙发来到江河这里 江河一把将她抱起 放在自己怀里抚摸着 这画面 根本就是两只猫 许清看着这一幕 突然有些欲哭无泪 因为打也打不过 现在还学会撒娇耍赖 之后要是再变成个大胖子 这日子就完了 江河莫名觉得火大 你又在说些什么 许清一个借坡下驴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 我明明有个女朋友 天天在身边 结果却连一起 吹个空调都不让 反正你现在肯定已经知道 只是单纯睡一起 根本不会生小孩 怎么就不体恤我一下呢 知道夏天多热吗 这风扇晚上吹出来的 都是热风 谁知江河根本不上套 那我们换回来 许清见识不可为 只能说着算了算了 当我没说 江河干脆挑明 你就是想搬进去 和我一起睡 没有 真的就是热 你就是苦肉计 别以为我不知道 许清只能强行辩解 我怎么可能用这种 愚蠢的办法来捏带自己 你也太小看我了 江河直接一招以退为进 那我搬到你屋里 我们两个一起吹风扇 许清瞬间露出本来面目 兴奋叫好 小拳头捏得贼起劲 江河用看破一切的眼神 看着他 场面一下有些尴尬 沉默了足足一分钟后 许清才尴尬道 开玩笑了 女孩子最怕热了 我怎么会让你搬过来 这下轮到江河进宫了 一个单刀直入直指腰害 你怎么知道女孩子都怕热 许清瞬间哑口无言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因为劳资只是一只狗 呸 这叫知识诅咒 江河捏紧了拳头 你就会糊弄我 之前你跟我说灭霸 我查了查 知道灭霸和钢铁侠打架 最后钢铁侠死了 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许清懵了 脑袋当机了 难道 我说的所有话 你都会跑去查一查 江河一脸认真 当然了 不懂的就要查 我也知道 你背着我知道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许清忽然感觉一阵没来由的心慌 好家伙 江河还是那个江河 明明什么都知道 但就憋在肚子里看自己表演 真是越来鬼惊鬼惊的 许清只能尝试着解释道 知识诅咒是确实存在的 简单说 就是每个人都只能在他的认知水准基础上去思考 人无法理解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 懂了就是懂了 不懂的人再怎么解释也不会懂 所以我并没有骗你 江河却小声嘟囔道 你想骗也骗不了我 只是我让你以为你骗到我了 许清大惊失色 卧槽 你现在还学会故弄玄虚了 江河双手抱胸 不懈地扭过头冷哼了一声 瞧不起谁呢 论一个陷入热恋的女孩会如何自我催眠 这个女孩为了说服自己 让男朋友和自己同睡一张床 竟然想出放一把剑在床中间的办法 还说他们都穿着睡衣 还说反正男朋友也打不过他 自己随时都能将他踢到床下去 可这真的有用吗 今夜 此起彼伏的缠名如同躁动不安的人形 江河红着脸轻声告诉许清 大床重新让给你 许清不同意 这样和把房间换回来有什么区别 江河依旧低着头 不是你一直不同意换回来的吗 江河认为 睡一间房 两张床 总比同床共枕要好 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被偷偷骗着生了小孩了 许清也是垂着头 思考了良久 现在自己那个房间 就算垫着凉袭都没什么用 还搞得身上都是印子 总不能真让自己吹空调 让他回杂物间热着 这确实算是目前来说最好的办法 江河见许清不开口 悄悄瞄了他一眼 轻轻叹了口气道 等我把这局游戏打完 我就帮你把床搬进去 许清顺势同意下来 兴奋地拿着一张椅子 在江河身旁坐下 将他的腿放在自己腿上后 许清开始给他讲起这个游戏来 我和你说呀 这套牌的盛典是洗牌 只要把大量老鼠洗进他的牌库 让他的牌越打越多 你就赢了 许清一边说着 一边给江河按了按筒 几分钟后 江河惊呼 我们赢了 他兴奋地扭过头 我们再开一把吧 许清却缓缓吐出两个字 搬床 无奈 江河只好跟着许清来到房间门口 他看了看许清的床 又看了看自己的床 这时他才意识到 放两张床的话房间就很紧了 而且都要睡一个屋子了 刻意搬床好像有点矫情 而且两张床并列放着 和睡同一张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思来想去 江河最终决定了 他抿着嘴唇突然开口道 要不 正在收拾东西的许清 疑惑地扭过头看向他 怎么了 江河背对着许清 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继续说道 要不你 把剑放在床中间 我们一人睡一半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许清瞬间兴奋起来 那简直太可以了 江河脸红的不行 反正我们都穿着睡衣 许清一把冲到他面前 对啊 就是说呀 反正 你也打不过我 敢碰我就能把你踢下去 对 就是这样 没错没错 江河感觉自己的脸都快熟了 热得直冒起 许清怕他反悔 当即便推着他回到客厅 一边笑嘻嘻地说道 那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你继续玩游戏 我先去洗个澡 洗完我就收拾东西搬过来 说着他一把将江河按在电脑前 直到听见浴室门关上 江河才回过神来 呆呆地看着浴室 许清则是畅快地洗着澡 一边哼着小犬 十分钟后 许清擦着头发走出来 静止来到江河身旁 你准备什么时候睡觉 江河却说我想再玩会游戏 许清抬头看了看时间 那我也再看一回视频吧 于是 两人一个心不在焉地玩着游戏 一个强装镇定地看着视频 想到今晚将要发生的事 许清不禁感慨 这么顺利自己是真没想到 本来还以为要先争取打地铺睡段时间 再慢慢来的 整得现在他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很快 时钟便来到十一点 那个 十一点了 该睡觉了吧 听到这话 江河像被踩到尾巴的猫咪 一下子就炸毛了 他沉吟了片刻后 反复刑场一般 捏着拳头走向浴室 可许清等了许久 也没听到浴室门有啥动静 这都已经快四十多分钟了 怎么还不出来 他该不会太激动 晕倒在浴室里了吧 不知又过了多久 发着呆的许清突然听到声音 你怎么还没睡 许清立马扭过头 我在等你啊 江河都吓坏了 我们又不做什么 你干嘛等我 他心里还一边吐槽着 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得寸进尺 自己本来还想等他睡着了再钻进去的 许清则是揉了揉鼻子 我们是不做什么 赶快睡觉吧 已经不早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 脸都憋红了 回到房间 江河看见长剑放在中间靠左的位置 忍不住询问 你怎么不把剑放在中间 许清一屁股坐在床上 我睡觉有这么点地方就够了 也怕你睡得不舒服 说着他又看了一眼江河 都快十二点了 你还打算站着吗 情况如此危急 江河脑袋又开始迷惑了 他想不通自己 我怎么会这么一气用事 怎么随随便便就同意和他睡一张床啊 二娘会怎么看自己 寨子里的人会怎么看自己 婆婆 啊呸 许清父母会怎么看自己 江河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 脑袋也完全当机了 不行的 我们还没有成亲 我不怕热 我还是去你那睡吧 说着江河直接转身跑出房间 许清还想说些什么 江河却直接碰的一下关上了门 只剩下许清独自凌乱 好家伙 感情这整了半天 最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 一段懵懂的爱情到底能有多好玩 女孩上一秒还扭扭捏捏面红心跳 下一秒竟将男友一把扛起 狠狠丢在自己床上 但却在二人中间放了一把剑 告诉他这是两人的三把鞋 这天晚上 江河本来已经答应一起睡 却在最后时刻变了挂 跑去了杂物间睡 许清这哪能答应 当即就板着脸推开杂物间的门 看着江河正在收拾床铺 许清快步上前 直接将他挤到一边 接着猛的扑倒在床上 就差明摆着告诉江河我很气了 见江河还是不说话 许清只能先行开口道 我不吹空调了 你睡回去了 毕竟攻略开源老婆尚未成功 自己还需努力才行 江河直接被他整蒙了 一脸纠结的喃喃着 我 我真的不怕热的 许清想了想 那我们一起躺这儿 这话一出 江河瞬间沉默了 果然还是不行 许清心里一阵无奈 但还是翻过身告诉江河 反正你只能在那边睡 这里没得商量 话说呀 你不是说要省电吗 你不是说不能浪费吗 江河似乎在进行剧烈的思想斗争 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许清则继续忽悠 明明我俩天天抱一块青都行 结果还 我去 许清话说一半 忽然感觉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抱起 扛在肩上 许清甚至来不及放下床单 就已经被江河抱着来到大房间 只见江河面色凝重 将许清往床上一丢 接着拿过长剑猛地砸在许清身旁 自己翻身上床 躺在长剑的另一侧 好了 睡觉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许清甚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带宰的羔羊 两人就这么躺着 辞谁的心跳更快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江河突然扭过头 把那个被子还给我 许清乖乖将被子递了过去 江河连忙一把抓过 蜷缩着身子死死地抱着被子 仿佛这样就不会让他有一丝可趁之机 这还不够 江河还很认真地告诉许清 胆泡我就把你踢下去 然后我再帮回去睡 这本来就是你的房间 许清举起手认真解释 不对 杂物间才是我的房间 我就是过来吹空调而已 绝对没有其他心思 我发誓 江河此刻才后知后觉 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没想到最终 两人还是不知不觉就睡到一张床了 被骗了被骗了 江河气得捏紧拳头 我就知道 从刚开始换房间时 你就已经不安好心了 这就是个苦肉计 如果当初没有用乱七八糟的理由非得换房 他想赖在杂物间的床上 肯定会被自己一脚踢出去 也绝对不会搬过来 现在房间换掉 他死皮带脸想要搬进来 自己想回杂物间还回不去了 一回去他就耍赖 江河感觉越想越气 不行 得找机会揍他一顿出气 又过了一回 江河突然偷偷瞄了一眼许青 像是确认 又像是怀疑 但两人确实实实在在的躺在了一起 江河修得无紧了脸 心里一阵悲呼 二娘 我把恩人带到床上了 说好的清清白白呢 察觉到江河的想法 许青扭过头安慰道 我们又没做什么 问心无愧 只不过距离近了一点 碰都没碰到呢 对于男女朋友来说 我们简直纯洁成白纸了好吧 江河已经修得脑子全都空白了 支支吾吾的 当初 当初 我们 许青摆了白手 别我们了 我老老实实缩在这里 多本分了 你可以再过来一点 不然小心半夜掉下床去 江河猛地坐起身 直接爆发了 我不 现在只是睡一块 过几天你肯定又要得寸进尺 早晚要碰到我 许青笑了 笑得得意至极 你都说了早晚 那早一点也没关系嘛 见此 江河突然露出十分和善的笑容 好啊 那你把手伸过来 许青不宜有她 还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天真的伸出了手 下一秒 江河狠狠捏住掰了一下 一个细微的咔嚓声响起 随即 不管许青疼得多难受 江河自顾自的躺下 你说的早晚都要碰 所以我先发制人了 许青欲哭无泪 那现在你都愣过我了 我现在能碰你了吗 不行 碰我就把你踢下去 许青麻了 刚刚这一下白矮了 又过了许久 许青还是睡不着 又翻了个身 江河忍不住询问 你怎么还不睡 都第六次翻身了 没有 我睡不着 许青现在平静下来后 又被周围的香味弄得神魂颠倒 这床也太香香了 明明用的是一样的沐浴露洗发水 为啥她的床会这么香 突然 许青试探性地询问 可以把你的手伸过来吗 伸手干嘛 没干嘛呀 摸摸手又没关系 江河想了想 好像是这样哦 之前也都摸过了的 既然这样 就只准你摸手 说着江河缓缓伸出 许青连忙双手握住 这小手真软 许青又抓起 放在嘴边亲了亲 真香啊 等等 许青忽然发现不对 怎么是大宝的味道 你偷偷用我的大宝吗 江河有些干大的 看向另一边 我猜没有 许青却不依不饶 明明就是大宝的味道 你没买护手霜 江河心虚不已 我买了的 这用的就是护手霜 你不老实 江河直接打断 我就是用的护手霜 我困了 睡觉 这家伙 长的是狗鼻子吗 许青也假装不爽的 男男道 这是明天再找你算账 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 许青看着 已经睡着的江河 这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实在太美妙了 即使不碰 在这儿看着他睡觉 也是非常舒服的 随即 许青轻轻喊了声 女侠 确认他睡着后 又轻轻碰了碰他的小脸 自己的老婆就是好看 一边想着 许青握住他的小手 就这样 晚安吧 女孩跟男朋友 同睡一张床过了一夜 虽然中间隔着一把剑 但女孩却告诉男朋友 如果哪天他敢对不起自己 自己一定会一剑戳死他 男人笑着说 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 转头却看见 女友的私人衣物 这个倒是没怎么准备 这天一早 许青悠悠睁开双眼 阳光已经开始有些刺眼 而一旁的江河 也已经不见了中影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起的 许青拿起剑走出房间 江河正坐在电脑前 看着视频 手里拿着一杯酸奶 见许青睡醒 脸蛋稍微红了些 但他还是努力保持 自然的打了个招呼 醒了 许青指了指手里的剑 你今天不练剑吗 东西还留在我这里呢 江河看都没看 我今天不练 片刻后 许青正在卫生间洗漱 却突然瞥见一旁的护手霜 是江河的 许青拿起来掂量了一下 还剩挺多的 他是舍不得用吗 一边想着 许青好奇的打开闻了闻 下一秒 许青心里一个卧槽 一道闪电划过 这里面特么根本就是大宝 他连忙冲出卫生间 一把将护手霜拍在江河面前 插着腰致问道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你的护手霜变成大宝吗 江河装傻的扭过头去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许青气的捏紧了拳头 不懂 你不是说买新的吗 这特么不是大宝 江河惊慌不已 不 这就是大宝为的护手霜 新款的 许青笑了 笑得一脸想打人的样子 你花几块钱买一大袋 然后挤到这个瓶子里 他就不是大宝吗 江河吓坏了 扭过头瞪大了眼看着许青 你怎么知道 许青双手抱胸 你以为我傻吗 算了 以后我帮你买 看你再换大宝 居然为了省钱玩这种操作 江河一脸不服气 可是 可是真的好贵 许青一副并非如此的样子 语重心长地告诉江河 那一瓶能用好几个月 这样一算就很便宜了 行了 先吃早饭吧 吃完我整理一下房间 你给我老实做题 很快 一顿早饭过去 许青正在房间整理衣柜 江河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地 凑过来询问 我们就这样住在一起了 对啊 许青回答得快速又随意 江河却陷入片刻的沉思 想了想才警告道 如果你哪天做出对不起我的事 我真的会一件戳死你 许青终于扭过头 一脸调侃 所以你之前说的都是假的 文言 江河直接落荒而逃 临走不忘再说了一遍 反正这是没得商量了 许青看着他的反应 自己又何尝不清楚 两个人 自己早就没给自己留余地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许青视线下意 现在这样贸贸然搬过来 好像会有许多尴尬 真是大意了 自己完全没经验 整理完后 许青走出房间 见江河拿着课本 居然自己在做题了 江河想了想 突然开口道 一尺之锤 日取其半 万事不结 怎么会有这种事 许青笑了笑 因为每次只拿一半 另一半也越来越小 当然就拿不完了 虽然这放在实际生活里很难成立 但是在纯数学理论上 他就是这样的 说着许青还比划了一下 对半对半几十次后 可能肉眼都看不见了 但只要是取一半 他就能胜得下 无限接近 但永不为零 小了还可以更小 无限靠近零 但就是不为零 理论是理论 生活是生活 具体场景里面应用起来很难 但理论上 他是无懈可击的 闭口气解释完后 许青一阵欣慰 看来他开始对学习感兴趣了 谁知下一秒 江河突然期待地扭过头 那我可以玩游戏了吗 许青懵了 好吧 完完全全就是自己想多了 不久后 许青和王子俊来到医院 秦浩在医院待了半个月 今天是他出院的日子 见秦浩出来 王子俊激动大喊 来了来了 热烈庆祝咱们的大英雄出院回家 秦浩看着手里的鲜花一脸嫌弃 怎么还搞那么花里胡哨的 大男人要什么花 王子俊摆了白手 没 就我宋女孩人家没药 就被你带过来了 插花瓶里能养一个多星期 这是兄弟的爱 你要好好对待啊 秦浩直接摘下花叉在王子俊头上 许青在一旁拍视频 对对对 那边也给插一朵 别动 我在拍呢 哈哈哈哈 钓鱼老从不空军 这个女孩没钓到鱼 居然耗了一只大鹅回家 男朋友都惊呆了 这该不会是哪里顺手撸回来吧 这天 许青和王子俊去接秦浩出院 回去路上 秦浩突然想到什么 在包里一阵翻找后 有件事忘了说 咱们三上报纸了 秦浩将报纸递给许青 许青都惊呆了 卧槽 咋没人通知我呀 只见报纸上赫然是三人的合照 一旁还有被制服的小偷 许青感动不已 没想到自己也有一天能上报纸 哎呀呀 我记得你们说早晚会在新闻上看到我来着 这不就实现了吗 秦浩则是不耐烦地摆了白手 去去去 我们当时说的是 你早晚上今日说法 许青却懒得搭理 这报纸我拿走了 拿回家裱起来挂我爸书房 让他天天看 开车的王子俊也兴奋地询问 有我吗有我吗 说着他还摆弄着后视镜看两人 秦浩吓坏了 那天你就只顾着鬼叫好吗 还有你开车的时候好好看前面行步 王子俊一脸不爽 切 我那是在喊人 不然你俩按不住咋办 再说我这么弱 冲上去也是玩玩 讲着那时还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 这两个人已经上手了 接着浩子就捂着肚子哗哗流血 那驾驶可要死了一样 不是我说 浩子你这也太完命了 要不换个岗位吧 做后勤什么的 秦浩一听顿时满脸不屑 换什么换 我还想转刑警呢 王子俊是真无语 实在理解不了你这个肌肉人怎么想的 难不成脑袋里也都是肌肉 许青则是突然开口 采访一下 光荣的秦浩同志 住院这半个月有什么感想 秦浩直接竖起大拇指 舒服 闻言 王子俊猛踩了一下刹车 虽然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但好孩子千万不要学 秦浩一个猝不及防 脑袋狠狠磕在前排座椅上 肚子的伤口一阵撕裂的疼痛 你干嘛呀 王子俊头也没回 你不是舒服吗 听出兄弟话里的责备 秦浩悠悠叹了口气 这叫痛病快乐着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天天想着在路上瞧见个什么事 再捂着腰大喊 别动 警察 虽然腰里没枪 也算过了个瘾 真别说 当时看到那姑娘特意过来泄我 那心里成就感爆棚 要是没有我 我们路过 他包里的营业额被抢了不说 说不定还得受点什么伤 许青一把烂过秦浩笑了笑 对啊 要不是我 你就英勇就义了 秦浩无奈又恼怒 得意不死你 等红灯的王子俊也扭过头 嘿 要不是我 你也没这机会表现 这话一出 两人皆是无语的看着他 确实 要不是这货提出来去上网 早就各回各家什么也遇不到 许青率先开口 指着他调侃道 看准了呀 你俩在一块才是扫把心 会出事 和我没关系 下次出去晃悠你喊他 秦浩也是无奈的笑了笑 看来咱仨只要凑一块 准妥妥的有事 本来他觉得自己的乌鸦嘴 得和许青在一块才好使 现在事实证明 王子俊才是那个衰鬼 王子俊听得又不乐意了 急忙呸呸呸 别乌鸦嘴呀 我正特么开着车呢 别转头又把你送回医院了 咱仨还住一个房间 放心 这叫反向毒奶 越说没事越出事 我为了你的安全 你可闭嘴吧 不久后 三人来到秦浩家 秦叔拿着扫把对秦浩一阵比划 嘴里喃喃着 进门前 把灰气都扫光 随即 文艺复兴还是准备打仗 秦叔却是一脸自信 等我做完了 一半按时就穿这个 看谁能伤你 许青兴奋的上前 我那个也快做好了 到时候看谁先做完 秦叔一个冷横 我可不会输的 秦浩对着一大一小一阵无语 我有点困 就先回房间休息了 你们自便 许青摆了白手 那行 我们也闪了 你好好休息 下了楼 两人刚准备上车 许青突然想起什么 要不你先走吧 我正好回爸妈那里看看 这样 行 片刻后 许青来到家门口 从背后掏出刚才的报纸 又用力将纸中抹平 接着才一把拉开门 妈 我回来了 老妈一阵疑惑 就你一个人过来 江河呢 就我一个 正好顺路过来看看 我爸呢 在书房写字呢 于是 许青笑嘻嘻地推开书房的门 啊 老许扶了扶眼镜 你怎么来了 笑得贼没鼠眼 准没变什么好评 许青一把将报纸摊在老许面前 您瞧瞧这个 黄昏 夕阳烧红了天 江河背着鱼竿 手里攥着一只大鹅 兴奋地喊着我回来了 正喝水的许青直接喷了 不是 你为什么会拎着只鹅 难道这家伙 钓鱼没钓到 就顺手抓人家一只鹅回来 男人拿女友手机给自己备注夫君 女孩瞬间心花怒放 男人故意调侃不行就换一个 谁知女孩却转身将手机藏到房间 说手机没电改不了了 这天江河钓鱼回来 手里居然拎着一只大鹅 传说一鸣合格的钓鱼老 为了不空军简直无所不及 许青吓坏了 你哪来的鹅 谁知江河轻飘飘地回了剧 我买的 说着还看了眼时钟 下次得早点回来做饭 随即他便准备去厨房 将大鹅处理了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停住脚步 一脸疑惑地捏着鼻子 什么东西这么臭 听到这话 许青这才想起 他指着桌上的榴莲 忘记和你说了 我给你留了好吃的 看着散发着诡异气味的榴莲 江河吓坏了 邓卓眼一言不发 许青连忙安抚 这个叫榴莲 和臭豆腐一样 闻着臭吃着香 江河一个闪身 我不吃 接着蹬蹬蹬一阵小碎骨 直接跑进厨房 仿佛慢一秒就要被堵死 原来这榴莲是许青从老许那里吭的 他本来是想把老房子吭到手 但老许没同意 只好吭了个榴莲准备给江河尝尝 可惜他不吃 片刻后 江河在厨房收拾 许青抱着冬瓜凑进去满脸怀疑 这鹅哪买的 真不是你偷偷在哪抓的 江河头也没抬 旧市场有个老太在卖 我觉得他好可怜都没人买 于是就买回来了 那你钓的鱼呢 我和萍萍一起钓的鱼 他一条也没钓到 我就把自己钓到的都给他了 萍萍 许青一脸嫌弃 你这么大方啊 没有啊 反正那么几条鱼 我们两个也不够吃 不如给他 许青想了想 也确实 如果是女侠在外面抓的 估计一进门 就会喜滋滋的和自己炫耀 这是自己到野外打猎的战利品 不久后 一盘红嫩大鹅被端上桌 许青擦了擦口水 厉害啊 第一次就能做得这么像 文言 江河不以为然的解释道 做菜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控制好火候和调料就行了 许青迫不及待的加起一块 巴唧巴唧啃了起来 味道怎么样 许青直接伸出大拇指 香 满足的许青开始幻想 就算每天被女侠喂成胖子 能吃上那么好吃的菜也不亏啊 江河则是将一根鹅爪放进他碗里 你不是喜欢饺吗 给你吃 许青一阵无语 扭头给冬瓜也喂了一块 偶尔吃一点还是没问题的 这时 江河手机突然震动了两下 是平平的消息 许青心里一阵不爽 上次还是喊公平了 现在都变平平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凑了上去 我看看 他发了什么 手机上赫然是一盘做好的鱼 江河看了看 好像是裹了面粉炸的 下次我们也这样吃 许青还没点评 却突然看见下方的被主 等等 那个青青是怎么回事 许青激动不已 肯定是那个女人教的 老子堂堂七尺男儿 叫我青青 江河还没反应过来 这个是你啊 我当然知道 但你不觉得 听起来像女人吗 江河脑子一下没转过来 震惊地看着许青 你像女人 我是说这个名字 手机给我 拿过手机后 许青想了想 片刻后 心满意足地递还给江河 好了 就这样 江河接过手机 闭脸狐疑 手机上赫然改成了夫君 这 这就当夫君了 江河羞涩不已 脸上一片红韵 正在收拾碗筷的许青 发现江河正一脸暧昧地看着自己 立马也似笑非笑地看向他 江河连忙扭过头 见此 许青伸出手 算了 弄个夫君感觉也挺违和的 手机给我 我再改一个 谁知江河却捧着手机一把捧 静止冲进了房间 许青都懵了 片刻后 江河又一脸严肃地走了出来 心虚地告诉许青 没法改了 手机没电了 许青哪里不知道他的小九九 只是轻轻输了口气 算了 你喜欢就行 不久后 江河正在玩电脑 许青在沙发捏铁环 却突然听见一段音频 有一女子被人持谢抢劫 执法途中 幸好遇到 热心群众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网上很多被试虚 练拳先练腰 利从地起发鱼腿 利达肩肘腕 天下五穴 万便不离气宗 许青察觉一丝不对劲 你在看什么 这鬼畜怎么这么熟悉的感觉 江河叼着一根红薯杆 指着电脑回过头 以上首页了 男人被做成鬼畜上了热门 所有人都以为他 在外面威风凛凛 在家就变成气管炎 殊不知 他们以为的根本没错 此刻视频里 许青一脸不屑 神功不至于 就是虎吃拳 接下来又是他徒手抓歹徒 一个双风怪儿 将歹徒打晕的画面 接着又是各种搔手弄姿 练功必须 妖马合一 什么罚战 不存在的 在江河面前 还是太弱了 我说东塔 不敢往西 这就叫家庭地位 老婆亲一个 滚 许青跟江河看得目瞪口呆 这鬼畜也太会玩了 许青看得无语至极 特么又是双风怪儿 又是罚战 看上去一副武林高手的样子 最后的反转是面无表情 说太弱了 这画面剪辑的没水了 许青接受江河的鼠标 我看看怎么上首页了 江河一脸蒙 就是一打开就看见了 说着江河突然傻笑 你看你好像在外面很强 回来就很弱 许青难得老脸一红 不是好像 这是事实 视频看完 许青彻底人马了 感觉自己完蛋了 一事英明全毁了 果不其然 王子军立马转发视频 毫不掩饰地嘲笑 许青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这家伙想说啥 随即 他又刷新了一下视频 瞬间涨了几万播放 一股苦涩涌上心头 好像有点要火了 他又点开自己的账号 自己做索子甲的视频数据 也长了好多 许青不得不接受 自己真的火了 什么民间武术家 手挫盔甲 建议勇为热心市民 几个标签下来 这人设实在有看点 这运气简直了 而运气之所以叫运气 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以什么方式来 江河还是有些懵 所以 这个是好事吧 许青懊恼地挠着头 算是吧 目前来说 还算是个好事 毕竟这人设有些无敌 在外是拳打持蟹歹徒的高手 在家是受气包 鬼畜透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也有一往这方面 但是吧 许青担心一个问题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许青下意识地将手机拿远 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他颤颤巍巍地接通老许的电话 接通的一瞬间 老许咆哮的声音立马传来 那个虎吃拳 怎么回事 许青舔着脸 就是开玩笑 我不是练了几天拳吗 白天和你说过了 不然那天我得和耗子一起躺进去 老许一脸怀疑 那你们两个又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做什么视频 他弄什么什么信息的吗 是啊 就是通过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微处理系统 连接调制解调器到服务器 和其落使用者进行调换活动 老许根本不想听 别和我扯 你们这是在干嘛 许青被突如其来的大嗓门吓了一跳 哎呀 我俩这不是闲得无聊吗 在家没事打打游戏 然后我就 那个什么 你懂的 我懂个屁 总之就是打打游戏 练练功 做做盔甲 然后赚点零花钱 那个视频是假的 断章取义 我怎么可能被欺负 谁管你会不会被欺负 我问的是这个吗 许青甩甩手 哎 爸你听我解释 我可能要火了 等我赚他几百万 您就是富一代他爹 别和我来这一套 你们是做那个什么 直播是吧 是啊 我们是在直播做盔甲 许青如此坦诚的承认 老许都懵了 见电话被挂掉 许青心里略微一猜就知道 老头子大概是还没想好怎么说 看到视频一冲动打过来电话 等着好好和自己掰着一番 结果许青承认太快 让老头子没跟上思路 大概真相就是这样了 这么急躁 一点都不稳重 江河见许青打完电话 突然有些担心的询问 你父母是不是不喜欢这个 毕竟自己家儿子 一个大男人 被女朋友说太弱了 怎么想都不会高兴起来 算是吧 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叫人删掉 许青摇了摇头 不用删 要删的话也比较麻烦 那你父母 江河正要说 许青却敏锐的察觉不对 是咱们爸妈 江河瞬间愣住 许青非常贴心的笑了笑 这妮子就是喜欢想太多 江河似懂非懂 小脑袋瓜有些转不过来 许青则是掏出笔记本 视频都已经出来了 得趁着上手也多捞点好处 不然岂不是亏了 江河拖着下巴 什么多捞点好处 就是我要从你这直播间引流一下 然后做个热播剧的视频 原著粉和演员粉丝炒得很厉害 再蹭一波流量 女孩在沙发上可以轻轻抱抱举高高 在床上却不让 说什么在沙发是亲密 在床上就是下流 小脑跟许青正在直播 却被一个恶搞自己的鬼畜视频整蒙了 许青举着一片锁子甲 大家好 这个菜篮已经接近尾声了 今天就能把它做好 今天我看到首页上有个鬼畜 我大意了 是谁偷袭我 能不能站出来说说话 一个名为胡大同树的人 发了一条弹幕 许青凑近一看 立马认出这个家伙 当初开播第一天 就是这货在直播间 静静出出反复横跳 是不是你 胡大同树立马回复 不是 怎么可能是我 许青却摆了白手 是不是都没关系了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就不隐藏了 没错 我就是虎吃全地 不知道多少带船人 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算了不吹了 反正是很厉害 从视频也能看出来 你们谁能站一个小时 没有人 趁这个时间 我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先见IP正版手游 新鲜剑七侠转之挥剑问情 6月9日全网正式上线 上线就送100抽 资源多到根本领不完 赵灵儿 李逍遥 林月如 龙奎 快来选择你的最佳阵容吧 江河听得都尴尬了 以前怎么不知道 这家伙这么会吹 不过今天才播了十来分钟 就已经比昨天播到中途的时候差不多了 甚至还要更多一些 许青则是想着自己 出手就把人打趴下的热心市民 直播捏盔甲和练装 这一点挺吸引人 看来终究还是红了背景板 随即 许青走到一旁 将做好的锁子甲拿了出来 大家可能会好奇我身后挂着的锁子甲 我在游手好闲青大人里有完整的叫场 就是闲得没事做来穿着玩玩 哥家里当个摆设 要说具体为什么做 其实从小我就喜欢这些武术什么的 做的视频大多也都是武侠相关 打完广告 许青将锁子甲放在桌上 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今日份战装 与此同时 看着鬼畜视频的老许忍不住皱起眉头 就这 这就是一巴掌 把人家拍得直抽抽的虎吃拳 什么玩意啊 老许脑袋嗡嗡的 我们老许家和许楚 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么远 这小子从哪学来的 老许念头一转 或许 自己可以找个人问问 他拿起手机 小耗子 你知不知道青子在练什么拳 消息休得一下刚发过去 秦浩立马激动回复 知道 老虎拳 可真的是的 叔 你家是许楚后辈 你帮我看看 我家祖上是不是秦琼 秦琼 老许都懵了 对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 你看那个 老许直接关掉手机 懒得再听下去 现在的孩子 真是一言难尽啊 另一头 时间来到八点 许青长舒了一口气 一边收起姿事 江河突然想到什么 转过身询问许青 你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直播练功 没事 我被挂暗了 不伤人的话 没什么问题 又没到你那种 撞断术的程度 来个专业训练过的 都比我强 说着许青擦了擦汗 毕竟 我只是强身健体而已 江河换了个话题 我们好像有 非常多的人在看了 大航海又新增了 几个剑长 许青点了点头 是啊 这个酸奶美少女 防管还做得不错 随即 许青继续剪视频 江河则是坐在他身旁 一边看着一边心想 平时这家伙都会 跑过来扒拉我腿 一起玩游戏或者看视频 现在一直闷头 抱着电脑做事 让我玩游戏的时候 无端生出一种罪恶感 想到这 他突然开口道 看你今天一直在忙 我就觉得一直玩游戏很别扭 许青笑了笑 理解的 就像上学的时候 寝室有个人一直学习 别人就很惭愧那种感觉 所以 你是来勾引我和你一起玩的 什么勾引 说那么难听 许青则是递过一本数学练习册 诺 坐吧 江河无语至极 直接无视许青 从地上捡起一本书 接着熟练的半躺着 将脚放在许青腿上 许青有些不好意思的问起 其实晚上睡觉你也可以这样 干嘛一到了床上就不让碰 这话一出 江河瞬间如同炸毛的猫咪 激动无比的喊道 就是不行 许青都懵了 这不是一样吗 在沙发上可以抱抱青青 在床上就不行了 这是什么道理 江河心里一阵咆哮 什么道理 虽然都是一样的 但地点不同就是感觉不一样 在沙发上抱就抱 在床上睡一起 不行 想到这 他一脸正惊地告诉许青 在沙发上是亲密 在床上就是下流 许青人妈了 这妮子 不好骗了呀 他只能硬着头皮尴尬解释 做些其他的才下流 只单纯地抱抱一点影 江河一点也不想听 贴过头往后一躺 不久后 许青突然把手放在江河腿上 两人都羞红着脸 许青则在想着 这样的生活就很好 人应该知足 当初想碰一下 还得绞尽脑汁想个理由 现在在这里坐着 他自己就跑过来了 做人呢 一定要知足 江河突然开口 你继续拿着我的腿 你不会诱了 许青直接打断 我现在是正常反应 我不是变态 上次是上次 偶尔解决一下 要节制 现在我在工作 请你不要乱动好吗 文言 江河若有所思地呕了一声 对了 你为什么不玩游戏了 不是说了吗 你在这认真做事 我在玩游戏 感觉自己就像个 游手好闲的废物 要不然你去卧室做事 这样我看不到你认真做事 玩游戏就没有压力了 不行 你死心吧 说着许青扣了一下江河的脚心 一边把玩起来 我就要在这儿 让你感觉惭愧 然后你就会好好看书了 提高自己智商 才能在这里活得更好 如果你不努力学习 只会打游戏 会变成一个网瘾少女 天天都沉浸在虚拟网络 然后换好多游戏玩都没意思 最后找到社交类游戏 天天和其他的网瘾人试玩 发展出网恋 然后被别人勾搭跑 哦对 你虽然不聪明 但还没蠢到那种程度 那就 你变成一个网瘾少女 天天打游戏 最后什么也不会 变成一个愚蠢的 只会打游戏的妇女 在家给我做饭洗衣生孩子 然后打游戏 江河不乐意了 我现在已经赚到钱了 并不是只会打游戏 许青却笑了笑 一切凭运气赚到的钱 最后都会凭实力再失去 你无法赚到超出 你认知以外的钱 你真以为那是你赚到的吗 文言 江河无力反驳 要不 我就做个愚蠢的 只会洗衣做饭 生孩子和打游戏的女人吧 许青直接实话了 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女侠大大 你要自重啊 男人与女友同居一年 今年终于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女友居然曾经趁她睡着 偷偷溜进过她的房间 这天夜里 许青的鬼出视频意外火了之后 老许打电话过去询问 没想到许青直接承认 整得老许一下有些怀疑人生 自己还没想好要怎么教育这小子 她就干脆利落地承认了 真是欺人太善 而且她居然不瞎扯些什么歪理 真是奇了怪了 这小子现在这么唬的吗 就在这时 许青老妈走进房间 一屁股坐在老许身旁 你还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没什么 那亲子今天过来干嘛 就为了给你显摆显摆上报纸的事 一提许青老许就没好气 她想要老房子 说给她的话立马就结婚 老妈顿时乐了 那感情好了 给她呗 我也想抱孙子了 老许却不乐意了 别扯 她才多大 能当老子吗 老妈脸色微红 也差不多了 当时我怀亲子的时候 你也差不多岁数了 老许一瞪眼 我跟她 那能一样吗 老妈却有些懵 你俩 哪不一样 文言 老许突然在手机上翻找起来 你等等 片刻后 老许突然得意地将手机递给老伴看 一个通俗易懂的表情包 父母25岁的时候和现在我们的25岁 那叫一个生动形象 老妈两眼发光 这是从哪找的 看着还挺好玩 老许却一阵冷笑 你也就只会用用那种中年人的表情包了 哪像我这么与时俱进 不过 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玩 但别说 还挺好玩 突然一道提示弹出 那小子又在小破站更新了什么玩意儿 老许一点开视频 一个正义的声音响起 愿你在冷铁卷刃前 得以窥见天光 本来我是不喜欢吐槽的 但是 墨皮磨得和鬼一样 看看女主这一脸惨白 再看看她周围的人 简直不是一个画风好吗 重点还是标榜武侠 武侠 这踏马简直是侮辱 我爹拿皮带抽我都比这个更武侠好吧 原来是许卿吐槽某国产电视剧的视频 老许都懵了 我以前拿皮带抽他的时候狠狠吗 老妈也有点懵圈 我也忘了 就记得他哭得挺惨的 这样啊 老两口很默契地沉默下来 另一头 江河也看完了视频 他有些好奇地抬起头询问 你爹为什么要拿皮带抽你 许卿顿时乐了 那可多了去了 什么用鞭炮给耗子炸一身狗屎啊 把鱼缸的鱼拿木棍串起来烤了之类的 江河想不通 怎么会有这么见的孩子 许卿则是看着视频数据 发出去才三个小时 播放量已经七万 涨了几千分 财富密码呀 这事 简直受宠若惊 随即 许卿起身朝房间走去 一边提醒江河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睡了 不久后 两人睡在一张床上 中间依旧放着一把剑 许卿想了想 突然转过身 其实我觉得光是放把剑也没什么用 你晚上翻身翻过来 剑还会割到你 江河哪里不知道他的小心思 嘟着嘴根本不搭理他 这时 许卿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搬来上次在游乐园 拿到大熊玩偶放在两人中间 你看 这样就算我们怎么动 都不会碰到一起 怎么样 江河戳了戳大熊的鼻子 说了声好吧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文言 许卿直接将剑拿开 心里一阵加油打气 好样的 许卿你已经跨出了第一步 冬天的时候就在计划现在这一切了 不能得寸进尺 腰之足 足够的耐心是成功的基本素质 两人就这么一人一边躺着 许卿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说起来 你晚上都喜欢黑漆漆的吗 其实可以弄个小夜灯 小夜灯是做什么的 就是晚上不至于太黑 留个灯起夜 或者做其他什么都方便 江河吓得爬起身 一脸警惕地询问 什么做其他的 你想做什么 许卿一脸兴奋 小夜灯是非常常用的小玩意儿 我就问问你要不要开 一般人睡觉都会开着 我也会开 江河脱口而出 你撒谎 你就没开过 许卿剑被拆穿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下一秒 他突然反应过来 好家伙 你怎么知道我开没开过 江河吓得浑身僵硬 过了许久才心虚道 我猜的 这叫知识的诅咒 我没办法和你解释 我是怎么知道的 好了 我困了 快睡吧 说着他将脸埋在大熊底下 许卿却想起某个夜晚 上次我好像半夜迷里乎乎 摸到什么东西 江河心跳加速 反正不是我 听着语气 百分百是他没错 你半夜摸进我房间做什么 我没有摸进你的房间 许卿一脸审视地看着他 我和你说你这是赖皮 我连进你房间都要和你打声招呼 你去半夜到我房间 鬼鬼祟祟对我做些什么不可告人的 我没有 江河红着脸打断 我就是 过来看看你热不热 文言 许卿顿时愣住 这丫头 真的是 男人是个变态 喜欢抱着女朋友的鞋子睡觉 而他的女友同样不是好人 竟然在男人睡觉时 故意用脚尖去勾男人的小腿 这天夜里 江河忍不住询问 你怎么不说话 许卿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你不是说睡觉吗 文言 江河一把扯住被子翻过身 那就睡觉吧 可他的心理却不似表面上那么平静 大半夜跑到男人房间里 竟然还被发现了 江河呀江河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 忽然 许卿悠悠开口道 其实我从冬天就开始计划 这一张口 明显就是坦诚局 江河诧异地扭过头 许卿则则是继续说着 就是计划和你换房间 夏天这么热 你肯定不会同意从杂物间搬过来 所以那时我先和你换 然后现在你一定会同意我搬过来 趁这个时间 我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先见IP正版手游 新鲜剑七侠转之灰剑问情 6月9日全网正式上线 大量资源领到你手软 再用这些资源 全部拿去培养你喜欢的角色 这战力蹭蹭地涨 江河无所谓地呕了一声 这件事他其实早就猜到了 许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长长地输了口气 随即 他将手放在中间的大熊上 你要不要牵个手 江河一把握住双手 口是心非拒绝道 不要 我要睡了 可心脏却在剧烈跳动 就这样睡一起了 要是许卿半夜忽然扑过来 该怎么打他一顿 让他穿上锁子甲再打 应该可以多抗自己几拳吧 还是说就让他 江河修得将头全埋进大熊身下 根本不敢往下想 算了 梁他也没那个胆子 这个人才不敢扑过来 就算扑过来我也能反手按住他 想到这 江河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突然将脚伸向许卿 轻轻勾了一下他的脚踝 接着紧紧地盯着他 可许卿却一脸平静 江河有些搞不懂 他怎么没反应 再试一次看看 这一次 许卿终于开口了 你这是故意吸引我吗 江河吓得立马缩回脚丫 吞吞吐吐地回道 谁故意了 说完 许卿也没了动静 江河有些失落 想得算了 也该睡觉了 就在这时 许卿突然勾住他的小拇指 江河吓了一跳 片刻后才强忍着情绪询问 你的手在做什么 小心把你踢下去 许卿没有理会 反而将他的手全部握住 接着才舔着脸说道 只许你碰我 不许我碰你 你是那个不准人点灯的周官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一下 是是是 你说的对 片刻后 似乎不满足于现状 江河再次伸出脚 直接夹住许卿的小腿 许卿没有抽开 反而朝他伸出手 你把另一只手也拿过来 让我默默呗 江河明知顾问 不信 明明你之前一个人都能睡着的 之前都是抱着你的草鞋睡啊 不然我为什么把它放在床头 许卿自爆 江河瞬间脸色通红 你是变态 许卿也不否认 是就是了 见此 江河缓缓伸出手 想着只要不生小孩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喜欢手总比喜欢鞋子好得多 第二天 许卿缓缓睁开眼 却看见江河一脸严肃的盯着什么 吓得他赶忙坐起身 你在看什么 江河红着脸有些颤动 没什么 许卿打了个呵欠 拿出手机一看已经八点 你坐这儿多久了 没多久 依小慧 说着江河又瞄了一眼 随即又快速扭过头 接着才缓缓开口道 你是不是做那种梦了 许卿被他整了一脸忙 又顺着江河的目光往下看 好家伙 昨晚估计下雨了 立刻雨后春笋精神抖擞昂手挺胸的站着 许卿人妈了 彻底妈了 还是太年轻 他连忙让江河出去 自己要换衣服 江河呜了一声 转身出去并带上了门 许卿还在怀疑 看来江河已经起床有一阵子 然后再回来床上坐着看 就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做些什么 女孩每天幻想着 如果自己真的比男朋友多 就可以让他做个愚蠢的 天天洗衣做饭 抱孩子和打游戏的男人 男朋友当即便怂恿他生一个 女孩直接压麻呆住 清早 许卿刚睁眼便看见江河在床边看着自己 心里不禁有些慌 有这个好奇宝宝在旁边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奇怪的事 突然 他注意到江河穿的不是睡衣 等等 你换衣服是在哪换的 许卿满脸猥琐的笑 自己好像错过了不得了的事情 江河没好气的回答 你管我在哪换的 说着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许卿则是伸了个懒腰 看来和女侠睡一张床也没那么尴尬 至于睡着的女侠会怎样观察自己 没看到就是没有 等哪天早点醒过来 再观察观察 洗漱完毕后 许卿来到餐桌前 江河正吃着肉包子 突然 江河眨着大眼睛询问 如果我比你赚得多 你是不是就可以 做个愚蠢的天天洗衣做饭 抱孩子和打游戏的男人 许卿拿起一个包子 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是啊 要生意的吗 江河瞬间红了脸 不要 呵呵 那就别做梦了 你连学习都不会 还想让我做个愚蠢的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男人 异想天开 吃完饭后 江河收起盘子进了厨房 许卿则是拿起沙发上的笔记本 昨天做的影评视频 一晚上过去 播放量已经二十多万 看这架势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一千播放大概三块钱左右 这一套下来 带动其他视频的播放量也增长 然后还有粉丝数的增加 简直就是自己的春天来了 片刻后 江河准备出门 正收拾着东西 自己在这里待了一年还没回去 大概是不会回去吧 本来这种事不知道几千年 才这么一两次 再发生一次的概率几乎没有 以防万一自己只要带着玉米粒就可以了 可怜的小土豆被他放在了桌上 随即 江河背起鱼竿 我要出门了 许清扭过头 又去钓鱼 我陪你去吧 可是我们只有两个鱼竿 那我让平平自己买一个吧 文言 许清顿时没了兴致 无奈地摆了摆手 那算了 我在家干活吧 在他看来 和江河两个人一起钓鱼才舒服 在家一个人的话就没意思了 江河看着他的背影想了想 突然朝他走近 一口亲在他的脸上 许清都懵了 这是安慰奖吗 真舒服 不久后 小区楼下 宫廷拎着个小桶在等江河 两人走出小区门口 龚平突然询问 我们又走着去啊 不然呢 龚平指了指路边的共享单车 感觉走路好累 我们扫个自行车吧 江河顿时想起之前 自己急速飞驰的画面 有些尴尬的喃喃着 许清不太喜欢我骑这个 不过江河知道 他是怕自己骑着自行车起飞 很容易出事 自己只要省个点力骑就好了 突然江河看向龚平的裙子 骑车里的裙子会被吹起来吧 没事 压着就好 很快 两人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江河 你那么听许清的话吗 是啊 不听他的话会很惨的 说着江河不停提醒自己 悠着点 虽然那种骑在自行车上 嗖嗖嗖的感觉很好又凉快 龚平不知内情 有些疑惑的询问 什么很惨 难不成他会打你 不会啊 他怎么可能打我 可是那家伙会舞吗 不是 你可小心点 不用 他不会打我 那你怎么说 不听话会很惨 龚平满脸好奇 突然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颊刷得一下红了 意味深长的呕了一声 我懂啊 不久后 两人路过一个自动贩卖机 龚平停下自行车 你要喝什么 想到之前 江河告诉龚平 这个会卡住的 以前我们在这边卡了好几瓶 龚平不信自己会这么倒霉 拿起手机跃跃日试 可很快 贩卖机哐当一声 下面却空空如也 龚平趴上去一看 那里竟然还有一瓶 看我把他们砸下来 这波转了 江河正想说些什么 就听哐当一声 饮料再次卡住 江河只能建议 我觉得你应该打个电话 叫他们退款 估计这是商家 故意放在这里坑人的 龚平愤愤地踢了一脚 可是我现在很渴 要是你家许青在这 应该能一脚 把他们震下来吧 他应该可以吧 江河幻想着 自己一脚震下饮料 龚平崇拜的眼神 心里却十分纠结 自己踢一脚肯定可以 就是不知道 要不要踹一下 女孩钓不到鱼 竟然对着水面 撩起裙子 妄想勾引鱼儿 一起钓鱼的小伙伴 都惊待了 更离谱的是 居然真的有鱼上钩了 这天 江河跟龚平出来钓鱼 路过一个自动贩卖机 本想买瓶可乐 却接连被卡住两次 江河偷偷看了眼周围 可惜现在不是和许青在一块 不能乱踢 龚平则是一脸不愤 我再点一瓶可乐 要是砸不下来就退款 好在这次 可乐从另一个角度 掉了下来 龚平本想先将这瓶给江河 可江河却说自己带了水壶 自己喝白开水就行 给贩卖机公司打电话退款后 龚平抬起头狠狠喝了一大口 这时 他忽然发现贩卖机上有点不对 你看这个凹下去的地方 肯定是之前卡住被人拿锤子砸的 江河瞬间想起 这是上次自己一脚踹的 如果我说 这是许青一拳打的你信不信 龚平顿时愣住 啥 江河却一脸认真 就是一拳 砰 那些饮料就掉下来 说着他还比划了一下 龚平吓傻了 这么厉害 要是打你一拳 不得把你打得飞起来 江河想了想 确实是能打飞 虽然被打飞的是许青 不过后面这句他只敢在心里说 龚平却吓得张大了嘴 靠 那新闻上那个被一巴掌拍倒的人 应该被打成傻子了吧 他们这些习武之人就是喜欢暴力 文言 江河顿时哑口无言 感觉说的就是自己 许青是人在家中做 拨从天上来 有冤都没出说 片刻后 两人来到湖边 龚平突然笑道 你们好像要火了 昨天直播间的人好多 我有预感 今晚会更多 江河不置可否 两人开始排排做吊起鱼来 随即 江河掏出一包红薯干递给龚平 龚平呆呆地接了过来 眼睛却看着红薯干若有所思 有时候他真觉得江河就像蓝胖子一样 指不定从哪掏出来一些奇怪的东西 上次竟然还从包里摸出了一个土豆 你敢信 有些人看起来文文静静的 带着鸭舌帽在这钓鱼 实际上是个蓝胖子 叼着红薯干 龚平突然有感发 其实之前看你在直播的时候都不说话 我还以为你是有点自闭 认识了才知道你这么好玩 你专门打游戏 他在旁边弄些乱七八糟的 现实不会是反过来吧 你身上随时摸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他闷头不说话 江河仰起头想了一下 好像差不多是这样 他就像个机器人 每天早上就是练一下我 然后抱着电脑 上午看视频 下午看股市 不看股市的话就捏他的盔甲 然后到了七点看一下新闻联播 后来我直播了 他就把练舞改到晚上 说是这样能把时间利用率提升最大 一边练舞一边陪我直播再看看新闻 公平听得目瞪口呆 靠啊 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挤出来时间干嘛 他不玩游戏 对 他很少玩 一般都看我玩 然后挤出来的时间都拿来刷视频 也不觉得枯燥 该吃饭就吃饭 吃完饭就去洗碗 真的是 很温柔的一个人啊 江河越说越觉得美好 公平听得一阵无语 温柔 天天练舞 卡住饮料还给人家一拳导出个凹陷 哪温柔啊 就在这时 鱼线上的浮飘猛的陷入水中 江河一个眼急手快 直接将鱼给拉了上来 公平看着盆的鱼儿 心里一阵失落 我怎么就钓不到呢 突然 公平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猛的站起身撩起裙子 我要诱惑他们 来吧来吧 鱼宝们 江河在一旁都看待了 幸好周围没人 没意会 公平的鱼线也有了动静 果然被他钓起来一条不小的鱼 江河看得都快怀疑人生了 另一头 许青正在笔记本干活 旁边一个人正在面倒 一个男人 突然变得早睡早起 开始爱护身体 生活规律 抽空看书学习 走路昂首挺胸 你说这是发生了什么 老许说着还一边凑近打量着许青 许青则是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说明鸡汤喝太多了 还两天就好了 对了 您今天过来 是给我搬顾户手续的吗 老许一脸不耐烦 扮你个头 我是来看你抽什么疯 说着他突然瞥了一眼身后 一张钟馗符膜赫然在练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虽然挺整洁 但一点都不 这书柜挺好的 就是那一大落书一看就是没翻过的 还是不好 对了 你那个谁呢 女孩没有户口 从小跟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 后来老太太冻死了 她就跟着别的小伙伴进城打工 后来遇见一个帅小伙 大发善心将她带回了家中 逐渐拐成了上了厅堂下的厨房的老婆 当然 这是许青忽悠老爹的说法 这天老许来到老房子看许青 见江河不在家便随口问了句 许青苦着脸 她去钓鱼了 老许到处走来走去 那你怎么没跟着去 许青看着电脑一边解释 她有她的朋友 我干嘛一直跟着 又不是连体婴儿 这时 老许突然翻开桌上的练习册 还是熟悉的一刻一练 居然还是五年级的 许青见苗头不对 老许似乎开始酝酿着准备爆发 立马假装她的口气说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们了 其实我俩早就偷偷生了一个孩子 没敢让你们知道 现在孩子都上五年级了 听到这话 老许短暂的沉默过后 突然卷起练习册 狠狠敲在许青脑壳上 五年级是吧 偷偷生是吧 瞒不住是吧 你上小学就会生孩子了是吧 大早上的就开始扯淡是吧 许青抱着哀嚎 大哥饶命 别打了别打了 随即 许青捂着脑壳解释 我不是早说了吗 她从小无父无母的 长这么大不容易 也没接受什么教育 我就给她补补课 老许一阵哑然 真是山坡沟里 对 一点甲都没有 她那地方为了半块饼子 都能打一架 老许越听越离谱 怎么可能会 那里没有福利院吗 不过那姑娘 确实有点内向不爱说话 但这经历也太离谱 还当这是七八十年代呢 许青指着练习册上的字 太阳底下啥事都有 世界之大吗 你看这练习册 这笔记装不出来吧 老许仔细端向了一番 这小学生一样的笔记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许青又继续说道 上次和你说那个什么 通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为处理系统 连接调制解调器到服务器啥的 其实就是打游戏 她一开始连打游戏都不会 后来我看她挺有天赋 就想办法教她在游戏这里赚点钱 老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一脸不满 所以你们就天天玩游戏 许青则是翻着练习册 我总不能让她回工厂打工吧 那样肯定不行的 所以就先让她打游戏养活自己 然后闲的时候我就教她学习嘛 一直学习着呢 打游戏纯粹为了能养活她自己 主要还是学习 除了这个她还有学开网店什么的 挺上进的一个人 只是以前没条件 听着许青这套说辞 老许思索了一番 又感觉这小子说的完全没破绽 只能退而求其次的询问 你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女朋友 许青一把靠在沙发上 这样的怎么了 她没户口 打小儿就只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带着她 后来老太冻死了 她才跟着别的小伙伴过来江城打工 进了黑工厂 老许半信半疑 还有呢 没了 不 你可以继续说 许青瘫了贪手 真没了 老许呕了一声 那分了吧 我不 许青不假思索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场面顿时陷入寂静 两人都不太舒畅 两久 许青突然开口 我们已经睡一块了 老许猛的一正 手上不自觉的用力 这是你怎么不早和我们说 许青一脸的严肃 爸 自由恋爱懂不懂 她又不是什么不正经的姑娘 我找女朋友 还要先和你们报告一下 出生不好谁有办法 谁不想要一个家 文言 老许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猛的一拍大腿喊道 所以你就发善心 把她接到家里来 一旁的冬瓜冷不丁 背下的都炸毛了 许青则是激动的站起身 什么叫发善心 江河多好一姑娘 又会做饭又懂事 尚得听堂下的厨房 我才是赚大发的那个 老许也不乐意了 起身捏着拳头大声道 那她户口怎么办 许青顺势询问 你有没有学生同事 或者朋友能帮帮忙的 如果没有那我就自己想办法 文言 老许气得牙痒痒 我就知道这小子学不会本分 如果哪天看着他好像老实了 那肯定是憋着更大的坏事 许青见他不说话 只能嘴硬道 我自己老婆的事我自己解决 这不是很正常 老许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你要是被人骗了 谁能骗我 许青直接打断他的话 我不去骗别人就不错了 老许顿时雨色 拳头钻得死死的 他知道虽然李是这么个女 但这小子怎么就那么让人想抽他呢 又沉吟了片刻 许青突然再次开口 啊 接受这个儿媳妇不也挺好的吗 别逼我到时候带他私奔 等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再回来 到头来你还是得接受 老许一瞬间竟无言以对 这会真做得出来这种事 无奈 他只能重新做回沙发 许青看着他的反应 心里一阵分析 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有什么结果 把事情明明白白摆出来 我清楚你会怎么做 你也清楚我会怎么做 就看你选不选了 除非真断绝父子关系 不然就得接受 但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这样 那就只剩接受 所以权衡利弊之下 你只能被迫妥协 这就是彻彻底底的杨某 顶多 自己就挨一顿皮带 给他出出气 老许思考了良久 又摘下眼镜擦了擦 接着才询问 他没身份的话 那平时 许青立马抢答 他都用我的 他赚的钱也是在我这帮他存着 你也别老他他他的 叫江河就行了 老许干脆服了服眼镜 算了 管不了你了 现在说这么好听 看你哪天分手了 到那时候我就抽死你 许青终于如释重负的笑了 我们才不会分手呢 就这样吧 我先回去了 看着你就火大 老许一把打开门 谁知却迎面碰上 真要开门的江河 江河立马打招呼 叔叔好 你好 老许一边回应着 一边瞥了眼他手里的桶 看着里面两条大肥鱼 哟 还挺厉害的 许青也适时地开口道 爸 要不留这儿吃完饭再走吧 老许当即拒绝 不留了 你们自个儿赶紧做饭吧 江河只能说着叔叔再见 而后 独自下着楼梯的老许 脸上突然露出一抹笑意 虽然听那小子说的时候 觉得这女娃哪哪都不好 但见到本人的时候 就又觉得哪都好 就像自己当初刚结婚 和许青他妈窝在这儿的时候一样 天天都是柴米油盐 老房子已经不是自己的老房子 而是另外一个家了 男朋友给女孩买了条裙子和丝袜 可他却从来没有穿过 但当他看见另一个女孩 对着水面撩起裙子 结果掉了一大堆鱼时 女孩心动了 决定下次自己也这么试试 这天 江河去钓鱼回来 却碰巧遇上许青的爸爸 老许离开后 江河才怯生生地询问许青 叔叔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许青微微一笑张口就来 没什么 就过来问了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江河直接吓坏 脸都红了 许青还在幻想 早知道当时你就该大喊一声 啊 你过来了 看他什么反应 那场面肯定很酸爽 江河信以为真 那你是怎么说的 许青直接起身 我就说快了呀 现在和结婚也没啥区别 说着他一把搂住江河 毕竟我们天天同吃同住 和成亲不就差张正吗 江河瞬间脸红的能滴出水 你真和他这么说的 许青见他反应这么大 只能安抚道 没有了 后半句没说 江河却彻底迷糊了 可是 我们在叔叔的心里 应该还是去年许青介绍时 我住杂物间 他住主卧的关系 怎么一眨眼 就已经睡到一个房间去了 这时 许青突然接过他手里的水桶 我来鲨鱼吧 江河呆呆地将水桶交理他 捂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 片刻后 许青正在厨房忙活 江河突然凑进来感慨道 平平钓鱼真的太厉害了 许青一愣 怎么都厉害法 就是 他穿着裙子 本来半天都钓不到鱼 后来对着水面把裙脚一嫌 说要诱惑鱼儿 然后真的立马就有鱼咬钩了 许青听得心里一个卧槽 还有这种操作 对啊 把我都惊呆了 江河捏着拳头 许青却突然笑了 我也惊呆了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学鸥 江河顿实脸又红了 我才不学 而且我又不穿裙子 许青却笑了笑 脑海里浮现出他穿裙子的样子 之前不是买了裙子吗 你其实可以穿给我看看 看我上不上钩 江河双手抱胸一脸瞠目 就你还需要我掉 天天都想往我身上紧 妨你还来不及吗 与此同时 回去路上的老许一边走一边想着 江河这姑娘真是个流浪女孩 也不对啊 她说不定是离家出走 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把身份证卖了 然后变一套来迷惑许青 不对 应该不至于 许青那小子 脑袋刮精的和什么一样 要说他被人骗 我宁愿相信是他 把人家那项孤僻的小女孩 拐进家里来糟蹋 想到这 老许突然攥紧拳头 真是禽兽 随即 他转身来到秦浩家敲响房门 开门的是老秦 他一脸惊讶地看着老许 你怎么来了 没啥 就过来问浩子点事情 进了门 换了鞋 一走进客厅 老许就看见桌上的锁子甲 好家伙 要不是那小子 长得一看就是我的主 我真要怀疑 当初是不是在医院报错 干嘛老秦也在捏着玩意儿 秦浩则是抱着熊爸打招呼道 秦叔 找我啥事啊 老许一屁股坐在老秦旁边 接着才开口道 秦子有个女朋友你知道的吗 知道多少 和我说到说到 秦浩顿时有些懵圈 知识知道点 不过不太多 见他话都说不利索 老许立马板着脸 别吞吞吐吐的 老实交代 秦浩干大地挠了挠头 脑子快速思索起来 这哪些能说哪些 不能说他也不知道啊 老许突然开口 就比如 从外面拐了个无知少女 带到家里为所欲为 秦浩顿时一个卧槽 这么禽兽的吗 不过 仔细想想 好像这么说 确实没啥毛病 老许见他这反应 当即呵斥的 赶紧说 到底怎么回事 秦浩低下头认真思索 他那个女朋友吧 看起来挺呆的 还不太爱说话 而且还没有身份证 刚开始他还说那是他妹妹 后来又说是在外面认识的 老许一阵沉默 还真和那小子说的都对上 秦浩则是放下熊大继续说着 其实我也没见过几次 就觉得他有时候说话挺怪的 按许清说从小过得那么惨 会有些内向也挺正常 就是他这个户口有点麻烦 要是离家出走什么的还好吧 像许清说的那样 废室上的集体户口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理论上是这样吧 但实际操作我也没办过 听到这 老许这才松了口气 至少自己能放心一点了 随即 秦浩缩回被父亲拍打的手 许叔 你这是担心他拐了的来历不明的小女孩吗 其实我之前也催过他 早点想办法帮那姑娘弄一下身份 但他又说指不定什么时候分手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完全搞不懂他怎么想的 老许沉默了许久 不知在想着什么 两久他才突然询问 对了 你伤养的怎么样了 还好 恢复得很快 我这没伤到要害 就流了点血 老许伸出大拇指 那你好好养着 这是做得好 见义勇为 我那还有报纸呢 秦浩不好意思的挠着头 职责吗 不过还多亏了亲子 不然我这一百多斤就撂那儿了 随即 老许突然扭头 看向一直在捏锁指甲的老许 你这做起来挺费功夫的吧 老许一脸得意 可不是吗 得一个一个掰开在扣上 麻烦得很 老许看着桌上的锁指甲 沉吟了片刻 那等做好了 给我试一下 老许当即摆摆手 去去去 找亲子去 他那个快做好了都 老许不爽地服了服眼镜 嘴里嘟囔着还是这么小气 老许顿时不乐意了 不穿你儿子的 跑过来穿我的 你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有病 老许懒得听他比比 直接起身朝门口走去 走了 我还得忙去 下了楼 老许呆呆地站在门口 事已至此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算了 就这样吧 女孩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练了十几年的剑 居然有一天 会有人要求自己刺他一剑 女孩男友都吓坏了 他要是出手 恐怕骨灰盒子都可以去挑了 这天老许回到家后 连吃饭都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突然 他询问许青他妈 你觉得那个江河怎么样 许妈有些诧异 挺好的呀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没有觉得 他有点内向 许妈想了想 之前确实挺不爱说话的 但是现在好多了 上次过来陪我聊了好久了 估计是怕生吧 小青子不是早就说过吗 江河以前挺不容易 然后也没多少朋友 就有点那个什么 现在熟了就好了 吃完饭后 老许碗都没洗 就转身进了书房 接着扶在桌上 心里一阵明思苦想 还一边用笔写着自己的分析 按道理说 如果江河来历不明骗钱骗人 应该不至于编这种劣质的谎话 而且许青一穷二百 连房子都是老两口的 毛都没有 要是想结婚 混不过户口这关 到时候一切都暴露了 还有 许青只要不是那什么上毛 也不会这么轻易上当 要是被一个文盲给骗了 蠢死都活该 反过来 如果是许青把他骗来玩玩 也不至于教他读书写字 难道真像许青说的 就是喜欢上了一个 从山沟沟里流浪到江城黑工厂的人 还想着要结婚 老许一阵头疼 总觉得哪里不对 有些东西被自己忽略了 时间很快过去 整个七月 江河在许青的督促下 完成了五六年级的快乐学生 这天秦浩找上门 你的盔甲呢 给我穿上试试 快点 别废话 许青看着眼前这个激动的骚年 只能将他带到房间 看着摆在一旁的盔甲 秦浩瞬间满面桃花如木春风 这东西 身为男人如何能不动心 秦浩将盔甲拿在手里 一遍一遍地抚摸 嘴里情不自禁地喃喃着 真帅啊 许青看得心里一万头草 你马狂奔 虽然每个人的XP都是自由的 但我还是建议你看一下医生 秦浩没有回应 反而兴奋地询问 有没有考虑再弄个头盔 不行 在头盔里面垫快不难受 不垫又会加头发 好吧 你过来 帮我穿上 片刻后 套上盔甲的秦浩细细感受了一番 这玩意估摸着得有三十多斤 他猛地看向许青 闭脸认真道 那天要是穿着这个 我能活生生拿拳头 把那捅刀子的家伙打死 许青无语至极 行了 体验够了就脱了吧 别 你给我拍几张照 秦浩摆出姿势 心里却嘀咕着 要不是老头子正在做另一套 我肯定忍不住也动手弄一件出来 这感觉太特娘的棒了 而后 两人走出房间 对了 你不是练了那什么老虎拳吗 咱俩比划比划 我不 你把它拖下来 让我穿上 咱俩在比划 江河看着二人心里一阵鄙视 之前天天跟自己说和谐社会 结果搞得比谁都暴力 连盔甲都做出来了 这家伙还跟个孩子一样 刚做出来那天 许青也是这么兴致勃勃对自己显摆的 这时 上头的秦浩突然提议 我们试试防护 要不你去拿个菜刀 说完 秦浩突然瞥见一旁的剑 立马将他拿了过来 这个 这个好啊 来 再给我拍几张 拍完照片后 秦浩本想让许青拿剑刺自己 却突然想起许青一直有在练剑 之前还能发出蹭的声音 想到这 秦浩缓缓将手缩了回去 接着转过身对江河说道 嫂子 你来刺我一件试试 江河都懵了 这年头 居然还有这种要求 秦浩一脸期待 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一只脚正要踏进鬼门关 许青都快炸了 你磕吗的 这是在做大死啊 秦浩看着二人的反应 忽然感觉有些摸不着头 这两人啥意思啊 女孩仅仅是不经意间散发的杀气 就让一个精壮小伙瑟瑟发抖 感觉自己刚才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这天秦浩来许青家试穿锁子甲 迫于许青的武力 秦浩决定让自己的嫂子 也就是江河来砍自己一刀 场面一度尴尬 许青看着秦浩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连忙一把抢过长剑笑道 还是我来吧 要真让江河来砍他一剑 怕不是刚养好伤又要进医院了 毕竟在他眼里 之前浩子肚子上那一刀都不叫实 拿不条一缠照样活蹦乱跳 女侠认为的受伤和别人认为的受伤 根本不是一回事 许青已经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了 可见识过许青练剑的秦浩 根本不敢让他来 急忙挥手说着不了不了 许青却兴致勃勃 别担心 我会忧着力的 说着许青直接双手举剑大鹤 看剑 秦浩吓得连忙闭上眼睛抬手抵挡 只平脏的一声 长剑直接被锁自家挡住 秦浩心里一顿吐槽 感觉就像被打了一棍子 你怎么用这么大力 许青收起剑笑了笑 我早就拿菜刀试过了 这点力根本砍不进去 江河在一旁看着二人耍宝 心里却有些小得意 说什么嗓子了 这人怎么这样 自己和许青都还没成亲就乱喊 而许青则是扯着刚才砍到的地方 仔细看了看 只有刚刚和剑刃接触的那几片不锈钢环有点变形 就算我这把剑是开刃的 也要连续五六次都大力砍在同一个位置 才有可能伤到肉 文言 秦浩犹豫了一下 突然转过身说道 你再来一下 往我背上招呼看看 又听当的一声 依旧是被锁自家挡下 许青看着保持姿势不动的秦浩 感觉怎么样 虽然是穿着铁甲 但被刀砍什么的 多少会有点怕 也就这憨憨不怕 秦浩则是一脸惊喜 感觉泄力还行 像是被打了一棍子 能感觉到一点痛 里面穿太薄还割得慌 要是真和人打架的话 绝对无敌 要是有个头盔就好了 连脸一起遮住的那种 这玩意真的比刀还好使 许青也分析了起来 感觉就是房刺差点意思 刀尖能从铁环里穿过去 是啊 太可惜了 以前要是有这个 那不得直接打穿后接 江河呆呆地听着二人讨论 忍不住询问道 你们是准备去打仗吗 许青赶忙陪笑道 没有没有 只是试一下这个盔甲 毕竟是我好几个月才做出来的 秦浩则是一脸的幸福 被人用金丝大环刀来一下 最多也就是瘦点烧 但江河突然扭过头看着秦浩 不过想想好像不对 傻子才对着衣服砍吧 明明脖子那么干净 江河不经意间散发的杀意 让秦浩瞬间感觉浑身一颤 感觉气温突然降了 浑身毛毛的 江河则是玩耳一笑 吃起了红薯干 随即 许青搬来一张桌子 你把把锁子甲脱下来给我吧 刚刚砍到那儿得修整一下 秦浩乖乖脱下来 将锁子甲递给许青 许青见他都快热出汗 忍不住调侃 这大夏天的 你也不嫌为准 穿个短袖就往里套 这玩意儿最不好的一点 就是铁环很容易变形 需要修整 充其量也就只能当个摆设了 听到这话 秦浩突然瞪大了眼 不当摆设你还想当啥 许青连忙摆手 我就随便说说 还能干吗 突然 秦浩似乎想到什么 闭脸期待地告诉许青 对了 等我把那一身做出来 咱俩穿着他摔跤呗 许青都懒得看他 你嫌得慌吧 我才不来 剑此 刚刚的激情一下平静下来 秦浩撇见一旁的长剑 说起来 你练的这什么狗屁剑 从哪学的 这是龙泉宝剑吗 网上几十块包有那个 许青头也没抬 花了我三百多块呢 呵呵 我看三十块还差不多 你要是出门带着这个 被碰剑肯定被收脚了 许青终于停下来 无语地看着他 我又不出去看人 带着他干嘛 那你练什么剑 这个嘛 兴趣使然 很快 锁子甲被许青修复好 不出意外的话 这就是自己的传家宝了 从自己这代开始往下转 而且 许青突然想到江河 万一他真回去了 也可以让他把这个带走 穿上这个肯定如虎天意 和人打架直接拿胳膊硬抗 在别人惊恶的时候 打他的措手入籍 不过如今江河已经变成了宅家少女 有可能已经适应不了 那种刀口甜血的生活 毕竟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难 但也说不定 偷偷看起地盘里88个剧的复习资料 谁知男友突然回来 气得他赶忙说自己打游戏被反杀了 男友信以为真果然没有多想 这天秦浩约许青出门闲逛 见闲来无事 许青随手拿起手机就跟他出了门 可刚出门许青就后悔了 那么大的太阳 晒得许青头皮都快冒烟了 这大夏天有什么好逛的 你要去哪呀 秦浩却反问了局 你觉得呢 好家伙 许青瞬间愣住 不是你说要出来逛的吗 其实我还没想好去哪 闻言 许青当即转身就要回去 我还以为你有事呢 没事的话就可回个家 吹空调风扇 这么热瞎跑什么 秦浩连忙拉住他 等等 等一下嘛 许青满脸不爽 到底什么事 快点说 这天都快热爆了 秦浩一阵左顾右盘 就是那个谁 说要请我吃饭 庆祝我出院 那个谁 哪个呀 我认识吗 就是那个鱼丽 之前提着橘子来看我那个大辫子的小姑娘 我觉得她不对劲 是不是 秦浩没说完 许青直接打断 对 你猜的没错 人家对你有意思 秦浩瞬间脸红 你也这么觉得 与此同时 在家打游戏的江河不小心输了 气得框框砸桌子 单机好气人 还是和许青联机好玩 没了继续游戏的兴致后 江河忽然想到什么 扭头看了眼紧闭的房门 既然这样 江河直接打开地盘 看起了戴姐说的复习资料 不知过了多久 许青突然推开门走了进来 却看到江河脸色通红 肉眼可见的慌张 你怎么脸这么红 江河假装愤怒的解释 我刚刚都把至高守护者召唤出来了 就差一丝丝血打死对面 结果下回合被他反杀了 这样啊 怪不得脸都气红了 理解理解 不过你竟然没有把键盘拍烂 江河听着他的嘲讽 虽然心里很不爽 但好在成功糊弄过去了 对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许青打开冰箱一边回道 我根本没走远 浩子那家伙想晚上带我们去吃饭 被我狠狠拒绝了 想吃什么我们自己吃 干嘛和他一起 随即 许青拿出两瓶可乐放在桌上 心里美滋滋的想着 这种天就应该在家陪女朋友 神经病才跑出去瞎溜逛 真搞不懂单狗的想法 对了 今天周末不用写作业 别浪费时间 继续玩吧 我指点你 说着许青把江河的脚放在自己腿上 江河低下头 像蚊子一样轻轻人了一声 许青则继续说着 浩子帮了一个女生 你说巧不巧 那女孩好像对她还有点意思 江河只觉得浑身别扭 双脚不停扭动 你别动呀 那你别乱碰 许青顿时不乐意吧 我这是在帮你按摩腿部 怎么就乱碰了 这丫头 天天和防贼一样防着自己 能在床以外的地方摸摸抱抱 当然要多抱抱 不过自己这手艺 以后兴许还能去按摩店找个班上 江河只感觉浑身不自在 或许是有些腹息后遗症 脸色越来越红 许青好奇地询问 江河直接扭过头 我这是热的 有那么热吗 那我帮你吹吹 许青将脸凑了上去 江河一脸嫌弃 不要 说着还一边用手推开她 许青却顺势握住她的手笑道 在这里待久了 你皮肤也变得比以前好了 看这小手白的 有些人经常在外面走 肤色就会出现色差 但你一点都没有 江河咬着牙 似乎很难受 许青继续调侃 这就是待在家里 学习的好处 你别动呀 江河似乎强忍着打人的冲动 身体微微颤抖 突然 江河一声大喊 烦死了 她红着脸咬着牙 死死地攥着许青的衣服 许青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不知道又想到什么 江河冷哼了一声 转身朝房间里走去 还表示很生气地用力关上门 许青却继续调侃道 吓死我了 还以为要被你糟蹋了吗 房间立马传来江河咆哮的声音 你闭嘴 随即 许青扭头看向电脑 一打开历史播放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丫头在自己回来前 偷偷在看学习资料 怪不得反应那么大 而且已经学会不物理关闭音响了 是个大大的进步 读书人都一肚子坏水 可女孩的男朋友却有一肚子的腹肌 女孩很开心 自己的男人是个很厉害的读书人 就是总想着占自己便宜 这天江河看学习资料被抓现行后 恼羞成怒准备将许青赶到一边 许青先是一愣 接着突然露出猥琐的笑 你什么表情 江河恼怒不已 许青却一脸无辜的解释 其实食欲和心欲是人类刻在DNA里的本能 你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就觉得这是不好的事 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私密空间里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糟蹋我 不要怜惜我是斗胶花 文言 江河猛地伸出手在他腰间用力一鸣 许青顿时疼地趴下身子 让你糟蹋不是让你鸣 江河攥紧拳头 你还说 许青又不爽又无奈 只能嘟闹着古代人就是矫情 江河差点就彻底爆发了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许青连忙起身 没有没有 女侠请上座 江河嘟着嘴坐下后 许青才偷偷瞄了一眼她的侧脸 接着悠悠地叹了口气 反正一切都看她的意愿 自己光是和她在一起 都已经很满足了 随即 许青抱着冬瓜来到沙发坐下 伸手在电脑悬起电影 海边的曼彻斯特 一个人看着电影 窗外吹进来凉爽的风 许青感觉要不是能看到女侠在一边 真有种变回独自一人的错觉了 那时也是这样 躲在自己的时光里 青瓜起身跳下沙发 很自觉地让出位置 因为江河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悄悄靠了上来 怎么不打游戏了 江河呐了一声 气死了 不打了 许青笑了笑 一边将她的脚放在自己腿上 一边安抚到 玩游戏这件事 生气才是真的输了 江河却一脸狐疑地看着她 你刚才在想什么 那么开心 没有 就是想起你之前看春晚和看新闻一样 板着脸在那盯着看 这才过去一年 你现在都会为游戏树营生气了 说着许青又想到 去年还在防着怕有什么超展开 小心翼翼地帮她度过那段 处处不习惯的时间 尽全力熟悉这个时代 现在再看 最危险的阶段早就已经悄然过去了 江河察觉许青宠溺的目光 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脑袋瓜却在想着 才一年时间 两人就没羞没臊地躺一张床了 沉吟了片刻 江河突然询问 你说 我们这叫闪婚吗 许青一边看着电脑屏幕 这位女侠请注意 我们还没有结婚 哪来的闪婚 江河愤愤地呕了一声 心里告诫自己 自己现在已经是个读书人了 要谨言慎行 不能再这样愚蠢了 一个多小时后 电影结束 许青看完叹了口气 果然是一部很沉重的电影 江河很想说 如果你的手能从我腿上挪开 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随即 许青开始写点评稿 江河靠在她身上 看着她敲字 同样是看电影 自己只能感受到里面人的悲伤 她却能针对里面人的行为 有条有理地写出来一大篇文字 这是自己的男人啊 江河把头贴在许青肩上 心里默默告诉二娘 自己的夫君是个超级厉害的读书人 突然 许青询问 你是不是很喜欢读书人 看着江河被拆穿心事 扔得浑身颤抖的样子 许青笑了笑 我都知道的 下一秒 江河突然一把掀起许青的衣服 露出结实的腹肌 读书人都一肚子坏水 二娘说的对 许青一阵无语 这关坏水什么事 怎么就突然一肚子坏水了 江河却突然按了按 果然 这里面都是坏水 抓住机会就想占便宜 许青一脸笑意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我只是在戳穿你 随即 江河突然回身乖乖坐好 自己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要等晚上他睡着了 再偷偷地戳 你还不开心 因为他的男朋友格局只有这么短 男人对此只能无奈叹息 有些事情真的无法强求 这天许青看完电影再写影评 江河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旁 难难道 你这个影评好像已经做了很久 还是没挣到钱 许青只是笑了笑 很久也代表不了什么 毕竟从来都不是做了就一定会成功 正相反 大部分是做失败才正常 不要你直播赚到钱了 就觉得赚钱这件事就很容易 实际上只有两种人容易赚钱 一种是聪明的人 一种是运气好的人 你是那个运气好的 所以女侠你要努力学习 从运气好的人变成聪明的人 许青说着 突然感觉一股冷意起来 抬头一看江河正盯着自己 地恋习策的手也停了下来 忘了今天周末 江河不用看书 许青只能善善地收回手 江河抓起一戳头发放在鼻子下面 假装自己是姜树人 就像我知道冰箱里有两罐可乐 一罐是可口可乐 另一罐也是可口可乐 说着江河朝许青伸出手 那么我可乐呢 许青人都妈了 特么的 这丫头真的变了 拿到可乐后 江河喝了一口才心满意足道 还有一种人 天道酬勤 努力就会有收获 就比如我 集聪明勤劳和运气为一身的人 没错 这是二娘说的 说着江河突然指着许青 但是 有些聪明人只会偷奸耍滑 比如说你 你就是想套路我加班学习 这个人不安好心 一肚子坏水 二娘早就说过 卢书人都念坏 许青笑了笑 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勤奋的人 重要的是选对方式 就好比有合理的作息 比一天看二十个小时书还有用 关键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努力 这才是聪明人会去做的 文言 江河仔细想了想 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下 那我的能力范围 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不 还是就这点点吧 所以我只要每天做题一小时就最合理了 许青人都妈了 早知道去年就让她和小燕一起学习了 那时候的女侠多好说话 教学什么就学什么 现在贼精贼精的 老喜欢讨价还价逃避学习 古代人不怕习武不怕流血 就怕小明问他 背着书包出门走几分钟 再等小红追过来需要多久 片刻后 许青突然起身去拿一旁的剑 江河疑惑地询问 今天不是周末不用练吗 许青却认为 习武一路 重在坚持 我这是在给你树立好榜样 江河满脑门黑线 这又是啥歪理 对了 今晚直播我好像没啥可做的 锁子甲都捏完了 总不能再练一小时装吧 江河突发奇想 要不你穿着战装 我脑子又没病 谁没事穿那玩意战装 晚上七点 已不过真相定律的许青 穿着锁子甲站在摄像头前 弹幕立马疯狂飘起 全都在好奇这玩意居然真的能穿 许青这才给众人解释道 这玩意儿大概捏了我四个月 用唇不锈钢环连起来的 试验了一下强度还不错 大家要是有闲 也可以坐着玩玩 放家里当传家宝挺不错的 万一遇到什么事还能防身 比如外星人攻打地球啊 丧失为城啊 居然思危 这是老祖宗几千年一直教我们的 突然一条弹幕引起许青的注意 比如女朋友很凶 许青连忙反驳 我女朋友一点也不凶 江河表示很受伤 这里不是游戏直播间吗 为什么没人在乎自己打游戏 与此同时 老许进入直播间 看着屏幕前的江河 还有正经微作的许青 老许三观炸碎一地 但很快他就收拾情绪 感觉没什么可以再动摇自己了 老妈在一旁询问 他们这能赚多少钱 不知道 耗子说最少百来快吧 才那么点 老妈一脸不屑 刚喝了口水 老许就告诉他 那是一天的钱 老妈直接喷了 居然有那么多 这时 老许突然关掉手机 老妈还奇怪他怎么不看了 老许却悠悠地叹了口气 我看这小子现在像个魔教中人 老秦都被他带歪了 天天在家鼓刀什么盔甲 你说这人 老妈一想也是 这小子干的事 和正常人是一点也不沾边 最终 江河在直播结束前上了1600 他还没来得及求夸奖 许青就猛地挫到电脑面前 之前那几个说上了1600 就去大航海刷火箭的 你们别跑 一个观众都无语了 这两口子 真是神人啊 女孩本想趁着假期 多玩几把游戏 可脑子里全是男朋友 宽阔结实的胸膛 女孩一度以为 是男朋友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 这天晚上 江河直播终于打上竞技场1600分 一瞬间整个弹幕礼物刷得不停 热度都快顶破天了 许青看得满脸震惊 可是马上临近8点下波 还有几分钟时间 许青便想着找点什么事情来水时间 突然 许青似乎想到什么 转身走向厨房 接着又端着几个碗和一双筷子回来 他将碗摆在桌上告诉观众 今天终于打到了1600 再打可能就掉下去了 剩下时间我来给你们表演个才艺吧 说吧 许青用筷子在碗边 敲出一阵月耳的声音 叮叮当当的响声 让江河听得都快入了迷 很快 直播结束 两人呆呆地看着屏幕 又呆呆地对视了一眼 江河脸上转瞬露出一抹激动 你说我们是不是发了 许青看着手机疑惑不已 怎么会这么多人打赏 光大航海就多了十几个 就在这时 江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平平告诉江河 今晚有好几个直播间都在推荐他们 贴吧也有人在说 见此 许青才后知后觉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看 自己真是低估了玩绝斗场 上1600分这时的难度 可能要火了 真正火那种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或许是太久不玩 都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从唐朝跑过来打现代游戏 竟然比绝大多数人都厉害 这和谁讲理去 江河疑惑地抬起头看着许青 啊 要说什么 许青无奈摆了摆手 没什么 我先把锁子甲脱了 江河看着许青的背影 心里忽然有些纠结 如果按这个速度下去 下个月就可以在杂物间也装到空调了吧 这样就能分开睡了 可惜这种想法并不合适 懂事的江河沉默了片刻后 便非常痛快地下了决定 还是把钱省下来买好吃的更划算 但绝对不是因为自己不想办 许青换下锁子甲回到客厅 江河想了想突然询问 你为什么不当一个歌手 可以赚很多钱 而且还能上电视 小烟不就喜欢上电视吗 许青奇怪地扭过头 我为什么要当歌手 我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天赋 又没受过专业训练 而且我也不喜欢当明星 江河小声回应着 我就是感觉懂音乐挺有用的 那确实 会点音乐对我剪视频来说是有一点用 许青一边陪冬瓜玩 一边想着摘掉盔甲一身轻松 以后不能轻易穿了 这东西就不是夏天穿的 夏天衣服薄 基本就是得贴身穿 肩膀处一直被压着 估计也就秦浩那伙穿着兴奋 一点都不觉得搁 突然许青想到刚才的弹幕 这两口子都是神人 绝配啊 既然是两口子 突然放下冬瓜 一把江上衣脱下来 江河吓坏了 你干什么 许青宠溺地笑了笑 我脱衣服去洗澡啊 穿了半天盔甲 有点热 江河假装捂着眼睛 忍不住又偷瞄 这家伙没穿上衣 看上去还挺那傻 见此 许青凑了上去 怎么样 结实吧 江河立马撇过头 你下流 这有什么的 古代人干农活 不也都光着膀子 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不对 电视里的都是假的 许青尴尬地挠挠头 假的呀 江河摆出衣服 说叫的样子 当然 不穿衣服会被太阳晒死 不仅要穿 还得把草帽戴上 折得好好的 虽然表情一本正经 但江河总感觉 好想戳两下 但最终他还是忍住了 不行 不想那么多了 明天又是周一了 还想再尽情玩游戏的话 还得先做几页梯才行 趁现在多打几把游戏 真是的 以后上街别让我看见叫小明的 江河打开游戏 可下一秒 脑海里又浮现出许青完美的腹肌 刚刚那家伙的胸膛 是真的结实 不知流没流口水 江河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在想什么 就在这时 洗好澡的许青 突然凑上来看着屏幕 你打牌这么坑 是会没朋友的 江河吓了一跳 扭头又看到许青坚挺的搏梗 好家伙 心跳变得好快 江河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 这感觉太古怪了 他扭头看向许青 是不是给我下什么药了 许青蒙圈 整个人彻底蒙圈 什么样的场景 让一个女生念念不忘 甚至有种难以言喻的冲动 自从江河看到许青结实的胸膛后 江河总感觉浑身不对劲 有点热 又有点慌 他询问许青 你是不是给我下什么药了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许青整个压麻呆住 过了足足一分钟 许青才反应过来询问 药 什么药 江河说不明白 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 这一集便是用力的关门声 许青有些摸不着头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忽然 他想到一种可能 该不会是春天来了吧 看他刚才的样子 那眼睛哩哩哩哩的 说不定真的有可能 许青拿起鼠标 这种时候 谁都没有杜娘好使 可很快 许青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初江河也是这样 遇到不确定的就会求助杜娘 许青一阵冷汗冒出 果然 待一起久了就会被传染 自己的把痕迹都清了 万一反过来被江河查搜索记录 那就太搞笑了 不久后 江河洗完澡出来 却看见许青人已经不在电脑前 公平发来消息 询问怎么不玩了 江河这才解释刚才是许青玩的 打完字江河满脸欣喜 很好 打出来了 因为最近他正在学拼音打字 片刻后 江河来到房间 却发现许青开了一盏有些昏暗的灯 见他进来 许青笑了笑 这个新的小夜灯怎么样 江河没有说话 自顾自的走到床边坐下 双手钻成拳头 不知在想着什么 出神了足足一分钟 江河才猛地伸手开灯 许青立马发出一阵惨叫 假装捂着眼喊道 好刺眼 江河没好气地扭过头 之前天天都是开这个的 你再说 文言 许青乖乖躺下 你说的对 我先睡了 见此 江河趴得一下关上灯 抱着大熊睡下 晚安 许青测过身 这就睡觉了 不说说话 聊聊天 或者你想干什么 江河突然询问 我没想干什么 那就睡觉 说着江河闭上眼 可刚闭眼的一瞬间 许青结实的胸膛 就自动浮现在脑海中 江河只感觉口干舌燥 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 突然 江河猛地瞪大眼 紧接着便看见 许青正一脸暧昧地看着自己 你干什么 许青同样舔了舔嘴唇 有件事我忘了说 其实我在床上 有时候会受性大法 江河直接攥紧拳头 那恐怖的力量感显而易见 你说什么大法 不不不 我是说 我会像考拉一样 躺下就睡十几个小时的那种 受性大法 真睡了 晚安 江河强忍着打他的冲动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一早 许青起床打着喝歉 揉着眼睛走出房门 刚说了个枣字 就见江河一剑挥了过来 许青吓得面色铁青 嘴里颤颤巍巍地吐出鞍字 江河昂着头 脸上一滴汗水滑落 早 说吧 江河再次挥舞长剑 许青看着长剑从敌尖擦过 虽然知道江河不会劈到自己 但还是爬 他趴在地上爬了过去 对了 你怎么又开始练了 就是太久没练 感觉筋骨都要生锈了 最重要的是 江河感觉自己的心境不太一样了 这样下去真不行 会出事的 女孩子洗完澡 才发现自己没带衣服 屋里又只有男朋友应该怎么办 这天许青一起床 就看见许久不练剑的江河又练起了剑 一眼望去 仿佛江河回到了当初那个女侠的感觉 许青萌圈地揉了揉眼睛 还好一切都是现在的样子 江河疑惑地看着他 江河将长剑塞给许青 自己转身进了厕所 你先吃 我洗个澡 许青呆呆地看着手里的剑 突然大早上练一身汗再去冲凉 这指定不正常 片刻后 厕所里响起哗啦啦的水声 江河冲完澡 走出淋浴间才发现 自己居然忘了拿衣服 这时 许青突然在门外询问 怎么洗那么久还没出来 见江河不说话 难道是没拿换洗的衣服 确实好像没见你拿哦 厕所里依旧是沉默 见此 许青开口道 我帮你去拿 江河这才弱弱地回了个好 随即 许青拿着衣服回到厕所门外 江河红着脸打开一条门缝 迅速伸手接过衣服 接着砰的一身关上门 许青爽快地呼了口气 这丫头 真可爱 很快 吃完饭十点半 许青在一旁练剑 江河则是看着语文书 作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必须要文武双全 但没多久 江河就烦躁地闭上眼 双手捂着脑袋怒吼 这个李白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事啊 许青停下来看着他 李白号称都九十百篇 他可是大文豪 而且不是说了 这种题可以跳过吗 江河嘟囔着嘴 这些出题的人都好可恨 李白也是 干嘛闲着没事坑一千多年后的人 真想把他们绑在一起抽 许青只能安抚到 不能厌血 你要真累了 就找你的平平玩会儿游戏吧 江河却有些歇斯底里 不 我要学习 我要做读书人 算了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 再偷偷戳两下 许青的肚子奖励自己好了 许青一边捂着剑 心里却在想着 女侠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点不对劲了 或许是自己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一直以来 自己都没真正把心态改过来 那个当初什么不懂的女侠 在这一年里已经成长 不再那么懵懂了 尽管没有明说 但女侠在生活中 其实一直都是弱者的一方 不是指武力上的弱 而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她一直依赖着自己 而现在的情况 许青想着想着突然疑论 懂了 她不想再当弱者了 她之前一直都在防备自己会做些什么 而一旦开始防备 就是处于被动的那个 现在她卸下防备 准备开始坦然面对和自己的关系了 不久后 许青练完剑 站在江河身后 怎么样 想好今晚拨什么了吗 还没 如果我搞一下装备 是不是还能往上打 在决斗场上称霸 文言 许青坐在一旁解释道 如果你想继续的话 可以花几千块 做一套天空继续打决斗场 或者先搞一套装备凑合 然后花半年时间刷天空套 江河掰着手指 头几千块啊 对 其实打造号的过程也可以播 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的话就做吧 反正按照现在的趋势后面都能撞回来 那你觉得呢 许青瘫了瘫手 我没有意见 本来就是陪着你瞎胡闹 你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 关掉从此不播了我都可以 而且现在自己也有点潜力技朽 盔甲捏完 总不能像刚开始那样 直接占整整一个小时的妆 毕竟当初什么都没有 爱怎么玩怎么玩 但现在直播间热度上去 却因为没什么可播的掉下来 还不如直接关掉不播 江河思索了一番 那就先继续打吧 万一掉下去就再打上来 文言 许青笑了笑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感觉到了 并下的目标都完成了 我就一下子不知道播什么了 早知道就让你的锁子甲 和我打游戏的目标错开 就火这么一下 总觉得有些不甘心 许青继续安慰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等热度回落 时早也都会崩盘 早和晚的区别而已 抓住机会火一下 混个脸熟以后 你拨别的也轻松 江河撕开一包红薯干 也是 这都是运气好 强求不来 给我一片 许青指着自己的嘴 像急了一条喊巴狗 江河随手扔出一根 许青快乐地用嘴接住 这互动 如果不是像狗 那就太完美了 这对情侣睡觉时 会在中间放一只毛毛熊 男友总想将它拿走 这样下雨打雷 就可以躲进女友怀里 可女友却害怕 晚上只穿着睡衣 里面都空荡荡的 要是挤进她怀里就完了 转眼间 现在已经是7月16号 江河坐在窗边 看着滴答滴答的雨水 许青在一旁看看书 又看看江河 她知道江河很喜欢看雨 上次下雨的时候 也趴在窗子那里看了很久 不知道她是想起来 当初来现代的那个雨天 还是单纯喜欢雨 突然 许青询问江河 这雨下了一夜 降温降得厉害 你要不要也穿一件外套 江河点点头 今天是有点凉 可以转过身 江河就惊讶地看着许青 许青将自己身上的外套 脱了下来 一边递给江河一边笑 我的 带着体香的 江河一脸狐疑地披上外套 见许青满脸得意 江河冷哼了一声撇过头 死药 但下一秒 江河就拿起领子闻了闻 这味道 虽然天天闻 但每次都让人感觉心旷神移 雨还在下个不停 像是要浇灭整个夏天的火热 黄昏五点多 许青依旧在看那本明史 冬瓜趴在腿上睡得很香 江河突然凑过来 许青笑了笑 好不容易下个雨 就当休息了呗 给自己放个假 江河更无语了 一般来说都是平时学习 放假的时候玩电脑吧 许青一脸调侃 你也知道啊 那平时叫你学习的时候 你怎么都玩游戏 江河满脸恼怒 不好意思的侧过头 那个不一样 说着江河突然扭头看向书架 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果然 还是要多读书才不会被人骗 片刻后 许青抬头看了眼 坐在一旁的江河 竟然一个人在那里看书 而不是想方设法蹭到自己这边 把腿搭上来 许青欲哭无泪 果然前几天自己的猜测没错 女侠懵懂的意识终于觉醒了 然后在还没想出办法 怎样糟蹋自己之前 就把日常的亲力先一起掠过去 突然 许青冒出一个想法 乍一乍他吧 许青怀疑在晚上睡着的时候 他有趁机悄悄对自己做了什么 但没有证据 想到这 许青开口道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江河扭过头 许青盯着他继续道 有只八爪鱼伸着爪子 在我身上蹭来蹭去 江河一愣 什么八爪鱼 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八爪鱼 文言 江河转身在电脑操作起来 我收藏了一个周公解梦的网址 我发给你测测看 梦到八爪鱼是什么意思 许青人傻了 不用了不用了 当然 结果什么也没试探出来 两个人就这么保持着又过了一回 突然 许青拍了拍一旁的空位笑道 电脑桌那边看书不舒服 来沙发上躺着看嘛 很舒服的 江河头也没回 不去 躺着看书上眼睛 许青顿时尬住 江河则是翻过一页书 眼神满是深沉 书上说 有一种喜欢 只要想想那个人 不管做什么 有没有关系 都会感到开心 是这样吗 许青想也没想 我怎么知道 你想到我的时候开心吗 江河摇摇头 我只会生气 好尴尬 许青人妈了 真是太抱歉了 这时 江河突然扭头瞥了一眼许青 脸上还带着红韵 就是可惜最后 被那个蠢女人辜负了 许青记得她最近 是在看嫌疑范烂 现身这本书是吧 确实挺蠢的 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样 江河眉毛一条 我会把那些人都杀了 然后捷御把她救出来 不过 其实只要在一开始 就杀死那个人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只要提着她 把她拎到河边 再一脚踹下去 她就是自己死掉了 和我没关系 许青想了想 那你拎着她满大街跑 肯定会被监控拍到 可是书里没有呀 那些人还得开车跟踪 才知道一个人做了什么 我跟在她后面 在她家门口 戴着手套 用飞镖把她镖死都行 窗外不时响起惊雷 许青甚至开始用手比划 不对 如果是你的话 一开始就不会有人 敢这样跑去打扰你 甚至还要离你远远的 假如你劫狱 说到这 许青忽然愣住 等等 我们为什么要在下着雨的大晚上 讨论杀人的事 那讨论什么 许青立马笑了 比如说讨论一下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毛绒熊拿开的事 继续研究怎样杀人更有趣 毕竟 晚上只穿着睡衣里面都空荡荡的 要是挤进她怀里的话 江河光是想想就觉得脸红心跳 不行 绝对不行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男人故意将自己的被子撒上水 只为跟女友盖同一条被子 好趁机实施自己的舞台计划 这天无碍雷声隆隆 雷语交加 江河刚刚结束今日份直播 有些无聊不知做些什么 突然 江河瞥了一眼一旁的许青 感觉她一副有什么阴谋的样子 从前面开始就一直乐呵呵的 想到这 江河突然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心顿时定了下来 不管她有什么阴谋诡计 都抵不住自己一拳 一粒降石会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自己 也不过是晚上偷偷摸了几下肚子而已 有什么好心虚的 之前那家伙自己说的 只要她不知道 那就是没有 这叫双赢 就在这时 许青的手机突然响了 王子俊告诉许青和秦浩 自己可能要结婚了 许青第一反应就是她的号被秦浩倒 不慌 这家伙一定是在开玩笑 可下一秒 王子俊就回了消息 表示自己没被盗好 只是女朋友怀孕了 不知道要不要让老爷子知道 许青心头一阵思索 坏女朋友那么多次 这甚亏王子一直都有小心做好措施 千房万房 没想到这次翻车了 还是自己的女侠好啊 许青看了看江河 见她正专心玩着游戏 许青一脸坏笑的凑了上去 江河猛的一愣 一脸怀疑的询问 你干什么 笑的那么奇怪 许青笑的更欢了 没什么没什么 就是看到你开心而已 好了 我先去洗澡了 说着不等江河反应 就自顾自的走开了 江河狐疑的看着她的背影 这家伙太可疑了 果然 等到江河洗完澡进卧室 眼前一幕直接让她整个人都懵了 许青一手搂着毛毛熊 一手端着红酒杯 整个人透露着一股说不出的骚气 你在干嘛 说着江河坐在床边 许青这才开口 真不能把这熊拿走吗 不能 闻言 许青似乎成竹在胸 你确定吗 说着许青突然哀哑一声 动作夸张的将水杯放开 杯里的水顿时倾泻而下 全都撒在被子上 我不小心手滑了一下 这下我今晚好像 得见你被子一起盖一下了 不盖被子的话我会感冒的 江河忍着怒火 我看着你把被子一歪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没有 江河目光几乎都能杀人了 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突然 江河想起什么 有冬天的被子 你凑合着用一下吧 许青没有说话 一边看着江河 一边给被子倒满水 江河一下愣住 许青却非常自在地抿了一口 接着才若无其事地笑道 你刚才说什么 江河耐着性子劝了一句 棉被如果湿了会很难晾干的 对 我知道 江河瞬间气急 骗谁呢 自己只要把棉被放上去 这家活手肯定又要手滑了 行 那我就不盖了 我把我的被子给你 说着江河把自己的空调被递过来 下一秒 许青手再次一滑 见被子马上要掉落 江河连忙收回自己的被子 接着迅速转身 躺下 抱紧被子 你不要盖了 许青挠着头尴尬不已 如果我说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江河脸颊微红 这家伙又开始套路了 自己绝不能上当 见江河不为所动 许青放下被子 一把躺下 嘴里哀声叹气道 那我今天就这样睡吧 反正就算感冒了也可以吃药 就算发烧了我也可以自己熬过去 谁知江河依旧纹丝不动 又过了一回 空调还在继续吹 江河实在不忍心 要不还是帮你拿棉被 说着江河突然顿住 只见许青再次拿起杯子 一副任你风雨 我自微然不动的样子 你就说从不从吗 男人为了跟女友睡同一张被子 故意将水洒在自己的被子上 可当女孩提出去拿冬天的棉被时 男人再次淋出杯子 满脸见兮兮的样子分明在说 再多的被子也没用 老子就要跟你裹同一张 江河只感觉一股怒火冲天而起 贱呐 我的贱呐 可许青却止了止杯子 干什么 我就喝杯水而已 江河忍得浑身颤抖 但最终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我要淡定 不能上当 随即 江河一把躺下 你就冻着吧 我要睡了 果然 二娘说的没错 读书人都念坏 不知过了多久 许青依旧倔强的没有盖被子 江河伸出脚尖 碰了碰他的脚 一股良意立马袭来 这家伙就是故意的 突然 许青扭头询问 你碰我干什么 见江河埋着头不说话 许青侧过身 假装虚弱的说道 快睡觉吧 挺晚了 晚安 可他心里却在想着 等下雨等好久了 就看女侠会不会心软了 不过这鬼天 白天的时候都要披个外套 晚上温度降得更低 不过看样子 这次是没戏了 但愿不要真的感冒了 又过了片刻 窗外雨水哗啦啦的响 江河突然伸出手 将许青拉了过来 自己则是往前贴了贴 接着用自己的被子给他盖上 许青诧异的转过身 正想开口却被江河呵斥 闭嘴 睡觉 江河满脸红玉 他早就看着这家伙不老实了 搬过来只是第一步 然后还有第二步 第三步 江河一直在算这家伙 会想出什么诡计 把毛绒熊拿掉 千防万防 没想到防不住这家伙 他不要脸 而且这家伙如果真想做什么 自己好像真的拿他没办法 自己空有武力却没用 就像现在这样 难不成还能打他一顿 强行让他别喝水不成 就在江河胡思乱想的时候 许青突然伸出手 一把搂住江河的腰 整个人都贴了上去 手上还微微用力 将江河搂得更紧些 江河脸上红的都能滴出水 小心脏砰砰砰狂跳 不过许青也没再做些什么 而是悠悠地开口道 睡吧 挺晚了 江河感受着许青温暖的怀抱 完全不敢动弹 可他却不清楚自己在担心什么 又好像在期待什么 第二天 清晨雨露 江河缓缓睁开眼 瞳孔却猛地放大 因为他正和许青面对面睡着 心脏控制不住地加速跳动 这家伙的锁骨还是这么显眼 江河小心翼翼地拉开他的手 自己要偷偷先起床 不能让他知道 可就在他重新放下许青的手 准备悄悄起床离开时 江河忽然感觉有些不对 扭过头一看 好家伙 许青竟然撑得头一脸得意地看着自己 甚至在被发现后 还十分浮夸地继续假装睡觉 江河气地抓起他的衣领 许青则是打了个喝气 啊 已经早上了吗 早啊 江河不管不顾 直接将衣服扔给他 把衣服换上 出来 说着江河喷得一身关上门 许青还在嘟闹着大清早干嘛那么凶 当他打开门才探见 江河双手抱胸 一脸严肃地盯着自己 许青下意识询问 你这是干什么 没什么 你习武也有这么久了 我们来切磋一下 看看你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江河此刻的气势 就如同一直要挠人的猫 许青像带宰的老鼠 连忙摆手求饶 不了不了 我感觉我还没许好 我认输 谁知江河直接一个擒拿手抓住他 也废话 十分钟后 许青躺在地上瑟瑟发抖 江河则是揉着拳头意犹未尽 东瓜安慰地拍拍许青 活该 男人给自己的被子浇上水 借此和女朋友盖同一张被子 还威胁要给其他被子都浇上水 女朋友无奈只能屈服 可第二天早上 江河就以切磋的名义 狠狠揍了许青十分钟 完事后 江河心情舒畅地煮起了早餐 见许青依旧没缓过来 江河又开口道 去把你的被子挂到阳台晾起来 不然要发霉了 许青无奈坐起身子 你要是不拉着我切磋 我早晾上了 江河却探出头不满道 你把被子弄湿了 还想把另一床被子也弄湿 还是说 你想再切磋一下 面对江河摄人的眼神 许青立马起身 不聊不聊 那下次不要往被子倒水 记住没 许青摆摆手 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将被子晾上去后 两人就着油条吃起早餐 江河心里还在想着 要是那时候自己把后棉被爆出来 这家伙肯定会继续倒水 而且等天气热回来 他也会把空调开得很低 再找借口和自己睡一床被子 有些事做过一次 就回不去了 想到这 江河直接起身 我吃完了 打游戏去了 你洗碗 许青看着突然气呼呼的江河 心里却一阵暗爽 哼哼 等会儿去某宝买个双人枕放床上 不用也得用 大不了把现在的两个枕头 都到上水扔洗衣机里去 时间很快来到七月 这天 许久不见的小烟突然上门 许青哥哥 我来找江河姐姐完了 这次住我姥姥家几天再走 许青笑着将她迎了进来 快进来 江河姐姐可想你了 看着从厨房出来的江河 还有满脸兴奋的小烟 许青忽然想到 小烟现在四年级 可以让已经上初中的女侠辅导她做作业 还能顺便让女侠巩固一下之前学的知识 如果连小烟都比不过 女侠总该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然后发奋图强 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聪明的读书人了吧 简直一举两得呀 于是 许青告诉两人 时间差不多了 我出门了 你和小烟晚上记得学习 另一头 王子俊最近快愁死了 整天唉声叹气 许青拉开椅子坐下 怎么了 怎么整得好像怀了的人是你一样 电视里被女鬼吸了阳气的人 就是你现在这个德行 王子俊难受的趴在桌上 怀个屁 我这是被烦的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绕过水 让你了 翻车了吧 行了 不扯淡了 之前让你弄的那个什么江河的工资统计记录 没出问题吧 没问题 咋了 没事 就是问问 确定一下 前两天听程沈说 许青家老头子找他打听过江河 许青怀疑是不是老头子看出点什么了 一想到这关系到女侠的身份 他就老觉得不安 王子俊苦着脸 你那个江河 看起来多乖呀 哎 我就摊上个不省事的 真是倒霉催的 许青加了一块肉塞进嘴里 你这是碰上对手吗 王子俊想了想 就那个 去年把我骗酒店里拿走我衣服的 地铁里你也见过的 许青呕了一声 就那个画画的前女友是吧 对 现在是怀孕的现女友 那不好吗 他人不行吗 王子俊迟疑了一下 他那人 哎 不知道咋说 烦死我了 许青只能安慰他别烦 结婚多好啊 你看 我想结还结不了呢 还有耗子 想结连个对象都没 吃完饭后 许青提出去网吧玩会 上次被那个抢劫的耽误了 还没去乘过 王子俊立马来的兴致 行啊 走走走 两人出了门直奔那家网吧 可许青突然想起 浩子那女朋友 好像就是在这附近的便利店工作 王子俊人都妈了 他有女朋友了 我也不知道城没城 只能说有苗头 刚好过去买瓶水 网吧里的东西都贵 王子俊立马跟上 啥情况啊 说来听听呗 上次秦浩说要和他一起吃饭 之后就没音了 也不知道是城了还是没戏 也没来问我之招了 很快 两人走到一处地方 这附近有两家便利店啊 算了 随便先进一家看看 两人刚走进去 一个女生响起 欢迎光临 女孩满脸惊讶 是你们啊 许青连忙上前打招呼 好巧啊 我是来买可乐的 女孩有些手忙脚乱的解释 我一直想谢谢你们 结果在医院每次都没机会 嗨 你下耗子就行了 要不是他我们也没想着建议 王子俊都挺无语了 你这也太实诚了吧 许青拿了两瓶可乐 询问是不是六块 女孩连忙摆手 不用了 我请你们喝 许青笑了 那怎么行 我老板买单 王子俊帅气闪现 不让我付钱就是看不起我 完事后 两人走出便利店 王子俊立马小声询问 就是他 和浩子成了 许青看着他那八卦的样子 之前看浩子的意思好像有点戏 但不知道成没成 王子俊满脸暧昧 我觉得吧 刚说完 他就忽然愣住 等等 你看那里 许青顺着方向扭头看去 好家伙 秦号来了 这家伙 该不会真的傻了吧 男人想跟女友结婚 可女友却是个黑胡 想到对孕妇的各种政策 男人系上心头 说不定等女友大了肚子 上户口就容易了 这天 许青出门跟王子俊去上网 路上突发奇想来看秦号的绯闻女友 却偶遇秦号也来这女孩上班的便利店 两人躲在车后观察 王子俊一脸疑惑 他是正进来便利店的吗 不知道啊 随即 两人在车后等了两分钟 秦号终于出来 手上拿着一瓶矿泉水 脸上是春风拂面的笑 察觉到两人的视线 秦号猛的扭过头 二人被逮个正着 你们两个在那偷偷摸摸的 干嘛呢 许青举起手里的可乐 上网 顺带着过来买瓶水 王子俊连忙点头 对对对 秦号皱起眉头 网吧在隔壁街 你们来这儿买 这里便宜啊 网吧要比超市里的贵五毛呢 对对对 两个五毛就是一块了 秦号脑筋直抽抽 当我傻子吗 就你个狗大户最没资格这样说 王子俊一把烂住他的肩膀 这都被你发现了 偷偷告诉你 其实我们是过来瞻仰你的英勇遗旨 这叫缅怀 缅怀个蛋 我偷看的 许青却一本正经道 这家伙上班撩妹 能不能举报他 秦号一下激动起来 谁 谁撩 他猛的扭头看向王子俊 接着又抓起许青的衣领 谁撩妹了 你说谁撩妹了 下一秒 秦号突然放开手 而且我今天排夜班 现在是四人时间 片刻后 三人并肩走着 秦号突然问王子俊 说起来 你那结婚怎么回事啊 哎 被坑了 敲摸就怀上了个孩子 然后过来逼我结婚 秦号一阵冷笑 早晚的是 很早以前 我就估计着你得这样 说过没 青子你记得吧 我肯定说过 王子俊恨恨到 说不定 我就是被你这乌鸦嘴害的 我还这么年轻 咋就要当爹了 但要是打掉 特么那是条人命 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啊 秦号不再刺激王子俊 转头看向许青 青子你呢 打算什么时候 许青一愣 什么什么时候 秦号这才想起 对了 你那个还没身份 黑乎来着 许青一阵无语 那你这个又怎么着呢 秦号顿时皱眉 什么我这个 我就路过买瓶水 许青满脸不相信 扯淡吧你 你家在这顺路 秦号只能实话实说 就觉得还行 那个什么呗 意思就是你俩相互有意思 但就是不挑开说 天天傻呵呵的乐 是吧 秦号干脆不回答 询问起江河的户口 现在怎么样了 上次你爸可过来问我 你俩住一块 到时候怀上了怎么办 王子俊插了一句 怀上了就挺着大肚子 去断户口呗 对孕妇总有点 特殊照顾和偏向吧 文言 许青毛色顿开 说不定还真行 可以放在备用计划里 要是过几年办不下来 再试试这个办法 王子俊突然感慨 哎 咱哥仨真是 怎么都这么呗 我这被女人坑了 你那有个黑虎 他这 嘿嘿 秦号急了 我怎么了 我这很正常 你俩都是自找的 这时 秦号突然闻到一股香味 扭过一看 路边有个小摊子 煎饼果子吃不吃 我这中午就吃了一小点 饿了 许青 来一个 加蛋 王子俊 我要加两个蛋 随即 三人人手一个煎饼果子 坐在马路边 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曾几何时 三个人就经常这样 一起无所事事 看街上人来人往 一待就是一天 一黄言已经过去这么久 傍晚 许青回到小区 却在门口偶遇了成婶 小言让江河带着 在家做作业来着 也不知道写完了没 哎 我知道 反正在你那我放心 许青又问起之前 我爸和您打听了一下江河 你爸 哦对 是有这么回事 你俩这是准备着结婚了 没呢 江河那边身份不是有点问题吗 之前一直觉得他还小也没着急 现在准备处理了 等弄好了再结婚 就他以前 过得挺不好 怪可怜的 成婶立马笑了 举起胳膊上的标志 我就说嘛 这么会过日子 肯定以前吃过苦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找我就行 那先谢谢婶了 片刻后 许青回到家 站在门口听着里面江河叫小烟的声音 感觉学习氛围还不错呀 许青笑着推开门 我回来了 那个 你们的作业 江河直接打断 我写了很多作业 把明天的都写了 小烟也写了 文言 许青揉了揉小烟的脑袋 那小烟你得和姥姥说 明天写不写是姥姥决定的 嘿嘿 知道了 见此 许青心里十分安慰 感觉有小烟陪着女侠也挺好的 总比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游戏有意思 以后要是生个女儿 应该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这时 江河突然扭头看了眼许青 许青立马笑着比了个心 江河直接哼了一声 扭过头不搭理她 女孩将脚伸到男朋友肚子取满 可不经意的一个触碰 男朋友瞬间变了脸色 一把将她的脚按住问她想干嘛 女孩都无语了 这个人好过分 需要的时候就拿去用 不需要就问自己想干嘛 这天晚上 江河从外面回来 我把小烟送到她姥姥那儿 许青看着手机点点头 好 见她如此专注 江河一把凑了上去 你在看什么 许青指着视频 你会用这种软件吗 不会 许青抬起头 就是练练招式 不是说拿着这个打打杀杀 江河想了想 练练的话 应该没问题 就是让她啪啪啪想是吧 突然 江河灵光一闪 两眼全是星星 我以后要直播这个吗 许青板着脸提醒 很遗憾 你现在就是一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弱女子 江河呕了一声 用力地揉着拳头 你说的对 我是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弱女子 许青一阵害怕 你这眼神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感觉在说我连机都比不上一样 没关系 我不会欺负你 随即 许青告诉江河 反正你现在也没身份证 所以只能你先教我怎么耍 我再帮人打个很厉害的广告 然后赚钱 如果这个做得好 应该可以建立起长期合作 顺便可以放各种各样的剑放在家里 你喜不喜欢 长的 短的 硬的 软的 不锈钢的 重剑 苗剑都能有 江河瞬间两眼放光 苗剑是什么样的 就是差不多一米五的大长剑 剑和你人都差不多高了 可以单手 可以双手 如果你用这个 就可以化身杀人机器 变成战斗天使 文言 江河满脸期待的看着许青 我想要那个 许青笑了笑 好 过阵子就能到家了 江河立马一脸惊喜 真的呀 许青没有说话 而是突然抱起江河的脚 放在自己的腿上 接着才满意的说道 当然是真的 这家厂商主动找我 希望我帮着做推广视频 江河小脸微红 轻轻捋了捋长发 那好吧 两人就这么保持着这个姿势 各自看着手机 突然 江河询问许青 这比李白杜甫他们都厉害了 许青只能解释 用你聪明的小脑袋挂好好想想 就按两千手来算好吧 就算一天只睡四小时 平均下来那也要每小时一百手 一分钟一手试都不够 你抄能抄这么快吗 文言 江河满脸沮丧 都说不读书连吹牛都不会 我不读书连人家吹的牛都信 下一秒 江河猛地站起身 来到书桌前坐下拿起笔 不行 我要成为聪明人 请问 小明去河边打水 有个四升和九升的桶 他要刚刚好打六升水带回去 应该怎么做 江河手里的笔几乎都要折断 却不知应该怎么算 明明装满九升带回去 用不完倒掉就行了 他为什么偏偏要装六升 他是不是有病 许青只能笑着安抚 有些人是不太聪明的 所以更需要你这种聪明人 来帮他解决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吗 就当帮助弱智儿童获得快乐了 听到这话 江河也只能安慰自己 我是聪明人 不和愚蠢的小明一般见识 很快 两个钟过去 江河狠狠地伸了个懒腰 终于把今天的作业写完了 江河满意地转身朝许青走去 直接将脚放在许青腿上 就这么歪着脑袋 看着许青忙活 心里忍不住期待 生活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突然 他将脚伸进许青的衣服里 小肚子好满活 许青一阵无奈 这女侠现在这样 感觉和冬瓜差不多了 冬瓜喜欢踩许青肚子 好像叫做采奶 突然江河抽动了一下 许青连忙按住他的脚 红着脸质问 你想做什么 江河看着他心里有些不满 这家伙 需要的时候就一声不吭拿我脚 不需要就问我想做什么 这时 许青突然笑道 是对你多次使用借口不学习 产生愧疚想弥补我 还是想下次逃避学习 江河一愣 傲娇地扭过头 我猜没有 心里却在喊着坏了坏了 被他看穿了 他要再敢说话就打他 许青同样甘大地想着 前两次实在是意外 以后真不能这样了 自己可不能把女侠往歪路上来 掏出手机看了眼 十点半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准备洗个澡睡觉 突然 许青打了个喷嚏 江河连忙询问 你怎么了 可能是有点感冒了 吃个药就行了 许青拉开抽屉 看着里面的药 又扭头看了看江河 你以前有生过病吗 男人只是感冒流鼻涕 女孩就以为他要死了 网上说会并发症 心肌炎脑膜炎鼻瘤 害怕自己没成亲就当了寡妇 女孩坚持要男人去找郎中 这天夜里 许青由于昨晚坚持水洒被子 有些着凉打喷嚏 看着满柜子的药 许青突然询问江河 你有生过病吗 江河呆滞了片刻 我很少生病 所以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许青比了个OK的手势 没事 这不算什么病 就是有点鼻塞 没啥好担心的 反正死不了 文言 江河将信将疑的点点头 那好吧 嗯 别多想 睡一觉就好了 很快 江河洗完澡出来 许青突然告诉他 今晚我们分开睡吧 我怕把病气过给你 应该是这么说吧 反正怕把病菌传给你 就那么个意思 而且都睡一个被窝好几天了 就算暂时分开睡 也不怕以后再拒绝回来 女侠免疫力应该很强吧 毕竟是强壮的古代人 一边想着 许青站起身 这几天我先去杂物间睡 河里的作息才能更好养病 江河看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询问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小问题 回到房间 许青整理床铺一边想着 感冒如果不重视 往后几天发展到鼻塞鼻涕头晕什么的 重感冒症状的话太折磨了 而且明后天见就到了 总不能留着鼻涕耍剑 拍那个卖剑商家的推广视频吧 不知过了多久 许青刚要睡着 就听门枝亚一声被打开 许青诧异的转过头 就见江河一脸忧愁的样子 怎么了 江河捏着拳头缓缓靠近 我刚刚查了查 你这样下去会死的 有些话他没说 只能在心里默默想着 这人好端端的 怎么会并发症心肌炎脑炎鼻瘤 我还没成亲就要做寡妇了吗 想到这 江河一把抓住许青的胳膊 我们去找郎中吧 许青被整得一愣一愣的 你等等 爷啊 你在折腾我就真的死了 听到这话 江河似乎吓得不轻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许青这才解释到 之前就和你说过的 网络看病 癌症起步 别下去查网上那些有的没的 相信我 这只是个小感冒 可是 江河欲言又止 担忧的表情一览无余 见此 许青无奈地叹了口气 十分钟后 江河再次询问 你真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不会 我保证绝对不会 江河还是不相信 这么热的天你还裹被子 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感冒的话只要出身汗就好了 不信我测个体温给你看 许青将体温计含进嘴里 江河好奇地盯着 几分钟后 许青将体温计拿给他看 37.3摄氏度 你看 只有一丁点发热 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这下放心了吧 江河却突然来了兴致 你不会半夜 忽然变成40摄氏度吧 怎么可能 烧到40摄氏度 我就成傻子了 现在的我最需要的 就是睡觉养精神 说完 许青乖乖躺下 盖上被子 江河不放心地摸摸他的脑袋 许青只能安慰到 别担心了 你也快去休息吧 江河盯着他迟疑的片刻 才缓缓吐出一个好字 直到看着江河出去关上门 许青抽从一旁抽出一张纸 塞进鼻孔一边想着 这才刚和女侠同床共枕了几天 就又变回一个人睡了 这心理落差简直了 这该死的感冒 很快 许青便睡着了 只是到了半夜 许青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睁眼一看 好家伙 江河又来了 看着几乎贴到自己脸上的江河 许青有些迷糊地开口道 你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发热 你要不要再测一下 许青只能坐起身说道 我真的没事 现在几点了 三点多 我真的真的没事 你快去睡吧 可是 听到可是 许青直接一把拉住江河的手 将他扯到自己怀里 那就一起睡 省得你再胡思乱想 江河呆愣了片刻 感受着他的体温 好像是没有那么热 一边想着 江河还用脚尖去蹭许青的脚踝 许青微微一颤 你再蹭我就不用睡了 江河小脸通红 怎么这时候你就不说怕过病给我了 许青将他搂紧了些 我只是想通了 过边你刚好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感冒 免得以后我有点感冒发烧 你就觉得我要死了似的 闻言 江河抬起头看着他 还那么能说会道 看来他确实没啥大碍 那好吧 就这样 晚安吧 大家 这天许青睡醒 发现江河已经不在怀里 可他却闻到一股很浓的生姜味 许青连忙来到厨房 看着江河不停忙活 你在干什么 江河抬起头 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 我煮了姜水 许青吓得连连后退 我不想喝 这个太难喝了 江河哪里肯答应 不 你想喝 许青冷汗直冒 我可以吃香菜 但生姜是真的没办法接受啊 想到这 许青转身就跑 我突然想起来被子还没叠 江河瞬间伸出手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用力把他按住 目睹着他喝下去 活生生一副大狼喝药土 但很快 许青就趴在洗手池吐个不停 嘴里全是姜丝残渣 江河在一旁满脸无语 哪有这么夸张 我也喝一碗预防一下好了 片刻后 许青身无可恋的躺在沙发上 一边往鼻子晒纸巾 江河凑过来询问 你要不要打套拳出出汗 许青直接躺平 不要 我只想安静待一会 此刻许青只感觉浑身无力 看来感冒是加重了 还有 晚上你可不要因为舍不得我 半夜偷偷挤我床上一起睡哦 感冒真的会传染给你的 江河顿时面红耳赤 明明是你拉着我睡 谁要挤你床上了 可许青却淡定扭头看着他 你要是真不想 我还能拉得动你吗 江河眼见被戳破 只能喊着让他闭嘴 等他病好了 我绝对要打他一顿 江河继续威胁 我看你以后就住在那边 不要过来了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公平发来消息 询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钓鱼 江河捧着手机 呆呆地思考了片刻 自己要是出门了 不守着他 他会不会死在家里 江河只能回复道 今天不出门了 许青病了 下午一点多 许青打完一套拳 揉了揉鼻子 感觉鼻塞确实好些了 还是在看会股市吧 许青走向端着电脑看的江河 见许青完事 江河询问道 就看这个也能赚钱 但这个很难学 也赚不到多少钱 江河满脸不相信 可看起来你赚得很容易 许青一脸认真 我赚了只能说明有人亏了 但这不代表钱好赚 江河嘟囔着嘴 整天说这难难难 总会有人比你聪明的 而且我也一直都有在学习 许青醒了一下鼻涕 我说的这个聪明 不是你理解的智商高低 你是因为被我逼着才学习的 而能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 并且主动去学习的 才是我说的聪明人 江河不爽的扭过头 学习学习学习 这个家伙天天就知道让我学习 之前无时无刻骗我拉手抱抱 到现在又天天骗我看书了 真是个大骗子 许青笑了笑 反正做个愚蠢的和苗 我也能养着你 江河想了想 不是都说蠢蠢的更好养 许青瞬间无语 你这又去搜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感冒会死人也是 我猜没有 我只是关心你 说着江河摸上他的额头 许青直接将他的手放在肚子上 那你可以摸这里 更准 江河吓得缩回手 呆呆地看着他 许青则是笑着告诉他 如果你肯每天都主动看书 我就会超级喜欢你 比现在还喜欢一百倍 怎么样 江河傲娇地扭过头冷哼道 我才不稀罕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片刻后 江河才扭扭捏捏地侧过头询问 一百倍是多少 许青瞬间乐了 就是会连你的洗脚水都喜欢的那种 江河立马不好意思地扭过头 嘴里喃喃着变态 就在这时 许青突然狠狠打了个喷嚏 江河看了他一眼 等到晚上我再给你煮一碗姜汤喝吧 文言 许青突然想到什么 仔细想想 你用来洗澡的热水 是不是也算姜汤 江河顿时脸成红大屏股 一个灯厨子 明明现在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却还有心思说些下流话 他哪天变成头发胡子花白的老头子 肯定还那么色咪咪 老不休 男人躺在床上观摩女友的鞋子 却被女友逮个正着 女友嫌弃的眼神 分明在说男人就是个大变态 时间一晃已经八月 这天江河跟龚平一起出门逛街 两人逛逛吃吃 俨然两个都市利人 江河这几天一直都待在家照顾许青 好久没出来逛了 突然 龚平询问江河 你好像还挺喜欢看书的 都在看些什么 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看 许青说不学习就容易被人骗 被人带着去打拳什么的 反正不太明白 龚平瞬间瞳孔地震 啥 你这种又有男朋友又有自己的士组 长得还漂亮的姑娘 去和别人打拳干嘛 听到这话 江河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有男朋友和打拳有什么关系 嗨 那些人吃饱了没事做 两人一边说一边走 来到一条斑马线 眼看绿灯已经开始闪烁 江河突然一把拉住准备过去的公平 等等 龚平诧异地看着江河 现在不走的话 下个绿灯又要等很久了 江河却一脸认真的解释 闯红灯会被撞的 多等一会儿比较安全 龚平本想告诉他还来得及过去 可当听清江河的话 龚平人妈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绿灯变红 这个路口绿灯要等好久了 江河却一脸无所谓 毛主席告诉我们 命停三分 不抢一秒 有那么夸张吗 龚平嘟囔着紫 江河一副说叫的样子告诉他 不管多小的概率 只要落到头上发生了 那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 好孩子千万不要学哦 这时 龚平突然搂住江河的胳膊 对了 听你那个样子 难道刚刚说的打拳 是指物理意义上的打拳 他要教你功夫 什么物理意义 我也不清楚 不过 江河心头一阵思索 这样说来 许青的意思是说有人教我打拳 也不对啊 要教也是我教人打拳还差不多 这样想来 总感觉许青说的打拳 和平平说的 还有我自己认为的 是三个不同的意思 龚平满脸错愕 所以说 许青那个理工科大直男 真打算教你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去练舞啊 看着江河懵懂的样子 龚平愤愤不平 这个人打游戏又那么坑 能有你这样的女朋友真是神奇 所以他到底让你学习些什么 就看书 不止 学一切能让人变得聪明的东西 有天我问他怎么用股票赚钱 然后他就巴拉巴拉说什么聪明不聪明的 所以他很会炒股吗 那你把钱交给他 让他帮你赚钱不就行了 文言 江河大吃一惊毛色顿开恍然大悟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自己怎么没想到 许青聪明 不就代表自己聪明 许青赚钱 自己把钱都给他 不就也可以一起赚了 龚平哪里知道 这个傻子一样的女孩 居然真觉得有道理 过了马路 两人走进一家奶茶店 龚平上前一步 我要一杯熊猫奶盖 半糖聚兵大杯 加布丁加耶果加玉尼加红豆 念了一大串之后 龚平才扭过头 你呢 金菊柠檬少糖聚兵 谢谢 不得不说 做一个现代人太难了 随即 两人找了个位置坐下 龚平又开始画牢 不过他让你看书学习 也是想和你有更多共同语言吧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这样想的话也挺好的 比起花言巧语一直哄女孩 过一天算一天的男人 许青这种直男还是很不错的 江河却抬起头呆呆地看着外面 所以这样真的好吗 我觉得挺好 毕竟新鲜感是会慢慢消磨掉的 想一起长久下去 肯定要想办法 你懂的 江河猛逼地扭过头 我不懂 龚平无语 或许他是真觉得你不太聪明 很快 在暴风吸入一大口奶茶后 龚平突发奇想 我们一会儿去钓鱼吗 我新买了个海干 不仅能钓小鱼 还能扔出很远区钓大鱼 可是我们没带鱼干出来 等拿完再回来也不剩多少时间了 龚平顿时低落下来 那好吧 明天再去吧 可下一秒他又再次抬起头 满脸期待地询问 那我们现在去划汉兵吗 江河瞬间愣住 那是什么 我是说我没划过 江河心里惊呼 平平不是许青 不能暴露 要学会潜伏在这个时代 不能被人发现有问题 龚平不宜有他 兴奋地拉起江河的手 走吧 我教你啊 不知过了多久 许青躺在床上 看着江河的草屑出神 可下一秒 他就看见江河一脸嫌弃地看着自己 连忙尬笑道 你回来怎么没生的 江河没有说话 眼神却完全一副看变态的样子 许青连忙拿起一旁的书 不是你想的那样 听我解释 我就是突然好奇唐朝地穿着 真的 你看我书还在这掀着呢 许青心里一阵憋屈 草嫌害人啊 这下被抓个现行 看来是真的摘不掉变态的帽子 天可怜见 自己这次是真的在研究穿衣风俗啊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展露笑颜 夸张地点头笑道 我相信了 说完直接转身就走 许青彻底没辙 这丫头摆明了不相信 片刻后 许青来到厨房 见江河正在准备晚饭 于是凑上去解释道 其实你在外面玩得开心的话 也可以和朋友一起找地方吃饭 我在家可以自己解决晚饭的 手机里不是给你留了挺多花的吗 请那个老女 那个叫什么平吃点喜欢的 不用老想着道点就准事回来 文言 江河笑得像花朵绽放 轻轻轮了一声 好 你知道在唐朝这根小布条是干什么用的吗 听到男人在研究唐朝的穿着 唐朝女孩将自己来时的衣服给她看 可衣服里却掉出一根小布条 男人好奇地放在鼻子闻了闻 没想到却被女孩抓个正着 此刻江河正在做晚饭 一边跟许青说着今天的事情 我今天和平平去划汉冰了 嗖嗖的 像在飞一样 那不挺好 许青抬起头 等会儿 你会划吗 江河不解地转过头 学一下就会了 很简单啊 许青顿时无语助 简单吗 是啊 我说我之前没划过 平平还说我骗她 明明划得比她都快 许青忍不住夸了一句 不愧是女侠 闻言 江河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 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 但她还是转身进了房间 片刻后 江河把来时穿的那套衣服递给许青 你不是说想研究吗 我的这套给你 许青接过衣服 你信我是真的想研究 我就说嘛 我怎么可能是变态 随即 许青将衣服展开 细细地观察起来 针脚缝得很腻 接口处整整齐齐 划出一根小布条 许青拿起来好奇地端向了一番 这是什么 她用纸服轻轻摩擦 感受着布条的质感 想到某种可能 许青瞬间不淡定了 这可是拥有一千二百多年 极具意义的伟大补董啊 许青鬼使神拆地凑上去闻了闻 下一秒 江河突然大喊 你在干什么 许青吓了一跳 做贼心虚般将布条举起 刚刚这个不小心掉地上了 好像有点脏了 我就是正好拿出来吹吹 说着许青做事吹了两下 又郑重其事地将其放好 接着才假装正经地询问 你出来干嘛 我出来拿鸡蛋 直到看着江河转身返回厨房 许青才长长地输了口气 心里忍不住吐槽 自己这时候怎么就不受控制 明明都有女朋友了 还会出现这种状况 还是说 自己确实就是个下流好色的灯厨子 可自己真的不是恋物品 就算是丝袜 也只在女侠穿着的时候有兴趣 被脱下来后的袜子 完全没什么兴趣 许青一阵冥思苦想 为什么自己会对一个古董 这么感兴趣 很快 许青大车大悟 一定是遗传 老许就是一个考古学家 自己感兴趣的 其实不是这个布条本身 而是他的古董属性 对 一定是这样 没错 自己只是喜欢古董的气息 这布料上带着古董的厚重感 想到这 许青将脸埋进衣服用力绣着 江河轻眼目睹了这一幕 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气息 许青猛地抬起头 却见空无一人 是错觉吗 总觉得他刚刚在看 可如果真偷看了的话 他不可能会闷声不吭 让我继续 许青又将注意力放在衣服上 衣服现在看来有些小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缩水了 突然 许青贴了一眼身旁 那在沙发上安静躺着的小布条 都闻了一下古董的气息了 那另一件古董也应该一视同仁吧 自己不是变态 只是遗传下来的基因喜欢古董而已 这些都是古董 实在不该嫌弃某一件 想到这 许青颤抖着伸出手 就像王子俊 不会在意别人骂他穷比 我许青也不在意江河骂我变态 因为我不顺 这就是底气 随即 许青又一次实施了自己特殊的癖好 这古董的气息 果然让人沉醉 不错 再问一下 不久后 江河做好饭 两人一边吃着 江河突然开口道 我赚的钱你都帮我存起来了是吧 是啊 你要用吗 用的话我给你转过去 女侠存的钱 许青都帮他扔进理财里了 除了一开始他还电视的四千 别的都没懂 本来他还想等着女侠身份办下来 有了独自处理自己财务的能力后 在一块给他的 毕竟到那时就是两个独立的人 而不是现在这样需要依附的关系 江河放下碗看向许青 也不是想知道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拿着我的钱去赚钱 你不是本钱越多就能赚越多吗 你是说 让我拿着你的钱去炒股 股市不是提款机 我自己都只拿了一点钱来玩 再多就不行了 更何况还要拿你的钱去炒 我会更有压力的 本钱越多 风险也越大 江河呆呆地看着他 这有什么区别 难道你想说我的钱更容易亏 这样 你要踩着那个窄窄的白线走直路 是不是很简单 但和白线同样宽的路 放到悬崖上让你走 是不是就很难再那么轻松了 江河一下笑出声 我觉得不难啊 许青无语 差点忘了 他可是武功超群的女侠 好吧 你们聊 男人只是领了一个唐朝女孩回家 命运的齿轮由此开始转动 一场平凡又浪漫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就在刚才 两人吃着饭 江河突然想将自己的钱给许青投资股票 许青一口拒绝 不行 我拒绝做你的基金经理 我自己扔一万进去 亏二十个点都不在乎 但是如果是拿你的一万 亏十个点我就要开始有压力了 然后开始心慌犹豫 就会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也就是亏钱的开始 以前王子也提过类似的主意 想要让我帮忙操作一下 就算钱不是很多 我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靠这个赚点小钱就够了 投入太多了我反而有压力 到时候变成给庄家送钱 江河听着他的解释 忽然好像知道 为什么许青能天天一副 游手好闲的样子 过得很轻松了 自己对自己有着清楚认知 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并且乐于接受 大概就这么个心态吧 该说他聪明吗 还是聪明吗 不仅对他自身有清楚的认知 对别人也看得很准 看来平平讲得没错了 他一直催促自己读书 就是想保持两个人精神上的一致 共同语言越多越好 这样才能在新鲜感消退后 继续安稳经营两个人的感情 如果是聪明的游手好闲 和愚蠢的好吃懒做 那只会渐行渐远 想到这 江河一把放下碗筷 我吃饱了 可江河刚站起身 许青突然兴奋到 说起来 我感冒已经彻底好了 可以搬回去睡了 江河一脸嫌弃 这几天你已经证明了你不怕热 可以一直睡在那边 许青急了 不行 杂物间的床睡着不舒服 江河懒得多纠缠 你如果要搬的话 我现在就去打游戏 闻言 许青立马安静下来 那我不搬了 你做题吧 江河一下愣住 没想到他会这么果断 你真不搬了 不搬了 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 江河只能冷哼道 我这就做 你在杂物间好好待着吧 许青充耳不闻 想找借口不学习 门都没有 不久后 许青正在洗碗 门铃突然响起 原来是之前的软件快递到了 江河拆开包装 这是什么 是之前说的腰带件 但这玩意儿上地铁都难 过不了安检 就是玩个新鲜 平时可以当成腰带用 在需要的时候抽出来 江河看着他沉默片刻 那抽出来打架的时候 不是裤子都掉了 不会 有空心的腰带 怎么会掉裤子 不过还是别带出去 这就是收藏来玩的 这件送你了 待会儿拿着耍耍看 江河弹了一下剑刃 剑刃立马晃动起来 这就是一个铁片 也配叫剑 我40米大剑什么时候的 许青则是兴奋地告诉江河 到时候你一胡鹿化瓢血几手 再穿上那个锁子甲拍的短片 插进视频末尾 广告费就赚到手了 要是剑起长期合作的话 你的兵器架不用花钱 就能慢慢填满了 到时候给他安排一个 放各种剑的架子 上面摆满剑 也算是对买了一堆书 给他看的补偿 江河不爽的都闹着小组 我的大剑到底什么时候到 快了快了 到时候你可以抱着他洗澡睡觉 完事后 许青继续洗碗 江河拿起练习册 眼神却开始飘忽 许青好像一直都在 为自己的未来考虑着 一开始 他说 认识1200多年前的古人很高兴 这感觉挺奇妙的 所以我愿意帮你 尽我所能帮助你熟悉这个世界 藏好自己 慢慢融入 之后 之后就是生活呀 生活在这里 享受1200年后的盛世 两人经过相遇 也进了这个时代 他带着自己认识这个世界 成熟起来 可以分得清感激和感情 也有自由选择的能力 解决自己的人文认知 抹凭信息差变成现代人 给自己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环境 让自己能够独立了以后 依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离开或者留下 他还曾说过 希望自己学会笑 江河呆呆地回忆着 在本子上画出一个笑脸 很快的 还不到一年 自己就已经学会笑了 江河扭头看着厨房里的许青 这个人 也许目的已经中途变了好几次 但一直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这点从未改变过 隔了1200多年 从开源来到现代 遇到了这个人 江河突然站起身 来到窗边拉开窗帘 心里默默说道 二娘 他真的很可靠 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 江河忍不住思念 二娘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是掰着他的小盒子在数捧前 还是拿着大当家的衣服在房里 诱惑者 也在抬头看月亮 突然 许青来到江河身后 在看什么呢 在看月亮 你说过去的人 他们是不是一直活在那时候 可能吧 一千年前他们看着月亮 现在你也看月亮 说不定就思维相通了 江河眼里充满了光 二娘肯定也在看月亮 他一定能感觉到 我现在过得很好 许青眼里却是宠溺 和对未来的期待 放心吧 他一定会的 二娘 你听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满满的狗粮好吃吗 在座有女朋友的都知道 睡觉时把头埋进 他的脖子和头发里有多像 这天许青跟江河吃完饭 许青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江河来这里马上就一年了 再过半个月 就是刚好一年365天整 原来不知不觉间 已经过了这么久 许青瞥了一眼江河的背影 原本许青觉得 最起码还要个几年 他才能正常融入社会 结果因为网络的缘故 融入过程和坐飞机一样快 不仅学会了玩游戏 教网友 甚至还学会看片 不过站在男朋友角度 仔细想想 自己好像还没正儿八经的 送过他礼物 难得的穿越一周年纪念 自己的好好琢磨一下 就在这时 秦浩突然发来消息 看我帅不帅 帅不帅 我像不像秦琼 许青整个无语著 这家伙怎么这么像傻子 他拿着手机询问起江河 他这个傻样像不像你们二当家 江河瞥了一眼就满脸无语的 我们二当家没这么傻 突然 许青想起之前捏锁子甲的铁环 还剩一些没用完 我帮你捏个铁裙吧 江河满脸嫌弃 有什么用 防着别人砍我腿吗 而且裙子怎么穿 那么重肯定往下掉 许青笑了笑 可以加两个吊带 变成吊带裙就不会掉下去了 想到成品的样子 又看了看江河随时要打人的脸色 许青连忙摆手 开玩笑的 别当真 江河懒得跟他掰扯 起身抬腿比划了一下 我直播去了 今天冲1700分 随即江河直播打游戏 许青则在一旁站桩 等到直播结束 许青在收拾桌子 江河站在一旁支支吾吾 你今晚 今晚怎么了 江河顿时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算了没什么 可他心里却气坏了 管这家伙睡哪里 自己一个人睡大床更舒服 洗完澡换上睡衣 江河练了一会软件 却总有些心不在焉 杂物间的房门也没动静 这家伙真带性子了 一点都不耍赖了 江河越想越烦 干脆躺上床不管他了 可刚过没一会 许青突然推开门走进来 江河一脸嫌弃 你不是说不过来吗 许青直接一屁股坐下 我没班了 枕头被子都在那边了 我过来就是和你说说是 就那个身份的问题 还挺难 如果第一次没成功 后面会更难 所以这第一次要准备充分 你知道的吧 江河满脸戒备地看着他 这我知道 文言 许青又朝另一头爬过去 一边解释着 我就是怕你心急 但其实现在也没什么需要用身份的地方 我们只要安心准备就行了 现在这个小区你也挺熟了 等到了年底 你就在这里过两个春节了 周围邻居对于你多多少少 会有个大概印象 成神小烟就是有力的人证 他们知道我光追你就追了好几年 然后你才从外面搬进来的 见江河似懂非懂不看着自己 许青又拿起被单继续的 还有外面的天眼 不知道会不会覆盖 反正你凭空出现的事到现在算是被抹平 已经不用担心警察来查了 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说完 许青直接心安理得地躺下了 江河故意业于他 你怎么就睡在这了 许青直接装傻 困死了 居然能这么无耻 但江河也只能关上灯乖乖躺下 只是小脑袋不知在想些什么 突然 许青伸出罪恶之手 一把将江河搂在怀里 江河浑身一颤 却听许青温柔地呢喃道 晚安 江河瞬间脸红心跳 一动也不敢动 沉吟片刻 才缓缓回道 晚安 第二天续日出生 许青缓缓睁开眼 只见江河正安静地躺在自己怀里 许青忍不住凑上去 闻着他的头发深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开口 你是小狗吗 许青心头一震 有种做亏心事被抓包的感觉 疼得一下坐起身 我确实是属狗的 江河歪着头一脸嫌弃 灯徒子 什么都爱闻 女孩起床只是不经意间伸了一个懒腰 当场就把男朋友给缠坏了 可惜 许青根本打不过江河 不然的话 这天早上 许青睡醒看着江河的睡颜 忍不住将头埋进他的头发闻了闻 谁知却被抓个正正 直到此刻 许青突然反应过来 你是不是早就醒了 江河猛的一震 又很快冷静下来 没有啊 我也刚醒 许青看着他紧张的背影 我不信 我怀疑你在钓鱼执法 江河扭过头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了句爱信不信 随即 江河便在衣柜里挑起今天要穿的衣服 许青想了想突然开口道 其实你可以在这换衣服的 我又不会偷看 江河扭过头 那你现在在干嘛 许青拿起衣服盖在头上 我现在就闭上眼睛 看着他这副小贼一样的嘴脸 江河是又无语又好气 许青见气氛有些尴尬 于是再次督促 你怎么还不换 我们如果这样互相不信任 感情是不会长久的 江河听得脑筋直抽抽 直接抓起一旁的大熊 一把对在许青怀里 接着又掀起他的衣服警告 敢偷看就打死你 接着转过身去准备换衣服 许青不满地呜咽了几声 可他心里清楚 江河明明之前还要跑到杂物间 才敢换睡衣 现在对他来说 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难道是因为自己感冒好几天没睡一块 所以小别盛新婚 不久后 许青正准备刷牙 江河突然询问 我们现在是不是不太正常 你是指哪方面不正常 虽然我觉得好像从来都没有正常过 江河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就是睡在一起 不 睡一起很正常 都睡一起了你还老防着我 这才不正常 江河红着脸小声嘀咕 那如果是现代人 会怎么样 许青一边刷着牙 现代人呢 咕噜咕噜 现代人应该天天没羞没骚 咕噜咕噜 光着屁股在卧室客厅到处跑 不过他也知道 固守着开园那一套观念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样的女孩放现在可遇不可求 自己也就是偶尔逗逗她玩 有时候不小心擦枪走火而已 真是罪过罪过 一边想着 许青扭头看向江河 系上围裙准备做饭的江河 依然那么美丽动人 许青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去你的开园 果然还是早享受得好 吃饭时 江河询问道 去我妈他们那边 我中午可能留在那边吃饭 江河一愣 那我上午不去钓鱼了 下午再和平平去 没事 你们去吧 也许他们不留我在那吃饭 吃完饭后 许青出门来到小区门口 赵叔看见许青愣了愣 呦 刚刚看到江河他们两个拎着鱼竿出去 你怎么没一起 许青满脸骚包 因为我钓鱼太厉害 自残行贿之下 他们都不爱和我一起 你就吹吧 我每次都看见他们同里小鱼扑腾腾腾的 来到父母家 许青又拿起桌上的柚子 这柚子挺好啊 单位发的 老许头都没抬 厨房里还有几个 爱吃你拿两个回去和江河吃 说完老许瞥了他一眼 这小子八成有事 正好自己也有事 于是老许先发制人 说吧 这次又是什么事 许青无语的回了句 别紧张 我不是来要房子的 呵呵 要我也不给你 死了心吧 不过 你难道是想通了 过来找我给你安排个正经工作上班去的 许青彻底无语 我就不能单纯过来转转吗 那要不来谈谈上次我建议永违那个 许青还没说完 老许直接起身就走 许青连忙说正事 其实吧 就你之前不是找程婶打听江河了吗 谁打听了 老许这哪里肯认 许青也是无奈 那就是程婶对我编的路 老许终于回过头 我就是在那停着车 他找我唠嗑 说着说着就拐过去了 是是是 顺带的 唠上了 所以 这是你有办法解决一下吗 老许愣住 啥玩意儿 关我什么事 为了与女友结婚 男人直接跟父亲摊牌了 不装了 我就是要娶老婆 就在刚才 许青找到父亲 想让他帮忙解决江河身份证的事 您看江河的为人 您也都清楚 身份要是解决了 我俩立马结婚领小本本去 老许却一脸淡定 那是你女朋友 关我什么事啊 上次你不是说了 自己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就自己去呗 许青见说不通 只能采取亲情攻略 他一脸卑微的看着老许 爸 我是您儿子啊 滚滚滚 不用给我来这套 老许扭头就走 许青只能摆摆手 那行吧 我自己想办法 临近书房 老许突然停下来 除非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也整什么破直播什么玩意 像个正常人 我帮你找人问问 倒是你俩要是结婚了 那个房子也不是不能商量 许青无奈的撇撇嘴 我哪里不老实了 老许扶着眼镜一脸无情 那你自己去整吧 反正你俩就是谈个朋友 说不定什么时候分了 最省事 许青抬起头 爸 不可能的 老许冷哼一声一屁股坐下 这可说不定 可不可能不是你说了算的 许青拿起吃剩的柚子皮 你看我又没有出门乱花钱 也没有出去惹事了 安心过我的小日子 哪不对了 来 您让个道 说着许青将柚子皮倒进垃圾桶 老许不满的声音响起 你现在是快活 等过几年你还能这样 能啊 许青一边来到厨房 挑了个大一点的柚子抱了出来 老许一阵无语 撇过头继续说叫 你等再过几年再看 别人都成家立业了 你还是一事无成 到时候有你后悔的 许青一脸认真 爸 您别总觉得我是你儿子 就该怎么怎么 凭心而论 和我同龄的 有几个能达到您理想的标准 您真的了解过现在的年轻人吗 耗子考了个公务员 那都是少数 就算在外面工作 运气好遇到个好单位 一个月工资刚够吃住 运气不好的 工作了还要从家里拿钱付房租 天天早九晚九几公交地铁 坐隔子间里一呆就是一天 逢年过节都加班不回家 老许想都没想 你非要合差的比 怎么不合好的比 我知道您一直对我有偏见 对我做的是有偏见 但是爸 您得承认一点 我在学校就能自己攒下几万块钱 毕业了窝在家里 每个月给你们交租金 还能自己省下钱 这真的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 然后呢 许青掰开手里的柚子 给老许递过去一块 接着才校盈盈的说道 从某一方面来讲 我很努力 也很优秀 从来都没有什么一事无成这种事 所谓的一事无成 只是没有活成您定义的成功的样子 您想让我活成您的样子 我不愿意 您就觉着我一事无成 其实当初江河来的那天 许青就是去面试的 回来的时候还赶上报名 那时候他想的是找个工作给父母看看 但现在想想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老许也不得不承认 许青这小子确实在那些旁门左道上面有两把刷子 他看着手里的柚子 其实我也没有非逼着你当什么成功人士 就算做个小职员 也比你和那个谁 天天在家打游戏捏盔甲墙 许青干脆扮了个鬼脸 您觉得您儿子会安分做小职员吗 气势压三公 喜酒色而偏真好斗 我性子就这样 就算我牛到考上公务员 那样就好了 我这人鬼心思忒多 一不注意就容易走偏 您也清楚吧 到时候您还不得隔着铁栏杆探望我 听我唱铁窗类 老许一脸不屑 隔铁栏杆了我还看你干嘛 那不就得了 说实话 我把青大人做成现在这样 凭着运营几年的经验 出去找个传媒之类的公司上班 我也能活得很滋润 也可以找我专业对口的公司 从头开始 按您想要的来 爸 不是我吹 我只是不想 如果真要做到您眼里的事业有成 我能做 得比大部分人还好 你就是在吹 能做你干嘛不做 就因为在家舞刀弄紧 搞那个刘备的草鞋好玩 许青一边听着 刚想把袖子放嘴里 听到老许这话 顿时扭过头怪笑道 对啊 好玩 你知道 这就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差异 我热爱生活 喜欢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不是只有钱和稳定 我讨厌做时钟上的齿轮 每天两点一线拼搏 即使少赚一半 我也宁愿选择我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被焦虑裹挟 我从大学努力到现在 才有那么点机会 选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要放弃 就因为您觉得这是有手好闲吗 老许气得只咬牙 歪里斜说 我不上你的套 你妹的江河也这么想的 他就不嫌你不上镜 许青回忆着两人的点点滴滴 不 热爱生活就是上镜了 如果有一天他不满了 我们都会想办法做出一些改变 青舔着脸伸出手 您是我爸 这也是我能安逸的条件 要不您把房子捐了 我立马就变个模样给您看 我私信里还有好几个广告没接呢 听到这话 老许刷的一下掏出一张纸 一把拍在许青面前 许青看着一根笔咕噜咕噜 从老许手里滚过来 又听老许威胁道 我这就写一注 等我走了 所有财产捐出去 等我做个公正 看你怎么赚出一套房 许青听得一脸惊讶 可他根本就不担心 甚至还有些想笑 那个 爸 不瞒您说 我现在手里有十万 明年就能交个首付了 说完 许青一副乖巧的样子 看着陷入沉思的老许 过了许久 老许才摘下眼镜疑惑道 你去抢啊 有一种水果 吃了之后尿尿会变成红色 女孩吓坏了 那还能治吗 就在刚才 老许得知许青居然攒了十万 老许人傻了 你去抢啊 许青往嘴里抛了块柚子肉 我可没去抢啊 您觉得我没个正行 可钱就这么来了 我可是好公民 老许一阵憋火 哥们怎么感觉在这小子那儿 钱不是钱一样 那我也要把房捐了 许青点点头 心里却清楚 不和老头子打这个赌的话 赚一套房出来 还是被老头子看不起 去年的时候存款就有四五万 这将近一年下来 整天和女侠宅着 房租也免了 吃饭都是和女侠去菜市场买菜 花销比以前独居少了好几倍 再加上最近做直播 收入也比之前高了 开源加上节流积少成多 更别提生活方式也有了大改变 两个人天天在家看书学习刷视频 身体素质都提上来了 女侠真乃是天降福星 而且是独属于自己的福星 老许看着她的表情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小子谈女朋友都不花钱的吗 许青心里得意不已 她很乖 平时就买个护手双洗面奶 用的时候还扣扣嗖嗖的 如果您能帮忙做一下身份的事 那就更好了 房子我不要您的 我能自己挣出一套房 那房到时候您们养老收租 我和她有我们自己的生活 文言 老许沉默了片刻 她的身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说的那么回事 她已经自学到初中了 她可聪明了 老许还是不相信 这小子什么性格我能不清楚 两个人在家嘻嘻哈哈这么久 钱还能越攒越多 还准备着办好身份就买房结婚 这不对劲 想到这 老许扶着眼镜脱口而出 你在骗我 要不然存款给我看看 许青饿了一声 直接掏出手机 你看 这里才六万多 股市一万多 还有存起来的应急备用 不幸您再仔细看看 要在一年前有人和我说 我每天早睡早起 没事打拳练剑 还能攒下一笔手负 我肯定会大笑出声 老笑 怎么可能 但事情就是发生了 从一千年前飞过来的女侠 改变了我的生活 老许依旧扶着眼镜 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十万对于她这个年龄来说 靠自己赚出来 足够夸耀了 也许她说的是真的 如果认真起来 能做到比大部分人好 但她觉得没必要 但年纪轻轻 就选择安逸了 佛系 懒多 许青满脸得意 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能办事能办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 想保险一点 您要是能拖着人 老许晨银片刻 行吧 我帮你问问 许青疼得一下站起身 好嘞 谢谢吧 许青收起手机 这也算不错 以我的能力最多 就是把女侠突然出现的痕迹模担 找王子俊帮忙 帮女侠学习 在江城刷生活轨迹 真要帮古代来的姑娘办好身份 还是有点难 只要把这最重要的事办好 女侠从此就完全放松了 接下来她就不用 只在小小的电子屏上了解一切 许青看着窗外 很快 江河就可以走出江城 去看世界了 许青兴致勃勃 爸 闲着也是闲着 我给你打一套拳看看 老许一下无语助 现在 立刻 滚 好嘞 许青爬起身 一手抓着一个幼乳 您看 虎吃拳 滚 赶紧滚 片刻后 老妈正好回到家 刚才正好见着青子走了 他怎么抱着两个幼子跑了 老许一脸不耐烦 抱就抱吧 总比把房子抱跑得好 老伴白了他一眼 一个破房子看得紧 他又过来要房子了 没 不能给他 他自己都被骗了就骗了 我们这也让他拿去被人骗了 那就真没了 骗 被谁骗 被江河 怎么回事 没有 我就随便说说 老妈不爽的撇撇嘴 哪有你这样瞎说的 动不动就骗了什么的 我看江河就 挺好一姑娘 又懂事又文静 话也不多 不像青子 巴巴巴吵得我脑壳疼 老许听得不耐烦 直接将杯子磕在桌上 你少听他瞎掰 那家伙 那家伙 青子怎么了 没什么 老许喝了口茶水 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如果当初是个女儿 现在就省心多了 不对 是女儿的话 老许不敢想 哪天他带回来一个精神小伙 精神小伙告诉自己 老灯 我鬼火停楼下安全吗 另一头 许青狠狠打了个喷嚏 他还以为是上次感冒还没好 可是不应该呀 这时江河也回来了 可他却站在门口愣住 你们在干什么 许青拿着刀 嘴角还红红的 听到他的话 许青和冬瓜同时朝他打了个招呼 许青像献宝一样端上一盘红色火龙果 来来来 尝尝这个 江河吓坏了 这是什么 许青笑得满脸得意 这是吃了尿尿会变成红色的水骨 江河尖叫出声 我不吃 许青继续诱惑 吃吧 变成红的我也能吃 放心大胆地吃 江河呆呆地看着许青 沉默了许青才缓缓开口的 那我就尝一小口 说完 江河捋了捋头发 凑上前轻轻咬了一口 味道却意外的不错 许青笑了笑 怎么样 好吃吧 这是火龙果 你应该没见过 我特意买回来让你尝的 突然 许青看到江河脚边的水桶 这是买的还是钓的 钓的 看着里面一条特别大的鱼 你这么厉害 江河这才想起 对啊 平平买了的大鱼杆 可以扔进江里深处 我们也买一个吧 许青大手一挥 买 买一样的 这么大的鱼方市场上起码卖几十块 就这样被他俩轻易钓上来了 而且还不止一条 要是每天都能钓上这么几条 可能真的在田边买个房子盘快递 两人种田钓鱼就能自己自足了 想想都兴奋 明明连碰都还没碰过 男人就已经开始规划生几个了 不知道女朋友知道了会不会答应 就在刚才 江河钓完鱼回家 刚准备去将鱼竿放好 却突然想起什么 背对着询问许青 下午一起去北城那边转转吗 许青微微一愣 你这是真想在城郊买快递 然后种地啊 江河扭过头小脸微红 没有 就是想去看看 我们还没一起去过吗 我觉得看到满地庄稼会很有幸福感 许青想象着满地金黄的画面 好像确实不错 许青直接答应下来 江河瞬间开心极了 直接将鱼竿往桌上一放 转身就跑到许青身边 对着许青的脸巴唧就是一口 接着来提起一旁的水桶 转身朝着厨房走去 许青摸着被亲的地方 又看了看江河的背影 这丫头 大白天就喜欢撩人 随即 许青又来到桌边 随手捏起一块火龙果放进嘴里 吃了火龙果尿尿会变红 这样就能骗他给自己检查身体了 只是一瞬间 许青又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许青你怎么能这样呢 欺负一个大堂的无知女侠 对得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吗 对得起老师的培养吗 这时 江河突然询问 与我就亲争了 许青看着他女汉子的样子 你其实可以两只手抓住他 这样会更可爱一点 江河信以为真 像你一样吗 这话一出 许青瞬间妈了 真是伤害性不高 侮辱性极强 不久后 江河做好饭 拿出手机咔嚓一下 接着便笑着发起消息来 许青忍不住探头看去 好家伙 鱼刚做好就要给小伙伴拍照分享 对了 给我也发一张呗 片刻后 许青将鱼发到家庭群里 老妈满脸疑惑 她不是才过来抱走了我们两个柚子吗 什么时候又去钓鱼了 老许看破直接说破 她哪是炫耀钓鱼 她是在炫耀这一桌子猜 下午你也去买条鱼吧 咱们很久没吃鱼了 老伴立马满脸嫌弃 去去去 不年不节的 吃那么麻烦的干嘛 老许心里一阵憋屈 得 今天早上打麻将肯定是输了 所以那小子敢在午饭前撤退 就是听说她老妈去打牌 担心她妈说了中午没啥好吃的 好一个避险大师 还撵了一顿唠叨 现在一定在家美滋滋的吃着鱼嘚瑟 老许猜的没错 许青现在爽爆了 这鱼让江河做的 简直色相味俱全 突然 许青一脸若有所思的看着江河 说不定女侠就是计算过我们俩的生活费后 才选择经常买鸭鹅排骨 还有水果之类改善伙食 但总体还是算少的 自己省钱居然省出了罪恶感 又不用通勤 不用养车 再加上两个人习武都不怎么生病 也许 只有生个孩子才能让收支达到另类的平衡吧 想到这 她笑着告诉江河 照这样下去 明年或者后年 我们就能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了 江河下意识的回应 自己的房子 说完她就愣住了 一股莫名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许青笑了笑 对啊 我们自己的房子 现在这个房子是我妈他们的 要是有我们自己的 爱怎么整就怎么整 书架我们可以弄得入墙式的 这样不占地方 还有这墙和天花板 装成灰白掉的 简约又大气 江河还没换过神 只是呆呆的喃喃道 买房子 是我们的吗 许青一脸调侃 不然我们给别人买 江河彻底呆了 我和你的房子 其实 她本来想先变成 和许青平平他们一样的现代人 然后再想办法 把直播的视频一下 开启自己做饭 吃饭 卖饭的商业圈 还有好多好多 可是现在融入 现代计划还没完成 还在学习中 就忽然要在现代有房子了 而且还是和许青一起的房子 江河缓缓低下头 这样 不好吧 什么不好 江河呆呆的名买 房子很贵吧 得等我嫁过去 才是我们的 许青顿时就笑了 直接摆手道 分手就直接被你打死了 价不价有什么区别 而且要是没有你 我那点钱买个厕所还差不多 哪来的房子 现在只是和你说这个计划 真要买的话 最早也要明年 要是两十八十九平米的明年差不多 一百平那种的话 还得再加把劲 说完 许青看了看周围 心里盘算着 八十九平两个人刚刚好 以后有了孩子也够用 一家三口家的书房 生两个的话 把书房改造一下有些挤 但也够用 不对 许青突然反应过来 两人明明连碰都没碰过 自己怎么就开始考虑生几个了 一年时间 两人居然攒了首付的钱 这代表着 两人要有自己的家了 拥抱着自己热爱的人 或许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吧 就在刚才 许青告诉江河 大概明年两人就能买房子了 说着许青掏出纸笔计算起来 衣服换季的时候买两套 顶天一千多块 洗壶用品三月一换 一年顶天了也就一千 出去玩也就那次游乐园算是大支出 平时都是散散步 喝奶茶和钓鱼 吃饭正常是一段时间出去搓一顿 但随着江河的手艺越来越好后 也就没什么兴趣出去了 然后再就是平常 换个大枕头 或者买个新鱼干这种零碎 真是奇了怪了 也就刚到的那几个月 待江河体验没见过的东西花销比较大 算来算去 支出都是那么点 还不如自己在股市哆嗦一下 亏的或者赚的多 江河凑上钱 指着那张纸询问 你在算什么呀 算我们为啥这么能省钱 我们手头现在有不少了 你看你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天天刷剧 偶尔出门你不仅不花钱 还能提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说到这 许青恍然大悟 特吗 根本原因在这儿呢 女侠没来之前 钱是不知不觉花出去的 现在都是女侠出门后 往家里拎鸡蛋 拎洗衣粉 拎鱼散拎鱼 江河不爽的嘟囔道 我天天待在家里学习 哪有打游戏 而且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感受到射人的压迫感 许青尴尬的摇摇头 没有没有 江河见他不太相信 又继续道 本来就是啊 你看这个水杯 我钓鱼带着他 都不用半路买那个破机器的饮料 许青乖乖道歉 对不起啊 是我失言 江河冷哼了一声 心里却在想着 自己刚才听到买房 为什么会那么手足无措 可能是因为 买房子就代表着 自己要有家了吧 和许青两个人的家 想到这 江河兴奋的站起身 走吧 我们去北城去逛逛 许青却伸出手 等一下 先过来抱抱 说着许青拍了拍沙发 江河小脸微红 但还是扑进了许青环影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感受着彼此的体温 许青使劲地嗅着江河头发的香味 一边将江河抱得更紧 江河侧过头 你在想什么 许青笑了笑 我在想啊 当我放平了心态 不焦虑不焦躁 守好现在有的之后 生活就会朝该有的模样发展 顺气自然的一天天变好 听着他平静地讲述 江河却感觉心跳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身体也有些发热 片刻后 江河跑向房间 我去换个衣服 该去北城去了 走吧 我们吃个雪糕 不久后 两人一人舔着一根雪糕 舒服地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 突然江河递过雪糕 你要不要尝尝我吃的这个味道 许青一脸嫌弃 不要 你都舔过了 江河立马换上要揍人的表情 在家的时候又不是没换着吃过 许青看着他可爱的样子 那你要尝我这个吗 咱们两个换一下 江河立马抬起头不懈道 不要 你舔过了 恶心 许青看着他傲娇的样子 这才对吗 现在这样就很像一个现代土著 放大半年前 他估计会面无表情地悠悠看自己一眼 这时 江河突然偷瞄了一眼许青的雪糕 接着猛地探出头狠狠咬了一口 他本来就是想尝尝许青的 所以才问他要不要尝尝自己这个 许青看着他充满孩子气的样子 你变化真的好大 有多大 大到和之前判若两人 以前你像的自闭儿童 如果晚半年再把你带回去见我爸妈 就更完美了 江河站起身看着自己 哪有 我不觉得 不还是这样吗 下一秒 江河忽然感觉 自己好像有点胖了 许青也调侃道 你没发现自己胖了吗 轻功还能使出来吗 江河气坏了 我哪知道 你又不让我跑太快 但许青知道 其实他根本不胖 也就正常水准 而且抱起来暖暖软软的 比去年春节的时候抱着舒服多了 对了 你们好像不喜欢胖子 为什么这么说 江河来到最后排坐下 因为我看别人说瘦子都是叫瘦子 说胖子的时候都说死胖子 许青只能告诉他 野里那些人 随即 大巴车一路前行 江河看着窗外 阳光正好 枕边人正好 一切都正好 真好 和喜欢的人一起钻包米地是什么体验 这天 江河两人终于出了城 来到惺惺念念的北城区 江河看着眼前一片金黄忍不住惊呼 这就是现代的玉米地吗 许青拿着伞 轻轻点了点头 对 好看吧 说着他又看了看兴奋的江河 真好 女侠快乐 自己也就快乐了 不过再有半个月 应该就要抽熊了 用江城话讲应该说是抽鹰吧 包米地里虽然经常发生什么奇妙的故事 但那都是操汉子 自己这读书人进去只会被叶子割得又疼又痒 还有可能等不到被叶子割 就被女侠揍成狗了 一边想着 两人一边走进包米地里 江河用手轻轻拂过叶子 感受着与唐朝截然不同的气息 许青你看 江河回头喊许青 却发现他不知在想啥东西 笑得一脸猥琐 你在笑什么 许青这才反应过来 查看起江河让他看的叶子 这不就是正常包米叶子吗 怎么了 江河一脸疑惑 就是 没想到在现代这个季节 玉米感能长这么高了呀 就在这时 一阵风吹过 将叶子吹向天空 江河满心欢喜 本来是想散散心 呼吸新鲜空气 看看一望无际的麦浪或者玉米呢 结果玉米感都有人高了 真好 江河忍不住感叹 这种心胸开阔的感觉真棒啊 对了 这里到时候也是机器收吗 江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就是感觉好想看 许青想了想 应该吧 科技发展太快了 以前是一家老小钻地里面聚白 听说现在有了收这个的机器 但具体还真没注意过 见江河满脸想看的样子 许青笑了笑 以后有的是机会 放心吧 不过 自己家是老许这一辈才进城的 在网上数十八代农民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旺本 随即 许青牵着江河走在田梗上 惬意地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不知过了多久 江河突然一屁股坐下 嘴里感慨着机器真是好伟大的发明 许青坐在一旁 是啊 坐在这田间吹风也好舒服 不过 正常女孩都会嫌地上脏 你这样坐着没事吗 江河一脸疑惑 脏了回去洗洗不就行了 说的也是 随即 江河把头靠在许青肩上 许青感觉心暖暖的 这丫头不乱花钱 又不要什么东西 打游戏盒出来逛 已经是他仅有的几个爱好了 虽然累 但还是陪他多带带吧 突然 江河开口道 我想过一起种田 然后让你拿着镰刀帮我割麦子 你愿意吗 许青顿时笑了 种田还不忘带着我 我谢谢你啊 不过都高科技了 还拿镰刀 傻不傻呀 故人开机器轰隆隆一会儿就搞定了 我想带着你坐在空调屋里 吃西瓜喝可乐听歌看书 你愿意吗 江河点点头 很愿意啊 许青故意调侃 那我们种田还是吹空调 当然吹空调了 我又不傻 必要的苦是要吃的 没必要的苦还去吃不是有病吗 好家伙 都会学我说话了 许青继续调侃 那你刚刚还说带着我种田 让我个麦子 我说我以前想过 又没说现在还想带着你种 生活风足了 有了机器省时省力 浇水什么的都很方便 而且庄稼也变得产量很高 这个时代真好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很不真实 确实 我有时候也觉得不真实 别想太多 人想得越多越累 你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我 许老师永远给你解答 江河看着他这副欠扁的样子 满脸都是无语 突然 许青提了个建议 我们要不做点别的 包米地里可以玩一些很刺激的时候 江河笑得充满压迫 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叫很刺激 许青吓得连忙狡辩 你误会了 我是说这里没人 也没监控 你可以施展轻功让我见识一下 能不能跑得像摩托车一样快 江河屁股上的尘土 还是不了 当个普通人挺好 你说的 许青满意的看着他 是啊 所以我们回去吧 话说你不觉得夏天撑伞很少吗 那你还待在我伞下 那又不是我称子 不久后 两人回到家 许青立马打开风扇 来一起吹啊 不要 我去洗澡 很快 江河洗完 许青也钻了进去 直接脱下衣服给江河洗 洗完江河在窗边晾着衣服 却听许青在一边洗澡一边哼歌 忽然 江河停下动作 看着许青的短袖 又看了看浴室 歌声还在继续 江河突然想到什么 将衣服放在鼻间闻了闻 下一秒又猛的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变得和许青一样变态 想得他又回头看了看 再次将衣服放在鼻间 反正自己就闻一下 练武之人的肚子 也不全都是硬的 比如这个唐朝女孩 肚皮就是软软的 就在刚才 许青洗完澡后 直接往沙发一趟 江河则是一脸正经的玩着游戏 假装不知道自己刚才偷偷闻许青的衣服 许青则是考虑起未来要买的房子 现在住的这儿均价八千多 因为是小户型 总价低 单价就显得有点高了 买的话肯定不能买这种老房 比较新一点的 均价六千多 一百来平 首付三分之一也才二十万出头 如果有合适的 八十多平又好又省市 或者一百平那种 差个几万可以找老爸他们捡 这样可选范围就大了很多 曾经许青都没想过这么快买房 只是手里存款不知不觉多起来 自然就产生这种心思 而且就算啥都不干 只会洗衣做饭打游戏 有个女朋友和没有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吃穿住行各方面 单身的时候 存钱是真的很难 结婚了 就没有那么多华丽胡哨了 安稳过日子 这钱不知不觉就省下来 点一个月外卖和自己在家做一个月饭 可能省不了多少 但把日子拉长 方方面面都能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想到这 许青看向江河 你要是早来两年 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搬进新房了 江河傲娇地抬起头 早来两年 我可能一见就把你戳死了 话音刚落 许青突然起身一把抱住江河 巴唧一口亲在他的小脸上 江河不爽地推开他 你做什么 许青笑了笑 你洗完澡好香 哪有热水天天洗澡 臭臭的很正常 也没有沐浴露那些 只能用不擦一下身体 对了 买了房子 我们是不是就要搬去新的地方住 那我们在这边混手 办身份那个 是不是还要认识新邻居 许青想了想 不用 我们可以先在这边办好 反正还要攒差不多一年前 或者等你办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要认识新邻居在这里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城市他们是因为我从小在这边住着 这个小区也比较老旧 以前没现在这样 以后你就知道了 其实现在那些高楼大厦 邻里关系是很冷漠的 你不用想那些 我都给你考虑着呢 玩好游戏看好书就行了 别的都有我 说吧 许青突然挪到江河身后 江河却在想着 来这里马上就一年了 一开始的时候天天想着回去 现在又会担心忽然回去 突然 许青伸出手 我玩一把游戏 你可以坐进我怀里来 不要 你会割到我 许青还不死心 眼里依旧闪烁着诚恳的目光 江河一阵无语 片刻后还是乖乖爬起来 一屁股坐在许青身前 任由许青抱着 将头埋在自己头发里 突然 许青像条小狗一样 使劲绣了起来 江河忍不住将手指 放在他鼻子询问 香不香 香 许青想都没想 江河却笑了 嘿嘿 我刚才摸了脚 许青瞬间人妈了 忘了这家伙也是个变态 突然 江河脸色变得通红 身体微微颤抖地询问 你一直对我发泣 是喜欢吗 许青顿时尴尬不已 这是一个正常男人 面对喜欢的人正常反应 不要用那么 那么怪的词 好了不闹了 我就安静看你玩 江河满脸的将性将疑 但还是任由他抱着自己 自己则是玩起了游戏 但很快江河就有些受不了了 许青这家伙 竟然玩起自己的小肚子 小夫这个位置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敏感区域 当然只要一动 就会变味道 只安静放在这里刚刚好 能让人感觉到安心 还有一点点舒适 突然 许青微微用力捏了捏他的肚脑 江河立马握紧了拳头 许青连忙跑开 哎呀 你继续玩吧 对了 可以给你的角色改个名字 譬如开源来的和苗 江河疑惑 为什么要暴露 许青却贪了贪手 鬼才信你的游戏名字 我几个外星人 许青就是外星来的了 这叫反套路 没人能猜到 你真的来自开源 还在召唤诗峡谷 给他们送人头 江河有些没反应过来 好吧 这就是灯下黑吧 开源 想想还不错 时间慢慢来到黄昏 许青正想着 还是接着考虑赚钱买房的事吧 电话却突然响了 广告金主那边决定 要用许青穿着自制的锁子甲 手持软件 英姿萨爽的比划招式的视频啊 得找个合适的视频插进末尾 播放量还得高的那种 经过这半年的骚操作 自己现在也算小有名气 那句被我爹拿皮带抽的时候 都比这更无瑕啊 哈哈哈哈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带歪了 变成我媳妇拿皮带抽我的时候 现在自己的视频下面 都是这句弹幕仪式英灵啊 突然 江河站起身 今晚想吃什么 许青满脸无奈 我有点吃不下了 你随便做吧 那就油炸小鱼吧 对了 平平问我为什么改了名字 我该怎么回 你就说看了个穿越剧 就改了这个名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随即 江河开始处理鱼 不知道钓鱼太平反 会不会让他觉得我不务正业 太过游手好闲 算了 以后每次钓鱼都带本书出去 总不会不务正业了 放在以前 身上没事带本书 一定会被二娘认为脑子烧坏了 顿了顿 江河知道 这才叫生活 以前只能叫活着 那个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 每天都在琢磨吃穿住 天一黑旧窝房间 偶有闲暇 也是靠在墙根 或者躺在屋顶懒洋洋的晒太阳 现在只是看一本感人的书 或者听一首好听的音乐 就能让人感觉到最简单的快乐 果然充实的生活 都是很容易得到的 还有感情 看着许青豆冬瓜的样子 江河心里感觉有一股莫名的幸福 这是一场现代与古代 卢书人与武侠 登徒子和小娘子的决斗 结果不出意外 女侠完胜 这天晚上 江河正在沙发看书做作业 喜好澡的许青走过来一屁股坐下 心里盘算着 江河最该学的是语文 但想来想去也不知怎么教 这不像数学 有固定的公式和解体思路 只有坚持不断的读书积累 才能熏逃出书香气 想象着武力高超的读书人江河 许青忽然感觉有些期待 随即 许青突然念起诗 秋风万里洞 日暮黄云高 接着他又看向江河 你知道读书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吗 江河想了想 厉害在会作诗 不 是能用极简的话 描绘出最复杂的东西 所以聪明人之间说话都是很省力的 江河一脸疑惑 那你为什么和我说话一点都不简单 这话一出 场面一度甘大不已 过了好一会儿 许青才开口道 继续 刚才短短十个字 能把时间地点景物都描绘出来 如果让你描绘我们出门见到的野外 你怎么说 江河感觉脑袋开始发懵 沉默许久 他又看了看许青期待的样子 冷汗瞬间开始冒出来 最终江河放弃挣扎大海 下午 我们去野外 玉米好多 天气好热 文言 许青笑了笑 不错 用简单的话说出了简单的诗 准确就好了 学会简单了以后 才能学会复杂 把一件小小的诗长篇大论 这个才难 比如这个诗 你先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理解了之后 你再简单细致地和我讲述一下 你理解作者是在表达什么 只有理解了才能说出一二三 不然只能说出一大片不知所云的话 总之先有输入 才能输出 江河听得云里雾里 感觉自己就快看见宇宙了 你明白了吗 许青询问 江河立马回答 我完全明白了 可看他那充满智慧的眼神 分明啥也没搞懂 片刻后 江河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去当老师 许青推了推不存在的近况 现在不就是吗 江河一阵恶寒 果然 他就是想在自己这国一把当老师的影 江河直接伸脚抵住他的腿 靠在沙发另一侧半躺下来 假装认真看书 许青心里一阵好笑 这丫头现在学习的时候还能撩人 看来还是作业不够多 得整点堂诗三板手熏陶一下 想到这他拿出手机 江河凑上来一看立马炸了 你在做什么 现在书已经够多了 许青一脸坏笑 身为一个没有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古代人 你需要更加努力 江河恶狠狠地盯着他 我又不需要考试 是 但书还是要读的 不然无所事事还不读书 就很容易听信网络上的偏见 变成网络暴力分子 其实也不全是教材书了 还有些是小说 说着许青付了钱 买下这些书 第二天 快递送到门口 江河立马炸锚了 昨天才买的书 这么快就到了 吓得他蹲在房间门口 偷偷观望许青手里的快递 当看清快递是一个剑侠后 江河瞬间大喜 我的剑到了 江河直接上前 兴奋地拔出几乎一人高的大长剑 许青在一旁笑笑 现在看来应该买苗刀的 带点弧度感觉会更好看 江河板出姿势 不要 我就喜欢剑 可下一秒 长剑就碰到了一旁的沙发 江河立马停下动作 冬瓜也吓得逃离了战场 许青在一旁好奇询问 这么长也能捂剑吗 当然呢 就是得熟悉一下 看着手里精致锋利的剑 要是熟手了 自己可就无敌了 突然 许青站在江河身后 你不会想着晚上抱着他睡吧 江河瞬间大主 这个 怎么会呢 对了 话说你们那时候不做这么大的剑 不是说一寸长一寸强吗 江河这才解释 这么长保养很费劲 而且贵 还重 还容易坏 在街上还很容易被官差特别关着 难道这把剑现在带出去不会被没收吗 许青连忙摆手 肯定会被没收啊 这是超级管制刀具 看着剑刃 你小心点 不过 等有四五把剑的时候在整个剑甲 说不定反而激发江河的收藏欲 慢慢变成一个剑墙 这时 江河突然递出手里的剑 你试一下 不不不 我还是算了 说着许青忽然瞥见一旁平时用的剑 心中突发奇想 打起剑抱在怀里 脸上表情一变 阁下兴盛名谁 我从不伤无名之辈 江河仿佛被暗导开关 眼神瞬间变得锐利 在下言帮江河 你要与我动手吗 江河举着长剑 与一脸装逼的许青摇摇相对 许青露出一个笑容 我一声叱咤风云 从未有人能令我回剑防卫 此剑只进攻 不防守 剑随意动 必在剑先 九十剑法变化无穷 无招胜有招 可破镜天下武功 江河听的耐心渐渐消失 突然抬起头大喊 废话真多 看见 说着江河猛的一剑刺出 将许青头发削掉几根 许青顿时一个卧槽 直接躲进房间 女侠好剑法 在下佩服 说完 许青直接关上房门 抚慰自己蓬蓬直跳的小心脏 江河则是一脸得意 嘿嘿 四十米的大刀真好玩 还第一次穿裙子 却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人穿这种衣服出门 万一需要蹲下来或者弯腰 那不如死了算了 不过他还是穿上黑丝 给男朋友拍了张照 这天一早 许青收拾好准备出门 江河则是擦拭着他的新剑 许青临走忍不住调侃了剧 你小心点 别把椅子砍坏了 江河一脸皮笑肉不笑 枪的一下拔出剑 你以为我是你 有种再对两招 许青当即就怂了 你慢慢玩 我先走一步 许青离开后 许青走后 江河收起剑 将他放在许青的锁子甲边上 接着又掏出手机 全方位无死角拍摄了一番 看着手机的相片 江河满意极了 自己的装备又增加了一件 突然 江河想起许青之前给自己买的裙子 顺带也试试好了 片刻后 江河攥着裙脚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阵难为情 许青这个变态 就知道占便宜 而且这肯定只能在家当居家服穿啊 怎么会有人穿这种衣服出去乱逛 真是想不通 万一有事需要蹲下或者弯腰的话 那不如死了算了 不过 江河又瞥了眼镜子里的自己 这裙子看起来 确实是好看 另一头 许青正在公交车上 手机却突然收到消息 是江河发来的 怎么自己才刚出门就有事找 打开一看 居然是他的自拍 江河没来由的询问 你看了没 见许青回看到了 江河仿佛松了口气 给许青整的一愣一愣的 这丫头怎么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 江河躺在床上一脸高兴的样子 许青一直想让自己穿 现在穿了 许青想看 现在也看了 虽然是隔着裙子 不过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是给他看了 不过 万度说得很对 好看的皮囊会随时光流逝而褪色 总会有厌烦的一天 有趣的灵魂则不会 想到这些 江河换掉衣服坐在书桌前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自己对知识的向往 江河火力全开 立志做一个灵魂有趣的人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狠狠地惊艳许青 与此同时 许青来到目的地 却狠狠地呆住了 王子俊手里居然拿着一张结婚请柬 你这是什么 我没看错吧 瞎呀 就是请柬 日子定下来了 把婚一结 我就等着当爹了 收着王子俊将请柬一丢 许青打开一看 送会 他记得好像就是在地铁上 见过一面的那位 秦浩那家伙还没女朋友 这边就已经要结婚了 而且还要当爹 要是耗子的话 许青一点都不意外 王子俊能被孩子拴住 那才是真的出乎意料 许青忍不住询问王子俊 不是 你怎么想通的 就那么想背 反正早晚都是得生的 现在打了还得一辈子记着 自己死了的孩子 这不行 我接受不了 听到这话 许青沉默了一会儿 虽然说人都有多面性 但平日里的花花公子 天天换女朋友和换衣服一样 忽然就因为一个前女友 啊不 当初的前女友 现在复合了 还因为怀孕就收心了 这还真是 闭言难尽啊 这时 王子俊突然叹了口气 很多时候就是忽然想开了 没什么大事 也没什么高人点拨 坐在车里看着红绿灯 点支烟 就这么想通了 嗨嗨 不扯淡了 这还有一个 给耗子打电话 他说他没空 你帮忙带一下 行 那孩子呢 现在你老婆在家备孕 对 就等着明年生出来 好家伙 先上车后买票 你爸没收拾你啊 别提了 我爸那天差点搬椅子砸我 您的咖啡 许清笑笑 放着吧 王子俊离开后 许清喝着咖啡 心里却莫名的感慨 真是多事之秋啊 如果女朋友不让你轻轻贴贴 你就给他买个平衡车 这样你就可以手把手的交代 拉近彼此直至负距离 这天王子俊约许清喝咖啡 直接甩给他一张结婚请柬 语气充满沧桑 有时候我真羡慕你啊 有能力就是为所欲为 现在搞直播真被你窝家里做成了 都不用上班 对了 你们这样能赚多少钱 许清瞥了他一眼 没比得上你 家里就那么多产业 家里的是家里的 关我什么事 说真的 你要有好点子 咱们兄弟一起干他一下 我出自你出 话未说完 许清直接打断 你怎么就那么信得过我呢 赶紧打住吧 干大事我真不行 别想了 许清一脸苦笑 王子俊却一把抓住他的手 不 打在学校我就知道 你以后肯定不是凡人 现在谁能闲得没事 天天晚上抱着电脑 看大半个小时新闻联播 还一看就是几年 风雨无阻 我是真福气 现在看你直播 有时候还能听见那音乐呢 许清一把抽出手嫌弃的 所以你就想剥削我 瞧你说的 什么叫剥削 我就想给孩子赚个奶粉钱 以后不用看我憋脸色 所以咱们哥们一起折腾折腾 许清板着脸冷笑 哈哈 有位名人曾这样说过 如果要创业 千万不要和好哥们 或者亲戚一起 文言 王子俊沉默片刻 算了算了 可惜啊 不知不觉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许清搅拌着杯里的勺子 是你结婚太早 我们都还早着呢 浩子那个女朋友也不知道成了没 不过说到成家 女侠肯定是会喜欢这个词的 对了 你房子呢 布置好了没 你要唠这个 我可不困了呀 王子俊瞬间直起身子 买了 正装修呢 首付我出的 写我和宋慧两个人的名 目前我先还贷 以后和他一起还 许清懵了 你家还用这样 他怀孕不上班 怎么还 王子俊一脸阴险 不上班就不用还 万一想工作 有收入就得按比例和我一起 那他同意了 王子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许清顿时心领神会 本来还以为送回这前女友不简单 结果和狗大户结婚了之后 就知道 看来这狗大户的意思是已经分家了 他老子的是他老子的 他的是他的 和狗大户结婚当个阔态的 估计不太可能了 王子俊缓缓缓喝了口咖啡 长呼了一口气才笑道 他不声不响地怀上孩子逼我结婚 不同意还想怎么样 许清知道 狗大户对保护措施精通得很 那女人能不声不响地怀上孩子 八成不是意外 看来王子俊心里还有怨气 但这不就是把结婚当成做生意了 不上班做家庭主妇 王子俊养 出去上班 就得拿出大部分工资一起还房贷 毕竟两人的婚房最少也得一百多万 对于王子俊这个狗大户来说轻松 对于宋惠来说 工资可能根本剩不下几个 所以不管去不去上班 财政大权都握在王子俊手里 一上班赚的工资都用来还房贷 再想花钱 要给王子俊说 想让王子俊痛快给钱 就得让王子俊舒坦 拿一个房子加明的条件 直接扼住宋惠的经济命脉 获得家庭控制权 这不太绝了 果然资本家血都是黑的 你这个婚结的 太行了 这么看来 看来宋惠闹不了什么幺蛾子了 想过得安逸 就要和和美美和王子俊过日子 吵架什么的 只会让自己难受 除非离婚 反过来讲 王子俊不用做什么 只要不混蛋 好好过日子 宋惠就会自发变成他喜欢的贤妻良母 又沉默了一会儿 王子俊突然感慨 猝不及防就要当爹了 以后想天天嗨到半夜也不可能了 好像要变成你现在这个鬼样子了 许清黑黑一笑 这样不也挺好吗 王子俊一阵苦笑 是挺好的 两人心照不宣 碰了一下被一影而尽 随即 王子俊白白手先行离开 许清则是看着手里的勤俭叹了口气 这玩意 就是新人生的钥匙 第二天 快递小哥敲响房门 小哥费力地抬着两箱东西 提醒许清拿的时候小心点 有点重 许清笑了笑 毫不费力地抱了过来 给小哥都惊呆了 打开一个 里面全是书 江河抱着书看着另一名 这不会也是书吧 不不不 这是高科技 江叔放上书架 虽然看书看得头痛 但好歹自己也是读书人了 江河看着满书架的书 一阵自豪感涌上心头 嘴里突然有感而发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许清都听懵了 江河这才解释 这是他在网上查的 人为什么要读书 片刻后 江河拆开另一个箱子 眼里顿时满是好奇 这个是什么高科技啊 许清得意极了 不懂吧 这个叫平衡车 说着许清站了上去 给江河演示了一番 看到了吗 飞一样的感觉 你去钓鱼什么的 就不用再踩自行车 踩着他就行了 风火轮知道吗 河那类似 就是不会飞 你来试试 许清将江河扶了上去 江河浑身摇摇晃晃 许清抱着他一边提醒 别怕 掌握好平衡 人稍微往前倾斜一点 很快 平衡车开始缓缓前进 不愧是练武之人 江河很快便掌握平衡 开始在屋里转悠起来 小表情兴奋不已 突然 江河询问 这是个宝贝啊 电视里那些半鬼的 飘过去是不是就是用这个 玩够之后 江河突然看见上面刻着字 许清从背后抱住江河 对 这是你专属的 感受着二人身上 散发的恋爱的方向 冬瓜很是无语 还突然出现在男生家门口 不仅一见扎穿他家的电视 还扬言要和他一起洗澡 生五个小灯徒子 唐朝开元十六年 二娘坐在门口数前 江河躺在屋顶突然道 二娘 别数了 反正明天也要被偷的 二娘不爽的撇撇嘴 抬起头询问 你是不是发抑症了 前天生病把脑子烧坏了 江河翻了个身 我才没有 二娘一脸狐疑 这丫头前几天生了一场大病 昨天一早起来好不容易退烧了 却抱着我又哭又笑的 嘴里念着什么回来了之类 听不懂的话 双手还胡乱比划着什么土豆汽车电脑 据郎中说 这应该是受了惊吓 什么邪入体了 然后才导致发热 还风言风语 不过 江河还能受到惊吓 二娘悠悠叹了口气 江河却看着天空感慨 人是回来了 但也只有人回来了 土豆没带过来 电脑也没带过来 所有人也都不信自己的话 就算想教他们什么 他们也只会觉得自己是病傻了 突然江河趴在屋檐 二娘 二娘抬起头 怎么 如果我说有个人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等我 你信吗 二娘只能顺着她的话询问 那个人是谁 很远是有多远 江河立马变得满脸宠明 那个人是一个清清秀秀 瘦瘦高高的读书人 他叫许青 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 他可厉害了 就是了 明明能赚好多好多钱 偏偏游手好闲 就是那种 那种小富极安的人 听到这话 二娘只感觉五雷轰顶 这丫头 难道是思春了 二娘当即一个乌鸦 坐飞机跳上房顶 抓着江河的胳膊告诉她 丫头 许青这名字一听就不像好人 这外面的读书人都 江河笑着打断 我知道 读书人都念坏 我全都知道 但现在我也是个读书人了 我给你背一段 二娘连忙摆手 打住打住 背什么玩意 你继续说那个 那个许青 哦对 许青 他呀 他会对我很好 给我吃给我煮 然后想办法骗我拉手 江河说的小脸通红 眼神里满是冲击 然后 然后我们会成亲 然后会有孩子 长得很像我 可惜你见不到了 二娘瞬间炸了 还有孩子了 你 江河连忙解释 没有 说的是以后 我现在还是个大姑娘呢 说完 江河突然沉默了 良久 江河突然开口 二娘 如果哪天找不到我了 你也别急 我是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在那里 每个人都可以上学读书 还有跑得超级快的车 比马车快多了 还有飞机 温温温温可以在天上飞 那里会有教我玩游戏 帮我在那里生活 还会逼我读书 和我一起钓鱼 一起出去玩 尝各种好吃的 对我非常非常好的许青 二娘 以后会有盛事的 你不用省着 老是吃那么点饭 听着他诚恳的话 二娘若有所思 低下头不知在想什么 又摸了摸怀里的钱袋子 似懂非懂的摁了一声 江河有些烦躁的抓了抓头发 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想说的 但你好像都用不上 他转过头看了看二娘 眼里是怀念也是遗憾 片刻后 江河突然站起身 我去找大当家的他们说说话 你放心 我不会说孩子什么的 江河一路小跑 算算日子 明天我可能就要走了 这次得和寨子里的大家告个别 他没有再回头看二娘 但他想说 二娘 我可能要走了 我要去找我的夫君 这三天 真的很开心 之后 又是那场熟悉的大雨 所有人形色匆匆 许青甩了甩身上衣服的水字 刚走到门口就听一个女孩声音响起 你终于来了 许青吓了一跳 谁 谁在那 江河笑得甜甜的 我是江河 很高兴见到你 许青凑上钱 江河 许青一脸错愕 顺手打开门询问 你说你认识我 江河直接走进屋子 咱们进去说 片刻后 许青靠在椅子 他很确信 自己不认识这个女孩 不过Coster挺专业 拿着剑 粗布麻衣 还是草鞋 好家伙 两人坐下后 江河率先开口 我是你的老婆 我们会在这遇见 然后你会把我接进来 你还说你是好人 骗我在这住下 让我给你做饭洗衣 为猫打扫卫生 就和捡刀冬瓜一样 然后 许青直接打断他的话 等等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整股节目吧 我知道的 你身上带着针孔摄像机呢吗 我这淋了一趟雨回来 只想洗个澡 舒舒服服睡觉 你突然冒出来说是我老婆 真的很没劲 江河指着自己 我可是从开源过来的古代人 许青满脸 信你就是小狗的表情 其实我是许楚 我从三国过来的 好了 话也说完了 赶紧起来 不然我叫保安了 江河笑了 你要能把我拽起来 我就走 文言 许青直接上手 却发现自己根本拽不动 江河依旧好端端的坐着 坚持了一会 许青直接放弃了 行吧 你继续说 我配合你的演出 我们说到哪了 哦对 所以咱俩素食姻缘 你来保安来了 但他心里想的确实 总不能针对一个小姑娘动手 万一他要是有同伙 到时候非打的自己 连我妈都认不出来 江河哪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是笑眯眯的说道 不是保安 是你天天就琢磨着怎么骗我 骗了我的身子 让我给你做老婆 听到这话 许青沉默许久 接着猛的站起身 行 我信了 所以现在我需要先洗个澡 你也回家洗个澡 然后我们再开始这段伟大的感情吧 说着他打开门 快 出去吧 你再不走我要报警了 见此 江河拿起桌上的剑 一个华丽转身剑出如龙 电视机 足 许青愤怒咆哮 你干什么 江河指着电视 现在我欠你一个电视了 许青一股力量迅速爆发 看来你是真不怕死啊 江河看着他这副样子 上次是他骗自己 这次风水轮流转了 一边想着 江河突然开始宽衣解带 湿掉的衣服贴在身上不舒服 要不要一起洗个澡 许青惊呆了 自己一个新时代年轻大小伙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这世界不会是疯了吧 还教闺蜜瑜伽 闺蜜却想起电脑里的学习资料 那姿势不能说很像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就在刚才 许青送给江河一个平衡车 江河立马拍照分享给公平 发完江河询问许青 为什么突然买这个 许青数着日子 差不多还有十多天 你就来这里一年了 这是周年礼物 看着天花板 江河思绪万千 一年好像很长 又好像很短 一年前自己还在寨子里 现在想起来却恍如上一世 许青一脸得意 现在属于你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感觉怎么样 江河情意绵绵地看着许青 感觉很开心 与此同时 屋外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迷 很快便下起大雨 江河看着窗外南南 下雨了 是啊 初秋了 小颜快开学了 没办法和你一起写作业了 那我出去逛逛 许青一愣 下雨还出去 江河伸了个懒腰 是啊 去找平平 片刻后 江河撑的伞 从这一栋来到另一栋 又平静地甩了甩于伞上的水 接着才扣响平平家的房门 来了 平平打开门 拉着江河的手 快进来 等我这一套做完 很快的 你先坐一下 江河四处看了看 房子面积确实不大 大概比许青住的那边小三分之一 但客厅东西不多 简简单单 一点也不显得拥紧 单身女性的住所就是这样吗 感觉少了一点温馨的味道 这时 公平突然询问江河 你要不要跟我约学一下 江河这才转头看向公平 公平正在坐下压的姿势拉筋 双脚成一字马 满脸轻松的样子 这个叫瑜伽 江河瞬间脸红 瑜伽 为什么会有这种姿势 是啊 你不会不知道吧 江河连忙点头 我知道 就是没练过 没事 我教你啊 看着公平高难度的姿势 江河连忙拒绝 还是不了 心里却想着 这动作实在太不堪入目了 瑜伽这次江河是有点印象 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看平平的动作 难道是专门用来讨男人欢心 江河在手机上搜了起来 原来这是修身养心的方法 话是这么说 但看起来总感觉不太对劲 现代功夫真是太奇怪了 这是小狗撒尿 似乎看出江河的疑惑 公平解释道 瑜伽也是练功的一种 主要用来减压和练习身体柔韧度 其实可以学学 你家许清练功夫的时候 你就在旁边练瑜伽 一刚一柔 一动一静 还挺合适的 江河却想起许清电脑上的小电影 好像也有这种动作 不用 我会和他学学那个功夫 瑜伽就算了吧 如果在许清练前做这种动作 简直丢死个人 还不如和他打一套拳 唐手拳的跺脚大鹤比这威武多了 公平却不这么觉得 女孩子学温柔点的 学他那个有什么用 还不如练空手道 不过空手道应该还比不过许清厉害 防身的话有他就够了 你安全性很高 所以练瑜伽挺好 想学的话我教你 毕竟练这个也可以让男朋友更 江河一愣 更什么 公平微微一笑 更喜欢 嘿嘿 江河一脸无语 不用平平说我也看得出来 不管别人男朋友喜不喜欢 许清肯定是会喜欢的 因为他是个变态 不过许清应该更喜欢自己五件的样子 而不是在毯子上学狗撒尿 对了 这边一直都是你自己住吗 房子买得很贵吧 也还好 个人独具我觉得很舒服 房子倒不是很贵 因为比较久 反正乱七八糟的下来 你一般的便宜多了 最好的就是周边还很全 不算太热闹也不算冷清 该有的都有 我就选定这儿了 那你可真厉害 公平擦了擦汗 一般般辣 每个月都要还贷 就为了自己过得自在 江河悠悠叹了口气 不管贵不贵 能自己买个房子 就是很厉害的事 自己在网上查过 不管哪里房子都贵得下来 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只是买不起和更买不起的区别而已 这时 公平起身给江河倒了杯水 坐在一旁继续道 我这没你们那边布置的好 还有很多家具没买 一个人懒得弄 我打算在那边放个古装 以后没事可以谈着玩 像你们一样开个直播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每天播一个小时 应该很多人看 就这身打扮的话 肯定会吸引很多观众 当然这话江河没说出口 突然 公平想起什么 都快忘了今天叫你来的正事了 来 看看我新买的锅铲 说好你今天教我做菜的 两人来到 你帮我看看 还缺什么 江河拿起刀一顿操作 这道一看就不够锋利 你还缺个磨刀石 别的不缺了 那我们做饭吧 等等 我这儿有笔记 当初我学做菜的时候记得 僵尸菜谷 你写的 好厉害呀 居整整一年的男女朋友 却没有过亲密的肢体接触 男人决定 是时候出手了 哪怕当个登徒子 也要将女友斩落马下 就在刚才 江河到公平家玩 公平提出想要学做菜 江河直接掏出自己的僵尸菜谷 这个给你看 有这个可以学得很快 公平翻开看了看 嘴里连连惊呼 江河也是满脸期待 我写的怎么样 可以啊 正好找到了好几个 我喜欢吃的菜 我先照着菜谷学 有什么疑难的地方 再去请教你 屋外还在下雨 江河倒了杯柠檬水 坐在窗边 公平说还没到饭点 吃不下菜 两人就在一起看雨景了 至于饭点 江河得回家去 不然许青肯定 又是随便煮点面 对付几口全当吃过午饭了 突然 公平感慨了一举 真好啊 可惜古真还没买 不然现在谈一去 肯定很舒服 雨水稀粒粒下的不停 两人安静的体会 这时 公平突然笑道 我还想着多久 才能在这里认识新朋友呢 没想到这么快 就交上朋友了 江河一愣 认识朋友还不容易 听到这话 公平也愣着 眼神逐渐失焦 似是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 许久他才难难道 不 一点都不容易 要说只是认识 当然容易 但是 哎 不太好讲 像我这种外地来的 很难找到那种 可以带到家里来玩的朋友 公平自言自语般 又突然叹了口气 好吧 其实最难的是有个家 反正 现在就很好 公平转过头 朝江河笑了笑 因为我已经交到了 能带回家玩的好朋友了 江河轻轻点头 同样抱以微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干杯 对了 平平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之前啊 做过培训班 卖过产品 搞过自媒体 挺多的 江河惊呆了 这么多工作 是啊 这很正常的 一辈子只做一份工作的人 才是少数 说着他直接上手 扯了扯江河的脸蛋 有时候真觉得你是个小孩子 江河一阵无语 你才想好吧 只有小孩子才会色诱于 公平却一阵自豪 嘿嘿 我今年十八 江河满脸疑惑 公平也反应了过来 忘了江河只有十九岁 瞬间心里受到一万点伤害 江河无奈苦笑 平平看上去应该不会超过二十三岁 但是平平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江湖上到处乱跑薄命 所以这点年龄差距完全可以忽视 不过话说回来 江河看向对面 灯火通明 莫名的让人很温暖 有个家 确实很好 这时 公平突然建议 等雨停了去钓鱼吗 拿掉来的鱼学做菜的话不心疼 江河想了想 再说吧 我还有男朋友 怎么能天天陪你钓鱼 这话一出 公平再次受到暴击 差点一口老血吞出来 另一头 许青也看着窗外的大雨 江河来这里已经一年了 逐渐习惯熟悉了现代生活 对于自己来说 同居生活也成为了习惯 偶尔一个人享受闲暇也挺好 想到当初第一次见面 如今同样的雨 现在起身去打开门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一个 赵和周和什么的 还是别了 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了 许青又入了路易旁的冬瓜 冬瓜也是江河 对自己来说 养猫养江河都差不多 不过感觉江河不会有什么 叛逆期之类的东西 如果要有的话好像也不错 但是还是很期待女侠 蜕变完成的那天 不然 许青回过神 不对 自己怎么是老父亲的心态 我们是男女朋友 而且现在都快一年了 都没有很亲密的肢体接触 简直是可忍 孰不可忍 决定了 该出手了 许青满脸坚定 身上散发着大意凛然的气息 江河正好回来看到 瞬间满脑门黑线 这家伙又在想什么 二十多岁的年纪 怎么显出一种老年人的沉稳 或者说是默契 这时 冬瓜朝江河喵了一声 许青立马转身朝他走去 你回来了 江河点点头 一边撸起冬瓜 你喂他了没有 要不要给他买个 自动喂食的那个头 我在手机上看到好像很方便 听到这话 冬瓜忽然一抖 许青一脸阴沉 你不如猜猜 他是怎么变这么胖的 冬瓜趴在江河身上心绪不已 江河连忙护住冬瓜 你这么凶干嘛 长得胖又不是他的错 不 就是他的错 以前我给他买过自动喂食机 让他享受高科技 结果他会开盖子 天天搁家里吃自助餐 而且还惊得很 经常半夜偷吃 要不是我上厕所逮住他 现在大概真变成猪了 见此 江河直接给了他一小份的猫粮 全当减肥了 对了 和宫廷玩得开心吗 平平让我教他做菜 我把做菜笔记给他了 如果他学会了 我就有信心教其他人做菜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做个美食博主 让宫廷看你的视频学呢 是要一件一件做 我现在的目标是攒钱 所以一切都要往后摸 许青笑了笑 你攒那么多钱做什么 是有什么想买吗 你不是想买房子吗 听到这话 许青诧异地扭过头 这丫头居然这么期待和自己有个家 女朋友同居 占便宜就得直接上手 就在刚才 许青询问江河攒钱做什么 江河却说想帮他一起买房子 许青有些错愕 放心吧 买房子也用不到你的钱 你的那些我都有替你好好存着呢 江河一脸怀疑 怎么可以不用我的 买房子不是两个人一起买才是两个人的吗 他怎么可以把自己排除在外 许青这才解释道 虽然我们还没结婚 但是已经和结婚差不多了 你来了之后 我单身实花的那些钱全省下来了 像吃饭出门 还有你平时耗超市的羊毛 从另一个角度讲 我存的钱都有你一部分 看出来也很好 到时候看看有多少 我们拿来装修 这个回答您还满意吗 江河开动小脑袋瓜仔细思考起来 我还要给自己存嫁妆 如果贡献出去 房子有了 但是嫁妆没了 如果不贡献出去 嫁妆有了 但是房子又总觉得不太好 要是先结婚再买房就完美了 嫁妆和房子用一份钱都能搞定 一份资金两样满足 江河一边想着 突然叹了口气 大脑几乎要当机了 算了 想也想不出来 还是玩游戏吧 看着他打开游戏 手指不停滑动 许青凑上去悠悠道 你玩这种游戏 看起来很奇怪啊 江河烦躁地挥手驱赶他 我只是玩潇潇乐 你能不能离远一点去看书 你在这儿待着才有些奇怪 许青笑了笑 只许你玩 不许我看 那我不玩了 江河总觉得两个人玩这个很别扭 见此 许青只能作罢 行了 你玩吧 说着他便回到电脑 继续写自己的影评 可心里却忍不住吐槽 自己这么聪明都在努力 许青白白手 不是没用 只是还没开始有用而已 这世界上很多对未来有用的事 短期内都是很难见到成效的 像看书 像学习 像习武 像早睡早起 你早睡早起一天不会荣光焕发 看一天书不会培养出书香气 习武一天不会成为高手 你这个习武之人应该最懂了 江河不爽的冷哼道 你要是早点习武 一定能成为一个高手 看来自己是没办法把这家伙拖进堕堕之路 这个男人在某些世上有着可怕的坚持 所以就只能让他把自己拖上奋进之路了 早晚变得比他聪明 然后正大光明的打游戏 再狠狠鄙视他 学习是不可能一直学习的 看看小说是自己最后的底线 其实有时候看小说比打游戏还快了 窗外雨点滴答滴答 江河看着小说 许青突然开口 话说你要不要学着做一个博主 可以啊 要怎么学 许青没有说话 而是摆了摆手 江河刚走过去 许青就将他揽进怀里 接着又将头贴在他脖子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江河也没有反抗 而是悠悠地询问道 我感觉你在趁机占我便宜 许青咧嘴一笑 你是我女朋友 我需要趁机吗 就算是趁机 也是收个学费而已 你不会以为白叫的吧 江河一脸无奈 天天在床上睡一块抱在一起 好像确实不需要趁机 行了 那就还用那个名字吧 叫开原来的小和苗 这就是你的账号了 以后想写什么都可以写 关键在于自律 即使写不出来 也要逼着自己写2000字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自己进步很大 文言 江河忽然停了下来 我要写什么 许青想了想 看一本书 听一首歌 看一部电影 总之让你想起什么 有什么感觉 都可以写 不用怕 反正网上谁也不认识谁 我也不会嘲笑你 好了 你现在就可以写一篇 可以自己选你最喜欢的一本小说 或者最喜欢的一首歌 为什么会喜欢 它让你有什么感觉 记住要理清楚自己的逻辑 不然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无法感同身受 那就成自害了 听完 江河揉着下巴 我想想 许青则是闻着他的味道 真喜欢现在这样 雨天两个人静静地看一本书 或者看个电影 又或者放个喜欢的音乐 一在一起享受闲暇时光 想着想着 手就开始不老实起来了 江河也在出神 仔细想想 碰到许青真的挺幸运的 这一年来不管任何事 都是想让我提升自己 努力学习更多东西 如果不是许青 自己大概也没这么快融入现代吧 感受到许青的小动作 江河一阵无语 要不我写一个许青好色剂 许青一乱 那是什么鬼东西 江河扭过头 不是鬼东西 是济世本 好家伙 你是要写尽书吗 我都什么也没碰过 写你也写不出来什么东西 最多就是揉揉腿啊什么的 说实话 我应聘的盲人按摩的职位 都比现在好 你又不是盲人 戴个墨镜就是了 你不会以为那些里面都是真盲吧 我没去过 我怎么知道 不过 我该怎么写呢 这个 写东西的能力是需要训练的 并不是识字就行 很正常 你又不是天才 直接让你写确实太难了你了 可以先看看别人的 江河瞬间钻紧拳头 那你还叫我过来 许清一脸的视死如归 有了这个决定 以后你再看别人写的东西 就会想他为什么这样写 下意识分析他的思路 模仿学习 这种习惯很重要 江河只能呵呵 雨水依旧滴答滴答 许清惬意地趴在江河肩膀上 感觉很像抱着大一号的冬瓜 好吧 他没有冬瓜那么胖 江河小脸微红 还好今天有出门去平亭那里 里面穿戴整齐 不然像平时只穿着睡衣的话 自己现在就回头按死他 女朋友的都知道 抱着女朋友的时候 手是闲不下来的 只要不被制止 就可以海阔天空平余月 此刻许清抱着江河 脑子却在想着关于未来的规划 要赚钱 买房 结婚 还要帮江河办身份证 虽然事情挺多 但计划一直在安预想的发展 除了江河的学习速度出乎意料外 其他都没有偏离太多 只要把身份办下来 两个人就完全自由可以出去旅游 到处看看 也可以把结婚的事提上日程 以及生五个 一边想着 许清的手突然不自觉地向上移了移 感受到一样 许清心头一震 不好 要糟 意外的是 江河竟然没有丝毫的动作 也没有口头警告 而是沉默着一动不动 许清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手掌缓缓将他搂住 得寸进尸的动作越来越大 江河依旧低着头沉默不语 许清故意开口分散注意力 那个 平平是自己买的房吗 是他自己买的 他做过很多事 什么培训班 卖东西 很多都做过 对了 他也想直播谈古争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看 你为什么觉得会有很多人看 因为他会穿那个衣服 就和别的那些表演跳舞的一样 表演跳舞 女侠的学习能力真强 都知道直播的财富密码 他忍不住调侃 你也知道那样会有很多人看 江河一脸为难 知道是知道 但是 但是你不会那样 对吧 江河终于抬起头 是 你之前不想我直播 是不是就担心这个 许清一边移动一边解释 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吧 其实对这种有些擦边球的直播 很多人都有偏见 我父母也会觉得不太好 但我觉得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除了那些违法的不在考虑范围内 江河脸色越来越红 可是他能自己买个房子 真的是很厉害的 我没想到这里的房子会那么贵 是啊 但我们也会有的 而且江城这边算很便宜了 如果在洛城那边 经济发展得很好 那边房子更贵 不拼了命网 真的很难买到房 但也生活得更便利 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好 说着许清手又紧了紧 江河抿着嘴 一边克制一边思考 要把他按倒在沙发上吗 男女朋友碰一下好像没什么 或者要不要大声制止他 可他又没做别的 腿都经常被他拿着完了 许清还在自顾自的说着 在大城市 高强度工作加高薪水加高物价 总之就是赚得多花得多 生活水平更高 适合有野心的人在那里奋斗 不然会很惨 越繁华的地方越排外 对外地人很不友好的 像江城这样中等的地方 反而是最友好的 在大城市工作 回小城市买房 很多人都这样选择 突然江河扭过头盯着许清 许清连忙收回手 总感觉刚刚好像要被打了 实在太危险了 江河则是叹了口气 继续刚才的话题 这样啊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考虑 去大城市工作 再回来这里 那也不用 我们做的和网络相关 在哪里其实都一样 这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说完 许清松了口气 江河正要接话 却感受到许清的动作 你见不见 很好玩吗 啥 挺好玩啊 江河忍无可忍 拳头捏得死死的 许清也也不管了 你打吧 死在你掌下 迟了 好在江河最终还是没出手 只是起身不再和他坐在一起 不过江河知道 许清肯定更喜欢平平练的那个瑜伽 这时 江河忽然看见许清在自己胸口比划着什么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怒喊道 许清 我们还没成亲 许清只能尴尬地挠头撇笑 我知道 可要是成亲了 嘿嘿嘿 回过神来时 江河已经在看小说了 而许清自己 今天已经写了一篇影评 昨天视频也刚更新 忽然觉得没事情可做 干脆打把游戏吧 想到这许清起身来到电脑前坐下 一上游戏就见一个名为 黑暗少女的好友邀请批评 许清一愣 自己加过这个好友 但无所谓 来者是客 片刻后 获得胜利的许清一脸笑呵呵 黑暗少女则是气得直接下线 江河疑惑地看了眼许清 又看了看手机公平回复的消息 好家伙 这是把公平给狠揍了一顿啊 想让女友去读个成人大学 弥补她没去过学校的遗憾 可女友却总觉得带了成人两个字的 都不是好东西 这天遇后 太阳重新焕发光彩 江河看着天空 感受着雨后的清新 突然 她询问许清 你说真的有外星人吗 许清看着手机想了想 不知道啊 但你这个古代人都出现了 也许外星人也真有吧 江河眼神一亮 我也觉得有 那个嫦娥说不定就是外星人 回她自己的星球了 不不不 月亮上没有外星人 这个你放心 我们都登上过月亮了 上面除了土什么都没有 那土还不能种彩 那月亮上的桂树是怎么长的 许清一阵无奈 桂树 可能嫦娥撒尿会改变地质结构 然后就能给她提供养分了 文言 江河直接将手里的书丢在她脸上 我去做饭了 接着一个冷哼不再搭理许清 许清一脸无辜地看着她的背影 随手拿起旁边的遥控 打开了尘封许久的电视 电视里立马传来声音 大砖本科 靠谱成人 为你打开学习大门 许清忽然萌生一个想法 你想不想上个成人大学 就是成年人上的大学 可以弥补你没去过学校的遗憾 还能混个文凭 江河一脸好奇 是可以随便上的吗 看到她手里的刀 许清瞬间冒出冷汗 江河却忽然想到 成人这两个字 怎么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呢 许清则是起身来到电脑前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准备准备 我帮你查查资料 这个要选合适的专业 如果想上 你需要找个感兴趣的方面 反正你还没身份 这段时间刚好可以准备 研究一下你要学的专业基础什么的 不然到时候就算能报名 进去了你也听不懂 主要是能学个一技之长最好 你明白吧 江河点点头 立马掏出小本本记笔记 许清知道 学习这回事 重要的还是看人 以女侠的认真劲 花了钱去读书 学校再差也不会一无所获 总比在全日制大学里混日子强吧 对了 这是要花钱的吧 江河最关心的果然还是钱 是的 但花一点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让你的路更宽 有更多选择 文言 江河心里一阵自豪 上大学 自己也能上大学了 真好 想到这 江河蹦蹦跳跳的回到厨房去了 许清则是查起了资料 要报名的话还得有出高中学历 不过可以买个中专毕业证 那种证只要花点钱估计能办下来 向江城二职 打个电话问问朋友 看能不能帮帮忙吧 李高博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高博呀 最近电脑城生意怎么样 我跟你打听个事 不久后 江河做了两菜一堂 摆上餐桌 许清才放下手机告诉江河 能行 只是身份这个事现在还不确定 等这事有着落了 想学习什么时候也不晚 如果想去的话 肯定要努力学习的 不要说什么我都拿着你的腿 这种借口跑去打游戏 江河扭过头冷哼了一声 你本来就是拿着我的腿 而且我本来也很努力 江河小声嘟囔 还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没有啊 下次再拿完腿说事就没用了呀 吃着饭 许清看着这小妮子 难道因为能上学而开心 怎么看女侠都没这么喜欢学习 不过 说什么玩腿 今天都玩到大熊熊了 真好玩 不行 晚上得趁她睡着了再偷袭 忽然女侠这个小牛犊子劲太大 夜里 大街情侣嘻嘻笑笑 江河则是在家看着书 做个愚蠢的只会洗衣做饭 抱孩子的女人 不 许清是想让我做一个 真正的现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享受这个时代 要站得更高 才能看得更多更远 她是真真正正站在我的角度来考虑事情 为此费尽心思 这个男人啊 她还在把我当成出来时的那个古代人 而我已经不是去年那样 有时候这家伙还蛮可爱的 一直想安全的摸 不过在这个时代很正常吧 可是我们是不正常的男女朋友 隔了一千二百多年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许清也不用那么麻烦 一直为我的将来考虑 这是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一直都是 只是有点变态而已 想到这里 江河突然放下书 我去洗澡了 许清抬起头 好 电视照例在播放新闻联播 直到江河洗完澡出来 许清还在一边看一边记着笔记 突然 江河瞥了一眼许清 接着直接将换下来的衣服 丢到沙发上 好家伙 这是 含有残留体香的衣物 许清心脏剧烈跳动 可是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有阴谋 你这些衣服是要洗的吗 是 除了底裤都在这儿了 为什么他不自己扔到洗衣机里 许清上前拿起衣服 我帮你丢到洗衣机了 说吧 许清迫不及待地来到浴室 脱下自己的外衣 洗衣机很快开始 咕噜咕噜运转起来 然而 江河的裤子并没有在洗衣机 许清将他攥在手中盯着一阵端下 忽然 他感觉到背后有一股杀意 一扭头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难不成是钓鱼指法 不至于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喜欢看天的古代人 冒出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都有可能 自己的谨慎对待才行 男人半夜突然询问女友睡着没 见女友没说话一副熟睡的样子 男人居然给他检查起腹肌 不得不说 练舞的女友皮肤是真好 这天晚上 江河洗完澡出来 一边擦着头发 眼前一幕却让他呆住了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 大夏天的光个膀子不是很正常 再说了你们寨子里那些群众 不也是会坦着衣服露出胸毛 大碗大碗喝酒 想到那个画面 江河脸色一变 被你这么一说 突然觉得好恶心 而且现在是现代文明社会 又不是那个落后的时代 你也没胸毛啊 许清笑了笑 我还不想有呢 而且是在家光膀子 别提多自在了 建议你也是 许清还没说完 江河就一毛巾甩在他脸上 这还是挺常见的 小时候我在农村奶奶家住过一段时间 每到夏天都有很多人在村头树下乘凉 有不少男的都是光着膀子 搭着条毛巾跟人闲聊 我记得小区里以前也是这样 江河一脸好奇 真的吗 那为什么现在都不这样吗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家家户户都有空调 所以见得少了 而且 如果不是江河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许清夏天自己在家的时候 都是从来不穿上衣的 突然 许清发现了什么 女侠 你看 你看我这肌肉 是不是有点行了 看着她的姿势 江河一阵无语 假装不懈地扭过头吃了一声 可眼睛却非常老实地偷偷瞄了一眼 确实 挺有形的 片刻后 许清拿出吹风机 给江河吹起了头发 江河突然询问 我头发是不是又该剪了 感觉短一点方便 许清想了想 我感觉还好 这种小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觉得适中挺好 但是不能剪那种超短发 想到那个样子 江河其实还真想试试那种利落的短发 起码每次洗头不用搓那么久 对了 烫头发是不是那种卷卷的 对 你可以试试烫的金色大波浪 感觉会更像是现代的时髦小姑娘 江河用力摇头 我不要 我就喜欢黑色的 突然 许清想起还有一个发型 我看电视上 有那种头发莫为绑个标的武林高手 打架的时候头发也能攻击人 你也会飞标 你能不能那样 江河没有说话 而是安静地盯着许清 看着她那关爱傻子的眼神 许清一愣 难道没有吗 好吧 江河忍着打人的冲动 怎么可能有那种事 光练习甩头发就要练多久 还要绑个标 只可能练成秃子 我们是古代人又不是傻子人 这样 好吧 我还以为你一直很傻呢 你才傻 谈话结束 许清继续吹起头发 感受着暖风吹过脸颊 江河忽然感觉一股暖意有上心头 感觉 突然很想亲她一口 这时 许清再次开口 其实理发的话 你自己去也可以 只是不要被那些人糊弄着办什么卡就行 那些都是为了坑人钱的 你也可以试着做个发型 想烫染都行 觉得不好看的话 染回来就行 不过我觉得你做什么造型 应该都挺好看的 江河只是笑笑点点头 好了 头发吹干了 许清回到沙发坐下 你怎么又坐下了 不睡觉吗 快十点了都 那个 我想再整理点东西 其实她是怕太早躺下了会睡着 那就摸不到了 如此想着 江河却突然凑在她旁边 这是什么 就是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农业文件 半导体产业之类的 啥意思 简单说就是整合已有的信息 根据这些东西去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江河依旧没听懂 不过许清自己清楚 现在手里捏着钱准备明年买房 把股市里的资金撤出来的话还太早 但最近到了止盈点 如果有其他潜力 换一下是最好的 没有的话只能捏手里等买房了 那就拿一万多块先是一年 不然拿在手里老想着 被套住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真套住了就当扔里面了 突然 江河伸手想摸她的腹肌 许清一句我们还没澄清 吓得江河赶忙将手抽了回去 你以为我很喜欢摸呀 告诉你 男女瘦瘦不轻 我去睡觉了 江河转身就走 似乎想到什么 又停下来仿佛宣示一般喊道 我们两个清清白白 随即 房门砰的一声被关上 冬瓜被吓了一跳 许清却笑了 很快 许清也跟着进了房间 怎么不看了 对不看了 困了 许清躺得板板正正 给江河都整懵了 平时这家伙都要在自己脖子滚啊滚纹啊纹 才舍得睡觉 今天不太正常啊 算了 自己也睡了吧 明天得加点学习计划 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自己不能辜负他 不能真当个只会洗衣做饭 打游戏抱孩子的愚蠢的女人 以后自己成了读书人 这家伙在想忽悠自己 自己就能出口成章的把他反驳回去 如此想着 江河也缓缓闭上了眼睛 临近半夜一点半 江河似乎已经睡着 许清不知何事翻了个身 手搭在江河肚子上 突然 许清轻声道 你睡了吗 我有事 可江河依旧一片寂寂 见此 许清悄悄将手放在江河的小腹上 智者无需多言 是勇士就要冲 为男人 就应该勇攀高峰 本来就是同床共枕的男女朋友 同居这么久却没碰过 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击 许清如此鼓励自己 将手搭在江河平坦的小腹上 许清憋得脸红心跳 手却跟随命运的指引 终于 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畅快凌厉 充斥许清的脑海 这感觉 一如游船入港 又如告老还乡 除雀一身寒风冷雨 投入万丈温暖海洋 激动得许清不知道 此刻死神正狠狠地盯着他 怪不得他把衣服留在客厅 原来在这等着呢 不过江河还是继续假装睡着 安慰自己饶了他这一回 可有些恕你不休不直溜 有些人你不做不懂见好就收 江河心里怒吼 老娘忍得锤子 接着他一把按住许清的头 举起砂锅大的拳头道 你再动我就把你头打爆 时间一晃 八月立秋 看门的赵叔正在打短 许清笑呵呵地朝他打了个招呼 便出门了 没多久江河也跟着公平来到小区门口 赵叔立马笑道 姑娘出门了 是的赵叔和朋友出去 公平疑惑地看了看赵叔 你们很熟吗 算是吧 许清和他很熟 有时候许清还会和赵叔的孙子一起玩 江河心里一阵自豪 自己现在是比公平还熟悉这里的 大概没人能猜得出来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才刚刚一年而已 是的 一整年了 在很多人眼里 自己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很久了 走了没多久 公平突然叹了口气 早知道就踩平衡车出来了 这走路实在太累脚 谁叫你穿高跟鞋 江河笑着调侃了一句 其实许清也帮自己买过一双 只是自己从来没穿过 如果不是街上经常见到有人穿 都差点以为那是做某些变态式才用的 许清就很喜欢让自己穿各种鞋子 公平回头看了他一眼 没办法 总不能买了扔家里吧 你看 多漂亮 不像你 保守的就像90年代的小媳妇 90年代保守吗 好像那时候很多人跳disco 一群人挤在一起嗷嗷 看着江河模仿的样子 公平忍不住笑出声 恰好这时绿灯亮起 公平一把拉住江河的手 有说有笑的走过马路 殊不知 一旁另一对小情侣 跟来自过去的江河不同 何妨是来自未来的 片刻后 江河跟公平来到一间发廊 江河看着招牌 如果是自己的话 就找个小小的理发店了 但是现在平平也一起 就不好拉着他找简陋的那种 一个蓝精灵热情的招呼两人 公平蹭了蹭江河 一起染个发 很快 托尼拿来色卡 让两人挑选颜色 你可以考虑一下染这个颜色 是今年的流行色 江河连忙摆手 不用了 谢谢 那这位美女呢 这个焦糖橘棕色 沉稳低调 又能显摆 好吧 那就这个了 江河松了口气 头发是自己的 除了许青 江河不想听别人建议 平平是朋友 他的建议也可以考虑一下 其他人就算了 可公平还是有些期待 一起吗 要不我先试试 等染完你看看再决定 不了吧 我觉得黑色挺好 另一头 许爹趴的一下和尚书 冷着脸询问 什么资料都没有 一丁点都不记得 家在哪也不知道 许青吃着苹果抬头看天花板 哎呀 他从记事起就跟着石荒老太了 俩人到处跑 睡桥洞睡马路什么的 有时候破坏世荣还倍感 那不行 一点都没有 这不好弄 你要一丁点信息都没 连人口普查都办不了 吧 正常能想的办法 我这都考虑过了 找你就是为了能 老许直接打断 能什么 我还能违法犯罪不扯 你再仔细想想 有没有遗漏的 算了 还是直接找江河问问 许青连忙按住他的手机 真没有遗漏 能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听你这意思 还有不能告诉的 许青直接扭头假装没听见 见此 老许无奈往后依靠 心想也是 真有不能告诉的 那肯定是不能说 要是这么一问就随便说出来 是自己傻还是这小子傻 不管有没有 都是问了句废话 女朋友轻易却恰好 被父母看见是什么体验 就在刚才 许青正跟老许聊江河身份证的事 老妈突然敲响房门 你们俩在里面商量什么国家大事呢 许青扭过头大声道 商量我和江河什么时候结婚 老妈一脸疑惑 这种事你俩躲起来说什么 说着老妈给两人各自递上一杯水 谢了妈 这不是结婚得买房 买房得 许青话还没说完 老许突然咳了两声 老妈看着许青 我没钱 你和你爸商量 对了 那个谁 江河在家吗 要不晚上别回去吧 你把他叫过来一起吃 好 我问问他 是很久没来吃过饭了 见此 故意在他娘面前提一嘴 就是让他老娘晚上给我吹耳旁风 吹就吹吧 如果真有这事 拒绝或同意都行 关键没这事 平白多个事出来 真特么闲的 察觉老许情绪不对 许青站起身 对了吧 你那些学生什么的 总有那个恩恩 要不您打声招呼 我自己提点东西去拜访一下 老许当场炸了 那不还是我帮你开口 许青吓得直接溜之大吉 老许则是叹了口气 生出来什么样不重要 后天学成什么样全是命 明明和秦浩俩人一起长大了 秦浩那家伙三棍子打不出个屁 这家伙却一言难尽啊 与此同时 许青看着手机 江河答应过来吃饭 还发来一张头发的照片 你染的 好看吗 好看 适合你 坐在沙发 许青舒了口气 女侠肯染发是自己没想到的 无关好不好看 但是她愿意尝试换个发型换个发色 这种事是值得高兴的 没多久 门铃声响起 许青打开门 老妈也跟着过来 江河你来了 阿姨好 看着江河俊俏的脸庞 老妈十分满意 去年时就觉得江河长得好 看着就舒服 现在一年过去 好像越长越好看 整个人都丰热了不少 确实是变好了 之前觉得有点怒闷 不太自然的感觉 现在却察觉不到了 坐 快坐 我去买菜 说吧老妈直接出门去了 四下无人 江河笑着看向许青 你以为是我染了头发 许青尴尬的挠挠头 你发的照片就一个后脑勺 当然以为是你 你怎么没染 没有 我看没有喜欢的颜色 我还是觉得现在最好 对了 那个是平平 好看吧 想到自己随口夸的话 许青一阵受伤 没有没有 我也觉得黑色最好 很适合你 刚刚还说那个好看 那个适合我 我怎么知道两个一起去的 他想让我跟他染一样的 被我拒绝了 说着江河撩了一把头发 我们买个剪刀 以后你帮我剪吧 这次理发江河花了八十多 感觉超级不值 许青白白手 别逗了 我哪会这个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会呢 坐在沙发 江河很自然地 靠在许青身上 许青也很自然地 拢住他的肩膀 没想到老许刚好走出书房 只能尴尬地咳了一声 许青两人连忙坐好 江河低下头 叔叔好 爸 我下次给你买点胖大海过来 那个对嗓子好 行 多买点 坐在沙发 老许偷偷瞄了一眼两人 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 三人却是安静地可怕 江河紧张得浑身僵硬 见此 许青将手搭在他手上 放松 刚刚不是看剪刀吗 我觉得可以买个推子 这样你可以给我理发 那样嘟嘟一一推过去就行了 不好吧 江河想不通 为什么许青经常嬉皮笑脸的 而他爸爸那么严肃 气质完全不同啊 本来平平说要和我一起去看电影 他的会员快过期了 还能打折买两张电影票 让我陪他 现在推到明天了 看着两人怯怯思语的样子 老许一脸不爽 这时 老许突然一个眼神示意 许青立马接收到信号 老许疯狂挑眉 让我和江河单独聊聊 老许一愣 这暗号啥意思 他只能再次暗示 许青却不再搭理他 老许当场实话 这小子 翅膀是真的硬了呀 许青越来越过分了 先是越了雷池 现在又想忽悠江河叫老许罢了 就在刚才 老许示意许青走开 他想单独和江河聊聊 那个什么 你不是说要去看看 你妈买了些什么菜吗 江河这才猛的反应过来 刚才阿姨说去买菜 自己应该跟着她一起去的 许青则是尴尬一笑 指着门外对江河道 我妈竟喜欢买一堆菜 哪又拿不了那么多 走 我们去看 话未说完 老许就突然大喊 你给我坐下 江河一脸懵 许青立马就怂了 连忙乖乖坐好 他知道 老头子还是信不过自己 想问女侠话 又不想自己在这打岔 先不说女侠会不会口误 就看老头这个样子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有点不放心 但不给他问一下 估计会一直揪着不放 想到这 许青站起身道 我去阳台看看 江河知道不对劲 立马紧张起来 老许却是一脸平和 阳台上 许青百无聊赖地啃着苹果 想着假如老头子知道真相 光是能和一个唐朝人 面对面交流这一点 老头子就已经超过 他单位所有人 足够吹一辈子的牛了 就在这时 许青突然瞥见楼下 一个熟悉的身影 骑着电鱼 缓缓开进小区 浩子 听到有人叫自己 秦浩左右看了一眼 却发现空无一人 许青只能再次喊道 上面 秦浩这才顺着声音抬起头 一眼便看见 许青一脸笑意地 拿着一颗苹果 浩子 请你吃苹果 秦浩顿时满脑门黑线 混蛋 有毛病啊 咬过的苹果请人吃 你懂个屁 这可是乔布斯的苹果 你是不是闲得没事 是啊 真挺闲的 秦浩挺好电动车 跑向楼梯口 行 那你等我一会 片刻后 秦浩出现在对面阳台 许青看着他直接呆住 只见秦浩身穿锁子甲 一脸正气凌然的样子道 来吧 青子 决一死战吧 许青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你有毛病吧 秦浩一脸傲娇 少废话 你的呢 谁和你一样会穿着到处玩了 别管 来帮我拍一张 许青掏出手机 老秦却拿着一根绳子走出来 秦浩连忙道 等等 不是现在 我还没穿好 行吧 我重新拍 我梳着手上拿着啥呢 腰带 我爸说这里系个绳重量 就不会全压在肩上 穿起来也好看 老秦一脸自豪 青子那件太小加避雨了 我这件才是真爷们穿的 不管用料还是尺寸 都比许青那个厚实 把腰竖起来能一起承重 不然松垮垮了 肩膀也受累 不愧是我输 原来还有这门道 说吧 许青便帮他拍了起来 这时 江河抱着一个苹果走了过来 他们在干什么 没啥 浩子想让我给他拍个全身照 话音刚落 老许也走了出来 秦浩这才反应过来 你们说完话了 对 说完了 你吃苹果吗 许青微微一笑 把头低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对面的老秦瞬间愣住 又看了看身旁 还在自豪的儿子 老秦立马忍不住了 直接给了他一拳 也不管穿着裙子夹 对着后背就是一顿拍 天天就知道完 许青连忙拍了下来 江河也看得一脸好奇 秦叔这样玩手不疼吗 耗子看起来蛮疼的 秦叔手劲还挺大 说着许青突然心有所感 扭头看了眼 专注手机的老许 这才悄悄询问江河 他问你什么了 江河一脸无辜 就是以前在这场哪里 家在哪记不记得什么的 叔叔这是要 许青微微一笑 没错 要帮我们忙 还有 你也不用叔叔来叔叔去的 说着他缓缓凑到江河耳边 下次过来 你直接喊吧 江河瞬间愣住 反应过来脸色肉眼可见的变红了 羞得他一把将许青推开 你又捉弄我 等一下阿姨应该就买完菜回来了 如果提的很多 我就下楼去帮忙拿 另一头 老秦撸着熊爸一边指丧骂怀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秦浩一脸懵 爸 我在这呢 滚 和你说话了吗 秦浩瞬间噎住 好吗 你是爹你说的对 与此同时 许青拍完照片 选了几张给秦浩发了过去 看到自己的亮照 秦浩立马心情舒畅 什么爱情不爱情 庸俗 穿锁子甲的我摔爆了好吧 真都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有趣 许母是看媳妇 越看越满意 就在刚才 老秦在看到许青江和恩爱后 一下没了兴致 秦浩有些理亏的看着老爹 爸 咱们房间是不是该收拾一下 弄整齐一点 漂亮一点 狗窝也换一个 我在淘宝买个好看的 你这铁笼子从哪找的 换那么好看干嘛 我觉得还得给你相个亲 不然哪天又被人捅一刀 我还得 秦浩直接打断 爸 说狗笼子的事呢 老秦也大声起来 我在和你说相亲的事 秦浩只觉得心里一阵憋屈 咱城市里结婚完 这是国情 你不要听二叔他们那一套 我堂弟村里和咱这儿能比吗 老秦直接举一反三 你看看小亲子 看看那个 那个王子 秦浩是不是还在你抽屉呢 秦浩心虚不已 比不过比不过 不过 自己堂堂人民警察 为了事业奉献自己 儿女情长那都是小事 但是这话 秦浩不敢和老头子说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看着手机 说实话 如果可以儿女情长的话 还是很香的 另一头 徐母买完菜回来 江河连忙上去帮忙拿东西 看着乖巧的江河 徐母笑得合不拢嘴 未来儿媳妇就是好 虽然不化妆打扮 但一眼看过去 让人觉得舒服安安静静的 还勤快 这边刚进门 就跑过来帮自己 客厅内 老许和许青正经危坐 对了 你们差钱买房吗 还不知道 现在说这个太早了 老许心头危动 买房之事 江河没身份 房本上只能写这小子的名字 不存在被没有身份的人骗 而且这小子这么近的人 鬼才能骗到他 之前担心的那些都是白担心 如果是江河想骗许青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 如果是这小子想骗江河 那也用不着来找自己帮忙 这下逻辑里顺了 上次谈话自己就该弄明白他的心思 结果没想明白 还被他鄙视了一下 感受到一样的目光 许青回头 爸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老许沉默片刻 那个 你累不累 许青微微一愣 旋即笑出声 我哪会累啊 宁静说笑 两人又齐齐看向江河 这种事 碰上了能怎么办 那个 我之前和同事老李说起来过代沟 是有那么回事的 他也是和女儿说 一礼拜五天 在办公室里吹空调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也不用出去外面晒太阳 坐椅子上对着电脑敲敲键盘就把钱挣了 这有什么累的 许青一愣 他女儿 干什么去了 做什么我也不懂 反正你们年轻人爱古道的 老李就想不通 和我说 以前那时候七早贪黑 那一天还得割草喂猪 现在年轻人怎么就这么难让我们这一倍满意 都说了时代变了 坐格子间里敲电脑和啥 那个什么客户沟通 真没喂猪轻松 放过人家小姑娘吧 说什么难满意 你们吃不苦 就老觉得现在的是简单 反过来想想 赚钱这件事什么时候简单过 老许咬牙切齿 我看你就挺简单 对 那是你没看到我抓头皮的时候 老许一想也是 赚钱如果简简单单 要么这个人是天才 要么这个人是家里有门路 大概就这两种可能 这小子称不上天才 所以我觉得简单 可能就是因为不懂 想到这老许叹了口气 反正我理解不了 至于江河的事 这两天我帮你问问 好家伙 感情您还没问呢 这时 许母突然大喊 你们爷俩坐着干嘛呢 来吃饭了 快点的 看着拿着铲子的许母 和一旁形成鲜明对比的江河 许青悄悄告诉老爹 爸 江河以后肯定没有我妈这么凶 呵呵 让你妈听见这话事实 晚饭结束 天色也暗了下来 许青带着江河下楼准备回家 感受到江河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胳膊 许青欣慰地笑了 就在这时 秦浩突然从楼梯间下来 许青一把抱紧江河 你这是极恨的咬牙切齿度果中烧 实在忍受不了 所以要把我们抓起来 秦浩却一副形色匆匆的样子 改天抓你 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 许青一阵奇怪 看这家伙兴奋了 好像有大案的样子 但又没起小电鱼出去 该不会 这时 江河突然撇撇嘴道 我还真以为他要抓你 抓了也得给我放了 我又没犯法 说着许青伸出手 今晚吃的饱不饱 我看看 江河脸摔得一下红了 急忙伸手挡住他的手 饱了 九分饱 来嘛 我就摸摸 不行 手拿开 看着两人打闹的画面 不远处的保安满脑门黑线 这俩人 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还以为情人节是吃饺子 可男朋友却说 情人节应该吃汁油汁油 就在刚才 两人吃完饭从父母家出来 借口看江河吃的饱不饱 许青刚想伸手摸江河的肚子 就被他挡了下来 许青无奈叹息 伸手太弱 想偷摸一下肚子都偷袭失败 对了 西五有没有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的说法 江河一愣 有啊 但转瞬就笑了出来 怎么 你希望我不进则退 没有没有 就是问问大概要多久 要退成你现在这样的话 大概几十年后吧 许青一想 到时候你不就是老太太了 是啊 但那是在我完全不西五的情况下 也忘了我现在每天还会练练剑呢 许青欲哭无泪 不行 自己要努力 争取早日摁住江河 这时 江河突然瞥了眼一旁的摊位 接着又快速回头 但还是被许青注意到了 女侠看什么呢 我看看 好家伙 原来是套圈 她应该是觉得自己去玩的话 像是专门过去欺负人的 就像上次去游乐园一样 想到这许青故意停下脚步 询问江河 怎么样 想玩吗 你看那个花瓶就挺好的 套回去正好给厨房的江苗换一个大容器 或者插别的花也行 江河一搜手机 买的话才八块钱 套圈却要二十块 那你可以套十个 这样就能挣六十了 江河携了他一眼 十个罐子都你拿 那不行 我提不动 那我哪也费劲啊 而且带那么多回去干嘛 一旁的老板都听懵了 见多了商量想要买个的 这种商量套多了怎么办的 还真听都没听过 不管了 这单生意不能跑 那个 我送你们一个竹圈玩玩 文言 两人对视了一眼 接着才对老板道 这不好吧 其他顾客都花钱了 老板非常大气的拿出一个竹圈 没事 他不相信谁一次不中 会忍住不要 第二次的 许青想了想 毕竟白拿一个花瓶不太好 突然 他灵光一闪伸出两根手指 这样 我花两块钱买一个竹圈怎么样 老板顿时一脸嫌弃 搁这八八八半天 原来是舍不得花钱啊 小伙子看上去人模人样 带着这么般配的女朋友出门 结果抠门的只想花两块钱过个瓶 难怪两手空空的 行吧行吧 给你 随即 许青扫码付钱 江和则是站在投掷的位置 老板还想着要么套不中花二十继续玩 就算过拔银走人自己也能挣两块 刚想到这 就听竹圈哐当一下 问问号中 老板顿时僵住 江和则是心满意足地走在路上 虽然一身屠龙之树 用来抓的泥丘也不错 不过 许青刚才就注意到了 今天怎么这么多话 片刻后 许青停下脚步 嘴里喃喃道 难怪了 今天七夕情人节啊 我就说怎么今天夜市那么热闹 江和呆呆地看着她 节 是要吃饺子吗 不不不 这是情人的节日 不吃饺子 可以吃豆浆油条 江和直接握紧拳头 包子吃吗 接着又冷哼一声扭过头去 许青忽然想起 今天你说平平想带你看电影 这不是挑拨我们关系吗 七七让你不陪我 陪她 你又没说带我去 江和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周围 还真的和平时不一样 好多成对的 手里拿着花 许青却急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 不好吧 看完太晚了 既然这样 许青一把拉起江和的手 那去买个礼物送你吧 江和呆呆的 任由许青拉着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要送自己礼物 片刻后 许青将一条丝巾搭在江和脖子上 江和这才回过神来 还好晚上吃完饭 想六个玩 商店也还没关门 正好给女侠挑个七夕礼物 不然错过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这时 江和突然拉了拉许青的手指头 这个红色 红色好吗 喜欢红色呀 好 就买这个 文言 江和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自己的礼物 许青则是询问服务员这个多少钱 先生 这条苏绣红丝巾单价是488元 江和一秒放开 眼神全是求生的渴望 如果一个女孩有两个男朋友 那是不是会天天被不停摸腿 就在刚才 许青带着江和来到精品店 给他选了一条红色丝巾 江和一脸幸福 可当听到丝巾要488块时 江和立马表情一变松开了手 许青没有回复 而是看着手里的丝巾 这玩意或批或为都很不错 钓鱼石如果太阳大 戴个帽子把这个披肩上 也可以做到完全防护 想到这许青询问老板 五百卖不卖 老板顿时斩钉截铁 卖 许青瞬间知道自己大意了 立马改口道 我是说五百两条 加上这个天青色的 两条六百 不能再低了 行 成交 片刻后 许青抱着花瓶牵着江和 走在回家的路上 江和好奇地看着他 你也会还价呀 当然 这是基本操作 要是成婶的话 应该能三十块买下来两条 江和顿时停下脚步瞪大了眼 那我们不是亏大了 还好 五百七十块买的老婆 不算亏 江和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就让他在嘴巴上站站便宜 绝不可能在床上让他做些什么 走了一会 前方拥挤的人群 突然引起两人注意 许青兴奋地拉上江和 走 去看看怎么了 站在人群后面 便听到有人议论怎么打起来了 这不是这两个小情侣一起出门逛街 乐乐呵呵 结果和别人撞对象了 果然 一个店门口 两个小伙和一个女人正垂头丧气 一个警员正在询问情况 许青这才想起 刚才耗子那么兴奋跑出来 应该是去加班处理这种事情去了 怪不得小跑带颠的 这时 警员突然注意到许青 许青也凑了上去 顾警官好 你好 你这是 带着妹妹玩 不不不 是女朋友 妹妹变成女朋友了 顾警官一阵无语 什么妹妹女朋友的 年轻人就是玩的花 你们注意安全啊 别惹事 我先带人回局子里 好的 顾警官您幸苦了 看着警员将人带走 江和忍不住询问 怎么感觉你和他很熟 还好 没多熟 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许青突然开口道 看你见到警察还有些紧张 和老鼠见了猫似的 我要是考个警察是不是 江和撩了一手头发 那可能我就不会紧张了 对了 刚刚那个女人有两个男朋友 许青黑黑一笑 可能还不止 这样 那岂不是天天被不停摸土 这神奇的脑回路 把许青都整不回了 开玩笑的 你走慢点 有人好像要朝我们走过来 好吧 女侠现在开玩笑是真厉害 两人看着迎面走来的小孩 可能是觉得我们会买花吧 果然 小女孩笑眯眯的询问二人 哥哥 给姐姐买书花吧 许青故意询问 姐姐吗 女孩立马改口 给嫂子 28块一朵 88块9朵 是这样一把 那你问她吧 高于5块钱都得问她 许青知道 如果是当初的女侠 应该会一脸肉痛的拒绝 这么多破话 又没根又不能中 买来几天就哭了 28块还不如买点猪肉 面对女孩的询问 江河一反常态地伸出两根手指 20块两朵 说把她扭过头看向许青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不久后 两人回到家 许青擦拭着花瓶 将她摆在柜子上 又将买来的玫瑰插上 有情人执着同窗扬 一些情侣应该做什么事情 会让情侣感觉身心愉悦 心情舒畅 就在刚才 许青后知后觉 今天是七夕 特意给江河买了两条丝巾 回到家 江河迫不及待地拿出来欣赏 心里激动不已 今天一共收获了两条 这么漂亮的丝巾 还有两朵花 一个陶瓷罐 好开心 对了 情侣过的七夕节有什么意义 许青笑了笑 意义都是人赋予的 情侣在这一天增进感情 商家在这一天赚钱 男人在这一天表白 女人在这一天收礼物 算是皆大欢喜 那所有人都获利 就没有吃亏的 没有 各取所需 就像以无异物 哪有吃亏这回事 不过 非要说的话 就是那个壮对象的 还有舔狗 还有单身的酸溜溜 像耗子 兴致勃勃地去搞事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兴奋的 听到敏感的字眼 江河嘟起嘴 你以前说舔我 对啊 现在也可以啊 看着他花痴的样子 江河撇过头 你想得美 说着他又注意到 刚带回来的话 自己那时候也有 只是和现在这个不一样了 幸福的小江河 不禁想起以前 看着他发呆的样子 许青忍不住开口 你在想什么 江河沉吟片刻 我在想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喜欢做的是越多 那分摊到每件事上 可以用的时间就越少了 现在他真感觉 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 许青却是如临大敌 你不会觉得 我们去逛街是浪费时间吧 他可不希望江河 因为逛街割了直播 所以觉得逛街 是在浪费时间 谁知江河却笑道 怎么会呢 我是觉得直播 占用了我们一起出去的时间 说着他一脸娇羞的 靠在许青身上 接着巴唧一下 亲在他脸上 他知道 可能是以前 无所事事的时候太多 随着生活充实起来 自然而然产生 时间不够用的感受 交个朋友 再和许青在一起逛逛 便已经到晚上 该睡觉的时候 如果保证和许青 在一起的时间 那读书洗舞 玩电脑钓鱼 还有和朋友一起出去 这急者是必然有 要被压缩的 这时 许青突然开口 那明天继续逛 江河瞬间 两眼都是小星星 真的 去哪 许青一脸猥琐 逗你呢 你快去洗澡吧 江河无语 江河愤怒 江河忍了 起身扭头就走 只留下一个冷哼 许青则是目送他离开 又将注意力放在电脑上 现在每次直播的录屏 都有发上去 这也是一部分收入 以后每次有人看 都会产生收益 随着时间线拉长 人气高了 这些蚊子腿 夹起来也是不可小觑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能文能武的现代女人 还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 我洗完了 江河打断许青的幻想 静止来到许青身旁坐下 我洗澡的时候想了想 我现在算是在这个游戏 小有名气了 平平告诉我 只是这个平台体量小 板块不怎么活 他问我要不要换个平台 那你要一直这样打下去吗 许青看着江河的小脸 江河低下头想了想 不要 这个游戏的操作上限就那么高 我即使再怎么打 也和别人花了心血 打造装备技术 又不错的人差不多持平 至于打造我自己的号 我不想今后都只玩这个游戏 毕竟来到这里一年了 这也算是自己第一份正军工作 无论班砖还是决斗场 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只是像许青说过的 生活有无数方向 这只是其中一种 自己的生活才刚开始 许青则是分析起来 如果换平台的话 别的那些平台肯定是要和你签约的 签约只能我签 还会有很多限制 不签约可能还比不上继续留在这边 而且要重新来过 他只是和我提了一嘴 再拿到身份钱 我只要能有点收入就好 没那么急 文言 许青欣慰地摸了摸江河的脑袋 都能自己拿主意了 真好 我闺女江河长大了 信不信我咬你 不过 话说自己好久没被许青拿着腿 万度说男人都是那个样子 可许青不太对啊 只有那两次而已 难道这种事也是因人而异的吗 还是说这家伙又在憋什么阴谋 虽然许青有时候表现得很变态 但没有小电影里那样变态 有些事还是可以接受的 江河小脸微红地想着 许青却突然想起 你的卖咸菜大忌好像被搁置下去 没想着卖了 江河尴尬地扭过头 那时候是没有收入渠道 现在再去花时间去做咸菜 性价比太低 许青一听 顿时又想伸手去摸他的头 江河立马摆出炸毛的姿态 又过了一回 百无聊赖的江河用脚丫蹭了蹭许青的小腿 但这种是怎么能让他知道自己故意的 许青笑笑没有说话 直接抬起他的脚 准备放在自己怀里 江河却微微往后缩了缩 被许青看了一眼又不感动了 许青心里一阵暗爽 这丫头整日里一副肃静装扮 不化妆不抹粉 不动武的时候安安静静的 相处起来很舒适 这种女孩子很容易勾起冲动啊 尤其是她还是来自古代的女侠 不行 不能轻脚 再这样下去该变成老婆奴了 或者说女儿奴 不知道这么说女侠会不会拿脚丫子踹自己 你还不去洗澡 许青疼的一下站起身 现在就去 对了 今天七夕 其他情侣都会做一些快乐的事情 我们呢 啥 江河一下愣住 根本不明白她在说啥 也不知道即将面对什么 一夕节女友不愿亲密 最多只能拿她的脚用 惹得男友都想带她 住那种隔音不好的旅馆 见是现代网友的热情奔放了 就在刚才 许青准备去洗澡 临走前不忘提醒江河 七夕节晚上情侣都会做快乐的事 江河完全懵了 什么是快乐的事 我们都还没成亲 不对 我们还没结婚 许青一边脱去上衣 没结婚也可以做些其他的什么 作为现代人 不能再把自己当成开源姑娘了 不然就是老顽固了 江河一愣 老就老爸 反正你说我一千多岁了 许青白白手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嘿嘿嘿 江河一脸茫然 现在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片刻后 浴室响起哗啦啦的水声 和许青放声歌唱的声音 江河一脸严肃不知在想什么 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 正在洗澡的许青突然听见她的喊声 其实 你可以拿我的腿那个什么 不用自己在浴室里偷偷的 许青被呛的一口水喷出 我才不会这么做 等到许青洗完出来 江河已经在撸冬瓜的肚子了 许青一屁股坐在一旁 其实今晚我应该带你出去住 找那种不太隔音的旅馆 让你拖宽一下眼界 见识见识现代的热情奔放 江河嫌弃地瞥了她一眼 你这个爱好很变态 这才不是爱好 我肩负着戴唐朝 有人领略世界风光的重大义务 这是科普 没有经验 难免就要犯错误 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 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江河思索良久 在时间问题上 与其准备短些 宁要准备长些 这样想 较为有益 而较少有害 文言 许青表情僵硬 甚至忘了呼吸 你要现在回开园 肯定是个大祸害 嘴巴里到底怎么一套套呢 哪天要认识个画漫画的 绝对要她画一个 以江河为原型的故事 名字就叫 我老婆从一千年前过来 跟我学习现代思维 然后再穿越回去 造李隆基的反自己当皇帝 脚踩高丽式拳打杨玉环 并大喝你吃个屁的励志 赶紧建设大唐的特色社会主义 做大做强攻进 高高里统一版 想到朕 许青一拍大腿 朕要安息了 江河一愣 安息 你应该说驾崩 这么说 你想继承我的皇位 我才不要 休想占我便宜 片刻后 两人躺在床上 江河伸手去关灯 刚按下许青就一把搂住他的腰 江河小脸微红道 我劝你最好别乱动 许青却露出一抹微笑 今天七夕 想不想做点别的 不会坏你身子的 江河一正 整个脸都埋在下面 快睡吧 自己才不能答应呢 反正他到时候 最多就是偷偷抱抱念念 许青话风一转 那你帮我拿一下手机 拿手机做什么 我找找X宝有没有卖关公箱子 买来放在房间里 再买一大把箱 咱们拜把子 结为异性兄妹 天天给他老人家上香 清清白白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江河再也听不下去 直接打乱 睡觉 许青却扒开他的手 睡那么早干嘛 江河一脸茫然 你到底想干什么 许青没有在说话 而是将脸贴近 搂着他的手顺势下滑 再下滑 整得江河忍不住夹紧双腿 这时 许青一手抚摸江河的脸深情道 江河 我喜欢你 江河微微颤抖 我也喜欢你 但是 但是 许青直接打断 报警我 我保证 我们还是清清白白 提出帮女友洗胖刺 却被胖刺盖在头上 也不知道这是好兆头 还是坏兆头 昨晚两人腻歪完 见江河睡着 许青帮他盖上被子 可江河却突然呢喃了一声 整个人都缩成一团 紧紧地抱着许青的手 看着他毫无防备的睡姿 许青心里突然一暖 他没见过江河刚来时的睡姿 不知道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 还是说稍有一点风吹草弄 便警惕地睁开眼睛 言语间的喜欢 总是没有这样简单直接的 许青撩开他的头发 看着这张迷人的小脸 果然 感情浓到一定程度 自然而然就会更亲密 那一刻的喜欢 只有最亲密的接触 才能释放出来 不管怎样 过去的终归都是过去吧 许青相信 江河只会一天天变得更好 直到完全适应 这个一千年后的世界 不管好的 坏的 开心的 烦恼的 一切都会慢慢经历 许青心中默念 晚安 我的小和苗 心满意足地睡去 第二天一早 江河醒来再整理衣服 许青把一阵沙沙声吵醒 他这是在干嘛 江河不愧是习武之人 一下就变得警觉 猛地回过头一看 许青却依旧闭着眼睛 江河有些不相信 刚才他明显感觉 有人在看着自己 或许是错觉吧 江河安慰自己 可惜并不是 许青就这么看着他 偷偷摸下床 这时 江河突然愣住 他看到地上 昨晚被他抛弃的胖子 瞬间想起昨晚的画面 江河面红耳饰 玩犊子 自己昨晚都做了什么呀 还好许青没洗 赶紧拿去洗了 可江河刚拎起来 许青就开口道 放那吧 一会儿我帮你洗 这很正常啊 没事的没事的 之前我也做梦梦到过一些东西 然后大早上偷偷爬起来洗 还骗你说是洗袜子 是不搞笑吗 谁会大早上洗袜子啊 哈哈哈哈 来 放着我一会洗 许青摆摆手 江河却一个铁头弓撞了上去 什么叫恼羞成怒 江河化身恶喵 揪着他的领子就要揍他 许青连忙求饶 爷呀 你打死我可就做小寡妇了 江河一脸坚决不管不顾 拳头带着一阵风呼啸而下 许青吓得高举双手 可等了好一会 拳头都没有落下 江河嘟着嘴 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许青看着他脸色微红 你之前还天天问我要不要拿你腿 现在轮到你就这样 江河脸色更红 我都说了我不需要 这个家伙就是好色 什么帮忙都是借口 自己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 就是无耻下流 随即 江河松开手缓缓起身 湿湿然地走向门口 许青忍不住开口 还拎着干嘛 都说了我帮你洗 见江河停下脚步 许青继续怂恿 我们是男女朋友啊 这么见外干什么 无奈 江河只能答应 可他随手一丢 竟然就这么盖在了许青头上 没等许青说话 江河就尴尬地落荒而逃 直到两人吃早饭时 气氛还是那么尴尬 江河吃了一口饭 感觉有点烟 在想是不是该买个豆浆机 本想问问许青 可以看到他的脸就不想问了 我又不是不会自己找 身为一个现代人 买豆浆机这种小事 自己就能搞定 到这个女人的顶级配置 女孩居然产生了危机感 一点也不想让男友和闺蜜见面 生怕男友迷上一些可怕的东西 就在刚才 两人睡醒吃了早餐 江河收拾完东西准备出门 许青则是开始了每月一练 江河离开后 许青突然开始庆幸 今天他没有练剑 而自己却有在练绝 此消彼长之下 差距就会一点一点拉紧 虽然只是一点点 但胜在坚持 西天舞成不了高手 读一天书便不聪明 持之以恒才是王道 江河是满级大boss 自己刚提着木剑走出新手村 但只要时间够 等技能熟练度慢慢刷上来 迟早把他打败扛到床上 楼下的江河突然打了个喷嚏 总觉得有人要暗算自己 突然江河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惊喜的高声喊道 平平 公平回头招了招手 江河 快来快来 公平一把挽住江河的手 看 这是我买的骨针 江河惊讶地比划了一下 这骨针可真不小 差不多和大剑一样长了 公平则是扭头告诉两个大哥 师父 麻烦你们帮我搬上去 片刻后 一架全新的骨针摆在客厅 公平熟练地开始调整各种细节 江河在一旁呆呆地看着 你想学吗 公平突然开口 江河一愣 我学不会 不过许青应该很有天赋 他唱歌很好听 哎呀 让他学干嘛 我觉得你可以学两下 许青不是会练功吗 你弹琴他打拳 如果会耍剑就更好了 江河有些无语 就他还他五剑了 一点力道都没有 练没多久就说手算 这时 公平拉了拉针鞋 我来给你弹一曲 公平戴上纸套 手指开始摆动 整个人从容不破的样子 旋律缓缓流淌而过 看得江河是目瞪口呆好不羡慕 不久后 异曲结束 公平满意地收起动作 这才看向江河 现在想学了吗 江河一愣 他确实很小 可话到嘴边 却成了我学不会 虽然现在双手保养得很好 但这可是握惯了剑的手 搞这种东西 想想就觉得违和 公平还在劝他 哎 我教你啊 你教我做饭 我教你盘曲子 不了不了 我还要读书 看书 学太多了脑袋受不了 听到这话 公平瞬间实话 你还在上学 我以为你 这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 天天和许青直播 要么和自己跑去钓鱼 还教自己做饭 他竟然还是学生 没有没有 是许青考虑让我读个成人大学 让我先自学准备着 公平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如此 他是想让你补学历啊 那你之前读到哪了 高中 没有 初二 公平第二次实话了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江和甚至初中都没读完 这么一个文静的 爱看书的女孩子 竟然是初中学历 对了 我记得你说过 许青是大学毕业吧 真好奇你们怎么认识的 说起来 我只在直播间见过他 离这么近都没认识 妈你想认识他吗 江和一问 公平却笑了 说想的话怪怪的 那是你男朋友 我认识做什么 我就是好奇 你们两个都住一起了 离结婚就差一步了吗 江和瞬间红了脸 成青 还远着呢 可是你之前好像抱怨过 他一直逼你看书 现在又想让你补学历 他帮你规划的可真不错 江和也笑了 是啊 他想让我变成更加有学识的人 这粉色背景 整得公平有些不敢直视 小两口让他有点酸酸的 而且这个男人是在规划未来 不是未来三五年 而是两个人所有的未来 生命的后半段 在他的计划里 两个人应该会一直相伴 江和没听懂 为什么酸酸的 因为喜欢 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公平感觉被狗粮塞饱了 你这背后的原因真令人暖心 说着公平起身给江和倒水 不经意见 露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配置 不如你把他约出来 我们一起去逛逛 江和呆住了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自己 炸了 江和直接炸了 你想做什么 他很忙的 没空 说如果江和没出现 许青和公平是原配 如此看来 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就在刚才 公平展现出自己的配置 并且还告诉江和邀约许青见面 江和整个人都炸了 见到江和这模样 公平扑斥笑出声 看你那样子 感觉要吃了我 安心了 我又不做什么 江和接过水杯 我也没说你会做什么 公平黑秀一下坐在沙发上 江和却在想着 许青也是这样说 又不做什么 然后就挤进我被窝了 这时 公平黑黑一笑 你怕他和我怎么样 怎么可能 他要是敢 我就揍他 不过我要先生命 我对于打游戏菜的不行 又喜欢玩牧师的男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是突然觉得他还蛮有魅力的 想认识一下 江和有些疑惑 魅力 一个心地干净 思路清晰 没有多于情绪和妄念的人 是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的 听到这话 江和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他是 公平满脸坚定 我站出来的 接着他又一脸坏笑 逗你玩的 其实我猜的 刚才那句话是林语堂说的 江和嘟起小嘴 坏平平 虽然还没见过面 但是我的感觉他就是那样的人 虽然在家也没有真的躺平 闲着没事练舞 遇到是冲上去当热心市民 暂且不说他本身 光是说他对你的态度 不喜欢你直播 但也陪着你播 督促你看书学习 还想让你继续上学提升自己 让你能有更多选择 支持你做任何想做的事 听到公平的话 江和转过头 在他眼中只有许清一人 仿佛不管在哪里 许清都像是陪在他身边一样 想到这里 江和脸上泛起幸福的笑容 见此 公平也只是叹了口气 放心 我只是想见识一下罕见的正常男人 可江和却突然说 你俩有点像 公平直接喷了 指着自己一脸不可置信 我和许清 他上下打量着自己 不是 哪像啊 江和这才悠悠说道 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没理会公平不满的表情 江和吸溜着水 当初许清也是这样 没见到公平的面 就猜出来公平会买哪种房子 现在平平没见许清的面 也猜了一大堆出来 江和突然开口 你还没去过我那儿 早晚会认识的 那不去看看 我正好也很想去撸你们家的冬瓜 走吧 走吧 不久后 两人来到家门口 江和敲了敲门 见没人开门 公平看出脑袋 没人 我出去的时候还在 也许出去了 说着 江和刚打开门 冬瓜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公平戳了戳冬瓜的脸蛋 这就是冬瓜 好软乎 冬瓜不会咬人的 江和帮公平拿了双鞋 穿着双吧 我给你倒杯水 不了不了 刚才才喝了 好吧 那你随便坐 两人进了客厅 江和准备投喂冬瓜 公平则是观察着周围 比我那边大了好多 好温馨 突然冬瓜察觉到什么 猛的窜了出去 可公平一抬头就发现一旁的玫瑰花 她的八卦之魂瞬间觉醒 哎 昨天七夕你们去奶约会了 连游戏都没播 回她爸妈家吃饭 吃完饭逛逛夜市 回去已经九点了 九哥直播了 那真不错呀 都见父母了 逢年过节都一起吃饭 不过 七夕节为什么去她父母家吃饭 那可是情人节夜 江和转过头 啊 我也不知道 昨晚我们两个散步回家 许青看见那些卖花的人 才想起来昨天是七夕节来着 听到这 公平有些气愤 什么 晚上才想起来 没关系啊 许青给我买了礼物的 那行吧 江和心中暗想 过节也只是被许青干点坏事 还不如不过 公平只向一旁 所以她就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剪视频 你单独有个电脑位 江和点点头 平时是这样 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刚刚我出去的时候还在这练拳 鱼竿也还在 我的保温杯不在了 所以应该不会出去太远 不然是会给我发消息的 不久后 两人刚下楼 公平看着不远处的人 那是许青 看着像 突然 江和拍了拍许青的肩膀 你在这干嘛呢 歇着呀 这又没事干 出来晒晒太阳 你俩干什么去 我们出去逛过 这是平平 公平微笑着打招呼 你好 许青一脸思索 你好 是那个 酸奶是吧 对 你们的防管 随即 江和朝着两人打了个招呼 那我俩走吧 赵叔摆了摆手 闺女慢走 直到二人离去 许青这才开口 他们两个经常一起出去玩 赵叔想了想 还真是 经常出去玩 两个小姑娘钓鱼也是蛮厉害的 没几次是空着手回来过 哈哈 真的 就这么点乐趣吗 认识平平之前 江和天天在家打游戏 去年出门的次数 可能都没这半年加起来多 我都怕他闷傻了 朋友真的很重要啊 那是 没朋友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接着两人又开始闲聊了起来 孩子的闺蜜 对他的男友产生了兴趣 女孩回到家询问 男友要不要把闺蜜给他当小气 男人却说 他只喜欢女友穿黑丝配高跟鞋 就在刚才 江和和公平跟许青 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公平却一直扭头 看着身后 他忍不住询问 许青和保安真的好熟啊 他的工作很少接触什么人 那些朋友很忙 又离得远 在家待久了 就会出来透透气 他可能很孤独吧 公平想到在直播间的画面 孤独 我怎么看他在直播间挺能巴巴的 那是工作吗 还想认识他吗 公平却掏出手机 这不是认识了吗 就是没加到微讯 江和顿时急了 你叫我男朋友微讯做什么 公平黑黑一笑 还不能有一性朋友了 江和只能冷哼一声 我估计是真没机会打死他了 不久后两人来到一家店铺 江和有些疑惑 对了 你不是想直播弹琴吗 电脑呢 电脑在卧室里 客厅太麻烦 有时候懒得起床就放个电影 躺在床上看 我们电脑都在客厅 从来不带进去 听到这话 公平顿时来了兴致 我要是有了男人 也把电脑搬出去 江和却笑声地在他耳边呢喃 男人 好像也没什么好的 就是睡一张床比较猛活呀 接着两人来到菜市场 好了好了 江大厨快看看要买点什么 我也跟着少买一些 然后学着自己做 江和点点头 好 没多久 两人就买完菜回到小区 江和摆了白手 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约我吧 好 我做菜拍照给你看 刚回到家 江和就被许清吓了一大跳 许清忍着臭味清理猫杀 你说冬瓜是不是该吃素点 猫粮好像不太健康的样子 江和也捏住鼻子 的确 可一旁的冬瓜却不乐意了 这时 江和突然说到 刚刚平平穿着高跟鞋 哒哒哒哒 你是不是很喜欢 许清顿时愣住了 难道这是准备自己去买了穿上 还是准备等我回答喜欢 就给我来一式九阴百股抓 想到这 许清突然抓住江和的手腕 穿高跟鞋首先要喜欢脚 我又不喜欢他的 所以为什么会喜欢鞋呢 文言 江和眼神中还有些怀疑 他猛地挣脱许清的手 你真不是喜欢鞋 我就喜欢你的 直到将许清头上打了几个包 江和这才说到 行吧 不过他说对你很感兴趣 许清有些疑惑 为什么 江和江包包放好 因为那个铃什么什么 热心市民什么什么 还有你让我学习 上大学什么的 他将手放在许清头上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比如 他为什么会对你感兴趣 我觉得你应该会知道 如果他是真的看上你了 想当小切呢 听到这话 许清直接喷了 现在早没有小切这个东西了 这一年你白呆了 有的 我前几天才看到 有个人整个小区都是老婆 不叫小切换个名字 也是一样的意思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那是因为一整个小区 都是人家的房子才会那样 像我这样没钱没啥的 能娶个古代老婆都美得冒泡 没敢要什么小切 江和撇撇嘴 接着帮许清按摩头部 平平知道你想帮我上学之后 他就想认识你了 可能是看出来你真的对我很好 许清却坏坏一笑 也许是觉得我帅气 有能力的小富婆 就喜欢我这样又帅又健壮的 江和顿时握紧双拳 健壮 要不要打一架 许清直接怂了 你想揍我就直说 见此 江和叹了口气 接着江手滑落在许清的肩膀 许清一脸陶醉 习武之人就是不一样 小手软是软 但很有力 难道是因为昨晚开心了 所以才有这个福 话未说完 江和猛的一用力 你再说 而且我才不喜欢呢 这家伙下次再赶 就应该像拎猪仔一样 把他拎到杂物间去 许清转过头 也许他是觉得我对你好 比如逼着你学习 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 毕竟正常男人 哪有逼着没上过学的女朋友 继续上学的 江和变得严肃 果然我的感觉没错 你们连说的话都这么想 许清白白手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是个一千多岁的小老太太 如果是个现代人 正常恋爱都是找合适的 不合适的 直接就会排除在外 像我这样养女儿一样的狠手 听到这话 江和双手按住许清的肩膀 养一千多岁的老太太当女 许清连忙说道 当老婆 当老婆 江和有些害羞 我们还没结婚呢 结不结婚呢 有区别 昨晚已经说明了一切 江和顿时满脸通活 嘴角露出一个微笑 男朋友介绍给闺蜜 认识一下正常吗 就在刚才 许清叫江和老婆 江和扭扭捏捏 表示还没有结婚 许清却说经历了昨晚 和结婚有什么区别 见江和快要爆发 许清直接转移话题 宫廷可能是羡慕 有人会为你的未来着想 只要我们不分开 那就是把你当成 自己家人在投资 而不是专注于 眼前的小恩小爱 甜甜蜜蜜 江和俯下身子 你对我真好呀 不是我对你这么好 我们在这时候 成了一个整体 我不能只考虑 把自己变得多优秀 然后带着你起飞 是吧你也带着 综合考虑两个人 怎样过得更好 也就是说 我对你好 就是对我自己好 你过得好 就是我们两个好 江和呆愣天客 这才甜甜一笑 嗯 他捧起许清的脸颊 两个人的额头 慢慢贴在一起 可就当江和准备 下一步动作时 许清突然询问 那你怎么还不去学习 江和直接一个 如来神掌教他做人 我去做饭了 许清疼得直咧嘴 所以他对我感兴趣的话 你不吃醋 然后呢 江和在冰箱翻找食材 他只是想交个朋友 这有什么好吃醋的 难不成 难道你真的喜欢 他的高跟鞋 许清连忙摆手 我不喜欢 那不就行了 说着 江和露出肌肉 你敢喜欢我就做你 片刻后 许清来到厨房 望着正在洗菜的江和 他知道 这对小和牛来说 这不正常 但按现代人来说 介绍男朋友 给闺蜜认识一下 太正常不过了 从流程而言 是要找个上档次的餐厅 请女朋友的闺蜜吃饭 然后表现出关心 让闺蜜能够初步肯定自己 结果 我捧着保温杯在大门口 和保安大叔 晒着太阳吹着牛 不不不 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更应该感慨的是 小和苗的加速度成长 当他接触的东西 越多融入的越快 那个一身雨水 持着剑呆在楼道的女孩 已经会和我打闹开玩笑了 想着 许清走进厨房 江和看了一眼许清 许清还想着 还要出去喝茶 许清点点头 嗯 一起吗 江和比一的看了他一眼 我更喜欢和女孩子 在一起坐着 这话说的 好像我总爱和老头子 一起坐着似的 吃完饭后 许清来到楼下 将茶叶送给赵叔 赵叔连忙摆手 还客气个啥 弄得这么见外 应该的应该的 也不能老蹭您的不是 嗨 你这孩子 年纪轻轻 怎么就和小老头一样 那些朋友呢 他们都忙 哪有我这么闲 而且和他们是喝酒 和你是喝茶 以前喝酒就喝了 现在管得紧 女人是不是都这样 刚一块的时候特听话 在一起久了 就阿妩变成老虎 忽然 赵叔直勾勾盯着 许清身旁 许清吞了吞口水 猛的一转头 却发现空无一人 这才拍了拍胸膛 赵叔大笑出声 看把你吓的 话说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快了快了 去年都见家长了 就这两年的事 我和你说呀 这女人呢 就是这样 一开始和小猫似的时间 久了琐事多了 就会烦 烦多了这人脾气就会爆 然后你有时候就觉得 哎 这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变了个人 说到这 许清凑近了一些 我婶子就是这样 赵叔尴尬的扭过头 我这就抽烟没办法 别的我都让着他 嘲嘲我当没听见 反正让他气顺了 我也就舒塌了 不然能闹好一阵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许清想了想 应该是三年 这可不能让他知道 不然又得阿妩 赵叔盯了一眼许清 这都记不清 那当初模模糊糊的 牵个手都扭面 哎呀 也不知道到底是在一起了 还是没在一起 反正就狠 这不是后来 住一块才那什么吗 赵叔叹了口气 我们那时候牵手 就是在一块了 住一期得结婚才行 你们倒好 住一块才算成了 小年轻真是会玩 要是分了呢 听到这话 许清浑身哆嗦 就被他打死 突然 赵叔再次看向许清身旁 许清还以为 赵叔又在开玩笑 江河突然将手 搭在许清肩膀上 我们出去了 赵叔笑了笑 闺女路上小心 许清则是一脸 紧张地喝着水 过了一会 才偷偷瞄了眼 见二人走远 许清心中想着 今天他又没看书 直到夕阳西下 江河打开房门 你回来了 江河点点头 许清将江河的脚丫 放到自己腿上 去哪完了 和平平逛了商场 看了电影 还去喝了奶茶 还有娃娃机 一个也没抓到 许清只能安慰 没事了 下次再来 哦对 我还看见你那警察朋友 带着一个女孩子 一起看电影 许清顿时震惊无比 是耗子吗 因男人喜欢 把女友当成女儿对待 江河告诉许清 在电影院看到了 秦浩带着一个女生 许清顿时露出一抹坏笑 浩子带着女孩子看电影 有意思 这时 江河突然说道 其实出去玩一天 感觉还不如待在家里 而且又花钱又累 电影在家里也一样能看 许清转过头 那是因为你没和我一起 江河顿时不屑 和你一起会绑在椅子上 转来转去受险 第一次去游乐园 总得去体验一下 江河兴奋地告诉许清 不过不出去玩就没有朋友 还是出去玩好一点 我从平平那儿学了很多东西 学会了什么 很多呀 就像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听着他说话 就能知道很多东西 不过很多都是你孩子的 像拍了照片点几下 就能变得更好看 好神奇 而且再点几下 就会变得和妖怪一样 尖嘴猴塞 说着江河把手机递到许清面前 你看这个 许清直接一个卧槽 江河还一脸兴奋地指着自己 像我吗 许清看着照片 久久无法言语 尖嘴猴塞 头一次发现 小河描用词 竟然可以这么准确 突然 江河将小熊背包放在许清怀里 接着慢慢走向一旁的玫瑰花袍 他伸手轻轻拿起一只 放在鼻尖绣了绣 接着看着手中的花朵 这里真好啊 说着江河喊了一句 许清 随即扭过头望着他 你也很好 许清挠着脸一脸狐疑 我感觉你怪怪的 江河玩耳一笑 因为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今天出去忽然发现的 具体哪不一样 发型 新衣服 江河想了想 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迅速偷袭了许清一下 许清有些愣神 大白天的 不好吧 江河红着脸 我想告诉你 你再把我当女儿 说着江河把手搭在许清肩膀上 接着将他整个人拉到沙发上 整个人露出凶狠狠的表情 我就咬死你 随即 许清被江河无情地蹂躏着 因为太过暴力 画面就不放了 不久后 江河系上围裙准备做饭 许清在一旁抽气 被小牛毒摁得死死 可恶啊 他只能含泪拿出剑 我要变强 学武这件事 女侠有求必应 也不知道是真的不怕 我练成高手 把他压在下面 还是真想让我厉害一点 没多久 江河探出头 马上吃饭了 怎么还这么认真习武 等我习武有成 必报往日之仇 江河一阵无语 又在胡说八道 如果说想强迫我做什么 等他练成 我们可能已经结婚了 许清转过头 好吧 我还想练好了 以后你有了身份之后 这也是个一技之长 拍个什么短视频 起码能保证你有饭吃 江河一愣 你不是自己做影评 就能赚钱的吗 还拍什么短视频啊 许清收起剑 所以才说一技之长啊 技多不压身 退路可能用不上 但需要的时候 他能成为一个选择 江河沉吟了一下 有道理 你准备了多少退路 你猜 江河更是无语 我不猜 说完直接转身走进厨房 许清的真实想法就是 练武好处真多 刚才被女侠按着 升起的一点冲动 顿时随着汗水一起消散了 到了晚上 龚平正在看江河直播 可画面突然停顿了一下 他望着许清身后的剑 不知道许清会不会练剑 突然 许清朝着屏幕眨了一下眼睛 会不会练剑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肯定很剑 没多久 江河伸了个懒腰 下播了 还是没能上1700分 打一小时高分段决斗场 对于精神和身体都是考验 长时间机械重复干一件事 不管是谁都会觉得累 所以隔一天直播真的很快乐 虽然不是不一哥的 一旁的许清突然倾可两声 认真工作的小河苗悠 你要是看书呢 还是陪我看电影 二选一忧 江河直接抢答 看电影 不一会 两人关上灯 电脑里面传出圣人的叫声 江河看了看电影名字 有些疑惑地望着许清 这是什么电影 许清将气氛带到了现实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复仇 一男人带着女友看恐怖片 女孩洗个澡都得把剑戴上 到了床上更是一把钻进男人的怀抱 却不料男人一直在捏他的肩膀 女孩只能强吻男人 让他不要再动 就在刚才 许清和江河一起看恐怖片 这让他不禁想到十年前和秦浩一起看恐怖片的时候 直到看完 后劲依旧还在 自己一个人洗澡的时候都要唱男儿当自强 老许都纳闷了 洗个澡 鬼哭狼嚎做什么 最后 许清更是直接吓得不敢洗了 此刻 江河呆呆地询问 这是恐怖片 许清挠挠头 不恐怖 就是正常的恐怖片 江河直接炸了 转身就要跑 鬼的正常啊 许清抱住他的腿 鬼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要怕呢 江河却可怜兮兮望着许清 你放开我 许清摊了摊手 那不看了 江河犹豫了 不看电影就要去学习 这电影看起来好像没以前那个可怕 只不过一个小孩而已 一剑就能把它削掉 可当画面开始播放 江河整队人都变得不好了 许清突然扭过头 怎么了 江河吓得直接尖叫出声 还给了许清一巴掌 然后猛地将灯打开 我不看了 许清在一旁偷笑 不看了 真不看了 江河戴上眼镜 我要看书 今天一整天没看书了 只不过看的是三体 见此一幕 许清告诉他 你想上学 这些是必学的 如果不想上的话可以不看 江河转过身 我想上 我要在现代活得好 那就必须要学习的 看书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算是地基万丈高楼不可能平地起 不久后 江河伸了个懒腰 来到许清身边 我先去洗澡了 许清点点头 好 不一会 江河从房间拿了一套睡衣出来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转身进入卧室 这次竟然直接将剑拿了出来 许清感觉机会来了 要不要我陪你 可感觉到浴室里面的杀气 他还是乖乖的剪辑视频 没多久 江河洗完早躺在床上一脸紧张 心里在抱怨许清怎么洗得这么慢 突然 许清走进卧室 我洗完了 见许清上床 江河一把抱住他 许清顺势躺下 要不要做点别的 你如果把我弄醒 我就揍你 可是你现在还没睡着 江河攥紧拳头 如果我五分钟内睡不着 也揍你 许清只能默默流泪 这很不平等 但既不如人 不过还是节制点好 现在已经挺满足了 察觉到身体的异样 江河愤怒出声 你再动 我就揍你 许清却不服了 咱们拜把子吧 男女朋友碰都不碰 不如拜把子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话未说完 江河一把按住许清 接着整个人贴了上去 直接堵住许清的嘴 不久后 伴随着乌夜声 江河指着许清 够了没 睡觉 见此一幕 许清只好松开手 任由江河抱住自己 江河却有些摸不着头脑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古以来 娶新娘都是八台大叫 还要吹着喇叭跨火盆 披上一身大红嫁衣 戴上凤冠侠配 到了晚上 新郎亲手掀开新娘的红盖头 这天 许清带着江河一起过来 见识一下狗大户的婚礼 江河看了一眼 正在打招呼的送会 有些愣神 古往今来 新娘子都是那么美 这时 秦浩朝着两人喊道 亲子 怎么处在这儿 许清看到秦浩的黑眼圈 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为了今天能过来 我和同事替班 刚值班完就赶过来了 说完 秦浩打个哈哈 许清则是凑到他耳旁 哎我说 你对象呢 秦浩瞬间面红耳士 我哪有对象 许清不再理他 抓 江河掏出一个红包 我放了八百 没错吧 没错 你别给塞多了 显得我多狗大户似的 这时 王子俊看见一旁的三人 带着宋会走了过来 来了 许清连忙祝贺 恭喜恭喜 江河也是抱拳道 百年好合 接着许清甩了甩红包 给谁 王子俊搂住宋会 瞧你说的 给他 宋会接过红包 朝着两人道谢 许清则是观察着对方 能让王子俊这家伙 这么早穿上婚服 挺厉害的 没多久 几人来到婚礼殿堂 江河看着周围 忍不住赞叹出声 他扶在许清耳旁 这要花很多钱吧 狗大户 肯定花很多 等等我们结婚 没这么奢侈 那就好 许清捏住江河的脸蛋 你怎么好像还松了口气的样子 江河见被拆穿 连忙说道 没有没有 我不对劲 怎么就谈起自己的婚礼了 想到这 他握住许清的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自己已经把许清当未婚妇了 原来这就是现代成亲 不 结婚 然后两辈人搭伙过日子 片刻后 许清瞅见一旁的新郎新娘 这个大学时的二货 就这样开始下一段人生了 秦浩凑到许清耳边 这新娘子看着挺厉害的 可不只是厉害 见多了王子俊的女朋友 说话谈吐间都是社会人 一天能穿五六个场子 我是连名字都懒得记 现在这个新娘子好像是学画画的 那次在地铁上见到 虽然打扮没那么精致 但干净利落 然后不温不火的就把王子俊 框酒店里去了 也许正是这种女的才能治得了她吧 还是小和苗乖 想揍人的时候直接告诉你 又不偏又不忽有 直接捏起拳头就威胁 想到这 许清看向江河 以后用轿子抬你好不好 江河瞬间激动起来 真的 八台大叫 许清点点头 八台大叫 还要吹着喇叭跨火盆 威风吧 然后披上一身大红嫁衣 戴上凤冠霞配 江河有些憧憬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 当然 我们说好了 与之相比 拿着话筒互换戒指能算得上什么呢 一旁的秦浩瞅着正在交换戒指的两人 转身来到许清耳旁说道 你俩什么时候那个什么 结婚 许清笑了笑 明年 秦浩惊呆了 这么快 不快点怎么行 有个家伙都快当爹了 人家当爹和你有什么关系 话刚说完 许清直接用果子捂住他的嘴 秦浩心里苦啊 女朋友还没彻底定下来 还只是第一次玩呱呱乐 就刮出了五元大奖 就在刚刚 许清带着江河参加王子俊的婚礼 秦浩询问许清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当然是明年了 明年结婚 那他的身份呢 许清这才想起 哦对 还有身份 说着许清朝江河看去 江河刚扭过头 许清就揉着他的脑袋 等什么时候解决了 就什么时候结婚了 是吧 秦浩人妈了 本来一个人参加兄弟婚礼就烦 还被墙塞了口狗粮 清子这家伙每次都是这样 说到不想答的事情 就裸里巴缩一大堆 仔细一想又啥都没说 许清则是松了口气 傻子才会和人民警察透露计划 老头子前几天已经跟人打过招呼了 让我找时间去拜访一下 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不能空着手去 但是提着烟酒的就太见外了 这时 台上的王子俊开始跟亲朋好友打招呼 秦浩鬼鬼祟祟的凑到许清耳旁 清子 清子 如果 假如 我说假如啊 要追一个女孩子 中秋送什么好 中秋是何家团圆的日子 你想追人 就得挑杨洁 杨洁才是约会开房的日子 秦浩顿时一脸比 我特么有说去开房 突然 秦浩想到了什么 有道理啊 就算不开 那个什么房吧 杨洁出去玩 也比中秋这种时候打扰人家一家团圆好 不过 他家人好像不在身边 那就约出去散散步 说今晚月色真美 许清微微一笑 就是这样 你们准备去哪散步 我给你点烟花 文言 秦浩一脸正惊的说道 大可不必 我就这么随口一问 烟花爆竹 小心我给你抓起来 许清内心一阵鄙夷 闷骚还想追女孩子 这家伙就是个兽 说不定那次被小和苗碰见和女孩子看电影 也是人家女孩子提出来的 这时 许清继续说道 其实王子俊这家伙有个绝招 秦浩立刻瞪大耳朵 什么 女孩子想听什么 你就说什么 然后你就能为所欲为了 秦浩有些无语的看着许清 内心真的好想捶死他 王子俊说买个包包 那是真买 我能吗 想到这 秦浩目自欲裂 人和人不一样 我又没有王子俊那种嘴皮子 能同事胡那么多 不过 现在他都已经结婚了 那些好像也都过去了 他转过头望着曾经的玩伴 当初好像说过 结婚的时候不醉不归 真到了这时候 忽然就回不去了 不复少年时 等我结婚了以后 再碰到街头持刀 还能毫不犹豫的 大喝一声冲上去挡刀吗 还是敲默的呼叫 不知道多久能到的支援 在远处等待 也不知道他 现在在做什么 没多久 众人共同举杯 来庆祝王子俊新婚快乐 秦浩搂着王子俊 你小子可真是好福气啊 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那可不 大家不用客气 都吃好喝好啊 结果 这两人还真特么不客气 许清望着秦浩 你倒真是滴酒不沾 就喝果汁了 说完 秦浩站起身 出了酒店 秦浩朝着两人招招手 许清则是默默地看着他离开 这才询问江河 我们回去还是逛逛 江河转过头 逛逛吧 两人手牵着手 慢慢散步 江河看着落叶 又是秋天了 这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二个秋天 突然 江河察觉到了什么 指着一旁的彩票店 彩票是什么 许清坏笑地看着他 每个人都有五百万在银行 只是忘了密码 需要每次花两块钱去试错 江河有些好奇 还有这种好事 许清有些汗言 你确定这是好事 不运气的 运气 那不就完全和我们沾不上面 那还是走吧 许清看着有些失落的小和苗 又看了看前面的彩票店 结果还是买了十张五块的 两人一人五张 江河拿着呱呱论 你不是说是看运气的吗 对啊 看看我们两个人到底是谁运气不好 也许是你拖累了我 下次抽卡什么的你离我远点我来抽 江河不爽地冷哼了一声 明明两个人都摔 还想奋出个高下 突然 许清激动出声 中了 朝着江河伸出手掌 五块钱 只要中的比小和苗好 我就掌握了关于运气这方面的话语权 江河则是紧张地刮着最后一张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五突然出现 江河有些期待 不会后面有好多灵马 接着他兴奋地将呱呱乐地到许清面前 我也中了 五块 我们运气一样 许清好不容易迎来的话语权就这样破碎了 要不 再买几张 江河扭过头 不买了 分明就是骗人 要是能中五百万的话 再挂一次差不多 五十块买十块 傻子才做 还听到自己的身份证快要办好了 瞬间念红耳赤 之前一直期待和男友结婚 但是事情来临了 自己反而有一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就在刚刚 江河买了五十块的呱呱乐 结果只中了十块钱 他气嘟嘟地望着手中的呱呱乐 那五十块钱花得真不值 许清瞅着在一旁生问气的江河 拿起一张呱呱乐 这钱吧 有一部分其实是捐出去做善舍 你看 上面写着呢 每一张卖出去都有一块钱进了公益组织 扶老住残 旧姑 气困 江河一斤 我们还做了善事啊 是啊 这十块钱起码能让好几个山区小孩吃一顿饱饭 江河呱了一声 直接捐不就好了 刚刚五十块算起来不还是亏了三十 不久后 许清带着江河来到一家茶叶店 刚踏进房门 一旁的老板便打招呼 欢迎光临 江河环顾着四周 哇 我要是也能开这么一家店就好了 许清则是询问老板 这茶叶什么价位 这款茶叶要九九八一斤 江河直接呆住了 那这款呢 一千六一斤 江河如遭雷击 这个 三千八百八八 江河整个人都傻了 许清拿起茶叶闻了闻 望着手中的茶叶不再言语 下一秒 就直接推着江河离开 不好意思 我到别家看看 谢谢老板 我下次再来 老板微微一笑 慢走 出了茶叶店 江河有些生气 你是要喝金子吗 许清连忙摆手 不是我要喝 要送给别人喝 我在家用来做茶叶蛋的茶叶 多少钱 如果像刚才问的那么贵 岂不是在吃黄金蛋 许清笑了笑 那个便宜 我就一俗人 哪喝得了这么贵的 闻言 江河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那你买这么贵的茶叶给谁喝 送给能在办理身份上 帮你一下的人喝 听到这话 江河突然有些紧张起来 要办了吗 差不多吧 先看看情况 如果能办肯定办 不能再继续准备准备 先探探路 突然 许清看了江河一眼 等不及了 江河仿佛被戳中了心事 顿时一惊 接着直接转过身 还没有 他脸色瞬间变得羞红 之前是一直期待的 但是现在事情真的来临了 我怎么反而有那么一点 猝不及防的感觉 许清则是在勘测周围 确认周围没人之后 来到江河耳旁说道 有了身份之后 你想做什么 江河顿时思索起来 做什么呀 首先办一张银行卡 然后呢 许清有些吃惊 没想到小河苗会说这个 再办一张手机卡 然后去住一下酒店 看看什么感觉 再去逛逛网吧玩一下 要注册一个自己的某宝 还有某宫 还有办社宝 坐一次飞机 你和我一起坐 还要坐火车 去姑苏 听到这话 许清还以为这开源的 小老太太无欲无求 原来有这么多事 都准备领了身份之后去做 接着许清竖起手指 其实很多事可以一起做 比如直接坐火车 去姑苏两件事就完成了 去了姑苏 我们肯定要住酒店 住酒店的事也办了 然后我们开一个大床房 可江河却完全没听进去 好多事都想做 我需要一个笔记本记上 免得到时候都给忘了 就在这时 许清一把拉住江河的手 开房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我们两个一起啊 江河一连比 开房不就是住一起吗 有什么刺激的 发什么疯 许清却直接燃起来了 这个词很刺激啊 我们去开房 这样一说就很棒棒 江河瞥了他一眼 想开房 开就开了 反正这家伙学艺不精 练了这么久了还打不过我 开了房只能老老实实睡觉 最多最多 想着想着 江河猛地握紧许清的手 许清连忙抽开 你干嘛捏我 江河探探手 你打扰到我继续想要干什么 许清直接呆住了 没多久 两人再次来到一家茶叶店 许清望着面前的茶叶 不能送那种名气大的 也不好送被炒作起来的 而不是口感差 回收也没多少价值 那就送那款吧 没多久 江河提着茶叶离开 出了店 江河心疼地望着手中的茶叶 许清一把将茶叶拿过 其实送什么不重要 人家不一定会要 但我们一定要有 江河欲哭无泪 试不起啊 关于身份的探路 就寄托在这个茶叶蛋 呸 茶叶上了 还本想给男友发消息 询问点事情 可男友突然发了一些 奇怪的表情 察觉到闺蜜的目光 女孩顿时羞红了脸 就在今天 江河和龚平钓完鱼回到家 就将鱼给处理了 这鱼也只能煮汤喝了 突然 龚平询问一旁的江河 那些吐槽影视剧的视频 他是怎么录出来这些话的 就 坐在那儿用电脑录出来 龚平惊呼出声 不用先写稿子的吗 江河若有所思 有时候用 有时候不用 难道你要直播弹琴吗 我可以给你当房管 龚平顿时感觉到一股挫败感 我还没准备好 直播的话容错率太低 还很累 所以我才看这些视频学学 还要一套录音设备 录像肯定也做得好一点 不能用打游戏的耳机 和当初电脑自带的摄像头 太拉了 就在这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询问江河 你们做视频用的是什么设备 我看看能不能照着买 江河一愣 我帮你问一下 都是许清出去买的 接着他发消息给许清 平平想要买直播的设备 你能不能把你朋友的名片发我 可许清却发了一个 好想你的表情 江河顿时一击零 平平应该没看见吧 这家伙就没个正经 接着才给许清回消息 你赶紧说 别发破图 不一会 许清就将名片发了过来 欠慈 公平眼貌猩猩 抱他名字有优惠不 江河善善一笑 不知道 不过起码不会坑你吧 这是他朋友来着 与此同时 许清刚从未知大佬家里出来 想到今天的谈话 许清叹了口气 茶叶虽然没送出去 不过还算相谈甚欢 没白来 接下来人情什么的 就是老头子的事 茶叶也放老头子那里 他能送就送出去 送不出去就让他自己泡茶喝 至于茶叶蛋 还是别了吧 没多久 许清来到家 老许扭头看了一眼 办妥了 许清将茶叶放在老许面前 还没 不过也没什么特麻烦的事 不是早和你说了吗 老许冷哼了一声 接着帮许清倒了杯水 许清却在想着 打这声招呼是第一关 也是最难的一关 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不走这一趟的话 到时候要让江河去办事处搞身份 大概就是 别人问他 办身份 拿资料来 江河却回答 没资料才来 来就是处理这事的 什么事 我没身份 那你带着个人资料过来 我帮你处理 江河开始烦躁起来 我没有身份信息 所以才过来 可你要带有效资料过来 我才可以帮你办 最后江河忍无可忍 我特喵的不办了 想到着 许清还是不要想了 接着才揽住老许的肩膀 哎 爸 这茶叶你看景点 别让我妈做了茶叶蛋 可贵了 说完 许清拍了拍老许的肩膀 那我先走了呀 老许没在言语 只是瞥了一眼 见许清真要走 老许这才叫住他 你等等 你给我交个底 江河所有的精力 又和逻辑又顺理成章 乍一看没毛病 但这么巧 真没毛腻 突然 老许柯南附体 我的直觉告诉我 都是你安排的 许清却微微一笑 您直觉真准 我实话说了吧 他是外星人 非常耗尽能源了 遇上我 你看还教了我外星功夫 我给你打一套拳 话音刚落 许清直接被赶出家门 片刻后 在回家的路上 许清玩弄着手中的苹果 却看见一旁 正在低头玩手机的秦浩 许清直接将苹果丢给秦浩 哎 浩子 请你吃苹果 秦浩愣了一下 接着才缓过神来 嘿 这小子 可突然 他想到之前 许清和江河在阳台秀恩爱的画面 当时江河手中也拿着一个苹果 顿时一股狗粮味 从苹果中散发出来 想到老头子为了这事 唠叨了我一晚上 吓门的 我今天全给他吃掉 许清只是在女友脸蛋亲了一口 接着开始彻底疯狂的做做做 就在刚刚 许清办好事情回到家 顺手还买了菠萝 见许清回来 江河一脸紧张的凑上钱 办得怎么样 你觉得能办下来吗 还行 有点把握 文言 小河苗顿时喜笑颜开 许清走进厨房 先别放下心 这不是一天就能立马解决的 反正就是熬时间 这几天我得好好想想 还有哪里有遗漏的 茶漏不缺一下 茶叶只是个开始 这中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说着 许清端起一盆水 开始往里面撒盐 关键还是我们两个的准备 我们要遵守规则 违反规则只会让规则反噬 违法乱纪的事咱不干 之后也许有问话 也有其他的什么 可能查验低内信息之类的 你不要抵触 这些流程都少不了 只要全部搞定 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盐水菠萝就这么做好了 江河则是看着菠萝发呆 唐朝人融入现代 就在这时 许清在江河脸蛋上亲了一下 接着开始疯狂咄咄咄 江河直接尖叫出声 许清 见江河拿着铲子就要拍下来 许清连忙闪躲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遵循规则 家暴是违法的 办完身份你要听我的话 不要天天举拳头说揍我 不然我就举报 你是从唐朝搜一下飞过来的 听到这话 江河停下动作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许清扭过头 什么 谁会相信有人从古代飞过来 许清一脸肯定 但是我信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怎么想也不该是 从小和苗嘴里冒出来的 江河揉了揉脸蛋 因为你傻 其实我只是从小流浪 跟着石荒老太 学了一套三黄炮锤拳后 才来到了这城市的 说完 江河就这么看着许清 许清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两人对视了片刻 江河扑呲笑出声 许清这才缓过神爱 江河温柔地看着许清 快洗手吃饭 许清望着他的背影 不知不觉 见小和苗就掌握主动权了 突然明白了前些日子 他说是现代人了是什么意思 现在来自古代的证据 不 已经没有证据了 刚来的时候 看起来憨憨的 觉得他只是还没有适应现代 现在来看 说不定是故意装出来的 能提着剑活这么大 光有武力之不太狗 想到这 许清沉默一回 突然开口道 你太聪明了 江河露出笑容 终于承认你才是愚蠢的吗 许清轻叹一口气 我只是说你聪明 并没有承认我愚蠢 严格来说 你的聪明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的聪明是有这么大片 江河静静地看着他 是啊 就是菜 只不过读书读不过你而已 你读了十几年 我才刚开始看书 你等着 用不了多久我就抄过你 以后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许清震惊地望着江河 我真的有骗到你吗 就是你骗我的 不然难道是我故意 让你钻进我房间里去的 你半夜钻了我房间好几次吧 听到这话 小和苗再也忍不住了 闭嘴 吃饭 吃完饭 已经快七点了 江河开始充1700分 许清则是拿起书架上的书 读书的习惯会影响他人 那我以身作则正好影响影响小和苗 等七点半的时候再练装 功夫也不能落下 刚开始 江河在充分 许清在一旁看书 直到江河手有点酸 这才扭头看了眼许清 却发现许清在闭目养神 随即 江河开始疯狂蹂躏许清的脑袋 许清只能忍 等直播完再让江河好看 看着两人的打闹 公平扑斥笑出声 这俩人坐在镜头前 总是很自然很有生活气的样子 没多久 时间来到七点半 许清和尚书开始战装 弹幕瞬间飞起 许清则是想着 一群凡人 不懂打倒BOSS 需要怎样强大的意志和苦恋 凡人之所以是凡人 是还没遇到让他们成为勇士的恶龙 而我遇到了 只是那个恶龙正霸占着我的电脑 拿着以前独属于我的鼠标 没多久 直播结束 江河也顺利打上了1700分 可就在这时 许清突然说道 你已经可以独立了 江河愣了一下 接着转过头 你说什么 许清伸了个懒腰 自命一死 对现代有了基本的认识 货币体系也有了了解 还有生活技能 以及一些保证生活的存款 差的只有一张身份 其他的 和离家出走的人相比 也已经强了太多 江河一脸得意 也就是用不到你了 许清点点头 虽然这样说挺那个什么的 不过这是个事实 只是一部分 其实不完全正确 可下一秒 江河就瞪大了双眼 许清则是紧紧的将小和苗抱在怀里 你总归需要我 你的女友穿上丝袜的时候 不知道你能不能顶住 此刻 江河询问许清 难道你就不怕我丢下你背上包包跑路 许清揉了揉江河脑袋 你觉得呢 江河低头看了一眼 接着推开许清站起身 面对面的看向他 可下一秒 江河直接将许清推倒 整个人压在他身上 接着才喊出声 我也怕你跑路啊 望着小和苗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许清微微一笑 接着直接挠起了江河的痒痒肉 我可不怕 江河咯咯直笑 啊哈哈哈哈 别挠了 好痒啊 不一会 江河这才看向许清 都睡一张床上了 所以不怕是吧 睡一张床上又没做什么 江河戳了戳许清的脸蛋 因为你不敢 突然 许清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 一把将江河给推开 你不要急我 我会把这当成暗示 万一被你打成重伤就完蛋了 文言 江河这才从许清身上下来 我们没澄清 不能那个什么 而且我总感觉我们两个关系怪怪的 怪就对了 把你原有的逻辑认知模式打破重塑 这个过程已经比想象中快多了 现在和你以前的想法冲突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感觉 改变越多冲突就越强烈 简单说 时间太短的缘故 江河一脸警惕 你这么一本正经的长篇大论 就能掩饰你想做下流氏的想法吗 不过 虽然那个不行 但可以勉强给他一点小小的安慰 可是他好像不喜欢我的周竹 就在这时 江河猛的缓过神来 等等 我几个月前还很抵触他搬进房间 还有七夕的时候被他乱清 难道变成现代人的代价 就是底线越来越低吗 想到这 江河直接无脸离开 再见了古代人 接着才询问许清 你还没有说你为什么不怕呢 许清将冬瓜抱起 我从来都没有怕过呀 以前只是担心你在这个世界活不下去 拿着剑链而走险 不管你走不走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江河转过头 说谎 你就是看准了我不会溜 所以才不担心 许清黑黑一笑 好吧 我承认你说的 江河只能冷哼一声 这时江河突然翻开一本书 看到里面的内容就惊呆了 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啊 这也是你带我享受现代的一部分吗 许清测过头 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我想把所有喜欢的东西都分享给你 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读一本书 看一部电影 听一首歌非常轻易就可以得到震撼与感动 江河甜甜一笑 谢谢 我很喜欢 说到这 江河摸了摸大腿 喜欢的东西 不知是产生了什么想法 接着江叔拍在许清脸上 我先去洗澡了 等我洗完之后 你也快点洗 说完 就急匆匆进卧室了 许清没有多想 可当他洗完早走进卧室的一瞬间 整个人都呆住了 江河也愣了一下 接着才扭扭捏捏的说 可以 但是不能 许清直接捂住双眼 今天这是过年了吗 不过 过年就要吃脚脚 呸 脚脚 慢慢的房门被关上 伴随着夜深人静 冬瓜被房内声音吵得睡不着 可刚靠近 吓得冬瓜魂都飞了 整个猫直接被吓晕了 直到第二天清晨 许清坐起身 不对劲 明明以前正常的很 没什么奇怪的 怎么现在我如此即可 突然 许清双手一拍 原来我是好S 所以 这只是单纯的好S 根本不是变态 殊不知 忙碌了许久的江师傅 已经在暴墓的边缘了 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吧 忙碌到半夜的江师傅 正在看着许清穿衣服 将废弃的白丝丢在垃圾桶 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他 沉默一回江河才说道 不喜喜吗 许清眨了下眼睛 还想穿 给你买新的 听到这话 江河瞬间炸了 不是你想我穿吗 也想甩锅 剑被拆穿 许清挠了挠脸颊 怎么变聪明了 反正会给你买新的 不久后 两人吃完早饭 许清在收拾碗筷 却在想着昨晚的事情 晚上的时候 人体会分泌多巴胺 然后精神会亢奋 做出一些 在平时看来不会做的事 女侠一直在学习现代文化 昨天学乙之用了一些 不得了的知识 明明在现代是情侣间的正常识 而我醒来时 却差点把自己当变态了 没想到自己 居然被小老太太带歪了 下意识站在 古代人的角度去考虑事情 就在这时 许清探出身子 见江河正在收拾鱼具 今天是要去钓鱼吗 江河点点头 嗯 昨天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钓上大鱼的话 送我爸他们那儿去 到时候国庆中秋双节 让江河拎着自己钓的大鱼 进门他就大喊一声 爸 我钓了条鱼给你们 很期待老头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江河却不这么想 说起来之前我见有人放声 如果那些人把钱给我 我不去钓这样 不也等于给他们功德了吗 许清被这想法整得愣住 人家又不傻 为什么给你钱 江河歪着脑袋 寺庙里的和尚不都是这样干的 给他们钱 他们给人寄功德 把钱给我 我也能弄个功德不帮他们寄上 许清无奈地挠挠头 那你得把头发皮 话未说完 许清就不敢再吭声了 因为江河极度兴奋地望着他 许清顿时感到不妙 只见江河伸出魔爪 将许清逼到墙角 干什么 不行 我绝对不可能踢光头的 江河伸出手在许清的脑袋上拍了拍 许清只能敢怒不敢言 我忍 没多久 江河就和宫廷一块去钓鱼了 许清则是在想着 昨晚江河穿丝袜的画面 小河苗是不是和那个萍萍学的 毕竟钓鱼时都会先裙子色又鱼 真是感谢上天的馈赠了 就在这时 许清一把抓起旁边的冬瓜 抓到你了 美味的小猫咪 正好 你来陪我 片刻后 许清看着股市 另一只后撸着猫 存款变多了 在股市的比例也相应提一点 还有小河苗的存款 可以考虑叫他折腾一下 国债逆回购什么的 免得那么闲和宫廷学坏了 其实 看似天天游手好闲 但许清做的事都是碎片化的 不管剪辑视频 还是关于存款 甚至那个没什么用到 现在只赚了点点零碎打赏的饮品 貌似轻松 平时却基本没有空闲的时候 只是不需要整天在固定位置去做班而已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让江河也学会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许清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容 接着拿起一旁的水杯 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他叫滑落在下巴的水子 没多久 许清到了派出所 就这样干巴巴的坐在一旁 等了许久工作人员终于上班了 他这才进去询问 出了派出所 许清给耗子发消息 江城这边断户级的权限下放到派出所 还是在分局 突然问这个我怎么觉得你要搞事 江河身份还没处理呢 差点忘了 你终于舍得帮人家弄了 有没有回这城去看看 肯定要回这城去找找的 那个等办的时候再说 就打听一下去哪办 免得到时候白跑一趟 分局 我们这边 看到这 许清停下脚步 询问耗子 最近忙不忙 可谁知秦浩已经出警了 干啥 不合适的是别提 总得挑个不那么忙的时候去办才好 又不是补身体 拍张照就行了 你们要忙我们就等等呗 算你有心 不过我又不是护计客的 不过那边的人 我帮你留意一下 许清顿时纳闷 小和苗的事 不管是办事利落的萌妹子 还是老大娘来处理 都比秦浩他们这种办事一板一眼 心眼太缜密的来办得好 一头扎过去要好 但做了这么多 还是希望能够顺利 还明明是在做饭 可男友却让他见到老许直接喊罢 女孩顿时羞红了脸 直接将男友推出厨房 就在刚才 许清走在回家的路上 赵叔直接叫住了他 你一个小年轻的比我还舒服 却会拎个保温杯 到处溜逛一圈 女朋友也是提着鱼竿 带着小伙伴踩着平衡车 嗖嗖就飘远了 我和我家两口子都没这俩人闲 许清躺在一旁的椅子上 我可没闲着的时候 看得见我的时候 看不见我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动脑想工作的事 赵叔沉思片刻 那还是闲点好 人哪 就这一辈子 豪车也好 平房也罢 不都得吃粮食 还有女人 再过几十年都会变成老太太 没意思 还得是看性格 是吧 许清哈哈一笑 这时 江河和公平两人 踩着平衡车嘻嘻哈哈的来到小区 直至两人从许清面前走过去 许清这才开口 是啊 女人妈 好不好看都那样 望着许清喃喃自语的样子 赵叔人妈了 完了 年轻人喜欢的就是好看的脸蛋 不久后 许清来到江河两人面前 公平立马质问 天天和老头坐着有什么意思 许清摊摊手 闲啊 没事做呀 江河则是盯着他 叫你跟我们钓鱼你又不去 许清义正词严的说道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哪有空钓鱼 两人有点被呛住了 接着直接无视许清 来 平平 这个鱼给你 好呀好呀 分完鱼 两人挥手道别 回家路上 许清望着水桶 今天收获很多呀 都够炒一盘了 一般吧 本来能有条大鱼 但是脱钩跑了 许清有些惊讶 还能脱钩 江河转过头 当然呢 又不是吃了饵 就一定能留下他 我没事的时候 还经常上网学一些技巧 这家伙只会把耳挂上甩出去 掉不掉的上来看命 纯粹完了 一点都没有好学 许清摇摇头 可惜了 没有钓到大鱼 送给老头子 嘚瑟一下的计划也落空了 没多久 有两人来到家门口 江河刚打开门 许清却突然说道 我记得你说过 那个是荒老太告诉你 他是在江城捡的你 后来流落到这城 所以你才到江城来打工是吧 江河一冷有些没反应过来 什么 接着将耳朵凑到许清面前 我没听清 你再问一下 那个是荒老太告诉你 他是在江城捡的你 后来流落到这城 所以你才到江城来打工是吧 江河这才想起 对 我和你说过 话音刚落 两人相视一眼 接着又露出笑容 一切都在不言中 刚进家门 江河就问 你天天和赵叔坐着 是在帮我 没有啊 只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歇歇而已 江河戴上围裙 这有什么意思 怎么没意思了 又不花钱 一杯茶水就能坐一下午 还能晒晒太阳 转翻 接着他又告诉江河 你别看赵叔他们过得就那样 可能还没我过得好 但是有一样是我怎么都买不来找不到的 江河有些疑惑 那是什么 活了大半辈子的经验 吃过的亏 走过的路 看过的人 经历的是 一壶茶就能打开话匣子 怎么能不说是我转翻呢 江河突然说道 但是从远处看你真的就像个老头 许青人妈了 我头发又不摆 那你爸和你说你又不爱听 那不一样 我可以自己想办法 避过他们曾经掉过的坑 但是不能让他按着我的头 直接说你要怎么走 他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 固然是便利 但是对我来说 我又能得到什么经验呢 江河呕了一声 那你爸 话未说完 许青突然打断 假装气愤的望着江河 咱爸 江河脸色瞬间变得羞红 整个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最后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声 咱爸 可后面的话却说不来了 被他一打岔 我都忘记要说什么 许青继续引诱 对 下次过去直接大声喊 咱爸这个人就是死傲娇 别怕 重症老古董就得用农药 突然 江河直接将许青推出厨房 出去出去 别打扰我做饭 没多久两人吃完晚饭 江河看着余额宝 整个人变得无比激动 好多钱 接着才转头询问许青 你赚了这么多 许青一脸骚气 运气好而已 现在小和苗就是只看贼吃肉 不见贼挨打 才觉得这玩意好转 真上手的话半夜都睡不着 肯定坐在床上翻来覆去 想明天会不会亏 接着他询问江河 你那张银行卡呢 江河立马跑进卧室 我去拿 没多久 许青拿着江河的银行卡 开始输入卡号 我给你的卡上 转过去了三万块钱 我教你怎么用钱生钱 文言 江河心动不已 钱生钱 许青语气一变 叫老师 江河立马抬起手 许老师 许青拍了拍江河的脑袋 真乖 接着才善善一笑 学会了再打 学会了再打 因为江河的小拳拳已经在蓄力了 因男人教会了女孩钱生钱的办法 女孩居然再一次的奖励了他一次 此刻 许青的炒股小课堂 江同学 本子和笔拿好了 准备上课 江河立马兴奋的拿起笔 是 许老师 接着又可怜兮兮的望着许青 不会亏钱吧 不会 起码不会有你理解的那种亏钱 江河有些疑惑 那是哪种亏 许青甩开在一旁巴拉的冬瓜 比如说 同样一天的时间 本来能赚100 你只赚了30 这就亏了70 而国债逆回购的利率是一直变化的时间点 投资金额不一样的 收益也不一样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钱收益减少 就是实打实的损失 江河本想让许青等等 可他还在说着 你得有这个观念 还有就是时间这种事 都是要工作日盯盘节假日休息 模拟了非正常的早九晚三 很规律的一个作息早盘 就是上午9点半到10点 别看时间早 但是这个时间段 一般来说是利率比较高的时候 尾盘有时候会大幅下滑这点多 观察就会掌握了什么时候 最好和你之前搬砖扫拍卖行 一样不一样的是 你不能像扫拍卖行一样 只看不动的机会 终于 许青说完了 江河这才崩溃出声 说慢点 我写不了这么快 许青撇了一眼急忙急乱的小和苗 我只是先让你有个大概了解 了解后再操作才能更快上手 别急慢慢学 我又不会跑 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不就好了 文言 江河只是忧愿的看了许青一眼 接着才赌气的转过头 没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望着江河在那写着笔记 许青叹了口气 本来只打算教他一下怎样操作 之后再慢慢学 没想到一拿上笔就不停了 也只能想到的都交给他 接着 许青开始给江河讲解古事的信息 在许久之后 江河终于写完了 他望着手中的笔记 这就是 钱生钱的秘诀吗 许青却打断道 醒醒 只是一般人都会得比某宝高一点失利息的东西 江河一脸兴奋 大概能赚多少钱 许青拿过笔记 看你操作 一天七的一个点也有 碰上好日子十几个点也有 如果你在那时候把子弹 啊不 把钱都用光了 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买十几个点 你也不想到时候抱着两个点哭吧 所以分批下单 不过这都是你要慢慢摸索的 江河沉默一会才开口 原来如此 这时 许青将笔记放到江河面前 那么 现在就进行你人生第一次操作吧 江同学 可江河却指着笔记 现在已经两点了 而开盘时间却在 早上九点至十一点半 下午一点至三点 许青呆呆地望着江河 你已经回不去早上了 江河突然靠近许青 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 所以为什么不早点教我 许青连忙解释 总不能你刚来第一天就一股脑 什么都让你学会 不都得慢慢来 听到这话 江河低下头 不再言语 许青一脸慌张 这也会挨揍吗 可突然 江河直接一个乌鸦坐飞机 将许青摁倒在地上 许青本想说些什么 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一旁的你也是非常无语 终于在不久后 江河看着笔记摆弄古事 许青则是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接着才探出身子 你不要老喜欢这样好不好 我很担心你以后喜欢在上面 要知道现在的小河苗 早已经不是曾经的小河苗了 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直接站起身 呸 许青却呆住了 你听懂我说的什么了 江河直接将书打在许青的头上 走开走开 不要打扰我赚钱 于是 江河坐在电脑前专心看着古事 许青则是在沙发上撸猫 许青想着刚才的画面 热恋地女侠 好像和普通女孩差不多 都是动不动就喜欢扑过来亲 只是有点暴力而已 等等 以后不会真的被家暴吧 之前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反抗 难道又要加一个防家暴 想到这 许青看了一眼江河 接着在冬瓜头上疯狂贴贴 我是自愿的 在许青心满意足后 江河突然说道 我好了 不过 我还留了一半 许青有些疑惑 为什么留一半 江河小声嘟囔 怕他没了 要是只给我几千块钱 应该就不会这么担心了 三万实在太多了 都可以买 买房子上出一份力 想到这里 江河转过头 我们两个这样拼命赚钱 是不是很快就能买房了 许青愣了一下 哪有拼命 我在这玩猫 你早上才去钓了鱼 你是不是想给万度上的拼命 注视改个解释 文言 江河灵光一闪 好像真的是 那我们两个好懒 可是怎么会有很努力的错觉呢 平时我们都干些什么 许青要做视频 刷电影 写影平拍视频广告 录音 看那么多报表 想到这 江河沉默了 原来是许青很拼命 可当他转头看到许青和冬瓜打呢 但是他还是很闲 就在这时 许青笑出声 你是不够聪明才会觉得累 愚蠢的江河 变成我的召唤兽吧 听从我的指引变成一个大聪明 可江河直接一棒锤给拒绝了 如果有男朋友做什么变态的事情 都是正常的时候 那么这个女孩一定是沦陷了 自从江河会理财之后 许青统计了一个笔记 9月26日 江河出去玩的次数明显变少 刚学会玩理财 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具 非常入迷 9月27日 特别是肉眼可见的收益 就算赚到三块钱 他当天喝可乐也会格外美滋滋 因为他的心理上来说 这罐可乐是白嫖的 9月29日 明明直播或搬砖赚的钱 也能买很多可乐 但小和苗认为 那都是用自己的劳动赚的辛苦钱 理财则不一样 是白得的 这天9月30日 许青帮江河梳头发 江河突然询问 如果我有100万 每天这样借出去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做别的 也能养活自己 许青却打断了他的想法 再算自己需要多少本钱 就可以混吃等死呀 你想太远了 有一万块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幻想多少钱 可以吃利息混吃等死 等你有10万的时候 可能就学会买黄金什么的 简单投资了 等你有100万的时候 会觉得现在这种投资方式 或者把钱放银行 吃利息的人都是傻子 江河抬起头看向许青 难道这样光吃利息不香吗 香 但是你的眼界会一直提升 许青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活法 你只要快了就足够了 说完 许青绣了绣江河的头发 见此 江河立马躲到一旁 投来一个鄙夷的目光 我怀疑你偷用我的洗发水 闻一闻确定一下 怎么反应那么大 江河却不信 喜欢闻就直说 许青挠着脸颊 那样会被你误会我是个变态 听到这话 江河直接扭过头 其实他也有一种感觉 现在许青做什么变态的事都很正常了 就在江河胡思乱想之际 许青突然喊了他一声 过来一起看 随唐英雄传 没多久 两人关上灯依偎在沙发上 江河看着电视一阵思索 电视演的都是假的 但从古代飞来现代 这是太过离奇但也发生了 站在现代人角度来说 我的出现不亚于神迹 想着想着 江河瞄了一眼许青 这个神却天天被这家伙嘲讽愚蠢 古代又没这么多东西 怎么可以怪我 这时江河开口询问 话说 为什么这些谋士都喜欢说上中下三册 直接说最好的办法不就行了 又不会有人传到好办法不选去选坏办法 听到这话 许青一挥手 正好我也有上中下三册给你 听好了 如果想要变成优秀的现代人 各方面都超过我 上上册 你现在就关掉电脑 去努力学习 给自己定个目标 远离游戏和手机 鱼竿都收起来 游戏也统统卸载掉 一心只为向上 中策 每天学习三个小时 认真对待每个科目 做好习题练习 找出自己的不足 研究自己的短板努力弥译 再抽出一个小时去读专业书籍 剩下时间看小说 明注 说到下策 许青停顿了一下 继续留在这儿 看完这部剧 快乐地混完这一天时间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文言 江河直接收回腿 接着直接一脚命中许青的腹部 到了第二天 10月1日 国庆中秋双节重合 许青买完月饼 心中一阵欣喜 走了几条街 可算买到了老妈以前会做的传统月饼 带回去给小和苗尝一口 可当许青刚到家 房门就被打开 原来是江河钓鱼回来了 许青连忙上前查看 今天钓上来这么大一条啊 这都要三斤多了吧 江河点点头 下午就把他提去你家 可许青下一句直接让他顿住了 你提着 记得喊爸妈 听到这话 江河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背后桌子上的是什么 超级好吃的月饼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江河立马拿出一个吃了起来 随即转头看向许青 好好吃 是吧 很高兴我们口味一致 没多久 许母笑迎迎望着两人 哎呀 就过来吃个饭 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啊 许青拍了拍江河 这鱼可是江河吊上来的 江河扭扭捏捏的朝二老打个声招 叔叔阿姨好 闻言 许母一脸激动 哦呦 这么厉害 他自己吊上来的 江河脸色羞红的看向许青 没有 不一会 江河系上围裙 朝着许母走了过去 阿姨 我来帮您 接着 江河直接将鱼拍晕 然后刺啦刺啦的刮鱼鳞 瞧着如此熟练的手法 许母忍不住询问 何呀 你以前干啥的 江河想到在古代厮杀的时候 脱口而出 以前也是用刀的 听到这话 许母更是开心 原来是帮厨啊 这一手刀工真好 厨房的两人有说有笑 卧室的两人无言以对 老徐撇了一言许青 以前回来都是一个人 吃顿饭歇一会就撤了 别说带东西 有时候连个水果都不提 这还是头次像做客一样的拎着大包小包 背后什么意思 一眼就瞧得出来 我倒是要看看他还继续出什么招 人把女孩拉到小树林 准备活动一下筋骨 见男人脱掉衣服 女孩也将头发绑起 这样更方便一些 这天 许青和江河在老许那吃完饭 许母收拾桌子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回来吃饭不是头一糟 大包小包的是第一回见 刚刚一照面 见到两个人满满当当的双手 我都差点怀疑是开门的姿势不对 老许哼了一声 有什么怪的 要说是江河带的 你是不是就不觉得怪了 说到这 老许撇了一眼一旁的礼合 多来几次你就习惯了 与此同时 许青和江河走在回家路上 江河有些纠结 我觉得还是澄清了再喊比较好 文言 许青看了眼江河 没想到他对这件事还挺认真 接着牵住江河的手 等你想喊再喊 许青知道 老头子再怎么古板 也是一家之主 很多事 分歧本身不是原因 家长的身份才是 现在 我们两个人父子的关系没变 但是各自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总会到这一天 是两个男人 而不是依靠与被依靠的关系 喊不喊 其实也不是多重要 现在老头子心情估计够够复杂了 这时许青突然想到什么 拉起江河走进小树林 想不想活动一下 跟我走 片刻后 两人来到湖边 江河一脸错了 你确定 你确定你脑子没坏 许青脱下外套 你别太狠 就试试嘛 顺便也让你活动活动筋骨 不然憋久了变成心理变态 但是不准把我打重伤 听到这话 江河轻轻呼出一口气 接着将头发绑起 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要求 该怎么能报打他一顿 又不至于重伤呢 感觉到突如其来的杀气 许青浑身一颤 而江河已经摆好姿势 望着许青 准备好了吗 两天后 许青整个人躺在沙发上 不能动他 事实证明 无端的自信只会招致灾祸 就像被八百斤的野猪拱了一顿 完事再从我身上踩过去跑远 不过 我现在清楚地认识了两个人的差距 以及我的抗压能力 江河来到许青身旁 戳了戳他的脸颊 还疼吗 许青一脸不服 幸亏我练了这么久 不然你妥妥地谋杀亲夫 江河直接戳在他的伤头上 谁知道你练这么久还是那么惨 我以为至少能挡我两招呢 许青直接尖叫出声 哇呀 怪我太菜了 江河一脸挑衅 你不是会滑场吗 许青顿时雨色 10月3号 宫廷和江河在家里 拉着许青一起斗地主 瓜子当赌注 许青靠技牌 很快就赢了两个人的一大半 江河怀疑许青耍诈 把他揍了一顿 抢走了所有筹码 转头继续和宫廷克瓜子看拳 10月5号 宫廷和江河钓鱼归来 在一起瓜分 只有两指宽的小鱼的时候 说漏嘴了 江河1号的时候 买了一条大鱼 被许青听到 许青用怪异的眼神 看了江河一天 最终被江河捏起拳头威胁 才把这是当做不知道 10月6号 许青又接了一单广告 某国产武侠手游卖点 不再是捏脸和充值一打时 而是硬核操作与打击感 许青想着拉来秦浩一起 穿上许久未动的锁子甲 两个人上演一出武侠动作大戏 可当秦浩来到之后却傻眼了 还带这样的 你藏的40米大长剑在家想干嘛 许青挥了挥剑 工作 工作需要 不过是有点夸张 太欺负人了 这看着正常一点 如果是那种一刀999充值的游戏 拿那把大剑估计会很合适 不一挥两人的武打片就已经录制好了 等到许青剪辑视频时 秦浩来到许青身旁 我等着你剪出成片 拷贝一份 难得能穿甲拿剑的 应该很帅 许青却说道 啥时候不忙了给我说一声 我带着江河去找你 秦浩一股侠义风范 不要找我 你们要去那边科室 许青却满嘴跑火车 行吧行吧 不过那个什么问答查什么的 估计还得找你们是吧 这又不是补办 他就和外星人一样突然冒出来的 嗯 会变身的外星人 来我们地球查探消息 然后大举进攻 秦浩大脑直接死机了 还询问男友自己真的像唐朝老太太吗 男人顿时一惊 连忙改口 你是唐朝的白丝美少年 此刻许青询问秦浩 没户籍没证明啥都没有 连父母都没见过 也没去福利院 这情况是不是挺复杂的 秦浩点点头 一般来说 人都有个根底 从哪来到哪去 就算以前有遗弃的 如果被人捡了 也是随着捡的人上户口 或者被送去福利院 现在你这情况真的没遇过 我记得之前认识一个 是被庙里的老尼姑收养了 但是人家庙里也是和镇子上认识 什么都能解决 你这边咋回事 许青瘫了瘫手 石黄老太太脑子不太清楚 也没什么文化 哪有那么多考虑 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也不算离奇吧 刚好赶上了 秦浩有些不解 还都被你赶上了 这都是新闻里才有的事 许青立马回队 你不也是上过报纸的人了 秦浩直接语色 接着才摆摆手 等我打听一下 这种事我真没听过例子 一般剧情就是到那个老太死的时候 这姑娘就该被当地政府接管了 然后该有的全都有 许青再次询问 那位什么街上还有乞讨的小孩 秦浩有些无奈 是不一样 所以他不是一般剧情 靠自己活这么大 全是运气 现在翻身了想做个正常人 你不管出于正义还是社会责任 都得帮啊 就当不认识我 不是说了吗 有困难找你们 对吧 喊了这么多年 没等许青说完 秦浩连忙打断 得得得 这玩意我又不是那么多 等帮你问问 接着他来到许青身旁 能不用上班自己在家做事的 都有那么两把刷子 视频做好记得发我呀 我先走了 可秦浩刚走了两步 许青突然开口 给你女朋友看 藏着掖着眉镜 秦浩立马面红耳赤 我哪有 接着才心虚的看着许青 我哪有女朋友 还没成女朋友 别乱说 度这么久了 还没成 你别管了 我走了等捡好了 给我考一份 等到秦浩走后 许青身后就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只见小和苗踏着平衡车 直接冲刺了过来 可突然 平衡车不平衡了 吓了冬瓜一跳 江河连忙调整站姿 这才稳住平衡车 接着来到许青身后 你又忽悠人家了 许青抬起头 不要在屋里踩这个东西 江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这是平平谈的 随着江河开始播放 鼓针的音律立马席卷开来 许青有些惊讶的来到江河身旁 他真的会这个 他会的可多 想教我 但我感觉我学不会 许青立马鼓励道 想学可以学啊 你一个古代人谈这个更好玩 你气质和他们不一样 到时候绑个面纱 肯定好看 江河嫌弃的侧了侧身子 谈给你看 许青直接捏住他的小脸蛋 不然还给谁看 这时 许青将江河的手机拿开 其实不建议你刷太多短视频 虽然说短视频里什么都有 但刷多了这个 你压根不会抽出时间去仰望星空 就算抽出空 脑袋里也没什么可想的指挥 哈哈 尤其你还是个唐朝的老太太 江河乖巧的点点头 好吧 我会注意的 接着缓缓靠近许青 许老师 你刚才说 我是唐朝的老太太 许青顿时一惊 连忙改口 唐朝的白思美少年 突然 江河直接躺在许青的大腿上 短视频里什么都有 想想有些可怕 我知道免费的东西其实很贵 所以我付出的就是 时间 这时 江河仿佛察觉到什么 怪不得这家伙有时候喜欢躺我腿上 比枕头还舒服 还带着淡淡的清新味道 是洗衣液洗干净衣服以后 被阳光晒出来的混合味道 不知不觉间 两人四目相对 望着江河诱人的小嘴 许青直接将手放在江河的脑袋上 一边录一边说 只有你意识到时间值钱的时候 他才值钱 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他一文不值 许青忍不住调侃 你等一下该不会发个朋友圈 终究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江河不知是怎么了 脸色羞红 不会 不要打扰我看书 有没有体验过一觉醒来 就剩自己的孤独感 就在刚刚 许青撸起了江河脑袋 可不一会 江河直接坐起身 拿起一旁的书帆看起来 许青则在一旁查看房源 本来是预计再过一年可以买房 但是广告收入很香 女侠的省钱能力更香 照现在的收入再过半年 明天开春大概能摸到二十万的边 二十万可能只够小康家庭买辆车的 但在这个房子均价六七千 高档小区不到两万的三线小城 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不那么大的房子 按照目前的粉丝数 不能头脑发热去街叫烂淡给钱多的广告合作 赚钱要堂堂正正 不然会回了口碑 房子大小还没定 只是做个准备 看能力去拿 主要还是位置和户型 如果有个八十平的房子 各方面朝向周边都符合我俩的喜好 未必就比一百多平的大房子差 都是在江城 女侠还想离北城去近一点 最好高层 推开窗就能远眺 虽然还是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 但已经比之前想去买农家院种地强多了 这是个大大的进步 这时江河突然看向许青的目光 他来到许青身旁看了眼笔记本 房子好贵啊 一直没便宜过好吧 白居一二十多岁当官 五十多岁才有了房子 苏东坡更惨 靠着弟弟救济才在江苏买了房 还有邵雍 安乐窝是到了中年时 司马光他们几个朋友凑钱送的 江河顿时一惊 这样啊 但是我们那时候可以自己盖啊 许青贪贪手 现在也可以在农村里自己盖 其实房子价格也就那样 贵的是其他的 资源 服务 医疗教育就业 这都是附加价值 如果你什么也不要 去小山村里一百块一个月都能租个房 许青询问江河 你喜欢热闹的 还是清静的 一楼方便的 还是顶楼开阔的 各有优点 比如一楼方便 三四楼不用太费力 也不像一楼那样人来人往 顶楼安静 不会遇到在楼上蹦蹦跳跳的邻居 江河却没想那么多 只是看着许青 你喜欢的 我都行 我只要 有一个家就好了 许青则是一把搂住江河 嗯 我是觉得清静一点好 毕竟我们两个工作都需要安静 说到这里 江河已经开始犯困了 没等许青说完 江河直接靠在许青肩膀上睡着了 见此一幕 许青微微一笑 轻轻将江河抱起 缓缓放在沙发上 而此刻 江河却梦到二娘 二娘拿起一半饼 递到江河面前 你吃 见江河在那疑惑 二娘还在催促 快吃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可江河却钻紧了裙摆 二娘 我有家了 二娘一惊 有家了 这是好事啊 真好啊 是个好狼君吧 不知不觉间 江河的泪水滑落到了脸颊 二娘有些错愕 傻孩子 怎么说哭就哭了 江河擦着眼泪 我也不知道 不一会 江河缓驳神赖 笑着看着二娘 寨子里大家都还好吧 好呀 都很好 江河接过二娘 递过来的半张饼 那个人对我很好 嗯 看得出来你过得好 这手白的 不过 他在哪呢 听到这话 江河直接愣住了 刚接过的饼 也凋落在了地上 江河像是想不起来什么 又像是什么都想得起来 不仅难难道 对啊 他在哪呢 见此 二娘惊呼出声 怎么把人都弄没了 快去找他呀 江河却有些疑惑 去哪找 二娘再次询问 你从哪过来的 江河看着周围 我从 可话到嘴边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他不由自主地抱紧自己 还想着自己从哪来的 就在这时 江河猛地坐起身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此刻已经傍晚 江河在房间 呼唤着许青的名字 见得不到回应 江河直接站起身 要去寻找 可刚起身 脚腕就碰到了一旁的桌子 然而就在这时 许青直接从厕所跑了出来 一边替裤子一边询问 怎么了 怎么了 上个厕所在这大叫 见到许青 江河的情绪逐渐稳住 许青开口询问 睡了一下午 睡懵了 江河直接扑到许青怀里 嗯 江河有些疑惑 我睡了很久 再过一会儿该做饭了 你说久不久 是不是一醒过来 感觉就只剩自己了 睡久了就这样 以前我也经常遇见 尤其是睡到天黑的时候 后来我就养了冬瓜 说着 许青揉着江河脑袋慢慢安抚 江河却突然在许青脸上亲了一口 许青嫌弃地将他推开 你干什么 刚睡醒还亲我 臭 江河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女朋友在一块睡觉 男人的手总是不自觉地向上移 江河麻木般地将许青的手推开 可刚推开 许青的手就更过分了 江河气愤地扭过头 都有些怀疑许青根本没睡着 不过 他也没乱动 可这个家伙睡觉的时候 都养成了这种破习惯 想着想着 江河不自觉地抚摸到许青的小腹 这家伙 暖乎乎的 想到这 江河将自己的睡衣掀起 整个小腹贴在了许青的腹部上 接着整个人转进许青怀中 晚安 许青 第二天一早 许青正在站桩 练武这件事有点上瘾 不练一下老觉得缺了点什么东西 这时 许青转过头看向江河 真的没有内功吗 江河一脸肯定 我教你的练桩 就是内功 文言 许青查看起身上 可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你过来 做什么 要亲一个 话未说完 江河直接一个头锤教他做人 接着才告诉许青 之前我这么撞你一下 你疼好几天 现在是不是不会了 许青尴尬地扭过头 总不能告诉他 之前被撞了其实也没疼太多天 我装得哎呀哎呀 想让他帮忙揉一下 没多久 许青出门散步 却看到一旁的成婶 许青连忙追了上去 婶这是去哪 活动活动 江河说最近超市都很少打折了 传单都见不到几个 成婶转过头 哪呀 还是很多的 下次我带着她 许青哈哈一笑 还是成婶你厉害 成婶却小声告诉许青 这小姑娘是真结婶 这性子少见啊 许青一脸幸福 准备结婚 结婚得准备房准备车 省一点是一点 又不是刚恋爱的热恋期 整天这儿玩哪儿玩 早都过上安稳日子了 她天天琢磨着精打西散 见此 成婶也是叹了口气 打小就觉得许青这家伙脑子里 现在看确实是这样 江河看起来也是个老实的 干干净净 比和她在一起钓鱼的那个 看起来稳当的不是一点半点 可成婶刚一转头 就看到静止走过来的公平 哎呦 说曹操曹操道 公平也是看到了许青 朝着她点了点头 许青也是微微点头作为回忆 直至两人走到一块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静止朝前走去 没多久 到了十月中旬 情号发消息给许青 让许青明天带着江河过去一趟 许青坐起身 明天我们要去一趟派出所 我们再对一下词 江河立马精神起来 好 到了晚上 江河一脸紧张地躺在许青怀里 明天必须要去吗 许青顺势搂住江河 总要去这一遭的 之前准备了那么多预防意外的都没用上 一直很顺利 这是个好兆头 说着 许青的手开始变得不老实 江河有些害怕 如果绊杂了呢 那到时候再想别的办法 总能解决的 你又不是外面偷渡回来的 见许青打去自己 江河转过头 我是从一千年前偷渡的 许青直接抱起江河 老奶奶 别想太多了 咱们睡觉 你再不睡觉 我可就要黑黑黑了 见许青如此大胆 江河刷得一下脸直接红了 下一秒 许青的惨叫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江河则是直接蒙上被子 就在车内发生了惨不忍睹的画面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来到派出所 江河紧张地盯着大门 一千二百年前的小老太太 这时许青开口说道 这是第二次过来了 没想到这么快吧 当时和女侠两眼一抹黑 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唐朝人 现在她已经可以把自己 伪装成现代人了 没多久 早已等候多时的秦浩来到两人面前 看着江河说道 跟我来吧 却没想到许青也跟了过来 秦浩抬起手指住许青的步伐 你跟着一起做什么 你什么身份 监护人 见许青张口就来 秦浩忍不住训斥 见个鬼 一会儿有事在叫你 就在这时 许青察觉到江河的神色 突然放开拉着他的手 让江河一个人跟着秦浩过去 见自己躲不过去 江河深呼一口气 相信自己 我就是个现代人 许青则是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看着两人的背影 把这边处理完 给个什么什么结果 再拿着去护肌科那边 那边已经打过招呼 不会推阻敷衍 接下来只要按正常程序 等着是解决 女侠不管想做什么工作 还是想上学 又或者出门旅游 看他21世纪的大好河山 都可以去实行了 一人仗剑走天涯不行 带着钱和身份证 基本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去了 随着时间来到十点半 许青终于看到了江河的身影 可此刻的江河 却是一脸猛圈的状态 许青没敢多问 跟着江河出了派出所 接着上了出租车 到了车上 见江河一直在捏自己的手 许青终于忍不住了 到底怎么样了 江河紧张的闭上眼睛 还不知道 听他们说还要过来几次 那就是挺顺利 听到这话 江河突然不紧张了 许青也是贪软在座椅上 要是让你就这么走了 没有后续 那就完了 江河也是一脸兴奋 也是哦 今天不做饭了 出去吃 吃烤肉 好 可就在这时 秦浩突然发来消息 许青看了一眼才说到 浩子发来的 之后你需要体检 可能抽血 会用针头扎你 你不要做人家 江河一机灵 拿针管抽吗 你都知道针管了 没那么厉害 那种弄一大袋子叫献血 你最多就是抽一点点 甚至指扎一下 用来体检的那种 比你们咬破手指 写血书轻松多了 江河一脸比 我才不会咬破手指写血书 那是电视上演的 你才是愚蠢的那个人 什么都姓电视 明知道是假的还当回事 许青顿时尾了 接收信息最大的来源就是电视了 这已经成了下意识的观念 又不能怪我 现代人都这样 江河高傲地抱着胸 所以现代人都是愚蠢的 许青有些欲哭无泪 你说这话前能不能先摸摸良心 江河则是看着窗外 我没有良心 文言 许青一脸坏笑 没有 我摸摸看 话音刚落 刺耳的尖叫声 直接贯穿了司机的耳膜 没多久 两人吃完烤肉回到家 吃饱了 有点想瞌睡了 话说 你的内功不会被体检检测出来吧 许青一边拨打秦号的电话 一边询问江河 江河闭着双眼 我不会那个 那其他的 你的体质什么的 我总觉得你和我不太一样 可以用脚踢断术的那个太腿 那人体检会和正常人不一样吗 不过也对 纠正你一下 那个叫太拳虽然经常用腿和手肿 但他还是叫拳 就在这时 秦浩接通电话 许青连忙嘱咐 浩子 有什么问题及时和我说 你说的我基本都能解释 不抢求你搞什么特殊 一定要实事求是 别主观觉得人家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小同志要放平自己的心态 好吧 哎呀知道了 你烦不烦 只要一切没问题 有什么理由不解决 只要这个人正正常常没有违法乱纪 帮他恢复正常生活是我们的职责 用得着你在这儿巴巴巴 不一会 许青挂断电话 这家伙死板归死板 正义感是从来没缺过 以后帮他弄个景气乐呵一下 匿名送一个过去 到了第二天 江河抽完血 他有些疑惑地询问许青 那么点血 就知道我很多信息了 正常人会 你不会 你本来就没信息 一点痕迹都没有 看电视上破案的 找个头发丝都能当证据 血这种东西 的血认清太老了 江河却满脸杀气地挥动着拳头 反过来说 这也是一种信息 当初我刚来 要是砍两个人跑掉 也没人能找得到我吧 还在下大雨 哗哗哗把现场都破坏了 许青一击零 少看点破案的书 到处都是摄像头 你能跑哪去 江河将手放在脸上 把脸遮住 许青一脸汗颜 暗线有手段来说 你除非砍完就搜一下穿回去 不然很难全身而退 毕竟你还要生活 江河有些生气地看着许青 你那时候很危险你知道吗 许青将衣服披在江河身上 谁叫你这么漂亮呢 接着许青就开始狂舔 女孩未满十四岁 男人竟然要被枪毙了 此刻 江河盯着许青 许青有些不自在 在僵持了几分钟后 许青终于忍不住了 怎么了呀 为什么一直这样盯我十几分钟 江河却摆出一个手势 要是我没满十四岁的话 你是不是要被枪毙 许青有些愣神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可突然 江河变得猙獰 还不收拾东西跑路吗 许青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被帽子叔叔踹开 直接掏出证件将许青带不 接着在江河的注视下 许青被带回了帽子局 并且得到了最后的审判 说到这里 许青急忙打住 怎么就枪毙了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干了 这时许青似乎想到了什么 扭过头看向江河 你不会真 想到这 许青咽了口唾沫 见此一幕 江河扑斥一下笑出声 逗你玩的 我都二十了 是个大姑娘啊 许青挠挠头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长这么早熟吗 我感觉也大概在二十岁左右 毕竟有容乃大 一只手都难以握拳 察觉到许青的目光 江河嘟起小嘴 你看哪呢 当然是估算一下 你的年龄究竟多大 到了第二天 江河和宫廷一块去钓鱼 宫廷有些疑惑 最近忙什么呢 钓鱼都得周末喊你才出来 在理财赚钱呢 许青教了我个国债你回购 天天在家上班 不过最近确实忙点 江河就疼 不是等等 你是黑户 江河将袖子撸下来 嗯 我现在不就正在不办吗 宫廷顿时一惊 那你的直播 收入 甚至手机 微讯 江河不以为然 之前一直都是用许青的 你这 要是许青卷了你的钱跑了 你哭都没地方哭 不过要是真发生这种事 我们就报警 给他判刑坐牢 用法律的武器言成坏男人 到时候我来养你 你打游戏我弹琴 我们就一起做饭 一起生活 江河白白手打断了 宫廷的幻想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许青还没蠢到这种地步 而且我感觉 好像除了结婚以外 别的都不太爱事 我和他从一开始 就是这样生活了 听到这话 宫廷又激动起来 你们是打算要结婚了 江河点点头 是啊 好好好 我好奇很久了 你是哪里人 之前你做什么 你们怎么认识的 怎么就在一起了 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定是一段 很长很深的故事 无奈 江河只能将自己流浪的身份 告诉宫廷 听完之后 宫廷叹了口气 没想到你的故事 居然这么曲折 还好一切都好起来了 如果碰到的是人渣的话 想都不敢想会是什么结果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 这样把一切都寄托 在别人身上的行为 无异于高空走钢索 万一出点意外 瞬间万劫不复 江河他只能赌 不过幸好他赌赢了 宫廷再次询问江河 就算告诉了他实情 他也依然向你告白了 江河点点头 是啊 他也犹豫过 想着要不要揽下我这个烂摊子 后来就现在这样了 文言 宫廷露出笑容 犹豫说明有责任心吗 总比没考虑清楚 就大包大揽到后面又后悔了墙 这是好事 江河也跟着附和 确实 他会后悔 开玩笑呢 真的神经病 明明我是直接过来的 还天天说我是一千年的老太太 我一黄花大闺女哪这么老 不行 回去得揍她一顿 没多久 许青捂着脸痛哭流涕 呜呜 怎么回来就想和我切磋 我已经认输了 还非要把我顶到沙发上 许青有些不满 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说法 比如打老公不能动手 只能拿头顶什么的 江河没有说话 回应许青的依旧是江河的头锤 用力拱了一会 江河才说到 再多嘴就撞死你 许青将江河揽在怀里 明明平常文文静静的 怎么敬爱学小牛肚 还刚上完厕所 女孩刚上完厕所 就将手放到男人嘴上 可男人不仅不生气 还一脸自豪 此刻江河正在练剑 他转过头看向许青 你没在影评视频里赚到钱 许青立即反驳 瞎说 我赚了好几百了都 江河一脸不屑 都一年了 赚几百 许青有些气愤 哎哎 几百不是钱啊 江河同志 你最近飘了呀 之前你帮人跑游戏日常的时候 才赚那么几块钱 还屁颠屁颠的 江河气愤的江剑收到剑球 啰里巴缩的 下一秒 江河直接捂住许青的子 手动臂脉 许青直接将他的手拿开 你洗手了没 见此一幕 江河笑了一下 就是没洗手才无你 我练剑之前还上了厕所呢 听到这话 许青直呼完了 坏了 进诸者 是 女侠现在快成我一样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做菜还会一边说 把鱼鱼的尸体裹上寄宝宝 不行不行 我要以身作则 想到这 许青倾咳两声 江河同志 我觉得你应该多学学我的优点 尽早成为像我一样优秀的人 文言 江河坐到许青身旁 这样做视频这种无用功是优点吗 与此同时 秦浩收到了来自许青的锦旗 当初拿快递的时候 我就知道不简单 果然 一旁的同事见此一幕直接酸死 你收到锦旗了 真好啊 秦浩立刻将锦旗拿出来 不单是我 不单是我 这是送全体的 呦 还真是送全体的 谁送的 不知道 匿名 我在传达室拿的 那就收起来吧 只不定是两个月前的那个谁送的 地点没送错就行 没多久 江河再次来到医院做体验 许青询问秦浩 再做一次体检 怎么回事 可秦浩却告诉他小事 许青却心中一阵翻用 按理说一次体检就够了 现在又来第二次 女侠应该不会被检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就算检测出什么体质异常 也会被当作医学问题 而不会被人猜是古代来客 难道是我遗漏了些什么吗 就在这时 秦浩再次发来消息 你知道你们问题在哪吗 许青低下头 手指不停在屏幕滑动 所有一切都是靠说的 一气 流浪 打工这些都是靠女侠的嘴说出来的 没有任何凭证 更何况他也拿不出凭证 尽管一切有逻辑有条理 但这并不能当成证据 中间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他们愿意花功夫去彻查的话 就能发现在王子俊那里几年前的签道表 这份悬空的口述也能落地几分 目前来看浩子他们好像并没打算这么做这事 秦浩再次发来消息 你不如让他再想想其他证明人或者什么东西 要不你们去那个黑工厂看看 早就没了 看个毛 黑工厂和这次体检有关系 停顿了一回秦浩才回复道 体检是另外一回事 现此 许清直接拨打了秦浩的电话 指纹和地内有没有查出来他家人的信息 能借这个机会找到家人也不错 一片空白 我就是提心理性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可以证实的东西 别变一套没法查验的故事 文言 许清直接大声喊道 可那都是真的呀 让我证明我这无法验证的事是真的 你不觉得这成了悖论吗 让本来就是孤儿的人去找证据证明自己 真的合适吗 听到这话 秦浩沉默了 双手也不自觉地收紧 可他还是说道 那你也得证明他确实是个不恶 许清忍不住爆粗口 我特么 我特着我怎么证明 秦浩一脸坚定 许清 你很聪明 应该能想到办法 说完 秦浩直接挂断电话 许清缓缓地将手机当下 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思考 再次 祝大家2024龙年大吉 合家团圆 步步高升 一路发发发 女孩只是想象着生了小孩 可男友在一块在家带孩子 可男人当场就要练习生小孩 此刻江河从医院走出 在一旁等待的许清 突然看到江河 连忙跑到身边询问 怎么样 抽了多少 接着小心翼翼地摁住针口 江河小声嘀咕 很多 有十来份 文言 许清心疼坏了 那么多呀 后面应该不会再抽了 去买点红枣给你补补 毕竟你是第一次来抽血 医院之前也没有你的病名 想到这 许清握紧双拳 肯定要咽很多 没多久 两人回到家 许清在搜索抽那么多血检查什么 江河察觉到许清的心情 能感觉到 怎么就烂摊子了 如果办不好连结婚都结不了 许清安慰江河 放心吧 能办好的 总有办法的 别多想 这只是一次试探 这次不行 还有别的办法 去山村什么的 放心吧 真的吗 许清清了江河脸颊一下 真的 交给我就行了 江河低下头 我是说如果 如果真的解决不了 就现在这样也很好 我就这样过也很开心 结婚 其实就是一张纸是吧 我们那时候也都是这样了 婚书什么的 也有很多人没有 生小孩 你带着孩子 我住在你家 也没什么不一样 就差了那么一张纸 想象着一家三口的画面 江河也是露出笑容 你觉得的呢 文言 许清愣了一下 接着开始蠢蠢欲动 那我们现在就练习一下 生小孩怎么样 听到这话 江河的心情直接不美丽了 猛地给许清一个头唇 我说的是以后 天天就想着生小孩 现此 许清连忙解释 别想那么多了 总会有办法 就算最后没办法 照你说的也不是不行 这小老太太肯定查过 如果不结婚就生小孩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谁想生小孩 此傲娇 此日 许清和王子俊来到一家茶馆 见王子俊如此模样 许清有些呆滞 按理来说快当爸爸 正是人生巅峰意气风发的时候 怎么一副被玩坏了的样子 文言 王子俊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哎 别提了 周围人瞬间朝着这边看过来 王子俊忍不住说道 一群喳喳 各顶边的全是喳喳 别说当爸爸 连个结了婚的都没有 许清连忙开口 你可小点声吧 接着将手机递到王子俊面前 来一杯 不喝不喝 回去那口子闻到味准涂 使劲吐 可不敢喝 你也别喝 免得让我身上沾到味 对了 浩子这大忙人 还在为人民服务呢 这得给他送个锦旗 听到这话 许清忍不住笑出声 哈哈哈哈 前些日子我刚匿名给他们送了一个 那天和浩子聊天 他那嘚瑟 王子俊也是乐得不行 我也给他们送一个 怎么匿名 后知后觉中许清反应过来 会不会因为扰乱什么玩意被抓起来 哪呀 感谢他们为维护治安做的贡献 走路上还不用担心被人抢 必须感谢 许清有些心虚 理由虽然有点牵强 但感觉还挺像那么回事 江城治安全靠这一帮子人忙活 于是没多久 秦浩再次收到一副锦旗 周围人都傻了 卧槽 怎么又有一个 最近没啥要紧的事吧 谁救人了 我天天逮炸鱼的呢 秦浩转过身 就是没事 才说明咱们这治安维护得好 上次比较严重的事故 还是有个闹跳楼的 不过人家一点都没感激 估计不会怂 再再往前 是我挡刀 应该不会是他吧 等下班了得问我 就在这时 一名同事突然叫住秦浩 那女孩 结果出来了 这时又重新查了一次的体检报告 闻言 秦浩连忙转过身 我看一下 女孩正在查看资料 却不料男友突然回来 女孩瞬间就被吓了一条 就在刚刚 程叔告诉秦浩 江河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秦浩立刻接过资料查看起来 程叔指着一旁 在正规医院出生的话 除了那些档案 应该还会有种疫苗的记录 八几年就强制了 秦浩呆住了 这都能查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没打疫苗 没抗体怎么活的 你是不是傻 抗体自己也有 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没打疫苗抗体可能是几百 打了疫苗是好几万 不知道你大学怎么上的 大学也不教这个呀 我是抓贼的又不是治病的 闻言 程叔直接将资料夺走 那早几十年 山沟沟里人人都没这玩意都绝肿 一点常识都没有 这是不是就说明 他不是正规医院出生的 咱们先想想 有什么可能会导致产生这种情况 在家里出生没上学 也没户口 按这个年龄 很可能是超生的 见此一幕 秦浩连忙附和 对对对 我正想说这个 程叔又严谨地看了一眼体检报告 可是超生的早就能补户口吧 所以是超生了然后被遗弃 还是个女孩 生下来就被遗弃 那时候好像不少见吧 程叔低头嘶嘶 然后被世荒老太太捡了 有这妖巧 然后那老太太还什么都不懂 也不带着他去寻帮助 也没想过上学的问题 什么也没做过 就是带着他活下来就行 这时秦浩突然开口 可能有些人 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然还有什么可能 与此同时 江河正在查看资料 许青突然打开房门 我回来了 察觉到紧张的江河 许青很不自然地呕了一声 接着来到江河身旁 最近你有点偷偷摸摸的迹象了 哪有 我哪有偷偷摸摸 就在这时 许青看到一旁的红薯干 这才询问江河 准备卖红薯干嘛 剑被拆穿 江河扭过头 反正平时也是吃 如果有人要买 就顺带卖出去 这么好吃的东西 要分享给别人 卖不出去我就自己吃 那你慢慢吃吧 很多刚做生意的 最后都会赚一堆股 当初上学的时候 有朋友摆摊卖袜子 最后没赚多少钱 也没亏 就是留在手里一大堆袜子 江河瞪了他一眼 凡事都有第一次 这只是个尝试 你不要给我泼龙水 许青连忙点头 好好 红薯干本来就是日常零食 卖不出去慢慢吃 要是囤一堆 根本用不上的三无产品 那就是受骗了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转头 许青立马收到信号 只见江河将红薯干抛出 许青张大嘴巴 欧一个问问咬住 江河兴奋极了 很方便 只是有点像胃口 许青却不在意 都快两口子了 不计较那么多 没多久 两人来到夜市 许青买了五川烤面巾 接着才告诉江河 不觉得出来比较有趣吗 你的生活圈子有点小 感觉多出来走走更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欢和乐趣 体验这个世界的精彩 遇到不同的人 见到不同的事 虽然你很会过日子 但不该困在那个小房子里 整天为柴米油盐做的 许青接过面巾 递到江河嘴边 这个世界是鲜活的 总闻在家里会变得没有朝气 越来越内敛 江河想了想 我会和平平钓鱼啊 可钓鱼也是在幽静的地方一座 只有你们两个人 没有生活气 你要成仙了 听到这话 江河低头思思 他说的没错 现在站在夜晚街头 我就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 一直想回家 察觉到江河低落的情绪 许青出言安慰 所以只是随便看看 反正不花钱 偶尔换饭心情调剂一下 不然照你那样 说什么不用结婚 然后生孩子 总觉得会变成补点病觉 分手还要打死我 你闯荡江湖那么久 现在要变成一个宅女 总觉得哪里不对 话音刚落 江河就察觉到了重点 反问许青 是不是你喜欢的吗 教我理财 不是看我平时经常和平平钓鱼 所以想办法给我找点事做 可以待在家里多陪你 许青直接否认 肯定不是啊 你这太阴谋论了 我发誓 绝对不是因为你说的原因 甚至一丁点想法都没有 其实就是单纯的看你特别嫌 整日游手好闲人会废掉 所以找点可以开动脑筋的事做 那个什么 学习新东西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毕竟你想变得比我还聪明 文言 江河都不好意思的扭过头 照顾一个古代人 真是让你费心了 哪里哪里 应该的 没想到你现在都会阴谋论了 要不说出来 我自己都没想到那一层 看来 女侠智商不在我之下 可江河突然说道 还怪我想不 你当初谋划了半年搬进五屋 许青连忙狡辩 可 再怎么谋划也得你愿意 武力直在哪儿板着呢 文言 江河浑身杀气爆发 你意思是说我想让你搬过去的 察觉到一样 许青直接跑开 这你自己说的 你别动手啊 在街上呢 我一个滑场过去吓坏了人家 接着才拉着江河去吃别的东西 没多久两人来到一个小摊坐下 江河直接靠在许青肩膀上 我喜欢看你叙叙叨叨给我安排的样子 我觉得你是在安慰我 说不定什么时候比我聪明了 还要装成憨憨的样子 静静看我表演 文言 江河直接笑出了声 这就是 看穿了也不说出来 什么都闷在心里 你儿坏 瞧着星空 岁月经好吧 帽子叔叔上门询问女孩的信息 江河立马变成乖宝宝 毕景观 挺好 接下来就是帽子叔叔的走访调查环节 说起来 怎么看怎么面熟 你是那个吧 那个 听到这话 许青和江河对视了一眼 谁 我吧 想到这 许青立马得意起来 没错 我就是小破站里的那个青大人 毕景观直接摆摆手 不是说你 是江女士 看到这个鱼竿我才确定的 之前我去逮电鱼的人时候 在那钓鱼的两个女钓友皇对我指入 是你吧 文言 江河也想起来了 原来是那时候的帽子叔叔啊 接着才点点头 对 是我和朋友 那我们还挺有缘分的呀 哈哈 那些电鱼的太可恨了 不管大小一窝端 让他们垫下去以后可没余了 江河有些激动 有抓到吗 毕景观摇摇头 他们跑太快了 抓了两三次就只抓到了一次 话说回来你们是一直住一起吗 听到这话 江河脸颊红润起来 是住一起的 我们是男女朋友 虽然感觉是和老家常一样 但是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毕景观再次询问 这房子看起来有点黏头了呀 房子是租的 我男友的 他之前一直在这住着 我后面才搬过来的 那你们平时 话未说完 许青直接端来两杯水 来 两位景观 辛苦了 喝一口水 谢谢 不辛苦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就在这时 毕景观突然看见一旁的练习策 两人顿时一惊 初中习题 江小姐不是才二十岁 毕景观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许先生 冒昧问一下 你们是什么时候生的小孩 许青直接愣住了 没生啊 是给他用的 这气氛怎么突然这么灵敌 文言 两人又呆住了 见此一幕 许青挠头解释 他不是一直那什么吗 总不能一直当个文盲 我想给他把以前该上的学都补回来 回归正常人该有的人生轨迹 说完 许青和江河就开始腻歪起来 听到这话的毕景观却愣住 回归正常人的人生轨迹 今天来就是来走访一下情况 路上设想了很多问题 唯独没想到过这种情况 接着才询问江河 江女士 我能看一下作业吗 江河直接答应 可以 接着毕景观翻开练习策 看到里面被插满进的小明和小龙 妥妥一艳学而同啊 毕景观有些尴尬的将练习策放到桌子上 那平时你们就是这样生活 许青点点头 嗯 我做视频 他直 陪我直播 打游戏什么 可话未说完 毕景观就看到一旁的长剑 许先生 许青直接吓了一跳 卧槽 早上练剑忘记放回屋里 下一秒 许青直接拿起长剑 警官你听我解释 这是工作用的 广告商送我的 是没开刃的玩具剑 很安全 说着 许青还用手抚摸刀刃 你看 你看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说到 事实不是这样的毕景观 实不相瞒 其实是他这里有点问题 他天天觉得自己是大侠 还喜欢捡武侠视频什么的 我都说过他很多回了 听到这话 许青立马反驳 我哪有 你就有 直至毕景观看不下去 直指两人 停停停 家里放这个很正常 许先生冷静一些 别带出去就行 我们继续关于将女士的生活问许 文言 江河和许青同时扭头 好的 没多久 江河趴在窗边望着离去的帽子 叔叔 好像没事了 许青摸索着下巴 应该吧 说不定过几天还会来 他临走前不是会说 别紧张 我们这次来就只是了解一下 你这边什么情况 江河激动的心情瞬间也不激动 可楼下毕景观却察觉到不对劲 接着又去询问赵叔 另一头 快递小哥将快递送到江河手中 江河接过快递快步走向桌边 许青好奇地凑上前去 那是什么 江河将种子拿在手心 薰衣草种子 你想种花 哪来的土 对啊 之前的玫瑰花卸了之后 我就准备了图想着种点什么 许青站在身后 能种出来吗 种多肉会简单点吧 江河一脸肯定 绝对能 许青开始一想起 种点花花草草在家确实不错 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情绪吧 突然许青贴见了一旁的冬瓜 你可看着点 别让冬瓜打翻了 可是冬瓜已经得手了 江河还没察觉到 冬瓜怎么啃 直去种子掉在地上 许青黑黑一笑 这是猫的天性 江河直接抱起花盆 那我仰卧室窗台上 江河将花盆放在窗台 接着又拿来一杯水 气嘟嘟的将水倒在花盆内 许青的乌鸦嘴有时候很明 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信息程 还是不要被他说中的好 来了来了 江河的身份证终于办下来了 这天 许青告诉江河 孔子周游列国 其实就是在山东那一片转来转去 等你多走走大江南北 一天就能从内蒙飞到广东 比他还厉害 可以看看地图 想去拿我陪你去 其实他自己也没出过几次远门 最远的也就是毕业旅游去峨美 还不是很愉快 文言 江河兴奋地举起东瓜 我们要坐飞机吗 坐 但你得选个远一点的地方 不然飞机还没升起来就到了 你攒的钱都可以用来出去玩 顺便请我一起玩 就当是养你这么久的暴打吧 听到这话 江河脸色瞬间阴沉 我感觉一直是我在养你 你看你天天这么一坐 逼我拖 房间我收拾 饭我做 你倒点洗洗手就直接开车了 还不是我养你 可许青直接抱住江河肩膀 多谢女侠 过来奖励一下 江河直接侧开身子 你又想占我便宜 可他又想到 是之外有省 省之外有伯 伯之外有周 放在这个世界来说 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微尘 想到这里 江河忍不住说道 世界真大 真想出去看看 许青将手放在江河的脑袋上 让其靠在自己肩膀上 先忙完眼下的吧 身份还没到时 时间匆匆而过 很快就立动了 许青帮江河整理了一下围堡 江河有些兴奋 快下雪了吧 这么喜欢下雪 感觉这一年又快过去了 许青却有些身心俱疲 也不知道那边怎么个程序 反正真的挺麻烦 等了大半个月 又被派出所通知要过去一趟 两人走在去派出所的路上 却看到有人正在结婚 江河又转头看向许青 我很怀疑到时候 这家伙能不能找到轿子 想到这 江河询问许青 正常情侣在结婚前 都该做什么 许青立马兴奋起来 该黑羞就黑羞 江河直接散发杀气 我是说别的 追求 在一起 然后求婚 结婚 就这么简单 求婚是怎么求 我跪下 求你嫁给我 文言 江河直接转过头 没个正经 许青立马解释 这很正经啊 求婚本来就是这样 人家求婚都捧着花 拿着戒指球 到小老太太这 怎么就成不正经了 可就在这时 江河看向许青 突然说道 那你跪下吧 许青直接愣住了 现在和你求婚吗 你不是说要跪下球吗 江河气嘟嘟扭过头 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花呀 戒指啊 怎么求 就在这时 江河小脸一红 嘴上说着不正经 心里却想着 拿轿子抬回去就行了 求个鬼 想象不出来这家伙 跪地下哭着喊着 求我嫁的样 想想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难道还能不结婚不成 都睡那么久了 没多久两人来到警察局 一名帽子叔叔 将江河带到一旁 许青微微叹气 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处理的 看起来不容易 有些环节我也没想明白 问耗子他也不说 反正他们那边 都查了个七七八八了 应该最后是要交给护计科 想到这 许青掏出手机询问秦号 还有几个流程 我哪知道 我们这儿只负责调查 然后给领导批准 你只要知道不容易就行了 急个屁 急着结婚了 今天他都催我和他求婚了 看到这话 刚服完老奶奶过马路的秦号 极度地浑身哆嗦 直接将许青删除 没多久 江河缓缓地从房间走出 见许青望了过来 江河朝着他摇了摇头 许青站起身 轻叹一口气 看来还是没成 这时 江河突然挽住许青的胳膊 你真厉害 一直想让我变成个真正的现代人 听到这话 许青微微一笑 他这是想在这严肃正经的执法之地 抱着我啃一口 正当他一想时 身后传来声音 已经成了 刚刚拍了照 等坐好了给我们寄过去 许青下意识地嗡了一声 等反应过来后 整个人直接惊呼出声 什么 成了 这就成了 那你刚刚出来的时候 无奈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帽子叔叔却喊道 请不要大声喧哗 江河拉着许青胳膊 想到时候 身份证快递到了给你的惊喜 结果没忍住 才走出两步就告诉你 许青却还在恍惚 真的成了 办好了 江河也是露出笑容 成了呀 一个想做正常人的孤儿 在热心市民许先生的帮助行 违归正常生活 男女朋友带着昆昆回家吃饭 老妈瞬间傻眼了 今天也没过节啊 许青刚进门 就询问老许去哪里了 许母望着手中的鸡 你爸还没回来 不过你们真是 这么多菜还有一只鲲 许青连忙拉起江河 那还不是因为 妈你做饭太好吃了 江河有段时间没吃 就吵着说要来吃 江河也配合得点点棚 许母却感觉不对劲 虽然这话听得让人很开心 但这小子今天很不对劲 嘴里蹦出来的话 半个字都不能洗 见两人刚买的新衣服 许母忍不住询问 你们两个中彩票了 听到这话 许青一棱 我们俩怎么可能 我们两个都不去买彩票去哪中 而且那种投机倒把的东西 我们才不干呢 要的就是脚踏实地 认真做人 奋斗拼搏 所有一切都要靠自己 双手努力争取才有益 我们才不靠那种 虚无缥缈的东西获得 说完 许青懒住江河 对吧 许母算是看明白了 臭小子指定有事 不说就算了 还特意在这显摆青绿毛衣 懒得理他 接着许母喜笑颜开的 看向江河 和呀 这排骨想怎么吃呀 阿姨给你做 没等江河开口 许青立马抢答 炖排骨 可乐排骨没炖的香 见此一幕 许母瞬间变了脸色 我没和你说话 尴尬的许青只能哼松两声 接着许母带着江河来到厨房 聊起了家常理短 许青则是靠在阳台 悠哉悠哉地吃着苹果 没多久 老许回到家 望着在阳台和秦浩聊天的许青 又看了看正在厨房聊天 做饭的许母和江河 老许的嘴角一瞬间 比AK都难压 此刻 许青询问秦浩 浩子 苹果吃吗 你倒是丢过来呀 我都啃过了你还吃 恶不饿些 秦浩直接蹦不住了 滚蛋 许青嗨嗨两声 刚下班了 不然呢 我还能刚放学不成 可突然 许青小声说道 谢谢了 秦浩没有听清楚 什么 我说 谢了呀 可秦浩直接转身离开 滚蛋 接着许青回到卧室 来到老许身旁 爸 你那车感觉挺旧 啥时候换个新的 老许瞬间拉起一击警报 干嘛 我这车才开两年 换个屁 这小子指定又在盘分身 可突然 老许看到许青开心的笑容 接着才询问 解决了 小事一桩 小事 小事 那你买房 没等老许说完 江河端着菜喊两人 叔叔 许青 吃饭了 许青回应一声 来了 接着又告诉老许 爸 我们自己能买 老许一下就坐不住了 这座直播能赚这么多 简简单单做了一桌子菜 等到四人落座 许青直接加起一块鸡肉 递给江河 你吃这个 许母瞬间感觉不对劲 这小子 指定憋着什么东西 想说又怕他爹骂他 我暗示一下他 接着询问许青 你们两个住那边过得怎么样啊 意思是 你有事可以说了 可许青压根不在服务区 过得很好啊 特别好 天天大鱼大肉 文言 许母有些蹦不住 转眼又一年了 这俩人一点想要结婚的动静都没 难不成真要等他爸爸老房子给他才结婚 本来想旁敲侧鸡问一下 这臭小子也不接话 这傻孩子 直接先说要结婚不就好 他爹还能干看着不成 这时 老许突然开口 你弄那个广告什么的能赚钱吗 许青又给江河加了一块肉 不赚钱我肯定不干 给了钱我才弄的 能有多少钱 几千块 听到这话 老许的碗都没拿我 许母更是吃惊 接着老两口对视了一眼 老许这才开口 那些人应该都是傻的 许青连忙解释 才不是啊 这就是你两个不懂的了 现在有流量 就有钱 真的大力 人家一天广告大几十万 二级三级都有十来万 那才是真的利益 许母有些深信不疑 几十万 对啊 但你们也不能说 他们赚几十万是能力 我赚几千块就是运气好 对吧 难不成还是你长得好看 嘿 这你还真别说 听到几人叙叙叨叨 江河也是露出笑容 自己再也不是局外人了 这种感觉 真好 男人猛地将女友抱起 接着将女友丢在床上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解决了 以霞 我们动房吧 这天 许青带着江河回家吃饭 许青询问老许 爸 你有没有去过苏州 有没有那种 从唐朝流到现在的古建筑什么的 我们想去旅游 先参考参考 我又不是导游 没去过 别的年代的不行 可许青突然说道 女侠就喜欢唐朝 听到这话 江河一机灵 老许也是一愣 女侠 见此 许青连忙解释 嗯 他这里有点问题 老觉得自己前世 是个仗剑江湖的女侠 想去看看 江河小声嘀咕 你才有问题 天天鼓刀的都是武侠视频 老许忍不住说道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下 许青跟着附和 这不是准备去吗 我说的是你去医院看一下 人家江河又没练什么老虎拳 还练妆 就你天天神神叨叨的 还玩剑 哦对 还鼓刀那个草鞋说是古董 当个宝贝师的抱着 文言 江河更是不好意思的咳了一声 老许还在继续说道 把锅甩给人家 我看是你觉得你上辈子是大侠 有你这样的大侠 许青低下头 行行行 我不配做大侠 爸 你眼前就有一个唐朝侠客 赶紧多瞅两眼 这是你职业生涯的巅峰 我 好好吃饭 见此一幕 许青有些无趣 可老许扶了扶眼睛 还唐朝侠客 这小子要是侠客 我就是侠客的老子 见老许在那笑呵呵 江河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没多久 两人回到家 东瓜立刻上来围着两人转圈圈 接着又掏出手机 我要买个自动卫视机 许青忍不住提醒 她会开盖子 然后吃自助餐 那也比饿着好 买个质量好的 就没那么容易打开了 然后到了饭点 即使我们不在 也会咕噜咕噜喂食 这样就不会饿到她了 文言 许青点点头 行吧 你看看有没有带锁的那种 东瓜可聪明了 不知不觉 时间来到九点钟 正在站桩的许青忍不住思索 等女侠拿到身份证 能自己直播了 我就把桩再放到早上练一练 精神一整天 然后下午练一下剑 这样下去 一年两年不行 五年六年下来 迟早我也会成为一个高手 武林高手在都市 什么黑帮格斗 什么龙族 国外大家族 神秘组织 可以找老爸耗子他们显摆显摆 无耳有大地之姿 这时江河扭过头 你很喜欢江湖 我喜欢的是书里的江湖 随手就能甩出银子 永远不用为吃喝发愁 带着一把剑想去哪去哪 自由潇洒 可真实的江湖 还得挨饿 什么书 武侠书吗 嗯 以前我爸有全套的金庸古龙拳几 我小时候就是看着那些书长大的 后来小时候被我妈撕开搓帘子了 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掀起了门帘热 拿着书搓搓搓 我爸也就没再看过 后来我还得去租书看 租书的钱不知道能买多少帘子 文言 江河只是轻轻地呕了一声 可下一名 许青直接拦住江湖 侠之大者 接着直接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 为国为民 江河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许青直接踹开卧室门 将女侠丢在床上 随即整个人扑倒上去 现在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女侠 我们动房吧 江河瞬间脸色修缝 紧张得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能给许青一个头锤 你试试看 接着又告诉许青 我可以帮你 许青却笑眯眯地望着江河 其实我更乐意帮你 江河直接攥起拳头 我不需要 你再说 我就揍你 无奈的许青只能转移话题 秋末冬初 被窝以外有点冷 我们应该要穿厚一点的棉睡衣了 接着直接丢给江河一套睡衣 去洗澡吧 可江河有些疑惑 你之前都让我在后面洗 许青转过头 你不是不怕老吗 江河一把扯住被子 我只是忍得住 接着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我先帮你暖床 你先 见此一幕 许青忍不住调侃 其实洗完还是我来暖被窝 听到这话 江河整个人都不好了 许青 你变了 女孩抱着男人取暖 却不料男人直接将他压在身下 不顾你有的反对 直接就地正法 这天晚上 江河刚洗完早走进卧室 不顾许青的反对 直接钻进被窝 别摸我肚子 你的手凉死了 我不 闹痛了一回 最后许青还是屈服了 这时江河突然说道 我刚才想了想 现在的我已经学会 如何在现代生活 也搞定了身份的事 你应该担心 我会不会背着我的包包跑路 而不是变得没有以前好 甚至还想让我帮你暖被窝 以前我都不懂 你欺负我就算了 现在还想 许青直接打断 你不要乱讲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 你老骗我 话音刚落 许青直接把江河抱在怀里 嗯 话说我们都这样了 动个房也没关系吧 江河连忙制止许青 有关系 只躺在一张床上你就变了 要是动房了你岂不是更过分 许青拒不承认 我哪有 江河抬了抬腿 而且还没结婚就那个什么 会被人说不知羞的 许青心里痒痒的 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江河小声嘀咕 取暖 许青却说道 其实我们住一起这么久 随便谁都会以为 我们已经那个什么了 问心无愧就好 可看到江河如此模样 他现在这样问的是哪门子的心 搞起来又不管 打又打不过 按也按不住 除非让他同意 最少也要半推半就 不管了 再努力一下试试 想到着 许青直接将江河压在身下 亲一口 江河扭过头 不要 随着两人的半推半就 许青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直接将被子掀了起来 接着两人就沉沉的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 江河正在摆弄花盆 许青在一旁询问 我们领证了的话 算不算结婚 江河有些没反应过来 啊 许青有些兴奋 领证啊 一时间江河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算不算 要说算的话就要生小孩 想到着 江河摇了摇头 不 不算 许青直接凑了上去 那要半久才算 听到这话 江河瞬间红了脸 半 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 见此一幕 许青直接亲了上去 看把你吓的 我就随便问问 真可爱 江河气嘟嘟的想要打人 见此 许青直接一溜烟跑去洗树 望着许青离去的背影 江河的心还在怦怦怦跳动 他忍不住思索 怎么在许青说来 领证和半久 好像都是很轻易的样子 想到这里 江河瞥了一眼洗树丸的许青 面壁人许青 我是你的破壁人 许青一棱 破什么玩意 江河掐着腰制问道 你肯定是在想什么时候结婚 然后谋划怎么样 怎么样那什么吧 我已经看穿了你的计划 这都是你好无理由的妄加揣测 我只是发了一下呆而已 你已经发了一早上呆了 你一肚子坏水绝不可能是单纯发呆 因此 我要揍你一顿 以保持我的威慑 见江河要来真的 许青忍不住喊道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只是思考一下视频该解哪段 就被你以莫须有的理由打我一顿 冤案就是你这种人造成的 实际上他确实在策划 如何让江河主动的阴谋 可他却想不通 可不 为啥 我的发 他是怎么发现的 可江河见许青如此 高傲的扭过头 那好吧 可他又瞥了一眼 手却一直在摆弄头发 其实 其实 那个 我就是没做好心理准备 文言 许青连忙上前 停一下 这种事是需要情感迸发自然而然的那种 就 你现在这样一本正经的和我讨论这种问题 就非常奇怪知道吧 江河小脸羞红 我也觉得怪怪的 老想着做个正常现代人 现在反而有点过犹不及了 许青还在继续说道 就像之前我和你说过的 抱着你的腿 等情绪到了 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一些事 不用和商量国家大事一样坐下来 认认真真地讨论什么时候同走 我偶尔说一下 只是表达我的诉求 这是一种试探 明白吧 江河却有点小委屈 可是你现在就很认真和我谈 一瞬间 许青感觉一口锅砸在自己头上 江河哼了一声 我要去做饭了 许青却叫住江河 哦对 还有 如果以后我们吵架了 你揍我一顿就好 千万别哭啊 也千万别拿着剑自裁什么脸 那样很蠢 听到这话 江河犀利地扭过头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 我们吵架了 我会拿剑砍自己的错觉 不会就好 就这么一说 想想也是 女侠一直都是讲道理的 错了就认 怎么可能吵架 当唐朝穿越过来的女孩 拥有了身份证之后 第一件事竟然适合男友开房 却你敢信 这天 许青来到小区楼下找赵叔 见许青如此高兴 赵叔忍不住询问 精神挺好 有喜事了 是不是快结婚了 快了 到时候请您喝喜酒 肯定要喝 上次诚审跟我说 看到有骗警跟你聊过 我就猜到估计是聊我家江河的事 谢谢赵叔了 赵叔摇了摇头 谢什么谢 你小子 对了 我看他们弄那个什么基金 好像挺赚钱的 你会不会玩那个 许青愣了一下 你也想玩 老年人被坑的几率太高了 不行 我得劝劝 就了解了解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看别人好像挺容易赚钱的 就是投资的 投资知道吧 股票 稀货基金 这都一类东西 赚了吃香喝辣的油 亏的跳楼的也有 宁可悠着点 我前些天刚赔了几千块 天天让江河骂我 这不是那什么 才心情变好了 文言 赵叔有些惊讶 连这小子都赔钱啊 不过 真是该骂 几千块糟蹋着玩 许青也是配合到 真是糟蹋钱 我一开始吧 就玩股票 跌了就赔钱 后来呢 我学会做空了 股票涨我也会赔钱 再后来我玩期权去了 股票不管涨还是跌我都赔钱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不行 该弄期货 说到这里 见此 赵叔忍不住拍了一下 许青的脑袋 去的你 和我说像什么你 哈哈哈哈 这东西就是毒 运气吹差 见赵叔喝起水 许青也感觉嘴有些甘的 书 我先走了口渴了 水杯也没带出来 去吧 你小子有时间 记得多来陪我唠唠嗑呀 与此同时 江河正在慢慢打字 没多久 许青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江河在专心的 鼓道电脑 他忍不住上前询问 你在写什么 江河一机灵 急忙将网页隐藏 这才转头看向许青 唐朝人的自我修养 许青思索一会 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厉害 但在好奇心的催动下 许青想看一眼 但被江河挡得严严实实的 这小妮子是一点也不让我看了 我还是在出去晃晃的 时间匆匆而过 一周后 江河抱着冬瓜躺在沙发上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声音 您好 邮政 麻烦签收 江河瞬间起身 来了 许青也跟了过来 什么道了 等到撕开信封 里面赫然是江河的身份证 两人就这么呆呆地看着 许青忍不住说道 拍得挺漂亮 江河抚摸着身份证 是江河 公民身份证号 他的意义 不只是现代人的证明 从这一刻开始 江河可以不再依靠许青 依靠别人 从此之后 天大地大 哪里都去了 看着看着 江河的眼角已经满含泪水 许青上前帮其擦掉 我该说的恭喜吗 这小老太太 现在开始真的混入现代社会 只要女侠自己不暴露 任何人都没办法揭穿她的身份 江河则是转过身 猛地抱紧许青 许青 谢谢你 许青望着面前的女孩 这是你自己努力的 不 是许老师教得好 慢慢地两人紧紧相拥 这段时间的努力终究没有白分 曾经的诺言终于可以实现了 可当天晚上 许青和江河就来到了酒店开房 当服务员递过房卡 江河紧张兮兮地望着许青 接过房卡 终于开房了 女孩在酒店洗澡 男朋友却突然趴在玻璃上 半鬼吓她 女孩瞬间被吓哭了 这天 江河的身份证刚办下来 两人就来到一处酒店 江河站在窗边 这就是现代啊 这就是人类文明 自唐之后发展了一千二百多年的事迹 许青来到江河身旁 我说 你不要凑那么紧 万一把窗子推烂了掉下去 我不信你会飞 这么高我肯定不会飞啊 窗子很结实吧 见江河想要试试 许青连忙阻止 你别试 对于我来说很结实 对于你就不一定了 好吧 许青也是郁闷 没听说过 哪对小情侣来开房 是为了看看高层体验 而不是为了黑羞黑羞的 就离土 这时 江河转过头 伸手拥抱空气 这房间真的好大呀 说完 江河直接趴在了床上 大床也好软 比我们家的还软 许青顺势来到江河身旁躺下 喜欢的话等买了房子 可以随便换 不 睡久了浑身酸痛 还是硬点好 文言 许青黑黑一笑 喜欢硬的 江河脸色立马阴沉下 你在开车 听到这话 许青开始嘲讽起来 脑子里面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你学坏了呀 无可奈何的江河 直接给了许青一脚 接着从刀刀中掏出小衣服 我去洗澡 许青却在身后喊道 一起吗 想象到两人一块洗澡的画面 江河立刻警惕起来 许青你别太过分了 许青扮出一副柔弱的样子 用完就把人丢一遍 当初没拿到身份 叫人家许老师 现在用完了就喊许青 话音刚落 江河直接从脚出击 可好巧不巧 刚伸出去的脚 直接被许青拿捏在手中 接着许青缓缓将手往上移了引 滑滑的 手感很不错 我这是习武略有小成啊 竟然还招架的住小和苗 却不料这一幕 直接把江河激怒了 揍了许青一顿 直接跑进洗手间 可等江河来到洗手间却发现 这竟然是一个玻璃门 许青在房外喊道 我又看不见 最多一个模糊的影子 江河探出脑袋 若隐若现不是更想如飞飞 你先洗 可许青直接摆烂 我不 我已经睡着了 没一会儿 许青听到洗手间 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 等下站在门口 会不会吓他一大听 想到这 许青直接坐起身喊道 没带睡衣 你可以裹着浴巾出来 文言 江河双手抱胸 有些质问 你是故意的 可许青已经来到了门口 哪呀 我也是才想到 咱们看的那个山村老师 唱的什么歌来着 江河有些忐忑地扭过头 你想做什么 可吓一秒 许青直接趴在门上学鬼叫 江河被吓得小心脏都要跳出来 可他又看到许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江河忍不住喊了一声 徐老师 见许青是在吓自己 江河瞬间火大 你等我出去 可许青双双地喊了一句 江河 又不幼稚 见江河气愤的模样 许青不知道问什么 就总想逗他一下来着 没多久 江河关上浴霸 迅速踏出洗手间 整个人被浴巾包裹着 气冲冲地盯着许青 见江河的肌肉显露出来了 许青终于胖了 你要干嘛 拳脚无眼 你想动手我就扒你浴巾 这是女孩第一次主动提出帮男人解决问题 男人却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刚刚 许青挑衅江河 拳脚无眼 你想动手我就扒你浴巾 江河握紧双拳 先不说你能不能扒掉 天天躺一个被窝 你觉得我会怕你扒 听到这话 许青就后悔了 刚刚就不该犯件 接下来就是家暴环节 没一会 许青就被江河撵去洗澡 可当江河回过头 却发现床上竟然还有睡袍 过了片刻 江河患上睡袍躺在床上玩手机 平平却发来消息 上线吗 今晚没在家 玩不了 大晚上不在家去哪 可许青开房来了 现此 宫平直接蹦不住 有情趣 可他却不知 江河完全不了解情趣 这时 许青突然将窗帘拉开 在这高楼伶俐的城市里面 本就有些压抑 相比起低层 还是顶楼更有开阔感 可躺在床上的江河却不乐意了 拉上窗帘 我们就是最高的 周围又没人能看见 何况你还裹着被子 江河下意识地紧了紧被子 那也不行 怪怪的 许青一脸骚痒 有些人还喜欢在这种地方 站在窗边干些坏坏的事 江河眼睛差点瞎掉 那太奇怪了 打造一方净土 共享一片蓝天 各有各的爱好吗 没多久 到了夜晚 许青上了床 接着将江河抱在怀里 人的贪心总是不足的 一开始只是想牵个手 后来想抱一抱 然后想搬到一个屋里面吹空调 再后来想王岸雄 再后来 就在这时 江河扭动了两下身体 许青告诉江河 现在这样 对于我来说是种很大的折磨 许青又嗅了嗅江河的体香 人啊 总是这么不知足 突然 江河推了推许青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该住在一起 谁叫你当初非要骗我搬进你屋里 一起吹空调什么的 明明结婚了才能住一起 可下一秒 许青直接抱住江河就亲 如果我能打得过你 是不是可以强迫你 那你还用问我吗 直接就动手了 文言 许青坐起身 那试试 看看我现在能不能打过你 江河忍不住询问 你确定 确定 如果胜利 那我今晚就能闲于大翻身里 于月龙门了 可江河却拿起一旁的衣服 好吧 限子 许青直接将江河手中的衣服丢掉 算了算了 你要穿衣服那就不适了 江河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 其实两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疑问 许青想着毕竟没经验 老想尝试一下 江河却想着 毕竟没经验 感觉怪可怕的 这时 许青伸出脚碰了碰江河 我这样如果被人知道 肯定会笑我是太监 不 你只是打不过我而已 听到这话 许青再也忍不住了 不行 我一定要试试 接着许青一跃而起 可下一秒 江河直接推住许青的肩膀 接着快速将许青压在身下 见差距如此之大 许青浑身哆嗦 好了好了 不闹了 江河却倾咳两声 赶紧睡觉了 晚安 许青扭过头 愿赌服输 今晚是碰不了小河鸟了 要是现在激动起来以后 就真睡不着了 可江河突然小脸微红 整个人直接趴在许青身上 许青一击灵 你做什么 江河缓缓抬起头 我来帮你吧 许青也是正住了 小情侣在一块两年办了 这一天终于领证了 今天天气晴了 江河把能办的事情 基本全办完了 去手机营业厅办手机卡 去银行办银行卡 甚至去了网吧 不过江河嫌贵 没有完 江河打开小本门 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该过什么了 大冬天不想出远门 我们准备着等开春再去顾苏 不对 现在叫苏州了 许青突然靠了上来 我们准备领个证吧 结婚证 江河愣了一下 结婚证贵吗 与此同时 许妈正在看书 却突然听到敲门声 打开门却发现是许青和江河 怎么这个时间跑来了 许青进了房间就四处打呀 我爸呢 去上班了 这个点不上班还能去干嘛 听到这话 许青转身走进老许的书房 嗯 我有点东西想查一下 许母本想招呼江河坐下聊聊天 许青却突然从书房出来 哎呀 差点忘了件事 等下午再过来 接着就带着江河和许母告别 许母一脸问号 这孩子搞什么鬼 出了门 江河有些疑惑 为什么不告诉阿姨 以后给他们一个惊喜吗 说实话挺麻烦的 要是告诉我妈 她以为小年轻意识冲动 或者觉得我们怎么怎么着 又或者拿了证以后催我们生小孩 催我们办婚礼 这都有可能 文言江河眼神有些闪躲 催我们生小孩呀 反正你是个奇怪的人 我们办些奇怪的事才正常 而且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 像私奔一样 江河忍不住私损 确实挺像的 两个人住在一起这么久 然后偷摸地去领个结婚证 等他反应过后 指着许青质问 后面那句才是重点的 你喜欢私奔的刺激 别废话了 反正我们两个分手就得被打死 这东西早晚给领 他们早点晚点知道都一样 都带你回家过年什么的 他们也没表现什么反对 对了 上次我妈还在微讯 问我什么时候办结婚的事 肯定是急着抱孙子 江河有些忐忑 说好了 就算领证 你也不能 不能欺负我 这家伙借着这个由头强行洞房怎么办 没结婚之前拒绝他是理直气壮的 如果结了婚再揍他 就理亏了 许青心塞塞 谁欺负谁呀 我才是被欺负的妹妹 许青将户口本递给江河 江河暗暗思思 这个本子和我的不一样 我的只有一页 是和身份起到的户口卡 没多久 两人打上出租车 师傅 麻烦到民政局 司机也是察觉到两人的意义 去领结婚证吧 恭喜恭喜 许青哈哈一笑 今儿天气好 去领个证 听到这话 司机忍不住吐槽 人家是天气好去散步 这哥们厉害了 天气好去扯个证 没多久 两人来到民政局门口 只是对视一眼 两人不同而约地笑出声 不出片刻 两人一人拿着一个小本 江河似乎想到了什么 高兴地喊出声 转了转了 今天赶上免费了 领政竟然不花钱 我们去买可乐 到了下午 许母再次打开门 许青和江河满脸开心 妈 阿姨 许母心里一阵秃突突 这俩人到底在搞什么 接着许青再次询问 我爸呢 不是说像他了吗 我去他书房查点东西 实际上是要将户口本放回原位 许母忍不住询问江河 他今天这是干啥呢 江河望着许青的背影 他高兴吧 那他查什么呢 江河小声说道 查户口 许母更是满脸问候 见许青出来 许母忍不住思思 这小子肯定有阴谋 可当许母在想说什么事 许青兜里的结婚证突然一哗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这让许母更是愣神 许青将结婚证捡起 笑着对许母说道 没事 结婚证掉了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 直接在许母脑子里炸开 在领结婚证的那一刻 江河就已经彻底脱去了 古代的帽子 接下来 就是好好在现代生活 就在刚刚 许青兜里的结婚证 掉在了地上 许母震惊地望着许青 捡起结婚证 接着许青一脸淡定地 将结婚证递给老妈 当许母打开结婚证的一刹呢 忍不住呢喃出声 结 结婚了 许青哈哈一笑 就是先领个证 这不天气挺好的吗 等结婚再半久 闻言 许母望了眼窗外 那也是 天气很好 好个狗蛋啊 没听说过这种理由 随即 许母又看了看江索 这才询问许青 好像 有点急了吧 急吗 你上次还催我来着 催你是催你 但是 不该多准备准备吗 准备什么 许母支支吾吾 准备 那个 彩礼 听到这话 许青看了眼江索 彩礼 你要吗 江河想了想 不 要 许青再次询问 不要吗 要 这个车 要多少 许青伸出手掌 随便要个 三五十万 弄辆车来开 闻言 江河直接呆住了 三五十万 许母在一旁忍不住出声 你这不是要商量的吗 许青指了指江河 我们不是正在商量 见此一幕 许母有些蹦不住 剧本好像不对 明明是谈结婚的事 怎么变成好像这小两口 图谋我们老两口的财产 接着许青告诉许母 妈 他要三五十万 这不是你要的吗 许青连忙将江河推到前面 没有啊 这是他的财礼 许母忍不住攥紧拳头 不行 这得让老头子回来才能治得住他 与此同时 老许正在擦眼睛 可刚戴上眼睛 他就感觉一阵心烦 应该没什么事没解决啊 只是 怎么莫名感觉有点舍不得 好像这个车要离我而去了 另一头 许青和江河离开家 江河询问许青 不是说好私奔吗 私奔了呀 只是被发现了 江河撇了一眼许青 你就是故意的 许青黑黑一笑 这哪有顾不顾意 你现在是我媳妇 又没见不得人 话音刚落 许青就拉起江河的手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 江河现在只有一个借口 还没办酒席 我老觉得这是个阴谋 这家伙就是想和我同房 许青却不管 没办酒也是合法夫妻 领了这个小本本 我们就是两口 有夫妻的义务和责任 你别想乱七八糟的 小脑袋瓜整天琢磨什么 一点都不健康 我说的是相互抚养 财产共有 共同处理 嗯 反正不包括你想的那个 江河忍不住反驳 你如果没想 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接着两人就开始 霹雳啪啦的动手 一旁的路人都看呆了 好家伙 这俩无打演员呢 没一会 许青晃了晃手 我怀疑你让我学功夫 就是为了打我的时候 我能招架一下 然后让你不至于太美景 我是指点你的功夫 那你现在不怕暴露了 江河指了指一旁的摄像头 说出去谁会信 只要我不飞起来 把那个监控摘掉 别人只会认为你有妄想症 说实话 我现在就觉得我有妄想症 会不会你本来就不是唐朝来 然后编了一个谎话骗我 好吧 实话说了吧 我从小跟着流浪老太长大 那老太还会三黄炮锤拳 而我又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器材 说完 江河低下脑袋 望着自己的手 平日里一直涂抹着护手霜 让手背变得比以前光滑细腻的多 就在这时 许青握住江河的手 两人相视一笑 他已经脱去古代人的帽子 接下来 就是好好在现在生活 女孩想着领完结婚证就该办酒系 然后就生小孩了 可女孩却不知道怎么样才会生小 这天 许青和江河两人坐公交车回家 江河突然说道 现在不担心我跑路了吧 许青转过头 我一直没担心过 江河有些不满 那你急着和我领证 这不是天气好吗 顺便就拿了 文言 江河看了一眼窗外 这才露出笑容 天气是很好 下一秒 江河突然搂住许青的胳膊 许青 我好喜欢你 许青揉了揉江河的脑袋 我也是 片刻后 江河就拿出结婚证发朋友圈 很神奇的证 官府颁发的婚气 可他却将两人的脸给挡住了 随后就发到朋友圈里 许青看到江河的操作 你学坏了 这是现代人才有的毛病 江河瞥了他一眼 我乐意 许青叹了口气 我又能要求唐朝的小老太太怎么样呢 没多久 两人回到小区 许青老远就喊起了赵叔 接着来到赵叔面前递给他两包烟 给 抽这个好 赵叔哈哈一笑 亲子 有心了 告别赵叔后 江河有些疑惑 为什么给他两包 帮了咱们忙啊 之前给你拿这个门禁卡的时候 我和程婶提过一子 你身份还没着陆 等想办法弄了身份证才好结婚 程婶肯定也和赵叔说了 虽然他们不太知道怎么回事 但警察问的时候肯定心里面亲 有意帮了忙的 听到许青的解释 江河有些愧疚的低下头 接着又看向许青 那也要给程婶送点东西吧 他不用 等放寒假你多教教小颜做作业就好 一个初中程度教一个小学程度的还是绰绰有 片刻后 两人回到家 许青坐在沙发深呼一口气 江河则是来到许青身旁 很自然的就钻到许青怀里 拿到结婚证 有种解决了一件大事的感觉 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蠢蠢欲懂 想要和他贴得近一点 这时 许青似乎发现了什么 你好像不太对劲 没有 我很对劲 不过确实觉得哪里不对 就在这时 江河突然发现快三点 连忙起身 我看看你回购 许青也看了下手机 自从上次听赵叔提起基金 我就觉得要玩 近两个月一直慢慢减仓 现在基金股票都清得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 江河的手机突然响起 账户到账 五万元 江河询问许青 怎么给我这么多 反正你只玩这个 又亏不了 多赚点买菜钱 我已经撤离股市了 再待下去要赔钱 只剩唯一的地产股 就在里面留着吧 江河揉了揉许青的脑袋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真的会预知未来 聪明人都会的 小朋友 你要多读书呀 这不是预知未来 是看大事 文言 江河来了兴趣 我也想学 许青黑黑一笑 你不是一直在学吗 了解这个世界 哪有 江河有些郁闷 我教他公主 他却不教我赚钱 见此一幕 许青这才说到 时代一直在变化 比如当初流量明星热的不行 随便怎么都能捞钱 后来有部电影 砸了锅就是衰败的开始 他们虽然还是吃香 不过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新兴的热点就趁机起来了 这就是大事 天下大事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就是这样子了 江河拿起薯条 直接塞到许青嘴 救你聪明 给你吃 二娘说 二娘没说过生小孩的事 完蛋了 我不会生小孩啊